我一出生无头鬼王便将我布在胸前 反射中的雪氏大将军亲自为我部位开导 甚至出马仙龙婆也愿为我舍命相救 就连一代鬼仙蚂蚁姥姥都认我为亲外甥 只因我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吉英之子 一旦修炼鬼道速度远超常人百倍 但也因此成为万千恶鬼争先夺赦的目标 那时正好是7月15鬼节这天 当时母亲挺着大肚子挨家挨户寻求帮助 可因为鬼节的缘故他们都将母亲拒之门外 直到敲响了陈老头家的大门 他当时看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又赤脚站在雪地上 好心的陈老头呵斥的 这大冷天的你一个孕妇瞎跑啥呀 正当他要拉母亲进屋歇息 这时住在隔壁的龙婆婆突然大喊别管他 快离他远点他不说活人是死尸 这话吓得陈老头节节后腿 却被母亲一把抓住手腕 随即目露凶光咆哮着请你救救我腹中的抬讯 没等他说完 一根鞭子突如其来地抽打在母亲的身上 隔壁龙婆婆手持长鞭走进院里 声色俱利地对母亲说道 我乃正捅出马仙家弟子 岂能容你这般要挟在此放肆 只见母亲被鞭子抽倒在底 嘴里不停喃喃到我没死我的孩子还活着 龙婆婆叹了口气 你生机全无只不过凭着身为人母的执念停在这 腹中的胎儿恐怕早已 文言母亲一把肩在肚皮上的衣服 咆哮地说着他还活着 龙婆婆一经立马明白这是有人故意设得 这是一副凶态 怎么会有畜生用这种恶毒无比的邪术害人 见此婆婆貌似想到什么 遭了这女尸腹中的胎儿命悬一线 当即龙婆婆掐子一算 不好诺事肚中胎儿一死女尸直念三尽 到时候一尸两命 她将和胎儿化作母子双杀 到那时她会拿着剪刀到处锁命 将附近的孕妇当作她的替身 而今夜乃是阴年阴月阴日 要是孩子在此刻降生 便是阴母死阴子生 白鬼笑活人哭 阴子天生通灵一旦踏入鬼道 修炼速度快于常人百倍 这也正是恶鬼夺舍的最佳之讯 如今鬼门大开方圆 百里的鬼屋都在等着机会 此子降生之时白鬼夜行 你我二人恐怕要命丧于死 随着午夜终身的敲响 陈老头抬起大刀 毫不犹豫地将攀附在 女青肚上的蜈蚣一刀斩断 随着肚皮的炸裂 我也顺利降生 龙婆婆面色担忧地将我抱起 阴霞之子终究还是出生了 然而陈老头忽然问道 这孩子怎么没有期待 婆婆解释道 孩子是被人放进女士肚子里的 怎么会有期待 而邪术一副胸胎 便是将刚成情的婴儿 从身体中取出 随后混入五毒之血 塞入一年音乐 因时出生的女子体验 且此女孩必须得是孩子的直系亲属 等腹中婴儿成熟后 不等女人分娩 就会将她折磨至死 届时一失两命 两个力气充天的凶魂 将变得毫无意识 并且只听命于施法之人 这么歹毒的术法 只有是血海深仇 才会这么报复仇家 不仅害了孩子 且她的亲生父母 也会遭受诅咒 说完婆婆上前安慰母亲 丫头苦了你了 放心吧孩子 我会将她养大成人的 闻言母亲直接跪倒在地 随后手捧一块玉石 这是孩子的家传之物 请您带她成年时转交给她 二位的大恩我来实在报 话音刚落母亲 便口吐鲜血一命无辜了 随着母亲倒下周围 忽然响起了阵阵鬼叫 陈老头 陈老头好香啊 听到这声音龙婆婆欲惊 连忙拉住一旁的陈老头 大声喊道别回应她 这是鬼教会 如今鬼门已开 五毒血机的这些脏东西兴奋不已 先把孩子送进屋里 别管我 下一秒只见婆婆手拧法阵 口中念叨 天清地灵 冰锥硬转 将竹令形 弟子马清风请长把老妹上身 老婆子今日和这些畜生拼了 此刻陈老头焦急忙慌地将孩子抱入屋内 转手交给了婆婆儿媳 嘱咐他们照顾好孩子 随后从胸口掏出一块玉玺 这是女娘的大音 她让你带着她去房顶拨好 无论屋外有什么动静 都不许说话不许动 要是我和女娘出了事 你就带着媳妇孩子 到东山顶的菩提庙去逼 记住女娘说的话 说罢便产起步调来到婆婆身边 此刻的婆婆模样大便 眼冒绿光统统中透露着诡异的杀气 小老头你怎么又回来了 您长八爷是马婆婆供送的地灵仙 我是她的老邻居 咱们一人一妖都得顾下情分 长八爷含蓄一笑 呵呵 我只是条蛇 别这么高扑 要是来的东西太凶了 我可是会先跑路的 下一秒婆婆掏出香灰 洒在地面 不一会 屋外便爬满了脚印 脚印一路衍生禁院内 香灰有横脏东西来了 话音刚落两个指人缓缓飘来 仔细一看 指人脸上黏着鬼皮 婆婆见状抽出打鬼边 猛地向前挥出啪的一声脆响 面前的指人立马消失殆尽 不过是侥幸吃了死人的手艺 也感到我这来送一杯羹 就在婆婆放松之际 一只面部扭曲的僵尸鬼 出现在她的身后 眼看躲闪已是不及 千军一发之际 陈老头及时赶到 一刀就将这鬼物斩成两半 老头我这大刀可杀了几百名小鬼子 刀中煞气可轻易撕碎到横低的鬼妹 而这时天生异象 婆婆抬头望去口中大喊糟了 此时已等 天狗吞月半血长存 天上的满月变成了血红的月眼 而周围的恶鬼也在这加持下变得暴躁 下一秒附身在婆婆身上的长八爷显出了真身 那生质问这娃娃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引动这样的大凶之兆 这么凶的天象已然超出本心能力放了 八爷我不奉陪了 可还没等她来的急动神 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她身后 小青蛇你要去哪 等八爷回头望去 来者竟是传说中的无头鬼将 青云你怎么了 原来她是婆婆供养的逼龄凶神 青云鬼将 她察觉婆婆会有威胁 此番前来是为了给婆婆助阵 话音刚落 寂静的院落响起阵阵所难声 一个血红轿子出现在泥雾之中 周边鬼雾见了纷纷跪地让路 定睛一看六只红鱼女鬼 间抬轿子缓缓飘烂 轿内坐着个白发老鬼 婆婆大惊蚂蚁姥姥姥 您不是快得到成仙了 可苦损应得抢这音煞之子 沉重沙哑的声音从轿中传来 别怕 姥姥我就是来看看吧 不过你们若是挡不住外面这些小崽子 姥姥我也不介意分一杯羹 随着鬼叫黄仿靠近 庞大的鬼欺净的陈老头后背发凉 这位又是什么大仙 婆婆紧皱眉头 她比这些力给加起来还麻烦 就在这时三娃媳妇大 娘 不好了有脏东西进屋了 我去抵挡 说罢无头鬼将飞奔过去 一只吊死鬼想翻窗进入屋内 要不是有龙婆大硬阵子 恐怕他早就进屋大台杀进 此时鬼将伸出鬼爪 凌空一跃将吊死鬼拦腰断断 可即使是有大硬的压制 还是出现了漏网之鱼 一只长舌鬼出现在我面前 本想用舌头将我掳走 不料反倒被我一把抓住 在我好奇把玩之时 我张开口中的力尺一片 有一段他的长舌 力鬼被成了慌忙逃窜 此刻屋外各种鬼怪纷纷显行 众鬼一依靠拢围成一团 诺氏等最后的香灰圈被引起侵蚀视像 这些恶鬼就彻底挡不住了 婆婆面色铁青 随后大喊三娃快带着媳妇孩子先跑 娘替你们挡着这些东西 此时一道身影掠过 无头鬼将抱着我出现在二老面前 你怎么把娃娃带出来了 陈老头之问道 可婆婆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不对她是被阴煞之子给控制住 屋外的群鬼见到我后 瞬间胸太闭露 喉叫着向我歇来 对此我冷笑一声 迅速钻进死去女尸的肚中 女尸瞬间直立起身 诡异的笑声从喉间发出 随后猛地扑向鬼群 惨叫声 嘶咬声 响彻天际 龙婆婆呆呆地看着这一面 这娃娃刚出生就这么厉害 以后得邪乎成啥样 躲在远处的八爷探了一口气 再邪也就这一阵的事 等会煞气散尽 就会变得跟普通娃娃一样没啥趣 没过一会儿 事情果然如八爷所说 一股煞气冲天而起 我眼中的血色缓缓退去 刚刚还追着群鬼乱咬的女士轰然倒下 见此情形躲在一旁的厉鬼 又再次围了声 陈老头口中立刻道不许动脑娃娃 说着便要上前 可一旁的婆婆却一把将她拦住 你们普通人却为也是送死 只见婆婆拿出一块 殷气至圣的骨头面色 民众地说道 我会俗下千年龄歇 立地化为鬼王党苏腾 你们带着孩子快走 文言无仇鬼将苦心劝说 婆婆不可 这样你将魂飞泼散 永世不得超伤 陈老头吃惊地望着婆 但他也深知如今 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此时远处的血伤 忽然传来于震扎下 紧接着地面也跟着摇晃起来 一股寒气从地底冒出 眨眼间周围的恶鬼 全部化为冰雕 一旁的长巴也被动得 整个蛇身蜷缩在一起 蚂蚁鬼老背金的面色煞白 这 这是什么 没等他说完 一道魁梧的身躯 拖着铁链靠近 定睛一看 竟是号称一山之神的血狮大将军 蚂蚁鬼老在看到血狮出现的一瞬间 立马化作一道鬼气逃之夭夭 陈老头疑惑这玩意这么厉害 连鬼仙都跑 还没等他说完 婆婆一把拉住陈老头跪躲在地 口中高喊草明拜见勇武大将军 陈老头抬头疑惑地问道 这大将军是哪路神仙 神仙说不上 但他却是正道中人 传说他是一名猎户之子 天生神力勇武非凡 但他却生来吃啥 父母早早离世 使他被一位老乔夫收留 对他视如己出 乔夫的女儿翠花 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财女 朝夕相处之下 二人各生情愫 最终喜劫连里结为夫妻 但他们结婚的消息 很快引得爱慕翠花的男人嫉妒 尤其是村霸胡二蒙 仗着有个做不快的哥哥 在村中无法无天 组织一群流氓地痞上门 强强明明 但都被血氏打得屁股尿里 于是便想到用 吊虎离山之计引走血氏 结果乔夫一家失去保护 落入恶霸手中 等血氏回来已经为时一 老乔夫夫妇惨死家中 翠花为宝真杰上吊自杀 血氏勃然大怒 将恶霸满门屠露一空碎尸万段 大仇得报之后 血氏在亲人坟前跪了七七四十九天 直到化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的重情重义 引得当朝皇帝册封他为勇武大将军 后来他修炼千年成为守护一方的山神 谈话间血氏已来到我面前 看到他我非但不害怕 他牙牙坐雨伸手要报告 就当血氏弯腰准备将我报起时 活泼大喊将军前脉 血氏没做理会犀利的瞳孔静静地打拿中 随后猛地载动身上的铁链 身后被铁链锁住的恶鬼被吓得嗷嗷惨叫 见此情形躲在远处观望的长八爷 立马化为遇到青蛇准备逃犯 只见血氏将手中的链条用力揉搓 接着俯下身躯 将一个乌黑的耳环刺入我的耳垂 一丝鲜血流出 可瞬间又变为血气被耳环全部吸收 血氏见状露出一个僵硬又冷淡的笑容 随后转身静止朝女士走去 恰好此事化为青蛇的长八爷正巧 从这经过 血氏的大脚硬生生地踩在八爷身上 毫不理会八爷的痛苦 弯腰抱起女士准备离开 见他们离开我张开小手表示不舍 挖得一声眼角瞬间泛起了泪花 活泼见状立即上前将我抱起 随着血氏缓缓沉入地底 被铁链束缚的恶鬼发出凄厉的藏壕 不多时日出东升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众人身上暖洋洋的 陈老头将刀插在地上 那些脏东西应该解决了吧 是啊天亮了 再凶的东西也不敢白天出现 地旁的长八爷捂住胸口喘着粗气 真是走狗屎运了血氏竟然会出手帮忙 随后无头鬼王也化作了鬼气回到了佣里 陈老头惊叹道 这娃娃好浮起 过了昨晚这一节以后必定飞黄腾的 不等他说完婆婆便打断了他 此节还远不止这些 在孩子魂魄未稳固之前那些鬼妹每晚都会来 而魂魄稳固就是开口逼天门 那最少也要等到娃娃们开口说话才行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如今只能采取换皮的方式 才能让我安然度过这节呢 换皮前他们还得准备一根千年松香木 婆婆懦有所思 看来我们得去请教一下松老 念阳高照之时二老来到仙山脚下 一眼望去四方天地尽数雪白 一颗轻松屹立在雪山之巅 画面一转两人顺利地来到松老面前 婆婆将带来的供品一般好 接着插上三柱香后亲切地说道 松老 龙小丫头来看您了 您以前救过小丫头的命 今日我斗胆求您再救 救 婆婆话还没说完 一阵清风吹得松枝沙沙作响 轻松枝叶随风飘落 在地上形成一个凶子 婆婆绝望地祈求道 我深知此事大凶但眼下除了您没人能帮我 说完婆婆一个想头狠狠地磕在地上 小丫头不只是为了这孩子更为了村里的父老乡亲 诺孩子度不过此节村子也将随之遭殃 看着婆婆额头布满鲜血一旁的陈老头再也坐不住 口中立刻道 我老臣不信鬼神不败天地 但诺宁愿意出首老臣也给您磕头 说罢跪倒在地碰咚一声磕了个响头 见二老跪地不起 这时又一阵风房 一根松枝落在陈老头顶 青松叶上沾着几滴金色的松油 婆婆见状欣喜诺皇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松油 还有松老赠予的万年松 随后二老向松老扣谢后 马不停蹄地回到院中 婆婆赶忙将松枝种在院内 闭旁的陈老头疑惑地问道 不是说要救孩子吗 你怎么还在捣护这些 话音刚落 细小的树苗瞬间拔地而起 长成参天大树 陈老头经的亚马呆着 婆婆望着松树面露洗涩 有了这万年松那些脏东西 就不敢进来了 深夜婆婆将法阵布置完后 换皮密法正式开始 所谓换皮 就是利用千年以上的灵物之皮 封住一个人所有灵状 彻底断绝他的修行道路 婆婆边说边倒万年松油倒在我身上 做完这之后婆婆却叹了口气 她修行了一辈子 但千年灵物之皮却实在没有 如今只能用其他灵物的皮来代替 文言一旁的八爷问道 只要是千年到行的皮都可以吗 婆婆转头惊恶地看着八爷 好似想到的神奇 随后二老纷纷露出鄙夷的笑容 见状八爷愤怒地喊道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 就算我差了点 但好歹我祖上破绰鬼 舍百年化灰 灰百年化焦 焦千年化龙 囚龙之上还有硬龙角龙 我们家祖上实力狂吼 拿快一退还不简单 婆婆听完一脸喜悦一旁的陈老头 当即抱拳表示感谢 而这时八爷羞愧地解释到 这可相当于龙体了 这等宝贝我赠予给你 那之前临阵脱逃的事情能不能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旁的 无头鬼王等不下去 怒斥他少废话办事要紧 婆婆微笑接话威风凛凛的长八爷 哪有临阵脱逃 您老是想见蚂蚁姥姥姥之力出去搬救兵 说完奶奶手掐反应 将最后一点松油滴入我的口中 随着我把松油吞下 我的身体顿时散发出闪耀的惊光 周边阴气呼啸 婆婆艰难地主持者反正 口中念叨着 天地玄宗万气短根 广秀一节正无神通 五行幻脾气 八爷灵悟何在 闻言八爷气韵丹田从处中挤出一个青绿色的皮囊朝阵中甩去 蛇皮接触我的瞬间便紧紧将我缠绕 鬼妖丧大 一指断阴阳 婆婆单手将我钉在空中口中呢喃道 娃娃 要是压不住这龙皮就将与其一盆飞飞燕命 随着时间的扑里衣龙皮越缠越紧 还是婴儿的我被重重折磨地发出哭泣声 随着烟雾越聚越多一声龙鸣响起 一道轻烟晃发的龙影死死缠绕中 看着我飘荡在空中底下的陈老头焦急地询问婆 这孩子不对劲还有傻法子帮帮她 婆婆此时也是紧张不已 随即她好似想到什么 连忙招呼一旁的陈老头 快把娃娃她娘留下的东西拿出来 魂言陈老头立刻掏出之前放好的金针和玉米 在这哪儿话音刚落 陈老头手中的物件仿佛被召唤一般朝我飞了 然后稳稳地落在我手中开始吸纳周围的灵气 紧接着数道金针飘起将青龙包围在气中 随着金光飞速划过原本微风凛凛的青龙瞬间化为青烟 通通被我吸纳镜体内 而先前包裹着我的龙皮也缓缓地融入我的皮肤 我也慢慢地落回到中面 朝着婆婆开心地嬉笑着 而我的背部则浮现出一道纹身 一条球龙盘旋在一颗轻松之上 婆婆将我抱入怀中不禁感叹到我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 不如就叫九难吧 而这时一旁的陈老头注意到玉腿背面的八字 这应该是孩子的姓氏 婆婆微笑地应答道 好好好 那以后咱娃子就叫化九难吧 自那天过后那些鬼屋便再也没完 二老本以为我会平安过完这一生 然而在我五岁那年意外还是来了 村子里爆发瘟疫 爷爷为了给三叔治病带着我上山采用 年幼的我还不明白什么是病 只想着三叔的病能快点好起来带我去抓青蛙 爷爷却一脸担忧地叹了口气 你三叔怕是不会好 此时家中众人哭丧着你 一向强壮的三蛙此刻犹如一具干尸瘫在床上 地旁的媳妇挺着大肚子痛哺流涕 婆婆请来看病的郎中叹了口气 马婆婆 老头子我已经尽力了 你也用上了出马仙家的手段实在是没法子 婆婆面色憔悴 瘟疫持续了一个月村中时时久空 我这身老骨头入土也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咱们一家在地下团圆 倒是三蛙却依旧乐观轻声安慰众人 娘别说丧气话 俺走了还有小九孝敬你 还有俺媳妇等孩子生了 您就让她改家吧 她还年轻 婶婶听后伤心到情绪失控 地旁的婆婆立马上前将她抱住 放心吧三蛙 娘一定亲自张罗喜事 把她风风光光嫁出去 正当众人沉浸在悲伤之中 我兴奋地抱着草药跑了进来 三叔这个可以治病 婆婆健壮立马将我拦下 小九儿快出去 小心传染给你 我正脱开婆婆表示我有草药我不怕 随后静止朝三叔跑去 这时身旁的郎中却一把将我抓住 小娃子年纪不大口气倒不行 你可知这次瘟疫覆盖多少个村子 就你这几株破草就想治好 话还没说完郎中就压麻呆住 因为她发现我怀中的草药 竟然都是百年以上趋意辟邪的鲜样 激动的她一把将我抱起 你怎么知道这些都快让我见见这位大师 我刚想开口 是爷爷急忙推门而入 是我想到的 闻言郎中立刻飞奔地朝着爷爷冲去 紧接着一把握住她 眼冒精心地说道陈老真是深藏不露 此时的爷爷为了不暴露我的秘密 强忍着便扭点头答复她 婆婆高兴地抚摸着我的脑袋笑着夸奖我 乖孙子你真棒 你可是救了咱们整个村子 说完婆婆快步向门口跑去 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见奶奶高兴我也开心地说道 记得帮我向井里的姐姐打个招 婆婆听后大惊失色 小九你说什么 随即立刻蹲下身急忙询问 快和奶奶说说你在哪个井里看见的姐姐 我挠着头回想了下说道 就在田老叔家的井里 那个姐姐还飞出来趴在老叔脖子上挺她呢 眼眼婶婶被吓得支支吾吾 不会吧 小九你是不是看错了 随即询问起义旁的婆婆 娘您不是已经给她换皮了吗 怎么会看得见脏东西 龙皮只包裹住了她的身体 眼睛可是露在外面的 说完婆婆准备借着送药的机会 来会会我口中的这个紧 田老四的女儿嫁给了镇上了万人湖 因此她家在村中是最富有的 此时婆婆敲响了老四的家门 有人在家吗 没过一会田老四面色铁青地打开大门 老婶婶您怎么来了 婆婆刚要开口身后的郎中一个顺步来到老四面前 陈老头研究出治疗瘟疫的药 刚才吃了药的人烧都已经退了 你们家也快点用上 闻言田老四兴奋地拉起陈老头直奔屋内 为了帮小九隐藏秘密陈老头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婆婆环顾四周 口中低难道 奇了怪了这里也没阴气啊 正当婆婆还在查看周边事 一口老井出现在她眼前 婆婆伸头看向井中 井内平淡无奇并未有任何异常 婆婆面色沉重地想到 难道是要小九的阴阳眼才能看清 这时屋内的陈老头已然忙完走出 老爷子别走留下来 俺给人杀鸡吃 陈老头抬手谢绝 一旁的婆婆走上前寻问道 老四最近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吗 田老四挠了挠头 没呢 就是有点犯困 婆婆察觉到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问题在哪 随后拿出一柄桃木刀 老四这柄刀送你挂门前能屈鞋臂 多谢老婶婶 我马上就挂上 那我们就先走了 有啥事你来找我 等婆婆走远之后 那把被田老四挂在门前的桃木刀 突然裂开树道口子 一股黑血喷涌而出 而婆婆回到家之后还是不放心 便带着我再次来到田老四家 乖孙子你真的看见那个姐姐了吗 文言我立刻趴到井边 哪声哪气地讲到姐姐你在吗 我和奶奶来看你 等待片刻后婆婆见没有动静 便从袋中取出几枚铜钱洒入井中 见我一脸一惑婆婆婆笑着解释 我钱能振血 而婆婆这几枚常年沾染活人洋气的铜钱 刚好是鬼屋的可行 就当我跟婆婆正要离去时 田老四家的大门被人一把撞开 马婆婆快回去你家儿媳要生了 婆婆听后大喜连忙拉上我往家里看 随着时间的流失 屋内的三婶痛哭了一个下午 听着媳妇的哭喊声 三娃在一旁急地抓耳挠腮 陈老头安慰到别急 孩子一会就能生住 话音刚落大门被人推开 接生婆焦急地喊道快去找车上医院 孩子难产了 众人立马焦急忙慌起来 陈老头吩咐到三娃你去见牛车 我去筹钱 镇上的医院给花不少钱 就当二人跑开之际 接生婆喊助量 镇上步行得去县城的大医院 文言三叔痛苦地坐在地上 去往县城要赶三百多里 就算有车也得开一下我 陈老头满脸担忧地询问 接生婆还有没有其他 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为难你 就在这时我突然开口 大家别急 我有办法 文言众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在我身上 接生婆喝吃到小九 你别添乱了 人命关天了 知道我本事的陈老头 连忙喊我跟他走 来到角落二人急切地询问 小九你有啥法子快说 我丝毫未提起女鬼的事 只是告诉两人 鬼板八钱当归三两 穿胸六钱加水煮开腹下即可 这便是让婴儿降生的开股散 喝要钱让婶婶含一片 先前雪氏大叔给我的千年身亡 文言传老头一巴掌拍脑呆上 对了我咋忘了这场 一旁的三叔激动地将我抱入怀里 小九你的恩情三叔记心灵了 我小脸红扑扑的 那个三叔您别和我客气 随着婶婶将汤药喝下 不多时他面色红润地对婆婆说的 养我好多了 没过一部屋内便传来婶婶的痛哭声 一个粉粉嫩嫩的女娃诞生了 三叔得知母女平安后开心得不得了 活泼见所有事情都处理完后 笑眯眯的送接生婆出了门 接着又嘱咐到那东西就交给你出了 可接生婆一走远就递不得 这次河车可得好好买起来 别被飞行贩子挖去害人 然而就在此时一阵阴风划过 将她们的失了神志 随后静转头走向了田老四家中 静直地来到那口老景边 毫不犹豫地将胎盘倒入井中 随着落水声传开 夫井妹响起一阵诡异的尖笑声 轰动的井妹一只惨白的鞋手伸了出来 紧接着一个满脸鲜血的女鬼探出头 此时的院内三叔开心地将我举到空中 可我却看到了那个原本藏在水井中的姐姐 正在死死盯着沈尘怀里 那时的我对鬼神没什么可以 开心地向她打着招呼 姐姐你怎么不进来玩了 一旁的三叔被我这一举动惊得冷汗直溜 小九你再和谁说话呢 文言我立刻解释道 就是之前在田老叔家那口老井里看到的姐姐她现在 话还没说完 婆婆破门出口中立合道 大胆斜碎竟敢在我出马仙家撒野 可她定睛一看鬼屋早已消失不见 婆婆面色阴沉口中一难道三番五次来闹事 看来必须要给你点教训 转天婆婆来到正厅存香祭拜 请仙家显灵帮弟子查查那脏东西是什么露宿 话音刚落供台上的香火就迅速燃烧起来 没过一会就化为灰烬 见此婆婆急忙跪拜多谢仙家答应弟子请求 不多是供台上便缓缓地显现出自来 三盒土 铁棺材 黑水粗 另三百 看完后婆婆经负一声大胸之兆 这年头怎么会出现铁棺材 见婆婆提出疑问 供台上立马又显现了 个人自扫门浅血 修管他人瓦上霜 婆婆看着仙家的提醒意识到这是非同桥可 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全村三百条人命葬送在那脏东西的宿多 就算是豁出性命 她也要做最后的争取 做好打算后婆婆来到庭院对着陈老头说道 那井里的脏东西不好对付 这次怕是有信任之忧 而就在这时三叔急匆匆赶来口中的 娘不好了城里来了好多专家 要来帮田老四家打紧取水灌盖农田 为娘二老一经不好 要出事了 两人赶忙跑去查看情况 此时一群村民将田老四家围得水泄不通 老四 干嘛呢这么热闹 陈老头带着婆婆拼命往里挤 田老四见婆婆来了赶忙出来迎接 口中止不住地吹嘘自己儿子有多争光 在镇上工作深受领导关照 这不得知咱们村吃水困难 领导特地安排了施工队来给俺们打紧了 闻言婆婆面色一遍该不会已经挖到铁棺材了 正当她打算上前查看时 一个白领打扮的青年站了出来 马婆婆您别听俺爹吓成 这全是正所的功劳 不过俺家这地可真难挖用机器也才挖了一米多 听后婆婆重重地松了口气 随后便打算将铁棺材一事通知大家 怎料一旁的陈老头一把将它拉过 现在这么多人看着你 你能确定脏东西就在这吗 这是说小了是封建迷信 广大了说就是破坏生产队建设 婆婆叹了口气随后 从兜里掏出一包带血的泥团 开口说到这是三合土 采用石灰黏土沙子 长河黑狗血混合搅拌而长 专门用来镇压凶煞之物的土壤 铁是死物 不同阴阳 鬼魂一旦被其锁住便在无出头之日 而用铁棺材下葬等于 把人闷进铁锅里盾 再加上外头的三合土镇压 就犹如把人丢油锅里炸 就算他生前是好人 在这么多年的折磨下 也会化为最凶的恶物 听后陈老头安慰婆婆放心 这是我来处 随后便火急火燎地跑回家中 打电话摇人 深夜村子上空闷雷滚滚 七月大热天净飘起 二毛般的雪花 睡梦中的二毛忽然起身衣服 也不穿地走到院内 神情呆滞地开启机器继续挖紧 雷声的风鸣正好掩盖机器发出的声息 没过一会一阵诡异的笑声从井内传出 紧接着一股飞水夹杂着几枚铜钱喷涌而出 与此同事婆婆也从睡梦中惊醒 口中咪难道不好 出大事了 话音刚落三娃推门而入 大喊道娘 田老四家死人了 等到众人赶来只见二毛下身裸露地倒在一边 面色红润好似刚经过一场大战 见此情形一旁吃瓜的村民议论纷纷 这也太不要脸了大晚上的搞这档子事 就在这时陈老头口中大喊都别吵 这是脏东西祸害的 魂言为官的众人被吓得急忙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一早傻儿子流着泪找上了婆婆 龙婆 这施工队的同志是县里政府派来的人 现在不明不白地死在我家中这可如何是好 婆婆连忙开口安子 表示这次的邪煞兄弟 处理不好全村都要遭殃 随即便吩咐起众人 从今晚起所有人过了八点就都不许出门 尤其是精壮的小伙子 再把所有的黑狗公鸡都杀了放血 将血都撒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并通知大伙到他家来领上一份仙家的香灰 可即使如此辟邪的东西依旧不够村里人的消耗 不得已 婆婆再次请动出万年松 看着滴滴驱邪的松油落下 婆婆终于松了口气 就当众人回去的路上 远处两道人影逐渐靠近 我是县里派出所的周立明 过来调查田老思家的命案 这话激起群民愤怒 少探论废话 在挡路别怪老子的拳头朝你脸上来 见状陈老头立即站了出来 国家干部是服务人民的 你不顾民情怎么担得起干部二子 你这种狗障人士的干部老子见一个打一个 只见陈老头从怀中掏出了什么 那胖子立刻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一句鬼字从陈老头口中说出 胖干部立即笑脸明上 您说的对小的给您让路 见陈老头要走周立明立刻劝他 老爷子您应该是个大人物 但您也不能带头搞封建迷信吗 文言陈老头反问道 十年前那场战争你有参加吗 周立明严肃地答道 我只是听说过 当年的战友告诉我敌方使用了某种邪术 可那难道不是谣言吗 见他还不相信陈老头拿出三位勋章 同志你看看这个 周立明一惊恐还瞬间冒出 自由勋章 胜利勋章 一等功勋章 下一秒周立明立刻腰板挺直干净利落地行了个军令 口中高喊小周见过老将军 陈老头连忙摆手示意低调 随即一脸严肃地说道 周立明同志我以勋章启示 这个村庄里发生的怪事的确和鬼人有关 请交给有能力的人来解决 就在刚刚陈老头挖开了埋藏女师的老井 随着大地的掉漆铁棺材终于从井中捞出 刚一落地就刮起了阵阵阴风 婆婆立刻取出先家御辞的风为善将众人护在身后 随着嘎吱一声闷响 周队长上前一把踩起棺盖 棺材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恶臭飘散了出 见众人围了上来这颗头颅竟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见此行刑龙婆连忙用出风为善 正善为风反善为雷 此乃驱邪必磨的先家法器 吴匹女师立马起身准备反抗 但却被强大的狂风扇入血水之中 砸得血滴纷纷朝着龙婆面门醒 但好在龙婆眼疾手快甩出扇子挡中 随着血水的流失关内情况一览乌云 看清女师全貌的龙婆被惊得一身冷汗 这这竟然是怨气极重的不朽诗 陈老头叹了口气 将人折磨成这样难怪怨气会如此深重 一旁的周队长愤怒地说道 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究竟是谁做的 我一定要查明真相还死者一个公道 文言在外头围观的田老四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口中嘀咕道 他他回来了回来索命了 众人见状急忙上前逼问事情 老四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通过田老四的讲述这场持续百年的恩怨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田家百年前曾是方圆百里的名门望祖 棺材中的女士便是田家园外其中一方小妻 然而此女士细班出身 长得貌美如花却到处勾搭男人 在一次和府中下人通奸时被人撞击 田园外得知此事后用提金结果将他偷死 为了让他受尽折磨 田园外暗道是只是将他八皮抽筋 利用七七四十九颗镇魂钉死死定在铁棺材 说完田老四到头哀嚎 龙婆您一定要救救俺们一家 这都是俺爷做的和俺们没有关系 对此龙婆赶忙安抚的 我已用风雷扇暂时镇压住他 只要及时将尸身烧掉避免让他失魂合一 他就再也无法服害人了 文言众人立马搬起柴火摆在院内 随着龙婆一把火棍扔出女士瞬间被火焰吞噬 就在这十一里 红破从火堆中冒出 口中咆哮道 天黑之后你们都得死 你们全村人都要为我陪葬 龙婆欲惊 没想到你这厉鬼竟如此凶悍 大白天都能显示 说完连忙掏出一块沉木扔了过去 老婆子我舍了这开山镇邪木就不信不命 被打中的女鬼发出振振嘴 叫声震耳欲聋 伴随着烟火散尽女士也化为了成 就当众人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龙婆的一句话将他们打入不底 如今只毁了他一半的道路 过了今晚这棺材算真正没事了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 龙婆跪在供桌前南南倒 诸位仙家老婆子今夜决定和那厉鬼拼命 若我命丧鬼物之手 还请诸位念我多年供送的情分上 保我一家平安 话音刚落就见供桌上三根香火快速燃击 紧接着香岸上浮现出一次 可我躲在门前偷偷看着龙婆满眼泪珠的偷鞋灵味 老婆子谢过各位仙家了 随后龙婆来到我的身边 小九 婆婆不在身边时一定要听你三叔的话 做个听话的好孩子 婆婆说完便要离去 见此情形我连忙扑入龙婆怀中 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婆婆话中的含义 只是觉得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来 一想到会失去她我灵机一动 随即飞奔地向外跑去 安顿好我的龙婆又对着院内的松树不舍地说道 松老 小丫头走后家里就交给您了 随后便朝着田老四家赶去 此时称老头按照龙婆的指示不好的到家去写的巨婚礼 手提白斩杀人刀的他安抚着龙 就凭我这柄大刀在这 亮着女鬼也不敢出现 紧接着又叹了口气 咱俩的老骨头倒是没什么 就是小周同志你不应该陪我们一起赌命了 闻言周队长立即将拳头放在胸前口中高喊 军人以保卫人民而战 这脏东西要是来了我死也要咬他一口 听后龙婆面入喜色 你二人身上正气凛然刚好是鬼屋的克星 言霸掏出打鬼边地到周队长手中 小周啊 一会脏东西来了你就拿这个抽他 发音刚落一阵音风吹的拘魂铃叮当坐下 龙婆提醒到他来了 众人紧张地看向裤子 只见一对鬼手从井口探出 紧接着一个声闹绿光的魂体往返爬出 伴随着圣人的鬼叫咆哮地朝着众人鞋 众人连忙躲闪却没想到郑重女鬼奸击 龙婆急忙大喊无外的人别紧 话音刚落 地主家的闪儿子推门而入 鬼张开双头顺势就要将他扑抖 见此龙婆当即掏出一罐攻击鞋 朝着女鬼就拖了过去 鲜血沾染的一瞬间就烧得他凹散脚 魂体受损的他飘到空中就要逃跑 却被龙婆的巨魂铃封住了退路 周队长迅速甩出打鬼边抽向女鬼 怎料他手臂一抖进打了个空 抓住机会的女鬼当即闪到他身后 伸出鬼爪一把将他拎起 见此情形龙婆急忙拖出攻击戏 畜生受死 怎料这女鬼抓着周队长钻进铁棺材内 砰的一声棺盖紧紧闭上 全老头急忙上前用出蛮力开关 却无济于事 龙婆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吐在风之上 让开我用这舌尖血将这聂处逼出 随着龙婆一掌落下 关内顿时传来女鬼的惨召 以及周队长怒求救生 达咪 达咪优雅鸭蝶 闻言龙婆立刻道 聂处你再不出来 老婆子就是拼上这条性命 你要用血雷劈死 关中女鬼不去反笑道 你劈死我这男人也别想活着 再说了就算被雷劈死前 能睡到这样的汉子也是了 周队长怒喝道 别拖我铺子啊 达咪优 随后棺材内传来阵阵喘息声 时不时地传出好手 这话听得龙婆老脸一红 你这不守复道的东西 老婆子今日定要收了你 说把龙婆手掐发硬口中念头 有请地铃仙长八爷助我猪灭血色 随后龙婆气势攀升双目 变成了幽绿色的舌头 咱不是说好了不多管闲是吗 那铁棺材里的东西本先也招惹不起 达咪只想请您帮忙打开棺盖 无需您出手和脏东西拼命 您若帮我开棺 过阵子我让人给您件妙利牌 受人供奉 魂言八爷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此话当真 弟子怎敢骗你 随即八爷面色一变 双手高抬身后巨大的青蛇虚影浮现而出 驱邪妇媚道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瞬间女鬼被打个盗飞而出 周队长赶忙跑出棺材 身上衣着片鱼口中喘着粗气 陈老头连忙将他扶起关切地询问道 没事吧这畜生没把你怎样的 这脏东西把我抓进去前 我把攻击险和香灰含在嘴里 等他张口咬我时就吐他口中 魂言陈老头一脸尴尬 刚刚动静那么大 算了你说咬嘴就咬嘴吧 就在众人谈话间恢复魂体的女鬼 往缓爬了起身 口中咆哮到你们都该死 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随即一个闪现消失在众人眼前 下一秒又出现在周队长身后张开 记头衬下去 好在龙婆眼疾手快迅速将他推开 可自己却被女鬼一口咬住胳膊 强忍疼痛的龙婆奋力 抽回手臂连忙向后到头 看着女鬼咀嚼着口中的碎肉 复身在龙婆身上的八叶心生惬意 这脏东西如此凶悍 八叶我可要先跑路 闻言陈老头连忙恳求道 您可是龙婆供奉多年的地灵仙 您不能就这样将他抛弃啊 与此同时小九难独自一人 前往深山搬救兵 听龙婆说雪氏大将军就住在这边 可他却在林子里淫湿了方向 西非的夜色中四周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 隐约间还有诡异的笑声凝绕在耳边 小九难害怕极了 抱着双臂颤颤巍巍的嘀咕道 我一定要找到雪氏大叔来救破 就在此时他脚底一发重重的栽倒在地 泪珠在眼眶打转可他却安慰自己 我是男子汉不能哭 随后起身继续向前走去 他用吃奶的镜攀上了一处小山头 才发现前方是一条死鸡 而他的身后又传来阵阵狼火声 树林深处一双双幽绿色的眼睛浮现而出 随着声音靠近几十只恶狼出现在他眼前 见此情形小九难害怕的一屁股坐倒在地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就在这危机时刻一道鬼叫将狼群吸引 林子中浮现出两道穿着兽衣的回忆 重狼见状下的连忙匍匐在地 背躬屈膝地让出一条路 两道鬼皮出现在小九难跟前 唯一的笑声飘荡在寂静的山谷 你这小家伙出生时没能将你吃掉 现在竟然自己送上了呢 说罢身出鬼爪就要将他抓紧 怎料刚触碰小九难的瞬间 就被一道金光阵的倒飞而出 这是松树伯伯和金龙大叔 臭小子 还有几分本事我看你能撑到几时 随即二鬼快速吞动鬼爪风向光照 没过一会只见砰的一声金光炸碎 哈哈 这该死的护照终于没了 可以好好享用美食了 就在这危机时刻 八个红印女鬼尖台大叫凭空出现在我眼前 而原本嚣张的鬼皮此刻被吓得浑身颤了 连忙跪倒在地口中高喊小的待见鬼仙大人 沉重沙哑的声音从轿中响起 呵呵 你们这些不长眼的畜生给本心四人 文言二鬼立马化为青烟消失不见 见状我当即磕头败血 小九感谢奶奶救我 而轿中的鬼佬见我如此乖巧温顺 心中暗想这鬼煞之子如今也要换来 对我也无作用就当结个善缘了 做完打算后鬼佬当即笑着说了 叫我姥姥吧 这大半夜的你一个孩子跑来这荒郊野里干嘛 听后我愣在原地 这就多出个姥姥了 不容我多想此时就婆婆要紧 随即我重重地磕了个醒 姥姥 小九想起您出手救救我婆婆 闻言鬼佬疑惑地问道 龙小丫头怎么了 我哭着说道婆婆去对付脏东西 并说这次可能回不来了 小九想要找雪氏大叔帮忙去迷失在林子中 见我嚎啕大哭 蚂蚁鬼佬一把将我带入怀中 轻声安慰道 傻孩子找雪氏你得去雪山猜起 你来姥姥这蚂蚁山不是白费工作吗 不过就凭你叫我一声姥姥这个忙我帮你 区区一个铁棺材姥姥手刀起来 而此时田老四家中 陈老头手持白斩刀已是强弩之末 面前的红衣女鬼嘲讽道别挣扎 那个姓周的已经快不行了 而四老驼子也自身难保 等那松叶的法力耗尽 他就得被铁棺材活活耗死 闻言陈老头怒喝一声 老头子我戎马半生岂会怕你 畜生拿命来 说吧抬起大刀就劈了过去 女鬼毫不避讳一个闪身迎了上前 听了一声俱响 陈老头被余威震的手臂发麻 见状女鬼抬起手掌 抓下陈老头胸膀 怎料她刚触碰的一瞬间 立刻就被金光烧得滋滋坐下 女鬼满脸惊恐地喊道 你怎么会有功德不体 在她探清陈老头胸前的勋章时 一脸不屑地说道 原来就是快破勋章 话还没说完天空电闪灵女 好似要让她对刚刚的出言不迅速出带子 女鬼吓得连忙无嘴 小女子不敢忘了 随即放出被困的龙婆 迅速钻入棺材化为青烟就要逃跑 本料之十八鬼肩抬红叫挡住了 小浪提子 听说你祸害了不少人 察觉到面前的人不好惹女鬼立刻求老道 小女子不敢 然而教终之人不听解释一把 将她吸入教内 一时间女鬼的惨豪增响着天际 随着鬼魂碎片缓缓飘落 底下观望的龙婆惊得后背发凉 怎么来了个更凶了 随即双手抱拳老婆子 多谢蚂蚁鬼先相助 若非宁出手 那棺材中的鬼物只怕是后放无穷 鬼老却冷风一声 要谢就谢我这外孙呢 姥姥我可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才出手 你们两个老家伙怎么不看好她 害得我外甥差点被鬼皮给失了 文言二老惊呼一声 鬼皮 在得知事情的由来之后 龙婆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迷迷糊糊地嘀咕道 姥姥别走到我家玩 文言蚂蚁姥姥姥面露喜色 这娃子就是孝顺 姥姥我是越看越喜欢 龙婆一惊好似想到了什么 姥姥要不我在堂口给您立个牌位 你想小九呢就来看看 鬼老听后却犹豫不决 受你供奉也行干这小蛇皮 精明的八爷当即说道 龙婆诺有福气供奉您 我们帝林仙家当然是以您为尊 见此蚂蚁鬼老也不再犹豫 随即大手一挥一道白光飞入龙婆体内 以后驱邪之时便报我的名后 届时我便会来助你 抱上大腿的龙婆顿时兴奋不已 多谢姥姥遇词 不必客气小九叫你婆婆 咱们就平备论教 你以后就喊我一声老姐姐吧 看着蚂蚁姥姥离去 一旁的陈老头联盟询问 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头 就连铁棺材里的邪物都能轻松收服 文言龙婆解释道 蚂蚁姥姥可是修行千年的鬼仙 再过百年就能修成正果届时便可踏入仙界 听后陈老头一声惊呼这么厉害 得亏小九感大嘴甜 尽能讨得他欢喜 那日后可就有福了 时间一晃十年以后 我在院内舞动着雪是大叔过我的匕首 就当我耍得满头大喊之时 龙婆告诉我小九把这个皮包放了 你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到时候助校时这把匕首一定要随身携带 我嬉笑着答复道 放心吧婆婆 学校应该没什么事的 我还没说完只见龙婆白眼一番 周身弥漫起青烟好似被仙家附体 你家三小子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用枪打我 快去西河边把他弄走 来晚了别怪本仙将他弄死 就在我疑惑是哪个仙家在这方 婆婆缓缓睁开了眼 小九 快扶我到西河边你三叔闯祸了 随即我带着龙婆迅速赶过去 此时三娃双脸肿胀地瘫倒在地 龙婆心疼地将他扶起 轻声呼唤着三娃行星 没过一会三娃委屈地说道 娘俺撞邪了 刚刚一只黄皮子跑到俺身前 问俺他是像人还是像神 俺没应答 他张口就咬过来 当时俺被吓了一跳朝着他拍了两枪 结果开到第三枪十枪就炸弹了 闻人龙婆一巴掌打在三娃头里 什么黄皮子 那是黄大仙 要不是看在你娘猪马仙的面子上 你早就被他老人家给弄死了 随后便让我搀扶着三叔往回走 口中还嘱咐到回去后 摆好供屏好好给黄大仙道歉 就在我们离开之时 身后一只黄皮子默默地注视着我 漆黑的瞳孔中出现出一丝沙气 怎样这时草丛中迅速冒出一道深夜 一个面色铁青的红衣利鬼一把将他掐住 张开大嘴一口吸光了他的惊气 天生对鬼气敏感了我顿时一惊 连忙回头望去可身后却空无一物 就当我郁闷支持龙婆询问我怎么了 我连忙应答道没什么 婆婆我们赶快回去吧 回到家后我细心地检查起三叔的伤势 土质的枪杀嵌入皮肉 得尽快做消炎处理 随即我便告知婆婆要去镇上买些药材 让她在家中等我回来 龙婆关切地嘱咐到 让我叫上隔壁虎娃一桶前去 并且带上她做好的香辉包 路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千万别回头 我白手表示放心 随后我便携同虎娃一同上路 漆飞的夜色中四周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 虎娃被吓得冷汗直流 口中颤颤巍巍地说道 九哥你听 是不是有人叫我呢 我也意识到可能遇上了脏东西 回想之前婆婆说的话 赶忙叮嘱到千万别回头 抓紧我一直往前走 等过了这段就没事了 可虎娃却双目视神口中嘀咕倒 九哥你看前面有好多人在唱大戏呢 不等我应答她便快步向前走去 见此情形我在后方一边大喊一边试图追上她 可虎娃却越走越快 急忙追赶得我顾不上周边的情况 再穿过一处煽动后诡异的荧幕 让我后背发凉 面前赫然出现一个戏 台下坐满了一群身着古装的观众 周围站满了面色发白口吹所谓的乐视 一张态势一摆在正中间桌前放满了山针喊 似乎是给大人物准备的 虎娃面色呆板地抓起馒头不停地往口中塞 我连忙大喊 虎娃别吃了 咱们赶紧离开这 可这一声喊叫惊动了看戏的众人 他们纷纷转头怒视着 犀利的瞳孔仿佛要将我吞立 小子好好坐下来看戏 我心中一惊糟了 这是恶鬼难路 这么多恶鬼等到 我要如何才能带着虎娃逃脱 就在我思索对策之时 一阵锣鼓声轰然响起 先前那些狠立的恶鬼纷纷回头望去 只见两个女童掺索着一位身着滑服的老玉走不过来 不顾他人的目光静止地朝着太师椅坐下 随后抓起身前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最后甚至端起盘子拼命地往嘴里倒 还没咽下去的食物纷纷卡在老玉的喉管中 急得老玉腹上脖子咳嗽起来 在这剧烈的咳嗽声中 她的脑袋居然从脖颈出断发 扑通一声掉落在地 随即一条铁链从脑袋中伸出 血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看得头皮发麻冷汗直流 一旁的虎娃也终于意识到 不对劲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顾不得害怕我迅速从兜里拿出两枚金针 分别扎入我和虎娃的头顶 针入百会 贯通阴阳 做完之后我拉起清醒后的虎娃向前跑去 虎子快跑这些都是鬼怪 可还没跑出几步 先前那根铁链迅速缠住我的脚外 被这么一帮我脚步不稳向前扑去 婆婆交给我的香辉包也散落一地 随着扑通一声我栽倒在地 一时渐渐模糊 等我再次睁眼时却发现自己已然回到了家中 我连忙询问道普姿的情况 通过婆婆的讲述后我也松了口气 原来我在昏迷前 婆婆给我防身的香辉意外被我散出 那些鬼屋见识到香辉的厉害后便纷纷离去 我不禁感叹这次多亏了婆婆的香辉包 但我还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婆婆您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出事的 闻言龙婆面色欲沉 你们走后不久香炉里的香就出了状况 人最怕三长两短 香醉计两短一长 见这情形我就赶忙叫人来寻你们 幸亏来得及时让我们赶上 我心有余计地说道 乱粉岗那边不知何时多出了这么多鬼怪 要是日后有他人路过戒时必定有出事 说吧我从兜里掏出一颗黑色的钉子 婆婆你看 那些恶鬼还用这个来打我 龙婆连忙伸手接骨 一番查看过后 口中怒喝到这群该死的畜生 竟敢用这钉棺材的丧能钉来害人 这乱粉岗何时有这种邪恶 看来这件事不简单了 见婆婆如此生气 我连忙开口道 要不我去找姥姥过来看看 话还没说完就见一个血红轿子凭空出行 蚂蚁姥姥愤怒地说道 一群小兔崽子竟敢欺负到我大外甥头上 小九 你在家中等着 姥姥这就找他们算账去 坐上鬼叫便来到乱粉岗上头 你们这群该死的恶鬼给姥姥滚出来 然而这些鬼物见到是鬼仙降临后立刻下的四三而逃 见此情形姥姥冷笑一声 呵呵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随即鬼叫化为一道红光飘向空中 没过一会便来到了黄鼠狼的聚集地 刚一落地鬼佬大手一挥 周围立刻阴风四气鬼气弥漫 该死的黄皮子都藏哪去了 要不是你们欺负小九三叔 我那大外甥怎么会被那些畜生迫害 快给我滚出来 此时鬼叫里迸发出黑红色的煞气将周边拢到 在煞气的覆盖下 蚂蚁姥姥闻到一丝气息 随即迅速从鬼叫飞出 原来你这畜生藏在这儿 说罢鬼找向草丛探去 可抓出来的却是一只皱巴巴的黄皮子 蚂蚁姥姥一脸疑惑的 这附近还有谁能杀得了得到的黄仙吗 正当鬼佬思索之际 一道金光将他手中的黄皮子击落 紧接着化为虚影划过 只见一只全身炸毛的黄鼠狼赫然出现 他死死抱着怀中的小黄鼠子怒吼道 蚂蚁姥姥 就算我家孩伤了王三 你也不该要了他的性命 对此鬼佬冷哼道我可没杀他 而此时沉浸在丧子之痛的黄鼠狼听不尽解释 我儿全身精血都被戏干 还说不是你们鬼无所 见解是无果鬼佬双手一探面露狠色地说道 既然你非要咬着我不放 那我不如就坐实了这罪名 看我扒了你们的皮给我外甥补生子 说吧掌尖阴气营让 一道巨型鬼手朝着黄皮子抓了过去 轰的一声炸响地面碎石飞剑尘埃四起 黄鼠狼屏敬捷的身法躲步这一击 随即令令后方的黄皮大军发起进攻 给我杀 咱们黄仙家可没这么好气负 大战一触即发 可就在这时 地灵仙长八爷迅速插入双方中间 口中大喊道都别打了给我住手 反了要下一秒二老连手力巴掌将他扇飞 口中喝道 滚 你算什么东西 场面一度尴尬 他地灵仙家在脸面丢尽 八爷啃着鼓起的脸颊委屈地说道 我就说拦不住龙婆你偏要让我来阻止 话音刚落龙婆气喘吁吁地打道 二位先停下别打 此时有蹊跷 可二老对此并不满仗 大妹子你只管看戏不必插手 老太婆这是和你出马仙家没关系 见此情形龙婆急得满头大汗 口中念叨着这可如何是好 一旁的八爷却吊起了胃口 除非 闻言龙婆急忙喊道 八爷您别卖关子了 有什么办法赶紧用出来 你要什么好处老婆子都给你 八爷听后一脸见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随即一阵青烟飘起八爷化为一条青蛇 吐着杏子说道 你在这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回 然而屋内的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此时妹妹正端着汤药让我喝下 可我却看到窗外一道黑影渐渐靠近 这诡异的一幕让我心底发慌 连忙大喊道是谁在屋外 随即我飞身下床将妹妹护在身后 漆黑的深夜屋外一片寂静 就当我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时 一道虚影渐渐的藏墙面穿透而来 诡异的笑声响彻屋内 见此情形妹妹吓得死死 钻着我的衣角 此时婆婆和姥姥都不在家 我轻声安慰妹妹 不要怕随即拉着她向后退去 女鬼见状冷笑一声 抬起鬼爪向着我们袭来 就当快要触碰到妹妹之时 一道金光将她打得倒飞而出 女鬼跪倒在地痛的无手惨叫 我面色一起连忙 向着院外的松树感谢道 多谢松老相助 趁此机会我拉着妹妹拖门而出 女鬼依旧不怕羞 怒吼一声鬼手抓向妹妹后背 就在此时龙婆和鬼老一同赶到 婆婆立刻到畜生助手 见此情形 就是绝地三尺也要将你们错骨扬灰 随即身影一闪跟了上去 婆婆抱着妹妹连声安慰 乖娃子没事了奶奶在这 妹妹也是被吓得痛哭流涕 见事情都解决了 我也问起了心里的疑惑 婆婆黄仙家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文言龙婆笑着打道 有其他仙家出手将这矛盾停息了 仙家 我回想起脑海中八爷闹猥琐的声音 心中忍不住吐槽到八爷还有这种人 冥冥之中仿佛有感应一般 长八爷迈着步子缓缓朝我靠近 臭小子你看不起谁吗 这回书妈的可是我 大哥是也 说完八爷见笑一声手指着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 我去挠了挠头一脸凝惑的吐槽道 你这大哥先锋道骨气与喧昂的 怎么看都跟八爷您搭不上边呀 八爷文言愤怒地喊道 臭小子你什么意思 就当他说个不停时 一旁的长怀员打断了他 随后一双犀利的眼眸扫尸着我 紧接着开口问道 老八这小公子身上怎么会有长家的容体 我立即说的 这是雪石大叔送我的吉印尔环 话音刚落长怀远笑眯眯的拍着八爷后背 老八你做得很好 文言八爷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就在场面尴尬之时 龙婆端着凳子走过来 口中喊道长家主快请坐 先前多亏了八爷奉献的龙皮 才救了我这孙子一命 你们长家可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而一旁的长怀远 注意到院内的松树后 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松老在此小子怎敢落走 我们今日登轮室来告知你们 皇家那孩子的确是被鬼误喊 而在这附近有这等能力的鬼仙 只有蚂蚁老婆 文言龙婆心中一惊 难道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这地灵仙家的老大到杭高深 有着乌风换雨的手段 要是他站皇家这边的事情可就糟了 想到这龙婆立刻笑着答道 长家主 我那老姐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他敢做敢当如果是他干的 怎么还会去皇仙家找麻烦呢 话音刚落 蚂蚁姥姥姥坐着鬼叫防反飘落 口中嬉笑道 还是大妹子了解我 长家老大咱可没破害那小黄体 不过他家要是想打架 姥姥我必定奉陪道理 见此情形长怀元解释道 皇仙家现在确实对您有些误解 但如今他已联手五大仙家 准备一同围攻蚂蚁山 要您血债血偿 文言姥姥面露狠色 那边让他们看看 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见蚂蚁姥姥姥周身鬼气大放 长怀元立刻安抚道 姥姥您稍安勿躁 冤家一解不一解 此时还有解决的余地 长某此番前来 便是化解你们双方之间的矛盾 我在五个仙家那还有一番国怒 要不姥姥您随我一同前去 把事情说清楚 无论结果如何怀元 必定将您平安送回 姥姥文言冷哼一声 长家主别以为我看不出 你是被松老和雪氏大将 吓住了才出此下策 不过看在你有这份心 那姥姥便和你走一趟 可能是被姥姥的话给怼住了 长怀元站在一旁不停地咳嗽 见到我立刻上前将她扶吻 随即疑惑地问道 长大哥你这心肺应该受过重伤吧 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八爷笑咪咪喊道 老大小九他可厉害 五岁的时候就治好了祸害权镇的瘟疫 还给人接生过娃娃吗 你可以让他帮你看看这毛病 长怀元听后说起了病因的歧视 我这病是在百年前度结实落下 当时正处于蛟龙转求龙之时 可却被九霄神雷打成重伤 后来拜访了许多神医都没治好 说完后他用一双七代的眼神看着我 小哥你可有办法医治 这一字一句的诊断经的长怀元 红红放大 全都说到点上了 激动的他连忙询问我治疗之死 可我说出的方法让他面色发白冷汗之流 办法是有 但医治过程中你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我会用金针刺入你丹田之中 将你体内在雷霆之力引出 再配合药里调和就可权益 但在行针过程中雷霆之火一旦涌入心脉 届时就功亏一篑身死倒消了 一旁的八爷听后立刻制止道 大哥这松险太大 咱们就这样吧 别冒想 可长怀元已然做好了决定 咱们地零仙家世代 由蛇化龙颈天立地 如今我有这一身伤 我就永远不可能化为蛟龙巷上攀手 小公子 长某的性命就交由给你 我面色沉重地硬打倒 必当竭尽全力将你医治 画面一转 此时的长怀元双目紧必伏袭而作 中辅星鱼 风龙废鱼智阳 此乃终一针九里的五行巨阳粉 随着我将金针刺入各个穴道之后 长怀元紧咬牙关轻轻暴起 周身雷霆之力浮现 没过一会他便口吐鲜血硬声惨叫 一旁围观的八爷急忙上前一把将其扶住 口中关切地询问道 大哥你怎么样了永远是 而强撑着的长怀元却哈哈大笑 这该死的病根总算解决了 紧接着他双手抱拳感激道 小公子一束高超简直是话筒在世 文言我尴尬地挠着头 长大哥过语了 如今你体内淤血已出 我再给你开个方子调理下身子 酒须老深 人面核手屋 百年木灵芝 长怀元看着我写在纸上的药方后心中一击 这些药材他压根就找不到 随即便开口询问道 这几位药材能否用别的药物代替 这些灵药如果没有大机缘的话 简直就是千年难得一遇 就算运气好侥幸得到一株也是徒劳无功 随后他便弯腰行礼道 是怀元眉这气韵白费了小公子高超的医术 见此情形我急忙将他扶起 看着手中的药方 我回想其雪氏将军送我的礼物 随即我转身跑入屋内 众人被我这一举动搞得一脸猛逼 等我再次出来时 手里捧着一箱散发金光的礼物 长大哥这些你都拿去用吧 看着香内光芒肆意的药材 长怀元被惊得张大祖把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 这是酒须老深和百年木灵芝 我笑秘秘地说道都是雪氏大叔给我的 现在都给你拿去疗伤吧 长怀元见状连忙白手拒绝 小公子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这我不能收下 八爷听后直接热泪云晃你无伦似的 小角儿你真好 事已至此长怀元弯腰感激道 多谢小公子大恩大哥 日后要是有用的找怀元的弟 我必当尽力相助 随后对着一旁的婆婆说道 还请龙婆帮怀元立个堂口 方便以后你我两家来往 婆婆立刻抱拳应道 长家主能来我家做堂 那是老婆子的荣幸 一旁看戏的八爷见嘻嘻笑道 这要是传出去你龙婆以后 就是北国第一出马家了 而我对于这些名头上的称呼并不在意 眼下解决五仙的报复才是头等大事 随即我便请求道 还请长大哥能帮我姥姥洗清身上的冤屈 我不想他被人污蔑成凶手 蚂蚁姥姥听后一脸欣慰地损摸着我的头 小九真懂事姥姥没呆疼你 听完我这一番话后长怀元立刻安抚道 二位放心此事我已有大法解决 随即他便带着我们走入一出深山面 不多是前方浮现出其他四位仙家的身影 看到我们走了过来 黄鼠狼当即怒喝道 长老大女作为五仙家之一 岂能站在蚂蚁姥姥那边助纣为命 对此长怀元并未理会 随即弯腰对着山洞内恭敬地喊道 长某恳请胡三爷来为此做个攻断 此话一出众妖连忙停止叫嚣 黄鼠狼自信地认为 胡三太爷肯定会站在他这边 见此情形我疑惑地询问龙婆 这胡三太爷是谁 龙婆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胡三太爷是天下出马仙之手 相传他修炼正道五千多年 一生都在积德行善 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义之士 传说在商朝年间 不少有灵性的动物修炼曾经为祸一方 掌管六界的玉帝震怒命 五雷神君带领天兵天将 前往长白山将众妖明灭 面对杀伐果断的神君 胡三太爷主动献身为众生求情 然而五雷神君奉承玉帝御旨 不能擅作主张坚持要小怒众妖 见求情无果 胡三太爷为救他们静向天立时 他愿用一生之力将仲妖度化修炼正道 以彰显上天好生之德 话音刚落一道金光将他笼罩 御帝那浑厚的声响从空中传来 而经历下红怨天将功德 那便特封尔为长白山仲妖之手 统领万妖前兴教化免其罪行 自那以后胡三太爷变成天下出马仙之手 只要胡三太爷能给麻衣老姐姐喜情冤屈 那此事就真相大白了 龙婆刚说完只见长怀远背功缺席 一旁的仙家们也纷纷跪地口中高喊道 请胡三太爷决断 不多时悠长的洞内传来一道声响 事情我已知晓 此事不仅与五仙家有关 更是与龙婆蚂蚁姥姥有所关灵 众人文言纷纷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 龙婆更是一脸懵逼 而回过神来的黄鼠狼当即怒吼道 果然是你们害了我家孩子 蚂蚁姥姥姥也毫不示弱 胡三太爷宁可不要血口喷人了 就当黄鼠狼即将动手时 宗内的胡三太爷立刻道 给我住手 害死小黄皮子的 和袭击龙婆孙女王小月的乃是同一人 此话一处众人震惊不语 大家怎么也没想到 调起事端的竟然是别的鬼怪 见众人有所缓和 胡三太爷继续说道 如今鬼屋作祟 诸位不可一气用事 应当兵士前嫌一同缉拿真凶 黄仙自治理 亏联盲报权到请 蚂蚁姥姥先前多有得罪 还望您多多见谅 对此蚂蚁姥姥冷风一声 呵呵 下不为例 得到姥姥原谅后的黄鼠狼 转头询问道 胡三太爷 那鬼屋现躲在何处 龙婆也一同复合道 还请胡三太爷指条名落 然而正与鬼阴邪至极 就连他也算不出具体位置 只能靠大家同心协力 才能找出智慧 在随后的日子里 村庄外围鬼火飘荡 以村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内的 小动物们极其活跃 路过的老百姓们 被吓得抱头鼠灿 仓皇而投 而怪异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那些游荡的动物们 惊慧声晦色地说着人话 吓得围观的青年 当即昏死过去 听到动静的龙婆连忙 将他扶住 笑着指责道 你们干嘛要去吓唬他们 闻言那青蛇吐促性子说道 是他胆子太小了 我也没办法 对此龙婆也不好反驳 随即询问道 你们探查了这么多天 可有那鬼屋的陷阱 青蛇支支吾吾了半天 表示一无所获 见他们好像消磨了信心 龙婆连忙为他们加油打气 大家继续去寻找 我和蚂蚁姥姥 已经不下阵法将周围封锁 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的 听龙婆说完 其他小动物纷纷离场 继续往周边探查 只有那条青蛇依旧停留在原地 见状龙婆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还不走 而青蛇的话语勾起了龙婆的内话 我们家主已经得知 陈老头并未知识 他托我给您带个话 要是小先生需要什么草药 尽管通知我 龙婆听后连忙谢道 可陈老头他目前的状况不太乐观 可能 而此时屋内 陈老头用着沙哑的声音安慰着 小九儿别哭 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能看着你长大我已经很满足了 而一旁的我哭得泪眼婆嗦 紧紧攥着陈老头的手说道 爷爷我不要你死 一定还有办法医治你 而陈老头却是笑着说道 傻孩子别难过 爷爷早就盼着和那些老战友们团聚了 说完便强称起身 小九快去把我的烟带拿来 现此行刑我心想爷爷突然精神这么狠 难道是回光返照啊 随着烟丝燃起 陈老头深吸了一口汗烟 紧接着又打开收音机 听起了那首描述抗日战争的沙家帮 随着戏曲响起 陈老头沉浸在其中回想起过往的一起 异曲完毕后 他拿出了最宝贵的功德勋章帝给我 小九儿 爷爷爷没什么好东西给你 这几枚勋章留给你做个念想 随即拿起一旁的大刀眼中锋芒毕露 这白斩刀爷爷就带走 若是在阴曹地府有人敢欺负咱老百姓 老头子我就用这大刀跟他拼命 说罢陈老头如是重负开始哈哈大笑 随后竟直接失去知觉向后倒去 见爷爷双目紧闭失去了呼吸 我哭得撕心裂肺企图用声音将他唤醒 没过一会窗外浮现出两道声音 随着一黑一白的虚影缓缓靠近我才看清 他们正是地府里引导灵魂的黑白无常 二鬼一到房间内便齐声喊道 在下范无救 在下谢彼安 他喊道原来真有黑白无常 那便辛苦二位带我走一趟 文言黑白无常恭敬地说道 老将军乃大功德之人 能有幸迎接您也是我们兄弟俩的福气 临行前嘱咐道 小九儿爷爷走后 你和小月兄妹俩要好好孝顺龙 不要惹他生气要听他的话 书爸便抱拳对着黑白无常说道 劳烦二位了咱们上路吧 只见二鬼弯腰回礼后 白无常口中高喊一声 时辰已得 黄泉路上无客栈 看好前方莫回头 看着爷爷即将离我而去 白无常连忙制止住 随后又回头对着我说道 小先生 白某念及你祖上有功我给你提个醒 你妹妹王浅月降生时的紫河车 被斜碎给吞射 如果不将她消灭了那丫头 绝对活不过十八岁 这次我惊讶不已 我算了下时间心中有了方向 随即对着二鬼叩谢道 多谢二位指点迷惊 可黑白无常却迅速躲开 不必谢我们 倘若有朝一日 你能破解这太中之谜 记得今日这情分就好 说完他们便准备离去 陈老头在原地对着我 行了个标准的军事 随后跟着非白无常 一同化为青年飘向空中 看着他们逐渐消失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白无常的话语 营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祖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我到底是谁 这太中之谜又是怎么回事 我迷茫地看向天空沉浸在这其中 第二天一早 龙婆便开始张罗起陈老头的葬 可她由于伤心过度 身体早已支撑不住 安慰好她之后 我替她做完了这一切后事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日子 龙婆帮我整理好医生 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家里的事 不要操心 我应答之后便跟着虎娃 一起到学校报道 由于学校规模不大 刚入校的我们被分成了两个班 而此时虎娃看着班级排名高兴的 九哥快看 你的成绩排在第一名 随即一脸骄傲地 对着一旁的同学介绍起 话九难我兄弟 他是权限第一 而我却打断他快走到回班级去 虎娃看我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 连忙寻问走 九哥你咋了不高兴吗 自从爷爷走后 婆婆就悲痛欲绝 我很担心他 要不是他坚持要让我读书 我今天都不想来报道 沉浸在情绪中的 我根本没注意眼前的路人 随着砰的一声 我连忙向他道歉 对不起 和面前的男子见我好欺负 口中立马叫嚣着 你就是那个 考了权限第一的废材吧 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搞不懂那些妹子 到底为什么对你这么热情 对于这些口头上的嘲讽 我却不以为人 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毫不在意的说道 你讲完了吗 我还有事就先走 陈浩南文言一把揪住我的衣裳 紧接着操起拳头就要对我动手 口中还不停讽刺到 就你这种落机 本少爷见一次打一次 看着拳头缓缓落下 我的脑海里却回想起 陈老头教我武功的声音 武术必须要学 咱们中华男儿应当自强不息 咱们不欺负人 但也不能被欺负 回过神来 我一个闪身躲过了这一击 陈浩南见一拳落空连忙 接上扫堂堂 阿威十八事 乌鸦坐飞机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这些招式千奇百怪 可都只是绣花枕头 被我一一懂派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我一个闪身来到他身后 陈浩南见我出现在他后面 直接大力出奇迹挥拳向后打去 对此我一掌画拳太极声两欲 柔中带高 看似软绵绵的一掌 实则威力全部藏在掌心之中 随后一记擎拿手 跟捏小鸡一样将陈浩南拎起 紧急着重重地把他摁倒在边 察觉到胳膊被卸下的 陈浩南连忙求老了 大哥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看 见此情形我也就不再计较 可当我转身离去时 他却叫住了我 大哥你等等 正当我以为他还不服气 想再来打一架 只见陈大忌双膝跪地口中高喊 大哥请受小弟一拜 这操作直接让我愣在原地 陈大忌却一脸崇拜地说道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看到功夫这么厉害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了 听到只有尴尬的白手表示不病 我其实也不会什么功夫 见被拒绝陈大忌不依不饶地抱住我大哥 大哥你别骗我 刚才你随手就把我摁在地上 还砸出那么大的坑 对此我无语道 是你太重了你赶紧起来 陈大忌起身后不死心地指着地上的坑洞 才不是我重的你这肯定用内力了 话还没说完 陈大忌便发现村内有个白发发的骷髅头 一旁吃瓜的学生们连忙惊呼道 听说这里以前是乱葬岛 没想到是真的 这种大不敬的行为我也是无语至极 转眼间便到了深夜 久难一脸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 一旁的陈大忌喋喋不休地问他 大哥你说我白天踢得扑罗头 他晚上会不会来找我 他万一要报复 我给他烧点纸钱这是能过去吗 我被他这句话给逗小了 这脏东西怎么会要钱呢 他一般要的是女命 陈大忌闻眠心中一惊 连忙摇着我急切地喊道 大哥该怎么办呀 而此时的我根本听不进陈大忌的话 在他刚摇晃的时候 我察觉到戴在耳朵上的耳环不见了 我急忙起身准备前往白天打架的操场上寻找 陈大忌心声欠一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要不是我惹是你的耳环也不会丢 我回头说道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行 可身后的陈大忌却扭扭捏捏地说道 我就顺路跟你一起 主要是跟白天那个骷髅头道个歉好 让他入土为安 对此我也只好表示服了你们那赶紧跟上 借着月光我在操场上很快就将耳环找到 随即我便通知一旁还在摸索的陈大忌 回去把东西我已经找到了 而陈大忌这憨疲抱着个骷髅头笑着回来 大哥我也找到了就是这哥们我记得很清楚 就当他朝着大坑跑去时 粗心的他被石头绊倒 嘴听喷的一声陈大忌摔了个狗吃屎 而那个抱在怀中的骷髅头也被压成了碎皮 陈大忌愣愣地看着碎片发呆 我上前连忙将他拉起 他却带着哭腔喊道大哥这回我完蛋了 碎的这位爷一定不会原谅我 见他情绪不稳我轻声安慰他没事的 一会回去给他烧香赔罪 等我们走后操场上传来了各种声纪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压得我好难受 死了几十年了地府还是不收 这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就当这些声响吵个喋喋不休时 一个魂体看着九难他们离开后缓缓飘出 诸位稍安勿躁 频道看今日这人恐怕来头不小啊 话音刚落昏暗的操场上 顿时响起各种鬼屋的议论声 道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那两个小子能帮我们投胎转世吗 老者闻言并不作声 只是首年法应口中念起安抚鬼魂的超度经 万万先中聚来一座 于是范王称善帝是新歌 心悦自想随光而至 随着最后一句经文落下 太阳也缓缓生气鬼气消散 做完一切的道爷再次沉入了地底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周五 这天陈大记拿着个水壶东张西望的跑进宿舍 看到他这副模样话九难疑火的问道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坏事 小心被前天的鬼屋找上了来 陈大记闻言吓得冷汗直流 但又一脸欢笑地搂住酒难肩膀 大哥你就别吓唬我 我可没干什么坏事 你看看这是啥好东西 说完他拿出一个杯子倒出了湖中的叶笔 瞬间一股酒香飘色而出 闻到香味的同学纷纷靠了过来 吴阿姨疑惑地问道你从哪岛来的 陈大记却一脸傲气地说道 哥们当然有门路啊 晚上咱哥几个喝得进行 明天周六不上课 睡醒后就可以直接回家 话酒难听后正准备回局 可还没等他开口 陈大记就将杯子递到他面前 酒哥求你了陪我喝点 就今天这一次 其他室友也一同复合道 见大家这么热情话 酒难也只好答应 在得到酒难的加入后 大家立刻拿出杯子围坐在一起 学着大人的模样 一口烈酒一口花生 随着几杯白酒下 度众人都喝得面红碗湿 而有点喝上头的陈大记突然提议 咱们就是命中有缘才聚在一起 应该结为异性兄弟 喝得有点懵逼的几人 也是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话 见大家都认同 陈大记举杯起身 我老大话酒难学习成绩好 功夫还了得我认为酒难就是大哥 大伙没意见吧 众人文言纷纷举杯吆喝到我同意 随后陈大记又自告奋勇举手表示 酒难有功夫是大哥 我有钱我要当二哥 众人也知道陈大记家是土财主 为了抱上这棵大树也是附和道 你想当老二就给你当吧 得到认可的陈大记满脸通红地说道 那你们谁当老三呢 文言其余四人纷纷指着自己 为了争这个老三他们吵得喋喋不休 见众人争得不可开交 陈大记脑子一热顿时想到了个法子 既然你们都想当老三 那不如就比比谁的胆子大 去操场上挖骨头 谁挖得最多这个位子就是他的 话酒难晕晕乎乎地听着他们的技术 正要开口阻止 只见四人勾肩搭背地走了出去 眼看事情就要闹大话 话酒难起身就要追去 怎料陈大记一等将他拉住 口中还不停低谷倒 不用担心 当初我踢了骷髅头都没事 大不了我到时候多少点指钱就行 不多时二人倒头便睡了过去 月色笼罩 话酒难捂着头从梦中惊喜 墙上的时钟已然跳到凌晨十二点 先前出去挖骨头的四人还没回来 此刻阴阳交替正是鬼屋作祟之事 话酒难心中一惊 连忙摇醒一旁睡得正香的陈大记 快行行虎子他们还没回来 而陈大记却不以为然地回应了 他们应该是吃多了蹲在厕所 见他不醒话酒难抬起胳膊就是一巴掌 他们是去挖骨头了 现在都这个点了还没回来 陈大记闻言连忙起身担忧道 应该没事吧 随即赶忙出门寻找 屋外月光明亮操场上空无一人 二人跟着脚印的指引来到了一处墙面 见此情形酒难陷入了沉思中 一旁的陈大记却疑惑到这也没路 难不成他们还能跑到后山那乱坟岛去吗 话还没说完酒难仿佛想到了什么 随即立刻翻墙而过 大记快过来虎娃他们一定出事了 见二人跑开不远出一颗头颅正远远的观望 随后数百道幽绿色的魂体从地底飘出 他们用着担心的眼神看向酒难离去的方向 其中一个妇人担忧地说道 刚才人皮灯笼带跑了四个人 这下又有两个要遭殃 可惜他们年纪轻轻地就要做短命度 道爷您能否帮帮他们 话还没说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鬼立刻上前制止 道爷您还是别多管闲事了这人皮灯笼兄 咱们这些善鬼得罪不起啊 然后站在最前面的老者却笑着回答 不必担心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这两个后生恐怕未必需要我的帮助 而此时跑进后山深处的酒难停住了脚步 在后方赶上来的陈大忌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大这脚印怎么到这就断了 虎娃他们该不会故意躲树上准备吓唬了 然而这时周围响起了阵阵的叫声 话酒难惊恐地抬头望去 脸出两个幽绿色的人皮灯笼飘荡在空中 并且散发出肉体腐烂的气味 酒难连忙捂住口鼻提醒一旁的大忌不要呼吸 可此时的陈大忌眼冒绿光 俨然是被斜碎给迷惑 不等酒难叫醒他 陈大忌迈开步伐随着灯笼跑去 话酒难大惊连忙追了过去 陈大忌你站住 然而他跑开没几步 脚下的地面突然出现塌方 酒难跌入了一个深入见底的洞穴中 嘣得一声四周尘埃落起 话酒难瞪得大眼睛疑惑的 怎么一点都不疼呢 难不成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就在他诧异之时 屁股底下一道微弱的呼声传来 你当然不痛了 老大你一屁股坐我脑袋上 怎么可能会痛 话酒难将视线往下一看 只见陈大忌鼻青脸肿地吐槽着 对此话酒难连忙起身口中 不停地道歉了 对不起对不起 然而陈大忌却反问道 老大我是不是破相了 脸上流了这么多血 本少爷可是靠脸吃饭的 看着脑袋肿得像猪头一样的陈大忌 酒难尴尬地挠着头鼓势 没事没事 你的鲜血洋气中 可以有效地防止脏东西上身 陈大忌文言立刻挥舞手掌 在脸上揉搓着 等他再次转身 只见这憨批把脸上涂满了血液 还笑嘻嘻地对着酒难说道 老大快看看我脸上涂得均匀吗 然而酒难的目光 却钉在掉下来的洞口处 以目前这个高度不借助工具 他们是爬不上去 还是得先找找其他出路 话音刚落 陈大忌只向一旁漆黑的洞口喊道 老大这里有条小道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此刻除了向前走也别无他法 话酒难应答道 也行 大忌你跟紧有 嘱咐好之后便朝洞穴走去 沉寂的山洞内传出清脆的水滴声 陈大忌被吓得紧紧跟在酒难身后 每走一会 前方逐渐显现出一个冒着亮光的洞口 二人加快脚步走了出去 穿过洞穴后 外面竟然出现了一座古朴的老宅 而先前消失的人皮灯笼 分别挂在大门的两侧 见此情形陈大忌连忙询问道 老大这不是先前看到的鬼灯笼吗 咱们这是掉进鬼窝了吧 对此酒难也是被眼前的 长颈巾的冷汗之流 古娃他们恐怕就在这里面 我们得进去救人 陈大忌十分仗义地表示 不管有多少脏东西我都不怕 本少爷有血液防身 让他们也不敢招容我 见陈大忌逐渐嚣张的嘴里 酒难一脸无奈地吐槽道 你脸上的血液干了就不能防身了 必须要新鲜的才有效果 陈大忌闻言一拳打在脸上 随着鼻血流出他见兮兮地说道 反正我也破相了 不如多咋点血出来 老大要不给你来 酒难听后甘巴地说道 我小时候换过皮 任何鬼物都无法上我的身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宅子的大门开出了一道缝隙 一个人身鼠头的怪物 对着他们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见此情形 陈大忌吓得牢牢抓紧酒难手臂 口中颤抖道 老 老大这是什么鬼东西 酒难连忙安抚他们 别怕这是鬼畜 动物魂泼附在死人身上形成的脏东西 只要不理他 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 说完便拉着陈大忌便走入门内 见他们一言不发仿佛没看见自己 鬼畜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 可酒难他们刚踏入院内 就察觉脚下攀爬着几只虫子 定睛一看院子里全是恶心的尸虫 周围飘散着肉体腐烂的臭气 陈大忌捂住口鼻一脸嫌弃地询问 他奶奶逼怎么这么多虫子 见此地尸虫成群 酒难立马招呼大忌往里走 脚踩之地纷纷响起尸虫爆裂的声音 二人忍着恶心踩着尸虫往前走 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正厅 陈大忌气喘吁吁地说道 哎呀妈呀 终于过来了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正当他吐槽时却突然大喊道 老大你看那是什么 此时张顺和胡子二人正靠在椅子上凑着他烟 这场面气的陈大忌破口大骂 我靠 老子找了你们一晚上 你们却躲在这个鬼地方抽烟完 陈大忌说着便要上前可却被酒难一把拦住 别过去他们已经被脏东西复生了 在酒难阴阳眼的加持下 看到的是另一副场景 两团幽绿的魂体正惬意地靠在椅子上 酒难转动着眼球 发现其余两人分别关在一旁的棺材中 见此情形酒难一把 背开陈大忌 口中喊道我来缠住他们 你快走 然而陈大忌却倒在他身前 老大你先跑我来断后 在我血流肝之前你带人回来救我 说着一拳砸向面门 一双拳头裹满鲜血静直朝着鬼屋奔去 他奶奶的老子和你们拼了 说完只见陈大忌一拳打倒了前方的男鬼 紧接着又是一掌呼在另一个鬼怪脸上 二鬼被打的趴倒在地发出凄厉的惨豪 陈大忌一脸猛逼地看着倒地痛呼的鬼怪 我靠 老子原来这么强吗 就在众人诧异之际 原本惨豪的恶鬼化为一道青烟飘回了棺材内 刹那间原本平静的棺材猛烈地晃动着 棺内冒出阵阵诡异的黑烟 好似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出来 而一旁的酒岸看到陈大忌将力鬼打跑 忍不住地夸赞道 大忌你竟然是纯阳之体 陈大忌闻言转头疑惑道 老大傻是纯阳之体 很厉害吗 不过此时棺材里闹得凶九难没多做解释 用指尖沾上陈大忌的血液 接着点像虎娃和张顺的眉间 不多时二人捂着头清醒地过来 虎娃疑惑地询问道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的头好痛吗 然而并没有人理会他 此时九难正奋力地挪动着棺材杆 并指挥陈大忌过来一起抬一抬 在几人的努力下 关内的两人仰视被抬了出来 干事有魂可成行尸 九难见状连忙朝大忌说道 把血点在他们眉心千万别弄到嘴里 得知自己的血能震滚 陈大忌渐渐地笑道 老大你就瞧好吧 说着两指并拢清点在鬼屋头上 原本还有触动的尸体立刻变得僵硬性了 解决掉鬼屋之后众人背上同伴准备离去 可就在开门的瞬间 外面的尸虫迅速朝他们扑了滚 虎娃被惊得冷汗直流口中大骂了 我靠 他们爬上来了 见此情形陈大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衣服 随后挥舞着火焰跑在前面去从开路 口中大喊道 大家都跟紧我 就这样一路跑出了院子 可刚跑到门口 那只原本老实的鬼畜竟笑嘻嘻地堵住了大门 见状跑在前方的陈大忌被吓得停住了脚步 可不等他询问如何解决时 后方的九难周身冒着惊光 一条金龙围绕在众人身边 给老子滚开 话音刚落只见鬼畜被震地倒飞了出去 几人迅速跑出鬼斋 可那两个人皮灯笼却在后方穷追不舍 九难连忙提醒大家快跑别让他们追上 就在众人全力冲刺时一团迷雾突然冒出 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哪来的雾气 路都看不清了 话刚说完身后的虎娃就被一块石头绊倒 后方的人皮灯笼正迅速朝他们飞来 虎娃绝望地喊道 你们快跑别管我 那灯笼就要追上了 然而陈大忌不做理会一本拉起二人 少废话小爷才不会把兄弟丢下 九难看着近在咫尺的人皮灯幕 脑海里努力回想至情来时的路线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前方突然冒出一道通体蓝光的虚影对他招手 沙哑的声音喊着往我这边走 情况危机九难来不及考虑 连忙招呼大家跟我来 在蓝色虚影的引导下众人很快就跑到了学校 几人累的坐倒在地感叹 终于离开了那鬼地方 九难双手抱拳对着面前的虚影行为一礼 多谢道爷救命之恩 道爷点头示意随即化为青烟消失不见 看着九难这莫名其妙的举动 陈大忌被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口中急切地询问道 大哥你在和谁说话呢 刚刚那里可没有人了 一旁的虎娃嘲笑他 老大是有阴阳眼你忘了吗 对此话九难也细心地解释着 这位道爷便是先前带我们回到学校的鬼魂了 我想他应该守护此地很久 陈大忌闻言被惊得一身冷汗 老大你说啥我们学校竟然也有鬼 随即一把拉住九难 老大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回头问问先家降服这些畜生要多少钱 之前我出了 九难听后响了一会儿 放着那些恶鬼在后山确实不安全 随后转头对着虎娃说道 虎娃帮我请个假 我这就赶回去找婆婆帮忙 见九难答应陈大忌从怀里掏出一个大疙瘩 拨通电话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喂 赶快来学校门口接我一趟 别那么多废话现在就过来 一旁的虎娃羡慕地说道 二哥你家到底是做啥的呀这么有钱 见有人询问陈大忌一脸无所谓的表示 没什么的不过是开了几个矿山吧 有钱只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优点 就在陈大忌吹嘘之时 一辆五个圈的家常板肯定朝他们开了过来 经过昨晚见鬼的音语 陈大忌一脸谈媚地拉开车门邀请话九难入座 老大等我回去之后 拿几个雷管把那鬼屋老巢炸了 话刚说完一个大肃便便的中年人喊道 臭小子你要炸谁的老巢 陈大忌文言面色一惊 老爸你怎么来了 说着几人便上了车 小别独自老子花钱是让你好好读书的 怎么又和别人瞎混打架 还让人打成这个熊样 陈大忌狡辩到老爸我这是摔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谁能摔成这样 见解是五果陈大忌连忙指着话九难说的 您别不信你问我我老爸 他成绩可是权限低 他说的话你总要信了 陈富文言立马一脸微笑地询问 小伙子你是叫话九难吧 九难惊讶地回答 叔叔您认识我 当然了周所长经常跟我提亲 陈叔您说的是派出所的周立明队长吧 没错没错 他常说到你这孩子不差 大忌你小子跟着九难学点好 也一天天的就知道打打杀杀 陈大忌听后口中嘀咕的 老大打架比我厉害多了 我就是被他打服的 话还没说完就被陈富打断 你放屁人家那是文武双全 你那三脚猫攻速跟个地痞流氓一样 说完便笑着看着九难 九难你是要回村对吧 正好周所长早就想回去拜访你活动 我们接上他一层前去 见时间也不当个九难立马达到 也好这些事也该让周叔叔知道 不多时众人便赶回到了村里 可刚一下车就撞见有人在办丧事 九难看着一面走来的队伍 定睛一看为首的竟然是田家长子田志高 见状众人没做过多的体力 回到家后龙婆满脸笑意的前来迎接 小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没事我和周叔叔他们一起回来的 说完便询问起刚刚看到的丧事 婆婆我在村口看见田家在出病是谁离世了 龙婆惋惜地说道 是你田四叔没了 他死得很惨 不知怎么搞得被怪病缠身 短短几天就瘦得不成人样 去医院看了也没查出问题 这时陈大忌突然插了一嘴 这该不会是鬼屋所害的吧 话还没说完 周队长一脸骄傲地拿出一个香包 要是真有鬼也逃不过龙婆的手总心 自从我带上了婆婆给的香灰包后 去往案发现场都不怕了 听到龙婆的香灰包能缺血 陈父立即上前说道 龙婆婆我也能求一个香灰包吗 这有啥不行的 你进屋去给仙家上炷香 然后就能把香灰请走了 接着龙婆将陈父带往供台上香 点燃香烛后 陈家父子双手合十 恭敬地行了一礼 想要这事供桌上的三炷香同时断开 陈父吓了一跳疑惑地问道 婆婆这香是受潮了吗 然而龙婆大喊道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陈父连忙解释道冤枉 我本本纷纷地做人啥坏事都没做过 龙婆根本不信陈父说的话 不可能谎言骗不了仙家的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妹者良心的事情 这二人争个不停陈大忌连忙上前劝说 爸你要真干了坏事就说出来 大不了以后慢慢来赎罪 对此陈父心中一惊 想到自己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他悄悄将龙婆拉到一边小声地说道 我在外面偷偷养了个小三 别的坏事真的没有 龙婆听后气地讥讽道 那个不算 虽然被这媳妇在外面乱搞也损应得 但你现在的情况可比这个严重得多 陈父闻眼里满拉着龙婆哀求道 老人家我可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不信你问周所长 您可一定要救我 见提到自己周队长跟着附和道 陈大哥这几年也为咱们县里捐了不少钱 您老就出手帮他一把吧 龙婆健壮也不好拒绝他转身 把黑一个柜子 然后拿起一把寒光毕露的斧头说道 这贴符我供奉了几十年 你拿回去立好堂口将它摆好 每日早晚个祭拜一次 要是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即过来找我 陈父激动地接过斧头 口中连声泄道 多谢老人家相助 这物件我一定会好好保管 随即将手伸向兜里偷出一大别钞票 老人家这些钱您先拿着 剩下的我回去到银行再去 见此情形龙婆立马呵斥道 我是看在大忌和小九的面子上才帮你 你日后多多行善就算是报道我 对此身后的周所长大骂一声 快把琴收起你 龙婆婆可不是你认识的那些江户骗子 陈大忌也在一旁附和道 没错婆婆是先锋盗谷的活菩萨 陈富文言一拳挥出 臭小子这还有你说吗 陈大忌被打得无脸不再作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睛便到了晚上 陈富和周所长一同回了县城 此时九难躺在床上回想起 昨晚闯入鬼宅救人的事情 就在他打算睡觉时一阵阴风缓缓吹过 九难急忙起身看了一眼熟睡的陈大忌 然后捏手捏脚地走了出门 屋外几个红衣女鬼间抬轿子飘了过来 只听蚂蚁姥姥姥那熟悉的声音从轿中传出 大孙子姥姥我来看你 随后轿子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挤着女鬼齐声喊道奴婢见过少爷 对于这种行李方式九难感觉很便宜 随即赶忙说道 姐姐们快快请起以后别这么骄傲 可话还没说完领头的女鬼猪唇轻动 少爷有人正在凑看我们 可需要奴婢替名将她抓过来 九难转头查看 只见陈大忌在后方一脸猪鸽像个嘀咕着 好漂亮的红衣姐姐啊 对此九难急忙上前挡住视线 大忌这些不是女人看的快回去睡觉 可陈大忌已然惊重上脑 并没有理会九难的喊叫 这是一个温柔的女生传入九难中 小公子莫及奴家替名解决了此事 说罢一道阴风拂过 陈大忌立马眼神飘忽倒头就睡了过去 九难转头看去 一双玉腿缓缓朝着她走来 这香艳的场景看得九难面色一红 等她再次看去时 只见长怀远带着四个奇怪的人出现在院子 九难连忙亲切地打着招呼 长大哥你怎么有碰过来 长怀远拱手行李道 小公子我们五仙家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九难文言惊讶地看着众您 见状一个白胡子老者第一个开口 小先生我乃胡仙家的胡青山 前些日子您出手将我孙女的土积给治好 待他彻底康复后 我必定带他亲自上门置信 等老者说完后 一旁穿着貂皮的女子开口道 小先生奴家是黄仙家的黄娃 此次前来也是感谢您治好了我儿子的病 话刚说完站在身后的见状男子口中大喊 本是白仙家的白无味 也是一同感谢小先生 待他们说完一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 笑眯眯地露出两个门牙 小先生叫我灰老六就行 撒家命贱 死了活该 不配让小先生出手医治 不过还是想来凑个热门 九难根本听不懂灰老六的言外之语 他心地善良对人和善 从来就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请求 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时 蚂蚁姥姥姥掀开帘子开口解围的 灰老六你这情况按我说 你们一年生那么多小耗子 我大孙子哪里能治得过来 被这么一说灰老六尴尬地笑了醒 姥姥您教训的是 见场面气氛不对九难连忙抱拳行 原来是五位仙家九难有事远 治病仪式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足怪事 说吧他转身对着灰老六说道 灰大哥您不必太过拘谨 若是家人生病就尽管带来找我 九难随时恭候 灰老六听后感动不已 他们回家生来就是人人喊打地位卑贱的老鼠 就连给人当初马仙都没人愿意供奉他们 可谓是受尽世间苦难 如今九难真诚对待 一声招呼我灰老六随时等到 九难急忙回到灰大哥您别这么客气 我只是尽一份绵国之力 见事情已然敲定蚂蚁姥姥满脸笑意地说的 好了大伙都别说这些客气话了 赶紧办正事要紧 随后便对着小九说道 我们此番前来一是为了你妹妹小约的事 二来是听说大孙子你昨晚进入鬼宅的遭遇 九难听后心中一喜 姥姥您说的这两件事都有办法解决了吗 对此常怀员满脸歉意地表示 小先生实在抱歉 另妹的事情如今还没有头绪 话还没说完一旁的蚂蚁姥姥咬牙切齿地说道 周边大大小小的震落都搜了个地 那畜生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毫无线索 虽然小月的事情没有头绪 但学校后山的鬼宅我们都听说了 这是我没有办法处理 说话间一旁的黄婉儿掩面走了上去 小先生那对鬼夫妻所在的地方 刚好归我皇家掌管 稍后我便派人出手承接他们了 九难笑着回到那边有劳姐姐 小先生客气了这都是姐姐该做的 说起来那鬼宅里的夫妻 也曾跟小先生住同一个村 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姓田 九难文言一脸迷惑地询问道 我们村姓田的还挺多的 姐姐您指的是哪一家 这是一旁的灰老六开头打断的 那两人活着的时候 就是个心疏不正的恶人 没想到他们死后也不消停 这话提引得常怀远开口吐槽道 十年前蚂蚁姥姥姥所灭的铁棺材 就是出自这二人之手 不过天道好轮回 他们当年死得极惨 全身皮肉溃烂 惨叫了七天七夜才断气 九难听后立即想到 他们便是住在隔壁的田家仙子 灰老六渐渐一笑继续说道 当年这两口子听了恶道人的话 把那层戏楼带来的二房一太戈面八皮 将他装在铁棺材里折磨至死 虽然他二一太犯错在先 可这手段也实在是太恶毒了 我才多半是那恶道人心生妒忌 故意出这种坏主意 白无畏文言好奇地询问 他一个倒是嫉妒别人媳妇做什么 灰老六福尔说道 当然是因为那恶道人 是个特别丑的女修士 王老二听错惊呼一声 他竟然是个坤道 怪不得会使这些邪闻倒出 九难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扶着下巴沉思着 八皮 铁棺材 丑女道士 这每一件事都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难道这是有人提前不好的局面 就在他思索之时 灰老六尖锐的嗓音打断了他 常家主和蚂蚁老老在此作传 我们几个前往后删给小先生出气局 话音刚落只听风的一声 四仙家便消失不见 九难本想让他们先计划好再行动 可速度太快不等他喊完人就不见了 就在他愣神之际 蚂蚁姥姥对着屋内冷通道 小别独自竟然是纯阳之体 难怪会醒得这么快 别躲在里面偷看了赶紧出来吧 话音刚落只见陈大忌摇着头 闭脸尴尬地走了出来 随即见兮兮地说道 小子不是有意要偷看的 老神仙您说的纯阳之体是啥东西 见他疑惑常怀缘解答道 纯阳之体是纯阳之日所生 性如烈火 令如钢刀 这等体质摆歇不轻是个修炼倒数的好脑子 陈大忌听后屁颠颠地跑到蚂蚁姥姥身旁 笑眯眯地奉承道 老神仙我这纯阳之体听上去很厉害 要不您收我为徒吧 见到这副不要脸的样子 蚂蚁姥姥姥笑呵呵地回答 臭小子你想拜我为师 那就先死了再说 话刚说完只见蚂蚁姥姥周身煞气萦绕 这场景下的陈大忌一屁股坐倒在地 口中喊道神仙饶命了 见此情形蚂蚁姥姥笑着回答 你刚刚不是还想拜我为师吗 怎么现在就开始反悔了 陈大忌闻言连忙起身躲在酒难身后 口中嘀咕道 老神仙我昨晚没睡好现在有点困了 让我老大来陪您聊会 我先回屋闭一下 这话传到蚂蚁姥姥耳中 顿时逗得他哈哈大笑 不错不错 你这小别独子姥姥喜欢 那我便勉为其难地收你为徒 可话还没说完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长怀远察觉到 是皇家妹子他们回来了 对此酒难连忙上前询问 诸位仙家辛苦了 鬼宅的情况怎么样了 可他们却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们几人连了鬼的面都没碰到 他们好像早就得知了我们要过去 提前就撂担子跑路 我们也只抓到了这两样东西 说着黄婉儿便将人皮灯笼 和一捆黑色的锁链拿了出来 小先生这两样东西 是在鬼宅地窖中找到的 就先拿给你做个交代 此时我也请示家主 明日他会亲自出手 请出鬼怪交由小先生发落 而此时的蚂蚁姥姥 拿起脚下的锁链一脸戏谑地说道 很失所 人皮灯 这幕后之人倒是玩了个大手笔 不过这些都是毛山的手笼 怎么会出现在咱们北国呢 酒难听后口中敌故的 难道当初给田家出主意的 恶道人是毛山一派的 白无畏文言冷吼一声 应该就像小先生说的那样 咱们就先从田家查起 我就不信咱们五大先出手 还找不到这辈地使坏的畜生 一旁的灰老六也一同附和的 没错 撒家一会就让底下的徒子徒孙 将田家翻个底朝天 我就不信抓不到他 见众人气氛高涨 酒难报全行礼道 那就拜托诸位仙家了 转眼间便到了清晨 周所长拎着一打水果上门呆 口中笑呵呵地说着 老沈舍我来蹭顿早饭子 龙婆文言赶忙上情临街 小周来了 怎么过来还带着东西 跟沈舍客气啥呀 你先坐着我去准备早饭 听到是周所长过来 陈大忌一脸笑意地说道 周叔 是不是我老爸求你来接我们的 周所长比一地说道 臭小子谁有时间接你 我刚刚接到村里人报案 田老四的坟被人跑了 众人文言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这年头怎么还会有人盗目呢 现在又不是以前 谁还会往棺材里放之前的东西 周所长叹了口气 这是说来也奇怪 那棺材里漏了个大洞 里面的尸体竟然不见了 整个坟前没有半点挖掘过的痕迹 就好像是里面的人自己爬出来的 我带人一路沿着脚印追去 直到田老四家门前脚印就消失了 这是真是邪门 搞得我报告都不知道怎么写 龙婆听后心中一经连忙说道 小周快带我去坟地那边看看 我觉得是有脏东西出来了 不多时众人赶到坟场 此时田老四的媳妇跪在地上 嚎头地哭 老头子你命过 究竟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 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 你权下有志一定不要放过他 田智刚见众人过来 连忙上前招呼道 周所长您可算来了 我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如今坟地也让人跑了 请您一定要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就在他们诉说之时 一旁的陈大忌捡起石头 朝着地上的大洞就丢了过去 只听咚的一声空旷的棺材内传来回声 田智刚被这举动给激劳了 挽起袖子口中呵斥了 臭小子你在做什么 陈大忌见状赶忙解释 大哥您别急 我这是在探测棺材内的东西 破案需要 随即便福尔对着走卖说道 老大你听见没刚才我丢石头进去 传来的却是木头的声音 说明里面的死人真的不见了 一旁的龙婆文言抓起地上的尘土 看了一下 反头对着周所长点了点头示意 确实是脏东西闹事 周所长会以联盟安慰老田一家 你们先回去等消息 一会结果出来了 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田智刚听后一脸苦涩地说的 周所长我们一家的公道就指望你了 说完便扶着哭成泪人的母亲离开了坟地 见家属已经离开 周所长连忙询问龙婆 老沈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话音刚若只见龙婆一脸阴沉地说道 小周你去通知各家各户 从今天开始晚上都不许出门 直到我们消灭刑尸为止 一旁的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活过啥叫启尸啊 是电视剧里也能那种蹦来蹦去的僵尸吗 龙婆文言一脸严肃地回道 启尸又叫刑尸 他们不是复活也不属于诈尸 而是指死后拥有行动能力的尸体 他们到处闯祸危害活人的生命 说着龙婆表示这是不能再拖了 我得尽快回去准备东西找到田老四 说罢他转头便朝着家走去 而一旁的九难本来想跟随龙婆一同回家 怎料这时一只小老鼠扯住了他的裤脚 九难心中一惊这不是五仙里的回家吗 随即他看着老鼠所指的方向 留下一句 大忌你先扶婆婆回去 我还有点事要解决一下 说着便跟随小老鼠的指引跑到了灰老六根井 见此情形九难疑惑地问道 六哥您找我有事吗 灰老六听后一脸难过地说道 小先生我可当不起您这一声歌 我几日前来是和您说说田老四起尸的事情 我昨晚派出去找恶鬼的孩子 半夜看到了田老四爬出坟头朝着自己家走去 我便让他跟在田老四身后看看他想做什么 但当我感到时 这孩子身子已经连了 是被田老四吸干精血活活掐死的 九难见状对着已经僵硬的尸体说道 对不起是我家的事连累了你 等我回去后我请婆婆在庙里给你立个排位 让你供奉香火保护村子平安 话音刚落只见九难掌心 冒出一道蓝光包裹住那僵硬的尸身 一道魂魄从小老鼠体内飘出 一脸开心地围着九难转圈 灰老六见状心中一惊 这怎么会触发上天所将的风筝 这可是只有帝王或者上古大神 才能给动物修行者风筝 一旦风筝之后便可化妖成神 小先生您的一句话 我那孩子无需再修炼千年 就能成为香火之神 九难听后也是一脸猛逼的回头 我也没做什么只要是好事就行 不然我会内疚很久的 灰老六看着一脸稚嫩的九难心中掀起了惊涛害了 小先生究竟是何许原也 就算是五仙家之手 也无法做到风筝一个小妖 点件事情已经解决 九难转身便要回去 六哥这个消息我知道 我会给这孩子报仇的 灰老六听后恭敬的行李 那就多谢小先生了 以后我们回家必当为小先生马首施斩 当一到家王三便做好了一桌佳药 几人围坐一起听着九难讲述刚刚的经过 随即一声惊叫从屋内传出 什么 你竟然风筝了一个灰线 众人一脸懵逼地看着九难 龙婆率先开口道 这可是好事让我一会去公知大家 尽快把村里的庙宇修整一下 说道这龙婆有点难以七尺地嘀咕道 虽然咱不是什么大夫人家 但是修庙造出版新的事 我还是要尽力支持 陈大忌听后笑地说道 婆婆不要担心 建庙这块交给我爸 他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建灰线的事已有着落 九难询问起田朗四的情况 婆婆按照六哥的情报 田朗四起事后就跑到村子里 现在我们要怎么找他 龙婆听后起身严肃地说道 大家放心 应对行尸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定会尽快找出田朗四解决此事的 陈大忌闻言一脸兴奋地举手表示 龙婆婆我也要去帮你们 可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周所长一记报扣敲在他头上 你个小屁还凑什么热闹 你和小九吃完饭后该回去上学了 你爸说他一会来接你们 九难看着大忌这个活宝 默默地叹了口气 不多时那辆家常板肯林停在了院外 陈父满面春风地走下了车 对着屋内大喊道 大忌九难我来接你们了 嘱咐完之后几人便向着学校赶去 刚一上车陈大忌就提起了建庙的事 陈父听后豪气地回答 捐钱修庙那必须干嘛 上次龙婆赠予给咱家的捕头我供奉完后 矿山的生意都好了很多 说着转头问起九难 小九老神仙需要多少钱 我一会就去银行去 九难笑着答道叔叔您不用这样 说话间他注意到陈父搏剑的项链 叔叔您这项链是从哪里得来的 陈父剑提到他这宝贝 拿起项链放在嘴边亲了一口 小九好眼光这是咱家那矿山挖出来 我去县城找专家看过了 是汉代的古运 九难看着这项链心中一惊 玉石上鹰气萦绕一般都是墓穴里的陪葬 不过陈叔叔这么喜欢 还是等我搞清这玉石的来历后再和他说吧 不都是九难他们便来到了学校 此时课堂上的陈大忌毫无章法地在书本上推压着 沙沙的响声吵着一旁听客的九难眉头挤皱 察觉到九难的目光 陈大忌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趴在桌上叹了口气 见状九难连忙询问他 大忌你干嘛呢 怎么不听客 陈大忌文言一脸羞红地回道 老大我 我想追李云 九难听后疑惑地询问 是咱们班的李云吗 陈大忌斩钉截铁地说道 对就是他 我都看好了 屁股大好声呀 说完陈大忌掏出一封情书扭扭捏捏捏地拉着九难 老大一会你帮我把这个送给李云呗 九难见状连忙拒绝道 你自己的情书自己送吧 陈大忌听后连忙抓起九难的胳膊肯求着 老大我求你了 你成绩好长得又帅 你把情书送给李云他一定会收下的 这要是换我过去 他说不定就直接扔垃圾桶 九难被这举动搞得尴尬步 只能无奈地回道 我知道了 快点放开我 等下课后再说 见目的已达成 陈大忌一脸嬉笑地嘀咕着 老大你真是个好人 等你有了喜欢的女生 到时候我也帮你递情书 听到这个答复 陈大忌开始乱点鸳鸯 老大我觉得一般的女生肯定退不上 我看咱们般的帮花徐芳草跟你挺配 话刚说完教室的闹铃传来响声 陈大忌连忙将情书塞入九难手里 口中紧张地说道 老大我的幸福就拜托你 随即一把将他推出 可陈大忌这小子力气使得很大 九难止不住地朝前方的女生扑了过去 只听喷的一声二人四目相对脸红不语 九难口齿不清地道歉 对对不起同学我不是故意 可一旁的女生却注意到九难手中的情书 随即满脸震惊地喊道 话九难给徐芳草送情书了 听到这话徐芳草脸上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一样 随后转身便逃离了这暧昧的教室 留下一脸发愣的话九难站在原地 而始作俑者陈大忌赶忙走到他的身旁 老大别看了徐芳草都走了 你是不是对人家心动了 话九难听后并未做理会 显然也是在心中默认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几天就过去了 但自从上次那意外发生后 徐芳草跟九难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频繁 两人借着探讨问题的形式相互交流 可这天在他们讨论课堂作业时 一个电灯泡打乱了他们 把九难外面有人来给你送东西 九难听后心中一惊 家里面不会出事了吧 随即他赶忙走出去 门外周所长拎着一个皮包跟他打着招呼 九难 天越来越冷了 你婆婆让我给你戴点厚衣服 顺带给你说说最近村里发生的事 田老四目前还没被抓到 他咬死了自己的亲儿子田志刚 灰仙家说他们看到了田志刚死后就原地起尸 跟随田老四一起被一个红衣厉鬼带着躲进了后山 龙婆婆和五大仙家倾尽全力 也没办法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 说着周所长叹了口气 田志刚好歹也是镇上的公职人员 他现在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连尸体都消失不见 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九难听后心中一惊 红衣厉鬼又出来害人了 随即他便告知周所长等他回去后 再和大家一同商讨计策 不多是九难便在操场上跟陈大忌说起了刚刚的事情 陈大忌听后冷汗便流了下来 这么说来村子里现在就有两头僵尸了 对了这僵尸厉害吗 听我这伸手 再配上一把四十米长的大砍刀能对付僵尸吗 九难文言白首说道 你可就别添乱了 僵尸这玩意复杂得很 田家父子还未必算得上是僵尸呢 僵尸是指死不明目的人 他们生前的怨气积攒在小脑间 在接触到尸毒或目的的风水影响下产生了尸变 在这过程中的尸体会不断变化 僵尸也由低到高划分为八种形态 最低的是紫僵也是刚成型的僵尸 他们浑身发紫 只能勉强保持身体不服 接下来是白僵和黑僵 尸身的颜色呈白色和黑色 他们行动缓慢非常容易对付 惧怕阳光 也怕水火和加气 下面的是绿僵 尸体散发出的尸气和体表一样为绿子 对比起白僵和黑僵 它的跳跃能力极高 不惧怕人和家畜唯独只怕阳光 老僵 尸体被长毛覆盖 是出了名的铜皮铁骨 行动敏捷飞檐走壁 不惧怕阳光与火焰 非僵 是修炼千年的僵尸 会使用法术作战 钢筋铁骨上天陆地 不化骨 人死后骨架吸收了日月精华 将其炼在骨身上使其做到尸骨不化 吐尸 千年不锁了尸体 但自身无法移动 可以说得上是完整的不化骨 有失 经历雷霆吸力的僵尸 集天地怨气而生 不死不灭 陈大忌听后心中一惊 僵尸这么多种类 看来我得好好学习 不然以后僵尸都认不全 九难见到大忌这副模样 嬉笑一声可不是吗 听说你上次给李云的情书上 写满了错别字 陈大忌面色一红 老大你别取笑我了 就在二人打闹之急 只见徐芳草迈着步子 走到他们身边 话九难同学 刚才说的问题 你现在能再给我讲讲吗 九难文言面色一喜 连忙硬打道 当然可以 接着便和徐芳草 四目相对一抹飞红 在他们脸上浮现 九难连忙向后退去口中 不停解释道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只见徐芳草浅浅一笑 随即将手伸入书包里 拿出一个草莓蛋糕 闭脸害羞地说道 爸九难同学 谢谢你替我补习功课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要是喜欢的话 我以后还给你做 说着便将蛋糕 送入了九难手中 九难长这么大 第一次收到女神 给他送东西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他手足入措 随后他拿出一块 发着亮光的灵片 递给了徐芳草 我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 这是帝灵仙家长大哥 给的蛟龙逆铃 也是我贴身携带的护身符 已将他带上遇到危险 使他会捕捧你的 在一番制泄后 二人之间已然多了份 莫名的姻缘 随着铃声响起 两人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此时九难正走在 去往启示的路上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爸小友 频道有些事想跟小友请教 今夜丑时还望小友在后院等待 九难听后便知道了 这是当时助他脱离鬼宅的道路 随即他大声回道 道爷我们丑时不见不散 深夜凌晨一点钟 屋外已然是大雪纷飞 九难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后院 对着空旷的操场喊了一声 道爷您在吗 话音刚落周围一阵鬼气呼啸而过 九难连忙转头查看 只见一群奇形怪状的魂体 出现在他眼前 而道爷双细盘坐口中 念诵着浮生超度精 不多是那些鬼魂的身上 被一阵白光包裹住 他们纷纷面向道爷跪拜致歇 道爷您花费百年时间度化我等 今日我等终于可以脱去罪命 踏入地府转世轮回 您的大恩大德 唯有来世再报了 道爷听后抬手回了一 浮生无量天尊 诸位居士终得解脱可喜可惑 群鬼听后 安心的画作点点幽光消散在了空气中 站在身后看完这一切的酒难 心中泛起了浓厚的静谱 就在他愣神之际 道爷转身笑着对他说道 让话小友久等了 平道今夜是想跟小友探讨下 关于你们酒到沟村最近发生的怪事 酒难文言赶忙讲述起 近期村中发生的一切 道爷听后沉默许久 接着又叹了口气 在他百年前用铁棺材包屁害人时 平道就应该去阻止 如今他已然完成了无鬼葬申诉 平道却是后悔不已 酒难听后急忙问出心中的疑惑 道爷您和那幕后黑手认识吗 他是不是当年那个女道士 道爷点头默认 小友说的没错 他正是在下的师妹 接着道爷又从怀中 拿出一本泛黄的古书 平道的时间有限 我马上就功德圆满去阴间认识 对于你心中的疑惑 我便长话等说 我修习茅山数法百年 所有功法皆出自此书 小友学会后 自然能找到我那不成绩的师妹 还有这些法器也就一并赠领 再联合北国五大中的心相助 制服他应该不难 酒难见道爷赠送的东西太过贵了 刚想开口拒绝的他就被道爷打断 小友莫要拒绝频道的一点心意 我不求别的 只是若有可能 请饶我师妹姨 别让他魂飞魄散了 酒难听后一脸严肃地答道 此时我尽力而为 但是他罪孽深重 上天也不会轻易饶过他 可不等酒难说完 道爷便浑身散发着耀眼的亮光 缓缓地沉入地 在他消失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补朴的墨 一顶十厘米的桃木短剑 酒难盯着那本泛黄的古书口中念的 茅山术法 豹谱子那篇 此术法包含了神仙药方 鬼怪变化 福禄笔记 狼灾却病 关于世间奇异之事都有记者 随即酒难便照着古书上的修行方式练了情 只见他手掐剑指双膝盘坐 口中念着道家的法句 凌兵斗者 接阵列前行 话音刚落他的周身便闪耀出一道白光 这动静直接将对面熟睡的沉大气晃醒 他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吐槽着 大哥你上个厕所还开什么灯啊 酒难见状赶忙将书和尚 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刚刚他随手一练就牵动起周围的灵气向他汇聚 看着古书上的内容酒难有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自己以前就学过 想到这酒难在心中给自己打了一口气 明天把这书带给婆婆看看 一定能抓到那个女刀似的 不多时一股困意袭上了心头 他闭上眼睛安心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陈复开着那辆家常版的肯林来到学校借他们回家 刚一到家龙婆满脸笑意地前来迎接 可他在看到陈复的第一眼后就惊得大喊一声 你硬堂发黑 这是凶煞灵头 血光外溢之下 你最近是不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陈复听后却笑着答道 我最近一直都在矿山啊 而且有老沈子您送的斧头 再加上我这块古玉 咱可以说是本无禁忌 陈大忌见状疑惑地问了一声 这玩意怎么变色了 还是原来那手黄色好看一点 你怎么个屁啊 这叫人养玉 他跟我待得久了自然会变成这样 可陈复话还没说完 就见龙婆一把抓住那玉石摔在地面 口中还不停呵斥的 你小子不要命了 怎么什么东西都往身上待 陈复听见要命后被吓得冷汗之流 口中嘀咕道 不是都说玉能给人挡灾吗 怎么还会威胁到我的性命 龙婆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 一般的玉的确能挡灾 但这可是快阴玉 还是最邪门的九翘玉 人生来有九个窍门 他们分别是双眼双眼 鼻子嘴巴 以及屁股和下肾 而九翘玉是只用九件玉器 地上的玉石 口中大喊道 我靠 这玩意这么邪门的吗 亏我先前还对他呵护有加 就当他在输出薄萃时 地旁吃瓜的陈大忌好奇地问道 婆婆我八代的这个 是九翘玉中的哪个部分了 龙婆一脸尴尬地回道 这玉石是追台形 应该是用来补屁股的 陈四文言顿时心中意证 想起之前他还用嘴巴亲吻那玉石 随即他连忙跪倒在地口中 止不住地吐了起 陈大忌却在后方幸灾乐祸地嘲笑着 老爸你竟然亲人家塞屁股的东西 你口味珍重啊 不多时陈父整理好一表起身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老婶子既然这东西是死人身上 他怎么会在我家的矿山被挖倒 而且周边也没发现人体的骨架呀 龙婆沉思片刻表示 这事情也不好说 也许是因为盗墓贼的原因也说不定 可还没等龙婆说完 陈父挂在腰间的大哥大就响了起来 陈父连忙接起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 老板矿山出大事了 您赶紧过来一趟吧 陈大忌看着面色古怪的父亲赶忙询问道 爸你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陈父转头一脸慌张地拔道 咱们家的矿山挖出了一面市墙 说把他转身向外跑去 口中还不停大喊道 老婶子我先回去看看 过段时间再来拜访您 看着这两父子急忙离去 龙婆转头看着九难问道 小九女正急急忙忙回来是要做什么 九难当即拿出那本道爷赠送的补书 口中激动地说道 婆婆我正要和您说呢 请您一会联络下五大仙家 我找到对付那女道士的方子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晚上 此时五仙家坐在桌前喝茶 长华远举杯开口道 没想到小先生这么快就找到线索 我等真是自愧不如啊 九难听后恭敬地回来一遍 随即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铁棺材以及人皮灯肉 都是出自那祸害田家的丑女道士 他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完成邪术无鬼葬身法 长华远文言大吃一惊 无鬼葬身法那是什么东西 小先生能否细说一下 九难听后拿起手中的古书缓缓说道 无鬼葬身法是茅山典集中的一种 增强法力延长寿命的邪术 此术法需先选一人当作领头羊 导人将其八皮抽筋再用铁棺材锁滚 使其受尽折磨而死 施术者就可利用他的怨气进行修炼 而葬身法则是将杀害领头羊的人 选出一个白虎寒煞的大兄之地满心 再用人皮做灯捆尸练魂 最后施术者用鬼术将他控制 让其亲手杀死后人中的直戏血清 如此一来施术者吸收了无鬼的怨气 他便可脱胎换骨粘粘一手 无鬼葬身法也就此完成 此术不但自己凶得厉害 还能操控其余无鬼为他所用 而且只要有一只鬼物没被消灭 施术者就能借尸黄魂原地重生 九难刚说完长还远叹了口气 闭脸歉意地说道 那女道人在我等眼皮底下修炼这种邪术 我们五仙却毫无察觉真是惭愧 而一旁的蚂蚁姥姥更是开口怒斥的 邪不邪术的我不管 这畜生到我乖孙女的紫河车去炼制 就是不行 说着蚂蚁姥姥气愤地将手中的烟斗敲在桌上 周身迸发出滔天鬼气一脸凶向的影视 不把这畜生抽魂炼破 姥姥我就白修行这千年道好了 灰老六见状赶忙安抚道 蚂蚁姥姥莫要生气 当务之急应该先找到那女道士的藏身之地 只要将他找出那无鬼什么东西 统统包在我们五仙家身上 九难文言抱权行李道 灰大哥我自然有办法能找出 随即就见九难拿出道也给他的罗盘法器 接着手劫剑之口中念起了启动法句 无鬼无谷 奔竹茫茫 迷缘藏物 搬运无常 我凤吃链 竹力必慌 如肝永违 话骨飞扬 话音刚落只见罗盘上指针飞速旋转 随即猛地定格在一处不动 众人见状相识一笑 几日不见小先生的道法 真是令我等刮目相看 说完五仙家化为一道虚影略向空中 绿光中的长怀远尊俗的 老爸你带着小先生 好好保护他 我们先走一步 说着只见长八爷狼狈的跌落在地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怎么还有我的事呢 随即只见他周身闪耀着蓝光 一条巨大的蛇身猛地变化出来 随后甩动尾巴卷起九难准备赶过去 陈大忌见没把自己带上 连忙死皮赖脸地抱着八爷的蛇身砍球等 等等 把我也带上了 我也要去 八爷文言一脸无奈地回着 行行行 你少废话把嘴给我闭上 就当几人准备追上去时 五仙家的胡家主叫住了九难 小先生前慢 胡某还有一事相求 能否请小先生带上我这徒孙一同过去掌掌见识 听话间他捧着一只全身雪白的狐狸走出 小先生这是我的小孙女 先前您出手将他腿部弯击给致 我这孙女吵着要来给小先生置信 说着便吵小狐狸吩咐 菲尔 还不快谢谢小先生 只听刷的一声 先前那小狐狸摇身一遍 化为一个美若天仙的千千少女 她面带羞红地朝着九难往返行的意 想女子胡菲尔 拜见恩人 这一言一行却将一旁看弃的陈大吉尼的神魂颠倒 九难见状赶忙将他喊醒 随即恭敬地回答 胡家主你们太客气了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而你 胡菲尔听后一脸羞红地说道 小先生 菲尔有个不情之情 奴家能否跟在小先生身旁 侍奉明日常起居 九难立即拒绝道 不必如此我其实也没做什么 再说了女孩子总跟在我身边也不方便 可没等九难说完 胡菲尔便化为一只白狐跳到了他肩上 随后轻易地蹭了蹭九难额头 发出了音音音的叫声 见此九难叹了口气就当时接受 接着几人就跟随罗盘的指引来到了乱坟岛中心 可此时场地上除了几座墓碑以外 并没有任何鬼屋的身影 就当九难疑惑之时 身前的坟包突然破开一道裂缝 一张真名可怖的脸蛋从里面钻出 此鬼正是五仙家倾尽全力都无法找到的恶努道士 只见他带着其余四鬼一同飘了出来 一脸惊讶地朝着九难喊道 臭小子你手里怎么会有我师兄的东西 你在哪里见过他 对此九难冷风道 我凭什么告诉你 女道士闻言怒吼一声张开力爪冲向九难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划破去空 只听扑丝一声 女道士的手臂当即断开 顿时鬼叫声响彻整个乱坟岛 定睛一看 一只全身灰白的老鼠 口中叼着半截手臂正在咀嚼 等他落地之后放化出灰老六的身影 只见他甩掉口中的碎肉不屑地说道 虽然你长相丑陋 皮肉臭不可闻 大好在我回家命见从不挑逝 九难听后心中一惊 冷汗立即冒服 他对着女道士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百年前你故意怂拢添加 剥了那小妾的皮囊就是为了给自己换上 一直以来你都被外人称为丑女道士 其实你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吧 女道士的遮羞部被酒难揭开 他怒吼一声伸出谨慎的鬼手抓了过去 见此情绪 柳仙长怀远一掌打断了女鬼的攻势 你竟敢动小先生 藏偶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 女鬼见势头不对赶忙飘到人群上空 随即抱贺一声 都想要我死 那大家都别想好过 说吧只见他周身煞起营料 令令起下方的鬼怪发起攻击 葬身无鬼 听我号令 杀光他们 鬼怪们接收到指令咆哮着冲了出去 见此情形其余三仙家也一同凝了上去 白无为一把抓起前方的行尸 只听咔嚓一声 那原本凶狠的怪物被撕成两半 鲜血剑的到处都是 无仙家见状也不甘示弱 手中力爪迅速延伸 一记白胡掏心将面前的鬼物拦腰斩断 女道士呆呆地看着这一起 他精心布置这么久的无鬼 轻刻间就被杀得片甲不留 就在他愣神之际长怀远大手一挥 一道交融虚影将女道士紧紧地捆在原地 蚂蚁姥姥现身戏谑地嘲讽道 灭出别挣扎了 你那铁棺材十年前就被姥姥给收服了 现在还妄想用无鬼葬身法来和我们作对 女道士文言冷哼一声 我已落到你们手上 要杀药寡随便你们 说把他情绪激动地朝着九难喊道 小子你真的见过我师兄吗 他到底在哪 为什么要躲着不来见我 为什么他这么狠心 九难被这身鬼叫惊地倒退一步 为老六见状一脚踏出将女道士死死定住 给本县安静点别吓到小先生 随机众人纷纷看向九难等候他的发握 见状九难回想起道爷临行前的恳求 话小友 若有可能请饶我师妹一面 别让他魂飞魄散了 想到这九难做出了决定 道爷先前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可我怕他再次出来害人 还有小月的拍盘也没解决 蚂蚁姥姥文言笑着回答 乖孙子 小月的是我来处理 说着姥姥的手掌便刺入女道士的腹中 捣鼓一番后抛出来个肉球 接着转身递给了九难 小月的紫河车幸好还没被炼花 你将他带回去埋在松树底下 松老会保佑小月此后 无病无灾长命百岁的 九难听后连忙拘了一躬 多谢姥姥 就当众人为事情解决高兴时 黄仙家的老大愤恨地对着女鬼说道 小先生说要饶你一命 可你残害了我黄家的后来 这绝不可能饶恕 说着他抬起一掌抓向女鬼 只听斯拉一声女道士的脸皮上 剥了几道抓痕 接着只见黄老大一把抓起她的头发 随着一阵鬼叫声传出 一个长相圣人的诸如老太 呈现在众人眼前 女鬼见自己的遮羞部被揭开 愤怒地咆哮道 你们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我必定会来报复 对此长怀远失之以敌道 你作为毛山一派的修士 不仅坏事做绝丧尽天良 我等今日是看在小先生的面子上 才饶你运 但地府的鬼差可不会放过你 等着被抓下无间地狱 女道士听后一脸 愤愤地放下横话 你们一定会跟田家的下掌面 被我抽筋扒皮挫补扬灰 九难文言走上前 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饶你一命 但天道自有定夺 此话一出原本沉寂的天空 突然闪起凶悍的雷体 九难剑撞招呼起众人离开了此地 见危险已然解除 女道士双膝盘坐手中掐出剑指 师妹王俩 听我号令 骨肉铺路 鬼魅前行 话音刚落 原本平静的地面 冷得响起了阵阵爆炸声 立志之圣人的行尸从地面钻出 他们纷纷抓起地上的 碎肉贪然的吃了血 其中为首的便是 当初用鬼唱戏迷惑化 九难的猫眼老太 见状女道士怒骂一声 该死的蠢货 都别吃了赶紧带我离开这 行尸们收到指令 立即抬起女道士逃离了乱坟岗 而此时众人已经回到家中 围坐一起喝茶闲流 九难举杯感谢道 这次多谢诸位出手 救了我妹妹王小月 解除了我家的心腹打坏 长华远文连千许道 小先生不必客气 这也多亏了小先生 自己道法高深 才能找到那女道士 陈大记在一旁听的羡慕不已 老大你今天真是太帅了 我也要学你那道书 说着他从屋内爆出一堆零食 一脸诚恳地对着蚂蚁姥姥说道 姥姥我想过您上次说的败事条件 但我现在还不想死 您能否通融一下 给我个学术法的机会 陈大记愣愣地看着这一面 这就算吃过了吗 蚂蚁姥姥姥见他这副呆法的模样 笑着回答道 我们鬼仙早已毙 这就相当于上贡 你送的这玩意姥姥挺喜欢的 不过教你法术是不可能的 但我手下这八个带字归中的侍女 你可以选一个 等你死后给你当媳妇 话刚说完 只见是你们纷纷朝陈大记行语道 奴婢见过陈公子 陈大记见状激动得已无伦次 随即拉着一旁的化酒难 傻呼呼地说道 老大你听见了吗 他们叫我公子啊 众人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 月色渐渐笼罩大地 五仙家恭敬地向九难道别后 便回了深山 时光飞逝 一转眼九难就回到了学校读书 此时他正坐在桌前学习 一旁的陈大记毫无形象地吃着铜锣烧 突然一声闹铃打破了这份门 陈大记连忙拿起电话放在那边 刚一接通电话那头 就传来沉复急促的呼喊声 小姬出大事了 我刚打了龙婆的电话没人接 你和九难赶快回来一下 学校那边我已经让周所长联系过了 陈大记文言急忙起身询问什么事情 可电话却传来了嘟嘟嘟的回声 二人一脸猛逼地看着对方 九难疑惑地以为是龙婆那边出事了 可没等他开口询问 陈大记便拉着他跑出了寝室 不都是周所长开着那辆五个圈的迪奥 来到了陈家的矿山 一下车陈大记就疑惑地询问道 老爸不是龙婆婆那边有事情 你带我们来矿山干嘛 陈傅听后挠着头回的 这是和老婶子没关系 咱家矿山挖到不干净的东西 话刚说完一旁的周所长打着圆场 九难啊 你还行 本来不应该耽误你学习 可这件事太奇怪了 我们又不好意思去麻烦老婶子 九难听后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龙婆出事 随即他转身问起了事情的经历 周所长带着二人来到了矿山内 九难进去的瞬间 就被里面的场景惊得目瞪口袋 此时的矿洞里三个面色干枯的男子 身体摆出一副怪异的姿势跪拜着 好似在给什么人请来 周所长见状赶忙解释的 前段时间 陈家矿山内挖出一个昆巢时期的古墓 这几人是当时参与挖掘工作的人员 可那时由于身体不稳导致墓穴塌方 他们被活埋在了这里 带我们挖通道路来救援他们时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这是真是邪门 一夜之间三条人命就这样没了 而且他们的尸体还变成了现在这个样 就在周所长还在叙述时 一个浑厚的声音打断了他 此时的详细情况还得问我 发音刚落一个胡子拉叉的大叔 对着九难把刀 我是这次考古工作的负责人 你们可以称我为马教授 是我拜托周所长请你过来的 如果小先生真看出这古墓出了什么问题 就算是让我们停止考古 也不能再挖掘下去 九难见状恭维地说了一句 您真是声名大义 怎料马教授牌手回绝的 客套话就不多说了 我先带你去看看那三个逝去的同志 说着他拍了拍其中一个高举手臂的尸体 我们发现这三位同志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就已经是这样子 尸身就像被人灌了水泥一般僵硬无比 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现场也没有任何关于打斗的痕迹 九难见状心中一惊 这种死状他先前在毛山术法报谱子里看到过 随即他转头对着周所长说道 周叔 马看您检查下死者口腔上额的位置 是不是有个大洞 周所长听后戴上黑手套 立法掰开了尸体的嘴巴 随后转头答道 九难你说对了 真有一个大洞比手指还粗呢 陈大忌闻言吓得往九难身后缩了嘴 接着询问起心中的疑惑 老大你知道是什么玩意害死他们吗 九难摇了摇头表示目前还不确定 得先进古墓里面探查一下 马教授听见要去古墓查看 立即上前阻止道 小先生这座墓穴实在是有些鬼 我们挖了三天却连墓室的入口都还没找到 九难听后一脸严肃地回着 无妨 我们只是去看看现在挖好的布 趁现在天还没黑 一会太阳落山音气上升就来不及了 说着几人便赶往了另一边的矿去 此时外头风雪交加 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一处拉起警戒线的矿洞外 马教授带着众人在隧道内前行的 陈大忌好奇地看着四周 教授你们好厉害啊 三天就挖出了这么大的窟窿 我家工人要是有这种效率 那我爸得赚多少钱啊 然而马教授却是尴尬地笑了笑 这里原本就是这样的 不信你们转头看看两边墙面的壁画 这些图片上描述着远古的仙子们 依靠自制的武器狩猎食物用火烹饪 画面体现的一片响哭 然而下一张壁画却是一群穿着盔甲的士兵烧杀抢猎 他们将同类的头颅割下 将里面的血液倒入容器中 接着几个穿着怪异的人们 围坐在血液前跳着诡异的舞蹈 那姿势仿佛是在献祭什么东西 九难被壁画中描绘的长颈精的冷汗之流 他们是在做活人祭祀 古人用人类的性命来献祭神明 这就是极其血腥和残忍的活人祭祀法 陈大忌闻言好奇地询问起心中的一步 神明 哪有神 随着手电灯光照去 一个长相奇异 人头虎身的怪物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口中叼着祭祀用的头颅 周围的人们纷纷朝他跪地祭拜 陈大忌见壮惊的大喊一声 老大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有点像畸形的老虎啊 九难听后缓缓地回道 果然是他 这怪物叫乔 马教授文言赶忙询问道 这是山海经理记载的生物吗 乔 其身像人 背带虎文 刚进有长 九难见状笑着恭维道 马教授真是博学多彩 就是您说的那个桥 但桥也只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之一 现实中从没出现过 只是后来传闻修炼邪术的方式 炼制出一种蛊虫 他形似桥被称为桥虫 他仅有指甲带大小 全身坚硬无比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而且桥虫特别喜欢蚕食人的 通常会从人的上恶处钻入 西光脑损后在里面产下重乱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 马教授率先开口说道 这么说来 在昨天死在矿洞内的三名同志 都是被这种怪物寄生了 话刚说完一旁的周所长忍不住催促着 此事不能再拖了 咱们得赶紧回去趁着怪物还没整整 想办法弄死他们 说着就要朝矿洞赶去 九难见状急忙将它拉住 周叔别急 桥虫的虫卵想要长到成虫最少要十年 而且虫卵极其脆弱 很容易被杀死 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先到墓穴中查看一番再说 周所长听后缓缓地松了口气 随后走在木道的最前方开路 并主肃起身后的众人 前面就是之前说的师强了 大家做好准备那里面十分恐怖 陈大忌不以为然地笑着 周叔您别小看我 我可是见过鬼怪的人 区区师强我才不怕吗 就在他嬉笑之时 前方赫然出现一堵墙 只听哀悠一声 陈大忌那张冬瓜脸和墙体来了个亲密接触 待他缓过神来探亲墙面后 被吓得差点尿了出来 直接在墙上布满了人体组织 那一张张怪异的脸庞里充斥着滔天杀气 好似恶鬼粗容一般 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陈大忌 被吓得潮化九难怀里扑去 口中颤抖地喊着 老大救命啊有鬼啊 九难见状尴尬地吐槽道 赶紧放开我 这些都是早已逝去的死尸 有什么好怕的 马教授听后笑着解释道 根据我们的研究 这些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直接砌进墙里 而且这堵墙有三米或十米高 我们目前已经挖出了五百米的距离 统计下来这墙体至少埋了五千多人的尸身 九难闻言拿出罗盘茧侧起周围的鬼气 随后缓缓地说道 这边鹰气极重但没有脏东西的声音 周所长听后松了口气 随即就准备招呼众人回矿山内处理侨丑 可他话还没说完 山洞外的陈大忌口中大喊一声 大家快来看有东西在天上飞 众人闻言赶忙跑了出去 此时洞外风雪交加 天空中一个漆黑的大洞吞噬着一气 两个轻薄的鬼皮飘在半空中嬉戏着 见到有人出没 两个鬼皮眼冒红光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陈大忌被吓得当即爆了口薄脆 我靠 这只人成精了 而身后的九难想起了 茅山术法报谱子里的记载 空中血液 鬼皮现身 随后连忙对着周所长说道 周叔 这鬼皮对鹰气特别敏感 他们出现的地方必然会死很多人 今晚你让大家都小心点 我现在回去找婆婆商量 说着便走了出去 临行前嘱咐了一句 山洞里别留人看守 将事情吩咐完后 九难安心地走了出去 陈大忌跟在他身后屁颠颠地追问道 老大你是不是要开谈做法 就像电影里那样穿着一身道袍 拿着桃木剑一通比划 再用符纸喷出火 九难无奈地表示这些他都不会 陈大忌不死心地询问道 那话俘百正 撒狗血的 这些蚂蚁姥姥姥都没教你吗 对此九难无语的达到 这些都还没学过 他目前就会一个五为破销法 陈大忌听后一脸惶恐地看着他 不是吧 老大你啥都不会 这不是送死吗 我们赶紧海上大家一起逃跑吧 现在这种情况就算回去找龙婆和老婆 恐怕也来不及了 九难见状连忙打断道 大忌别慌 我们可以进山找五仙家来当吗 山林外道雪交加寒风互相 九难他们走在寂静的小路上 陈大忌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道 大哥咱们进山能找到仙家吗 我爹在这后山天天挖矿开架 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仙家来找他事情 九难听后笑着指挥道 我们分头找找周围有灵性的小动物 只要他们不惧怕人类就行 陈大忌摸着头尴尬地问道 大哥啥样才算有灵性 话刚说完二人脚下 跳出一只灰溜溜的小老鼠 九难走上前一把将它捧在手心里 这样的就算是有灵性的小动物 你要是能听懂我说话就点点头 话音刚落只见小老鼠一个劲地点头配合着 一旁的陈大忌大吃一惊舌头差点吞进了肚子 而九难见状当即表示道 小家伙麻烦你快去告诉灰溜哥 说我这边有危险需要他过来帮你 小老鼠心领神会 只听刷的一声他便跑没了影 见此情形陈大忌爆了口国粹 我靠 老大难道你就是传说中 统领万鼠的老鼠侠 九难听后立马用拳头回着 滚你才老鼠侠呢 二人嘻嘻打闹着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 陈大忌被靠大树洞的瑟瑟发抖 老大那小老鼠行不行啊 该不会被冻死了吧 话刚说完不远处 一个巨型老鼠飞快地向他们跑 最后猛的跃向空中 灰仙灰老六的样貌 呈现在二人眼前 只听他的一声他稳稳地落在地上 不等九难开口 他便一脸狠刺地说道 小先生是谁欺负你了 我这就去将他碎尸万段 九难文言笑着答谢他 多谢灰六哥 没有人欺负我 是有件怪事想请您帮忙 最后九难便将古墓里发生的一切 通通说了传 灰老六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 原来如此 小先生您之所以用罗盘找不到脏东西 只因那玩意还没醒来 不过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家伙 而且还有几千人被迫为他殉葬 这要是让他练出道行 那可就不好对付 陈大忌听后留着冷汗询问道 难道老神仙您也打不过 灰老六比一地表示 臭小子你在说什么 再怎么说我也是苦修了 数千年的仙家 今晚那脏东西只要赶出来 我便让他有来无悔 陈大忌还想提醒 灰老六抱和一声 顿时树林中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老鼠 他们纷纷眼望红光 阵阵杀气从身上冒出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激动度 口中止不住地夸赞道 老神仙 小子我有眼不识泰山 那古墓里的脏东西 哪能有老鼠厉害 说着他转身便向矿山跑去 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众人 灰老六见状好奇地 询问奇异旁的九难 小先生怎么不跟他一同回去 九难闻言笑着灰老 灰六哥我猜 你也不会去那边凑热闹 不如我留下来陪你聊会天 灰老六听后 一脸尴尬地看着九难 随即一股忧伤的情绪涌上心头 小先生您猜对了 在所有出马仙中 我们灰家因为出生是老鼠 不但修行最为困难 更是被诗人看不起 就连找个出马弟子都能 没有人请我们出马 就不能既得行善受香火的供奉 这修行之路也就难以前行了 在这恶性循环下 我们灰仙一族世世代代都无法翻身 听到这九难心中泛起了连衣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是灰老六生性自卑 所以不喜欢与诗人打交道 没想到居然是因为出生原因遭受诗人拒绝 想到这九难大喊一声 灰六哥 我打算将《茅山术》 《盗仆子》那篇中的呼吸图 以及适合你们灰仙修炼的三元钝甲术传授给你 灰老六文言大吃一惊 《盗仆子》那篇 小先生您是否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葛天师 他老人家乃是道家呵呵有名的人 且千年以来都没有关于他的道品流传 而《盗仆子》这本书更是他的毕生所学 九难挠着头解答道 六哥我不认识什么葛天师 这术法是一位道爷赠你给我的 既然这么厉害 那我就将其内容讲给你听听 说着便要朗诵出来 而灰老六却赶忙摆手制止 小先生前脉 你们人族有句古话 道不可清传 清传不为道 你们正统到家是看不起我等动物修炼者 即便我们修为有成 也顶多给人当个坐骑吧 而有的道家大门 更是认为动物修炼者野心难逊 学成术法会为非作胆或害苍生 九难听后笑着答道 灰六哥你放心学吧 我相信你的人品 再说了在我心里 世间生灵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随后九难便将暴谱子中的术法一一说了说了 灰老六听后顿时眼冒红光 一股滔天煞气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周围的小老鼠们纷纷仰天朝拜 随后灰老六恭敬地朝九难感谢道 小先生请受灰某一代 九难见状连忙上前准备将他拉起 可无论他怎么用力灰老六都闻思未懂 对此九难心中一惊 这不是暴谱子里记载的天道之力吗 还没等他回过神 只见灰老六手杰剑指 一脸正气地对着苍穹喊道 我灰老六今日向天立誓 从今以后对小先生 以失礼相待 小先生但有吩咐 我灰某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不死 如有为事 天地共起 我 不得半刻安女 死 不得寸土放身 话音刚落 只见原本灰蒙蒙的空中 突然雷霆乍现天地间围之辨死 小老鼠们纷纷跑上前将二人围在中心 见天地誓言已定 灰老六这才在九难的搀扶下缓缓起身 随后感激地说道 把不传六耳 灰某已让小崽子们守好四方 不让任何生灵接近 小先生您可以传授道数 九难文言抱拳回了一礼 随即二人盘息而走 九难缓缓说出了抱谱子中的束缚 两道透明的气息从他们体内飘出 周围的小老鼠在盗气的熏陶下 也跟着修炼了起 不多时灰老六缓缓地排出一口灼气 全身的体态样貌已然变得更为年轻 九难见状兴奋地大喊一声 灰六哥 就这么一会的功夫 你好像变帅了很多 灰老六听后感激地表示 多亏小先生传我正统大道 灰某这才能受到可天师的避应 在修行路上畅通了许多 样貌自然也变得神清气了 就在他们相谈之时 不远处陈大记大喊的朝曾的跑 老大不好的来人了 九难听后一脸疑惑地询问道 怎么了 难道有脏东西出来了 不是脏东西 但是比那些鬼物还烦人呢 陈大记说着便拉弃九难往回跑去 玫瑰一会儿 二人便来到了矿山外 此时一个秃顶大叔 正在和马教授争吵着 死秃驴别胡闹了 五目最外围的挖掘还没完成 你这么着急会报什么 真功也不是这种做法 我也是为了咱们项目能早日完成 周冠主可是上面派出的高人 而且你不找周冠主这样的专业人士 既然请两个乳秀未干的小屁 还有什么用 还是说你打算故意隐瞒事情不报 妄图蒙混过关 马教授被秃头的话气地怒骂一声 你别血口喷人 就当他准备骂回去时 那个被称为周冠主的弟子拍手是一个 马教授 牛族长也是一片好意 他担心你被一群装神弄鬼的家伙给骗了 说着就将手指向正在赶来的九难二人 陈大忌文言傻呼呼地询问着 老大乳秀未干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俩年幼无尽 没有真本事韩唱我们呢 九难听后缓缓地解答道 陈大忌文言暴脾气瞬间上来了 抓起牛族长的衣领就爆出国粹 我靠 你大爷的瞧不起谁呢 就在二人准备掐架之时 一个阴柔的声音缓缓地从后方尘 没素质的山里人 想要打架我陪你啊 话音刚落一个穿着道袍的青年走了出来 最后冲到他们面前猛地掰开了陈大忌的手掌 只听咔嚓一声 陈大忌疼得连声惨叫 我靠 放手疼疼疼 九难见状一个闪现迅速来到二人面前 随即一个龙爪手掐住青年的手腕 一脸狠立地呵斥道 给我兄弟道歉 不然老子费了你这只手 只见他掌心微微用力 青年疼得冷汗直流 口中还不停嘲讽着 废了我你也别想好过 我师父周冠主不会放过你 九难听后刚想用力让他屈服 可突然间一道青光拍在他的手背上 青年的师父插入了二人之间 小居士还请手下留情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了 周围一阵狂风席卷而来 一道虚影浮现在他们面前 只见灰老六眼冒绿光一脸凶利地喊道 赶出手攻击小先生 信不信老子让你走不出这十万大山 周冠主现状惊讶地支支吾吾吾着 大祭剑明明是自己这方受委屈 而马教授却不帮他们 连忙气愤地喊道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 那咱们走就是了 你们等着倒霉吧 说着便拉着九难准备离开 马教授见状赶忙追了什么 口中不停解释道 小先生真是对不住了 是我们没把事情办门来 实在是对不起 九难从怀中拿出龙婆特制的香灰包 随后放入马教授的手心中 我知道您老的难处 这是仙家的香灰包您随身携带 关键时刻能互助不被鞋废轻荣 马教授满脸感激地答谢着 随后九难嘱咐了几句后便准备离去 临行前对着灰老六说道 灰六哥古墓内的情况 还要劳烦您暗中留意一下 那老倒是还是有点本事的 灰老六听后笑眯眯地答道 等他对付不了里面的东西后 咱们再出手也不迟 如此方能显示小先生手段高明 对此九难心里依旧觉得不安 他的第六感察觉到古墓里必然要出大事 而此时另一边 马教授一脸气愤地走到他们跟前 可还没等他开口 牛组长双手环抱胸前一脸傲气地嘲讽道 我就说这两个小兔崽子有问题 看到两位真高人一来 就吓得屁颠颠地跑了 马教授闻言立即呵斥的 你个臭不要脸的还在这血口喷人 不等到他骂我 一道浑厚的声音慢慢向他们靠近 谁敢说老子的儿子是小兔崽子 众人闻言顿时一惊 在探亲来人之后 牛组长立即上前拍着马屁 陈老板您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 可迎接他的是陈父的遗迹大必动 就你这个狗娘养的欺负我儿子和他兄弟是吧 踏马的 老子自掏腰包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挖掘鸡铲土车免费提供给你们食物 要不是念在你们给国家办事的份上 老子早一脚把你们踹开了 结果你们到了 反而欺负到我儿子的头上 从现在开始老子这些机器不借给你们 自己用手慢慢挖吧 地旁干活的工人听后收拾起地上的材料 口中还不停地吐槽着 陈老板和小少爷人这么好 没想到这些外来人还敢蹬鼻子上面 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 咱们走 不在这个鬼地方呆了 说着扛起木材就走了出去 牛组长见状还想挽留 一路小跑地跟在陈父身后解释着 陈老板您等等都是误会啊 可陈父丝毫不给他好脸色看 一把甩开被牛组长拉住的手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地 牛组长愣愣地看着那消失的背影 身后的马教授走上前讥讽着 你自己闯出的烂摊子 你会好好向上级会报吧 而身后的周馆长也不停地训斥小道士 都是你年轻气盛惹出来的祸端 平日里就叫你修身养性 不要成口舌之便 对此小道士只能一脸尴尬地嘀咕着 谁能想到那小子是大老板的儿子 而九难这边再回到学校后 便坐在书桌上认真学习 一旁的陈大忌竟然也离奇地在纸上书写 可下一秒他却笑眯眯地看着九难 老大我现在错别字越来越少 你说李云他会不会接受我写的情书喜欢上我 九难刚想回答 校室的大门碰得一声被人撞满 虎娃喘着粗气大喊 老大不好了 张顺值日的时候让赵胖子给打了 你们快去看看吧 陈大忌听后一脸气愤地表示 竟然惹我们班的人看我不弄死他们 说着几人便跟着虎娃跑了出去 一路上九难好奇地询问起心底的疑惑 这赵胖子是什么人了 可非议地闹肿罢了 仗着老爹是县里当官的 在学校里整天横行霸道没脸没皮的 陈大忌听后气喘吁吁地解答道 这话说得让九难更好奇了 他爹是当官的 怎么会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上学 对此陈大忌一脸鄙夷地表示 听说他在城里搞大了一个学生的肚子 才到我们镇上来避避风头 所以我才说他是个敢做不敢认的脑种 说着几人便跑到了操场上 此时张顺被几个学生摁在地上不能起身 一个满脸横肉带着大金链子的胖子凶悍地骂道 就你这种迷腿子也配合我做的 陈大忌听后暴脾气瞬间上来 你奶奶第一 再敢骂我兄弟一句试试的 见九难他们过来 张顺立马委屈巴巴地喊道 老大 赵飞他们欺负人 咱们清洁区的卫生都处理完了 他们又把自己那边的垃圾倒了过来 我和他们讲道理他们就动手打我 陈大忌听后立马开口怒吃了 赵胖子 你踏马的竟然敢欺负到我们班头上 可还没等他说完 赵飞一把拍开大忌的手里 你小子叫陈大忌是吧 少踏马在老子面前嚣张 再巴巴老子直接给你打成残废 见试太乙然到了无法收拾的场面 九难一步跨出 随即霸气地表示 你敢碰他一下今天残废的就是你 说着九难身上迸发出一股凶煞之气 赵飞被吓得冷汗直流腿脚不断打得多 但为了稳住面子他大喊一声 兄弟们都给我声 出了事算我的 见状九难冷笑一声 来就来 谁怕谁 就在双方即将动手之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那边的几人你们干嘛呢 想打架呀 赵飞见状爆了口活脆 靠 教导主任来了 随即威胁起义旁的张顺 老师要是问起你脸上的伤 你就说自己摔吧 不然老子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说着便跑得没影了 见赵飞准备跑路 陈大忌握紧拳头准备追上去 九难见状连忙将他拉住 老师要来了冷静点 现在不急着动手 这是还没完呢 陈大忌听后激动地询问道 老大你说怎么干 实在不行 咱们今晚去校门头赌他 这搜主一出的九难都无余死了 公开打架会被学校记大过的 先让我想想别的办法 时光飞是很快便来到周五放学的时候 此时九难二人在教室内打扫着卫生 突然门外的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张顺一脸惊慌地大喊着 老大我听说赵飞要带人在回去的路上赌我们 这可怎么办了 陈大忌闻言扛着扫把笑着打道 那刚刚好老子正准备来料理他了 没想到他还主动送上门了 可张顺却支支吾吾的嘀咕道 我听说赵飞带了很多人 算下来有二十多个人 陈大忌听后冷汗立即流了下来 随即面露苦思地询问道 他们那边有这么多人 那咱们这边有多少人来参战 虎娃几人闻言口中支支吾吾吾的嘀咕着 班上其他人都走了 现在就咱们四个人了 对此九难叹了口气 当即鼓励起大家 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跟他们拼 很快四人便走到了校外的泥路上 此时赵飞带着一群混混 虎视眈眈地将他们堵在墙边 只见他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太妹 一领细血的讥讽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这回落到我手里了吧 九难听后不紧不慢地回答 赵飞 咱们来单挑吧 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 怎料那胖子闻言笑着指了指身后 我和你单挑 那我背后这么多兄弟带来干嘛的 这件事情已然到了无法收拾的场面 九难一步跨出一脸狠立地盯着赵飞 不要让我说第三遍 你过来和我单挑 这股气吸睛的赵飞冷汗直流 随即招呼起义旁的混混 我靠 兄弟们给老子动手往死里打 除了是我来给大伙担着 收着握紧拳头打向九难 只听刷的一声 拳头划过空气的声音传来 九难一个侧身躲开了这一击 随即抬起义脚便踹了过去 嗡的一声赵飞那八百斤的身躯轰然倒下 九难一步跨出将他死死地踩在地上 可还没等他开口 地上的赵飞对着那群混混怒骂道 我靠 你们他妈都傻了吧 过来帮老子 见他们有所动作 九难面色一寒手中掏出行医救人的银针 只见他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穿插在混混之间 休得一身几人倒地惨好着 我弟妈呀好痛啊 我的腿没有知觉 呀妈爹 我半边身子都动不了 救命了 见此情形九难霸气地表示 你们谁还有不服地尽管上前来 然而赵飞却是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口中支支吾吾的说道 你明你 你把人打残了你完蛋了 九难听后不为所动 继续缓缓地向他走去 见此情形赵飞双手抱头 对着九难恳求道 别打我了 我不想残废 以后在学校里你就是老大 我见你绕道走还不行吗 然而九难却是冷笑一声 你打我兄弟 霸凌校园里其他学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说着便要使出分金拓骨手 一旁的陈大忌剑撞 连忙上前抱住九难 老大收手吧 为了这种混蛋坐牢不值得呀 家里的龙婆婆还等着我们回去呢 这话瞬间让九难收住了杀意 随即对着赵飞冷冷地说道 别人问起你怎么受伤的 你应该怎么说 我我 我自己摔的 我们都是不小心摔地上的 当顺的医疗费我也会赔偿 说着便身向怀里摸索 随后便拿出个怪异的浴室 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先用这块浴器抵债吧 这是别人送我老爸的 是好几万的 九难见到这块浴室心中欲惊 可还没等他开口 身后的陈大忌一脚踢开了这块浴 谁要你这破玩意 会气死 快拿远点别害人了 说着便拉起九难往回走去 而后方的赵飞一脸茫然地询问着 那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找我爸要 九难文言转头看了他一遍 赔钱的是你和张顺说就行 我不去插手 你的兄弟也没残废 不过是被我用金针刺了穴道 休息半小时就没事了 说着二人便离开了此地 回去的路上陈大忌好奇地询问他 老大 那家伙手里拿的是不是酒窍玉 为啥他带着就没事 九难听后想了一会 那的确是酒窍玉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赵飞没有被阴气侵蚀 可能是他有其他东西镇压住也说不定 陈大忌文言就想起了被酒窍玉迫害的陈福 我也好一阵没给老爸爸电话 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 说着便拿起大哥大波通了起来 没过一会电话接通后 陈大忌却是一脸焦急地大喊道 什么 你身体更不好了 你等着我现在就过来 说着二人便快速地跑了回去 而此时龙婆的家中 陈福一脸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龙婆面色担忧地说道 小陈啊 你这是黑云鸭城的面相 这是会要你命的 而陈福的面旁上一脸飞行 口中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每天都把您给的神祖供在家中 一天三次烧香磕头的 从来没敢忘记过 可为什么还会这样啊 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你那矿山里埋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大粽子 神祖压不住也是很正常的 陈福听后啪的一声跪倒在地 口中不停地啃求的 老婶子求您救救我了 地旁的陈大忌也是焦急地求助着 婆婆求您帮帮忙救救我爸爸 龙婆文言一脸严肃地回道 小陈 你现在回去把你媳妇一同接过来 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家就住在我这边 这一劫难说什么我也要帮你们度 第二天一早 陈福便开着那辆五个圈的迪奥亭在龙婆门前 下车后龙婆热情地为陈福一家安排住处 这是我家供奉仙家的偏房 你们两口子住在这边能免受邪罪亲了 书者便带着几人走进屋内行拜访之内 随着龙婆将相摆好之后众人潜心跪了 各位仙家 人命关天还请您大发慈悲 让他们一家在这里赞助几天 事成后我一定让陈福那小子在庙里给各位仙家立碑表公 陈福文言当即附和道 对对对 我还要给仙家们雕塑今生 享受世人供奉的香火之气 话刚说完 四周却寂静无比没有任何动静 龙婆健壮缓缓地叹了口气 哎 看来还是得想想别的办法 见此情形化酒难猛的跪倒在地 随后拿起三根香柱点燃 接着一脸严肃地说道 各位我与陈大忌情同手足 他家的事还请诸位多多帮忙 此言一出 供桌上立马有了回音 只见蚂蚁姥姥和长怀远两个牌位纷纷亮起绿光 小先生您客气了 让他们一家搬来就是 长怀远恭敬的声音从一旁的牌位传出 而蚂蚁姥姥姥却是调侃地说道 让大忌那个小瘤独子再带点上次那个好吃的东西 陈大忌听后当即附和着施辣条 得到名字后蚂蚁姥姥笑着回答 对 带了那东西来老婆子就能顾你们一家 陈父一家当即低头跪拜了起 多谢蚂蚁姥姥和柳仙家 件事情里然解决酒难对着身边的龙婆说起了最近的事情 婆婆我昨天又看到了酒窍玉 龙婆文言当即大喊道 什么 你们没把那块酒窍玉带回来吧 那东西邪性会害死人的 对此酒难敢往回答着 没有没有 他在我们学校一个叫赵飞的同学身上 但他的情势作风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玉器带在他身上却没发生什么事 剑玉是不在这边龙婆缓缓地吐了口气 你们这些小孩子 但愿别真的出什么大事 而此时另一边挨了酒难一顿毒打的赵飞 被小弟们搀扶着走在学校的操场上 踏马地化酒难成大忌这两个狗东西 老子饶不了你们 然而一旁被打怕的小弟连忙开口劝说道 老 老大要不还是算了吧 化酒难那小子太厉害了咱们打不过 这话说的赵飞更是气质 你们这群废物下次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从城里带人过来 那些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几人说着黄黄地向前走 而他们的身后却冒出一群面露凶色的小动物们 他们分别是狐黄白柳灰五路仙家 只见他们咬牙切齿地注视着赵飞那伙人 下一秒只听嗖的一声 动物们化为一道蓄影冲了出去 随即纵身一跃扑向几人 顿时操场上响起他们的惨叫声 我靠哪来的老鼠 哎呦我被老鼠咬了 亚马迭 我的脸被刺猬给扎了 怎么这么多黄鼠狼和狐狸啊 他们都蹦起来挠我 而原本嚣张的赵飞此时只能抱着肥脸大喊 救命 救命啊 快来人把这些畜生弄走 随着他们的囚饶声传来 动物们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被刺猬扎成马蜂窝的赵飞 以及一脸鼻青脸肿的小飞 这件事情已然结束赵飞报喝一声 踏马的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旁的小弟听后感冒打死的 老大我突然想起来 之前有人说过化九难 他的奶奶是附近十里八村最厉害的出马鱼 这些动物们应该是来给化九难他们出气 这话说得赵飞心头一震 冷汗当即有了响 真的假的 那那家伙想要我们的命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小弟们也是心有余悸地劝说着 老大要不咱们去给化九难他们道歉吧 我刚刚差点被咬断命根子 可赵飞为了稳住面子当即怒骂道 你给老子闭嘴 别说得这么恐怖 说着就弯腰捡起地上的酒窍鱼 可他刚接触玉气的一瞬间 一股圣人的寒气传入他的指尖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觉得浑身有股凉意 可不等他多行 一旁的小太妹便贴了过来扶着他一同离去 而此事成附加的矿山外 一阵滔天煞气凝聚在半空中 马教授一群人愣愣地站在古墓出口处 而那个被请来的老道士周冠主 则一脸惊恐地嘀咕着 完了 要出大事了 里面的脏东西要醒来了 随即吩咐起一旁的马教授二人 你们先看住此地不要让人进去 我去准备些福禄镇住古墓 不然里面的东西要出事了 马教授件事情如此麻烦 立即询问初心中的疑惑 周冠主您可是咱们从皇庙的门人了 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您如此忌惮 周冠主闻言叹了口气 随后缓缓地说道 别提了 我怀疑里面葬的是汉末年间那三兄弟之一 在汉朝末年时期 当时群雄定起战乱平安 那时有一个小秀才名叫张角 有天他在采药之时路过一处山洞 洞口外有一老者将他换入跟前 称其二人有缘 便将太平药术三篇章传授给了他 并嘱咐着 汝德知此处 应当带天宣化普救世人 若有一心必遭天前 张角得到书法后当即感谢道 多谢仙人提点 不知仙人名会如何称呼 白发老者听后笑着打道 无奈南华老仙事业 而老者传授的天书分为三卷 其中包含着三种秘书 他们分别是符水治病 召唤黄金力士和炼制骁勇善战的战士 张角刚获得书法时还能不忘初心 创立太平道治病救人 但随着时间推移权威高涨 很快他就野心膨胀 联合弟弟张宝良创立黄金军造火 但最后还是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落得个凄惨下场 马教授听完这一戏话后大喊一声 难道这里面埋的就是张角 这股墓有一千多年了 刚好属于汉朝时期的墓 而周冠主却是心有余悉的 目前还不清楚是张氏兄弟中的哪一个 总之在频道想出办法 对付里面的脏东西之前 你们千万不要再随意进出 此地更不能再往里面挖下去 马教授听后当即一脸严肃的保证 放心我一定会把这里守好 有我再不会再出任何事 而此时另一边龙婆婆的院中 蚂蚁姥姥和其他两个仙家 正坐在桌前喝茶 长怀远见灰老六近期气色特别好 兴气加深 三分猛故 老六你好生福元真是好运气 对此灰老六当即表示 这得多亏的小先生 将葛天师的豹仆子那篇传授给了我 此话一出 蚂蚁姥姥和长怀远顿时大吃一惊 蚂蚁姥姥立即询问道 小九你把豹仆子那篇传给他 九难听后一脸疑惑地点头说道 对啊 当初我在陈江古墓内遭遇鬼皮威胁 是灰六哥带着全族子弟过来助我脱离险境 在得知他们一族修炼困难后 我便将功法传于他们练习 对了姥姥 长大哥你们要是感兴趣咱们可以一起学 然而姥姥却是一脸犹豫 在沉思片刻后他开口指责道 小九你怎么心眼这么实在 此等天寿秘书怎能轻易交给旁人 就算是我和柳仙家都不能强行习得 否则这大因果加深 必定会招来横祸的 九难听后立即明白蚂蚁姥姥话语中的意思 接着便开口为灰老六解围 灰六哥不是外人他姐全族之力包 我只教了他一些道数算不上什么 灰老六文言当即抱权行了一礼 姥姥您放心 灰某以立下天道誓言 此生必定会好好守护小先生 见场面有些僵硬 常怀远立即提起酒杯打个圆场 大家都别说了 一饮一琢莫非前定 蓝鹰续谷必有蓝鹰 六哥和小先生有缘也是好事一桩 对了 六哥古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灰老六文言缓缓缓地叹了口气 可惜我实力低微帮不上小先生多少忙 不久前里面的脏东西吼了一嗓子 应该是快醒来了 虽然没搞明白里面是什么玩意 但是酒窍邪鱼的来历我已经弄清楚 地旁的陈大忌文言当即询问道 老陈仙奈玩意究竟是怎么回事 见众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灰老六也不卖关子 我手下的小崽子在盗洞里发现了倒倒的尸体 他们是被脏东西给害死了 外面流传的酒窍欲肯定是这帮人带出来 他们多半是有团伏 死了一个其他人带着陪葬品跑路 陈大忌听后情绪激动地打 肯定是这样 赵飞他爹的玉器就是这伙人卖出去的 见此情形 蚂蚁姥姥姥笑着调侃道 你这小子该聪明的时候还挺聪明的 不如你现在就去死 然后跟着我修行吧 此话一出陈大忌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别别别 姥姥我还没活够呢 见陈大忌一再拒绝蚂蚁姥姥大手一挥 只要你死了我手下这八个婢女全都给你做媳妇 说着几个红衣女鬼立即围在陈大忌身旁 为她按摩放松神情 感受到肩膀上的柔软 陈大忌当即露出了一副诸葛样貌 嘿嘿 好多妹子啊 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 可她话还没说完 只听咚的一声 蚂蚁姥姥姥的烟斗狠狠地敲在她脑壳上 姥姥严厉的话语应声传来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记住了鬼话连天 鬼的话可不能相信 尤其是那些勾魂的王死鬼 不然你就离死不远 然而陈大忌却是一脸委屈的嘀咕着 姥姥这是您自己说的怎么还怪上我 就在众人看笑话之时 狐仙家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小先生 冒昧来访实在是不好意思 话音刚落狐家主带着狐飞着黄缓的飘落 接着只见他双手抱拳恭敬地行了一礼 小先生 我家老祖宗狐三太爷托我给印传的消息 那狐木里沉睡的是个凶神 你们最好别让他醒来 不然会有大麻烦的 而且以我们五仙家目前的本事 根本不是那家伙的对手 九难文言心中一惊 那凶神这么难对付吗 此言一出众人面媚相聚 纷纷看着话九难等待他的抉择 见此情形 陈大忌立即沉不住气了 姥姥 几位老神仙求求你们想想办法 那凶神出来第一个就要弄死我爸 我爸可是在他的墓穴处开了个矿山 娃依姥姥文言心有余计地回答 小兔崽子不是我们不帮忙 只是那玩意连胡三太爷都不会轻易招惹 我们就更没把握了 要不然让你爸自杀 姥姥把他的魂魄藏在蚂蚁山里 这总比被那凶神弄得魂飞魄散要好 听到这里的陈大忌打着冷颤地说道 姥姥您别开玩笑了 你这又让我去自杀 现在又让我爸自杀 我家这不就灭门了吗 说着陈大忌便走到一旁生着闷气 见此情形九难当即上前安抚 行了大忌你别闹了 这事情我一定会帮你的 此言一出灰老六立即拍着胸裤表示着 小先生要是想对付那个凶神 就算是落得个魂飞魄散 我灰老六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蚂蚁姥姥也迸发出体内的滔天煞气 这是我大孙子的誓要上也是我先生 见这二人情绪高涨 长怀远立马制止道 诸位稍安勿早 咱们硬拼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要想对付古墓里的东西 只能请出胡三太爷或者松诺 当提到自己祖宗时 胡青山一脸难为情地表示 我家老祖已然不问世事了 要不是念在和小先生族上 有着交情的份上 这次事件都不会给我们传话的 九难文言立即兴奋地询问道 青山大哥胡三太爷知道我的身世吗 能否帮我引荐一下 我想要知道以前的一切 看着一脸兴奋的九难胡青山 支支吾吾的打道 老祖就猜到你会问他老人家 这件事情他让你稍安勿躁 传道桥头自然指 一切自有定数 被拒绝九难只好礼貌地抱拳回了一礼 这样啊 那待我向老祖问好多谢他老人家 见场面有点尴尬 长怀远立即开口打着圆场 既然胡三太爷不能出山 那目前就只能靠松老 说着便将怒光放在院内的松树之上 陈大忌会一立马跪倒在地 随后双手斧在地上 松爷爷您大发慈悲出手 九九八行吗 话刚说完周围寂静无骨 见没有回应陈大忌中间的把头磕在松老跟起 求求树爷爷了 求求您发发慈悲吧 随着砰砰砰的声音传来 陈大忌一连磕了几十个 可依旧没得到松老的答复 见此情形九难一步上去 随后双手合十 口中尊敬地念叨着 求松老大发慈悲帮帮我这兄弟一家吧 说着二人一同磕着想头 不忍看九难受伤的蚂蚁姥姥和灰老六 当即准备上去将他拉起 常怀远见状立即出手制止 随着一声声响声回荡在院内 一阵轻松拂过 松老那古朴沧桑的声音传来 只要不出这院子我可保他一家平安 听到松老的答复二人欣喜不语 接着立马感谢道 多谢松老 多谢松老相助 陈大忌开心地像个闪花一样 老大我要去告诉我爸这个好消息 说着便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偏房外 老大你的命保住了 你不用死了 看我不抽死你 可话刚说完就见陈大忌一脸喜悦地说道 老爸 松树爷爷答应可以保护你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我这就去拉几十灯化肥来好好谢谢树爷爷 说着就要走出院外 见此情形陈大忌立马将他拉住 老爸你不能出去 树爷爷说了你不能走出这个院子 陈傅文言急忙转头询问 九难 大忌说的是真的吗 那叔得在这待多久了 九难刚想答话 只见陈大忌一脸嬉笑地抢答着 只要等古墓里的大粽子死了你才能出去 目前看来你最少也要等个百八十年的 对此陈傅一脸飞线地表示 你给老子滚犊子 随后一脸苦思地恳求道 九难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叔不能一辈子在这里混吃等死啊 见陈傅这般做来 九难扶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多是他抬手表示 现在还有一个人能对付古墓里的东西 就是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话音刚落归老六的声音从院外传来 小先生说的可是传说中的勇武大将军 没错就是许氏大叔 只要他出手之时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九难笑着答复道 可长怀远却是一盘冷水拨了下来 勇武大将军当年被帝王亲口风筝 属于当时的真神 但古墓里的脏东西是用万人火器 修炼一千多年成为凶事 他们之间熟强熟弱 恐怕要动起手来才知道 陈家父子文言就像双打子的茄子一样垂了下 陈傅叹了口气 随后对着九难说道 这么危险 那还是别麻烦雪氏大哥 咱不能让别人为了我们冒险 这样太缺德了 对对对 不能干缺德的事 不然生儿子会没屁眼 陈大忌也跟着肃鹤头 这话说的灰老六当即笑了出声 你们这两父子说的话 倒是让我灰老六刮目相扛 不过九难你不必灰心 只要能请出勇武大将军 再加上我和长怀远兄弟帮衬 对付那脏东西还是手道擒来的 见提到自己 长怀远当即抱拳表示 灰六哥有如此豪情 怀远必定舍命奉陪 件事情也然确定好 九难笑着招呼中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找雪氏大叔吧 对此话九难一行人为了找到他 几人跋山涉水 途步来到雪山的最深处 此时陈傅满头大汗地询问 九难啊 这还有多远啊 你说我真的快不行了 已经走不动路了 九难听后也是喘了口气 缓缓地回到 将军妙在雪山最深处 这里到那边还有一段距离了 陈傅文言吓得双腿一惹 浑身脱力地向后倒去 他好陈大忌手机眼快 迅速地接触着庞大的身躯 怎么还有这么远 我的娘啊 等老子回去以后 一定让人过来把这条路修好 这话说的长怀远 露出一副敬佩之思 修桥铺路 此举大善意 就在这时陈大忌咬着牙大喊着 这些都不重要 得先让我爸活着回去才能行善了 老爸你太重了 赶紧站起来 我快坚持不住了 见此情形长怀远 食指轻轻一挥 一道清光浮现而出 接着只见长八爷的虚影 浮现在众人面前 大哥你叫我干嘛 就在他疑惑之时 长怀远抬手一指 老爸你背着他 我们一起去将军命 八爷文言一脸不可置信 瞪大的双眼 口中嘀咕着大哥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可没等他说完 长怀远犀利的目光就扫了过来 见此情形八爷立即手节剑齿 随后一条百米长的青蛇浮现而出 接着一把妥起臣妇跟在众人身后 很快他们便来到雪山的中心地带 一座古朴的将军庙 屹立在几人眼前 庙宇里破败不堪 珠网遍布每个角落 就连勇武大将军的雕塑都破碎了一角 往年的辉煌在时间的淡化下 已然化为尘埃 见此情形几人连忙整理出一片干净的区域 接着九难双细数的掌清河时 雪氏大叔 娘 这次我来是有一事相求 随即九难便将近七古墓内发生的事件依序说 可许久过去了四周并无任何声响传出 魏老六见状缓缓地叹了口气 看来大将军已经不在这里 可九难不这么认为 按理说雪氏大将军不应该会离开风筝他的地区 除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就在他们陷入陈思想的哪里出问题时 陈傅整理了夏仪容 随后板板正正的跪倒在地 口中恭敬地喊道 大将军这次前来打扰您了 你是九难他叔 咱们就算是亲戚 等我回去就找人把你这里收拾一下 方便日后大家常来常往 说完几人便抬步离开了此地 路上九难见陈傅情绪低落 便开口笑着缓解气氛 陈叔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此事 对此臣妇欣喜地达到 那叔的事就拜托你 而此时另一边 校园里学生们纷纷看着一个面黄扑瘦的男生 只见他干扑的嘴唇上不停地嘀咕着 华老大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见到面前人模狗样的男人 九难当即惊得冷汗直流口中好奇地询问道 你是赵飞吗 怎么几天不见你就变成这样 可还没等他话说完 赵飞便一把拉起他的手臂肯求着 华老大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 别再让那些仙家晚上来说说我 这些天一到深夜 那些老鼠黄鼠狼就跑过来咬我 这么多天下来我根本就没合过眼 九难文言当即歉意地表示 这件事情应该是他们主动为我打抱不平 你好好和他们道歉 仙家是不会为难你 陈大忌听着也是幸灾乐祸地嘲笑的 赵飞你好歹也是高年级的笑靶 就一群小动物瞧把你瞎 看着一脸见笑的陈大忌 赵飞咬着牙继续说道 事情还不光如此 我本来求爷爷告奶奶地送走了这些仙家 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后半夜又来了一对鬼兵 他们拿着古代时期的冷兵器 在我宿舍门口一直巡逻 赵飞说着便一把跪倒在地上 话老大您大人有大量 就当我试个屁把我放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 见此情形九难连忙解释道 你先等一下 我可以对你保证 只要你以后不再欺凌同学 这些仙家们就不会再去找你 但是你所说的鬼兵真的和我没有关系 这话说的赵飞瞪着眼睛惊讶的 什么 这鬼兵不是你派来的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完肚子了 看来我真招惹上脏东西了 一想到自己再这样下去 就离葛屁不远了 赵飞连忙扯住九难的裤脚 立即磕着想头求助的 话老大 求求您大发慈悲 让仙家来把缠着我的脏东西收了吧 你要多少钱我都愿意出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顿时让九难为难住 对此九难满脸歉意地表示道 这驱鬼方面我真的不行 而且仙家这边也不是我能轻易调动的 也要看他们自己愿不愿意 不过这件事说来也好解决 你去找个有道行的出马弟子 让他来处理此时应该不难 见有了方法 赵飞那干枯的面床上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飞后挥着大手向九难感谢道 话老大你说得对 此时多谢了 说着就见他跑向外面去请门人一舍 而另一边的九难脚下出现了一只全身灰熔熔的小老鼠 九难见状连忙打听其心中的疑惑 小鼠鼠麻烦叫你的朋友们多管 我想问问关于男生寝室鬼兵的事情 只听智的一声小老鼠连忙跑向远处 见事情已然安排好后 九难蹲在原地思索了起 真是奇怪了 学校里怎么会出现鬼兵呢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意 此时的操场上空无一人 两个仙家如约前来 九难见状当即拿出两包薯片分到他们手里 口中歉意地说道 劳烦二位深夜赶来真是不好意思 两个小动物文言立即跳上九难肩头 轻腻地蹭着脑袋 见关系已然拉近九难缓缓地问出了白天的遗乎 关于前两天那些鬼兵的来历 你们可否知道 他们的煞气多么凶不凶 此话一出小狐狸立马摇头表示不知道 而掌心处的小老鼠抱着头浑身颤抖地叫喊着 九难心领神会地点头回应 好好好 我知道他们的凶悍了 费机开口嘱咐道 你们回去通知其他小伙伴 让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些鬼兵 不会尽快查清事情的真相 免得你们遇到危险 话刚说完四周的地面突然发出一阵晃动 地旁的陈大寂静地立即爆出一道骨髓 我靠 这是怎么了 老大不愧是地震了吧 就在二人好奇之时 不远出一群学生衣着骗驴的向外跑去 救命了 地震了 哎呦赵死你的屁股真白 我靠 你给老子滚你个死变态 就在他们吵闹之时 一个柔软的躯体撞入九难的怀里 待他看心怀中的人之后惊讶地喊道 徐芳草你怎么了 不等他说完便发现徐芳草身穿着粉红色的睡衣 两处修长的头发披在双肩上 这一看使得九难面颊修红口中 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 见此情形 徐芳草也是害羞地捂住身躯 娇称地喊道 爸同学你别看了 九难文言立即抬手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的 说着便将自己的校服脱下屁在徐芳草的身上 先把衣服穿上 不然会冻感冒的 接着二人便缓缓地靠在一起 尽到只剩下蓬蓬的心跳声小动的 可还没等他们有所工作之时 不远处的山区里一阵爆炸声瞬间炸起 接着周围的晃动声越来越频繁 地面如珠网般裂开一条条缝隙 一股紫色的气体从地面冒出 九难见状当即响起了爆破子中的祭福 这 这不是传说中的地龙翻身吗 而如今地龙翻身引起了地底世界骚动 直接将古墓里修炼千年的脏东西提前释放了出来 正在处理此事的周冠主面色一惊 大事不好 天雷落地 地龙翻身 里面的东西要出来 说着便指挥骑马教授 老马你快点先疏散里面的工人 不然等脏东西醒来就来不及了 马教授文言连忙招呼起周围吓尿了的工人逃命 你们都别管那些财务的保命要紧 见人群都疏通完了马教授疑惑的问题 周冠主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老道士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我要是走了这附近的村民怎么办 如今就算是豁出性命 我也要把里面的东西镇住 说着就朝墙面裂胎的缝隙跑了过去 临行前嘱咐身后的小道士 若我回不来了 你就赶紧通知话九难小友 他身边那位灰老六 是有大本事的出马仙家 小道士听后伤心地喊着 师父等等 我和你一起对付那张东西 说着便要跑过去 马教授见此情形一把将他拽住 你师父都没有把握你去了 也只会送死 要想救你师父 只有去求话小友过来帮忙 这话瞬间点醒了小道士 对 去找话九难 他有办法救我师父 我这就去给他赔礼道歉 只要他能来救我师父 我给他下地磕头都行 说完便向远处狂奔而去 只有马教授独自一人 站在原地看着鬼气明暗的墓穴 祈祷这场灾难能尽快结束 而此时另一眼 陈大记一脸愉快地 跟龙婆述说着学校里的事情 不不 昨晚学校地震了 校长让我们回家休息 这下舒服了又能好几天不用上课 然而一旁的龙婆 却是眉头紧皱口中不停地嘀咕着 地龙翻身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就在几人闲聊之时 一辆新能源拉斯特飞速地停在了院内 陈大记听到刹车声 立马走出门查探 只见小道士一脸狼狈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见此情形陈大记气不打一处 先前被小道士羞辱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现在被他找了过来 这让原本先天好作的大记立即紧握拳头 咬牙切齿地喊道 我靠 你怕马竟然还敢追上门来找事情 老子今天必须胖做你 让你知道山上的花为什么这样红 说着便要一拳打出 久难见状连忙惊呼道 大记等等别动手 你不是他的对手 可不等他说完 陈大记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落在小道士的脸上 随着几滴鲜血地洒落 小道士的面庞上瞬间就破了下 而陈大记却是一脸惊讶地愣在原地 口中支支吾吾地说道 嗯 你怎么不躲开 而呼平却默不作声 两行轻泪从脸颊上发过 见此情形陈大记肝大地嘀咕 你该不会是要噩我吧 这可是你自己没躲开的 可不等他说完 只见呼平缓缓地朝他们走过来 陈大记见状赶忙躲在久难身后 口中支支吾吾地喊着 你这是练了金钟罩铁布山吗 老大你快接力干死这个瘠独子 见呼平不为所 九难也是一脸疑惑地询问的 你来我家要做什么 话音刚落只听喷的一声 呼平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话施主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民原谅 你答我也行 骂我也行 只求你能尽快去救我师父和马教授 求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了 说着他的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一出 见此情形九难立即上前准备将他扶起 口中焦急地喊 你掀起来 这可使不得呀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不必如此 一旁的陈大忌也跟着附和他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都这样了 我们可不会再就这一点小事不放 这话说的呼平心中一满连忙感激的 谢谢你们的匡风大量 见事情也要缓和 九难当即询问起事情的缘由 你刚才说就你师父和马教授是什么意思 古墓里的东西即将出来 我师父和马教授已经心存死至 要为大家拦住那脏东西 就在呼平还在叙述之时 突然一道碗筷摔落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什么 你说那大纵子出来了吗 龙婆的身影从屋内走出 九难见状担心地说道 婆婆 这件事太过于危险了 还没等他说完龙婆就将他把关 小九 陈老头最后说的话你还记得吧 一想到李老头的离去九难悲伤的他道 当然 爷爷说过谁要敢祸害咱老百姓 就算死后也要和他拼命 龙婆听后心满意足地夸赞道 没错 所以这件事咱家余定要管 绝不能让那畜生爬出他 迫害着十里八村的乡亲 九难心领神会地点头道 婆婆我懂了 我这就和孤平去屏幕处理那东西 说着转身便要离去 可龙婆却一把将他拉住 小九 你还小 听令的事情还轮不到你 婆婆去就行了 没错我们这些老的去就行了 臣妇拿着锅罗手机从院内走出 口中还大喊着 小李 立刻马上给老子去把所有的雷管都拉到古墓那边去 老子要炸死里面的屏幕子 什么 怎么炸 你他妈这种问题都能问出 老子把炸药绑自己身上掌 这脏东西想弄死我 我就先弄死他 说着就一把挂掉电话 接着宽厚的大手摸上陈大忌的脑袋 小别犊子 你们都别去了 老子要是回不了 你还得好好照顾你妈呢 就在大火商讨之时 五仙家的声音从外头缓缓地传了过来 此等大事 小先生和龙婆不叫上我等岂不是见外 我等愿助小先生一臂之力 话音刚落肠怀缘等人的身影便气气站在了屋外 见仙家都过来了 九难欣喜地回了一里 你们也来了 那这次赢的希望就大得多了 龙婆见状连忙笑着迎接到 多谢诸位仙家的相助 老婆子在此谢过了 说着便要弯腰行上印 见此行刑胡飞儿立即上前将他扶住 婆婆您年纪大了 快坐着休息吧 孙女给您垂垂背 这话说得一抹羞红袭上了胡飞儿的脸颊 龙婆听后笑着夸奖道 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个便宜老婆子我就这样了 一旁吃瓜的胡青山缓缓地叹了口气 女大姑中流望 陈大忌也是一脸见笑的 老大 这么好看又孝顺的姑娘 你可真是有福了 可惜就是屁股太行 一看就只能生个闺女 不像我家里云屁股大能生男娃 九难被这言语调侃的满脸羞苦 大忌你胡说什么呢 她只是感激我治好了她的腿伤而已 攻击中充满了暧昧的气息 九难连忙甩出两个大臂都打在自己脸上 将自己从这气氛当中拉回 接着便开口规划起 怎么处理屁幕那个事 既然诸位已经到齐了 那咱们就赶快去对付墓里的脏东西吧 吴青山听后当即白手表示 小先生不急 我家老祖宗说了 那畜生昨晚被九霄神雷轰了尸身 他最少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出来 说到这 长怀元也接上了情报 白无畏兄弟也去古墓那边镇守 以他的本事拖到我们赶过去完全没问题 咱们先商讨下如何对付那家 见当下情况都对几方有利 九难兴奋地表示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趁着那东西还没醒 趁他并要他命 就在众人谈话之时 一个尖锐的声音插入其中 就是这 就是这 他们都在家了 此净荒荡一声院外的大门被人推 副镇长刘平一脸不屑地喊道 你们都赶快出来 赵县长来你们村慰问困难货 现在抽到你们家 都快点跟我到门口迎接一下 见事情被打断灰老六面露粉色咬牙切齿的喊道 你算什么东西给老子滚出去 说着便抬手一挥 一道透明的气体瞬间打了出去 刘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得倒飞而出 只听喷咚一声 他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但刘平仿佛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口中依旧不停地叫嚣着 混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一会来的赵县长权力有多大吗 就当他口吐芬芳之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过来 王八蛋你咋胡说什么呢 而刘平见了这男人立即支支吾吾地嘀咕的 赵 赵县长您这么快就来了 经过一番教育过后 赵县长笑着解释道 在下赵爱国贸位登门拜访 打扰大家了 请问哪位是龙婆婆 龙婆文言谨慎地站在九难面前 随后缓缓地回答 我就是 请问赵县长找我有何事 还没等他说完 赵爱国一把握住他的手 龙婆婆我儿子是您家化九难的同学 如今得了怪病还请您千万要救救他 九难听后心中意尽 难道你说的是赵飞 赵爱国文言点了点头 缓缓地说道 没错犬子正是赵飞 见此人是九难的同学龙婆叹了口气 随后便招呼几人来到院内 说来也是奇怪 赵飞原本三百斤的身躯 如今已然变得骨瘦如柴 而他身旁还跟着个披着袈裟的僧人 对此一旁吃瓜的陈大鸡精地爆出一口火翠 我了个大曹 赵胖子你这个事迫害了多少梁家妇女 怎么折腾成了这样 而奄奄一息的赵飞已然失去了口舌之便 口中喘着粗气解释道 我这是被脏东西折腾的 前几天我在学校寝室里无意冲撞了鬼兵 后来听话九难说可以去寻求高人来解脱这事 可是我爸却不相信这些 可还没等赵飞等了说完 赵爱国便将他打断 我原本以为这孩子是信口不说的 后来带他去了医院检查 但医生都说他身体没有一本毛病 还他妈不忍心看到这样 就带他去了千灵谷刹金光寺 说着就将手指到一旁的僧人身上 这位就是金光寺的主持大师 阿弥陀佛 那日小施主一家刚踏进庙门 庙中的青铜香炉便发出阵响 带他们走进佛堂之后 大殿内供奉千年的佛像 竟然裂开数条缝隙 裂缝中传来阵阵诡异的笑声 这种情况我等也是第一次碰见 接着我便招呼僧人们结出佛印 念诵经文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诡异的笑声越来越行 这圣人的一目睛的和尚们 纷纷指责赵飞 小施主你年纪轻轻 怎会招惹此等凶物 居然能冲撞佛祖精神 引出千年前被镇压在地底下的魔头 赵飞文言也是一点惊讶 什么凶物魔头的 地旁的赵氏夫妇二人焦急不语 大师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而住持却是面色凝重地达到 我们金光寺虽然是有正统修行传承的寺庙 可小施主招惹的东西太过于凶狠 我等也是无能为力 听到这话赵飞当即不买账了 爸妈 别求这些没本事的和尚 咱们去找话久难 他奶奶是这附近最厉害的出马弟子 只要他出手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事的 住持文言立即笑着询问 小施主说的可是龙婆婆 他可是北国最厉害的出马仙 要是你们能请动这位女佛萨 说不定四中的那个魔头 都有希望被重新镇压 就当几人谈话之时 寺庙外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缓缓传了过来 赵飞立即来到门凤前查看 只见顾远出那队拿着冷兵器的阴兵 迈着步伐整齐地向他们走 这一幕吓得赵飞鬼哭狼好了 完蛋了 鬼兵又来了 住持文言立即指挥道 小施主一家请快快推到佛祖脚下 我来护你们周全 说着几位僧人便捷出佛 硬将经文念诵而出 只见一道道法硬将他们包裹在内 可屋外的鬼兵却没受到影响 依旧不停地拍打着大门 随着鬼气缓缓地透入进来 住持的口中渐渐溢出一道血迹 但他却依旧牢牢地站在众人面前不为所动 口中还不停地安抚他 诸位挺住 只要等到鸡鸣天亮 我们就能去找龙婆了 说到这老和尚心有余悸地叹了口气 阿弥陀佛 幸亏那些鬼兵畏惧佛祖不敢进 这才让我们侥幸得了一丝生机 陈大忌听后却是惊叫一声 我靠 这不扯淡吗 古墓里的大粽子还不知道怎么对付 这寺庙里又多了 赵飞见事情貌似对他不利 于是急忙恳求道 先别管墓里的东西 先看看我吧 我都快不行了 对此陈大忌也是毫不客气地吐槽的 你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带那块九翘鱈鱼狗 这话说的赵飞陷入了疑惑之中 不是都说玉能保平安的吗 我这块玉养得这么好 都这么红润了 怎么还会害我呢 说着便拿起玉器看了起来 久难见状一脸甘大的解释道 你那九翘鱼可是堵在死人下面的东西 而且那不叫红润是血光 你想起先前对玉器的爱不是谁 赵飞立即就想把板水都给吐了 可不等他有所动作 龙婆便开头打断道 等等他这情况不太对劲 九翘鱼只能夺取活人阳心灭人阳 使人们气韵消减 却不会损害活人阳兽 而你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德作死 做了丧了良心的事情 如今有苦主要回来向你索命 说着便一把掐住赵飞的人中查探了起来 接着便开口呵斥道 天人五衰 你这是天人五衰啊 赵飞闻言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婆婆我可没有害过人了 就算是欺负同学我也没下过重手了 这话气得龙婆猛的一拍桌子 都这时候了 再不说实话就没人能救的了 一旁的主持也是敢往复合的 阿弥陀佛小施主还是坦白说出来吧 而赵飞却是一脸茫然地解释着 我 我真的没有害人了 见儿子都这样了 赵飞的母亲立即开口道 我知道这事的缘故 可还没等他说完 赵爱国就一把将他拦住 你疯了呀 这种事情别乱讲万一传了出去 我以后还怎么往上攀升 这举动惹得舅子心切的赵母一把将老公推开 声声声 你整天就知道自己的前途 你的前途比我儿子的命还重要吗 说着便跑到龙婆跟前解释道 这里确实有一条人命 但我发誓我儿子真的不知情 赵飞文言惊讶地喊道 什么人 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母缓缓地叹了口气 将事情的缘由说了出来 小飞你还记得凤梅吧 赵飞听后一脸迷惑地询问了 难道这是和她有关 这话说得让一旁吃瓜的陈大忌 立即趴到酒难耳边说起了敲敲话 听说赵飞搞大肚子的那个女孩就叫赵凤梅 赵飞这小子不会把人杀了灭口 可不等他把话说完赵母接着说道 当初赵飞在城里上学时 因为一时的不懂事 和班上的一个叫凤梅的孩子做了错事 事发之后凤梅父母就带着女儿搬到了隔壁县城去了 当时我们家给了他们五万块钱 还给凤梅的父母找了份体面的工作 我们就希望能替赵飞这臭小子赎罪 让凤梅打了小孩后能够重新开始 可坏就坏在打胎的时候 那孩子由于身体虚弱腹腔大出血 经过几番抢救也是没有醒来撒手人寰 这母子二人一尸两命 当时我们怕影响赵飞读书 就没把这事情告诉她 只是偷偷给女方家送去了二十五 可没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一档子是 龙婆听后忍不住开口呵斥的 糊涂啊 人命关天 这是用钱能摆平的吗 赵飞本就被九窍邪狱夺走了阳性恋了阳 再加上这笔涅债 报应立即就找上门了 赵飞父母文言立即跪下恳求道 龙婆婆除了这件事 我家再没做过其他妹子良心的事情 只要您能保住赵飞一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 见此情形龙婆叹了口气 沉思片刻后开口说道 我也听说你们一家在县里算得上证的 可是这终归是一条人命关子 我若求仙家护下赵飞 死的那个姑娘的姓名又算怎么一回事 她岂能消了那股怨气 怨气不消 她就没法投胎转世 这就是因果报应 这最后一句话是龙婆吼出来的 必想到那个女孩的往死 她就气不打一处 而赵飞听到这话愣愣地呆在原地 口中不停地嘀咕道 转世投胎 转世投胎 凤梅真的已经死了 原来是她来找我索命了 说我对不起她 行了这件事谁也别谈话 大不了我跟她去 一命赔一命 说着便要朝冤外的木敦撞去 九难见状连忙将她拉住 你先等等这件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要是按照刚才所说的 来找你索命的应该是那个叫赵凤梅的女鬼 可怎么会是鬼兵呢 这话说的赵飞那乳蛋一般的脑子直接猛 你赶紧说 别绕着弯子我听不懂 九难促着下巴黄反打倒 我担心这事是冤魂被人给利用 魂魄被人勾去做了坏事 这话说的龙婆当即附和倒 没错就算女人一师两命怨气冲天 也不可能拥有差遣阴兵的能力 难不成她腹中的鬼因带有来历 一旁吃瓜的陈大忌听后一步地询问道 婆婆要是按照您这么说 这小孩子还没出生怨气就这么重 竟然还会报复爹妈 对于阴阳鬼神一师龙婆也只能叹了口气 没见天光的胎儿被打掉后 只有等她在阳间拥有的寿命到了 才能拥有再次转世投胎的机会 在这百十年间里 她的魂魄只能在地府遭受苦难 你说她会不会恨那些打胎的爹吗 这话说的陈大忌惊讶地喊道 地府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 神仙不知道 但十八层地狱是真的有 所以平时千万不能做损应得的事 见陈大忌一直在问一些无关的事情 烦着龙婆化九难当即呵斥的 大忌你别打岔了 还是先救赵妃要挤 赵母在一旁担心地喊着 没错没错 这是要不是凤梅那孩子的意思 我家赵妃是不是就有救了 龙婆听后转身就走向供奉仙家的堂口 这是交给我 我先问问归地堂的仙家 说这龙婆手握相助恭敬很得 人命关天 是有权益 还请堂口速速跑一趟因斯蒂夫打开消息 说完龙婆便将相差好跪在原地等待信息 陈大忌见到这场景好奇地问道 老大归地堂是什么 九难文言耐心地解答 出马先分四梁八柱各个堂口 四梁指的是 乌黄长 清风 清风即是哄死鬼 八柱则是指 扫看窗户 通天归地 关爱探兵 这八个堂口他们有不同的能力和职责 其中归地堂是负责向地府传达信息和查询消息 话刚说完供桌上的香柱刚好烧完了 龙婆健壮颤颤巍巍地爬了起身 可当他刚站了起 脚下却因为跪得时间太长 软绵绵地就要倒下 胡菲尔健壮连忙上前一把将他扶住 接着轻声说道 归地堂的前辈答应替您打探消息 婆婆您不必着急了 龙婆听后一脸笑意地表示 好好好 乖孩子 还是丫头知道疼人 以后不如就在婆婆这里住下 胡菲尔文言一脸羞红地看向九难 这恐怕不太好吧 龙婆心领神会接着转头询问 小九 菲尔要住下 你不会不同意吧 九难听后口中支支吾吾的说道 这怎么合适 接着心里便想道 他是胡仙家的掌上明珠 怎么能让他住到我们这来帮我照顾婆婆起居 胡菲尔感受到了九难的意思 双目含着一抹商议 既然小先生不愿意那就算了吧 见此情形九难急忙喊道 等等 谢谢小先生 九难被这场面刺激的小脸一红 心脏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吃了一嘴狗娘的陈大忌当即开口道 婆婆既然归地堂的仙家答应去打探信息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消息 见大忌对仙家如此没有礼数 龙婆立即呵斥道 急什么急 这种是少则一两天 多的十天半个月都有可能 可不等龙婆把话说完 舅子心切的赵爱国当即打断道 龙婆婆我们家赵飞可顶不住十天半个月啊 她现在已经半死不活了 龙婆听后缓缓地烫了口气 放心我会让你们一家住下 暂时保住这小子的性命 赵家夫妇闻言立即双膝跪地口中不停地感激道 谢谢您 谢谢您事成之后 我们一定会多给您捐些香火钱 这话说得龙婆气不打一臭 老婆子帮忙不求你们回报 真想要报答我 就老老实实地做个好官 照顾好这些富老乡亲们 赵爱国听后惭愧地拘了一躬 我一定记住您的教诲 当个好官造福百姓 这件事情已然解决 龙婆当即开口打了道 我们这小院住的人太多了 你们先回去吧 这些事情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处理的 不平听后立即感谢 多谢龙婆婆 那我师父就拜托您了 一旁的僧人也是恭敬地行了一礼 难无阿弥陀佛 小寺中的魔头若是破风而出 还需女菩萨请先家出手将她镇压 龙婆闻言相互回礼道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任何妖物出来祸害百姓的 随后几人便离开了此地 见人都走开了 无非来到龙婆跟前说道 婆婆 我听家中长辈议论过 金光寺里面镇压的鬼佛无面可不简单了 相传在唐朝时期 当时修行之风盛行 鬼佛无面原本是个气阴 后来被金光寺的方丈给收养 并给他赐名法后无面 无面从小机智不仁 方丈待他视如己出 师兄弟也对他爱护有加 而且无面本性自卑 年纪轻轻就精通佛法 因此方丈早早就放话 要将方丈之位传授于他 原本这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变故就发生在无面18岁年 老方丈即将作画之时 将所有弟子传唤到了身旁 法界 你是贫僧的大弟子 金刚寺方丈的位置就传给你 这一段话深深地刺激到了无面 早就将方丈之位 视为自己囊中之物的他 万万没想到师父 竟然根本没有让自己接班的意思 无面顿时生出心魔 一股滔天煞气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这巨大的落差感 使得无面心生磨面 在无面给师父做完法事后 便将自己关在禅房内 三个月未曾出过门 师兄弟们本以为无面只是伤心过度 没想到在一天夜里 无面终于控制不住心魔 体内的邪念泛滥 饿得一面终于爆发而出 那一夜他用带毒的匕首 残害了四里所有的僧人 甚至还凌迟处死了 成为方丈的大师兄 只听他口中不停地讥讽道 为什么 为什么都要耍我 你们都活该 这都是你们应该的 无面在宣泄完了仇恨之后 竟然还不满足 在此后的三个月里 无面在佛像跟前 残食同门的尸身 这滔天大醉影的四外天雷风 等他吃完最后一具尸体之事 佛堂内电闪雷鸣 五佛落泪 见到昔日跪拜的佛像 掉下眼泪 无面毫无悔改 这一口中怒骂道 哭哭哭 你是心疼这些戏耍我的和尚吗 他们个个都死有余辜 此话一出 佛祖是相当即猎 还受到猎风 只听他的一声 百米大佛音声破死 无面踩着石块放声大笑 我呸 一堆烂石头也呸 让我天天进来 在泄愤完之后 无面便来到屋外 对着空地打喊道 既然成不了佛 我便化为封魔 势必图进天下佛门 然而不久后 恢复一丝神智的 他注意到屋内那封带写的书信 在看完之后 他才醒悟 原来老方丈把最好的都留给了他 只有这封信无面 就能去佛门圣地五台山进修佛 这是金光寺三代人 努力数百年才争取到的名额 无面反复读着信封里的内容 一会哭一会笑 笑得吐喜 哭得泣血 三日后无面挥刀 结束了这一生的罪恶 他死后原地化作利鬼 自好鬼佛 因觉得没脸面对世人 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无面 为了防止他继续心中作浪 残害百姓 五台山里来的佛门高僧联手 将他镇压在金光寺的佛像底下 经过千年的度化直到今天 在听完胡菲尔讲完这段悠久的故事后 陈大激精的冷汗直流 我靠 这家伙可真是个大变态啊 一旁的胡菲尔也是复合道 没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也很担心婆婆去处理这事 而龙婆却是笑着安抚道 怕什么 兵来将党水来土焰 只有九难坐在一边 心中想着对付鬼佛的计策 婆婆年纪大了 怎么才能替他解决鬼佛无面这个麻烦呢 阴阳鬼兵本是太平道张角手下 所向披靡的黄金军 可他们在看到化九难的第一眼后 就被吓得屁股尿流 只因他有个即将修炼成仙的 蚂蚁姥姥坐靠山 更是被五仙家称呼为小先生 而如今这群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敢欺负到九难的头上 阿姨姥姥和灰仙灰老六 得知此事后当即赶了过来 九难见状笑着欢迎的 姥姥 灰六哥 你们怎么来了 这话说的灰老六笑着打道 小先生 我等算到今夜将会有鬼兵降临 我便喊上姥姥一同过来保护你们 九难听后缓缓地松了口气 随后便说出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 时不相瞒金光寺那边也出了问题 被镇压千年的鬼佛无面即将破坏封印 可还不等九难把话说完 墙壁上挂的石钟突然响了起来 龙佛文言立即提醒了 不好 此时已到 阴阳交接之时 大家小心他们要来了 话音刚落 只听路远处烟雾缭绕 一群披荆带甲的士兵缓缓走不出来 他们步伐一致声势浩荡地走向院内 可不等他们靠近一阵浓雾将他们迷得晕头转向 正在吃瓜的陈大忌当即嘲笑等 这些鬼兵长两眼睛干啥似的 这么大的门都看不见瞎转有啥呀 九难听后鼻翼地回着 你可不要乱说话 这是松老在保护咱们 陈大忌闻言下的双膝跪地口中显示道 是小子不会说话嘴见 松爷爷这是护着咱 帮咱们把那些鬼兵都打结一顿 看他们那狼狈呀 狠狠地敲他们一笔 这话说得慧老六哈哈大小 你这臭小子还真是个财民 我看他们恐怕是刚从古墓入爬出来 陈大忌听后好奇地问他 老神仙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听得懂他们说话吗 能不能教教我呀 见陈大忌如此好奇 会老六百了百首 来 想听鬼话道也容易我来帮帮你 说着一把抓起地上的黄土 塞入陈大忌的口中 只听花的一声 黄土入口的感觉 使得陈大忌挣扎不已 接着就听到周围鬼兵杂乱的喧嚣声 就传入他的耳中 我靠 我好像真的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 好像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九难为连心中一惊 黄天当立 这不是太平道的宣言吗 他们果然是黄金军 阿姨姥姥抬手表示 这些黄金军一看 就是墓里那脏东西所操控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 那东西到底是三兄弟里的哪一个 一旁的灰老六开口道 首先可以排除张角 若是他成了气候 那必定是惊天地的大事 恐怕地府的高人 早就过来查看秦鸿 就在二人愣在原地沉思之时 龙婆带着浑身颤抖的赵飞走了过来 这 这就是第一次来找我的鬼兵 说完这句话赵飞都快被吓妙了 九难文言好奇地询问的 难道他们每次来找你的样式都不一样吗 一提到鬼兵那圣人的场景 就出现在赵飞的脑海 第一次来找我的 就是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脚 第二次过来的鬼兵 个个都装备金娘 可惊什么 陈大忌听后心中一惊 接着大喊道 难不成你把两个女人的肚子同事搞大 而且他们还都死 你小子也太猛了吧 这不合时宜的玩笑戏的 久难开口喝赤道 大忌你别什么事都往下三路去走 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只听不远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慢慢地向他们靠近 定睛一看只见一群穿戴整齐 身披盔甲的士兵走过来 见此情形 蚂蚁老二大吃一惊 居然是百战兵魂 这玩意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归老六也是一脸严肃地询问赵飞 臭小子你到底得罪了谁 竟然能拧动这兵魂 而赵飞此事已然被吓破了 口中不停嘀咕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该说的我都全部说了 见问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 九难趴在幕门前观察着院外的兵魂 大家别着急 他们也被松老的竖法影响 暂时还找不到院门 话音刚落 兵魂中的头目突然大喊一声 接着只见他身后所有的士兵 都将手中的盾牌砸落在地 随后摆出一个进退有度的战斗方式 这场景看得智商250的陈大忌连忙寻问道 老大 他们这是要干嘛呀 在他下方的九难接话道 他们应该是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 正在列阵抵御看不见的敌人 不愧是百战兵魂 这作战能力真是令人佩服 院外 嚎叫声不绝于怨 兵魂和鬼兵呈现出了对立面 接着鬼兵们吼叫一声 随后举刀就冲了出去 一时间院外刀光剑影双方打的不可开交 不多时装备精良的兵魂便占据了上风 鬼兵们被打得丢盔卸甲仓皇而逃 见到这一幕的陈大忌顿势胆气地说道 这兵魂也太能打了吧 鬼兵在他们手上根本过不了三个回合就被打回了虹目 难道今晚的事就这么被解决了 一直被挤在下方的九难缓缓地吐了口气 还是先进观其变了 现在这场面不能太早下定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群魂兵一直盘旋在院外没有任何进攻的动作 这搞得原本都是激昂的陈大忌一直打着 这群兵魂都绕了两个半小时了 我们这院外都被他围得严严实实的 但有松老在这里 我看他们是找不到进来的方法 要不今晚就散了吧 放我回去睡觉吧 可不等的话说完 院外突然传来一阵怒吼声 接着四周开始地动山摇了起 九难被这场面惊得愣在原地 只见不远处两个身强力壮的战士 带着一群鬼兵冲了过来 蚂蚁姥姥健壮惊呼一声 这是黄金力士 一旁的灰老六文言立即复合道 没错 他们正是太平道三大秘书之一的黄金力士 鬼兵带着他们回来报仇了 说着只见兵魂愣愣地看了一眼浓雾中的军队 接着就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转头就跑 本以为会是一场地府和阳间的大战 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见到这一幕的黄金力士 顿时呆呆地看着落荒而逃的冰魂 而陈大忌也是恨铁不成钢地吐槽的 我靠 这帮冰魂怎么就这么跑了 剩下这么一大堆麻烦留给我们 松老他扛得住吗 这话立即引着蚂蚁姥姥呵斥的 臭小子你瞎操什么心 虽说已多能够咬死相 但再多的蚂蚁也伤不到苍龙一心弹 接着就见姥姥头顶上方的松树枝 轻轻地晃动了下 仿佛是点头默认了这段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金力士也陷入了死循环中 他们纷纷被松老的树法迷惑 在院外不停地转着圈圈 一直找寻着进入院子的入口 见此情形久难道吸一口凉气 松老果然厉害 这样我们就能平安地度过今晚 一黄眼时间便来到了清晨 随着鸡鸣声响起 阳光从东边一路普照了过 被困住的黄金力士 瞬间被阳气灼烧得滋滋作弃 他们纷纷看向周围 想要找到出口逃离 接着领头的那个力士 注意到院内的那颗万年松 随即便带着一众小弟 跪在地上不停地囚牢着 这怪异的荧幕 看得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老大他们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看抢劫不了他们 改磕头要犯了吗 这段话直接让九难无于死 他们这是求松老开恩 扰他们一命 开什么恩 松老又没打算杀他们 可不等陈大忌把话说完 只听松老缓缓地叹了口气 随后原本为在院外的雾气 瞬间破开一道口 见逃跑有望 黄金力士在磕完最后一个响头后 也跟着队伍逃离了此地 这大度的一面 你是让九难佩服不已 松老慈悲 不然只需半炙香的时间 这天地之光就能烧得他们魂飞魄散 一旁的赵飞闻眼紧捏着拳头口中大喊道 就该让他们魂飞魄散 不然我这小命岂不是不保 九难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就算杀了他们也没有用 从昨晚的情况来看 你惹上的麻烦有点大 能调动百战魂兵的人物 少说也是个鬼将军 你自己说说看 你到底怎么惹上这样一尊杀神的 赵飞闻眼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一脸茫然地表示 我根本不知道 见他确实不了解情况 九难点了点头 没事我们暂时还能保住你 但是千万不能走出这个院子 不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负责 这话说的赵飞连忙感谢了 放心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好好伺候龙婆婆和松老 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不必伺候老婆族 只要你今后本本分分做人就行了 话刚说完一道 清风从几人眼前飘过 龙婆立即大喊道 归地堂的仙家回来了 你们先等着我去听听消息怎么样 说完龙婆便来到供奉台前 聆听着仙家的信息 不多时就听龙婆恭敬地感谢道 多谢仙家指点迷惊 赵爱国见龙婆从蒲团上缓缓起身 口中焦急地询问道 沈子我家阿飞的事情怎么样了 龙婆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查清楚了 赵飞这小子惹大祸 被打掉的那个孩子乃是非将军李广的部将转世 如今李将军正在地府发怒 要找你们赵家算账 赵爱国一脸震惊地问道 是那个被称为涉事波虎的李将军吗 龙婆点头示意就是那人 得到答案的赵家夫妇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一旁吃瓜的陈大忌却是疑惑不已 老大 能解释下吗我没听明白 久难无奈地解答道 李广是西汉时期的名将 守卫边疆驱赶匈奴 被世人称为非将军 传闻他最后一战因为迷失了方向 和三个部将百名轻卫军一起修奋自杀了 说到这 一旁的胡菲尔也是一脸敬意地说道 我听家里的长辈说过 这位非将军因为是自杀而死 六星系国土 所以死后并没有进入地府转世 他和他的百名轻卫军一直待在阴阳界一处小渔山附近 协助阴司地府追捕逃出来的鬼怪 十乃大中大义之人 赵飞听后下个一屁股坐倒在地 口中惊慌地喊道 这不玩毒子了吗 老子是不是彻底没救了 见此情形赵爱博一脸谨慎地询问道 老婶子你看这样如何 我替赵飞给李将军的部将偿命 就算让我下十八层地狱也绝无怨言 这话说得赵飞立即抱住老爹 爸我不用你替我还债 我豁出去一条命 你和老妈还能再生一个 见他们一家在仙家面前吵吵闹闹 龙婆当即呵斥的 行了 都别要死要活的 还没到那一步呢 咱们出马弟子 对付恶鬼请仙家 应付终魂讲道 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听我的安排 这关能不能走得过去 就看今晚了 说着便吩咐起众人 爱博你去隔壁村的棺材铺 买六对纸人 一定要三男三女 还有记得要说清楚 是老太婆我要的 必须是刘掌柜亲手扎的 记住了 这一路上不管是谁叫你的名字 你都千万不要回头 赵爱博听后回头表示名乱 龙婆婆您放心我记住 见纸人的事搞定 龙婆转头对着九嫩说道 小九 你去买一捆黑纸 一捆红纸 两根白蜡烛 要最粗的那种 九嫩应声回道 好的婆婆 见所有人都有事情做 陈大吉一脸疑惑地问他 婆婆那我干啥呀 有什么事是我能帮忙的 龙婆闻言笑着回道 忘不了你的 你带着赵飞去后屋洗澡去 一定要把他洗干净 再把他全身上下的毛都剔下来用纸包 姥姥有大用 见自己的任务只是帮别人洗澡 陈大吉催了一口 接着一脚踹在赵飞的大屁股上 走吧死胖子 老子还得伺候你 赵飞边走边嘀咕着 婆婆 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怎么听着像是杀猪啊 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放心吧 只要你听话 老婆子保证你不会像猪一样被杀了的 接着赵飞便被大吉一把拖向李吴拉去洗澡 不都是酒难就拿着东西走了进来 婆婆您要的东西我买到了 龙婆笑着接过黑纸将它折成衣服的样式 一旁的胡飞儿见状立即将红纸折成了一朵大红花 婆婆 您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 请行龙婆将红纸币给酒难 小酒 去拿笔墨来 按婆婆说的话 你在这上面写好 记住千万别写错了 一个字都不行 接着便开始叙述道 聘书 安北省怀宁县赵家 金王张氏作媒 松老宝青 以赵家长男赵飞 见年16岁 与安北省怀宁县 赵家第一恋爱赵凤梅 见年16岁 递节清约 在酒难一首漂亮的毛笔字加持下 这封聘书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龙婆拿着聘书来到小松树跟起 松老 年轻人结婚是好事 小丫头想请您做个保亲行吗 话音刚落周围一阵轻风伐过 接着两个轻松夜缓缓地飘了响 只听刷的一声落在了那份聘书之上 龙婆见状笑着感谢道 就知道您老最疼我了 不会拒绝小丫头了 酒难看着眼前的荧幕心中一惊 婆婆您这是要让赵飞和那个女鬼成亲吗 龙婆听后转头回道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只能先试试看了 这话说的酒难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 今晚的仪式能够顺利进行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 赵爱国抱着六个指人走在回去的路上 周围阵阵诡异地叫声惊的他冷汗之灵 但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豁出了性命 接着只见他迈开不子狂奔 很快便跑回到了家中 沈子我回来了 我身后好像有脏东西跟着 龙菲尔见状一把将龙婆护在身后 见不得光的东西还敢在我婆婆面前放死 接着就见他拍出一道清光打在赵爱国身上 只听喷的一声一阵烟雾飘起 跟在后方的鬼屋被打得魂飞魄散 赵爱国见状连忙感谢道 多谢仙家出手相助 东西我带回来 说着便将指人递了过去 怎料指人身上突然掉落一张泛黄的符纸 上面用鲜红的液体写着 救 酒难见状愣愣地盯着发呆 接着便开口说道 婆婆好像有东西从指人身上掉下来 说着便要出去看看 就在这时已然洗完澡的赵飞被陈大忌带了 只见他一脸疲惫地吐槽道 我终于洗完了 这个死胖子真难洗 居然用坏了两条搓澡精彩搞定 对于陈大忌的诋毁赵飞当作没有听见 接着地上一包东西 婆婆我的体毛都在这儿 您要这个有啥用 龙婆听后立即打道 别给我 给你妈拿去 接着便分复道 把这玩意烧成灰火金面 要一边活面一边哭 眼泪一定要掉进面了 最后再捏个面完了 赵母听着弱弱地问了一句 沈子 万一我哭不出来了 你哭不出 你儿子就得死 龙婆说完便转身朝着院外走去 只留下赵母一人在那吊着眼泪 陈大忌见状立即询问道 婆婆这面娃娃有啥用呢 龙婆文言一脸不悦地答道 养魂 希望这样能消除李广将军的怒气 说完就对着赵飞喊道 就快十二点了 快去把衣服穿上 随着钟表的跳动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子时 此时的赵飞身穿红衣胸前 带着个大红花 一副新郎官的样式呈现在众人眼前 龙婆见状口中嘀咕着 还差了点东西 接着便拿出一分云针 随后抬手猛地朝赵飞刺了过去 这场面直接吓得赵飞面色黄红口中大喊道 婆婆 不要啊 只听哭呲一声 一点红星在赵飞眉间绽放 龙婆捏着带有一丝鲜血的云针点在面团做的娃娃上 这样就对了 刚好和你现在的样貌一样 赵飞听后长长地吐了口气 婆婆我还以为你要戳消我的眼睛 没想到只是要了我的一滴血 龙婆闻言确实一脸严肃地回答 现在别高兴得太总 别会的情况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说着便将手中的面娃娃放到供桌上 开始准备起做法是需要的东西 一旁吃瓜的陈大鸡一把老郭赵飞 口中笑着说道 要是情况不好你就跑到松老树下磕头 一定要磕出血的那种 松老心善 一定会出手保你一命的 九难听着无奈地吐槽道 大鸡 你小子就不能交点好了 就在几人闲聊之时 一阵阴风吹得周围呼呼坐下 接着只见蚂蚁姥姥 以及五仙家的身影浮现在众人眼前 见到孙子的蚂蚁姥姥率先开口道 大孙子 我们来给你助阵了 九难听后笑着答道 多谢诸位的相助 小九在此谢过 说话间 四周突然升起淡淡的雾气 不远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缓缓地传了过来 接着就见一个骑着鬼马 英姿撒爽的将军一步踏出 这气势阵的九难心头一惊 终于来了 好强烈的杀气啊 龙婆见状立即上前恭敬地喊道 老婆子见过李将军 可不等他把话说完 迎接他的竟是一连串的飞剑 接着就听一旁的传训兵大喊着 来人止步 不可冲撞将军大人 对于龙婆的礼仪马背上的将军张头表示 无须多礼 把人交给我便是 这话说的龙婆抬手一挥 就把九难几人布在身后 请恕老太婆不能从命了 将军此举不合情理法 但这不代表我们怕了谁 请你也放分重些 莫要得寸进尺 此话一出 场面瞬间变得十分凝重 双方人马纷纷动发出各自的气势 陈大忌率先站出打破了将军 老大我来帮你 说着就是一拳打在自己的敌梁之上 这举动搞得众人满脸黑心 心中一万头尼马奔腾而骨 而对方的士兵们见此情形 乐得捧腹大笑 哈哈 这傻小子真是笑死人啊 你怎么敢的 这么丢人现眼 可不等他们把嘴合上 一记气波便打得他们倒飞而出 李将军见状转头 看着大忌脑海中不停地沉思着 而陈大忌却是手握弹弓霸气地喊道 不服就接着来 我的邪可管用的呢 一旁的龙婆见状立即询问道 就算是纯阳之心 也不该拥有如此霸道的力量 你小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大忌听后却是一脸天真的摸着头 不不我也不知道了 就在二人讲话之时 先前嚣张无比的李将军开口喊道 都把兵器收起来 接着便跨步缓缓的朝龙婆这边走不过来 与其相比之前的凶悍缓和了许多 老人家你倒是说说 本将军来拿人给我兄弟报仇 何处不合情理法度 龙婆听后养的头一脸坚毅地说道 赵飞那孩子虽然是做了错事 但无论从因私刑罚还是阳间的法律 他都罪不至死 将军怎能凌驾于两界法律之上 妄动私刑 这话直接说得李广尴尬无比 老人家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李广一辈子中军爱了 我万不会无视法度 只是我那可怜的兄弟苦忍千年才能转世投胎 这机会却被这小子给浪费了 老人家您说这是又该如何处置 我兄弟的苦难谁来承受 赵飞被这气势吓得跪在地上不停地哀求道 李大将军 各位军爷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们便饶我一次吧 见此情形龙婆一步上前站在赵飞前方 李将军 这次的确是赵飞不讲理的 为了弥补这位将军 老婆子一家愿意用精血每日喂养他 给他养魂百年作为赔偿 说着便迈开股子缓缓地来到供桌前 借着一口咬开自己的指尖 随着一滴鲜血滴落 先前那个白面座的娃娃顿时迸发出震震绿光 将军 就算日后老婆子魂归地府 我这两个大孙子也会继续养着 直到他能够再次转世投胎为止 闻听此话的李广陷入了沉思之中 见李将军还不作声 一阵阴风吹的松树沙沙作响 仿佛是松老在急于紧躁 只见他手舞足蹈开心地飘向那冒着绿光的面团之中 接着便缓缓地融合在了一起 见此情形龙婆露出了一副欣慰的笑容 仿佛当初看到酒难时的场景又浮现而出 可不等他多想 李广那粗犷的嗓门打断了回忆 我兄弟的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另一个苦主还得你们来补偿 话音刚落 周围的鬼兵立即让开一条道 只见赵凤梅穿着死前那套病号服缓缓地走了出来 赵飞见状悔恨地喊道 凤梅 真的是你吗 凤梅 是我一家对不起你 而此时的赵凤梅已然变了模样 只见他开口凶悍地说道 你知道我有多疼吗 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我的痛 说着便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赵飞扑了过去 龙婆剑状立即掐出剑指 住手 休要伤人性命 只听趴着一声赵凤梅被击退开了 浑身鬼气绽放得他犹如厉鬼一般 你也要拦我 你们都是一伙吧 赵飞见状连忙安抚道 凤梅 你冷静点 别人老了婆婆 不然你小命会不保护 龙婆闻言立即柔声说道 别听这傻小子的 我不仅不会伤害你 还会帮你一个大忙 听到这话的赵凤梅咬牙切齿地喊道 帮我 你能怎么帮我 我都已经成了这样了还能怎么帮 见事情有眉目了 龙婆笑着答道 今天老婆子做主 让你和赵飞完成婚约 你可愿意啊 听到这话的赵凤梅直接愣在原地 口中不停地嘀咕成 完婚 我还有机会吗 龙婆见状连忙说道 成了亲 你就不必再做孤魂野鬼 一旁的赵飞也是复合道 没错没错 凤梅 我还一直惦记着你呢 闻听此言的赵凤梅陷入了沉思之中 而她身上的怨气正在不停地散去 我愿意 一声轻碎的女声打破了忌计 此时的赵凤梅已然变回了当初的小姑娘 胡菲尔健壮立即拿出早已备好的红嫁衣 新娘子 快来换衣服吧 说着便将嫁衣用火点燃 接着只见赵凤梅身上的衣服 瞬间换为了喜庆的嫁衣 见此情形龙婆立即拿出婚书将其点燃 赵家长男赵飞 见年一时六岁 与安北省怀宁县 赵家帝长女赵凤梅 见年一时六岁 第七 随着婚书的消失 赵凤梅手中亮起一道金光 金灿灿的婚书代表着 她与赵飞二人的婚约是经过天地的认证 接着龙婆手接见指点在赵飞的额头 随后将三只香插入她的口中 下一秒赵飞的魂体便从体内飘出 二人一脸喜悦地站在大红花前进行着最后的礼仪 看着这副场面龙婆露出一副欣慰的笑容 事情有些仓促 孩子委屈你 赵凤梅流着欢喜的眼泪笑着打倒 不委屈 多谢婆婆您成全我 而一介五夫的李广对此也是十分满意 接着抱群心里道 既然事情解决了便会 我等也不再刀扰 就此别过 众人闻言对着李将军恭敬的行为一礼 恭送将军 可就在这时 一阵号角声从远处传出 接着就见一群鬼兵迅速地冲了过来 领头的正是先前的黄金历史 见此情形李广立即大喊一声 以贼 其党望入阳间扰民 兄弟 随本将出村杀敌 说着便骑上马被带领将士们匆匆陷阵 这场面看得久难热血沸腾 黄金军动摇了大汉国本 这回李将军遇到他们 一定不会饶了这群邪碎 此时的战场上 李广单手拉弓 三根箭矢冻在弦上 只拼刷的一声 箭矢划破空气稳稳地扎入黄金历史的胸前 冠军之中取敌将性命如探狼取物 很快黄金军们便败下阵了 李广建状大手一挥 诸位不可懈怠 随本将诛杀贼手 九难文言立即大喊道 不好 李将军要去古墓找那个僵尸了 他恐怕要吃亏了 说着便迈开步子追了过去 龙婆建状立即焦急地喊道 九儿 你干什么去啊 和李将军这样的名将并肩作战 我死而无憾 我要去帮他 九难说完就跑没了意 见此情形 蚂蚁姥姥和陈大鸡一口同声地说道 大孙子 姥姥跟你一起去 等等我 我也要去 甚至连一向温柔可人的胡飞儿此时也笑着表示 婆婆 我也想出小先生的一臂之力 见众人如此态度 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去罢指示你们一定要平安回 而此时另一边的战场上 李将军拉着长弓不停地射杀着鬼 小刀是呼平捏着黄符布着身后的马教授 周围的刀剑声不绝于耳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响声打破了战场的炒棒 神师杀法 不必好强 先杀恶鬼 后斩夜光 和神不服 和鬼改大 急急如律令 周冠主刚念完咒影 一道火凤就出现在他的金钱箭上 随着一道凤鸣声响起 四周的鬼兵瞬间被震的魂飞破散 然而这么强烈的攻击并没有打掉他们的士气 依旧不顾死活地打算冲开着火凤护证 很快一个鬼兵便突破了进去 而前方的周冠主并未察觉到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九难大喊一声 道长响心 接着抬手一挥甩出一道皇服 那准备偷袭的鬼兵瞬间被打得跪地藏 周冠主心有余悸地感激道 多谢小友相助 花瓶也是一脸欣喜地喊道 你们可算来了 可不等众人多说几句 不远处的古墓内又涌出一堆鬼兵 周冠主见状一口咬破了中指 接着缓缓地在掌心处画出一道鬼 对付这等孽处 还不须小友浪费服务 神鬼欺杀猎 破杀猎 话音刚落一道紫雷在他掌心冒出 随着神雷的炸响 那嚣张的鬼兵瞬间被炸得一干二净 九难见状大吃一惊 跑一手纯阳掌心雷 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已然结束之时 周围的地面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接着只见一群鬼兵迈着整齐的步伐黄缓走出 五目入口处数以万计的鬼兵 冒着凶利的弘光看着他们 见此情形 九难被惊得冷汗之流 这黄金鬼怎么越打越多了 周冠主见状口中不停敌步着 事到如今只能用此束缚一线生机了 坐着便抓出一把黄斧 这举动下的小道士忽平连忙大喊道 师父不要啊 这样你会没命的 然而周冠主却不为所动 依旧一拳打在自己的胸膊 接着一口纯阳之血土在扶植之上 只见他首截见之口中不停念诵的 天火雷神 五方降雷 地火雷神 降妖出京 邪金速去 隐无地命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只听刷的一声 符咒被迅速甩向空中 一瞬间天地为之变色 雷霆瞬间袭剪佛有鬼门 一时间惨叫声 哀嚎声 响成一片 九难见状立即响起 报谱子中记载的内容 这是天罡五雷众 地旁吃瓜的陈大忌 也是愣愣地看着这一期 我滴妈 老倒是这么霸道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地图炮啊 可这高光时刻又能维持多久 周冠主不停地使用 自身精血维持天雷的威能 不一会就痛得口吐鲜血跪在地上 见自家师父倒地不起 忽平连忙跑到九难跟前砍球道 小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师父 见此情形 九难转头对着蚂蚁姥姥说道 姥姥 那个老倒是本性不错 您就不要再怪罪他们先前的冒犯 见自家孙子都过来求情了 蚂蚁姥姥只好点头答应他 那就听你一回 说着只见他大手一挥 一道忧虑的光芒绽放在他手心 接着一拳阵飞高台边所有的鬼兵 见危机解除忽平立即上弦扶起了周冠主 只听他奄奄一息地说道 那 那脏东西就要醒来了 这话说得胡仙家的胡青山开口质疑道 怎么会这么快 我家老祖先前曾说 这凶神可是被天雷击伤 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出世 可不等他话说完 周冠主便开口打断道 就在刚刚 里面的东西用散落的九窍邪狱 控制了七个活人进入墓里 他摄取了生魂 用七魂冲煞的方式 使得自己提前出社 这话惊得现场的众人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而李广将军却是一脸淡然地 往弧幕内走去 九难见状立即阻止他 将军且慢 里面的东西即将醒来 莫要进去和他拼命 话刚说完四周的地面 便发出正正行动 只听轰轰一声 地面瞬间破开一道裂火 接着一个血魂关 还被九阶铁链拉着从中飞出 犹如九龙阿关之势飘浮在空中 底下一众黄金鬼兵 将他顾得严严实实的 只见机器上描述着 太平 甲子大吉 人公将军 张 这场面经的九难等人冷汗直灵 这就是那古墓里的僵尸吗 果然是人公将军张良 接着四周便飘起了红色的血滴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震撼 就连一向沉稳的柳仙长怀源 也是眉头紧重 捂着口鼻嘀咕着 好重的尸臭味 而一心为了保护百姓的 李广将军立即大喊道 弟兄们 列阵 准备随本将杀敌 为了防止有一变突生 九难立即紫然道 将军稍安勿躁 现在情势不明 可不等九难把话说完 只听封的一手 那血红棺材的棺盖 竟然被震的倒飞而出 接着只见一条手臂 从里面缓缓地伸了出 张良那诡异的身躯 缓缓从棺材里站了起来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遂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良那干枯的口中念出 这段太平道的轩语 周围的黄金军立即有了回忆 呐喊声震动整个山头 李广将军见状当即呵斥的 乱臣贼子也敢在本将面前放肆 杀无赦 接着只见他抬手一刀 就斩断了身前的黄金鬼兵 这举动瞬间引着四周的鬼兵 全部朝这边靠路 陈大吉惊呼一声 我靠 那老将是出来之后 那些小鬼更多更难成 老大这该怎么办 好人要被坏人弄死了 话九难听后 立即指挥的 大家一起上 去帮助李将军捉拿贼手 此话一出 只见灰仙家化为一只通体灰色的大老鼠 接着一个猛扑抓住前方的鬼兵 只听咔嚓一声 鬼兵瞬间被撕得四分五裂 这场面瞬间点燃了柳仙长怀眼 接着只听一道龙银声响起 一条条青色的蛟龙虚影立即浮现而出 中场的瞬间蛟龙就张开血盆距 黄金鬼兵立马被他吞入腹中化为能量 我长家 主杀法 战场之上可不能让回家走去风头 说着只见他大手一堆身后的龙银 立即吸卷整个战场 而此时另一边 胡菲尔媚眼如丝 双目中紫光浮现媚态百出 周围的鬼兵瞬间被他迷惑 听我号令 傻 被媚惑的鬼兵立即举刀砍向同类 这时间究竟谁是敌我竟然分不出来 周围的刀剑声不绝于怨 就在这时 一个类似风火轮的球体打入了战场 一个照面便将鬼兵的阵型撞了四分五裂 诸位各显神通 那我白家和黄家便为你们互乎 话音刚落一群小刺猬 立即喷出阵阵独物 而黄仙佳直接掌截到预警 一道血色气体立即凝聚 接着战场上瞬间显现出一个巨型的龙卷风 一时间惨叫声 哀嚎声 响成一片 地旁吃瓜的陈大忌 也是拎起弹弓用着纯阳之血打着鬼兵 我打你脑门 我打你肚子 我打你裤挡 各种奇葩的词汇从他口中冒出 见众人都在奋力杀敌 九难站在远处尴尬不语 现在就没什么做了 怎么办 我也要上阵杀敌啊 但一想到自己目前的道法还不够娴熟 可能上去还会帮到忙 就在他犯难之时 先前到家抱谱子中猪邪的束缚 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有了 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大家 接着只见他一把拔出腰间的桃木剑 人后手节剑指口中不停念送着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持令剑 万鬼复藏 急急如绿令 五雷破销正法 出 话音刚落一阵天雷乍响 九难顿时赶到一阵头晕暮血 脑瓜子嗡嗡的 他的头顶上一个大大的雷字符 现在放空中 仿佛泰山压顶斑压的他喘不过气 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 一旁的陈大忌见此情形 立即开口询问道 老大你是不是想拉屎 这关键时刻上哪去给你找茅房啊 只有胡菲尔看出了顾群强的地方 他用了五雷破销正法 现在遭到反射了 这话经得陈大忌大喊道 什么反射 我怎么没听明白 五雷破销法是道家顶级的道法 施法者需要有大修行 大毅力 大应得加深 还必须心存正气 绝无邪念才能用处 就算是道家的天师 也可能会因威力巨大被反噬 胡菲尔刚说完成大计就开口打断了 老大 你没事吧 你开口回答我 而此时的九难站在原地一言不乏 身上的冷汗不停地流淌着 不多时他便双腿颤抖 随着砰的一声响起 地面瞬间被砸得四分五裂 九难咬牙艰难地支撑着 在这样下去要不了一分钟 我就要被压成肉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就在他即将坚持不住之时 他胸口处母亲留给他的家族 玉佩瞬间爆发出一道亮光 随后头顶上的压力立即就被清扫一空 见此情形九难下定了决心 必须趁现在将五雷破销正法放出去 接着他又开始施起了法咒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持令箭 万鬼复藏 急急如绿令 五雷破销正法 出 一念到出这个字后面就抢壳了 那股熟悉的压力感瞬间就侵袭了过来 怎么办 道行好像不够 法觉完全念不完 就在他沉思之时 一股鲜血从他口中标出 接着一股鬼天立地的雷霆之力缓缓地蔓延而出 周围打动的众人瞬间停止了手中的动点 纷纷转头看着身处战场中心的九难 八一老老金的张大了嘴巴 身为鬼仙的他感受到 这股雷霆一旦降临就连他都无法抵挡得住 同样为鬼羞的李广将军也是生出一股恒意 就在众人都准备看着张良即将被雷电活活劈死时 九难的全身突然传来一股良意 五雷破消法的反噬又来 像他这种道行不高的修饰 根本不能完全催动这只高法爵 随着时间慢慢推 他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九难艰难地握紧手中的桃木剑 接着奋力地朝前甩出 五雷破消法 给我出 黄金鬼兵们被他这一举动吓得抱头鼠窜 可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九难尴尬地沉思着 刚才不是出来的一点吗 怎么这回又没有动静 而在五仙家的眼中却是对九难充满了敬佩之意 胡青山率先开口道 小先生迟迟不肯动用雷霆手段 莫非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为老六听后立即拍着马屁 上兵伐谋 小先生辞举 目的在于攻心 让这些黄金鬼兵们不战自恐 而九难本人却是急得冷汗之流 糟了 再单个一会 黄金鬼他们就会发现不对劲 到时候就完蛋了 此时的张良已然察觉到了不对 接着只见他手中高举着法器口中大喊道 天无常 地无常 天地无常 人心亡 人无心死 死不将 已无血氧 已无肉肠 已无人公将军之命 太平教重还不行了 更待何时 话音刚落 以张良为首的地底上突然冒出数字句声 一道道伶俐的目光注视着在场的众 那些黄金鬼兵们纷纷朝着这些庞然大物行着跪拜之力 周道长见状大喊一声 太平养师术 这是非江啊 对于众人的惊讶张良尽收言笔 只见他抬手朝着九难一指 来人取念人的声红过来 话音刚落那群飞将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朝着九难等人飞翅过来 见此情形 九难连声喊道 五雷破销正短 出 出 你踏马的倒是出啊 看着九难愤怒的神情 胡菲尔连忙询问他 小先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要不和我一起去找几位前辈看看 说着便抬手就要去触摸九难 可他在碰到金光的一瞬间就被震得到菲尔出 只见他艰难地躺在地上说道 小先生 这道法反噬的力量太强了 我没办法救你 围巾之计只能如此 看着近在咫尺的飞将们 胡菲尔艰难地爬了起身 咬着银牙深情地看了一眼九难 小先生就此别过 今后菲尔不在身边 你要多多保重 说着便化为一只晶莹如雪的三尾白虎 踩着连部一无反顾地撞向最前面的飞将 就在他们即将触碰之时 一滴青泪从胡菲尔眼中缓缓地滴落 九难看得目自静裂 怒吼一声 菲尔不要 快回来 闭口鲜血瞬间从口中飙出 你们这群该死的畜生 要是敢伤害菲尔 我发誓定要将你们错骨扬灰 让你们永世不得超伤 话刚说完一道精松和一条青龙 从九难的身上蹦发而出 接着青龙迅速飞向身处在半空中的胡菲尔 将他牢牢地护了起来 只见飞将们刚一触碰到青龙的光运 就被他们滋滋作响 只听风的一声一道阵响 将他们炸得到菲尔处 胡菲尔奄奄一息地 看了一眼九难 就如是重负地昏倒在地 然而刚刚的爆炸 并没有打断飞将们的攻击 他们纷纷张开大手 扑向跪倒在地的九难 李广将军见证 立即骑上站满拉弓阻止的 畜生 而等其敢伤势代功德之人 该死 一旁的陈大忌 也是不停地用弹弓输出者 王八独子敢打我老大 看老子不设穿你大裤党 沾着纯阳之血的石头 打得飞将们嗷嗷惨叫 鬼心蚂蚂蚂蚂召唤出大红轿子 用着人皮灯笼不断地轰击着僵尸们 一时间场面极度混乱烟尘四起 蚂蚂蚂蚂掀开帘子 口中不停怒骂着 该死的畜生敢伤害我大外甥 找死 然而在这么多猛烈的攻击下 还是有落网之鱼突破了重围 一只飞将迅速地冲向无法动弹的九难 灰老六见状大手一挥 立即固在了九难身前 畜生助手 可还没等他施展开攻击 自己的手臂便被飞将一口咬住 接着只听咔嚓一声 灰老六的手臂应声而断 一条血淋淋的断臂抛洒向了空中 见死情形 九难撕心裂肺地大喊道 灰六哥 而灰老六却是化为了本体坚毅地 给他竖起一道肉斗 小先生快跑 不用管我 就在九难犯难之时 陈大忌那边却出了岔子 一只飞将张开血盆大口扑向了他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陈大忌 也是拂出了幸运 我靠 你大爷的老子和你拼了 然而话刚说完便被飞将一把暴住 啃咬了起 看着连声惨叫的陈大忌 化九难悲痛地流着眼泪 为了保护他的幸运 胡菲尔生死不知 灰老六断必熬战 陈大忌惨死当场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所导致的 九难紧咬牙关 一股滔天杀气从身上蔓延了出来 只听突刺一声 九难一口咬破了舌尖 接着一口精血喷在了桃木剑上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持令箭 万鬼复藏 急急如绿令 五雷破销正法 出 随着九难将咒语念完 天地间为之变 雷军瞬间蔓延整个战场 张良见状大吃一惊 这股鬼天灭地的力量 就算是他被打中了也会当场残废 随即只见他将铜钱见朝天一指 口中不停念着太平道的秘书真言 黄天在上 太阴华盖 地库天门 无形语步 玄女真人 明堂坐卧 隐符藏身 急急如绿令 话音刚落 只见祭坛周围的十二杆大旗 开始飞速旋转前 张良被紧紧固在气中 五雷破销正法 与太平不声秘书相撞 一时间风鸣声不绝于耳 见此情形 九难大喊一声 给我破 此轻风的一声 仅是眨眼的功夫 一股天雷直接轰击而下 包裹着黑雾的法盘 瞬间被雷霆吹 待烟雾缓缓散去之后 张良语言失去了先前的气势 此时的他犹如一条死狗一样 等待九难的审判 长怀远见状 立即抱着痛打落水狗的形势 冲了出去 多谢小先生 获了敌方赌价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长家吧 小先生先在后方休息一下 但此时的九难心念着兄弟 已然顾不上自身的安危 促手 放开我兄弟的余品 就在九难准备 接回陈大忌的遗骸之时 一道剑兮兮的声音将他点起 老大救我呀 这玩意把舌头伸进我嘴里 怪我清白了 看着眼前一脸见笑的陈大忌 九难高兴地喊道 你没死啊 接着抬手一剑解决了这头飞僵 件事情已然结束 胡青山领着众人过来会合 多谢小先生救命之恩 菲尔毫发无伤 九难闻言心中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下 太好了 菲尔也没事 但下一秒他注意到了一旁凄惨的灰老六 此时的他一身伤口 那条空空的衣袖显得格外的悲凉 可他却依旧微笑地看着九难 仿佛在说我没事不用担心 九难见状立即扑了上去口中悔恨地说道 灰六哥 是我连累了你 如今你肢体不全 日后修行之路只怕更难了 然而灰老六却是笑着说道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小先生不必难过 更何况我们回家命见 修行之路本就坎坷 我也不在乎这点麻烦了 九难听后立即掏出一枚丹药 灰六哥 这是我用雪氏大叔留下的宝物炼制的丹药 虽然不能断臂重生 但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身后的胡白两位仙家顿时大吃一惊 这是琥珀形龙丹 这可是失传多年的灵样 然而灰老六却白手拒绝道 小先生我如今已是断臂的废物一个 修为不会再有精进 这等珍贵的东西还是别浪费在我身上 这话说的九难立即就内疚了起来 六哥 不许你这么说 从今日起 我的手臂就是六哥的手臂 咱们同饮同食 同行同顺 我照顾你一辈子 灰老六被这段废腹之眼感动的眼睛亮起毛雾 下一秒只见他的臂膀 往返地亮起 那断了的手臂被一阵荧光包裹着 众人见状立即惊呼倒 这竟然是香火之躯 陈大吉一脸不可思议地抚摸着那发着亮光的臂 啥叫香火之躯 胡菲尔文言一脸耐心地警察道 是香火 原力 功德凝结在一起化成的身体 不过想要形成这种躯体 都要有城隍一类的天地观止在身 而且香火之躯 也叫阴神圆满身 所需要的愿力功德就算是成人 也需要历经千百年的累计才能达成 在胡青山把话说完之后 非老六恭敬地朝着九难行的意义 小先生 是您刚刚那一名 我的手臂就是你的手臂 但我存货的知识 而且这香火是从您身上抽取的功 是我连累了您 还请您责罚 闻听此言的胡青山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小先生刚刚发自内心 与非兄弟患难有共 冥冥之中天地有本 刚小先生完成了心力 也只有小先生这一脉功德无边 才能做到这种事 见非老六语言康复无恶 九难笑着表示 只要能放回非六哥的手臂 我刚才也多谢你 我也没什么能帮助你 胡菲尔听后小脸仗红地回着 我不需要小先生感谢 能帮得上忙 菲尔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话说的九难立即摘下 戴在耳边的鲁斯 菲尔 这个送给你 在危机时刻能保护 胡菲尔见状一脸惊讶的 这可是雪氏大将军送给你的宝 这么贵重的东西 菲尔可承受不起 在一番推荡之后 九难为胡菲尔戴上了 怎料耳环接触 他躯体的一瞬间就变为了银白色 胡菲尔满脸羞红地说道 我也有东西要送给小先生 只不过现在没带在身上 看着二人相扶相持 胡青山在心里默默地想 太好了 看来菲尔的情节是能过了 接着一步上前开口道 小先生精通医术 不如再给菲尔治疗一份 他话还没说完 一旁吃瓜的陈大忌迫不及待地打 大哥 我看大妹夫伯蹦乱跳 还是先去把那个大公子捣给你 说着便拉上九难跑过去 此时战场上常怀缘等 跟受伤的张良打不可开解 见此情形九难大喊一声 唐大哥 李将军我来帮你 见此九难打 张良宁笑一声 复命之言 你必须死 说着便一口咬断自己的小命之 接着开始细细取决了情 随后大口一张一团血气 朝着九难就跟踪而来 众人被这股气息臭的立即语住了口 见众人被喝腿 张良开口大喊道 逢腰寸酒 欲鬼禽兽 顺嘴不斩 恶鬼接触 贴着一把将手中的铜钱剑朝天御指 黄天赤醒 不得停留 急急如律令 天由真君神众 出 霸音刚落 一条红色风道指冲天气 接着化为一个血色的神经 那三头四臂震慑着在场 这场面惊得化九难冷汗之灵 这是邪将天由真君 只见他面色争鸣一脸凶悍地看着众人 九难剑状一把甩出手中的桃木剑 给我滚开 然而这股威慑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常怀远见状立即划出 真身一把抓在鞋匠的胸前 聂触 岂敢对小先生无礼 灰老六也是瞬间显出真身 怀远 正神凶相不好对付 我也来中 说发一把抓起鞋匠的腿部 试图制止住他的行动 这场面刺激的一袍摸鱼的陈大忌 也热血了紧 只听啪的一声 他一拳打在自己的鼻梁之上 接着用沾染纯阳之血的石头打向鞋匠 刷的一下 鞋匠被打得接连后腿 维持他躯体的魂力在慢慢淡化 察觉不妙的鞋匠 立即举起手中的金刚处杂像中 可还没等他将武器挥出 一颗小狮子迅速记在他的眉心处 只听啪的一声 鞋匠的魂体瞬间炸得只剩一团武器 陈大忌见状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哈哈 现在知道小爷的厉害了吧 闻听此言的九难在心底默默地想到 大忌这体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绝不是简单的纯阳之体能办得到 就当他在沉思之时 将凉愤怒的声音将他打断 你们竟然破坏了我的正神凶效 我要你们尝误 说罢便挥舞器手中的法琪 苍天已死 黄天当令 乔神不出 更待何时 急急如律令 给我出 随着法琪的舞动 整个古墓上方顿时爆发出阵阵风鸣声 接着地底迅速裂开道道口子 一只只锋利的爪子破口而出 九难见状大喊一声 大家保护好自己 乔虫出来 一时间整个天空被密密麻麻的乔虫布 陈大忌犯男的祖草道 我靠 老子最讨厌虫子了 这么多乔虫就算是把我血抽干了也打不完啊 这些东西难以对付 要不我们还是先撤出去吧 九难刚提出了方案 长怀远去会心里想 小先生莫慌 我没有办法解决 接着便转头看向一旁的胡青山 只听他大喊一声 麻烦玉蝉兄弟啊 话音刚落 数以万计的蝉蝉从地底冒扣 一只巨型的玉蝉跳到几人跟起 胡老大客气了 能帮上小先生和五大家主 是我们蝉足的荣幸 缩霸便命令 其手下消灭起了乔虫 一时间万名声响彻整个山谷 一条条细长的舌头 将空中的虫子抓得干干净净 蛙蛙们开心地喊着 哈哈 好久没吃得这么爽 见此情形久难好奇地 询问起事情的缘由 青山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胡青山文言笑着解答道 我们先前听小先生说了这乔虫的事 故而请了蝉足过来帮这个忙 而此时的李广将军 见张良已然无力回天 抱着乘胜追击的响走 只见他举起那把诛杀万千敌将的弓箭 口中气势磅礴的喊道 现在就是你这反贼的死气 羞的一声剑势划破空气 瞬间穿破了张良的胸口 重伤的张良恼羞成怒的吼道 该死了 我饶不了你们 然而他的身后此事突然传来一阵沙沙声 接着一条蛟龙将他捆得严严实实的 聂处 长某答应过小先生要娶你生魂 我说到便要做到 张良文言立即挣扎了起来 我在下面等着你们 待我大哥醒来 必定会向儿等索命 不等他将遗言说完 长怀远就一口咬下他的脑袋 九难看着地面上失去生机的躯体 心中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日出东升阳光烧的黄金鬼滨纷纷消散而去 李广见状抱全心里脏 贼人已然扶出 我等也该离开了 九难看着死伤惨重的百战弘兵 心中不免为这些烈士感到狠心 李广仿佛感受到了他的心情 转头笑着说道 小先生不用难度 能够铲除奸命 我的心愿已了 接着一道空宁的声响 突然回荡树 启日无一 与子同袍 王子兴师 修我哥茅 与子同袍 这是诗经无一里记载的将士们 人仇敌开的事 此时一出百战 红兵竟慢慢地找出生前的躯体 阿姨姥姥健壮立即上前庆祝 恭喜将军历经千年终得几次 李广文言转头笑着回来 也多谢诸位帮忙击杀贼子 而呆呆的陈大忌 确实明白这是为了 老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将军一生 唯一恨的事就是 没能参加诺北之战为博杀的 所以后来才会羞奋自杀 如今剿灭了黄金军 也算了却乐于 他的攻击 自然立地风筝 说到这 李广双手抱拳反击地说了 今日之事若非话 小友请供这些仙家 我和弟兄们也没有赢得场 李广在此谢过 地旁的将士文言口中 七七大 我等谢过小兄弟 九难被这阵仗搞得有点手思无所 大将军不必多礼 我一向敬重 像将军这样的装勇之士 我的一位恩人正是这样的勇士 李广听后疑惑地问道 华小友说的可是永武大将军 你认识雪氏大叔 还不等九难说完 李广便解释道 前些日子不知为何 永武大将军单枪匹马 杀入殷曹地子 抢夺了一个人的魂魄 如今正在被地府给攻击 困在阴阳界 情况危机 九难吃惊地听着这消息 不行 我必须要想办法搭救雪氏大叔 李广文言抬手表示 华小友若能见到永武大将军 可让他来阴阳界小鱼山来寻我 念在今日之情 我必当尽力赴他周久 九难文言立即报全情为义 多谢大将军 见李广即将离去 陈大忌不合时宜的开启 李将军等一下 我想和你要把弓箭 我不白用 我用弹弓和你换 这举动使得李广仿佛被冒犯到一半 眼色瞬间就缠了下来 九难件状立即将陈大忌布在身后 将军莫怪他 他就是心之口 然而此时的李广却是开口大孝敬 哈哈哈哈 好兄弟 原来你在这里 接着将手中的弓箭朝前一地 好兄弟 你开口我一定给你最好 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 陈大忌文言兴奋地喊道 我还想要那六个大个子的黄金鬼兵 话音刚落 只见李广大手一挥 疏到红色印记打入鬼兵的脑海之中 从此以后 这些黄金历史都会听从你的任何命名 兄弟 这一路你千万要平安 李广拿着弹弓郑重地和陈大忌做了个告词 便回到了阴阳界之中 怒送着将军离开 陈大忌呆呆地来了一句 老大 这将军人还怪好的嘞 对此九难只能无奈地表示 他哪里是人好 明明是你和他有渊源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灰老六带着一群小老鼠们等过来 小先生 这里是我家崽子们在古墓里找到的太平秘术和他们的灵药 您先收着 九难听后尴尬地表示 灰六哥这也太贵重了 还是你拿着吧 然而灰老六却一脸端正地喊道 若没有小先生冒着反噬的风险击杀了那张梁 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当然要归小先生所得了 对此九难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地接过太平秘术 等我研究明白这些东西后 大家只要有需要 随时可以找我拿去 这话说得蚂蚁姥姥喜笑颜开 我大孙子就是痛快 看着夕阳西下 九难心中沉思着 张梁的事情已然告一段落 剩下的就是去拯救雪石大叔 很快他们几人便回到了家中 龙婆开心地出门迎接道 终于回来了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九难听后满脸歉意地回道 婆婆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马上就又要出发了 龙婆听后缓缓地说道 是为了勇武大将军的事了 这话说得九难心中一惊 婆婆您是怎么知道的 不等龙婆解答道 臣妇穿着围都走不出来 是我 是我发现的 见识自己的老爸 陈大忌立即一脸见笑地表示 你不是在家躲大粽子吗 怎么会发现大将军的事的 难不成这么快就发现你儿子 我把大粽子打败了 这话说得臣妇欣喜若狂 你这别独自别打断我说话 先前我们去求大将军帮忙的时候 我不是说了要好好修缮将军妙吗 这些天我就派人过去铺路建坊 可没想到的是 工人们给我打电话 说大将军的雕像怎么也上不了言词 不管刷什么油漆 弄啥涂料 到了第二天都会掉下来 没错这是大将军遇到了生命危险的象征 在听完龙婆的观点后 九难立即坐不住了 不行我要去救雪氏大叔 龙婆连忙阻止道 他人不在阳间 你如何救得了他 这话说得九难立即犯难了 婆婆那我要怎么办 按我说的做 我有办法让你下阴间 接着便开口吩咐道 小九 你带上香火供品亲自去将军庙 早晚按时供奉 九难听后疑惑地问道 婆婆就只需要供奉就可以了吗 这恐怕不够 大将军是被通缉 是手空拳是单力薄 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龙婆犯难之时 陈大忌却黑黑一笑 接着只见他大手一挥 都进来 都给我进来 话音刚落 先前李广将军给他收服的黄金鬼兵 立即走不出来 我本来是打算要这几个大个子 给蚂蚁姥姥拍拍叫 省得我那几个小媳妇吃 婆婆你看这些人身上的盔甲 有没有用 龙婆健壮笑着答道 这可是好东西 要是能给大将军穿上 就再好不过了 得知这些东西 对于血尸都有帮助 九难立即就准备前往将军庙 临行前龙婆再次嘱咐道 小九 千万别忘了 早晚暗示供奉香火供挺 话刚说完 胡飞儿摇身一变 一只俏丽的小白狐 跳上了九难的肩头 就在众人准备动身之时 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长霸业庞大的青蛇之声变化而出 你们这么走要走到什么时候 快上来 我拖着你们过去 九难文言立即感谢道 多谢霸业相助 一行人很快就出发了 龙婆目送着几人的离去 接着对身后的臣妇说道 小臣 你带点花生瓜子去各家各府走走 告诉他们大将军有难 需要大伙都去庙里拜拜 臣妇听后立即应答道 老婶子放心 我叫几辆车来免费 接送乡亲们上山祭拜 说着便转身出去摇人了 见所有事情都安排完了 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上天保佑 希望大将军能平安度过此劫 天字渐渐暗了下来 九难一行人飞速地穿梭在林子里面 周围时不时传来一阵诡异的叫声 陈大记文言害怕地说道 这是什么声音鬼哭狼嚎的 八爷 我们该不会遇到鬼了吧 这话说得长大也忍不住吐槽道 怕什么 你爸把这条路修得大张旗鼓 附近哪还有鬼怪赶过来 这么高声的话语听得陈大记一愣一愣 老大 这和修路有什么关系吗 修了路后就会有人过来祭祷 这附近的阳气就稍微足了些 自然就没有鬼屋会来侵扰也就平安了 在九难说完后 几人也顺利地赶到了将军庙 刚一落地 陈大记便赶到了强烈的不安 老大 我怎么感觉这附近没什么阳气啊 话音刚落周围瞬间阴风四起 阵阵鬼叫声犹如惊雷一般灌入耳中 并竟一探几人的身后 赫然出现了个红衣女鬼 只见他一脸凝笑地看着众人 这怪异的场景立即吓得陈大记开头 骂道 我靠 他大爷的真撞过来 竖着便一拳打出自己的鼻息 畜生 看我用拳头打死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长八爷一个闪身冲了上去 只听发的一声 红衣女鬼的躯体瞬间被八爷撕成两半 脱碎的红衣漫天飞舞 这操作看得陈大记一愣一愣的 我靠 八爷你对着女鬼也太狠了 长八爷听后皱着没打倒 什么狗屁女鬼 你好好看清楚 这叫老人精 话音刚落先前 那怪异的女鬼竟变成了三个小老头 只见他们抱拳恭敬的行李道 八爷您消消气 俺们是和您老闹着玩的 您怎么还当真了呢 见对方态度稍微好了 八爷抬手霸气了一指 少废话 快来拜见我家小先生 小老头们文言立即叩拜道 老奴拜见少主 这话说的九难当即疑惑了情 三位为何叫我少主 回禀少主 我们是大将军的仆人 我叫阿大 我弟弟是阿尔 这个是我妹妹阿三 随着最前面的阿大介绍完后 九难也不多废话 直接进入主题 那你们知不知道 雪狮大叔去阴阳界做什么了 抢的是谁的魂魄 然而领头的阿大摇着头 却是什么也不知道 少主恕罪 我们跟随大将军几百年 还不曾听到过他老人家开口讲话 见问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 九难缓缓地叹了口气 算了还是先得雪狮大叔 换上张良的铠甲吧 随着九难亲手将盔甲给换上后 又点上了三根香柱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 九难来到大殿的婆团之上 接着一把跪倒在地 雪狮大叔容炳小致化九难不孝 今日才幸得陈复书相助 给您老修妙立想 容装加深 话音刚落 原本死记的雕像上 竟发出阵阵亮光 身后三个老人 经立即恭敬的行御道 亮了亮了 大将军显然了 随着光运缓缓飘散 仿佛将这一丝功德之力 传入另一边的界域 此时的阴阳界城门外 天空被血色笼罩 城内一群阴兵正大肆走动着 只听领头的将领不断地喊道 搜 给我仔细搜 一个地方都不要给我放过 今天必须将内人给我捉拿过来 而雪狮大将军此时 和一个满脸泪水的女鬼 躲在暗处的角落里 二人默不作声 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兵被找到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落在了 雪狮大将军的身上 接着九难的声音 空灵般地传了过来 雪狮大叔 小职会一直给您焚香进攻 希望能助您早日归来 对了 我结识到了李广将军 如果您能赶到小渔山的话 他会出手帮助的 九难的话刚传完 雪狮和那个女鬼二人相识一笑 纷纷感叹话九难长大了 直到心疼人了 而此时外面的阴兵 也被这道光束给惊扰 领头的鬼将立即大喊道快来人 他们在这里 收到消息 阴兵立即召集大部队赶过来 雪狮见撞一个大跨步冲了出去 顿时包围的鬼兵们 被撞得四仰八叉倒地不起 而将军庙这边 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 纷纷赶来焚香祭拜 哎呦 老王你也是来给大将军上香的 那可不是吗 大将军保佑了我们那么多年 我们可不能忘恩负义 就在两个大汉闲聊之时 九难和陈大忌二人指导着乡亲们 在大殿内上香 婶子 您在这上香就行了 多谢神子 随着香火供奉的越来越多 身在地府里的雪狮大将军 周身被香火之气包裹着 先前受到的伤在香火的力量下 纷纷凝结痊愈了 这场面看的鬼将大吃一惊 香火供奉 人间神鬼示威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奉你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要到鬼城来抢人 然而雪狮大将军可不跟他废话 早已忍受多时的 此时只想抽死眼前这个不长眼的鬼将 只见他拎起那条所有鬼屋 都惧怕的打鬼链 二话不说的就冲了出去 而九难这边几人招待了数千个村民后 已经累得瘫倒在地 长八爷和胡飞儿更是直接化为本体 用最舒服的方式躺在地上休息 老大 这么多香火供奉过去 大将军应该已经没事了吧 听到陈大记的疑问 九难有气无力地打倒 多半是没事了 没想到乡亲们还有这么多能记挂着雪狮大树的 就在众人休息之时 九难翻身而起 他的第七感告诉他这件事没这么容易解决 那股不祥的预感不停地警示着他 可能地府内会有高人出手来制止这件事 而此时张良先前所待的千年火墓那边 天空乌云密布闷雷光 墓穴内 一个大红轿子停在了人骨法坛之上 接着一个长相怪异的诸如小鬼 缓缓地从轿子里面走出 死鬼正是之前到家天师到爷的师妹 头女道士 只见他站在法坛前默默地念叨着口词 天玉玲玲玲 上帝赤下 发现天玉 囚禁鬼神 天玉以利 地玉已成 上帝有赤 收入鬼女 急急如绿令 话音刚落 女道士的身前顿时亮起一道法阵 无数的鬼气疯狂地灌入人骨法坛里面 接着只听风隆一声 法坛底下缓缓上升起一个青铜棺材 女道士您笑一声 随即纵身音乐跳入了棺材里面 随着一阵沙哑的声音传入 青铜棺材重重地合并在了一起 棺材内 女道士一脸享受地 冰着棺盖上的太平三树之一的仰视树 话九奈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随着阳光缓缓升起 身为研究员的马教授 带着一堆考古学家又来到了古墓里 各位小心点 千万不要碰坏了文物 这些东西都是要送进省城里好好研究的 只见他指挥着工作人员 搬着一个沉重的青铜棺材准备上车 而棺材内却藏着先前正在修炼的丑女道士 此时另一边的地底世界里 一只干枯且有力的手掌 紧紧捏着一本竹子边的太平经 只见他皱巴巴的嘴里不停地念着 浮身无量皇天 三弟你为何不听我一眼 要提前出事啊 如若带咱们兄弟一同降世 这世间还有谁能抵挡 想到以前的兄弟情生 这身穿道袍的老者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暗暗发誓 不过三弟你放心 这血海深仇大哥会替你报 此人正是太平道的创始人 一代道家教主张角 而此时的龙婆婆家中 屋外大雪纷飞 村子里两个指人牵引着六个魂体朝着前方赶着路 他们肩搭着肩 毫无意识地跟在指人的后方 不远处一道身影 躲在门缝中观察着他们的动作 指人港府有所察觉 一般地转过脑袋恶粉粉的示威道 赵爱博被这一举动吓得冷汗 立即就流了下来 那那是什么东西啊 在他后方的龙婆文言淡淡地回答道 只奴隐鹿 生魂过尽 这世道越来越不太平 这话说得赵爱博担忧不已 老婶子 这是冲我家赵飞来的吗 别怕 赵飞那孩子好的吗 等到了明晚十二点之后 取了隐魂箱就行了 这些东西恐怕是其他村亡死的冤火 在龙婆说完之后 赵爱博惊讶的张大佐 难不成一口气死了六个人 这得多大的灾难才能变成这样 二人聊着便走到了院外 刚走出去几步龙婆就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这个时间段是最要紧 偏偏就敲这个时候出事 说着便将手放在松老的树干上 爱博啊 你一会和三子一起找点板子 用木头搭个小棚子 把松老给罩起来 这几天风雪很大 可别伤了他老人家 闻听此言的王三揉着眼睛开口询问道 娘 松老这么厉害 难道还怕风雪吗 平时自然是不怕 可如今他老人家处在花青牛的关键阶段 所以他的身躯脆弱得很 万万不能出了任何意外 这话说得招爱国疑或不已 老婶子 什么叫花青牛 报谱子里有记载 千年树精为青阳 万年树精为青牛 花青牛乃是树精进阶的关键步骤 万万不可轻忽 在龙婆把话说完之后 王三二人立即就准备起了需要的材料 老婶子难怪您刚刚说 偏偏要挑这时候来事情 松老对我有恩 我得赶紧等棚子搭建起来 龙婆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对了 还有松老的本体也不能忘了 明早天大量你们就去东山顶把鸡血扫一扫 接到龙婆的吩咐 二人点了点头表示放心 接着便招呼龙婆进屋休息 外面的事情他俩来搞定 随着一阵机灵声响起 一轮阳光从东边缓缓升起 赵爱国两人熬了一晚上 终于是把棚子搭好了 王三有气无力的说道 半个点就过去 可就在这时 先前和华九难一同对付张良的周冠主 突然走进了院子 龙婆婆在家吗 我有及时想要商议一下 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 龙婆的身影就从屋内走了出来 你可是为了那六个亡死的冤魂而来的 周冠主点了点头 没错 频道此番前来确实如此 赵爱国听后却一改往日的客气 我们家小九刚为了你们出生入死 现在又来找老婶子办事 九难小友的大恩大德频道可不敢忘 今日前来也是为了道谢的 频道深无别物 这件法袍乃是元氏祖父必烈 赠被正义派的三十六代天师张忠颖的宝 现在转赠给华小友 以表谢意 周冠主说完又是缓缓地叹了口气 至于今日找上龙婆 实属无奈之举 上次大战过后 我体内伤势还未痊愈 只能前来麻烦龙婆您出手助我诛灭鬼邪 龙婆耐心地听完后 伸手接过周冠主手中的包 这东西太过贵重了 我暂且替小九宝负 收不收还要看他的意见 至于你即将要说的是 老婆子我答应 赶在北国的地界犯事 我背出马仙意不容辞 听到这话的周冠主立即到权行李道 龙婆高一 少说废话了 那几个冤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等周冠主多拍几句马屁 龙婆就直接进入了主题 事情发生在刘家村的棺材铺 前两天夜 刘家的棺材铺里 突然就传来一阵鬼扑狼嚎的叫声 里面的人员还想把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全部都赶走 不想死的都别来多管闲事 我现在的实力去了也是添乱 只能拜托龙婆婆您出手 龙婆听后缓缓地说道 棺材铺的刘掌柜是我的老熟人了 他为人和善 不可能口出恶言 恐怕那时候说话的应该是鬼 一旁的赵爱国听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刘家村的刘掌柜就是您之前让我去买纸人的那家老板 说来当时也真是奇怪 前几天我去买纸人的时候 那个刘掌柜的反应很呆板 我连去叫了他几十声他才有回应 而且他脸上的神情和店里的指人是一模一样的 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众多指人的其中之一 老人常说指人不画眼 发龙不点睛 画上眼的指人会产生意识 他们认为自己是人 因此经常出来抓替身希望能够投胎转世 第一次见到这种邪恶是在刘家村的棺材铺内 那天龙婆坐着赵爱国的车子来到刘家村 此时的棺材铺外飞起萦绕 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息 这场面看得赵爱国心中一惊 老沈子我记得前几天过来的时候 这个大门还是清暮色的 怎么这几天就刷成黑色的了 而龙婆也是一脸疑惑地盯着木铺 这黑里怎么还拖着一股紫红呢 随即他便想到了最坏的打算 爱国快去叫门 没人应答就使劲砸门 一定要把里面的人叫醒 不然要出大事了 这话说的赵爱国立即上前开口喊道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接着便将手掌放了上去试图推开大门 可当他的手刚触摸门面之时 那漆黑的油漆立即沾染上了他的手心 一股腥臭的气息刺激着他的鼻敲 不等他喘口气 身后的龙婆就喊道 爱国快敲 别停下来 记着赵爱国手上便用上了些力度敲了起来 里面的人听到支个声 我是县里下来的 到村子里慰问百姓的生活 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就串门进来 发音刚落 一股寒气瞬间通过门缝吹了出来 赵爱国错不及防地被吹得后背发凉 就在二人疑惑之时 一个小孩子从店内冲了出来 她的目标竟是站在一旁的龙婆 赵爱国被这一举动吓得大喊道 老婶子快躲开 然而龙婆却一脸笑意地抱着身前的小女孩 口中不停地安慰道 别怕 别怕婆婆在这里 而小孩却是哭个不停 口中含糊地喊着 奶奶您可算了 龙婆健壮蹲下身擦去女孩眼角的泪花 美娜 你在店里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事情 小女孩支支吾吾地答道 我没事 但是爷爷她变得好陌生 龙婆闻言立即走进了棺材铺内 接着吩咐道 爱国 把所有的窗帘全部都拉开 这里阴气太重 不通风透气会出事 可这话传入小女孩耳中 却是吓了一听 奶奶你要是这样做的话 我爷爷会生气 龙婆听后笑着安抚 别怕 有我担着了 暂说了生气的可不一定是你的爷爷 说罢指听刷的一声 窗帘被赵爱国一把掀开 此时棺材铺里的场景 立即经得龙婆冷汗直流 两排指对立站着 他们个个画着漆黑的眼睛 闭脸嬉笑地看着龙婆等人 龙婆看着这身人的场面 口中不停地嘀咕道 扎指不化眼 化眼鬼上身 这点道理 老刘头怎么会不懂呢 看来 老刘果然是被脏东西给迷上了 想到这龙婆朝着屋内大喊一声 老刘头 我老婆子 你还不出来迎接一下 话音刚落 李屋的帘子被一只苍白的手臂一把掀开 接着只见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走了出来 你怎么才来 我给你的消息都传了这么久 龙婆听后一脸疑惑地问道 什么消息 你什么时候给我传了 这话说的男人呆板的抬手回应道 之前您不是让人来我店里来指人带回去做法是吗 我在指人身上塞了一张纸条 你没收到吗 说话间男人便走到了阳光底下 接着一阵烤肉般的响声从他身上传来 一道道黑色气体被烧得蔓延而出 美娜 你个死丫头 谁让你打开窗帘的 还不赶快拉上 龙婆见状立即将小丫头牢牢地固在身后 是我让她拉开的 接着龙婆一步上前 你姓氏名水 来自何方 为什么要跑到这刘家村来害人 你和老龙头有什么恩怨 回答我 闻听此言的男人大手一挥 一道黑色气体迅速打出 只乒乓的一声周围的门窗瞬间被关了上去 老太婆多管闲事 那我就连你们一起杀了 刚好凑够抬棺材的八个小鬼 说着便伸出鬼爪冲了出去 就在快接触到龙婆身前时 他却一个转弯攻向了后方的赵爱国 我要先杀了你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阵金光从赵爱国的身上迸发而出 老刘头看着眼前这一幕愣愣的嘀咕着 百姓爱戴 官微护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可不等他说完就被金光阵的倒飞而出 龙婆见状立即把握击毁 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刘老头 快醒来 告诉我是什么鬼东西要害你 接着便一把将血液点在了刘老头的眉心之处 伴随着血液的发挥 刘老头发了疯的大喊道 客死鬼 台狮将 八口血关 龟西两 龙婆听后冷汗当即就留了下来 台狮将 刘老头不就是台狮将吗 想到这龙婆立马指挥道 爱国 赶快把门踹开 我们要抓紧离开这里 赵爱国文言一脚踢开了眼前的怒门 刘老头见到了阳光 立即吓得迈开不子向礼物跑去 见机会到了龙婆一把拉过还在愣什么小丫头 快 趁现在快跑 然而他们的身后却突然冒出一条大声 只见他迅速地冲向了几人 他的目标竟是龙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龙婆手接近 一阵青涩雾气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紧接着龙婆的双眼变为了忧虑的舌头 长霸爷那逗逼般的声音响了起 龙婆 你请我上来干嘛 我刚从将军庙里回来 还没好好休息 就在他吐槽之时 身后的鬼手已然抓了过来 这场面下的八爷立即大叫道 我靠 原来你是找我来逃命的 说着便迈开不子迅速来到赵爱国二人身后 接着一把抱起两人 抓紧我 八爷带你们跑出去 只听刷的一声 一道青绿的光芒包裹着几人冲了出来 见目标脱离了攻击范围 那鬼手在接触到阳光后也缓缓地消散而去 见此情形 八爷立即带着几人回到了家中 随着一道清光亮起 龙婆等人安全落地 九难见状立即关切地询问道 婆婆 您没事吧 龙婆听后笑着打道 没事 大将军的事情都解决了吧 我娘给我托梦了 说大将军已经得到了李广将军的帮助 已经平安了 倒是婆婆您那里怎么样了 听九难说完后 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接着开口吩咐 爱国 你和菲尔先带着美娜去休息一下吧 见此情形 九难已经猜出了个大点 那是刘爷爷家的美娜 难道刘爷爷已经被鬼屋给害了吗 没错 刘老头已经遇害了 他只剩一缕执念存在这世上 担心美娜这个父母早亡的孙女也被脏东西给害了 才一直拖到了现在 那脏东西不简单 要不是刚才八爷及时的 我恐怕也要交代在那 听完龙婆的叙述后 九难愤怒不已 婆婆您在家好好休息 我叫上常大哥他们 这就去灭了那个畜生 龙婆文言立即抬手制止道 要是能叫他们 我何必这么狼狈地逃跑 他们现在正在炼化张良那一战的英德 现在处于关键时刻 不可达人 这话说的九难十分自责 都怪我 要是我再争气一点就好 到时候就不必靠诸位仙家 也能给婆婆报仇 一旁的陈大忌连忙安慰等 老大 脏东西作乱又不是你的错 你没必要这么自责的 可我学了这么久的抱谱子那篇 却还是用不出任何道数 上次大战的时候 还被反噬险下害死了大家 龙婆文言开口安抚道 也许只是时机未高 你别着急 不要有任何负担 九难听后双手和时 心中想到我就不信了 为什么我就不信 说着便默念起了口诀 道法自然 乾坤无极 给我粗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从他的掌心冒出 接着指尽轰的一声 院外被炸得尘埃四起 随着烟尘的飘落 一个身影渐渐地浮现而出 我靠 这怎么突然爆炸了 来人正是金光寺的住持 九难见状立即开口解释道 空缠大师 您没事吧 道歉啊 我刚只是想试试自己的倒数 老和尚文言倾咳了两声 阿弥陀佛 无妨无妨 没有打来 小僧此次前来登门 还是为了我四佛祖金身下 镇压的那尊邪魔而来 龙婆文言立即询问道 那东西出来了吗 目前尚未出世 只是从五台山赶来镇压的几位大僧 进入佛祖金身下面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老僧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 老和尚话还没说完 一旁陈大祭便开头打断 释出轻重缓急 现在刘家村那边都要没命 我们管不上你们了 这话说得老和尚十分恶人 刘家村出了何事了 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客死鬼 排施将 八头血关归西凉 只化眼 命断黄泉 那脏东西不好对付了 这段话听得陈大祭云里雾里 活泼 刚才我就想问您说的这是啥意思 龙婆笑着答道 客死鬼指的是客死他乡的人 在战争爆发的年代 各国诸侯争霸一方 他们带兵打到过咱们镇 虽然他们的实力一开始就占据了上方 可最终还是被大唐将军活捉 将他们无马分尸了 这些将领死去之后也不消停 他们阴魂不散 遇到路人就求人家把自己的尸身收藏 送回西凉老家 可常年的战事纷乱使得官府要他们曝世荒语 老百姓谁敢多管闲事呢 长久以往 他们就越闹越凶 到后来出了十几条人命 最终一个路过的和尚将他们镇压下去 我们这里才重复太平 听到这九难疑惑的问道 难不成这八鬼又出来了 正是如此 不知道是不是曾经的封印松动了 将他们给放了出来 在龙婆说完后 老和尚双手和识 阿弥陀佛 既然是我佛门前辈之事 那小僧院和女菩萨一同赶往刘家村镇压邪魅为民愁恨 这话放到陈大忌耳中就成了玩笑话 你们自己的事都还没弄你来 还是别待我们这添乱了 龙婆闻言立即开口怒斥道 别乱说话 空缠大师德高望重 要知道点尊好 被骂一顿的陈大忌立即搬出椅子陪罪道 大师对不起 刚才是我在讲屁话 您快做 别跟我一般见识 老和尚听后弯腰行了一礼 无妨 我们还是尽快去刘家村吧 龙婆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大师 您还真得先坐坐 我们还有件事情没办 八鬼抬官 要在八天受一个生魂 比如昨天刚死了个人 所以下次得在七天之后 我们今天先不着急去解决那群鬼魅 先送走凤梅那丫头要紧 听完龙婆的讲述 话九难这才回过神 对了 赵飞那事情还没处理完了 接着龙婆抬手客气地安排着 大师 时候也不早了 不如您就在这留宿一晚吧 老和尚文言立即弯腰行礼道 善哉善哉 那频道今日有幸见识女菩萨的超度之所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 月挂之头繁星点点 龙婆点燃三根相助插入供奉台前 接着只见陈大忌二人 撐扶着赵飞走出了屋内 前缘已尽 可气来声 凤梅 我捕命的丫头 你出来吧 话音刚落 四周寂静无比 赵凤梅的身影迟迟没有显现 龙婆见状大喊一声 凤梅 出来吧 然而依旧是没有任何回应传出 龙婆立即拿出赵飞口中的箱 口中不停地呼唤道 赤儿 还不快快醒来更待何时 听着熟悉的呼唤 赵飞瞬间惊醒 接着抱着龙婆大喊 婆婆 求求宁舅舅凤梅 昨天晚上他被那几个指人给扛跑 这话说得陈大忌气不打一臭的 死胖子你是干什么吃的 自己媳妇被指人抢走了 你就在一旁干看着 赵飞无奈地掀起了被打得乌青的胳膊 我上去做他们了 可是没打得过呀 九难见状一把摘下大红花上的花瓣 接着开口念出了抱朴子树法中的寻鬼术 无鬼无鬼 奔竹茫茫 迷渊藏物 搬运无常 急急如律令 寻鬼术 只见那花瓣化为一道青光飞向远处 接着缓缓地消散在了天边 婆婆 赵凤梅的魂魄果然不在咱们家里 一旁的老和尚也是一脸无奈的点事 难无恶弥陀佛 贵府内确实不存在任何生魂 而此时的龙婆已然是一脸愤 不用算了 这个时候出现指人 凤梅那丫头一定是被棺材扑的东西给抓走了 说着便带着九难二人出门准备去灭了那些孙 走 跟婆婆一起去把凤梅给救回来 可就在这时身后的老和尚却叫住了他们 女菩萨且慢 这次不如我带两位小施主去 免得女菩萨奔波 这话说得久慢也点头表示认为 婆婆您在家休息 我现在到法也有所小程 可以靠自己了 龙婆听后依旧有所犯难 就在这时 只听碰的一声 陈大忌一拳打向了自己的鼻梁 婆婆别担心了 我这血厉害得很 您就放心在家待着吧 见此情形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那行吧 不过我用你的纯阳之血给你们起灵 再助你们一臂之力 说着龙婆取了点大忌的鼻息 接着用毛笔将血液吸食后 哀个在先前的指人身上画起了符咒 亨尼基以多巴 那涅多亚拉 数空打你们顾 随着咒语的念起 周围瞬间刮起了阵阵阴风 就连放在桶里的河水都结出了冰霜 这股寒意使得九难二人冻得跟个孙子似的 只有老和尚一脸崇拜地看着龙婆说道 这就是无忌之力 可话音刚落 四周却突然响起了诡异的叫声 接着一群冒着煞气的鬼屋 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他们张牙舞爪面露凶光地冲了过来 陈大戏见状立即惊服道 我靠 有鬼啊 龙婆文言霸气地将手中的毛笔一水 口中振振有词地喝道 在夺灵开始之前 老太婆在这立个规矩 决出胜负即可 不可坏了别人的魂魄 更不能互相吞噬 害人幸运 这犀利的话语 使得这群鬼屋下的纷纷向后退去 见言语奏效 龙婆立即指挥道 小九 去取我的可先神来 谁敢违反我刚才立的规矩 就使劲抽他 抽死了活该 鬼屋们吓得瑟瑟发抖 口中含含糊呼地喊着 收到 随着龙婆将毛笔挥下 这场大战也正式地开始了 鬼屋们收到指令 立即眼冒凶光 张开立爪便扑向了一旁的同伴 由于龙婆的规矩在这 他们只能用出最原始的打架方式进行战斗 可他话还没说完 面前突然冒出了一个鬼屋 只见他张牙舞爪地扑向了陈大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九难迅速抽出捆仙绳甩了出去 畜生 你敢 只声他的一声 那鬼屋被捆仙绳抽得倒地不起 周围的厉鬼们见状立即扑了过去 见人 自己贪心 竟然还想害我们的恩人 老朽今日就废了你 接着一场混战就在倒地的鬼屋身上诞生 很快他便口吐飞烟 鼻青脸肿地昏死了过去 而那四个厉鬼立即跪到九难面前恳求道 对不起 是这小子贪心不足蛇吞下 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然而九难却转头对着陈大吉询问道 没事吧 这些鬼屋生前可都是恶贯满盈 地府不收城隍不容的家务 你可不能小瞧了他们 陈大吉听后心有余计地喊道 那咱们找这些混账玩意来做什么 龙婆文言当即开佛解答道 今晚用你的邪启灵 这些恶鬼就可助我们降服刘家村的妖孽 到时候我便让他们在我的堂口享受相互 也算是他们的一性机人吧 说着便看向跪地不起的四鬼 口中振振有词的喊道 你们四人有心打过 就选你们吧 多谢老神仙垂怜 大恩大德我们莫齿难忘 在鬼屋叩瀉过后就化为四道绿光冲向了前方的指人 随着他们的融合 指人们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浮动起来 龙婆健壮淡淡地说出了此行的谜 你们别急着答应 我孙子今晚可是要去对付八剑将 若你们不愿帮忙 我也不会为难你们 这话说的鬼屋们面面相去 八剑将 那种等级的恶鬼我等可对付不了 见他们犹豫不定 龙婆立即拿出四颗土球 若你们答应 事成之后 老婆子会把芝麻送给你们做假阳身 而且这四团香火种也能送给你们 可减轻几年的罪孽 一听到不明白的话 陈大忌立马趴到九难跟前询问道 老大什么是假阳身啊 这些恶鬼滞留在阳间就是为了赎罪 日夜备受折磨 也不能修行 有了假阳身 他们日后不但能适当修行 痛苦也可减轻一般 在九难解释完后 鬼屋们纷纷点头硬答道 老神仙 我们愿意帮着小神仙为您除害 减轻自身的罪孽 就算被八剑将打死 也好过每时每刻活在这悔恨当中 听到这话龙婆弯腰捡起了地上掉落的松枝 你们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白送命 说着便将松叶递给了九难 小九 用嘴嚼碎了 朝着他们喷过去 在九难嚼了一会后 一口青绿的松枝便吐了出去 接着阵阵幽光便在鬼屋们身上浮现 一套黑金战甲披在了他们身上 领头的鬼屋立即感谢道 老神仙慈悲 多谢小神仙 今晚我们就算拼了性命 也要护着小神仙平安回来 就在几人讨论战术之时 陈大忌蹲在一旁嘟着嘴巴鼻鼓着 这些好东西就便宜你们 接着对着一旁站的鬼屋抬手表示 剩下的那些都散了 看着你们就有心 然而这段话立即激怒了这些鬼屋 我们也已经悔改 凭什么不算我们 臭老婆子 我看你就是耍我们的 说着便张开立爪 扑向了前方的陈大忌 九难见状立即提醒着 大忌快躲开啊 陈大忌见状一拳打出了自己的鼻子 来就来 看老子的纯阳之血 可不等他将拳头挥出去之时 空缠大师的声音从身后缓缓地传出 舞上甚深微妙 百千劫难难遭遇 我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一 踪的一声 一阵金光以空缠大师为核心迸发而出 鬼屋们瞬间被光芒覆盖 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随着金光渐渐散去 鬼屋们已经老老实实地抱头表示臣服 阿弥陀佛 佛陀虽慈悲 但也有金刚之怒 岂能容忍你们这些痴妹亡两肆亦忘了 陈大忌见到如此霸气的荫雾立即上前客气了 没想到老和尚 阿呸 大师您还是有点本事的 有了你 咱们去打那把剑将就有把握了 这话说的九难立即呵斥了 大忌 不可对大师无礼 就在几人商讨如何处理棺材铺内的厉鬼之时 赵飞大跨不得打破了 等等 我也要去 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的媳妇 我要是不去 那还算什么赢了 九难文言缓缓缓地叹了口气 你有这份心不然是好 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这话说的赵飞立即拍着胸脯看向龙婆 奶奶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也变得厉 哪怕是让刚刚那些厉鬼附我身都行 这可不行 被孤魂野鬼附身之后 轻则大病一场 纵则小命不保 在听龙婆讲完后 九难笑着接话道 有办法了 婆婆我可以用报仆子中的赵飞术 请阴神进入赵飞的身体 龙婆听后激动地喊道 那可太好了 正神不仅不伤赵飞的身体 而且如果请来的神要是够厉害 说不定都不用我们出手 看着大家说着听不懂的话语 陈大忌一脸疑惑地询问着 什么叫赵飞术 阿弥陀佛 此乃道家秘法 得道真修才能使用 可召请天地正神或道家 先辈前来相助 在空禅大师说完后 九难便开始了请神的操作 只见他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接着将血液抹在了铜钱箭上 七星五雷护两边 六甲神将到宫前 六丁天兵守候颖 天官赐神将当面 逢天师有旨 积极如律令 给我出 在九难咒语念完之后 铜钱箭上迸发出阵阵亮光 空禅大师听后却是一脸惊恐地喊着 小施主等等 不可用葛天师本名啊 小有您的身份特殊 功德深厚 你的血本就不可轻易使用 如今又用了道家先祖 葛天师的本名发号施令 只怕会招来非同小可之辈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原本平静的天空静电的乌云玉布 滚滚翻腾的雷电在天边炸响 这部气势就连修炼万年的松老 都有所具备 龙婆健壮当即惊呼道 不好 松老都抵抗不住这阴气 究竟是什么东西被召唤上了 这话说的九难也是紧张不离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玩意送回去 就在众人惊慌之时 一道血红的光束降临在了地面之上 定睛一看 一个漆飞的身影缓缓地从地底冒了出来 只见他飘在半空中恭敬地喊道 小神钟馗护法来迟 还请天师莫要怪罪 这话说得龙婆大吃一惊 明是赐福镇宅圣军 看到众人如此震惊的表情 钟馗这才反应过来 怎么不是天师大人 究竟是谁在胡乱动用赵琴秘书 简直就是胡乱 话九难文言赶忙弯腰至里道 是晚辈请神出轨 若是打扰了前辈休息 还请多多海海 龙婆也是一脸紧张地附在九难身前 圣军大人息怒 是老太婆管教无方 才让我大孙子惊动了林老林家 非要惩罚就罚老婆子一人身上 您就把我带走吧 说着龙婆一把跪倒在地啃求的 见此情形 陈大忌一拳打出自己的鼻息 接着霸气地将龙婆二人附在身后 这位大叔 我老大请你来是收拾八剑匠 你对着我们吹胡子瞪眼干啥 这场面看着钟馗也是有些许恶然 见多了平常世人对他恭敬的态度 如今这般硬气的对话也是引起了他的兴趣 就在这时 察觉到龙婆有危险的蚂蚁姥姥坐着鬼叫便赶过来 何妨高人嫁邻我老妹子嫁 咱们有话好说 别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话说得钟馗愤怒不 须须孤魂野鬼也敢在本座面前出现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 说着钟馗张开大手准备对蚂蚁姥姥展开进攻 见来人是钟馗 蚂蚁姥姥惊了一声 伺服镇宅圣君 小鬼我一直秀的是扇行 并未做了 还请圣君手下留情 然而钟馗并未停止手中的动作 呵呵 这只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吧 见蚂蚁姥姥姥有难 久难拿出铜钱箭一步跨出 在钟馗攻击出手的一瞬间挡住了这攻势 姥姥所言句句属实 他必有一方百姓 还请你手下留情 便将狮子给射了出去 这场面看得龙婆和空缠大师惊呼一声 切莫冒犯圣君 然而对于这种微弱不堪的攻击 钟馗只是轻轻地弹出一指 只听喷的一声 先前能打的厉鬼嗷嗷惨叫的攻击 就这么被轻易地瓦解 纯阳之血和极鹰之体 难怪敢对本座动手 你们果然不简单啊 把本座召来的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久难文言立即恭敬了行李道 晚辈名叫化久难 我兄弟叫陈大吉 闻听此言的钟馗当即掐指算了起 化 怎么会姓化呢 难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因果循环吗 一想到这钟馗抬手便射出一道金光 把向久难 见老大被击中陈大吉连忙质疑道 大叔 你要对我老大做什么 可还没等他要去阻止 化久难的身上迸发出要有的金光 紧接着一颗金色松树 携带着一条神龙浮现而出 这炸裂的场面直接震得钟馗陷陷入了沉思之中 好强的功德之光 不过也难怪 毕竟你是化家人 有着功德也不为过 这段话说得久难两眼放光 前辈您知道我的身世吗 然而钟馗却是转身背对着他叹了口气 别再过问了 天理法度 一切自有因果循环 我不该干涉阳间之事 不过我倒是可以完成你照我来要做的事 久难文言立即笑着答道 感谢前辈出手相助 我想请你解决一下刘家村的八剑井 钟馗听后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 此时一耳 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回 只听刷的一声钟馗立即化为一道红雾消失不见 见此情形陈大忌一屁股坐倒在地 这位爷到底是谁 也太吓人了 久难搀扶起一旁的龙婆缓缓地答道 这可是赐福镇宅圣君 钟馗 钟馗从唐代起就是镇邪必灾的圣君 蚂蚁姥姥这等鬼修建了他只有十死无生 听龙婆说得这么厉害 陈大忌两眼放光道 那八剑井起步轻轻松松就直接拿捏了 话音刚落 半空中瞬间多出了八团紫色的物体 哼得一声八个血色棺材从天而降 钟馗那霸气的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小先生 那些孤魂野鬼已经被我生吞了 这女娃娃的魂魄我就直接带入地位 安排他转世重生 久难闻言立即感谢道 小子多谢圣君出手相助 而一旁的赵飞看着自己的鬼媳妇即将离去 愤愤地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赵凤梅也是面带不舍的挥手告别着 记住 别忘了 见他们相互告别后 钟馗抬手一挥二人便消失在了天边 赵飞见状连忙大吼着 凤梅 我们来是继续做夫妻 久难当即上前安抚着赵飞的情绪 只有陈大忌这个吃瓜群众好奇地询问他 婆婆这玩意放在院子里也太甚人了 要不还是把他披了当柴烧吧 龙婆笑着表示 这东西可是被八剑将祭练千年 里面的英气通透是上等的宝物 怎能这般浪负 久难听着立即表示道 今日多谢姥姥拼死相助 这八口棺材就孝敬你了 蚂蚁姥姥会心一笑 还是我大孙子疼我 那就正好 我也不客气地收下了 接着转头对着陈大忌调侃道 到时候放在我的墓里 给你那六个本媳妇修行 陈大忌听后立即露出一副诸葛像 我就知道老老名店记着我 对了 林一会把我那几个黄金历史也带回去 替我的媳妇们扛扛叫 不然我舍不得他们受苦受恋 就在众人闲聊之时 只听慌的一声 面门被人一把推腾 只见长怀远一脸焦急地喊道 小先生 不好了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 我以前送您的那块逆龄破碎了 九难闻言顿时心中一惊 逆龄碎了 是徐芳草出事了 不行我要去看看徐芳草 说着九难便转身向外走去 身后的龙婆在后面提醒着 小九 大半夜的 你要怎么去啊 然而九难却是一脸严肃地打倒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救人要紧 唐怀远闻言立即开口表示 小先生先别急 我在逆龄碎裂的第一时间 就赶到他的家中查看情况了 目前他家里并无一成 没有任何脏东西的气息 这话说的九难疑惑不已 既然没有大碍 逆龄怎么会碎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正要仔细检查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您这边 有一股庞大的阴力降落 担心你们有危险 所以我就匆匆打 刚才可是有事发生 见长怀远问着无关怎样的东西 九难抬手表示 无事 只是我不小心召唤了中回圣君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真的没什么一样吗 非要说的话 徐小姐家中有骨淡淡的檀香 银而不散 其余就没什么 在长怀远说完后 九难陷入了沉思之中 为属阴 往往处于阴暗污浊之所 不可能有香味才能 见此情形龙婆开口说道 别急 天一亮我们就去看个究竟 在几人商讨的过程中 只有胡菲尔站在远处失落的望子 秋水般的眼眸蕴含着一股忧烧 就在这时空禅大师开口打断了氛围 既然刘家村的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先回四中镇守 四中的邪佛 还望女菩萨出手相助 龙婆闻言开口安抚道 既是佛 就有佛性 若不出来害人 你也不必太紧张 闻听此言的老和尚立即笑着答道 佛性 阿弥陀佛 多谢女菩萨典醒平僧 别克靠了 你先回去 若她出来捣乱 老婆子一定请出仙家收了这个败类 在龙婆收完后老和尚也回到四中 此时的金光寺里 三个和尚端坐在佛像面前正打着坐 空禅大师老麦的声音传了出来 三位师兄镇压鬼佛平安归了 那尊鬼佛 现在情况如何了 闻听此言的和尚开口表示 我们三人进入了佛像下方的空间 本以为会见到炼狱的场景 没想到佛像下方的空间里 乃是另外一座庙里 庙宇中有一个小沙弥 正在给众鬼奖金说法 这话说的空禅大师疑惑不误 给鬼奖金 正是 那小沙弥精通佛法 我们三个和众鬼一样听得入迷 一听就是三天三夜 听到情况如此诡异 空禅大师连忙询问道 那鬼佛呢 鬼佛在哪里 然而老和尚开口表示 那空间里并无鬼佛 这话说的空禅大师心中一惊 完了 鬼佛怎么会没了呢 然而圣僧听后却开口表示 事已至此 我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先前询问了 那个小沙弥可曾见过鬼佛无命 那小沙弥却说 他从苏醒以来就在那里度化众鬼 从未见过鬼佛无命 阿弥陀佛 那个小沙弥是大德高僧的神魂所画 恐怕就是这位高僧度化了鬼佛无命吧 然而空禅大师却对此事充满了怀疑 大德高僧的佛性能行吗 可不等他说完三个五台山的圣僧便从佛团上站了几 空禅师弟寄回来 那平僧三人就先返回五台山 体悟那位大僧传授的佛法 说着几人便走出了金光寺的大殿 就在他们下山之时 原本清朗的天空变得乌云 领头的老和尚立即掐算出了一丝危机 这天色突变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阴天 这股气势危机重重啊 就在他们走到山下之时 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血红色 腥臭的气息充斥着鼻腔 前方的破屋中有个人影盘坐在那里 在他们走进之后 只见那人是个身穿道袍的佛生 一生生佛经不断地在他口中念叨着 这场面顿时让领头的圣僧想到了来人的身份 前方之人可是鬼佛大僧 然而无面此时已然换上了鬼面具 手中捏着老方杖曾经留给他的书信 见无面不打话 圣僧立即做出了战斗的自拍 佛魔不两立 动手吧 说着便念出了法咒 作我当然 看能力安乐一切众生者 令我计时 身声牵手牵眼俱足 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莲花浮现在佛光之中 然而无面却毫无所动 愿由佛光一下一下轰击过来 而他的周身出现了个血色护盾 阻挡一切攻击接近他的身去 只听通通通的响声 无面被这攻击惹恼了一半 周身用来抵挡攻击的护盾变得鲜红无比 只见他转头嘲讽地表示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说着便一掌将莲花从半空中击落 随即纵身一跃跳上了莲花弹 接着抬手将佛珠缓缓地抛向了天空 你们三个小和尚倒算是精通佛法 本座颇为欣赏 可惜你们是五台山来的和尚 五台山的和尚全顾都要死 只听刷的一声 猛烈的破风声仿佛撕碎了续空 无面的攻击迅速震得三位圣僧无法动弹 接着无面掏出一柄匕手 周身的血气仿佛要吞并了这世间万物 没有过多的话语 无面甩出一道血气 圣僧们立即抬手阻挡 可下一秒一股刀气扑面而来 咔嚓一声勃梗被切断的声音传出 三位圣僧们齐齐仰天喷剑着血花 接着便重重地跌倒在地 在即将消散的瞳孔之中 无面提高的身影往返走向了他们 看着面前的和尚 无面内心中没有一丝身为同门之间的馈子 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身下的尸身便咬过去 一声声咀嚼声传向了四周 而另一边龙头的家中 臣妇开着那辆五个圈的迪奥赶过来 九难 你们收拾好了 书来送你们回学校了 话音刚落 穿戴整齐的九难三人便走出了屋内 就在几人即将离去之时 胡菲尔的身影迅速地跑了出来 小先生 等一下 天冷了 婆婆让我给你们拿几件衣服 说着便将手上的厚衣服递了过去 九难礼貌地感谢道 好的谢谢 可当他看到胡菲尔红红的眼眶时 察觉到不对劲的他立即询问道 菲尔 你哭过 胡菲尔赌气地撇过头答道 没有 我没事 有人欺负你就和我说 我去替你报仇 面对九难的询问 胡菲尔害羞地小脸通风 没有 我很好 说着便要逃回屋内 见此情形 九难一把拉过胡菲尔 紧接着将他拽入怀中 啪的一声二人四目相对 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在他们之间传递 知道事里的九难立即解释道 对不起 我只是怕你受伤了有委屈不说 我没有别的意思 件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层面了 胡菲尔赌气地问道 只留下九难这个呆瓜站在原地想着 菲尔为什么要在意这件事情 而一旁吃狗粮的陈大忌立即开口道 老大快走吧 你不是还要去看看徐芳草的情况吗 这句话犹如惊雷般点醒了九难 对了 我是不是也该给菲尔送点什么 就在刚刚 九难等人搭乘臣陈父的车子来到学校 一走进班级 九难就注意到徐芳草文静地坐在位子上看书 教室内的嘈杂和徐芳草的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九难走上前关切地打了个招呼 芳草你还好吗 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 然而徐芳草听后却是冷淡地回答道 我没事啊 挺好的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 九难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我送你的灵片呢 怎么没见你戴在身上 灵片 什么灵片 你什么时候送过我灵片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徐芳草扶着头痛苦地回忆着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呦 咱们班上的第一名好不容易来一次学校 第一件事情就是泡妞啊 还有赵胖子 怎么就突然给人当起了小弟了 而一旁的赵飞听到对方对自己的侮辱 当即就要上前和他打上一架 见此情形九难立即安抚道 别冲动 不用跟他理会 然而赵飞已然是被点燃了怒气 九难你别拦着我 这畜生仗着他爸是城里的大流氓头子 平常的缺德是没少干 我和凤梅的事就是他传出去的 要不是他 凤梅也就不会被逼走了 就不会离去了 闻听此言 陈大忌立即打抱个平道 男子汉大仗 耍音招算什么本事 竟然还牵扯到了无辜的女人 然而李金龙听后却是开口大笑道 他被逼走不是正好 你应该谢谢我 反正他都是个违赘 这话立即点燃了陈大忌 凤梅是我弟们 你这畜生给老子逼死 说着便一拳打了出去 可拳头还没落下 就被李金龙一脚踢在了腹部 哼的一声陈大忌被踹得倒飞而出 李金龙嚣张地嘲讽道 老子刚会走就跟着我爹血打架 就你还想打不我 就在他正在吹嘘之时 九难一个闪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接着一记擒拿手抓了出去 只听咔嚓一声 手臂脱臼的声音传出 李金龙犹如一条死狗一般跪倒在地 九难冰冷的声音随之传来 跟我的兄弟们道歉 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受到威胁的李金龙立马恳求道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抱着痛打落水狗的态度 陈大忌跟赵飞二人一顿收拾过后 李金龙屁颠颠地跑出了教室 见事情已然解决 九难对着徐芳草开口说道 芳草 刚才的事我还没说完 可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徐芳草就一脸嫌弃地望着他 九难 我不喜欢你和别人打架 我也不喜欢你乱交信狐朋狗友 那些人不是好勇斗狠 就是仗势欺人 你听我的 咱们一起努力 以后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说着便一把握起了九难的手掌 然而九难却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做事自有分寸不会乱乱 希望咱们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 听到这话 徐芳草立即露出了冷漠的表情 接着转头就要离开此地 不听我的 你迟早会后果 这话说的九难会想起 胡菲尔那温柔的声音 如果是菲尔 也会和我说这样的话吗 就在刚刚 八九难独自一人坐在操场的角落里 陈大忌见证好奇地询问道 老大你怎么不去找徐芳草 你不是担心他吗 九难刚想开口回答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他 八九难 我有事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你现在方便和我回一趟教室吗 九难抬头看了一眼 来人是徐芳草的闺蜜李云 有什么事你在这里说就行 没有外人 这话说的李云立即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件事说来也是有些奇怪 昨天我和芳草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学 约好了去桂木山的滑雪场玩 本来这一切都好好 直到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 坐上了下山的游览车 在途径山腰的时候 缆车突然抖动了一下 芳草搏剑的香囊突然被震了下去 一到站台 芳草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去找香囊 担心她的安危 我也就跟着一同前去了 在走了大半个林子后 芳草看到了先前缆车途径的地点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 那片地区摆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一个空洞洞的牛骨头 并且还有六块生肉 上面还插着三分香 烦里的香囊凑巧就掉在了牛头嘴里 这诡异的荧幕看得我们心中直处 然而芳草却挺了心 要去拿出牛头嘴里的香囊 我极力阻止也无济于事 在她将手伸入牛头口中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牛头锋利的牙齿给划破了手背 自打那里出来过后 芳草她就开始变得不对劲 这话说得久难好奇不已 芳草哪里不对劲 你详细说说 就在回来的时候我们路过了金光寺 那是个千年古刹 同行的两个女生想进去烧香 我当时也提议 一同进去看 毕竟刚刚的事情太过慎人了 我便询问起义旁的芳草 要不一起进去求个平安 然而芳草却是愤怒地表示 我不进去 那诡异的神情 让我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当时我便想着拉她进去避避行 然而她却极力阻止 就是不想进去 但是在我奋力地拉扯下 她还是踏进了寺庙的大门 一进大殿过后 芳草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迅速地从我身边走过 一路小跑地来到了贡桌面前 点燃了三分相助 随后恭敬地跪拜了起来 说来也是诡异 原本平静的大殿内 突然响起了小孩的叫声 芳草也从原本怪异的神情 突然变得十分淡漠 整个人就像木头一样沉默不语 自那天之后芳草就一直这样 和平时完全搭不着边 我好怕她是被那种东西附身了 在李云说完过后 九难立即起身感谢道 事情我知道了 谢谢你告诉我 放心 我一定会就回芳草的 而此时另一边 刚刚被九难等人暴打的 李金龙一缺一管地吐槽着 该死的话九难 你们都给老子等着 我让我爸找人收拾你 就在他说着狠话的时候 灰仙灰老六悄然无声地来到他的身路 竟然算计小先生 他们去给他点颜色瞧瞧 说着便抬手一挥 小老鼠们便迅速地冲了出去 然而他们刚接触到李金龙的周身 就被一团黑气给打个倒飞而出 灰老六见状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 灰老六见状立即拔出一根扶须 接着轻轻一甩 胡子立马飞了出去冲向前方的李金龙 通过对扶须上的感知 灰老六察觉到了飞气的来源 人骨顾骨顾骨也敢在本心面前放肆 说着便通过扶须打出一道法力将人骨击碎 破碎的瞬间一股阴气瞬间吹得李金龙汗毛竖起 我靠 怎么突然凉嗖嗖的 真他满晦气 还是先回家再说 说着便迈开肚子跑得飞快 灰老六见状依靠在大树上吐槽着 最近怎么处处都拖着邪门呢 看来得加强对小先生的保护 而此时另一边 九难独自一人拿着大哥大跟龙婆通着电话 婆婆 请告诉灰六哥 麻烦他去滑雪场看一看 那边好像有什么邪碎在作恶 然而不等龙婆打话 胡菲尔清脆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小先生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胡家去做了 也不能总是去麻烦灰前辈一个人 听到这话的九难很是诧异 难不成是菲尔你要去 听见九难亲切的呼唤 胡菲尔面颊一红 你放心 不是我去 我让爷爷亲自去一趟 他可是五大家主中实力最高的一位 听到这话的九难 立即明白是胡菲尔理解错了 没有没有 菲尔我没有不信你的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 听着电话那头开心的响声 九难对比起先前徐芳草的态度 菲尔明知道我是为了芳草的事情 可他却还让胡家主亲自出马 随即他便将思绪抛到了脑后 菲尔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解决之后我会好好谢谢你 不必谢我 举手之劳的小事而已 在胡菲尔说完后九难便挂断了电话 然而胡菲尔却依旧回想着九难那温柔的模样 很快胡仙家的胡青山便在菲尔的通知下来到了雪山 山脚下寒风阵阵 片片雪花漫天飞雾 一踏进山内胡青山就察觉到了一丝不顿 居然是鬼迷眼 区区邪术 也敢当我仙家政党 说着便抬手一挥 一道火焰瞬间迸发而出 太野作堂 白鬼迷网 给我破 只听哐的一声 这片冰雪强体瞬间炸得四分五裂 随着鬼屋的消失 一个巨大的牛头骨呈现了错 看着眼前这诡异的牛头 胡青山心中一惊 这不是养牛鬼的邪术吗 还是先回去向小先生汇报一下消息 随后只见他大手一挥 将那打破的鬼气重新填补而上 爸爸 帮人帮到底 老夫再去趟金光寺 惠惠内尊鬼佛 此时的金光寺里面 一众和尚坐在佛祖精神面前打坐 咚咚咚的沐鱼声响彻整个大殿 胡青山迈着步子缓缓地走了进来 一旁的僧人见状立即恭敬地喊道 南无阿弥陀佛 平僧见过老仙家 不必客气 我只是来惠惠贵寺的鬼佛 听到胡青山这么说 领头的主持立即招呼道 大家继续诵经 为老仙家护法 胡青山见状一个闪身便来到了佛祖精神底下 此时的空间内 数十个鬼物安静地坐在地上听着佛经 这场面看得胡青山大吃一惊 鬼佛镇压之地竟然如此祥和 想到这 胡青山快步走到念经的小和尚面前 南无阿弥陀佛 小僧无心见过老仙家 这话说得胡青山眉头紧重 无心 可否认识无面大师 小和尚文言立即摇头的 前几日就有几位高僧前来小四找无面大师 可惜小僧并不相识 见问不出什么事情 胡青山立即换了个话题 那前几日有一女娃遇见脏东西 来庙里静香 可是小师父出手读她 无心听过沉思了片刻 那位女施主被牛鬼射去一魂一魄 小僧便去寻了那牛鬼 对她好言相劝 终于是拿到了魂魄 后来小僧已经连夜将他们送回了女施主的体会 可是有什么问题 那女娃很好 但老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僧无心如何 僧无面又如何 听到胡青山这个问题 小和尚笑着回答道 僧无心则空灵 体悟佛法无边 僧若无面则 无面之僧 无面之僧必心有魔障 秀于佛前现行 必提到如何评价无面的时候 小和尚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僧人 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之时 剧痛突然传入他的脑海之中 无心痛地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这场面看的胡青山也是一脸猛欲 心想 他们二人的关系应该不是表面那样简单 见问不出什么问题后 胡青山便表示下次再来代表 说着变化为一道青光飞回了话九南这边 见胡青山回了 九南立即询问道 胡家主辛苦了 此行可有什么收获 胡青山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那女娃是被牛鬼所害 但牛鬼已经被金光四佛像下的无心小和尚解决了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龙婆却开头打断道 牛鬼需要有人供养 究竟是谁这么缺德 这新的词汇钻入陈大忌的脑海中 老大这牛鬼是啥玩意啊 你知道牛鬼蛇神这个词吧 牛鬼蛇神原本是佛教用语 讲的是阴间鬼毒 神人等等 牛鬼原指的是地狱中的牛头鬼毒 后来东南亚一带地区以此供养小鬼的行径 他们利用鬼物害人 所以被称为养牛鬼 听完九南的解释后 陈大忌呆瓜的脑子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那事情都被小和尚解决了 为什么徐芳草还会失忆呢 这话就涉及到龙婆的领域了 牛鬼夺人魂魄 徐芳草的魂魄离体 被阴风阴气一冲 多少也会受了点损害 等他的三魂七魄重新吻呼就好 在龙婆说完后 九南也是松了口气 这样就好 只是不知这牛鬼是谁养的 这要是让他成了气候 很多人都会遭殃的 胡青山听后立即附和道 这也是我没收了那牛鬼的领域 我们要放长线吊大人 就在众人犯男之时 龙婆霸气地开口道 管他是谁 敢得罪我大孙子和他身边的人 都要重罚 见龙婆还处于气头上 九南立即安抚道 婆婆 这次不过是的巧合 你不必如此动怒的 然而龙婆却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九 你家是显赫 又身负血海深仇 而且你的仇家不简单 你但凡走错一步 都有可能行神俱灭 所以你要谨慎一点 防止任何有意无意接近你的人 如果发现一点风吹草动 立即杀志 看着龙婆关切的样子 九南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胡青山和陈大记 非常一起地喊道 我五家先誓死保卫小先生 没错 老大我也一定会保护住你 看着二人的样子 九南开心地感谢道 多谢各位了 然而另一边的骨楼中 先前被九南等人教育过的李金龙 此时正在和一只通体幽绿的蝙蝠交水 只见他一口咬破自己的指尖 接着将一滴滴液体滴入蝙蝠的口中 小祖宗回去告诉我姑姑 有人欺负 一个叫陈大记 一个叫化九南 告诉姑姑我要让他们都死 话音刚落 那只蝙蝠便扇动着翅膀向着远处飞去 然而这一幕却被地底上的小老鼠们看得一清二楚 随着蝙蝠的离去 这座捕楼立马就陷入了诡异之中 没过一会 五楼内一个身穿红衣的勾楼老太端坐在地上 他的身前正主着一摊不可描述的东西 就在这时一个浑厚的声音打破了这寂静 妹子 牛头鬼都种下去这么久了 啥时候才能弄死那个开滑雪场的混蛋 那小子 每个月就几万块的保护费还敢跟我拖沓 真是不识抬决 说话的人正是李金龙的恶霸老爹 李峰 这话说的一旁的李娇陷入了沉思之中 按理说牛头鬼早该醒了 难不成有什么意外 接着只见他缓缓地掏出一个网罐 你三天后再去一趟滑雪场 把罐子里的东西浇在牛鬼头上 记住 浇完了立刻就跑 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 看着面前这罐冒着黑气的物体 李峰一脸嫌弃地询问道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人的脂肪 闻听此言的李峰立即吓了一跳 手中的网罐差点跌落在地 这场面吓得李娇大喊道 别摔了我的宝贝 随后又若无其事地走到一旁的大缸前一把掀开了盖子 只听碰的一声一鼓鼓黑气从缸内蹦发而出 定睛一看缸里两个怪物被圈养在内 他们分别张大着嘴巴 用着尖锐的声音哭泣着 然而李娇却是一脸兴奋地嬉笑的 小宝贝们乖啊 不哭不哭 妈妈来喂你们了 说着便一把剪开了自己的鲜鲜御手 开始了每日的血食 妈妈的爱 你们可不能辜负 要拿东西来换他 说着便将手臂伸入缸内 随着一声声的咀嚼声传出 李娇一脸痛苦地喊着 痛 好痛啊 妈妈越疼 你们越要给妈妈一些好东西补偿 在他说完后 就猛地一把扯出了那条蛋液体的手臂 掌心处还抓着几根小东西 这场面看着一旁的李娇脱皮翻马 妹子 你没事吧 然而李娇却是一脸淡然地将盖子封上 接着扭头呵斥道 你这个蠢货先别管我 不想死的话 快点用油泼这几个小畜程 在收到指令后 李娇一把泼出桃罐里的东西 一滴滴油渍偏见而出 周围瞬间被烧得滋滋作响 李娇一脸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节奏 可就在这时先前粗糙的钢面 竟长出了三张鬼里 他们仿佛想要突破束缚冲出钢面 然而却被刚刚的油渍给镇压了下 见此情形李娇长长地松了口气 总算是安生了 你把这玩意贴身带着 对你有好处 说着便将刚刚的小东西抛了出去 李峰拿到后 瞬间感觉到了一丝冰凉 好冰啊 这玩意要怎么带 可还没等他说完 李娇就一把扯开了他的衣服 接着将那小东西一把塞入他的胸膛之中 真是废物 这东西是这么带的 哼嗣一声 小东西嵌入皮肉里的声音传出 阵阵黑气从里面冒了出来 李峰疼得浑身直打颤 看着滴滴掉落的叶皮 李娇病态般地甜视着 口中不停喊着 好甜啊 接着一把拉过李金龙的手臂 哥哥 我们好久都没有好好相处了 这话说得李峰面色一惊 妹子 你等等别着急 接着迅速转身对着门口怒骂道 干嘛的 你们是白痴吗 还不敢快把人带过来 话音刚落 两个壮汉立即拉着一个青年走了进来 姑奶奶好 这个小白脸是孝敬姑奶奶您的 这话说得李娇开心地填着嘴唇 好好好 快把他放到我的房间去 我要好好地品尝一下 看着几人渐渐离去的身影 李峰当即松了口气 靠 差点就玩犊子了 就在这时 半空中突然飞出一只蝙蝠 李峰见状面色一惊 不好 金龙那臭小子在搞什么妖蛾子 而此时李娇的房间里 传来了圣人的惨叫声 不一会 一个皱巴巴的脚掌踩出了房门 李娇一脸无语地吐槽着 真是不忠用的男人 这么快就不行了 接着一把捏死了飞过来的蝙蝠 这场面看着李峰捏了一把冷汗 妹子 你完事了吗 这个还满意吗 然而李娇却是一脸阴森的爬道 你要找的就是这个吧 怎么 你就那么害怕你的不瞄金龙找上我 见话语被识破的李峰 也该轮到你们爷俩 一起来伺候我的时候 听到李娇这大逆不道的话 李峰立即进户道 这个嘛 暂时先不说 对了 金龙那臭小子来找你干嘛呢 一说到自己侄子的事情 李娇咬着牙恶狠狠地打道 几个不长眼的臭小子欺负他 金龙这是求我帮忙报仇吗 什么 究竟是谁吃了熊心抱子胆 就连我李峰的儿子也敢欺负 就在这时 只听啪的一声 李娇一把捏到了传信的蝙蝠 现在就让金龙 把那些人的生辰八字给我 一会我就施法弄死这几个小兔子 没过一会 李家父子恭敬地跪倒在祭坛前 李金龙一脸胆气地 询问一旁的李峰 老爹 这是姑姑在就行了呗 为啥还让我过来啊 你给老子闭嘴 说了多少次 让你别主动找你姑姑 这下好了 直接玩犊子了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屋内的时钟 突然传来咚咚的响声 午夜子时 此时是阳气最弱的时候 李娇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 此时一到 是时候开始索命了 听到这尖锐的声音 李家父子纷纷挺直了腰板 一脸惊恐地注视着前方 然而李娇却没有搭理他们 迈开步子静止走向了前方的供桌 接着抬手点燃了蜡烛 随着烛火的亮起 一股黑气瞬间飘散而出 李金龙立即捂住口鼻 然而那股气息竟试图撬开他的手掌 钻入他的体内 这恐怖的一幕下的李金龙大喊一声 姑姑等等 你先听一下 听到这话的李娇 立即露出了一副凶悍的表情 怎么 你要反悔 不不不 我只是想问问 我只知道他们的生日 不知道时辰 是不是不行啊 见不是反驳自己 李娇立马换了副面网 乖侄儿 几个矛头小子大 只有日期也够了 说吧李娇转身便开始操办了起来 只见他一手伸入大缸里面 随着手臂的角动 一个通体幽蓝的形式被他抓了出来 来吧小宝 让主人好好给你炼制一下 只见他手节剑制 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咒语 接着一把掀开形式的偏灵盖 这场面看得李娇父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还没等他们跑过什么 只见李娇抓起一把如冻者的尸丛 将其塞入被打开的头部 一边塞还一边凝笑着说着咒语 去吧 我的小宝贝们 轮到你们为我笑历的时刻 只听他的一声 那原本呆板的形式瞬间站了起身 接着李娇点凉黄指一把塞入形式的口中 宝贝乖 现在就去杀了纸上这三个人 快去 随着李娇一声令下 行尸瞬间飞升出了鼓楼 没过一会便来到了化九难等人所在的学校 东的一声地面被行尸镇的尘埃四起 行尸展开灵灵的嗅觉寻找九难几人的位置 然而他的周身却是被阵阵诡异的迷雾所包围 就在他站在原地迷茫之时 九难的声音缓缓地从远处传了过来 这招风眼迷魂果然厉害 灰六哥的道法又激进了 受到夸奖的灰老六立即笑得合不拢嘴 哪有哪有 能帮上小先生就好 一旁的长八爷连忙附和道 小九 六哥可是我拖着过来的 是不是也要继我一功 好 那就多谢八爷 若是没有你们二人察觉到 有人要动用邪术害我们 我们三个恐怕就性命不保 这话说的陈大忌也是十分气愤 也不知道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好事 等走到了 老子飞扒了他的屁股 说话间灰老六抬手凝聚出一道法力 接着狠狠地将其弹出 刷的一声 这股法力瞬间打入了行尸的脑袋 吃痛的行尸爆发出淒厉的惨叫 收到信号的李娇顿时咬牙弄骂的 该死的 这臭小子竟然还有几分本事 大侄儿 你给我过来 李金龙闻言颤颤巍巍地走了上前 小姑 您找我有啥事吗 可还不等他说完 李娇抬手一把掐住了他的大腿 不辞一声 五指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皮肉之中 吃痛的李金龙张嘴惨叫着 然而李娇却丝毫不顾及他的死活 尖锐的指尖不停地在行尸的手上画着印记 口中还不断地嘀咕着 古通神 古通魂 古通之首 巨鹰 古通神灵之我意 三声九里进入神 霸音刚落 周围瞬间音笼四起 星红的烟雾仿佛要吞并四周的一切 接着只听嗖的一声 那股黑气迅速飞出了骨牢 很快一道巨型的鬼脸迅速地钻入行尸的体内 获得力量的行尸发生了一遍 那原本干枯的右臂在飞气的加持下变得诡异至极 这场面看着一旁的陈大忌惊呼导 我靠 怎么还能变大死 不等他回过神来 行尸冒着血红的眼神就冲了过来 那巨大的手掌在半空中划出阵阵破风声 眼看着攻击即将落下 灰老六不紧不慢的声音却安抚着众人 米粒之珠也敢与浩月争辉 给老子死 就在灰老六准备出手将行尸一掌拍死之时 话九难却出手打断了他 六哥 让我来试试看 总不能一辈子都靠你们庇护吧 不知为何 最近我的倒数突然就能使出来 大家就看看我的本事吧 说话间 九难手杰剑之口中不断念着口诀 天发杀鸡 地发杀鸡 人发杀鸡 杀鸡其限 已无知命 积极如律令 三杀术 出 话音刚落 半空中心芒点点 汇聚成了一个死字 接着只听怕的一声 死字正好打在行尸的掌心之中 这不痛不痒的公鸡看得行尸愣在了原地 就在众人以为这公鸡没什么效果之时 可下一运 巨大的爆炸声瞬间席卷了整个战争 火光中行尸爆发出凄厉的惨叫 然而猛烈的火焰迅速将其淹没 这熊熊烈火看得灰烙六星中一惊 小先生的倒数突飞猛进 这道家的三杀真言术用的是炎出法 难道是因为这胎中之民已被破解 而此时的战场上 只剩一缕残魂的行尸 借着黑气的掩护准备逃跑 九难舰撞立即射出一道金光追了过去 哼的一声 李娇等人被急驰而来的金光打得倒飞而出 先前那个操控行尸的法剧被炸得四分五裂 他那间 肉体满天飞溅 李金龙更是被破碎的骨刺戳破了眼睛 这剧烈的刺痛使得他狂吼不止 这巨大的落差感加上恐慌让他当即昏死过去 就此心切的李峰立即推开压在胸前的李娇 接着上前扶起李金龙关切地询问道 金龙 你怎么样了 别吓唬老子 而一旁的李娇却仿佛入了魔一般 周身迸发出诡异的血气 口中不停地嘀咕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三个矛头小子 怎么可能破了我的五通死神状 必想到这些屈辱 李娇那干枯的面庞上 肌肉诡异地抽动 接着只见他伸手从一旁的水缸中抓出三个面团 随后一口咬破指尖 利用自身的精血在面团上写出九难几人的名字 五通神 五通灵 五通降灵 除冰冰 炎王要你三更死 绝不留你到五更 你们就等着人头落地而亡吧 说着李娇一把扭下三个小面团的脑袋 而此时地府的封都承诺 掌管阴丝律法的崔爵正愣愣地看着桌上的奏折 主箭上赫然写着画九难等人的生辰八字 崔爵见状当即抬手掐算了起来 不多时一声怒吓从他口中爆出 放肆 此脉硕果仅存一人 岂容你这等肮脏之被加害 说话间只见他抬手甩出一道幽民鬼火打不出去 做完之之后 崔爵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 那一家本就功德无边 可惜却遭受那等可不得恶人所害 此事已是令人不忍 怎能让他们唯一的后人在遭受肖小之人的陷害 而此时另一边的李娇却是痛苦不堪 幽民鬼火焚烧着尸咒的手臂 一声声气力的惨叫显得格外的渗人 不多时鬼火之行结束之后 李娇的左臂只剩一只白骨暴露在外 看着自己这副不忍不轨的样子 李娇愤怒得很大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武通神竟然传信不了地府 那这样应该就算解决了吧 地旁的灰老六文言心有余计地喊道 这可是道家重罚三杀术 杀这么一个小鬼戳戳有余了 说吧灰老六问出了心中的余谷 小先生今日可是觉得道法精进了不少 而且都能用得出来了 九难文言立即笑着打道 没错 灰六哥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刚才猜到的 小先生年幼时被施以换皮之术 又有大将军的耳环镇压 所以一直以来体内灵气都不通常 前阵子明将耳环送给菲尔那小丫头 自然就可以轻易使用道术 在听完灰老六一番解释过后 九难兴奋地喊着 原来如此 那我以后就可以保护大家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灰老六便开头打断道 小先生 你以后万万不可再用三杀术这样的竞术 尤其是不能说什么 以吴志明这样的话 您现在还没冲破太中之名 还无法为自己证明 这话说的九难疑惑不如 我看抱脯子那篇就是这么写 这是最基础的道法 见九难这疑惑的样子 灰老六一脸尴尬地回道 是我先前疏忽了 小先生一开始学的就是道家制高法术 顺序颠倒了 这样下去长辞以往 小心走火入魔 说着灰老六缓缓地从衣袖之中抽出一本黄皮书 小先生 这半本书里记载着一些基础法诀 你有兴趣就随意看看吧 九难听后恭敬的抱拳行了一米 多谢六哥 我以前教给六哥你的那些书法 你也尽可随意传给那些子孙 当作报答 话音刚落 突然一股压力瞬间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 九难等人被这股距离压得匍匐在地 只是一个照面 众人便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 陈大忌留着冷汗询问道 这是咋回事啊 怎么突然身上这么沉啊 灰老六文言强撑着回答道 这是天法 多谢小先生垂帘 到我回家奈何福原浅薄 浪漫不敢妄想将天使点击代代传承 还请小先生收回刚才的话吧 九难见状十分不解地问道 六哥 你何必如此呢 然而灰老六却是落下了屈辱的眼泪 没事的 我都已经习惯了 千年来我们回家一直不被砍 我早已经习惯了 说着一抹记忆回荡在灰老六的心头 早些年为了改善灰仙一族的修炼 灰老六带着小叔叔们一直帮着到家办事 我回家已竭尽全力完成了您的风 您何时能传我道数 然而在灰老六说完后 男人不悦地拿出一本点击 接着又将书籍从中间一分为二 施舍般甩在了地上 灰老六见状疑惑地询问道 怎么只有半本 然而男人却是开口嘲讽的 这些术法大道 见此情形 九难立即呵斥道 灰六哥 你别说了 接着九难握拳向天一举 天地明鉴 灰家多次为我出生录死 晚辈愿以自身英德 阳寿为代价 放灰家每代中选出三人 可修行我传下的秘书 灰老六文言立即回绝道 万万不可 小先生 请快快收回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半空中惊雷炸起 滔天雷霆仿佛要春定这世间万物 灰老六一领惊恐的嘀咕者 不好 这是天怒 小先生 请快快收回话语 天乏降临 天意不可为啊 一阵阵威压将在场的众人压的匍匐在地 灰老六艰难地大喊道 老天爷 求你网开一面 我回家知错 还请不要责罚小先生 听着灰老六的哀愁声 一向神经大条的陈大忌怒骂一句 他妈的 欺负人了 灰六哥你起来 既然求他无用 那就跟他拼了 说着便一拳砸向自己的鼻子 抬手将带有纯阳之血的弹弓 举向天空 少碰我老大和六哥 不然老子跟你拼了 看着眼前为自己打抱不平的大忌 灰老六留下感动的眼泪 千年以来的屈辱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天地不公 命运不公 我回家不服 话音刚落 一道神雷迅速劈了下来 轰的一声 雷电划破空气即将落在灰老六的身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九难张开双臂将灰老六护在身后 他的周身盾发出金色的松树 以及青色的神龙 破碎 九难被这股巨力撞在墙上昏迷不起 见此情形 陈大忌立即射出手中的弹弓 他奶奶的 你太过分了 竟然敢伤我老大 然而不等他老子说我 那神雷立即打得他倒飞而出 眼看着半空中的雷霆正在蓄势待拔 九难艰难地站了起身 浑身颤抖地来到了灰老六身旁 一边咳着鲜血一边缓缓地开口道 天地不仁 你万无为出口 今日就算是受罚 我也要为灰仙一族求得一线修炼资源 说着九难便要使出道法风向天际 然而就在九难将化讲完之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灰老六的身上 以及他身后三个子孙的身上纷纷亮出一道金光 九难见状开心地喊道 太好了 终于成功了 灰老六也是喜结而泣 老天爷 老天爷您终于答应我们的请求了 一旁坐在长八爷身上的陈大忌也是欢呼地喊着 成功了 老子这顿打没白 只有八爷一人无趣地吐槽道 大忌你小子先从老子的七寸上下 我快被你给压死 件事情已然解决 九难传得粗气感慨道 金月起因虽是有人要害我们 但能让回家得此传承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这话说得陈大忌开口打岔道 什么叫有人 我猜就是李金龙那小子干的 自从上次我们三人跟他闹了一场 他天天神神叨叨地还用十分恶毒的眼神看着我们 一说到这 九难心中一惊 等等 我们三人 不好赵飞怕是要出事啊 说着九难立即转身跑向了宿舍那边 就在刚刚 八九难几人被天雷洗礼过后 归老六和一众小叔叔们获得了修炼道法的机会 就在他们欢呼庆祝之时 陈大忌不合时宜地提到 今天这事应该是李金龙那小子干的 自从我们三人上次跟他闹了一场过后 这小子天天用恶毒的眼神盯着我们 这话说得九难心中一惊 不好赵飞怕是要出事啊 说着九难立即迈开步子跑向寝室那边 接着只听喷的一声 大门被九难一脚踹开 寝室内灯火不明 此时的赵飞被几团黑气包裹在地 一声声声人的惨叫响彻整个屋内 只见赵飞的身上多出了四个飞气气的大洞 陈大忌见状一个飞夫冲了过去 老大快我懂 有狙击手在外面 男儿还不等他说完 长爸也甩出尾巴一把将他拎起 狙击个屁啊 踏实被人吓咒了 收到提示的九难立即截出剑指点了出去 道法自然 乾坤无极 给我舍 话音刚落赵飞周身的飞气瞬间被打散 九难急忙将他扶了起身 大忌快来脱了他的衣服 再借我一点你的血化 说大几人便将赵飞上衣脱掉 九难在他的前身和后背画起了皱印 随着桃木剑一笔一画将其画出 轰的一声周围的阳气迅速挥入赵飞的体面 强烈的阳气瞬间占据了身体的主动权 赵飞身上四个黑洞也在迅速愈合 陈大忌见状开口吐槽道 我们累死累活的 这小子转头就睡了 九难文言缓缓地叹了口气 让他睡吧 他今晚应该是被折腾坏了 这幕后之人屡次三番地来挑衅 这个仇我们去给他报 而此时另一边的鼓楼里 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从里面传出 李娇先前所捏制的面娃娃 被竖法的反噬炸了得四分五裂 李峰见状立即开口安抚道 妹子要不咱们就算了吧 这个仇咱们就不报了 然而李娇却并太斑地笑了起 我岂会败给三个毛头小 你们跟我来 这话说得李家父子心中一惊 李金龙更是开口制止的 老爹咱们还要去吗 然而在李娇的威慑下 他们还是乖乖地跟在了后头 鼓楼外光草红声 谈鸣声响射整个树里 李娇带着二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山洞 此时的他一脸欣喜地看着前方 那处大黄牙评论区随即抽个粉丝赠送出去 不多时三人便来到了一处十分普普普的妙里外 李峰见状支支吾吾地询问他 妹子 这里是哪里 这里面放着的是啥东西呢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李娇便一把推开那沉重的大门 随着木门被打开 里面的全貌映射了出来 一声尖叫从李家父子口中爆出 妹子 你什么时候修了这样的东西 随着几人的目光看去 一个三头六臂 肚子被实现封锁的雕像映入眼 那三头六臂长相怪异的身姿 无疑不刺激着李峰父子的心灵 就在他们惊讶之时 李娇却是开口笑着地解释的 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地方 先前有个老鬼告诉 这里恐怕得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要是我也能败在这种 有着千年道逢的尊神门下 就那几个臭小子 我轻轻松松就能拿捏 搜着李娇亲切地捧起 鬼女下方的雕像 只听他口中振振有词地喊道 求尊神大人收留 求尊神为我解决那三个臭小子 我愿为您奉上我所拥有的仪器 只要您出手收我为座下弟子 说吧李娇用着那只带有鲜血的手指 摸向石像的眼眶 那抹鲜红的血液沾染上 轰的一声 鬼母石像突然开始猛烈地抖动了起来 一时间 整个庙宇响起了刺耳的鬼叫声 而此时另一边龙婆的家中 陈大忌开着大嗓门喊道 婆婆我们回来了 龙婆闻言立即笑着出门迎接道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奶奶都想你们了 可下一秒一股不明的气息 传入龙婆的鼻腔中 不对 你们身上怎么会有室油的味道 究竟是谁要加害你们 快和婆婆说说 九难听后立马开口安抚道 婆婆您别急 事情已经解决了 魏六哥都追到了桂木山 可惜还是没推算出邪修的下落 最后还是让他给跑 这话说的龙婆立即陷入了沉思之中 桂木山在很久以前可是叫做桂木山的 那个地方可不算太平 邪乎得很 不过不管是谁 都别想欺负了我孙子就跑 小九你们等着 奶奶现在就给你出口气 说着龙婆双手抱拳恭敬地行了一礼 劳烦八爷准备三生九礼 老婆子今日就要请祖宗嫁礼 话音刚落四周瞬间阴风四起 阴凉的阴气吹得众人浑身打颤 唐八爷高的身影瞬间降落在了院内 记着只见他大手一挥一道忧虑的星光打出 三生的脑袋立即呈现在了供桌之上 龙婆见状一步踏出 接着在脸上抹着做法时要用到的岩采 做完这些仪式之后 龙婆转头对着众人喊道 小九大计 你们过来将相助点上 在几人一番操作过后 龙婆独自一人站在高台上 冷冽的阴风肆意吹得他一脚乱舞 亨宁记多巴 那涅多亚马 出马仙龙婆 恭请执兵现身 话音刚落天地四方 立即涌现出四个身披铠甲骑着马匹的骑兵 见此情形龙婆开口不停地嘀咕道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休一劫 正无神通 恭请老祖归位 小九大计 祭血酒 怕九难文言立即按照指示开始准备写酒 扑丝一声 刀锋盖着一抹鲜红低落在桃冠之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 九难端着血酒来到了龙婆身边 龙婆见状连忙开口大喊着 一静天 天赐万物养人 收到指令的九难立即将手中的酒水洒出去 二静地 地载后得欲人 哗啦一声 酒水轰然洒落地底 三静泽 祖上功德无边 闻听此言的九难 当即恭敬地将酒水放在供桌之上 祭三声 请老祖归位前来降服妖魔孽障 陈大计文言抬手一刀刺入三生的天灵盖 做完这一切之后 原本安静的四周瞬间阴踪呼啸 地面上飘起心虹的血雾 一个个诡异的符号席地而起 龙婆见状双手高举 口中恭敬的喊着 李乐器 话刚说完 先前那四个骑兵当即吹起了好角 九难抬起鼓锤敲了起来 一声声中想从陈大计手中敲出 一时间整个庭院都被乐器给覆盖 龙婆听后恭敬的跪倒在地 双手合适开口会抱着情况 老祖 有奸人欲加祸害化 陈 一只金色的老鹰从空显示 那一声声名叫仿佛要撕碎时空一般 长大爷见状大吃一惊 上古人族图腾 血鹰 没想到龙婆体内血脉 竟然是传承自上古东夷的分支 而龙婆这边眺望着天边的血鹰 口中缓缓地叹了口气 这事情就让老祖宗给你们报仇吧 我们在这坐等消息便是 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便来到了李娇所在的洞穴之中 见目标在场 血鹰一个加速便冲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荧幕下的李娇连忙大喊道 牛鬼大人 神福大人救命 话音刚落 那圣人的牛头和蝙蝠立即迎面而上 见此情形李娇当即开口念起了巫术 生魂出 死魂入 王者死魂七七出 此话一出洞穴内的行尸纷纷开启了灵智 他们张开立正 不要命事地冲向了血鹰 有了手下的拥护李娇放肆地讥讽 杀了他 给老娘撕碎他 可这群行尸刚跑出没几步 就跟个傻子一般不敢动了 好似在求饶一般 只有牛头鬼正在吃力地抵挡着 见几方气势低落 李娇立即大喊道 杀了他 你们这些干不了大事的废物 然而这些小角色在血鹰面前就是堂地当车 血鹰猛地煽动着翅膀 刹那间整个煽动内被阴冷的狂风席卷 轰的一声 牛头鬼和一众形式化为了鸡粉 然而那只蝙蝠却是不知死活地冲了上前 血鹰见状抬起力爪滑了出去 锋利的钢掌瞬间将蝙蝠切成了两半 犀利的鹰眼死死地盯着李娇 下一秒一道红光从他的眼中澎发而出 被当作目标的李娇 立即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该死的 吃我一道精血 说大一口浓浓的血润喷了出去 喷得一声两道气息相撞 正猛烈地攻击炸的李娇左翼当即断开 鱼波阵的他倒飞而出 随后重重地撞到在了鬼母石像上 摸着那断掉的臂膀 李娇那干枯的面孔第一次露出了恐惧的神气 接着只见他不要命斑地将自身的血液 撲抹在鬼母石像的身上 大鬼母神救我 大鬼母神求求您救救我 我愿为你送上一切 只要您需要我可以为您当牛做吗 只要您出手救我一命 发音刚落原本平静的四周顿时掀起了阵阵阴风 强烈的阴气冲撞开了周边的阳气 一道飞漆漆的魂体赫然浮现而出 见此情形李娇开口大笑道 尊神醒了 尊神大人醒了 弟子有救了 在听到李娇的呼唤后 黑影用着尖锐的嗓音喊道 被明君封印在这里数千年 今日我终于被影子给唤醒 听到黑影的回应 李娇犹如舔狗一般附和着 是我 是我唤醒了您 尊神 求您替弟子杀了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闻听此言的飞影不屑地说道 杀个人而已 我这就帮你面了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看着飞在半空中的血鹰 飞与尖锐的声音立即颤抖道 这 这竟然是尊巫血鹰 闻听此言的李娇也是惊讶地喊道 尊巫 他可是人族巫柱 这怎么可能 人族巫柱早该绝了传承了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鬼母抱贺一声 住口 给我闭嘴 接着又转头对着血鹰恭敬地行了一米 小神不知是尊巫大驾光临 无意冒犯 还请尊巫原谅 然而一旁的李娇却是一脸作死的大喊着 尊神 你为什么对着那家伙被供去洗 您可是地狱中的邪神了 然而还不等李娇的话从口中说完 迎接她的便是鬼母恶狠狠的一击 她的一声李娇被打得喷出一口鲜血 做完这一切过后 鬼母转身恭敬地恳求道 尊巫 我还要靠这影子一声带醒 助我脱离十八层地狱 不如您放李娇一马 事成之后 我必定把她永远囚禁在大喽地狱内 让她生不如死 听到这话的李娇立即便挤道 尊神 是我唤醒了你 你不能这样对我 说着便转身就要逃离 和一旁的鬼母却不给她半分机会 黑漆漆的头发瞬间缠住了准备逃跑的李娇 细长的发丝嵌入了她的皮肉里面 失踪的李娇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 见目的语言达成 鬼母张口笑着询问她 尊巫 我这个提议名下如何 而此时龙婆这边 三人通过半空中的投影 将刚才那一幕禁收眼底 陈大忌一脸惶恐地吐槽道 怎么又跑出了个邪神 然而龙婆却立即做出了回应 这等邪神不能留下 说着便用小刀划开了指尖 如此一声 滴滴液体掉落在了桃婉之中 接着让一旁的话 九难将其端起 再敬酒 九难闻言恭敬地端起桃婉祭祖 碧丝丝腥红的血气在她周身围绕着 接着全部汇聚一起朝着天边飞了出去 她的一声 收到指令的血鹰当即爆发出强烈的沙气 挥动着力爪便冲了过去 见此情形 鬼母面露凶色 叫你一声尊巫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上古无助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话刚说完 鬼母立即化为一道黑气 钻入石像的体内 强烈的煞气疯狂地吸取着周边的阴气 接着只见石像竟然黄黄地抬起了手掌 只见她大手一挥准备捏死血鹰 然而在血鹰接触她手掌的一瞬间 竟然和她的身躯融为了一体 强烈的氧气烧得鬼母嗷嗷惨叫 接着只听风的一声 山谷内迸发出巨大的爆炸 猛烈的余波使得整个山头为之一阵 而此时金光寺的妙了 空缠大师察觉到了不对 这强烈的气息 难道是邪魔出事了 察觉到不对的空缠大师 立即便要赶过去 邪魔出事 生灵涂炭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着便走出了屋外 然而在她踏出房门那一瞬间 原本沉静的屋内 瞬间多出了个血色面具 刷的一声 鬼佛无面的身影闪了出来 只见她手中拿着那封带写的书信 口中心狂地喊道 杀不尽了五台山 斩不完的佛子佛孙 做好死亡的准备吧 而龙婆这边 通过半空中的影像得知 鬼母突然的复苏 都是由李娇所造成的 要想解决此事 必须先除掉李娇 断了鬼母的力量人举 就在众人决策完之后 准备实行之时 龙婆突然咳出了一口鲜血 长时间的法力输出 使得她身体十分虚弱 怕九难见状立即上前搀扶 龙婆艰难地抹去嘴角的血字 我不要死 我们速速归位 先杀了那个李娇 绝不能让那个大鬼神出使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应答道 接着便准备起了 做法式的道具 龙婆健壮也不含糊地 跳起了巫柱献祭的舞蹈 而等鬼怪 天气低夜 无情天鬼诸魂 死后永坠归血海野 说罢龙婆用指尖刮出脸上的血字 接着一把甩向正在吹号角的骑兵 九难这边也做好了准备 一大缸子液体一股脑地拖了出去 指兵复法 杀伐无情 还不速速前去诛杀邪武 随着一滴滴鲜血的覆盖 骑兵身上的红光越来越上 嗖的一声 刺得骑兵瞬间弹射起步 飞向了李娇所在的地方 不多时 山洞里就响起了马匹奔跑的声响 李娇转头疑惑地看着 这不是天鬼骑兵吗 然而不等他多想 骑兵突飞抹劲 一眨眼就来到了他的身前 李娇见罩大手一挥 准备展开一个护盾 试图抵挡着攻势 可下一秒护盾瞬间破碎 骑兵们抬起手中的青龙掩跃刀 随着一道寒芒落下 李娇罪恶无比的一声 就此落下了帷幕 不刺一声 刀锋划破了干枯的身躯 带着一抹残阳归于平坦 做完这一切之后 骑兵们立即掉头返回了原地 看着顺利归来的骑兵 龙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除恶无尽 接下来就是那个邪神了 说罢龙婆转身吩咐了 再积血酒 随着酒难和大忌二人手腕处的液体 一滴滴掉落 纯阳之穴和极阴之穴的容 原本平静的缸内 瞬间响起了一股 冰凉的血酒 仿佛被大火煮开了一般 陈大忌健壮 刚要开口询问 可龙婆却已经开始了法事 凶神出世 名不聊生 还请三祖给后辈做主 说罢九难二人将血酒朝天一致 刀锋一声 袍冠摔得四分五裂 闻听此言的酒难 立即做起了礼乐 一时间古生终生镇的四周 阴气竞散 就在这时 天天网的降下阵阵雷霆 那毁天涅地的气势 仿佛要吞并世间万物 紧接着三个魁梧的身影 显现在众人眼前 有仙长八爷 剑装立即恭敬的屠俗在地 竟然是雄轩园 巨神炎帝 雷霆皇却生九里 人族三祖头疼 地旁的龙婆也是一脸震惊 老婆子三生有幸 竟能请来三大上五吐疼 说着龙婆恭敬地朝着他们行恩义礼 还请祖宗慈悲 为不孝后背作动 雷霆皇却闻言大闭一挥 鬼母罗刹的身影 当即便浮现在了气台之上 然而在雄轩园 看了一眼后 却是开口怒合道 怎么只是个替身 那邪神逃得太快了 现在已经顿入殷私地狱 不知所踪了 听到雷霆皇却的说法后 巨神炎帝愤恨地表示 我神舟男儿当快一恩仇 你们两个小子 自己动手去杀了他 这话说得九难二人对视一眼 接着开口大声回应道 服服老祖之命 说着便甩出手中的法器 打向鬼母的身躯 刷得一身法器刺入躯体 猛烈的阳气瞬间吞没了鬼母 见此行刑 三族也不做停留 那邪神已受重创 你们暂且不必担心了 我等不可入污秽之地 就不替您继续追寻了 龙婆听后立即恭敬地胆激道 如此已经是很好 多谢祖宗出手相助 巨神炎帝在消失之前 对着九难说道 若能冲破胎中之谜 可来祖地寻武 这话说得九难疑惑不已 您认识我祖上的人吗 然而不等他说完 炎帝周身燃起了猛烈的火焰 一道火种迅速被他打住 刷的一声 火种钻入九难的脑中 在他的额头处留下了一团 象征着火焰的印记 九难疑惑地锁着脑袋 我这是怎么了 然而龙婆却立即开头打断道 不可说 此乃祖宗所赐 今日之事 千万不可宣之于口 闻听此言的九难连忙保证道 婆婆放心 我只是太想知道我的身世之谜 才会一时试探 一想到这九难心中就难过了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冲破我这太宗之谜的 而此时的桂木山上 空缠大师独自一人 走在前往鬼母洞窟的小路上 这一路上 他背后却充满了强烈的煞气 见此情形空缠大师停在原地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那摩阿弥陀佛 鬼佛大师既在平僧身后 为何不现身于序 话音刚落 周围瞬间迎风四起 一缕缕飞气缓缓地汇聚成形 鬼佛无面的身影 出现在了空缠大师的身影 你明知我在 却还敢离开金光寺 你的佛子佛孙 已经被我屠露一空 现在就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告别吧 说着鬼佛幻化出了金光寺内的场景 这画面看得空缠心中一惊 你竟敢如此 然而这段话却被空缠给试破了 无面大僧向来只杀五台山的僧人 怎会对我金光寺出手 出家人不打狂语 无面大僧不要说笑了 闻听此言的无面冷哼一声 我已犯下杀戒 还怕说谎吗 今日我必要取你幸运 说罢只见无面的掌心燃起一道火气 可就在这时 一道道佛经传入二人的耳中 不远处一群小和尚 敲着沐浴念着佛经缓缓地走了过来 见此情形空缠疑惑地询问道 你们怎么都来了 领头的小和尚立即回答道 我等感受到了鬼佛的气息 不而前来支援方丈 听到这话空缠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果然 无面大僧不会对他们出手 见言语被拆穿的无面抱贺一声 都被我闭嘴 然而此时的和尚们集体腐息而坐 只听空缠的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无面 鬼佛 善恶皆在你一念之间 你有这份心就代表你还未完全堕入魔道 只要你心中有善 你永远都是那个心地善良的无面大僧 话音刚落 一众僧人开始不断地念识你的佛经 无面的周身也开始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他内心所幻化出那千年前的场景也在逐渐地改变 佛光照耀在那挨白骨上 仿佛就是在救赎现今的无面 感受到曾经逝去的师兄弟们原谅 无面颤抖着准备摘下那掩盖愧疚的面具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身影正在缓缓地靠近 只见一个通体惨白的行尸正在逐步接近他们 通缠剑撞大手一挥 一道道金光飞射而出 那摩阿弥陀佛 施主亡死 该安静坐听经文 早得解脱 然而行尸的周身却冒出一道互盾格挡下了攻击 随着他逐渐接近 原本即将解脱的无面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修罗鬼道的畜生 主妻此地无佛吗 无面说着便掏出了那把带着罪恶的笔手 接着纵身一跃直击行尸的面门 然而这行尸也不甘示录 只见他振臂一挥手中的陶冠立即就甩向了无面 见此情形 无面佛又开弓 那罪恶的笔手划出了阵阵寒毛 疯的一声原本嚣张无比的行尸 被刀锋切得只剩下一地的残渣 做完这一切的无面周身迸发出圣人的煞气 他看着空缠大师癫狂一笑 去去处生也敢冒犯到我面前 见此情形空缠立即从怀中掏出一本竹节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祖师 祖师不可妄动杀业 闻听此言的无面疑惑不已 你叫本做什么 祖师跟我有何关系 然而老和尚只是缓缓地打开了竹节 一行行金色的字体飘散而出 空缠身后一众小和尚纷纷开口大喊道 金光寺全体不孝后辈 拜见我四第五十二代住持大僧 我早就想找个机会给您过目 这是金光寺的妙志 祖师乃是我四第五十二代住持大僧 在听到空缠老和尚的解释过后 鬼佛无面颤抖地拿着那本飘着金光的竹节 这住持不该是我的师兄法界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还会承认我是住持大僧 老和尚文言双目流着泪滴 妙志记载 法界祖师有训 他只是暂时代替法卿祖师担任住持职务 等祖师从五台山上学成归来 他便会主动让位隐居目 闻听此言的鬼佛无面心中的愧疚顿时迸发而出 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响彻天际 接着只见他放下了曾经的尊严 双膝跪地进入了忏悔之中 师兄啊 法卿有罪 法卿该死 无面地周身也在缓缓地淡化 见此情形一众小和尚立即念起了佛经为他超度 千万世界 乃及佛土 或有地狱 或无地狱 或有佛法 或无佛法 云云众生 过眼云念 我等恭送祖师往生极乐 随着金光缓缓流逝无面的身形即将消失 可就在这时他的身后却爬出一只鬼物 只见那小鬼一脸凶悍地走到法界的骨骸面前 接着一场将气打烂 啪的一声 这动静引得无面转头望去 看着师兄的海鬼就此破碎 无面愣在了原地 法界师兄 法界师兄 一声声怒吼从他口中到处 原本超度了的煞气又涌现了出来 那是法界师兄的海鬼 你怎么敢将他打碎 接着只见无面朝天一息 周围的厉鬼纷纷进入了他的口中 众生的佛如今却成了流着血泪的鬼佛 煞气和鬼气萦绕在无面的周身 扑通一声空缠老和尚绝望的跪倒在地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邪魔出世了 然而此时的无面已经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 众生皆苦 呵呵 生便是苦 活着 就是苦上加苦 本座慈悲 这便一一超度你们这些畜生 空缠见状立即张开双臂试图阻止 苦海无边回头是安 祖师不可 祖师快醒了 然而入了魔的无面已然不顾任何大道 天道不公 佛不慈悲 我不服 你滚开少来拦我 刷的一声 无面化为一道血雾穿到了空缠的身后 临行前却又开口嘱咐的 全都回到金光四曲 无心不出 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而此时另一边的龙婆和长八爷 二人眺望着天边的山头 一鼓鼓浓烈的煞气席卷而来 长八爷大吃一惊 怎么又有大凶现实 地旁的龙婆也是一脸惊恐的表示 这次出世的难道是鬼佛无面 这话说的其他五大仙家也是一脸震惊 你们也都是为了那个镜是邪魔来的 真是没想到啊 这话说的白无卫心中不悦 想在小先生面前表现的 可不知你们会假 见二人剑拔弩张 长怀远轻壳一声 好了都别争论了 鬼佛邪性甚大 不能让他再次兴奋作浪 危害百姓 话音刚落 只听风的一声 在他们的身旁突然传出一声炸响 一只面带胸异的鬼物恶狠狠地从血液中跳出 白无卫见状一个闪身便冲了过去 畜生 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老子死 说着便一个手机封了出去 封的一声 鬼物当即暴体而亡 一阵阵血气带着漫天的小零件飘散落地 可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黑气缓缓地从地底升起 他们牵动着那些小碎片 围绕在白无卫的身前 不远处一道尖锐的声响也随之而言 呵呵 出马先来 我等你们很久 这话说的众人一脸疑惑 可还没等白无卫反应过来 一记重拳便封在了他的胸口 这剧烈的攻击将他打倒在地爬不起身 黑气缓缓散去 只见那鬼物拖着半边身躯 多个脑袋不停地摇晃 来人正是先前李娇所献祭的邪神鬼母 面对着其他三仙家的目光 鬼母嬉笑着喊道 勒令无鬼 以他精血屁无真身 反省夜叉 敞开鬼门让无行走 说罢鬼母大手一张 锋利的指甲猛地刺入白无卫的胸腾之中 师妹王俩 速听我令 王死成 给我看 话音刚落周围 瞬间鬼气萦绕 阵阵鬼叫声响彻天际 鬼母原本破碎的身躯 在这道陷阱下重铸了躯体 而白无卫却化为一道道碎片飘散了去 这场面看得常怀元等人面色一惊 老八不是说邪神鬼母 已经被关进了阴丝地狱之中吗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 见兄弟有难狐流两仙抱贺一声 常某不才 今日就要领教一下邪神的力 正邪不两立 休怪我等你多七声 说话间 只听一声清脆的龙铃伴随着一道 狐鸣声响起 常怀元和胡青山的真身显现而出 然而鬼母这边也不甘示弱 只见他大手一挥 地面上立即钻出 塑造张牙舞爪的鬼屋 他们目露凶光一脸凶向地 等待鬼母的指令 常怀元率先发起踪击 一道龙幕瞬间从他口中喷出 胡青山也是立即跟上 锋利的胡爪快速收割着鬼屋们的生命 这场面看得鬼母面色一喊 一变双脚的化球胶和六尾妖呼 今日倒是热闹 而此时战场的角落里 灰老六就出奄奄一息的白无味 只见他手劫剑指 口中不停念叨 赫赫扬扬 日出东方 无赤此福 不扫不响 降服妖怪 化为吉祥 以小先生之名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白无味的周身瞬间燃起一道反阵 淡蓝色的光运不断地滋润着他的身躯 见阵法有效 灰老六立即掏出一粒犯着红光的丹药 这是小先生给我的 你赶快进行调息 把被鬼母邪神抽走的灵气夺回来 听我的道家法诀 半决形式 说吧 灰老六转身站到白无味的身后 抱怨归一 调理阴阳 静勇黄庭 神游四方 随着道法的运转 白无味胸前可怖的伤口立即得到了复原 刷的一声 肌肉组织迅速结合 白无味口中不断念叨着道数 察觉到力量流逝的鬼母怒吼一声 道家重点 天师秘书 究竟是哪个天打五雷轰的混账 竟然将此数传给了一只老鼠 灰老六闻言转头怒吃到 竟敢冒犯小先生 你给老子死 说着只见他双手合十 魔心恶鬼 鼓动精灵 上有六甲 下有六丁 天师有灵 觅我事情 急急如绿裂 绝煞咒 出 随着灰老六剑指甩出 战场的上方立即显现出了各路神将的身影 他们叙事待发纷纷注视着邪生鬼母 见此情形 灰老六大喊一声 给我傻 神将闻言立即挥舞起手中的戾气 这场面震的鬼母目瞪口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疯的一声神将猛烈的一击将他打到飞而出 反过神来的鬼母疑惑不已 怎么会引来六丁正神 该死 那个佛家的小崽子怎么还没入头 我可要等不及了 而此时另一边 鬼佛无面一路追击着小鬼 树林中暗流涌动 阵阵迷雾引起了无面的注意 这里怎么会有一股帝王之气 可惜 赶快我师兄反身 今天谁来了都保不了你 说怕无面纵身一跃跳进了树林之中 迷雾的中心 原本逃跑的小鬼正呆呆地站在原地 而他的周身正冒着一团团红光 无面见状没有过多言语 只见他打手一挥 鬼佛的身影便显现了出来 刷的一声 鬼佛法相立即砸了出去 这场面吓得小鬼双手抱头 口中颤抖地说道 你杀不了我的 就在鬼佛即将拍四鬼屋的时候 只听风的一声 一道金光正开了佛身的攻势 不远处的祭台上一座光果 静静地坐落在场地的中心 这场面看得无面气愤不已 呵呵 本座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物在此作祟 说怕无面在此凝聚出了鬼佛压了过去 然而棺材的周边 却掀起了一阵金光鼻挡 这攻势 棺材上方一张写着 碧原冰的符址正在逐渐燃烧 而一旁的小鬼却嬉戏着喊道 老祖没骗我 果然没事 受到刺激的无面当即盘息而作 灭畜 你以为凭借一件死物就可以阻挡佛压 说着就见无面双手和时 口中不断地念着佛经 纳摩萨达达 苏家多阴母 南无萨伯 伯仇佛帝 萨多禀弊 金身佛医 给我出 霸音刚落无面身后 立即显现出一尊金身座 只见他灵光一闪 便出现在了鬼屋的头顶 轰的一声 地面尘埃四起 浓浓的烟雾将视线所遮挡 看着面前的杰作 无面开口大笑道 畜上 受死吧 不多时烟雾散去 一道黑气保护着那鬼屋 刷的一声 鬼屋被飞气带着飞向了远处 无面见状暴喝一声 该死 还想跑 等梗座捉住了你 必定要将你抽魂炼破 接着只见他踏步而出 追了过去 然而在他们离去之后 那漆黑的棺材猛地发出了激烈的震态 哼的一声 棺盖被一股距离掀开 一双尖利的爪子从里面伸了出来 一道酷似鬼母的黑影在阴风中狂笑 哈哈 一千年了 一千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接着只听刷的一声 黑影化为飞气迅速来到了鬼母的身边 老祖我被禁锢的力量 终于解脱了 说罢 黑影钻入了鬼母的体面 阴气立即滋润着鬼母的身体 这场面看得长怀远面色一惊 这邪神怎么融合了变成王封印的阴气 一旁的灰老六也是掐着指头计算的 这家伙是借助了鬼佛之力 才打破了变成王的封印 现在他有了十殿阎罗之一的阴气 就算是他的真身被积压在阴丝恋人域 咱们也轻易奈何不了他 还没等灰老六把话说完 融合完毕的鬼母戏谑的喊道 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畜生到的家伙 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什么 天鬼出 地鬼哭 凶魂力 若有违密 九层地狱 其鸡如律令 话音刚落 四方天地为之一变 无数奇形怪众的鬼物 缓缓地从地底爬出 他们怒目圆动地盯着灰老六等 见鬼屋们都召集完毕 鬼母大手一挥 孩子们 给老祖我撕碎这些畜生 见此情形 长怀远一脸战役的喊道 诸位 用出全部实力 只能拼了 正邪大战一触即发 四仙家各显神通 长怀远的则龙沙 胡青山的胡鸣长 白无畏的中鸡波 以及灰老六的鼠鼠狂暴 不多是战场上的鬼物被诛杀了一大半 这场面看着鬼母面色一寒 该死的 你们倒是有点东西 看来得使出点真本事对付你们了 说罢鬼母抬手一把穿破自身的躯体 接着只见她从胸腔中缓缓伸出手臂 口中振振有词地喊道 以我知习 献计万鬼 可还不等她把话说完 一道金光瞬间夺过她手中的物体 接着黄仙家的身影出现在了鬼母的前方 只见她一脸嫌弃地甩着手中的东西 虽然这玩意又心又臭 但是万一狗喜欢吃呢 还是得拿回去废物利用啊 这话气得鬼母火冒三丈 混蛋 去死吧 说着鬼母叙事待发 包含鬼气的一掌迅速拍了出去 刷的一声鬼气撕破了虚空 眨眼间便来到了黄仙家的跟前 见死情形 黄家主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你可别过来 我看见你肚子就不舒服 放了臭屁可就别怪我 被臭屁熏了一脸的鬼母顿时怒火滔天 该死的畜生 我必定把你剥皮抽筋 将你折磨至死 随即便化为一道红光追了出去 灰老六见状立即指挥道 趁着黄大哥迎走了那些神 请诸位为我护法 助我使出杀鬼照 几人文言立即以灰老六为中心排出阵来 小先生教我杀鬼 与我神方 神是杀法 不必好讲 和神不服 和鬼等当 积极如律令 话音刚落 原本漆黑的天空立即雾鱼运步 阵阵雷霆在云中翻滚 听了一声 紫霄神雷立即吸引整个战场 鬼巫们在雷霆的催着小当机化为了机份 而此时另一边 先前引诱鬼服无面的小鬼 竟然跑到了龙婆的家中 刷的一声黑气带着鬼屋缓缓落地 长八夜剑撞立即用下半身将其余三人卷了起来 有嫡喜 大家注意隐蔽 陈大忌文言一拳打在了鼻子上 何方小鬼 居然敢来技业家捣乱 然而那股黑气却在不停地折磨鬼屋 砰的一声 鬼屋被飞气挤爆 漫天零件随风飘洒 这场面看着陈大忌愣在了原地 啥意思啊 大老远地跑着来自爆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蚂蚁姥姥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别独自快后退 有大家伙过来了 这话说得陈大忌心中一惊 什么玩意啊 下一秒鬼佛无面的身影便显现了出来 只见他一脸凶悍地注视着众名 身后的佛像散发着阵阵杀气 头一次见到无面的大忌被吓得抱着粗口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啊 蚂蚁姥姥健壮立即笑着询问道 小和尚 你是哪个山头的 你师父没教过你 大半夜到别人家里画园很不礼貌的吗 无面文言双手合适口中平淡地打倒 小僧来自翠云山金光寺 冒昧叨扰 不畏话缘 只求追凶 这话说得九难立即上前回了一年 这位大师要找的可是一只小鬼 他刚才闯入我家中 但又马上自爆消失了 一旁的陈大忌也立满覆荷的 那鬼屋什么来头 他突然自爆被我都整懵了 对了 你来自金光寺 那你可认识空缠大一波 我们关系可好了 文婷此言的无面口中支支吾吾吾地回着 竟然是我金光寺的故人 光阴如梭 我如今也算不上是金光寺的僧人了 龙婆听后心中一惊 接着只见他抬手示意道 过门接是客 大师别在外面站着 快进来做错吧 一旁的九难立即凑到龙婆耳边 窃窃私语道 婆婆 他来自金光寺 恐怕就是鬼子无面 让他进来起步危险 无妨 我见他心中仍有善意 不如试试度化他一次 听完龙婆的解释后 九难陷入了沉思之中 应该如何度化他呢 在众人的招呼下 无面被倾入了院内 九难准备好了纸笔墨 几人围坐一团 晚风吹得松树沙沙作响 这祥和的一幕 使得无面内心极其平静 好久没有这么宁静 就在无面放松身心的时候 陈大忌辅着无面的衣领开口询问他 光头哥 大冷天的衣服得穿好啊 不然动感冒了怎么整 无面被这一举动吓了一跳 多谢施主挂怀 以前师父也经常给我披上衣服 可惜这一切都回不去了 随着无面内心深处的唱 他的周身浮现出的煞气 也在逐渐消散 九难见状心中一喜 鬼气大了 这事有门了 一想到这 九难立即拿起纸笔画了几 大师 我有一佛是不明 还望不吝刺脚 施主尽管问他 在得到无面的肯定后 九难开口引导的 如来本经中有云 佛祖因是身如真金色 烟如罗贝 面如满月 木泪清理 看着九难纸上不断绘画的精神佛像 无面被震得立即挡住了视线 而他身后的鬼佛 却露出了圣人的威想 九难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询问道 为何大师身后的这尊佛陀 形状如此怪异 这话说的无面低头解释 施主所言不错 但无面之人修于见佛 还请快快将尊佛请入内室 然而九难却不为所动 只见他拿着那张精神佛的纸张 来到无面身前 大师所修的应是小成佛法 请问小成佛法的宗旨是为何 闻听此言的无面颤颤巍巍的答道 小成佛法有金刚之怒 自我修行 解脱后才能普渡众生 往生极乐 听到了想要的答案 九难立即将纸张推到了无面的根起 接着扯开无面遮挡的手臂 可大师如今都不能直面本武 那如何修行 如何解脱 又如何普渡众生 大师 直面本武 这段话瞬间点醒了无面 只凭他口中不断的呢喃着 直面本武 而他的周身也在往往闪地闪烁着淡淡的佛光 不能直面本武 又该如何修行 如何解脱 如何普渡众生 在无面不断陷入内心世界的挣扎之中 他身上原本象征着鬼佛的血衣 正在逐渐缓缓地退去 见此情形 九难立即在一旁打着助攻 菩提本无数 宁静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鬼佛大师 还不速速醒来 随着无面内心中佛意不断地调解着 扣盖在无面脸上的鬼面具 也在不断地崩出了恋痕 阿弥陀佛 佛法无边 话音刚落 无面的周身迸发出了阵阵金光 呛的一声 那快掩盖愧疚的鬼面具 也在这一刻分崩离析 得到解脱的无面立即起身 双手合适口中感激地说道 小僧拜谢施主点醒之恩 这话说得九难尴尬地挠了挠头 大师客气了 我只是侥幸懂一点佛血 又用了到家的醒神咒 才能唤醒大师霸 看着九难手中拿着的精神佛像 无面当即获得了感悟 如是无闻 今日如来 因正便知 怜悯众生 今日便用自己双目体恤众生 说着无面双手猛地刺入了眼眶 扑辞一声 一模先逢带着两个晶莹剔透的珠子呈现而出 紧接着 佛祖今生与双目产生了共鸣 佛像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今后他便会代替无面的双目 帮他看清世间万物 这场面看得九难十分震惊 佛虽慈悲 但也有惊当之怒 这便是佛祖震慑八方邪碎的威仪神态吧 得到佛家谅解的无面转头对着九难说道 施主度化大恩 小僧无以为报 但还有一事 还望施主一并成全 九难听后立即答道 大师请讲 得到应答的无面一把掀开了自己一声 接着双手一把插入皮内 刷得一声 保存在他身体里的骸骨纷纷冲了出来 零零散散的骨架散落一地 无面双膝跪地 口中诚恳地说道 华居士 这些都是当年被小僧残害的无辜生灵 其中还包括我的十四位师兄 他们被我的恶念纠缠 不得解脱 还请居士为他们超度 小僧感激不尽 九难文言当即拿出了做法用的铜钱剑 天师赤令 超乳孤魂 赤就等重 急急超声 话音刚落 以九难为中心 四周的海谷上迸发出了点点绿光 他们纷纷化作了生前围僧的模样 等待着地府之门的开启 然而其中却有个周身黑气的魂体 恶狠狠地盯着无面 刷得一声 黑影纵身云月 朝着无面便要展开攻势 九难见状立即惊呼道 大师小心 刷得一声 鲜利的爪子划破无面的胸膛 黑影转头恶狠狠地讥讽道 你怎么杀我 我就怎么对你 但你别以为这样就养青了 我呸 然而无面却双膝跪地口中不断地抱着钱 对不起 这千年以来让诸位饱受苦难 这一切都是小僧的错 诸位要打药骂小僧皆会一一受的 话音刚落 先前一众鬼魂纷纷化作利果 他们周身充满了煞气 不视眈眈地注视着无面 见此情形九难当即就要冲上前帮忙 然而龙佛和蚂蚁姥姥却一把将他拉住 鬼佛要想重生 这是他当有的报应 你不可随意插手 就在他们解释之时 一旁的无面默默地承受着鬼佛们的攻击 一声声声人的声响从无面的身上传出 一番发泄过后 无面的魂体也逐渐淡化 然而他却依旧不为所动 只听他悔恨地喊道 师兄们呢 怎么还不出来 是还不愿意原谅我吗 在无面说完的瞬间 先前的一众骸骨纷纷迸发出耀眼的金光 他们一个个慈眉目善地看着无面 接着一个接一个地缓缓飘出 见此情形无面双手合适 对着鬼佛们恭敬地行为 师兄们怎么惩罚我 我都甘愿承受 然而领头的和尚却是轻抚着无面的脑袋 接着一脸笑意地看着无面 千年前的场景再次浮现 可还没等无面有所温存 眼前的鬼魂就逐渐淡化回归了地址 接着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手掌 拂过无面的脑袋 他们纷纷笑着看着无面随后缓缓散去 只剩下最后一个身材高大的故事 他轻声对着无面喊道 法青 师兄先行一步 去老师身边伺候 今后师兄不在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接着只听哼的一声 鬼魂化为碎片缓缓飘散 无面沉寂已久的情绪在此刻爆发 各位师兄 法青有罪 法青对不起你们 然而魂体在临行前却依旧安慰到 法青 以后要好好跟在话居室身边修行 不可任性 师兄们会保佑你们 见师兄即将离去 无面哭得像个孩童一般挣扎着 想要抓住那一缕光芒 师兄 不要走 法青想你们 可就在他跑动之时 脚下一块石头却将他绊斗 砰的一声 无面重重地跌倒在地 看着身前防缓消散的孩童 无面恭敬地朝前一半 师弟恭送师兄们荣登极乐 接着一阵雾气在无面的周身飘起 下一面 一个身体袈裟的小和尚 缓缓地站了起身 众人见状心中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面对着众人疑惑的眼神 小和尚茫然地询问道 这 这是哪里啊 看着眼前如孩童一般的无命 见识浅薄的陈大忌当即喊道 光头哥返老还童了 在一阵烟雾飘散之后 无心小和尚迈着轻快的步子 跑到九难的身旁 一双小手紧紧拽着九难的扑头 双目谨慎地盯着一旁的陈大忌 见此情形 大忌双手插腰口中嬉笑地说道 优哥 没想到光头哥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吗 九难轻易地扶着无心的脑袋 大忌你别吓到他了 见无心毫无防备地让九难扶着 陈大忌好奇地询问道 小和尚 怎么你怕我就不怕他呢 无心闻言一脸微笑地看着九难 师兄让我跟着话居士 见无心这么可爱 一旁的龙婆笑着拿出一块糕点递了过去 好孩子 吃点东西吧 看无心迟疑不定 九难笑着介绍道 快吃吧 这是奶奶 无心乖巧地接过食物 随后恭敬地介绍起了自己 小僧无心 多谢奶奶 看着无心缓缓地吃起了糕点 麻衣老了顿时进步道 这孩子居然真的吃下去了 难道他是鬼仙 对于这些新的词汇 陈大忌疑惑不已 老大啥是鬼仙啊 鬼仙又称灵鬼 道家五仙分别是 鬼仙 人仙 地仙 神仙 天仙 鬼仙是其中最低的一等 他们不入轮回 但也难成正等 不过即便不能真正进入仙门 鬼仙也是能震慑一方的大门 在听完九难介绍过后 陈大忌兴奋了很多 那他现在归你管了 咱们岂不是可以红着走吗 九难文言白首表示 我怎能随意使唤一个鬼仙来办事 见九难迟疑不定 陈大忌开口规划他 有什么不行的 要是早点收复他 我们就不用费什么劲 驱打那个什么邪神了 而此时另一边 为老六等人再灭掉一众鬼物过后 五仙家又重新对上了邪神鬼母 双方剑拔弩张 鬼母一直等待无面那边的消息 怎么鬼佛还不动手 难道就这么不声不响的 被那院子里的主人给灭了 本来想引鬼佛去弄死那个人族乌柱 来替我解了这个围 结果这鬼佛却这般没用 想到这鬼母便不再等待 呼嘶一声 两个巨大的鬼长掀开了嘴皮 看那件鲜红的血物昏波而出 紧接着一众小鬼单膝跪地 朝着鬼母恭敬的喊道 孩儿拜见母亲大人 见此情情 鬼母大喊一声 孩儿们和微娘一起 杀光这些畜生道理爬出来的东西 一时间 漆黑的鬼气弥漫整个战场 五仙家也不做等待 几人身形飞快地窜了出去 归老六不满地吐槽道 呵呵 来来去去就是这几招下载的功夫 看我不杀光你这些子子孙孙 轰的一声 一道猛烈的鬼气冲破天际 这场面看得龙婆面色一惊 兵气大胜 那邪神鬼母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了 见此情形 龙婆立即开口指挥道 大爷 劳烦您再准备一次三生 今晚老婆子必须把这东西弄死 地旁的化九难文言立即开口制止道 婆婆 有五仙家对付他们 您别着急 这话说得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傻孩子 邪神鬼母终归带有个神字啊 五仙家没有经过天地认证 就算一起出手 也还是十分凶险的 听到龙婆这么说 一向大大咧咧的陈大忌也是一惊 这鬼母邪神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厉害 初代鬼母据说是上古妖邪的化身 他死后身躯化作西南大帝 闻成公主入葬后用一惊八卦 在鬼母身上的关键部位建立了十二座寺庙镇压 这才使得西南大帝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虽然桂木山的那个家伙远远比不上初代鬼女 可也是吉南对付的邪神了 在听完九难的解释过后 陈大忌连忙开口说的 婆婆 太危险了 您先别出手 我和老大去支援挥六个汤 就在几人准备出发之时 无心软呼呼的小手扯了扯九难的裤脚 话局是 小僧也怨同去 就连一向主张和平的蚂蚁姥姥姥也开口附和头 还有姥姥我也要去见识见识那个邪神 见此行刑 龙婆点了点头 好吧 那你们千万要小心 而此时另一边 五仙家被一众小鬼围成一团 邪神闺母在一旁插腰大笑道 孩儿们 干得漂亮 攒了他们 而五仙这边也因寡不敌众 纷纷抱团商讨的计策 作为老大哥的胡青山率先开口 没想到这闺母如此利益 皇家主 你速度快 劳烦你去请我家老祖前来出谋味道 我们掩护你先撤离 杰人点头回应着 刷的一声 皇家主纵身一跃冲了出去 然而先前被耍过的鬼母早有准备 臭黄皮子你还想跑 给老娘去死吧 说吧 鬼母一把掀开了肚皮 一个漆黑的大洞显现而出 强大的犀利瞬间牵扯住了皇仙家 疯的一声 皇家主应声落入了鬼母的肚中 看着肚皮渐渐的缝合 其余四仙家吐吼一声 该死的 给我放了皇家主 饱餐一顿的鬼母戏血一笑 别急 你们一个个来送死吧 就在这时九难几人的身影 你赶过来 处上 请完死的就是你 说吧九难当即使出了道具 御剑之术在于调息 道远手亦已无致命 积极如律令 御剑绝 给我出 刷的一声淘木剑化为 点点星光冲了出去 而一旁的无心小和尚 双手和尸口中不断念叨的经文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密 不够不尽 大言佛相应 出 轰的一声 巨大的佛印迅速封锁住鬼母的上方 剑子情形 邪神鬼母爆喝一声 该死了 看来不用点真本事是不行了 被前后夹击的他打手一张 无阻鬼母 缠天地鬼神 给我 话音刚落一道漆黑的护盾 将龙象印隔绝在了外围 嗖的一声 九难的飞剑也迅速射了过来 鬼母见状一脸细血地扯开了肚皮 指尖那裂开的腹腔中 如动着一团血块 鬼母毫不畏惧一把将飞剑吸入腹中 呵呵 天是秘术 但你小子还是嫩了点 就在血块缠尸飞剑的时候 半空中两道铁链迅速打出 啪的一声 两团血块当即化为了鸡粉 蚂蚁姥姥的鬼叫缓缓地飘了过来 不要脸的臭东西 你刚才说谁弄了 说话间 蚂蚁姥姥姥放出两个人皮灯笼 不断地灼烧着鬼母 猛烈的火光瞬间烧得他皮开肉绽 该死的 居然是半部鬼仙 就在他愣神之际 九难的飞剑迅速地飞了过来 呼唆一声 锋利的飞剑斩破了鬼母的肚皮 痴痛的鬼母爆发出凄厉的脚 伴随着肚皮的破裂 黄仙甲也从缝隙中掉了出来 然而鬼母却依旧不打算放过他 只见他抬起大脚 就准备掩折了隐隐一息的黄仙甲 臭黄皮子 给我去死吧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陈大忌一拳打出了自己的鼻血 接着迅速拉开弹弓射了出去 当生完孩子 不可家里好好也死着 还敢在外气腿 看老子打你大扑道 连续遭受 咬死人员 赠命不够 呆死 明明是一剑 怎么会拥有此等威呢 说话间鬼母凝聚出 一团血块抵挡住了所有攻势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大吃一惊 她奶奶低 这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蚂蚁姥姥当即解答道 这是血无数 这玩意脏得很 见所有攻击都停下了 鬼母戏谑地讥讽道 这不过是小事牛刀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神威 说话间鬼母将手臂伸入腹腔之中 接着掏出一根沾有液体的骨棒 天苍苍地茫茫 为母出万物藏 以无血肉为瓶 以无残骨为账 化地为牢 给我出 轰的一声 强烈的血雾瞬间将陈大忌几人笼罩在内 吃了一瘪的大忌连忙敲打着屏障怒骂膀 放我出去 你这个臭娘们 见此情形九难连忙用出倒数 天得亦以清 地得亦以明 神得亦以灵 以灵之灵 积积如绿路 万剑绝 给我出 飞剑瞬间收到了九难的共鸣 紧接着分裂出了无数的宝剑 刷的一声 飞剑划破虚空朝着鬼母便冲了过去 一道道现忙划破了她的躯体 畜生 休想伤务兄弟 剑攻击拖延住了鬼母 九难立即施展出了寝神术 三十六天神在无法治下 七星五位不两边 六甲神将到宫前 雲之名 积积如绿令 大为天神咒 斩 化阴刚落 天地间为之变色 顺阵为准在天边乍现 轰的一声 一众身穿金色战甲的神将 七七现实 这场面看的鬼母面色又惊 三十六天神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引来三十六天神法舞 就在鬼母愣神之际 神将们一个闪身迅速冲了出来 见此情形 鬼母巨口一张 强大的吸力瞬间 将一众小鬼们吸入腹中 获得力量补给的鬼母之躯 在不断地变大 抛天的煞气 就连这方天地都无法遮影 三十六天神又如火 你们杀不死老祖我的 就在鬼母猖狂之时 察觉到神将威能的 他当即拔出了体内的鼓棒 刷了一声 一个酷似羊头的法杖 被他高举散了弹空 无一几声 血肉献祭 母神大人救武 接着迅速朝着赶来的神将砸了过去 轰的一声正邪 两股力量猛地撞在了一起 而此时另一边 九难刚跟脱困的陈大忌会合 大忌 你没事吧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拍着胸徒表示 放心吧 我好着呢 就在几人慰问之时 战斗的余波迅速朝他们袭了过来 蚂蚁姥姥一个闪身连忙躲过去 感受到余波的威力之后 蚂蚁姥姥一脸忌惮地说道 这就是正神之威 我等果然远不及已 一旁的灰老六也是一同附和的 可我看三十六正神 似乎也只能拖住鬼母 不能将他剿灭 看着战场上激烈地打斗 九难一脸愤恨地表示 的确 我数法低威 三十六天神恐怕是不能坚持多久 得想个办法来解决一下 就在几人沉思之时 陈大忌转头对着无心缓缓地说道 汪头哥 你不觉得那些被大肚婆吃下去的小鬼 和跑到咱家自杀的那只海象吗 此话一出 无心那稚嫩的小脸上 瞬间布满了浓烈的杀影 阵阵煞气不断从无心体内迸发而出 回我师兄骸骨的罪人竟然是你 是你害得他死后都不得安宁 轰的一声 无心瞬间切换回了鬼佛无面 他那间整个天边一片血红 星红的月亮照射在狗佛的身影之上 那摩阿弥陀佛 你该死 说吧 无面纵身一跃攻向了邪神鬼母 整个身体攀附在鬼母的身上 手中那不满练气的匕首不断地攻击着 吃痛的鬼母当即掐住了无面 然而无面却毫不在乎地依旧进攻着 口中不断地重促着一段话 死吧 本作定要将你生成活共 说着便一口咬下鬼母的一块血肉蝉食着 见此情形 鬼母一把拔出羊头骨帐 呼嘶一声 骨棒深深地刺入无面的身体之中 鬼母凄厉的声音随之传来 臭壳上还不快快放手 你想和老祖我同归于尽吗 然而这等攻击在早已陷入复仇的无面眼中 却是不值一提 你这处想要能超度本作 我自求之不得 说话间 一尊巨佛瞬间浮现在鬼母的头顶 让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吧 看着近在咫尺的鬼佛石像 鬼母焦急的吼道 该死的 你这个疯子 你想生吃老祖 那老祖就先吃了你 说吧 鬼母立即张开了圣人的肚皮 接着一把扯掉刺在无面身上的骨霸 随着肚皮广反的河壁 无面依然被鬼母吞入腹中 见事情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鬼母一脸不相信地吐槽道 这么顺利就解决了 臭和尚就这点本事吗 太好了 吞了这家伙 老祖我能省去千年苦修的时间 见此情形 陈大忌立即爆喝道 光头哥这就不行了 咱们得去救救他 说着便准备上前 可蚂蚁姥姥缺一把将他拉住 先等等 那可是鬼仙 说不定还有后招 然而鬼母却不准备给无面任何的机会 哐的一声古障碑 插入地底 天运地起 无处葬身 白鬼邪神 速本寻根 随着鬼母将咒语念完 四周瞬间阴风大作 庞大的鬼气遮盖了整个天际 鬼母身躯在鬼气的作用下不断地变换着 这圣人的荧幕看得九难大吃一惊 这邪神难道真的吸收了鬼佛的修为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鬼母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神将们吐了过去 随着咀嚼声缓缓响起 先前势均力敌的神将们被鬼母纷纷吞入腹中 见此行情 陈大忌当即拉开弹弓威胁的 我靠 大度婆你快把光头哥和我老大的神将给吐出来 不然就扎你大扑当了 然而已然实力大增的鬼母却是不屑地表示 区区一介凡夫俗子 竟敢是神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说着鬼母便拖着庞大的身躯冲了过来 九难见状立即将陈大忌固在身后 灭触 是我一见 五星正惨 光照玄冥 千神万圣 就当九难正在失散的时候 鬼母进攻的动作却慢了下来 只见她捂着腹部口中痛哭道 该死 好痛啊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连忙询问道 这法觉还没念完 威力就这么大 不对 是无心的作用 在九难说完之后 一道着硬重重地从鬼母体内轰出 那摩阿弥陀佛 本作先吃了你的心 再吃了你的肝 畜生 你就慢慢享受修罗地狱的滋味吧 吃痛的鬼母一脸 不执心 你怎么还没死 是不可能 听到无面的回应 九难终于松了口气 鬼佛果然没事 现在就靠她 随着无面的话语落下 鬼母当即捂着个大肚子不断地拍打 阵阵凄厉的惨豪响彻天际 不多时冷静下来的鬼母开口目 等 臭和尚 你赶紧从老祖的肚子里滚出来 然而无面却戏谑地表示 促成这是你应得的暴雨 闻听此言的鬼母目喝一声 你不出来 那我就亲手把你抓出来 促大只见鬼母面碎一 拖刺一声爪子刺破皮肉的声音传了出来 鬼母抬起大手不停在腹中搅动着 一块块小零件不断从鬼母的躯体内拔出 然而无面的身影却迟迟没有出现 见此情形沉大忌大喊一声 老大快看 这家伙在不断地变消 九难听后当即拿出桃木剑准备施法 无心这是在消耗鬼母的法身 让我来助无心一臂之力 秒秒超心圆 荡荡自然轻 皆成大道力 你扶出鬼鞋 猪魔咒 给我出 疯了一声 强烈的阳气瞬间将鬼母给覆盖 金光不断地净化着鬼母 鬼母承受着腹腔中的压力 虚体外还有这阳气净化的威能 渐渐地 先前嚣张无比的鬼母缓缓地垂下了脑袋 只听她口中不断地呢喃着 到底在哪 这臭和尚到底在哪里 天边血月照亮着这片大地 一声声狼吼声仿佛是在给鬼母送别 随着金光缓缓地将周围笼罩 四周猛烈的鬼气也在逐渐消失 不多是一道身影迈着轻快的脖子从金光内走出 无心一脸冷漠地抹着嘴角的血色 身上的煞气也在不断地喷勃着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心中一惊 想起鬼母惨烈的模样和自己先前忽悠无心的样子 陈大忌立即开口道歉着 光头哥 我之前不是故意得罪你 你可千万别这么折磨我 然而无心只是一脸淡漠地从他身边走过 接着快速跑到九难的身旁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呼唾着 哥哥 灰老六率先开口道 这次多谢小先生和无心小师父的相助 不然我们几个恐怕性命不保 九难文言立即抱拳行为义礼 灰六哥客气什么 是我应该感谢诸位帮我办事才对 见九难只提到灰老六 一旁的黄仙家连忙接过话长 本以为自己修为不起 但这次遇到邪神才知道自己还差的人 身旁的白无卫也是一同附和着 谁让咱们是促成到的 正统仙师哪有愿意收下咱们的 可不是吗 咱们可不像灰六哥一样 有小先生的帮助 面对一唱一和的黄白两家 九难立即明白了是什么情况 可还不等他开口表示 灰老六一脸阴沉的质问道 黄家的 你们这是要逼小先生传道吗 唰的一声 灰老六的利爪刺破旭空 停在了黄仙家的面前 黄家主一个闪身躲开之后 当即弯腰行李道 小先生对不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意识心急 嘴上没有把门 见此情形 九难连忙上前将其扶起 黄老哥的意思我都懂 我也早就说过 你们想学我随时能教 说话间九难将手伸入枯兜中 接着掏出那本道家书 抱骨子那篇 黄老哥 你可以随意翻阅 见目的已然达到 黄仙家立即开口感谢道 多谢小先生 待我学成 我必当节草闲环 报答小先生 说话间便伸手 就要去触摸那本典籍 可就在这时 半通中我们降下了一道天类 轰的一声 雷霆迅速攻击了 黄仙家的手腕之处 察觉到上天的警告 黄仙家一脸苦涩的喊道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这场面看得长怀远 面色一惊 果然是这样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旁的胡青山 变上前一把拉起了黄家主 老黄 你本性多疑 一定以为小先生 早就将秘法传给我 只是除你以外 对吧 这话说的黄家主 支支吾吾答不上话 这 我不是有意这么想 你大错特错 我们都跟你一样 学不了那本事 我等一类先天根脚不足 是不可燃指天师重点 然而黄仙家一旧不死心 可是灰六哥他为什么能学 闻听此言的灰老六 一脸骄傲的表示 是小先生利用自身功德 将我保下 才能学习这道家重点 这话说的 其他四仙家 皆是一脸苦涩 黄仙家则是十分尴尬 犹如吞了一千斤分似的 就连蚂蚁姥姥姥 也为此摇头叹气 见姥姥不开心 陈大吉当即朝天一旨 口中不断怒骂道 贼老天 这不公平 见此情形 九难心中暗想 大家帮助我量多 我一定要想办法 这道普常得谈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一周便过去 这天五仙家几人 收到九难的邀请 来到了天池山内 黄仙家一脸笑意地询问道 六哥 不知小先生 今日找我们来所谓何事 然而灰老六 却是一脸冷淡地打道 不管所谓何事 小先生有令 我们就得过来 说话间几人便来到了山顶之上 此时九难几人 已然摆好一座大型祭台 在此等候 这场面看到黄仙家一脸疑惑 小先生在拿 这是要祭祀吗 闻听此言的九难当即解答 诸位 我找到能传你们道数的方法 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 当即愣在原地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疑惑的神情 一旁的龙婆连忙开头表示 这是小九想出来的办法 以情动天 希望能用小九家的事情 打动到家仙子 只是这样你们就也沾上了小九的音 他日小九有难 你们将会被牵连 闻听此言的长怀怨当即打 您放心 不管今日结果如何 他日小先生复仇 我们五仙家都会亲力相助 一旁的灰老六连忙附和着 没错 不管小先生的仇家多么恐怖 我也绝不会让小先生孤身犯行 见众人开口立下誓言 龙婆笑着拱手致谢道 那就提前谢过诸位了 见此情心九难恭敬地点燃三根相助 口中不断地念叨着 天地明鉴 先师想起 今有后学未进化九难 欲将道筒发扬光大 罢九难一口咬破指尖 接着将一抹鲜红指指渐进 罢九难与血脉发誓 所传至人均品德纯良 若日后为非作散 罢九难定亲手追回 心里门户 罢音刚落 众仙家齐齐屠服在地 口中高喊道 还望鲜尸锤里 然而四周却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树叶被微风吹得沙沙作醒 这一丝丝小动静牵动着黄仙家的心 这颗卑微的小种子在不断地发芽 难道还是不行吗 出身就这么重要吗 不通一声九难双息跪地 我可是一脉传人至今日 只有罢九难一人 但我身负血仇 性命昭不保夕 不死不怕 只怕断了个是一脉的传承 经过九难的一番慷慨恳求过后 天宫中突然传来一声叹息 接着一块木牌 被一道金光包裹地飘了起 这场面看得九难面色一喜 仙士可是阴雨 刷的一声 连本燃烧的香灰 缓缓缓银聚成了八字大字 阴才失教 道不清传 见此情形武仙气气扣谢道 天师慈悲怜悯我等 小先生慈悲恩重如山 看着众人不断磕头致谢 九难连忙开口表示 诸位不必多理 天师有令 阴才失教 几位还请一个个上来传道 闻听此言的蚂蚁姥姥迈着欢快的步子 便走上了几台 上面可是我的大孙子 我就先占了这个便宜 说话间九难摆出一套宣纸 接着拿出早已备好的笔墨 姥姥 我这就将传给您的道法写下 由于片刻后 九难便在宣纸上写下了鬼秀的顶级道法 仰魂秘术 阴神修炼之法 鬼道骤杀术 在九难还想接着写下去之时 风中突然浮现一道金色手臂 猛地按住了正在书写的毛笔 这强大的距离使得九难头晕目眩 这场面看得蚂蚁姥姥一阵紧张 小九 你没事吧 九难摇了摇头 接着抬手奉上写好的道数 一脸温和地表示 姥姥 这就是天师答应传给您的道法 对不起我没能写出更多助您修炼的道数 蚂蚁姥姥文言开口笑着安抚道 这就够了 姥姥本来就是个孤魂野鬼 姥姥笑着吹嗓的陈大忌上进来 小别独自想什么呢 快点上去 这举动搞得大忌一脸懵逼 我也能学吗 然而在他看到九难此时的神情之后 不忍心头道 老大你这看着都快渗序了 要不我就算了吧 反正我有笔写在 打架什么都完全不带怕 文听此言的九难笑着阻止道 别乱说 等我给你写几个攻击法术 应免得你把鼻子都打坏 说着九难准备在宣纸上写下道数的时候 砰的一声 就在毛笔接触纸张的一瞬间 竟然产生出了猛烈的爆炸 破碎的毛笔也插在了陈大忌的脑壳之上 见此情形九难尴尬地说道 也许是碰巧啊 我们再试试看 说着九难艰难地提起毛笔准备书写道数 可下一秒强烈的爆炸阴声而起 毛笔又是精准地插入陈大忌的脑壳之中 见手写的半个呼吸 九难俯着额头表示 那我念给你听 你记住啊 香气沉沉硬乾坤 燃起清香透天门 金鸟奔走如云剑 绿兔光辉四年龙 就在九难叙述着倒数之时 原本情风万里天空 突然泛起了漆黑的乌云 阵阵雷霆在云朵中浮行 轰的一声一道神雷从天而降 逃着陈大忌就劈了滚 见此情形九难抬手一推 大忌快躲开 随着雷霆的落下 祭台上一个巨大的深坑浮现而出 这场面叹得陈大忌差点尿了裤子 我靠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干啥了 老大 这是为啥呀 我可是没做过什么丧良心的事 接连失败的九难也是一脸甘尬的表示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 我教你个最基础的护身术 那些花里胡哨的术法就别学了 说着九难便引导着陈大忌做起了手势 只见二人手杰剑之口中面脑着 北斗七元军 天刚大圣神 离邪大法王 天真护我身 九悠天刚 给我出 二人身后瞬间显现七道法相 剑 琴 刀 世间名气浮现而出 接着只见他们化为树道金光 琴琴钻入陈大忌的体内 每一位法相都深深硬壳而出 金色的光芒覆盖了每一片皮肤 看着自己身上的图案 陈大忌一脸惊讶的喊道 玩犊子 这可不行啊 有纹身可是不能当兵的 见此情形 九难无奈地表示 这可是素法永久加持 一般只能用在神像上 国人可是从没听说过有永久放生的 这话说的陈大忌不断地揉搓着手臂 什么永久加持 难道真的取不掉啊 看着不断吐槽的陈大忌 结合起先前的天雷 九难心想着 看来必须要想办法调查一下大忌的身世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 天边繁星点点 柔美的月光照亮了整个大地 怕九难等人在院子里白气酒席开始庆祝 大家多喝点 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黄仙佳跟辉老六二人还在奋战 其余几人纷纷低头酣睡 担心大火着凉的龙婆 纷纷给众人披上防寒的衣服 直到九难生前的时候 就当龙婆即将把衣服披上之时 九难迷离乎乎的吐着梦 不 怎么会这样 不要啊 娘你在哪里 九难被梦中的长颈心地爬了起身 身后的龙婆一脸关切地询问着 小九 怎么了 是不是作恶梦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一脸苦涩地说道 我梦见我娘了 她什么都不说 就是一直在流着眼泪 这话说得龙婆面色一惊 仙人不宁 后背不安 看来是你娘她在殷四地府遇到了大麻烦 听到这的九难连忙激动地询问道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我娘 龙婆拍了拍九难的肩膀表示 别慌 奶奶去找探地堂仙家问我 这下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说着龙婆便回到了屋内准备法事 九难独自一人在门外交集地等待 多时 只听呼的一声 一道黑旋风从屋内冲了出来 九难连忙跑进去查看 此时的龙婆一脸惊恐地喊着 完了 出大事了 九难闻言立即赶了过来 口中关切地询问道 奶奶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探地堂的仙家出事了 他老人家当下去一会儿 就被巡逻的鬼拆打得魂体肤 听说是阴阳界发生了大事 现在那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阴兵 他们好似在追捕什么人 闻听此言的九难连忙追问道 难道是跟我娘有关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见九难交集不已 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想知道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只能有人冒着回不来的威胁 过阴去打听情况 这话说的九难当即面色遗憾 这的确危险 万一被阴神发现了就小命不过 一想到这 九难郑重其事地开口道 奶奶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救我娘 但是我不想牵连大忌 他们跟我一起去 这件事您千万别告诉他 可就在这时 一个大嗓门的声响突然传了过来 老大你这是瞧不起我吗 你化九难的娘就是我娘 咱娘出事了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 见陈大忌突然出现 九难有点手足无措 但是对于这个神经大条的兄弟 唯有一个拥抱就能解决一切 大忌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兄弟 沉浸在兄弟之情的陈大忌傻乎乎地硬打道 那必须的 你可是我老大 可不等他把话说完 哼的一声 九难一记手刀快速地敲击在了大忌的脖梗处 陈大忌阴生倒地 正因为你是我兄弟 所以更不能让你跟我一起设计 做完这一切的九难连忙来到龙婆面前 奶奶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开始吧 闻听此言的龙婆拿出一个小词评 这里面是你魂香 你闻一下就能魂魄离体 九难听后缓缓上前闻了闻 这味道怎么感觉怪怪的 说话间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上九难的脑洞 啪哒一声 九难当即倒地不起 见此情形 龙婆不舍得看着九难 好孩子 奶奶怎么能舍得你去拼命 说着便转身准备独自一人来承受这些 眼角的青泪表示着强烈的不舍 往复间 九难抓起龙婆的裤头 奶奶 不要去 下面危险 见此情形 龙婆开口喝赤道 小九听话 我这把老骨头死不足惜 你还有大好的年华 不应该在这里就结束 就在二人拉扯之时 门外传来一道声响 此言差异 老沈子您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 赵爱国带着赵飞连忙赶来挡在门口 这场面看得龙婆面色一惊 爱国 你们怎么来了 老沈子我家那小子说 你老和小九解决了一个叫什么鬼母邪神的 正想上门慰问你 没想到就碰到您要去做傻事 老沈子要三思啊 闻听此言的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可我不去 去的就是小九 这阴间极其威胁 我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可小九要是知道您为他牺牲了 他又怎么会不活呢 就算能活下去 也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更何况小九这孩子注定要成大器 不受一些磨练怎么能行 这话说得龙婆恍然大悟 你说得对 是该给孩子们一点机会 说着龙婆拿出醒神香 放在酒难敌尖闻了闻 意识逐渐清晰的酒难当即喊道 奶奶不要去 那里危险 龙婆闻眼眼眶里当即蓄满了泪水 小九 是奶奶错了 奶奶应该让你去试试 如果奶奶和这么多仙家 都不能保你国英归来 救回你娘 那还谈何报仇选了 在听完龙婆的叙述过后 一旁的赵飞拍着胸脯说道 老大的娘出事了 那我也要去 酒难听后郑重地拍了拍赵飞的肩膀 奶奶说得对 你和大吉都跟着我去 我就不信 这点风望能让我们折进去 见酒难充满信心 一向认可他的龙婆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好孩子 等我给你们添些行李 咱们就上路过英 不多时 酒难几人整装待发 一身道袍的三人缓缓同屋内走出 此时五仙家以及蚂蚁姥姥也赶过来 出发前龙婆开口嘱咐他 记住如果遇到性命之忧 就回头看 沿着身后的光亮棚 我和诸位仙家都会在这守着 保护你们的安全 奶奶放心 我记住了 在酒难说完过后 龙婆拿出三根点燃的香柱 接着缓缓地插入酒难等人的口中 啪的一声 酒难几人便陷入了神游之中 由于惯性的原因 几人脚步不稳就要倒下 蚂蚁姥姥见状大手一挥 一根细长的捆仙绳便甩了出去 刷的一声三人被牢牢捆在原地 接着蚂蚁姥姥点头确认无 常怀元也将自身的鳞片贴在几人眉心之处 做完这一切的常怀元依旧不放心 八弟 你也过来站好 我为你师父 你去保护小先生他们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大吃一惊 什么 我也要去 然而常怀元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 别怕 有事就带着大家转身就跑 大哥会在这里保护你的 还没等八爷反驳 啪的一声 蚂蚁姥姥一记手刀便击晕了长八爷 接着捆仙绳迅速卷起八爷 蚂蚁姥姥焦急地喊道 别废话 要上路了 在龙婆将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 只见他拿出一柄小刀朝着掌心便划了过去 扑丝一声 一滴滴液体缓缓洒洒落在了阵法之中 因得护真灵 祖宗饱肉身 小鬼莫拦路 阎王不结魂 话音刚落原本寂静的四周突然阴风四起 猛烈的血雾迅速从九难等人的脚底攀附而上 刷的一声 几人的魂体当即从体内飘出 接着缓缓地融入了阵法之中 可就在这时 吴欣迈着轻快的不子口中大喊道 哥哥 等等我 把我也带上啊 说话间 只见吴欣纵身一跃跟着一起融进了阵法内 龙婆健壮大吃一惊 身旁的蚂蚁姥姥连忙安抚道 大妹子 别担心 吴欣可是鬼仙 有他去 小九他们就更安全了 闻听此言的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希望他们五人能平安归难 而此时另一边 九难几人安稳落地在了幽明的路口 阴间的世界内血液笼罩 白白骨满地覆盖 这场面看得吴欣紧紧拉住九难的手臂 哥哥 这里好可怕 我们还是回去吧 九难听后笑着安慰道 小家伙 现在来到了这里 想回去就难了 鬼门关是阴氏 阳剑的交界处 也称为死亡的边缘 推开鬼门关之后 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泉路 在九难解释完之后 几人便一起推开了鬼门 走向了前往阴间的道路 陈大忌跟赵飞 两个没休息过到处的小年轻 被阴风吹得跟个孙子似的 老大这里怎么会这么闹 听到陈大忌的询问 九难耐心地解释道 这里是黄泉路 阴气极重 当然了 说话间九难紧了锦怀中的无心 陈大忌闻言连忙求助起义棚的长八爷 八爷 你带着我们快点飞过去 我快冻死在这里了 八爷听后也是点头表示同意 这想法当即被九难开口制止 不可 万一撞上了王魂或者阴差就难办了 然而八爷也不管那么多了 刷的一声 一尊巨大的蛇身浮现而出 八爷吐着性子安抒着众人 别怕 什么玩意也没八爷我的逃命速度快 说着便妥起九难几人快速穿梭在了黄泉路 可就在几人兴奋之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两道手持兵器的身影 见此情形 九难大喊一声 八爷快停下 前方有东西 然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前方的人影便显现而出 只见他们下半身是人体 上面分别是牛头跟马面 在见到九难几人之后 牛头也是大吃一惊 竟然是过阴远 还不速速停下 免得本大爷出手 这场面看得九难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哇 居然是阴差牛头马面 二鬼将武器碰撞在一起 砰的一声 一道猛烈的气波攻击在八爷的身上 这强烈的攻势阵的九难几人倒飞而出 牛头憨厚的声音跟着一同传了过来 洋人过阴 乃是大罪孽 该法 闻听此言的九难强撑起疼痛的身子 大人容彼 小子冒险过阴 乃是有苦衷的 这话说的一旁的马面仔细观察了起 有点意思 这个年纪便有如此道行 且应得无边 日后定有大前程 牛头听后也是赶忙附和的 你的苦衷是什么 不妨说说 见有机会解释九难当即笑着开口道 前些天我遭我娘托梦给你 他似乎在地府遭遇不测 我才赶来阴间准备提供帮助 听到这话的马面连忙抬手掐散了起 接着开口目指导 大的 不就是那个被勇武大将军劫走的阴魂吗 地旁的牛头得知事情的严重性 当即就要拿下九难 放肆 居然企图协助通缉要犯脱离殷斯地府 真当本做是迷捏的吗 说着便将手中的鱼叉捅了出去 砰的一声 一把重弓挡在了九难的身前 死牛头 不许动我老大 看着眼前熟悉的弓箭 牛头脸上顿时露出一丝苦涩 冷汗瞬间流了下 这是天狼战功 接着只见他猛地向后倒退了一步 口中颤抖地询问道 请问来人可是少将军当面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摸着脑袋疑惑地答道 什么当面不当面 我人不就在这里吗 怎么不当面了 见此情形 牛头马面二鬼相互聚在一起讨论着 别问了 有胎中之弥祖阁 他还没有觉醒神魂 但这样的性子又有天狼战功 必定是少将军无疑了 在听完马面的分析过后 牛头也是点头表示 少将军在天狼山市广交八方 平时没少帮咱们兄弟二人 如今他要帮人过阴 我们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鬼点头失忆过后 看着窃窃私语的牛头马面 陈大忌一脸茫然地吐槽道 这两个小咖了咪的在说啥 地旁的九难连忙解释道 这功是李将军送你的 他不是常帮地府捉拿恶鬼的 说不定牛头马面是认出之功了 看着九难几人也在讨论之后 马面大手一挥一道流光飞了出去 九难几人周身的阴气 瞬间被格挡在外 见此情形九难连忙弯腰感谢道 多谢二位出手相助 小子他日必定报二位大恩 不必多言 你们路上小心 说完牛头马面便消失在了黄泉路上 几人整装待发之后 便开始向前出发 可在途径一处桥面之时 周围凄厉的鬼叫声不绝于耳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慌张地挠着头 老大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桥吗 没错 这就是望川河之上的奈河桥 看着眼前石碑上的介绍 九难口中不断地嘀咕着 早灯彼岸 这四个古朴的字体 使得他的眼中失去了光泽 整个人仿佛被迷惑了一般 就在他即将触碰石碑的一瞬间 一双稚嫩的小手紧紧将他抓住 无心空瓶的声音立即将他从幻境中唤醒 哥哥小心 那个东西很危险 就在九难疑惑之时 陈大忌跟赵飞二人犹如仲邪式的一同走向了石碑 见此清醒九难当即守节见止 口中念诵着道家的清心咒 教主三清 名台清零 仙尘不染 诸法不清 三魂七破 速速清醒 话音刚落 距离九难最近的赵飞立即从迷惑中醒了过来 跟着醒来的陈大忌却被脚下的一颗小石头绊倒 哐的一声 陈大忌一头撞在了奈何石碑上 接着只听他弱弱的开口喊 我靠 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啊 接着便倒地不起 浑身止不住地抽动着 一旁的九难见状试图继续用清心咒将他唤醒 智慧明镜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或无丧亲 积极如律令 陈大忌你还不速速醒 然而陈大忌犹如死猪一般毫无动静 这场面看得赵飞担心不已 大忌脑袋也太不精壮 该不会是脑震荡了吧 这话说的长八爷十分无奈地表示 什么脑震荡 这小别独子一脑袋撞在三生石上 前世今生和来世都被他撞进了脑子里 这会恐怕正在融合所有的记忆 在八爷说完之后 四周所有的阴气犹如潮汐一般涌入陈大忌的体内 除非有养魂的仙丹灵草给他立刻服下 可现在到哪去找这玩意 闻听此言的九难笑着拿出一粒丹药 刚好我有背着 这是在张良墓中找到的养魂丹 奶奶特意让我带上了 在九难将丹药塞入陈大忌口中之后 八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可是个好风气 给这小别独子简直就是浪风 随着丹药的药力黄黄化开之后 陈大忌的周身也逐渐地浮现出了一副骨铜色的窥紧 接着只听他口中不断地喊道 好痒啊 这出乎意料的场面看得众人面色一惊 九难连忙捧起陈大忌的脑袋 试图将他摇醒 大忌 醒醒别闹 看着逐步成形的盔甲 九难总结了下原因 大忌身上的古怪恐怕和他的前世有关 就在几人担忧之时 奈何桥的对面黄黄走出两个人影 接着一道宽厚的声音传了过来 何人胆敢闯音似地 话九难见状连忙上前恭敬的行为一礼 尊神息怒 小子无意冒犯地府神威 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到访于此 可凭日里嚣张惯了的锐游神 哪管得了这些 只见他一脸阴险的喊道 但凡敢闯入音似地狱者 都得死 见此情形 长八爷的蛇身立即卷起九难的身躯 刷的一声 八爷带着大火便准备逃离此地 小先生别废话 略寻神脾气爆裂 冲撞了他必定会倒霉的 然而就在八爷提醒过后 锐游神开口嘲讽的 小小蛇妖也敢放肆 找打 说罢便运转起手中的令牌 轰的一声 一道绿光瞬间穿透八爷的蛇身 九难几人也在八爷的魔洞下跌落在地 见逃跑无望 长八爷屈辱地抽起自己的领弹 保释倩依 尊神饶命 是小的冒犯了 我们这就离开 这就离开此地 然而日游神依旧不打算放过他们 只见他弯腰指着八爷的鼻子骂了 该死的臭虫 这奈何巧乃是重点 其实你一个小小蛇妖随意路过的 这话少说 给我死 说着便用试图使用令牌打出攻击 见此情形 九难抱贺一声 尊神不要太过分 我们都已经告饶了 你为何还要如此 说罢九难举起手中的铜钱剑 口中不断地念诵着道家的咒语 北斗七元 神器同天 天罡大圣 威光万千 斩神灭踪 回死灯陷 急急如律令 北斗七杀咒 给我出 闻听此言的日游神大吃一惊 该死的 你怎么会使用北斗七杀众 这可是道家最强杀众秘术之一 下一秒 原本宁暗的地府 被阵阵强烈的金光给覆盖 天庭神将七七现身 他们跟随九难的目光 怒视着月游神 刷的一声 随着九难的指令 神将们纷纷使出自身的攻击手段 月游神吃力地抵挡着 口中还不停地指责道 你们天庭斗布 为何要听命于一个妖道 供我太岁之神 轰的一声 一阵猛烈的爆炸 以月游神为中心响起 这强烈的余波阵的 久难倒地不起 魂体也缓缓地变道 一旁的八叶心疼地喊道 小先生何苦为我和他硬扛这一击 这下遭到反噬魂体不稳 这该如何是好啊 而月游神这边也不好受 只见他捂着胸口 口中还不停地叫嚣道 今日不灭了你们 我网惧神位 说着便要再次发动攻击 见此情形 一旁的夜游神连忙将他拉住 那后生可是天师传人到家正等 你可别再得罪他 然而被气氛冲上头的月游神 一把将其推开 你别管我 今日我就要他死在这望川河之上 接着便再次凝聚起了法术准备进攻 九难剑状强撑起了身体 宁死不屈地回对道 我死也不会让你碰到我的朋友一下 可就在这时 原本昏迷不醒的陈大忌 却突然站了出来 并且当着月游神的面 举起了那柄天狼战功 不许欺负我老大 说着便将剑矢射了出去 见此情形 月游神火冒三丈 竟然开出了第三只眼 接着只见他全身冒着火光 胯下骑着战马 手中战锤一挥 宁的一声 剑矢瞬间破碎一地 这场面看得九难面色一惊 大忌 你快跑 我来帮你挡着 就连一旁的月游神都开口劝说道 息怒 息怒啊 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然而月游神依旧不为所动 就在他即将接触到九难几人之时 宁的一声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强烈的气息震得月游神停下了手中的攻势 随着一道叹息声传出 一个年迈的老婆婆挡在了九难的身前 陈大忌见状抬手表示 奶奶您快躲开 别被我们连累了 然而月游神再见到这个老太之后 吓得立即拉住了马匹 接着跟随夜游神一同弯腰行李道 小神见过孟婆大人 然而孟婆却不以为 只见他转身对着九难等人笑着开口 你们果然都是至孝之人 我没有看错 看着面前这个和蔼的老人 九难惊讶地询问道 您就是孟婆吗 望着九难这副熟悉的面目 孟婆亲切地解答道 你这孩子祖上有大功德 又有大罪孽 因此满门禁绝只留你一人从 我 我与你家有些渊源 不而来此看你 人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弯腰行李 小子不敢妄言祖上公过 此次过英只求能救下娘亲 在听到这话的日游神当即吐槽道 若都像你这般 为了一己私情是规矩于无 这地府岂不是乱了套 有了孟婆的撑腰 陈大忌立即调皮地讽刺着 就你事情多 你家靠大海呀 管得这么多 见此情形 孟婆抬手一挥阻止了即将发怒的日游神 你这臭小子 转世了还是这副德行 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当上这个将军的 这话说的夜游神大吃一惊 他是少将军当命 就连日游神都有所不及 原本嚣张的口吻立即变得亲和了起来 怪不得你们都固执这两个小 原来是都有来头 对于日游神的态度 孟婆非常不满意 只见他放出猛烈的气势压的二神跪倒在地 日游神 我知你明当年风神一战 对道家有偏见 可你也不该迁怒于两个孩子 被吓一跳的日游神连忙承认错误 可心底里却是十分的不服气 该死 我管不了你这个老婆 风都大帝总管得了你 等我把这里的事都报告给风都大帝 你们所有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见所有事情已然解决 孟婆大手一挥 一道金光包裹着九难等人悬浮在半空之中 刷的一声 几人便走入了奈何桥上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让夜游神送你们快些过桥吧 凌晴前 九难回头感激道 小子多谢大神照顾 接着几人便在夜游神的带领下 走入了奈何桥身处 一路上 九难客客气气地询问道 夜游神大人 我听说这两天地府派人到处搜寻我 请问所谓何事 然而夜游神却是一脸茫然地打道 地府搜捕的不是令堂啊 闻听此言的九难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前些十日 原本被关在地狱中的鬼母邪神忽然抱起行凶 随着风影 被关押在一起的恶鬼邪神们也被放出 夜游神应该是被无心吃掉的那只的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夜游神抬手朝着前方一指 那边就是李将军所在的小渔山了 现在地府形势混乱 你们可以去寻求他的帮助 我就不远送了 九难文言恭敬地行为义礼 多谢夜游神大人相助 随后几人踏上了前往小渔山的道路 四周阴风呼啸 举着斧头的赵飞被吓得冷汗之流 老大 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连忙吐槽道 你别问 往前走就是了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原本寂静的道路上 忽然凝聚出了阵阵迷雾 见此行刑 长八爷大吃一惊 哇 好强的鬼气啊 话音刚落 一群鬼物瞬间出现在众人身前 他们虎视单单张牙舞爪地盯着前方的猎物 见过大场面的九难立即开头指挥道 大家别着急 都躲到我身后来 就在众人朝着九难汇聚之时 忽然一阵铁蹄的声响从远处传了过来 接着只见一众身披盔甲的鬼兵 跟着一个手持银枪的将军感到 发着一声 银枪犹如一条银龙一般撕碎了鬼物的躯体 强烈的气势震得鬼物们不敢动他 当他们看清来人时 口中哆哆嗦嗦嗦地喊道 人徒 白起大将军 见有人时的自己 白起兵朗的声音当即呵斥的 既之本帅威名 那还不诉诉自我了断 这场面看得九难几人面色一惊 陈大忌疑惑地询问道 老大 这位也是谁啊 他就是秦始皇手下的名将 杀神白起 传说他一身未尝一败 杀人数百万 男儿当自强 杀人不留情 千秋不朽夜 竟在征战中 杀一是为罪 图万是为雄 图的人百万 是为雄中雄 闻听此言的白起大笑一声 不错不错 没想到此番还能遇见一个知己 九难听后恭敬的行为意 后学莫进化九难 拜见将军 不必多礼 我总听陈将军夸奖你 今日就你也算结下一段善缘 陈老将军 您说的是哪个将军呢 白起文言抬手笑着表示 我说的可是在你六时 救你的陈老将军 听到这话的九难激动地询问道 白将军 我爷爷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 陈老将军让我转告你 不必心急 不久后你们自会重逃 在白起说完过后 九难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话说白将军此番前来救我 可是受我爷爷的托付 闻听此言的白起赫然严肃了起来 我救你是有事拜托 说着便拿出一幅画像递了出去 看着手中的画面 九难道吸了一口凉气 可还不等他开口询问 白起冰冷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这是本将军的仇人 范遂 当初都是因为范遂 这小人进馋眼给大王 最后害得我死于非命 这次鬼母邪神大闹地府 竟将他给放了出来 此仇我不能不报 李老将军说小友可以帮我 所以本将军后颜等在此处 想请小友帮我击凶 我已然答应李老将军 事成之后你报大仇时 本将可率军帮你一次 无论对手是谁 一句杀字足以踏平一切 稳听此话的九难心中流露出一股暖流 爷爷在黄泉之下 竟还心想着我 帮我筹划复仇大事 接着九难双手合十 恭敬地开口道 将军请放心 小子必当全力以赴 见九难已然答应 白起手结剑指 一道幽蓝色的光芒在他指尖营绕 只听他口中振振有词的喊道 不错 你血仇在身 本将军在赠女物 杀的一声 幽蓝色的火光瞬间钻入九难的身体内 仅仅只是一个照目 九难的周身瞬间便被杀气冷藏 振振痛苦的惨叫声从他口中传出 而周围白起的部下却纷纷举手高呼 杀杀杀 这气势震慑天地直冲云霄 见九难痛死不已 陈大忌按耐不住心中的担忧 急忙开口询问道 白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了 我们不是都已经答应了您的请求了 听到这话的白起当即抬手表示 我刺他一道杀气 他才能脱离妇人之人 变得杀法果断 就在两人说法间 疯的一声 一道龙鸣声从九难身上传出 那条从小包裹住九难身躯的龙体 竟然变成了代表审判杀法的飞龙 随着龙影的融合 这道杀气的传承也就接近了尾声 获得杀气的九难变得一脸严谨 眼中的杀气震慑了在场的众人 见此情形 白起笑着牵起了战马转身便要离去 口中止不住地夸赞道 不错不错 这就对了 有那位了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白起说爸便骑上战马离开了此地 而一旁的陈大忌连忙关切地询问道 老大 你没事吧 话九难稳住身形 接着吐出一口浊气 没事 我感觉我好像变得更强了 件事情已然结束 长爸也赶忙催促道 快走吧 我们不能再耽误了 说爸众人便加快了脚步 很快便来到了小玉山脚下 此时 李广将军和雪氏已然再次等候多时 看着雪氏怀中的女子 九难高兴地喊道 李将军 雪氏大叔你们都来了 我娘也没事 李将军和雪氏文言都点了点头 只有怀中的女子竟然不做任何应答 见此情形 九难焦急地询问道 娘 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将军见状连忙安抚道 话小有 冷静点 你娘只是魂魄刚刚归位 魂体不稳大 听到这话的九难当即面色一惊 我娘的魂魄刚归位 这是怎么回事 见此情形 李广将军连忙为妻解破道 你娘只是魂魄刚归位 魂体不稳大 这么多年你小子受着勇武大将军的照顾 就没想过他当年为何要帮你娘和你吗 闻听此言的九难不解地答道 我以为是大将军心好 这里面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看着雪氏手中紧紧护着的娘亲 九难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前后的原因 难道是因为我娘吗 没错 你娘就是勇武大将军前世的妻子 碎花的转世 在听到李广的答案后 九难口中不断地宁暖着 难怪大将军带走了我娘 甚至不惜来地府解救他的魂魄 看着九难陷入回忆之中时 李广当即开口将他拉了回来 可惜当年勇武大将军赶到时 已然晚了一步 翠兰已经再次魂归地府 勇武大将军守护你到长大后 这才决定杀尽地府 抢回了翠兰的魂魄 如今他的心愿终于得选所愿 听到这话的九难双目已然挂满了泪珠 接着便来到雪氏二人面前 扑通一声 双膝重重地跪倒在地 口中悔恨地说道 是九难拖累你们了 然而就在九难哭泣之时 一双温暖的手掌缓缓地将他拉起 雪氏用着那僵硬的口吻轻轻说着 小九乖不哭 而他怀中的人也紧紧抱着雪氏 眼中不断地流着泪滴 见此情形 陈大忌连忙走上前拉起九难 好了 现在咱娘也就出来了 这可是好事情 还哭什么呀 一旁的李广立即附和等 没错 只要你们回到阳间后 在将军庙立个牌位 令堂的魂魄就能享受人间相望 很快就能恢复如说 你不必担心的 听着好兄弟们的安慰 九难重拾信心 多谢李将军照顾 既然如此我这就带我娘和雪氏大叔返回阳间 然而李广却缓缓地叹了口气 这是只怕很难达成 临府有一规矩 魂魄想要不投胎 必须要挑战鬼王才能重返阳士 否则就只能喝下孟婆汤 变成痴儿了 这话说的陈大忌惊讶不已 变成傻子 那回不回阳间还有什么用 就连九难也做好听此一搏的准备 我娘已在弟子空号多年 再不回到阳间 只怕是会魂飞魄散 这个鬼王 我必须一战 闻听此言的李将军 当即看向同行的几人 挑战鬼王失败 可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你们也要跟着话九难来了 众人听后相视于笑 陈大忌率先开口道 怕什么 真死了正好把姥姥答应我的媳妇去 八爷也是一同复合的 没事没事 我跑得快 他们抓不到我 看着好兄弟们的慷慨仗义 九难鼓起勇气招呼一声 便准备出发挑战鬼王 见此情绪 豪迈的李广将军也是大笑一声 既然如此 本将军也陪你们走一遭吧 说到八爷便幻化成了蛇身 驮着几人准备打路 出发前李将军阵地一呼 我们这就前往两界山 与鬼王站上一场 看着天天红月缓缓上升 李广将军阵地一呼 前方便是两界山了 只要打败了鬼王 就可以通过两界山回到阳间了 看着周围尸横遍延满地攀爬的鬼屋们 陈大忌面色一惊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他们曾经都是想要挑战鬼王 却被困在这里的鬼屋 听到李将军的解答后 陈大忌紧紧握住手中的弓箭 这么多人都失败了 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见众人士气低迷 九难当即开口打气了 道家所说的鬼王 不过是比一般鬼族厉害系的小头目 怎么能打败这么多人呢 闻听此言的李广摇头表示 要是能轻易还阳 地府不就乱套 搜大便抬手向前一指 这里大鬼王有365位 每位下方管辖着十个小鬼王 每个小鬼王统于千名鬼兵 如此数量的阴神 就算是神仙下凡也难以匹律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 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不是单挑 人家是直接圈着剔脏了 这还怎么办 见情况危机 九难连忙开口道 此行太过于危险 你们还是先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然而陈大忌和赵飞听后 却是愤怒地叫喊道 老大你别想甩掉我 你要是不带上我 我回头就自己抹脖子去 没错 同样是兄弟 我可不比陈大忌察 就连一向怂包的长八爷也是开口表示 我就知道回不去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让我大哥帮我去把东沟山的蛤蟆胖揍一顿 早就看他不顺眼 在八爷说完后 无心小和尚也是一脸焦急地捧着九难的裤腿喊道 哥哥 我不要和哥哥分开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不远处一个肥胖的鬼屋迅速向他们接近 李广连忙开口提醒道 小心 有鬼王来了 大叫唤地狱逃出的十万恶鬼众 分出四路闯入我两界山中 山内所有大小鬼王 即刻出发 拦截鬼怪 话音刚落 四周顿时地动山摇 无数鬼屋瞬间踏步而出 他们一个个面色凶悍地跟随胖鬼一同赶往了战场 听到他们信息 九难面色一惊 这些恶鬼众们怎么会跑出来 万一他们冲进阳间 只怕是会生灵涂炭 李广将军闻言当即骑上战马 转头对着陈大忌招呼他 好兄弟 为兄暂时不能陪你们闯两界山了 说罢李广阵蔽一挥 身后的鬼兵们顿时目入凶光 有狂徒企图扰乱三界秩序 而狼们随本将一同杀敌 看着渐行渐远的李广将军 雪石突然出现在了九难身前 只听他用着沙哑的声音尊负的 保护你娘 我去杀鬼 九难听后担忧地询问道 雪石大叔 你也要去保护地府吗 然而雪石却并未做出打火 但他的行动已然表明了答案 看着渐行渐远的雪石大叔 陈大忌急忙凑到九难的身前 老大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要是咱们现在去还阳 是不是就没有人来管了 可就在这时无数鬼物们 如蝗虫搬远了出来 只听他们口中不断呐 快快快 只要逃出去我们就自由了 阳间无尽的雪石 任凭我等享用 见此情形 九难当即拿出铜钱剑 口中爆喝道 不能放任这些畜生去阳间作乱 说罢便要冲上前诛杀鬼物 长霸爷剑撞连忙将它拉住 小先生且慢 先进观其变再说 就在九难纠结的时候 原本平静的地面突然抖动了起 正在冲锋的鬼物们 纷纷停下脚步愣在了原地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面色一惊 他们好像动不了 刷的一声 地下突然冒出数道尖刺 接着只见尖刺瞬合拢 鬼物们当即被分割成了 大小故一的碎块 见此情形 九难张大嘴巴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两界山里竟然还有这种机关 难怪鬼王们倾逃而出 不怕有人趁机作乱 就连提倡准备跑路的陈大忌 也是吓得一身老汗 幸亏刚才没过去 不然咱们都得变成肉血 就在二人说话之间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突然传入九难的鼻腔中 好奇怪啊 这血腥气里面怎么还带着古花香 可不等他思索片刻 疯的一声 一个庞然大物 瞬间坐在了鬼物的身躯之上 定睛一叹 竟是一尊通体漆黑的佛陀 只听他抱贺一声 吵什么吵 都给本尊安静 说霸一把抓起身下的鬼物 猛地塞入了嘴里 随着一阵阵咀嚼声响起 佛陀口中含糊地说道 佛爷我用了调谷离山之际赶走了鬼物 现在就剩一座死物和两届山 可阻止不了我 跨间 便缓缓地扯出了一具完整的骨架 接着猛地抛向了地面 心作出 万佛已 师妹王两听我令 调动阴兵打太平 话音刚落 原本失去生机的白骨们 纷纷产生了灵质 只见他们不要命般地 冲向了那些机关阵法 然而再多的鬼物 也抵挡不了机关的收割 这场面看得一旁吃瓜的 陈大忌连忙吐槽道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结果就是个绣花枕头 见鬼物们都被消磨殆尽 佛陀当即朝天一指 罗孟红 你还不快快现身帮忙 要是等鬼王们都回来了 我等想要剖身可就忙了 在佛陀说完之后 血红的天边缓缓浮现出了个诡异的身影 只见此人周身不满了圣人的窟窿 口中不停念叨着道家的言语 教主无量 我等早返真空家乡 法庆佛祖不必心急 本教主这就出手帮你 听着二人口中的对话 陈大忌好奇地询问道 这怎么又来一个 看起来还挺厉害 九难文言缓缓地开口解答道 这两人看着有点熟悉 难道他们是弥勒大成教的教主法庆 和罗天大教的罗孟红 闻听此言的赵飞一脸忌惮的问道 他们很厉害吗 老大你和吴欣还有八爷一起上 能不能干过他们 而九难只是摇头表示 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法庆是北魏时期 创立迷了大成教的教主 他鼓动教徒滥杀无辜 号称杀实人者为十祖菩萨 还特别喜欢看清手足自相残杀 以此博取乐趣 而罗孟红者编造了 无声老母这个至高无上的女神 宣扬无声老母会把 红尘中的黄胎儿女 收回真空家乡 享受无边籍了 曾经她的势力遍布大江南北 就连皇帝当时都惧怕她三分 说吧九难便缓缓地站了起身 手中的铜钱剑也随之亮起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连忙阻止道 老大要不咱们就先撤吧 却可打不过呀 然而九难已经做好了 拼死一搏的准备 不行 这俩玩意要是打破 禁止跑去人间 那麻烦可就大了 说话间 九难将铜钱剑朝天一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令下笔 万鬼服藏 五雷破销正法 给我出 话音刚落 罗孟红头顶那片地狱当即响起了雷声 狂暴的雷霆不断地在云层里翻诱着 听着一声 九霄神雷迅速落下 罗孟红连忙抬手 一等雷 生亭家乡 无声父母 真神赐负 随着口诀的生效 罗孟红艰难地挡住了雷电的攻势 只见他一脸恼怒地盯着九难喊道 五雷破销正法 小到是你找死 就连一旁的法庆也反应过来 哪来的楼衣小辈 竟敢坏我好事 见九难即将遭受危机 陈大忌连忙爬了起身 老大等等我 我来帮你 说着便一拳打向了自己的鼻子 然而想象中的鼻血并没有冒出 而是一道飞气缓缓飘出 但情况危机也容不得陈大忌思考 只见他弯腰迅速捡起地上的石头 记着迅速朝佛陀射了过去 哼的一声 狮子准确地落在了法庆的肚子上 这股距离打得佛陀冷汗都流了下 那摩阿弥陀佛 疼死佛也我 而一旁的罗梦弘连忙将身旁的骷髅打了出去 一叫之人 阻止我等返回真空家乡 信徒们给我杀死他们 九难甩着铜钱剑击着周遭的鬼怪 就连一向不好战的八爷也换出法身加入了战场 随着鬼物越击越多 长八爷喘得粗气表示 小先生 这回不跑不行了 这鬼物数量太多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转头笑着询问道 八爷 还记得我爷爷讲过的游击战吗 那些方式方法你还记得吗 听到这话的八爷一脸疑惑地打倒 记得呀 敌进我退 敌住我扰 随着八爷一点点将战术念出 眼前的僵局瞬间就有了截法 轰了一声 八爷幻化出巨大的蛇身 接着迅速转入云层中偷偷地施展了束缚 天地有神灵 神灵化清风 清风无踪迹 送我万里行 急急如律令 神行术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四周当即狂风四起 八爷借着风力穿梭在了淡风之中 小先生 你们放心杀滚 我保证不被他们追上 有了喘息机会的九难 当即施展起了超度亡魂的法术 太上斥令 超入孤魂 急急超生 随着九难手中同前箭的亮起 周边的鬼物当即获得了解脱 只凭他们口中不断地感谢道 多谢天使杜化我的 眼看着自己手下的鬼物即将被超度 罗红梦当即手节剑指 口中爆喝道 天生老母 我神威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砰的一声 一颗小狮子迅速打断了他的施法 陈大忌站在八爷的蛇身上 一个进的潮空中击射的 一个王八蛋 看我用大尸子打死你 看着下方叫嚣的陈大忌 罗孟宏立即招呼道 法庆佛祖还不速速出手助 闻听此言的法庆佛陀 当即冲了上前 偷袭佛爷的小贼 给我去死吧 说罢便从口中吐出一团血块射了出去 血肉浮现在半空中不断扭动着 哼的一声 一个迷你版的小恶鬼瞬间炸不住 只见他手持着流经鼻手 一个闪身当即朝着陈大忌便冲了过去 见此情形 大忌连忙拍着八爷的蛇身 口中焦急地喊道 八爷快快快跑 我要挨揍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连忙一个甩尾 鬼屋瞬间被强力的尾巴打入了地 件事情已然解决 长八爷一脸无奈地开头吐槽道 我又不是吗 你小子拍我也没用了 然而随着地底烟雾往返地散去 那被八爷封出的深坑内 竟然传出了石头碎裂的响声 这怪异的荧幕看得陈大忌好奇不语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鬼屋一个起跳朝着几人便扑了上来 见此情形陈大忌连忙结巴的喊道 八爷赶快跑 他又冲过来 见兄弟有威胁 九难抬手将铜钱剑朝天一指 凶会消除 盗器长存 积极如律令 轰的一声 猛烈的天雷瞬间封击在了小鬼屋的身上 强烈的阳气瞬间将其被叽化 就在罗逢梦震惊之时 陈大忌借此机会立即射出一发石子 胖和尚 你怎么不继续吐出小人了 我老大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被激怒的法庆佛陀当即暴和一声 小子你找死 闻听此言的罗洪梦立即阻止道 他会到家不传之术 咱们不可小觑 接着便转头清河地招呼道 敢问小友师长何人 天下诸神皆出自我无声老母门下 算起来也许你还要叫我一声祖师 然而九难也不跟他客头 听到尸声葛红葛天师一脉 你也配做我的祖师 这话说的罗洪梦立即翻脸道 臭小子少得意 我今日便来领教一下天师一脉的厉害 云云众生间迷茫 不得甘露不得醒 天神老母前引路 度你时时反家乡 无声真空极乐世界 给我粗 话音刚落 无数黑色的鬼气瞬间冲了出去 被鬼气包围的众人被一丝困意袭上了心头 赵飞第一个产生了反应 老大 这股微风吹得我好暖和 好舒服 我忽然很困难 闻听此言的陈大鸡立即提醒道 别睡觉 这是他使出的鬼把戏 然而在他把话刚说完之后 二人就倒在八叶的蛇身上呼呼大睡了起 九难为了维持住亲戚 一口咬破了自己的舌尖 一丝丝鲜血缓缓地滴露 该死的 竟然使用这种卑鄙的法术 接着便转头对着无心说道 弟弟快走 去找雪氏大叔让他来救咱们 说把九难便倒在地上陷入了沉睡之中 无心见状也开心地躺在九难的身边 哥哥睡我也睡 等明天起来找虎娃抓蛤蟆玩去 见此情形罗洪梦大笑一声 真空家乡 无声赋米 什么道家正品天师传人 还不一样掰在本教主的手中 说话间法庆佛陀抬手一挥 那摩阿弥陀佛 所以我几千年没吃过新鲜的血食了 今天借罗教主的光 正好打打牙剂 就在法庆的大手即将接触到九难几人之时 轰的一声 一道猛烈的攻击瞬间将他的扶持 这一举动气的法庆竟投出一口鲜血 该死 你岂敢如此 说话便振蔽一挥 准备再次向他们冲去 然而九难几人的身前 却缓缓亮起一道蓝光护照 搜的一声 赵飞的胸口处突然钻出一个法医 此印正是赵飞父亲一声荣誉所化的照爱佛医 这一幕看得法庆佛陀大吃一惊 竟然有万明星的青天印 这几个小子为什么会有阳氏观微护体 难道家中还有青天大老也不成 不管你们什么来头 可以我都要把你们生吞活泼了 闻听此言的罗孟逢当即开口 佛祖稍安勿躁 你我当务之急是重返人间传播教义 切不可一切用事 不如先联手攻破两界山 本教主有办法将他们杀死在无声世界中 听到这话的法庆也是点头附和道 好 那就听你的 说着便一把扯下底座中的骷髅头 口中狠立的喊道 诸天朝拜 万鬼归一 神佛敬问 血煞佛伯 大天王天立士护法 给我出 话音刚落 一群浑身煞气的邪将们被召唤而出 一旁的罗红梦也是手节剑之口中不断地念叨着 天生家乡就在前方 信徒们给我冲过去 一时间 整个两界山被万千鬼屋所占据 他们张牙舞爪地破坏着地祖的封印 试图回返阳间 而九难几人这边并没有被这阵天的响声给吵醒 他们身处于罗红梦所制造的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二度 三度 真的对不起你们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有能耐 转不来解 这是家里最后的粮食 看着四周破烂的墙壁 九难不断地胆抬 陈大忌摸了摸扑瘦的脸蛋 口中沙哑的喊道 没事 不怪大根 是我们没有这福气过上好日子 我昨晚都梦见了咱家有话 咱们也不该这么穷啊 地旁的赵飞文言也是开口复喝道 没错 咱家要是穷成这样了为啥还娶得起媳妇 养得起宠物蛇 那当然是因为媳妇爱我了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一脸屌丝相的准备 和李云轻轻 看到这一幕的赵飞立即吐槽道 我呸 你不看看你都长啥样了 而九难却丝毫未受到影响 只见她含情默默地盯着面前的女子 芳草 多谢你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 我何得何能拥有你这样的妻子 就在九难闭眼准备亲热之时 徐芳草那原本微笑的面孔 却突然变得冰亡了起来 而下一名 她却一掌拍在九难的胸前 一脸惊恐地喊道 快看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寻声望去 桌子上仅剩的食物已然消失不见 陈大忌惊讶地挠着脑袋 这是怎么一回事 见众人疑惑不已 徐芳草开口表示 刚才我看见三弟他把碗里的粥都吃了 可能是他太饿了吧 闻听此言的赵飞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 我就吃了一口自己的 说着便转头求助地看向了一旁的陈大忌 二哥 你得给我做证了 然而一向暴脾气的大忌当即立声喝道 做什么证 我刚才亲媳妇呢 根本没看见 你吃就吃了干嘛 连我媳妇那份也吃啊 他都这么瘦了 见求助无果 赵飞立即无辜地表示 我真的没有 媳妇难道连你也不信我吗 而赵凤梅却是一脸鄙夷地说道 事实就在眼前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个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的混蛋 见此情形 情绪激动的赵飞立即拿出一把尖刀抵在胸前 为什么都不信我 我这就抛开肚子给你们看 九难见状心中一惊 接着一顶带着煞气的战刀赫然凝聚在他的身前 看着手里的武器 九难立即就明白了眼前的一切 这是白起将军所赠的煞气凝结成的战刀 待他转头看向周围的环境之时 原本长相白嫩清纯的徐芳草 却变成了一张阴森恐怖的鬼里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格外的诡异 见此情形 九难一个跨步来到赵飞身前 接着一把稳住了他手中的动作 想要证明自己 不只有剖腹这一种方法 还可以吞下他们的眼珠 吵嚎一声 受到惊吓的赵飞几人当即被传出了幻境 看着周边熟悉的场景 众人缓缓地松了口气 长巴依酸酸不平地表示着 我就说嘛 我怎么会变成人家的宠物蛇呢 而幻境中罗虹梦演化的徐芳草 却是一脸惊讶地看着九难 这不可能 引你屈屈微末的道行 怎么能这么快就看破无声极乐 就在他愣神之际 九难的杀生刀也长下来 呼吸一声 犀利的刀锋将鬼物撕成了碎片 幻境也跟着一群破碎 受到反噬的罗虹梦抱着脑袋通辅道 我的演习 该死的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而此时被杀器主导的九难却是笑着讥讽道 区区一只眼睛算什么 要不是有白起将军杀器所化的这把杀生战刀 我们兄弟三人就要死在你的幻境中 而罗虹梦依然听不尽半点言语 只见他抬手祭出如意倒句 口中大喊道 真空家乡 无声老母 光照四方 信徒慢 给我杀死这些一较凶徒 收到指令的鬼物们纷纷张牙舞爪地突破上前 见此情情 八夜连忙画出蛇身口中焦急的喊道 小先生 咱们是一会再跑 还是立即就跑 看着面前凶悍的鬼物 赵飞一改往日的懦弱 威风凛凛地抬起手中的印章 先不用跑 我们刚才遇险 我爸的这个印章好像救了我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 九难看了一眼后连忙解答道 这是由老百姓愿力加持的青天印 自然可以抵御妖魔鬼怪 不过暂时不用他出场 说罢九难一把举起铜前剑 口中振振有词地喊道 难斗生 没斗死 听令者封喉 不从者斩首 此为帝君 急急如律令 地下七十二神将素来助我诛灭鬼怪 轰的一声 七十二道金光从天而降 接着只见九难周边的鬼物 立即被神将清理一空 几人不断佩服着 杀生刀快速收割着鬼物们的生命 在九难转身之时 却发现几只鬼物试图突袭他的后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轰的一声 长霸爷舌尾一舌 鬼物们瞬间化为了鸡子 敢欺负小先生 老爸我和你们拼了 有了长霸爷的守护 九难毫无顾忌地杀着鬼怪 而另一边的陈大忌 却没注意到身后的威胁 就当他即将被偷袭之时 砰的一声 星天应瞬间震得鬼物倒飞而出 赵飞手持应张口中大喊道 滚开 这狗东西 看着一片混乱的战场 无心一脸焦急地喊道 不许欺负哥 小僧会生气的 然而陷入癫狂的罗浩梦 却是一脸戏谑的本事 为几个咒术就了不起 本教主今日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说罢便将手中的如意宝具 向前一挥 咚了一声 一只巨型的鬼怪咆哮地冲了上前 只见他大手一张朝着九难便抓了过来 来不及躲闪的九难被鬼掌一旁捏住 见此情形 众人纷纷惊呼道 触手 放开我老爸 不心见状 双目含着泪水口中焦急地喊着 放开我哥哥 然而这些呵斥并没有阻止鬼怪的行动 刷了一声 九难被一把甩了出去 接着重重地撞击在了墙面之上 乘胜追击的鬼怪迅速赶了过来 准备补上最后一脚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金光引起了他们的视线 一尊流着血泪的鬼佛赫然出现在了重鬼的身后 无面迅速穿梭在鬼物们的周身 手中的匕首不断收割着他们的幸运 你非得逼本做出来 那就都去死吧 这场面看的法庆佛陀以及罗洪梦大吃一惊 鬼佛 这世间居然真的有鬼佛的存在 然而无面只是淡淡地挟视了他们一眼 口中不屑地回应道 呵呵 既然认出来了 还不快快过来让本座超度去佛前忏悔 闻听此言的法庆抱贺一声 鬼佛又能如何 本座也是一方佛祖 我可不怕 说着便抬手朝天一旨 杀身成佛 无法不停 阿修罗地狱 给我出 地旁的罗洪梦也是一掌封碎了如意 口中高喊道 诸天众神听无号令 起十万刀兵斩杀险子 刹那间 万千带着煞气的鬼物们蜂拥而上 试图依靠人数拿下鬼佛 然而无面却是不慌不忙着念的经文 一道道金光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释迦牟尼佛祖上过 临时开经水南流 那摩罗弥陀佛 话音刚落 半空中顿时浮现出一个巨型的法阵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鬼物们瞬间被金光斩灭一空 看着大显神威的无面 陈大忌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妈呀 幸亏光头哥发威 不然我们差点被这些恶鬼们吞了 然而九难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是双拳难滴四手 这时间一成就会落下风了 说话间 法庆佛陀的红布就包裹住了无面 见此情形 陈大忌连忙询问道 老大 光头哥果然撑不住了 咱们快去帮帮他吧 然而众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见状陈大忌的小脑瓜飞速地运转着 接着只见他两眼冒光地看着九难 飞机一把将他扑倒在地 带着哭腔的喊道 哎呦我滴妈呀 老大你怎么就被脏东西给摔死了 大脑瓜直接摔得洗碎 被掀翻在地的九难痛哭一声 魂军死颜的无面瞬间情绪高涨 轰了一声 原本包裹住他的袈裟 瞬间被炸得四分五裂 该死的处所 你们竟敢伤害我哥 说话间无面周身迸发出滔天的杀气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心中一惊 口中连忙附和道 罪恶比地狱 给我哥哥陪葬 说到无面一个闪身便冲了出去 见此情形 法庆佛陀以及罗洪梦惊呼一声 不好 鬼佛来得快溜 刷的一声二人化为一道流光飞向了天边 在逃跑的过程中 法庆转头朝着罗洪梦示意道 罗教主老规矩 说着二人便在一处山壁前停下了脚步 法庆佛陀率先出手 只见他首截剑之口中大喊道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人间杀戮不止 本佛不灭 咚的一声 一个浑身冒着鬼气的肉球 缓缓地将他包裹在内 罗洪梦见状也立即是展开竖法 天地苍茫 世道浑住 我欲返乡 邪魔猖狂 献祭辑较重 永护明堂 天生老母素来救命 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老派法声呈现而出 有了保命的底牌 罗洪梦嚣张的喊道 天生老母顾住 谁敢来反 见此情形 无面也没有过多的废话 抬手间 一尊巨大的金身佛便被唤出 南无不动于我 像达玛哈洛萨拜 在无面说完之后 金身佛的身后又浮现出一尊巨佛法像 无面大手一挥 一气冲拳瞬间打出去 冲的一声 法亲二人被剧力打入墙体 一时间 整座山峰为之一阵 无数碎石飞溅而出 无面一边挥拳打着 口中一直泄愤道 哥哥 小僧这就给你报仇血汗 敢害你的人 小僧一个都不会放过 随着烟尘缓缓地散去 一个巨大的掌印呈现而出 罗宏梦克耍青二人 口中不断地咳着鲜血 脸上的神情极其可怖 看着两人还未死去 无面残高地表示 你们竟然还活着 不愧是臭虫子 生命力真是顽强 不过这仅仅是无边炼狱的开始 说罢无面继续抬起手掌 嘣的一声 不动凌王的掌印也随之落下 再次受到重创的二人 当即口吐血块惨毫不已 看着自己带来的杰富 无面兴奋地嘲笑道 你们两个处上好好受死吧 话音刚落 无面的身后 迸发出三尊精佛法身 紧接着又缓缓地融合到了一起 随着金光的映射 一道巨大的手掌 也朝着二人撵过去 看着近在咫尺的佛印 法庆佛陀以及罗洪梦口中 七七喊道 就是现在 准备动手 天生老母 阿弥陀佛 轰的一声 两个猛烈的气息撞到了一起 刹那间整个两界山 被轰出个漆黑的大洞 法庆佛陀欣喜地喊道 还得多亏了鬼佛 不然我们还撞不开 这两界山的封印 那几个小子给我记着 金玉之仇 我们迟早会报道 二人说罢便朝着黑洞冲了过去 见此情情 话九难大吃一惊 不好 不能让他们跑到人间去 闻听此言的罗洪梦却转头嘲讽的 强弩之末 还敢难我 说话间 只见他大手一张一刀鬼气便打了出去 陈大忌见状连忙挡在九难身前 宁快带着老大跑了 然而下一秒 雪狮大将军的身影急速冲了出来 灭出你气感 说着便一击重拳打出 轰的一声 鬼气当即被震开 飘散的烟尘瞬间迷住了罗洪梦的双眼 接着这空隙 雪狮抬手凝出一道煞气来到了他的身后 灭出受死了 说罢便一拳轰了出去 猛烈的重拳瞬间打得罗洪梦神情剧灭 恶鬼王罪孽的一声也在此话上了句号 见此情形 众人心中那根紧绷着的弦终于松了下来 九难也是一脸新增的喊道 雪狮大叔你来了 闻听此言的雪狮观气地询问着 小九你没事吧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无面目睹地转头看去 一声哥哥当即脱口而出 接着便化为无心的样子 朝着九难的位置便跑过来 咕通一声 无心伤心地抱着九难哭泣着 哥哥你没死啊 我还以为你离我来去了 一想到陈大忌的搜主意 九难尴尬地安抚道 没事没事 我又活过来了 听到九难受伤了 雪狮也是关切地上前查看着伤势 雪狮大叔 别担心 我没事 只是可惜让那个和尚跑了 可还不等九难把话说完 一道豪迈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跑得正好 这样子才好呢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 当即摸着脑袋询问道 李将军你不会脑子被打坏了吧 那臭和尚都跑了 那不得闹出多大的祸乱吗 然而李广却是淡淡地注视着动脑 见此情形 九难立即想了明白 李将军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吗 然而不等九难解释出来 李广抬手一指 除恶无尽 我现在命令你们紧快还扬抓捕兄弟 听到这话的九难连忙抱拳行李道 多谢将军 接着雪氏便抱着九难的亲人走了上前 我们 将军庙 等你过来 闻听此言的九难连忙回应道 二位放心 我回去就尽快操办我娘养魂的事情 说话几人便分开两队进行反扬 长八爷晃化出了蛇身 记着一个闪身朝着黑洞便冲了过去 九难几人在长八爷的带领下来到了将军庙中 小先生 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就先来这里了 陈大忌搀扶着受伤的九难 口中关切地询问道 老大你没事吧 要不让奶奶来养魂吧 九难听后强撑着身子抬手试一刀 雪氏大叔和我娘应该也快到了 这点事就不麻烦奶奶了 以前我尽孝的机会太少 这件事我一定要亲自来的 说罢便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随着一点鲜血滴落 雪氏的雕像开始缓缓地发出了光欲的 见此情形九难一把拿出了铜钱剑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条条大律 往生送死 急急如律令 刷的一声 半空中瞬间浮现出一道咒印 道家的隐魂骤在九难的指引下 纷纷化为道道流光汇入地底 做完这之后九难重重地喘了口粗气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当机紧张了起来 老大你没事吧 然而不等他说完 雪氏二人的身影便缓缓地浮现而出 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 雪氏冰冷的脸庞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见此情形 九难兴奋地喊道 娘雪氏大叔你们一路赶来没事吧 说着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三根香柱 边走边说地来到了雕像面前 雪氏大叔 娘请你们入神像 小九这就给你们上香了 只要我立了我娘的神像 让他日夜受香火供奉 魂魄酒口外 说罢九难猛地将屯前建向其余 强烈的阳气瞬间将香柱给点燃 清威天中 景色玉堂 万万先众 听轩妙法 随着香火之力的挥发 雪氏二人跟着一同漂浮在了半空中 接着在供桌上 缓缓地凝聚出一道幽蓝色的法身 通过形状来看是一名女子的躯体 见此情形九难心中总算松了口气 终于是成功了 然而下一秒幽蓝色的法身 却突然抖了一下 原本凝聚出的形状分割出了另一个躯体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当即面色一惊 怎么会有两个呀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双手合十 口中不断地念叨着 普及万名 女天叫华 积极如律令 香火功德给我凝聚 刷的一声 无数金光随着九难的指引来到了供桌之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不多十一到十项猛地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定睛一看竟然是陈大忌父亲的雕像 这场面看得几人面色一惊 九难更是激动地咳出一口鲜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是陈叔的雕像 究竟是谁做的手脚 就连一向呆板的陈大忌也是连忙跑了上前 爹你跑上面去干啥 坏下来 小心别人上香的时候看到要揍 说着便准备用手将陈父的雕像给罗响了 见此情形 雪石大将军连忙开口警示道 陈二弟为我修建妙 奉我香火之气 此次也多亏了他我才能救回翠兰 我也和陈二弟结拜为兄弟 用我自身应得换了他和翠兰的神位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爹还能有着造化 见母亲雕像上流转着的金光 九难焦急地询问道 雪石大叔 我娘呢 他怎么样了 就在雪石即将开口之际 一到空灵的女生突然传了出来 小九 我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说罢便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 见此情形 雪石连忙附和道 翠兰他再受些香火就可以恢复了 听到这话的九难心中 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太好了 我娘总算是没事了 接着便如是重负地跌倒在地 昏迷不醒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二人连忙冲了上前 他也更是瞬间放话出了蛇身 不好 快把小先生放到我的背上 现在回去让龙婆婆看看 说罢便带着九难一个闪身飞了出去 不多时 九难迷茫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他疑惑不已 昏迷前的记忆在他脑中不断地倒转着 见此情形 龙婆欣喜地走了上前 小九 你可算是醒来了 看着众人关切的目光 九难好奇地问他 婆婆 我这是回来了吗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笑嘻嘻地表示 可不是吗 我拼了老命给你送回来 你可吓死我们了 九难努力地回想着先前的记忆 但是昏迷的时间过久 脑海中只有几片灵星的碎片浮现着 龙婆健壮 黄缓地叹了口气 你在地府受了伤 一回来就又强撑着给你娘吻孤魂魄 最后因为脱离而晕倒 累得回来睡了三天三夜才醒来 闻听此言的九难惊呼一声 什么 我睡了三天三夜 没错 好在并没有当入大事 听到龙婆口中的事情 九难连忙爬了起身 什么大事 难道又出了什么事吗 见九难这副焦急的模样 龙婆笑着呵斥道 臭小子 难道过了一年你就什么都忘了吗 一年 一年又过去了 昔日的记忆惺惺惺点点地在九难的脑海中汇聚 陈老头那矫健的深意 清河的笑容 六年时带他上山采药 为他出头抵挡鬼屋 叫他练习华下武术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老头依旧为他着想 一想到这里九难兴奋的喊道 今天是爷爷的记忆 说着便下床穿起了鞋子 步步的穿衣就跑出了屋内 爷爷 是不是你要回来了 小九可想你了 爷爷快进来 说吧便准备打开院外的大门 见此情形龙婆大喊一声 小九 你等等 别开门 可下一秒一道诡异的身影 突然窜了出来 这场面看得九难面色一惊 反应过来的他立即抬手 捏出了道法 五天魔鬼 黄身灭血 急急如律令 破煞状 可还不等九难将法术打出 鬼屋却被吓得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当的一声 既然封出的法术鱼锅 也被一只大手被打碎 接着一道熟悉的声音 缓缓地传了过来 一年不见 你长进了许多 只是还是有点急躁 随身望去 陈老头那坚毅的身影 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见此情形 九难欣喜地喊道 爷爷 您回来了 小九好想你 然而二人并没有及时酗酒 陈老头当即介绍起了这只鬼怪 这小兄弟不是坏人 是来找人的 我正好碰见了 就顺路带他一程 稳听此言的九难疑惑地询问道 是来找我的吗 等我一会忙好了再给你处理 可不等九难把话说完 鬼屋静止走过他的身旁 接着一把握住了陈大忌的手掌 口中焦急地喊道 少将军救我 被突然袭击的陈大忌一脸猛逼得不知所措 九难心想道 这鬼屋怎么知道大忌的前身是少将军的 陈思片刻后几人便走进屋内围坐一团 爷爷你走的这一年里发生了好多事情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陈老头笑着硬道 咱也俩的是不着急 先听听这位小兄弟的事 听到这话的鬼屋连忙开口致歉道 刚才吓到大家了 我实在是冤情无助说才被逼到如此 听着来人慢吞吞的话 一向脾气暴躁的陈大忌连忙吐槽道 大叔你有啥事快说吧 都急死我 这附近有个柜木山滑雪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我就是那里的老板 李兰熙 前几天下大雪 我独自在山上水夜 却怎么都心慌意乱 晚上也睡不着觉 闲来无事做 我便在办公楼处逛了一圈 也并没有看见异状 本想着上个厕所回去接着睡觉 可结果当我抬头看向洗手台上的镜子之时 镜子里的我脸上居然长出了失败 当时的我被吓了一跳 在确认脸上并无异样之时 我便在此查看起了自己的脸层 此之一看却发现镜中多出了个面目猙獰的鬼怪 当时我便失去了意识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我的尸身被人发现在了厕所里面 此时的我被一根麻绳吊挂在了天花板上 而洗手台镜子中书写着四个大字 颠倒阴影 过起南方 我也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了 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久难一脸气愤地表示 这里面的确有古怪 恐怕是有人蓄谋已久要害你 闻听此言的李兰熙一脸愤恨地说道 还不止如此 在我死后不久 一个自称是赤云大仙的方式找上了我的妻子 她微言耸听地说我死得有息情 她会帮我家处理的 可她的处理方式就是将我的棺材头下脚上的摆放 倒着葬在桂木山中殷气最重的阴秋侠里 听到这个久难立即看明白了事情的问题 这方式让你们红泼日夜受折磨 不可逃脱 永受苦楚 李兰熙缓缓地叹了口气 接着述说道 也正是如此 幸亏我生前到处做慈善 广及应得 这才让两位阴差大人急事的 将我的灵魂带回了地府 可我不服啊 我一生行善 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天地不公 我不服 听着李兰熙的冤屈 一向大大咧咧的陈大忌也是一脸的欺负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凭什么让好人死得不明不本 那些混蛋还吃香喝辣 闻听此言的李兰熙当即笑着回应道 少将军果然如两位阴差大人所说的一样 是个急功好义之人 听到这陌生的词汇 陈大忌呆呆地表示 什么少将军了 您还不知道吗 您的前世乃是沈将军魏清手下的副将 听到这话的九难口中惊呼道 竟然是魏清将军 那可是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天降棋子 大忌你竟然是他手下的人 见众人好奇 李兰熙接着开口解释道 何止是手下 当年只要是魏清将军带着少将军出征 就能从凶化及 遇难成想 全军上下没人不喜欢他的 可惜后来少将军为协助李广将军驻守边疆 最终战死在沙场之上 可死后仍不倒下 这壮举连凶奴都敬佩不已 后来少将军到了宁界 便驻扎在魏清将军的外甥 获取病将军的天狼山下 少将军好热闹 到处结交朋友 打抱不平 整个阴司都非常喜欢他 两位鬼差大人连我冤情 告诉我少将军重情重义 一定能帮我洗刷冤去的 少将军 求您帮帮我吧 听到这的陈大忌当即开口 应答了下来 放心 我不会看着好人受冤 你的事包在我的身上 九难见状连忙上前准备将其拉起 桂木山滑雪场和我们颇有渊源 你的事只怕不简单 我们会插手调查此事的 听到这话的李兰希欣喜地感激道 多谢二位 我李兰希解草闲环 定当报答 件事情已然敲定 陈大忌立即上前客气地表示 报答就不用了 你先多给我说说我前世的英雄事迹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屋内的吊灯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 紧接着一阵鬼叫声响出了整个院外 九难立即谨慎地看向了四周 定睛一看 院外的空地上赫然多出了两道鬼影 可还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两道鬼影瞬间趴在玻璃上恐吓着众人 场面下的陈大忌连忙抱着脱萃 我靠 女鬼堵上门了 话音刚落 两道红光迅速地冲进入了屋内 两个面色猙獰的鬼屋赫然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然而整个屋内却是一片寂静 鬼屋们想要的尖叫声却并没有传来 看着木讷的几人 二鬼肝大不已 他们厉鬼的尊严仿佛被践踏了一般 只见他咬牙切齿地酝酿着 刷的一声 鬼屋们张牙舞爪地冲到了九难的身前 然而九难却是抬手指了指二鬼的后方 你们要不要看看后面 下一秒只见黑白无常暴露的呵斥等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闹到我们面前 见此情形 鬼屋们立即惊呼一声 鬼差大人 我们知错了 饶命 不多十二鬼被非白无常扣上了枷锁 陈大忌见状连忙开口讥讽道 坦白从宽抗拒从免 是谁派你们来的 闻听此言的女鬼当即颤抖的达道 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道士派我们来的 他们说这家和那个年轻人有杀父之仇 听到这话的九难疑惑不已 杀父之仇 那个年轻人长什么样啊 他俩始终笼罩在一层黑雾中 看不清他们的样貌 不过那个老道穿着奇怪的道服 自称是个方式 在女鬼说完之后 一旁的陈老头忍不住吐槽的 你们两个也有百年的道行 能驱使你们的可不会是普通人吧 身旁的龙婆立即附和他 我听说几千年前方式就被赶紧杀绝了呀 现在怎么可能又重复于世了 听着二人之间的谈话 陈大忌摸着脑袋不解地问他 老大 我刚刚就想问你 这方式和道士有什么区别吗 从根源上来说 方式算是道士的前身 但方式良有不齐 擅长的都是骇人骗人的东西 所以也遭受到名门正派的驱逐 就在九难把话说完之后 鬼屋们突然愣在了原地 接着只见他们栖栖躺在地上 肚子大得跟个皮球鱼 这场面看得九难面色一惊 不好 那背后之人要灭口 文听此言的黑无常 抬手一挥一道令牌瞬间打出 区区魂咒术也敢在本柴面前现成 看我破了他 刷的一声 令牌发出一阵风鸣声 一道道蓝光照射在了二鬼的身上 天德欲清 地德欲淫 鬼使神差户的太平 以转伦王之名 给我破 话音刚落 二鬼口中不断地发出圣人的惨叫声 一道道黑红的气体从他们体内飘出 故多使鬼屋的肚子便回到了先前的名乱 功夫往常的二鬼立即扣写道 多谢鬼差大人救命之恩 然而黑无常却是冷哼一声 呵呵 救你们不过是顺手的事 我要的是承见那幕后之缘 而此时桂木山的一处煽动梦 一鸣身穿红色发袍的方式口中不断地念叨着 咒杀万物 急急如律令 随着骤音的落下 轰的一声 一道黑气猛地将他面前的古宅给炸蹭 看着宅内异常的布局方式的脸上写满了惊讶 接着只见他抬手一挥 两只长相不似猿猴的怪物便被当作祭品丢了出去 仅仅只是一个照命猿猴们变化为了青烟消散一空 见此情形 方式冷哼一声 呵呵 难怪能灭杀掉鬼女邪神 果真还是有点本事的 可惜也仅限于此 而他的身后一名七年重重的磕了个响头 那畜生到的出马仙自然是不敌老祖宗力 要是当初姑姑和他们斗法时有名在 我爹和姑姑也就不会死了 这话说的方式咧嘴一笑 我也没想到三百年前来此地寻女子采音补养时 竟会留下你们这一脉 不过我为他们报仇 也算全了这段亲缘了 说着方式便将手臂伸入袖炮之中 接着只见他拿出一道空魂灵鸟的请 银铃一声 清脆的响声回荡在整个地洞内 我的玄黄 宇宙横荒 天地万物 挥舞指掌 射令英灵 征御四方 英灵罗刹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四周的煞气瞬间被吸入方式的体面 他手中的空魂灵迸发出圣人的响声 哈哈 就让你们这些畜生尝尝这英灵罗刹的厉害 而此时另一边 九难几人正在院外商讨的计策 龙婆开口分析道 魂咒术士是方式特有的邪门术 不仅可以灭跑 还能利用恶鬼暴体而亡的方式诛杀对手 是个十分阴毒的术法 可还不等龙婆解释完之时 身前的两只厉鬼突然换了扶面 身上的鬼气止不住地向外倾泻 接着二鬼并互相扭打在了一起 他们不断地撕扯着对方身上的肉体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惊呼欲声 这怎么还突然内疯了 关键时刻要一致对外 说着便要上前阻止他们 九难剑撞连忙伸手将其拉住 等等 先看他们是怎么回事 然而厉鬼之间的战斗 很快就在一只鬼物被吞下之后落下了帷幕 不足时 获得力量的鬼物当即变得凶悍无比 原本枯瘦的体型变得饱满充实 口中的獠牙也变得十分圣人 见此情形 九难面色一惊 不好 这是吃人肉的罗刹恶鬼 在他惊慌失措之际 鬼物一个闪身变充恶鬼了 见此情形九难当即守截剑指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人来格重指 鬼来格作杀 先鞋弄不出 万鞋弄不开 混盾骤硬 给我出 哼的一声 一道蓝光护照瞬间将鬼物击退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欣喜不已 哈哈 就你这攻击还敢来找我老大的名字 你这不是赶着来自杀吗 受到讥讽的鬼物顿时气氛不已 只见他一脸愤怒地盯着众人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声响打破了这片寂静 哥哥 你们在做什么呀 这么吵 接着便见无心小和尚的身影 往返地从屋内走出 鬼物见状立即爆喝一声 动不了你们 我还动不了这个小和尚吗 接着只见他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无心的身后 随后抬手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拎了起来 看着手中的小和尚 鬼物讥讽地笑道 小少爷不要跑 姐姐只是想请你送我一程 不然我今日怕是出不了这个愿门了 然而无心却是不断地挣扎着 女施主放开小僧 男女受受不侵呢 可还不等无心把话说完 女鬼抬起一脚便踹了过去 老师点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呼吸一声 无心吐出一口浑浊的液体 随即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那摩阿弥陀佛 无心吼痛 哥哥救我 陈大忌见状连忙焦急地喊道 不对啊 他都打你了 光头哥你倒是变身了 看着无心受伤 九难顿时暴怒不已 该死的畜生 你要逃便逃 为何要伤害无心 剑场上行事不对 鬼物立马掐住无心的脖子 口中不断地警告着 你们都别过来 不然我就掐死这个小和尚 就在众人僵持之时 一道火柴点燃烟丝的声音传出 好啊 老婆子我还没死 就有人欺负上门来打我孙子了 看来今天这是不见见写事不能玩了 随着阵阵烟雾飘起 龙婆的身影也一捧走了出来 只见她大气地将手中的烟档向前抑制 今日不但你得死 就连背后指使你的人也都得死 闻听此言的鬼物仿佛在听笑话一般 口中不断嘲讽道 就凭你一个畜生到的出马仙 又能耐我何 我要想掐死她仅仅只是一个吐息的事 就在鬼物说话间 她的周身便被一道道细微的火星给阻弱 这场面看得久难心中一惊 这难道就是无语无助的大杀招 复古之居 只要那点火星落到了罗刹鬼身上 不仅罗刹鬼要复制一具 就连背后黑手也会天人武摔而死 一想到这久难心中紧张不已 这能成功吗 而此时另一边 方式守戒剑指正在不断地操控着鬼物 可就在这时 察觉到不对的她口中惊呼一声 不好 有高人施展大树要咒杀本座 接着只见她一口咬下自己的拇指 随即用着血液施子刀 方道之间见玄妙 给我破 刷的一声 一道红光瞬间飞出洞外 见事情有所缓和 方式口中顿势不懈地讥讽道 呵呵 就看看我们俩谁更强一些 红光一路突飞猛进 不多时便来到九难几人所处的院中 接着便狠狠地撞击在了龙婆的咒印之上 砰的一声 两道法印七七消失 这场面看得九难面色一惊不见了 术法消失了 就连龙婆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紧接着一口鲜血缓缓地从口中流出 见到龙婆被反噬九难顿势交集不已 奶奶您没事吧 而同样使用术法的方式也是无法逃离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火种 他当即抬手便准备用粗倒数固体 刚到之间鬼神万千 大木鬼王速速呼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通的一声 火星迅速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接着一弯熊熊大火便烧了起来 吃痛的方式顿势藏毫不已 冷静下来的他立即指挥起了一旁的李金龙 快用石油浇舞 闻听此言的李金龙立即搬起了身旁的瓦钢 发拉一声 一钢石油泼在方式的身上却毫无作用 只听他一脸猙獰的喊道 该死的 不够还不够 说着便强撑起身跑向了钢前 一把将燃烧的手臂塞了进去 随着一道道水蒸气飘起那熊熊烈火 才得到缓解 看着自己不仁不悔的手掌方式 恶狠狠地表示 污住 竟然是人足污住 气愤不已的他立即转头呵斥的 你小子给我过来 看着面前极度疯狂的方式 李金龙顿时心生胆怯 你要做什么 然而不等他说完 方式一口咬在了他的耳垂之上 吃痛的李金龙顿时传来杀猪般的惨叫 老祖宗 您在干什么 好痛啊 然而方式却是一脸不屑地讥讽道 你这废物走狗屎运融合了不化 就算是眼珠子掉了也能再长回来 别跟着娘们唧唧地叫唤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的血清 你的血肉我还不稀罕用吗 等我炼好了丹药 一好内伤 便帮你报仇 闻听此言的李金龙连忙摆手拒绝道 别别别 老祖宗不必如此 然而方式却不理会他的话语 自顾自地说道 我要找人打听下那个出马仙的底细 会乌咒肯定不是普通的出马仙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这等我回来 而经过刚刚的事件之后 李金龙的内心已经升起了逃跑之意 趁此机会我得赶紧跑路 不然还不被这个老东西当成韭菜哥 可下一秒方式却转头嘲讽道 别想跑 你是我的血脉 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都能找到你 听到这话的李金龙连忙摆手道 不敢不敢 小的誓死追随老祖宗 听到这话的方式 这才放心地走出了洞内 接着他便想起了百年前 求他传授道书的臭老鼠 呵呵 不知道这家伙现在怎么样 不过正好那个畜生应该就在这附近 不如找他打听打 而此时另一边 话九代搀扶着这受伤的龙婆 奶奶 您没事吧 没事 那边只怕比我更严重 我这不打紧 在龙婆说完之后 察觉到不对劲的鬼屋当即咆哮道 此老太婆 难道你刚才想暗算老娘 却被反射了 既然你暗算我 我就折磨你家的小畜生 说着鬼屋一记黑虎掏心 便打在了无心的后背 呼嘶一声 无心猛地吐出一口浑浊的鲜血 这场面看得众人面色一惊 九难更是怒口道 猎处女岂敢如此 然而鬼屋丝毫不惧怕 罢九难你别急 迟早有一天老娘也会把你 生存活活抽魂炼破 就在鬼屋沉浸在自我世界之时 一团团黑红色的煞气 缓缓从她的眼前飘出 看着手中无心瘦小的躯体 却供发出鬼屋的力量之后 鬼屋当即慌了神 这是怎么了 不等她反应过来 轰的一声 一尊鬼佛赫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接着她的身躯就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 无面淡漠的声音缓缓地传了出来 女侍主 你刚才说要把谁生存活活抽魂炼破了 看着无面这凶狠的眼神 鬼屋当即被吓得支支吾吾道 我错了 饶命啊 可无面却是自顾自地召唤出 那柄可掌鬼神的刀具 刷得一声 高峰带着强烈的煞气撕开鬼屋的躯体 一时间 惨叫声响彻整个天际 玫瑰一鬼 鬼屋被削得只剩一句骨架留存在世 女施主就这样去佛前忏悔谢罪了 看着逐渐消失的阴魂 无面这才放心地陷入了昏迷之中 见此情形 九南立即上前抱起无面关切地询问道 无心 阿布 鬼佛怎么了 就连一项神经大条的陈大忌也是疑惑地表示 光头哥怎么没变回小和尚啊 竟然还晕倒了 闻听此言的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 无面大师的执念太深了 以当年度化她是兄弟 她便要用一声赴你平安 这便是因果报应 从过因开始 你这短短几天先后两次换她出现 她下意识便以为现在的情势危机 所以宁愿保持这副模样也要保护你 听到这话的九南一脸心疼地看着你 奶奶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无心变回啊 没错 光头哥每次出现都是怨恨自责 这样她太累了 还是让小和尚来过点快活的日子 在陈大忌说完之后 龙婆抬手示意了 小九 你去把大师脸上的面具摘下来 奶奶我要用乌麦秘书帮她屡顺执念 然而陈大忌却一脸坏笑地准备上前仓 就在她手指刚触碰面具的那一刻 一道灵光瞬间震得她倒飞而出 光头哥 我可是自己人了 咕咚一声 陈大忌当即摔了个底朝天 看到这一幕的龙婆连忙呵斥的 无面大师只信任小九 你就别掺火了 见到陈大忌刚刚那一幕之后 九南准备摘出面具的手 也跟着一同颤抖了前 随着手掌微微接触面具之后 接着指尖轻微用力 面具下隐藏的内肤真容 也渐渐地浮现而出 无面青色的面庞上 画满了诡异的咒语 见此情形 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光头哥这帅度不减当年了 听到陈大忌依旧口无遮拦的样子 九南少见地发起了脾气 大忌 你给我少说两句 别怪我没警告你 以后千万别惹鬼佛 被呵斥后的陈大忌一脸不解地表示 老大 我怎么了吗 你知道他脸上刻的是什么吗 那是压制鬼族的镇魔精 有了镇魔精压着 鬼佛都有如此威能 假设没有镇魔精 只怕他所过之处皆可遍地尸海 伟怪无数 听到九南的解释后 陈大忌这才收起了蛮心 一脸郑重地询问着 老大 你说光头哥自己压着自己的能难 那他这是屠啥呀 他只怕还是不能原谅自己 不能放下曾经自己犯下的泥天大错 说把九南转头看向一旁的龙佛 奶奶 我们能帮帮他吗 然而龙佛却是一脸无奈的事 能帮大师的只有他自己 他一日羞于见佛 就一日不能解脱 我也只能帮他暂时稳住而已 说着龙佛便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接着便在无面的额头上画出一道符印 自然之灵 如愿而行 无面安心隐去 无心魂归来袭 话音刚落周围 瞬间吹起了猛烈的音风 无面滴周身逐渐浮现出黑红色的煞气 接着便缓缓地变成了无心的模样 看着怀中熟睡的小和尚 九南心中不断地思索 要怎样才能帮无面大师解脱呢 就在刚刚 龙佛六独自一人走在深山野营中 小先生成功救回母亲 我得尽快赶过去给他喝喜 就在龙佛六思索之时 一旁的灌木丛中却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 见此情形 龙佛六抱贺一声 是谁 为何不出来见上一面 话音刚落一道身影 缓缓地走出 回家小子 不记得传你道法的恩公了吗 见来人是百年前的恶人 龙佛六顿时一脸冷意地盯着他 那段不好的记忆也在脑海中浮现 曾经他举全足之力为其办事 最后用死伤惨重才换得仅有一半的倒数 一句你只是个畜生 能学习一半道法已经是人之一尽 这段话深深硬刻在龙佛六的记忆中 回过神来的他立即淡淡地回复 李方氏 我当然记得您 闻听此言的方氏立即笑着讥讽道 那还不赶快跪下 我有事要你去查 然而下一秒归老六的周身 顿时迸发出强烈的阳气 这一幕看得李方氏心中一惊 这畜生身上怎么会有道家正体之气 难道我随手施舍的半步道书 还有什么隐藏秘术不成 如果能夺得这畜生的机缘 那我兴许又能多增加上千年的寿命 一想到这 李方氏立即笑脸的恭维道 这个称呼我叫不出口 在听到辉老六这个答复之后 李方氏顿时不装了 复生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今日本座就计恋了你 说着便甩动其手中的附近 口中阵阵有词的喊道 天罗出 地网城 天罗地网不我行 轰隆一声 一道道雷电当即凝聚在了半空中 见此情形 辉老六抱贺一声 混账 我不找你妈的 你倒是要来惹我 西南八坤死门对卫生 西北一前开门对误害 以小先生之名 西门八卦 给我出 话音刚落 一阵阵猛烈的狂风 瞬间将李方氏给包围 身处在风眼中心的 他被周围缓缓出现的骑兵下了一体 我靠这是什么玩意 就在他愣神之际 他的身后传来一道刀芒生 不刺一声 刀剑瞬间刺穿他的肩膀 紧急着又是一刀砍向了他的脖骨 这一幕惊的李方氏 立即变成了缩头乌龟 不可能 这个畜生怎么能用出到家不传秘书 奇门八卦阵 究竟是哪个天杀的传授 他这等秘书 这畜生简直就是拖他晃 他的机缘只怕非同小可 本座一定要抓住他纪念一番 说着便将手中的浮沉 朝着周边一声 刷的一声 周围的骑兵们当即被打得倒飞而出 呵呵 这点本是困不住我的 别以为修了点倒数 就能担出畜生的 李方氏越说嘴越独 只见他手截剑指空中大喊 东方甲乙目对卯 伤门对阵四青龙 话音刚落四周 顿时地动山摇了起来 无数岁时分崩离析 逐渐地被凝聚到了一起 见此情形 灰老六对着身后的小老鼠们喊道 小的们 老杂毛利 你们快去找小先生求救 听到指令的小鼠鼠关切地打倒 组长你撑住 我们马上就回来 别回来了 这一次我不会让任何一个族人 白白去死 在灰老六吩咐完之后 小老鼠们便飞速地来到酒难的家中 他们一个个趴在院外的木门上大喊着 小先生救命啊 我们族长让人打了 听到动静的酒难连忙打开大门 疑惑地看着他们 这是怎么了 你们快进来说吧 然而小老鼠们却是十分忌惮地表示 我们就待一会 不会弄脏小先生的院子的 接着便将灰老六刚刚所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 当年坑了我们族长的那个方式又回来 他现在还想把族长打死 要祭练了族长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搀扶着龙婆走了出来 竟然还有这事 我这就骑着八爷过去 打死那个瘪犊子 然而龙婆却开口打断道 现在赶去可来不及了 我闻到了血腥气息 你们可是带什么东西来了 听到这的小老鼠立即上前递出一道破碎的衣角 这是那方式的血衣 您看看能不能用 龙婆笑着接过衣物 口中安抚地说道 有了这东西我就能用咒术把人赶走了 小九 准备起谈做法 不多时九难便将原先的祭坛摆了出来 接着龙婆一口咬破指尖 口中大喊道 太上海星 驱邪妇媚 出马先龙婆 恭请执兵现身 这一声 四道骑着战马的兵将赫然出现在了天边 接着龙婆一把剪掉了自身的头发 将其焚烧在了烛火之上 顺无者急 密无者凶 命而捆人 急速变形 密我者令 寸掌灰尘 话音刚落了 先前被焚烧的头发瞬间凝聚成了一道锁链 随着龙婆的操控之后 嗖的一声 锁链当即飞了出去 槽的方式便捆了过去 感受到背后的胸衣 方式连忙转头查看着 究竟是谁这么缺德 竟然用鬼神锁 碰的一声 地面瞬间被砸出个大洞 李方式喘着粗气吐槽的 该死的 怎么又是巫族 难道这回家的畜生和之前那些人都是一伙的 龟老六见状也是抱拳恭敬的行了一礼 龟老六在此拜谢龙巫柱 而战场中 鬼神锁画出数十道分身将其包纹 见此情景 李方式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接着将血液涂抹在了浮沉之上 口中不断地嘀咕着 翻悬宝号 苦力无边 金鸾翻落 这气息就是操控罗刹鬼王的人 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他 闻听此言的九难也是一脸欣喜的想象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促 得来全不费功夫 接着只见龙婆抬手一挥 大孙子 白点血迹链 九难闻言一口咬破了指尖 而陈大忌却是一拳打在了自己的鼻梁之上 嗖的一声 血涂瞬间被弹入了火中 原本幽紫色的火焰瞬间充满了阳气 而陈大忌这边 抱着小傍晚夜体问着龙婆 奶奶这里还够不 不够我再来一拳 龙婆见状无奈地制止道 够了够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红的 接着便将手中的红线进入血滴中 随后将细线放入蜡烛中点燃 必煞无边 灰暗不明 抬头见皱 杀伐一空 锁命玲龙 给我出 轰的一声 一阵龙鸣声响彻四方 接着便朝着战场中飞了过去 看着如此霸气的招式 陈大忌连忙开口道 我靠这招好炫酷啊 奶奶我也要寻 而战场中李方是本来想趁机 将灰老六给抓住 可下一秒一道破风声 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巨龙便张开大口来到他的身前 躲命之灵 难道天要亡武 就当李方是准备放弃抵抗的时候 刷的一声 一道白发老者却突然抵倒在他的身前 看着前方的老者李方是也是一脸迷惑 而身处在角落里的灰老六 也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可下一秒另一道漆黑的影子 也缓缓地浮现而出 无辈小二 我被地府关押了几千年 金金终于可以开开婚 是一窝大老鼠 看着身前的庞然大物 灰老六按道不好 该死 怎么接连出现了两个厉害的大人物 看来金金怕是要死定了 见有人出手解救自己的幸运 李方是当即开口感谢道 多谢二位教主出手 只是在下不知两位教主高兴大名 为何要出手帮助在下 然而站在最前方的老道士 却是抬手示意道 不急不急 这些回去再说 而他身后的法性佛陀 却是一脸凶向的嘀咕头 都别来烦我 现在我只想饱餐一顿 见此情形 灰老六心中一横 小先生对不起 我灰老六不能侍奉小先生您了 接着只见他双手不扣 口中呵斥道 你们少得意 今日我就用小先生传授的手段 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说罢一道八卦印瞬间浮现而出 可就在此时一道淡黄的身影 却抢在他之前冒出 老六莫慌 看我的熏天十六计 哼的一声 一阵冲天的臭气熏的几人睁不开眼 黄仙家的身影也随之落地 见此情形 灰老六惊讶地喊道 黄大哥 你怎么来了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戏急败坏的法庆佛陀就怒吼道 只会放屁的畜生也敢来送死 看佛爷我成全了你 说着便要召唤出小弟前来收拾二人 可下一秒 一根法杖瞬间敲在了他的脑壳之上 顽僧你说谁是畜生了 说话间 吴青山的身影也缓缓走出 看到来人是五仙之首的胡佳 两位教主纷纷和气的本事 平道太平道张宝见过胡仙家 胡佳先受天地认可 我们无意与你为敌 还请尊先不要参与此事 听到老道士的介绍后 黄仙家惊呼一声 你是张宝 难不成你是来寻仇的 此话一出 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不已 老者也一脸猛逼地回应着 寻仇 出去回仙家 平道和你等这是第一次见面 何来寻仇一说 闻听此言的胡青山心中一鸣 原来张宝现在还不知道张良的事情 那正好可借此事挑起纷争 接着只见他将手中的拐杖向前一指 口中阵阵有词的喊道 不必多说 今日这场战事必须要打 见此情形老道士也当即撕破了脸皮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罢便抬手一挥 他的身后顿时浮现出黄金力士的身影 两头传乡 照令黄金力士 下腹谈前 有敌征伐 速去速来 铭张报应 话音刚落 黄金力士们纷纷怒吼着扑向了胡青山 见此情形 胡青山也是气场全开 轰的一声六条 无尾瞬间抵挡住了所有攻势 见双方弑君力士 老道士顿时凝聚出了一身煞气 而他所召唤出的黄金力士 也随即获得了煞气的家主 原本弑君力敌的场面当即就被打破 黄辉两家剑撞连忙使出法力推波助澜 胡大哥挺住 我们住你 而一旁的法庆也是立即抛出一块巨石 我也来助阵 随着石块的落下 胡青山咬着牙蕴蕴蕴的 而他脚下的地面也跟着一瓶裂开 见此一幕胡青山心想的办法 该死 这样下去可撑不了多久啊 可下一秒 黄金力士的铁锤再次落下 轰的一声 胡青山顿时被砸得头晕目眩 意识逐渐地陷入人昏迷之中 见此情形黄辉两仙家惊呼一声 胡大哥你没事吧 可不等他们把话说完 陈大忌见兮兮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好家伙 又来四个大哥 正好给上次我收的那几个屁班了 说话间 龙婆带着酒那二人赶不过来 此时场上正邪二人处于对立面 感受到龙婆身上的杀意 理方是当即开口目吼道 无语无助 善身出马 原来你就是那个出马仙 闻听此言的龙婆当即呵斥道 你就是那个驱使罗刹鬼王的方式吧 按戳戳的东西 就要是让你完整地离开 老太婆我还修什么巫术 说吧 龙婆抬手在面部画出五刀骤印 接着大手一挥五刀 血滴瞬间脱手飞出 这一幕看得理方式面碎一惊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血滴化为丝丝细线将他牢牢捆住 无助之力烧得他惨毫不容易 这是巫术中的天地人杀鸡气发吗 大无死咒 天人五衰 老先生快救救 随着理方式惨毫生的结束 他的周身只剩下不断的颤抖 口中静气使 出气多 见此一幕 老道士开口安抚道 放心 问题不大 说话间只见他手接见之口中大喊道 苍天已死 无以皇天之名勒令 凶会消除 太平常存 积极如绿令 发音刚落老道士 手中的童铃朝着理方式就飞了过去 疯的一声 童铃在接触的一瞬间就产生了猛烈的爆炸 术法的反噬将老当时真的口涂鲜血 就连龙婆也是咳出了一口老血 见此情形 久那二人立即上前准备俯稳龙子 而他却大手一挥 示意两人退出战场 多管闲事的家 就算你是教主 今天也别想在老太婆手下讨得便宜 说着龙婆便双手结印准备请仙家上身 驱邪妇妹 仙家现实 有请仙家附体 见此一幕 陈大吉一脸担心地询问他 老大 奶奶这是要请仙家上身吗 久那点头表示默认 就在二人谈话之间 龙婆的周身迸发出强烈的阴气 这一幕看得老倒是惊呼一声 就算是出马仙家主也不会有如此气势 无语无助请来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随着阴气逐渐地汇聚 龙婆的左眼缓缓地透出一道幽绿色的光芒 见此一幕久难心中一惊 奶奶请的该不会是蚂蚁姥姥吧 随着龙婆的右眼闪起幽绿色的光雾之后 她的周身迸发着强烈的灵气 化久难见状欣喜地喊道 恕爷爷 是您老人家吗 闻听此言的龙婆一起点头示意着 他本人更是疑惑地询问道 松老 您老人家终于历节归来了 就在几人谈话之间 邪修礼方式竟然不讲武德仕途偷袭 只见他手接剑指一团火焰就被凝聚了出来 见此情形 老当时张宝一掌打断了他的动物 夜处 别轻举妄动物 那可是万年树神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敢惹他 听到这话的礼方式连忙点头表示明白 老当时却是冷哼一声 给我老实跟在后面 要不是当初立下毒室 我也不会落入这么个为难的境界 随即他便想到了当初在地府中和鬼母邪神立下的誓言 今日我虽身雨 却可助你们逃出大教皇地狱 你们想借我的东风 就必须发毒誓帮我报仇 诸杀鬼扶无面 听到这话的张宝几人急忙开头运打了 我等发誓 务必诸杀鬼扶无面 否则魂飞破散 不得再入轮回 就在张宝正在想着先前的回忆之时 松老沉稳的声音缓缓地打破了这片寂静 是谁 竟敢害我膝下这几个孩子 说话间松老的周身气场全开 强烈的气息压的张宝等人卑躬屈膝 树神前辈明见 晚辈可不曾动手害过贵府任何一人 求您看在我大哥张角的面子上 让我等一回 见松老真的动怒了 张宝心中急切地想的办法 得找个机会把那个方式推出去 再用本命法宝抵挡一下 未必不能有一线生机啊 就在现场气氛一度紧张之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缓缓地传了过来 松道有人意 此事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说话间 两道扶妖的身影慢慢地从树林中走出 胡青山见状欣喜地喊道 菲尔你终于来了 接着便恭敬地朝着前方的老玉解释道 请大护法见谅 晚辈刚才遇醒 才不得不向家族求救 没想到菲尔竟将您给请来了 然而这个大护法却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接着便看响一旁的九难好奇地开口道 你就是菲尔口中的话 九难是个 不愧是那一脉硕不仅存之人 配得上我家菲尔 一旁的胡菲尔听到这话小脸顿时一红 娇称地阻止道 大护法您别说了 然而九难却是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难道您就是黑妈妈 老玉微笑地点了点头 你小子眼力不错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连忙恭敬的行闻夜里 晚辈见过黑妈妈 而一旁的陈大忌也是好奇地询问的 六哥 这位奶奶是谁啊 看起来好厉害啊 黑妈妈是北国道门的大护法 是硕国仅存的地先之一 相传北国道教总是郭守真 救了一只八尾黑胡 并从其口中得到了灵胆 后来才创立了这一派的道教 在回老六说完之后 陈大忌吃惊地表示 这么厉害 那胡家妹子怎么能请到他老人家的 见众人如此好奇 胡青山一脸骄傲地说道 菲尔这孩子从小就机灵 得大护法轻眼 十年前已经过继到大护法的膝下 作为那一脉唯一的后人 看着大伙议论着他们 大护法微微一笑 那双好看的胡眼妖意无补 闲话少提 先解决眼前人要紧 闻听此言的老道士顿时 和刘家被惊慌不如 黑妈妈微微一笑 你们二人为此付出代价了 说话间一双幽黑的胡枣瞬间显现而出 见此一幕的老道士顿时下的冷汗直流 小到不知此地众人和大护法的关系 还请大护法看在我家大哥的面子上 饶我等一命 就在场面一度尴尬之时 松老致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不对 有大家伙要来 说吧只见他纵身一跃 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半空之中 一股庞大的灵力当即将九难几人包裹在内 黑妈妈见状当即开口表示 多谢松道友庇护孩子们 孩子们要小心 厉害的家伙要来了 话音刚落 周围一阵淡黄色的气息瞬间席卷而来 庞大的威压阵的九难心中一惊 这么强的威压 究竟是何人过来 就在众人思索之时 一个身穿黄色道袍 手提一卷竹简的老者缓缓地走了出来 看着他手中的太平津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浮身无量天尊 平道张角见过诸位道友 闻听此言的九难冷汗当即就留了下 果然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角 而老道士张宝更是一脸欣喜地跑了过去 大哥 你是来救我的吗 没想到今日之事 连你都引过来 看着对方有着实力超强的修饰 张角依旧不慌不忙地打倒 我的弟子 我自然要护着 黑妈妈听后也明白 今天这一战是跑不了 二人非常有默契地走到战场的中间 刷了一声 两人同时迸发出自身的气场 强烈的气息在不断地对撞着 可就在这时 一阵鸟叫声打破了这片寂静 接着只见一只通体幽黑的乌鸦 缓缓的盘旋在半空之中 仿佛是在阻止这场争斗的爆发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一抛鸟粪准确无误地落在了 黑妈妈跟张角之间 见此一面 二人同时黑了面旁 就连场外的几人也被搞得不知所措 陈大忌更是不合时宜地吐槽道 老大 我可算找到比我还不会看场合的 九难听后却是一脸忌惮地表示 别乱说话 能在张教主和黑妈妈中间 却毫发无伤的鸟内 他可不能算是普通的乌鸦 就在九难讲解之时 啪哒一声 乌鸦的脚掌拢地落在了陈大忌的头顶 锋利的爪子抓得他惊呼一声 我靠 你拉完把拔擦没擦屁股 别随便找个地方就落下来 然而下一秒 乌鸦却抱贺一声 给老子闭嘴 在巴巴直接把你嘴巴给封上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一脸惊恐地表示 乌鸦竟然说话 见此一幕的众人心中一惊 九难更是恭敬地上前行为一礼 这位不知怎么称呼 前来此地所为何事 看着九难弯腰的动作 乌鸦缓缓地开口道 叫我黑语便是 我是来传话间找人的 说着便俯身对着陈大忌说道 少将军 鬼老大人让我告诉 牛头马面 夜游神乔坤 因为你的事情 都被那日游神温良给告到了丰都大地呢 如今他们就要下狱判刑 孟婆大人也受到了牵连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当即暴露不已 我就知道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还敢告黑状 小爷我非得扒了他的皮 给他两个大逼都不可 见此一幕的乌鸦 扇动着翅膀腾空而起 鬼老大人说了 如何处理就看你自己怎么办 说着便轻轻地飞到九难的肩膀上 接着开口询问道 小先生 孟婆大人说我家族要想平面招许 只有跟在您的身边才有希望 宁可愿收留黑语 这话说的九难当即犯了难 就在他思考之时 众人气气开口表示 快答应他 九难闻言当即回答 既然是孟婆大人引荐 小九怎敢推辞 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黑语点头示意道 那就多谢小先生收留了 而一旁的老道士张宝 却拉着张角的衣服不满地说道 大哥 你干嘛出演点拨那小 那乌鸦身负大英国 又是受到孟婆的指派 从他出现开始 今日的事便已不在我们这边了 在张角说完之后 深知天到英国的张宝 立即惊慌地引导 大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张角回头看了看 准备逃跑的李方氏 接着一脸阴沉地表示 有法子 说吧只见他将手中的拐杖 朝着李方氏一指 你给我回来 接着一道淡黄色的竖法 瞬间将其包裹 见此情形 李方氏立即迈开 肚子向前冲刺 然而在竖法的加持下 他却在不断地倒退 该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很快他便又退回到了战场的中心 见此情形 李方氏连忙开口质问道 张角主 我们无冤无仇 你又为何要帮着他们对小千出手 张角听后却是一脸抵触地表示 我太平道是要建立太平世界 自然是要和你这种邪魔歪道不共戴天 说着便将手中的拐杖迅速打出 咕咚一声 李方氏双腿立马失去了知觉跪倒在地 接着张角红厚的声音便跟着一沉传出 大护法 松道友 今日知识皆因此人而起 如何惩治全凭各位座主 但我弟弟是受人蒙蔽 还望各位海寒 见事情你敢解决 被妈妈微微一笑 只是自当如此 说法便演化出不着解决掉这个火端 然而李方氏却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就算本座是邪 可大护法 恕神 张教主三人以大气息 这要是传出去也不好听吗 看着众人严峻的面堂 三位是不是就要一起对付他了 见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法庆佛陀一脸惊讶 然而李方氏对此却不理此 口中继续引导着战乱 难道三位真的要对付 那就别怪我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了 说话间还不忘嘲讽人群中的灰老六 畜生 你今日就想靠着几位前辈把我踩在脚底下吗 果然是个废物玩意 做事还是这么畏畏缩缩 身为老鼠就应该匍匐在地认清自己的位置 看着灰老六面子阴晴不定 九男立即开口安抚道 六哥 冷静 别中了他的激将法 我知道 但我不能让各位前辈和我的家族 因此背上一大七小一多七少的污名 别耍你那点小心思 我成全你 只要你打赢我 我就放你离开这里 说话间会老六一步踏出 身上气势瞬间动发而出 李方氏见目的已然达到 毫不示弱地硬打着 那就一言为定 大道为正 看着众人也没有反驳 李方氏心中一阵狂喜 就算这畜生会点道法又能如云 这种畜生道的还想着杀武 然而下一秒 陈大忌的声音却打破了李方氏的幻想 灰六哥用这个 刷的一声 陈大忌将自己前世的神兵 利器天狼战功借给了灰狼六 弓箭一入手 灰狼六便立法拉起弓箭 一时间周围的阳气瞬间汇聚在了箭矢之上 随着一声狼叫声响起 箭矢迅速射出 擦着李方氏的臂膀飞了出去 强烈的阳气更是烧得他嗷嗷惨降 该死的这不公平 这不符合君子协议 然而陈大忌才不管这么多 只见他慷慨地将每一根箭矢的肩上抹上自身的血液 久难见状疑惑地询问道 你疯了吧 怎么还用上了纯阳之血 可陈大忌却是转头笑着应答道 那当然了 我的血好用啊 而且还能给灰六哥跟老大你报仇啊 闻听此言的李方氏心中一惊 竟然是纯阳之血 看来我也得使出点真本事了 说着便将一粒身腿瞪眼完丢入嘴 接着双手和氏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千辛发起豪光誓 万星制法鬼神经 虚夫祖师救命 发音刚落 周围瞬间阴风四起 一道古朴的船只从天边缓缓地飘了过来 一位白发老者带着两个同男同女显现而出 见此情形 李方氏当即匍匐在地口中委屈地表示 有间人想要害我求仙一脉 还请老祖宗救命 闻听此言的虚夫并未立即做出表叹 而是感叹起了自己的半生 传言海外有仙山 求仙入海数千年 如今修成归故里 感叹河山不等线 然而九难等人却是不予理会 徐福健壮面色瞬间僵了下 而等后背见了本仙为何不败 见此情形 张角立马看向了龙婆以及黑妈妈 三人心照不宣地表示道 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三人心照不宣地捏出了法术 从老大手一张无数灵力汇聚在他的掌心 一道苍天巨树瞬间将飞船给镇压 见此情形徐福怒吼一声 竟然还敢跟本仙动手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黑妈妈一个闪身便冲了过来 啪的一声 八条虎尾牢牢锁住准备逃跑的飞船 张角剑中立即施展出了术法 苍天不在 无以皇天致名勒令 给我破 话音刚落 无数的黄金军瞬间朝着徐福便扑了过去 看着大显神通的击 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他们怎么突然都打起来 九难不懈地表示 万年树神 杠门护法 太平教主 这三位大门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给虚书跪拜 剑飞船即将破碎 虚书大手一张一柄飞剑便出现在了手中 方方道道出神迹 海外仙山有玄妙 横埃驻 方丈驻 明州驻 轰的一声 术法演化的巨物当即将黄金将士们给震开 这场面看得松老面色欲惊 不行 这样下去可撑不了多久 就在他准备使出杀招之时 先前嚣张无比的虚卒却换了负面 三位先影 平道自从为始皇帝出海求长生 就已经两千多年未回归部主 刚才被本轮秘书召回 各有冒犯之处 还请诸位海涵 比方是文言冷汉当即就留了下来 虚书组是不可 而主打一个和平的松老 缓缓开口回道 罢了 先前之事我便既往不救 虚书听后立即恭敬的行李表示胆谢 可黑妈妈却一脸不满的讽刺道 可惜我不喜欢仰的头和别人说话 听到这话的张角立即会议 只见他大手一张 黄金力士们当即将飞船拆了个粉碎 见此情形虚书连忙求饶道 两位尚先饶命了 说话间只见他缓缓脱去身上的外衣 口中不断地念叨着口诀 宜兵姐 金蝉脱鞘 给我出 下一秒一道金光猛的炸开 虚书立即便脱离了黄金力士的攻击范围 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这座飞船便送给诸位了 还请大人们息怒 说着便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黑妈妈见状一脸愤怒地说道 该死 这方式果然就擅长些逃顿之法 一旁的张脚听后连忙轻声安抚道 罢了罢了 不过是些萧小之辈 接着便报权攻身行了一礼 大护法 树神大人 此件事了 听到兄弟二人是否可以就此别过了 黑妈妈听过嘴角轻笑地表示 张教主若要离去 哪会有人阻闻 件事情已然解决 张脚笑着答谢着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几人 你就是化九难对吧 我们之间有颇多因果 还望下次相遇时 你我能站在同一高度 体悟诸法曼妙世间百态 然而九难却对先前击杀张良的事情耿耿于怀 和一旁的陈大忌 却不合十一地提起了事情 啥意思啊 您老不会知道我们和张良那些事了吧 闻听此言的张宝当即一脸紧张地询问道 三弟 你们把我三弟怎么了 张脚掐着指尖不断地计算着 此事我的确知情 但三弟他早已背叛教育 为了延续性命残害本性 天理轮回 何理何情他都该去地府受复 然而张宝却对此表示抗认 大哥 我不管 三弟这是咱们要给他报仇 听到这话的张脚抬手一指 咚的一声 张宝瞬间摁在了原地 接着便缓缓地失去意识昏倒在地 见所有的纠纷已然说脱 张脚一把提起倒地的张宝 各位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在下先行告辞 可嘴臭的陈大忌先前听到张宝的威胁立即开口呵斥等 你可千万看好这剩下的弟弟 我感觉他有点不安分了 闻听此言的张脚却是缓缓地叹了口气 冤冤相报何时了 说罢便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天边 见此情形 大护法眼开口表示 我们也该走 听到这话的九南立即抱拳感谢的 多谢大护法出手相助 晚辈感激不尽 可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条黑色尾巴便抽打在九南的头 你该谢的是菲尔不是我 一点就懂得九南红着小脸支支吾吾地说道 多谢菲尔妹妹的相助 见到这幅场景的黑妈妈灰心一笑 你之前教了菲尔个天师的道法 也算你有心 不过如此重点可不能只靠自询 以后就来我九顶铁砂山里和菲尔一起听到吧 说罢费妈妈便转身离开了此 只留下了一脸吃笑的九南愣在原地 多谢大护法 多谢菲尔妹妹 而此时另一边 三道流光照亮了桂木山的夜空 唰的一声 徐浮三人缓缓地落在了先前李方氏所待的山洞内 听到动静的李金龙当即开口喊道 老祖宗已回来 当他看到同情的几人时惊掉了下巴 怎么还有别人呢 闻听此言的李方氏连忙呵斥道 这是徐浮祖师 还不快过来叩拜祖师 闻听此言的李金龙连忙匍匐在地叩蟹着 见此一幕徐浮缓缓地开口询问道 你的洞府里怎么还有个凡人呢 这是晚辈的子孙 先前被化酒难等人所害 想请我帮忙报仇 别看他是个凡人 他可是融合了不化骨的身躯 一听到不化骨徐浮的眼眸都闪起了一丝红光 而李金龙却是被吓得冷汗直流不本之声 接着一把抬起李金龙的吓得询问道 若我为你报了仇 你又当如何待悟 而此事被杀父之仇冲昏了头脑的李金龙 也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祖师大人帮我报仇 我当牛做马 只要您一句话我干什么都行 闻听此言的徐浮当即大笑了起来 好好好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 说着便对着李方士几人规划起 接下来的动作 今日之事暂起不提 只是要对付那几个小娃娃倒不是什么难事 说话间只见徐浮抬手一指 飞船中的三个小人当即从里头飞了出来 都给我过来 老祖带你们享受人间极乐 话音刚落 三个小人瞬间晃化成了俊男亮你的样貌 只见他们在歌在舞的听随着徐浮的指令 这一幕看得李金龙几人脸红不已 就连一向你吃人为乐的法性佛陀也被深深的吸引 就在众人沉浸在其中之时 徐浮口中却嘀咕着 哎 你们赔了我两千多年 要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会这么做 真是可惜了 说吧徐浮手中迅速截出剑指 下一年 先前正在跳舞的小人当即面色争鸣的惨叫了几天的一声 原本有着好皮囊的小人变成了三条丑陋的蜈蚣 见此情形李金龙路中翻江倒海吐了一地 李方氏惊呼一声 这竟然是童子阴练千年七转的殷尸虫 见后被有人答出 徐浮一边将虫子收入罐中一边回答 你们虽然道行破地但眼光不错 李方氏见徐浮打算用虫子对付化酒难等人时 深知对方实力的他连忙开口询问道 祖师大人 这殷尸虫虽然玄妙 但对付那三个小子还是有些许勉强 然而徐浮却是将陶罐丢给了李金龙 接着开口硬答道 谁说要用在他们身上了 我已经算过了 他们身边有两个女娃还算清秀 接着一脸尖笑地对着李金龙吩咐道 你想办法把殷尸虫放在他俩身上 到时候这两个女娃就会对我们言听计从 有大用处 一想到徐芳草跟李云二人的身姿 李金龙的嘴角就忍不住开始吃笑了起来 黑黑 老祖您放心 我一定会将此事给办好的 次日的校园里 徐芳草跟李云二人走在操场的小道上 李金龙却一脸猥琐地跟随在后 而她的手中也握着两条不断挣扎的名尸虫 见操场伤人不多 把握住机会的李金龙 当即将虫子跟随手掌一同拍在二人的肩膀上 口中猥琐喊道 两位美女早上好啊 被吓一跳的李云连忙转头呵斥道 你给我滚 比我们远点 然而刚刚被放置在衣物上的尸虫 正在缓缓地爬入他们的体内 随着虫体的进入 二人瞬间愣在了原地 见此情形 李金龙奸笑一声 口中急切地吩咐道 乖 你们都去后操场找我 我在那边等着你们 收到指令的二人被虫子操控地迈出了步伐 眼睛处已然失去了原先的光泽 完全成了只会听从他人命令的玩偶 二人走在僻静的小路上 周围微风轻轻吹动 身边的一切动静他们都毫无反应 没过一会两人来到操场中心后 便站着不动等待李金龙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 一阵钻心的疼痛席卷了他们的全身 虫体和身体的排斥 使得二人颤抖不已 咕咚一声 徐芳草跟李鱼一同栽倒在地 一旁的小老鼠见状惊呼一声 连忙迈开步子便准备跑上前查看情况 而徐芳草的胸口处 却缓缓地爬出一只长相丑陋的鹰狮虫 就当他伸出獠牙准备袭击二人之时 下一秒 一道灰熔熔的手臂一把将其抓起 嘶拉一声 小老鼠们口角并用两条银尸虫 当即被撕成了两大 接着鼠鼠们便白手指挥起身后的铜帮跑过来 只见一大群老鼠排着二人的身体 向着寝室的位置缓缓地挪去 而另一边的李金龙却在树底下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我靠 那两个小娘们怎么还没过来 那东西不会不好使吧 该死的都让我等了这么久 说话间李金龙便将一口82年的农坛吐在了地上 一旁的纪律委员见状当即开口呵斥的 那边那个同学 这里不许随地吐弹 赶紧给我收拾干净 不然我就告诉老师 到时候班级扣分你就上榜了 闻听此言的李金龙愤怒不已 怎么又是你 天天就知道管这个那个的 当个纪律委员给你门的 看着面前这副厌烦的嘴脸 李金龙心中顿时有了个想法 控制不了李云他们 我还能控制别人的猴 我不是还有一只鹰狮虫吗 把这小子操控了 给我当牛做马 正好试试虫子的效果 一想到这他便一巴掌 拍在了纪律委员的肩膀上 接着一脸亲切地表示 好兄弟 就是你了 准备迎接全新的未来吧 而他手中的虫体 正在缓缓地爬了出去 掌心处的狮虫 正缓缓地爬入他的身躯 随着狮虫的记录 原本暴脾气的张超 顿时呆愣在了原地 接着只听他木讷地开口道 你有什么吩咐 见此情形李金龙尖笑一声 总算是成功了 说着便将手中的小刀 递给了张超 一会话九难他们过来 你就用这把小刀捅死他们 记住一定要朝着心窝子里 知道了吗 看着李金龙那凶悍的眼神 张超内心深处的善意 当即被唤醒 他们是同学 我们捅人是不对的 就在二人说话间 九难几人正在反反着 向这边靠近 见此情形 李金龙连忙指挥道 我命令你 快点去捅话九难他们 给我快点 收到指令的狮虫 当即操碰张超扑了过去 这场面看着九难一步步 张超你这是怎么了 然而下一秒 狮虫占据了主岛 刷的一声 小刀飞速从陈大忌的手臂处划过 生平第一次干这事的张超 一脸睁獰的解释道 李金龙让我用刀子铜 闻听此言的赵飞连忙 查看起了四周 不多时就发现了躲在树后的李金龙 见此情形 陈大忌连忙挽起袖子准备出手 他奶奶滴 原来是你这小子干个事 可就在此时 张超却捂着头淒厉地喊叫了起来 看着面前生不如死的同学 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老大 张超这到底是怎么了 见所有人的注意被拉走 李金龙立即转身迈开股子便准备逃跑 九难看了一眼便开口解答道 他是被邪术给控制 说话间只见他拿出了三根银针 刷的一声 银针划破空气稳稳地扎入了张超的穴道内 不多时 原本痛苦不已的张超缓缓地陷入了瓶颈 看着身前呆滞的同学 九难立即转头朝着乌鸦询问着 黑宇 你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术吗 狮从战位 主神离散 净身神咒能救他 在非语说完之后 九难立即使出了道家的净身咒 领保天尊 侍卫身形 急急如律令 给我过 咚的一声 一道金黄的光运荡漾而出 金光缓缓地将气给包裹在内 接着只见一团团黑色的煞气 从张超体内浣发而出 而他本人又再次恢复了先前那副争鸣的魔 看着身前脖子肿胀 从不不已的张超 跨九难手接剑指立即点了出去 五脏玄冥青龙白武 对杖纷云朱雀玄武 随着九难的束缩加持 那颗肿瘤却越长越大 下一秒一条两米半的虫子突破而出 只见他张开血盆巨口 朝着众人就咬过来 陈大忌见状连忙准备将九难给拉开 老大小心 这便独自要咬 然而还不等鹰尸虫有所行动 黑羽纵身一跃锋利的爪子 瞬间将虫子牢牢抓住 本座在此 近海胆行凶 啪的一声 原本凶悍的殷尸虫当即被粉碎致死 见危机一解除 陈大忌立马来到张超的面前关切地询问道 张超 醒醒 再不醒来小爷踹你大裤裆了 就在陈大忌摇晃之时 张超的鼻孔处突然钻出一道黑漆漆的身影 见此情形 九难一把将陈大忌提起 大忌你给我闪开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 那道黑色的身影逐渐露出了全貌 黑羽看了一眼后开口解释道 都别怕 这是本命尸虫 尸虫之后还能保留神志 说着九难便单膝跪地对着小虫子友好的表示 保护主人辛苦 回去吧 我们没有恶意 小虫子方快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从先前爬出的地方又爬了回去 看着逐渐恢复意识的张超 陈大忌忍不住开口调侃的 没想到张超你还有点本事啊 你敢试几年了 闻听此言的张超却是一脸愤怒地表示 什么敢试啊 我们可是新世代的学生 不能搞这些封建民信 被喷了一脸口水的陈大忌当即陷入了沉默之中 接着便一脸亲热地贴上了张超 知道了知道了 您就别念头 咱们走吧回教室去 说着几人朝着教室便走了过去 一路上张超小嘴巴扒个不停 你们再说这种话 我就去告诉老师 然而就在这时 一群小老鼠突然跑到了九难的跟前 一双小手手在空中不断地挥舞着 口中叽叽喳喳个不停 这一幕看得九难疑惑不已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而小老鼠们见九难没懂他们的意思 便爬上了他的肩膀 接着爬在九难的耳边 用着极短的语言 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叙述了一句 九难听后顿时愤怒注意 周深的煞气瞬间迸发而出 S 这个李金龙竟然敢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好你个李金龙给我等着 这股煞气就连小老鼠都面色一愣被吓了一条 接着他便开始规划此次事件的疑惑之处 李金龙区区凡人怎么会用出因失踪这种手段 难不成他背后还有高人指导 可就在这时 陈大忌那大嗓门打断了九难的思绪 老大你快过来 这小子怎么都不承认自己会反噬这件事 九难寻声望去 只见陈大忌一个锁喉牢牢地控制着张超 口中不断地询问着心底里的疑惑 而张超一张小脸音缺血变得苍白无力 只见他不断地解释道 王八蛋 快点放开我 我是好学生 不要搞什么松建迷信 见此情形 九难连忙开口制止道 大忌 放开张超吧 他身上的东西可能是祖上传下的 他自己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是无聊就去和你头顶的鸟玩吧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一脸不可置信地喊道 你竟然能看得见我宇哥 还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凡人可是看不见宇哥的 说着便又抓起了张超的手臂 一旁的黑羽也是一脸疑惑地表示 就算是一般的修行者也看不到我 相惜敢识一脉的大能才有可能 张世祖是你什么人 闻听此言的张超跟这话语陷入了回忆之中 他是我的祖宗 接着他便一脸惊恐地喊道 怎么回事我这是见鬼了吗 这鸟怎么会讲话呢 看着黑羽被侮辱 陈大忌当即化为舔狗开始辩解道 你小子对我宇哥尊敬点 既然露现了 那就给我们露一手吧 说着便将张超拉往学校的操场处 接着指着一片空地说道 咱们操场这边都是死人的骨头 你现在给我们赶一个看看 而张超却是一脸尴尬的表示 我说了 我真的不会了 说着便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九难求助道 华老大 你倒是帮帮忙啊 九难俯着额头无奈地说道 你就随便比划两下吧 不然大忌这小子不会死心的 看着陈大忌坚毅的目光 张超当即有了小子 只见他缓缓地剪开了自己的裤腰带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之下 他一把将腰带抽出 口中吹着骑马的音效大喊道 驾驾驾 这一幕看得几人甘大不已 九难无语地询问道 你这是在干嘛 敢试啊 我们村敢于都这么敢 在张超把明白话说完之后 陈大忌算是彻底死心了 我信你是真的不会了 说着便一脸落寞地朝着教室里走去 我还以为你是个能耐人 看来是我高探你 对不住 听到这话的张超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谁说我没有能耐了 我再试试看 接着他便在脑海中回忆着年幼时的记忆 那时的他因为偷学了家中的书法 被妈妈摁在炕上打屁股 让你偷看 让你偷看 今天的事你要发誓 绝不能把书里的事情说出去 绝不用书里的东西做坏事 那本泛黄的子布与书记里的内容还历历在目 一想到这 张超内心的挣扎也在此获得了解脱 用那本书上的东西应该可以了 你们看好 我这就给你们露一首 见此情形九难急忙准备阻止张超 下一秒他却双手合十口中大喊道 开通千情 使人长生 三魂气魄 回神反应 行意无人见 作意无人知 急急如律令 给我起 发音刚落原本沉寂的地面顿时显现出了一片黑雾 见此一幕的九难面色一惊 这咒语是纯正的感识秘书 而一旁的陈大忌却是看热闹不咸是大的鼓励着 有动静 张超你在家把劲 此时就起来了 闻听此言的张超更是加快了术法的运行 三魂居足 七魄居右 静听神令 听到这话的九难连忙开口阻止道 不对 快给我停下来 然而下一秒 天边突然降下一道 红光风击在了张超身上 见此情形二人急忙将他扶起 陈大忌一脸焦急地询问道 老大这究竟是怎么了 但是乃是趁死者 王魂没被殷私带走时 将王魂拘进尸体中 再驱使他们行动 而学校这里的鬼魂早就被盗也给超度 张超的术法却将他们强行从地府带回 这举动也惹怒了大神 这事都怪我 我本以为张超根本不会赶尸 就放松了警惕 在九难说完之后 张超逐渐从昏迷中醒来 是我逞了吗 给大家添麻烦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陈大忌瞪大双眼看着半空之中 老大 你快看那是什么东西 随着目光望去 一道全身火红的身影悬促在了空中 只听他自顾自地说道 和人大胆 竟然扰乱阴阳秩序 说着便一把握紧了悬浮在一旁的武器 刷的一声 鬼魂一个闪身便冲了出来 西安折行地狱的钢刀不够锋利吗 就在钢叉即将刺入张超的身体时 陈大忌一脸欣喜地喊道 折行地狱 你是新大哥 闻听此言的鬼魂当即将钢叉投到了一旁 风的一声 叉子震得四周沉烟四起 久难二人深处在浓烟中咳嗽不已 而陈大忌却被鬼魂一把抓在手中 少将军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啥时候回来 怎么不去找弟兄们喝酒 可此时的陈大忌被鬼魂紧紧抱着 差点将昨夜吃的饭菜都给挤出 新大哥 你先把我放开 不然我快死 闻听此言的鬼魂笑眯眯地将陈大忌给放回了地面 在恢复公养后 陈大忌开口一一介绍了众 这是我的朋友新大哥 我俩以前在地狱里 说到这陈大忌摸着脑袋 一脸疑惑地嘀咕道 我咋想不起来我俩以前是干啥的了 见此情形 新连山好奇地询问道 少将军 你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是俺把你勒坏 一旁的黑玉听后无奈地表示 他还没冲破胎中之谜 只是惊吓间才想起了你的名字 现在自然是不记得当初的过往 听到这话的新连山满不在乎地簇拥着陈大忌 没事 记不记得住咱们都是好兄弟 老大这是我的好兄弟 折行地狱的头 九难闻言 当即抱拳行了一礼 久仰大名 不过这次招魂与张超无关 是我们赶鸭子上架 还请新大哥别为难他 听到这话新连山缓缓地叹了口气 我此次前来不是只为了对付这小子 而是有三个死而不甘的家伙 趁机逃出折行地狱 就在新连山述说之时 一阵黑雾席卷了整个操场 来了 他们是三才董事 说话间三道鬼屋的身影 便显现在众人眼前 见此情形 张超却流露出喜悦的眼泪 陈大忌见状连忙开口询问道 这玩意是你赶上来的 你能不能听懂他们在说啥不 然而张超却依旧愣在原地傻笑着 就在新连山即将动手之时 九难依旧准备给张超一个表现的机会 新大哥 这僵尸应该是与我同学有关 且只有敢试人才懂诗语 不如我们静观其变 听到这话的新连山只好点头示意 得到许可的张超一个闪声便冲了出去 激着缓缓地站在僵尸的身前 这怪异的举动就连僵尸都吓了一跳 随后只见那僵尸仰头咆哮着 身上的骨骼传来阵阵响声 紧接着一股黑气顺着僵尸的口中 被吸入了张超的体内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差点吐了出来 张超把那家伙的沉黏口气都吸了进去 那玩意到底臭不臭 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 先前那只幽黑的尸虫 缓缓地从鼻腔中爬了出来 刷得一身 小虫子纵身一跃飞入僵尸的口中 接着便在七体内一段结印 随后又再次跳了出来 回到了张超的体内 紧接着张超便双眼一臂陷入了昏迷之中 见此情形 九难几人连忙跑了上前 然而那三具僵尸却猛地飞向了天边 九难当即手劫箭尸口中不断地嘀咕 查落真魂 收回附体 筑起精神 无一个先师之名 急急如律令 然而在术法的家世下张超却依旧没有醒来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焦急不已 老大张超怎么样了 他不对劲 我用了安魂咒 可他依旧没有转起 而且那些僵尸全部都飞向了桂木山的方向 难不成张超的异状和那边的怪异有关 而张超却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怕九难见状连忙使出安魂咒试图将他唤醒 可结果却是毫无作用 见此情形 新连山当即趴在地上做着检查 这小子不是丢魂 而是可能要觉醒胎中之谜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这才安下心来 难怪安魂咒没有用 说着便吩咐起义旁的陈大忌过来搭把手 大忌 帮我把张超扶去安全的地方 通过太中之谜这是非同小可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连忙问出心底的疑惑 这玩意不就跟做数学提示的吗 难道还会要命吗 一旁的新连山文言当即解答道 只有连续十辈子都转世成人 才有机会突破太中之谜 突破后就会把前九世的修行全部人加在一起 最少也能立地成就人先到 也正因如此 能突破太中之谜的人简直是万中无余 大部分都迷失在气中甘哭死去 在听完九难跟新连山的解答过后 陈大忌这才小心翼翼地拉着张超离去 而九难却是在心中默默地担忧着 也不知道张超要面对怎样的险境 而此时的意识幻境中 张超一脸迷茫地走在一片虚无的世界 看着周围星光点 脚下松软的土地 张超迷茫地回顾着先前的记忆 这里究竟是哪里 话音刚落 不远处一道强光瞬间照射在他的脸上 那里有道亮光 说着张超纵身一跃便想要冲刺过去 然而当他刚迈出步子之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躯竟然轻如宝齿 轻轻一动就蹦了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先前那道光却缓缓地汇聚成了一个人形 看着身前的人影张超陷入了记忆之中 而现实的医院里 九难带着张超来到病房中照料 辛苦了一路的陈大忌却反常地没有吐槽 而是十分关心地询问他 老大 张超要住几天院了 我身上现在就这点了 够不够他的疗养费 不过我找我爹在要点 听到这话的九难缓缓地叹了口气 冲破胎中之谜时间不好说 不过刚才我已经通知他娘了 我们先垫上 这些应该够了 不过既然他娘要来 我们就先回去吧 也好 奶奶现在还在家里等着咱们呢 说着二人看了眼张超后便放心地走了 然而在走廊的拐角处 二人插肩而过了一位老妇人 只听他一脸痛苦的喊道 我儿子呢 谁知道我儿子在哪里啊 却谁料他每走一步地上 都会多处一道发着亮光的脚印 定睛一看 一道圣人的鬼影跟随在张母的身后 只见鬼屋抬手 广广地向着张母身去 接着一个环抱就挂在了她的身上 仅仅只是接触的瞬间 张母身上的阳气 就被鬼屋吸走了一大半 冰冷刺骨的寒气 当即席卷她的全身 可以想到娃娃还在病床上疼 鬼母则刚的心态 使她忘记寒冷迈开 不子继续寻找了起来 不行 孩子还没醒来 我可不能就此生病 不多时她便来到一处病房里面 超啊 娘来了 你怎么样了 说着便泪眼婆娑地 看着张超苍白的面孔颤抖着 见此情形 医生当即询问道 您是患者的家属吧 目前患者的状况不太好 还请您不要大声喧哗 看着张超浑身直冒冷汗 口中不断地嘀咕着 听不清的话语 张母连忙开口恳求道 医生我儿子这是怎么 求求你们一定要治好她呀 听到这话的医生 缓缓地叹了口气 她高烧不退的原因不明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已经尽我们所能再救治了 闻听此言的张母 在这一瞬间被击口 超啊 你可不能丢下娘一个人吗 那样娘也没法活下去 而病床上的张超 仿佛感受到了母亲就在身边 干枯的嘴唇上不断回应着 娘你在哪 我好冷啊 说完张超便再次陷入了 沉睡之中没有回应 临走前一声不忍地开口提醒道 床下暖壶里有开水 你用开水烫烫毛巾 给她擦擦身子吧 这样能让她好受益 张母文言连忙开口硬打着 好的 我知道 记着便弯腰俯身 准备拿起地上的脸盆 可就在这时 一道阴侧侧的声音 却从她身后传出 开水 要喝开水吗 这段声音犹如魔鹰 一般瞬间侵袭了张母的意识 她的双眼当即变得空洞无补 神情木讷地按照 只是打开了暖壶的瓶带 接着抬手 反反地将暖壶举起 那道诡异的声音 再次开口引导她 对喝下去 把它喝下去 你的儿子就能好 就当张母张大嘴巴 准备将热水全部送入口中之时 啪的一声 一只手臂 缓缓地阻止了她的动作 张世祖一脸冷意地 抓住了她的手臂 见儿子醒来的张母 顿时欣喜若狂 抄啊 逼醒来了 娘这就去找医生 说着便准备出门喊人 可就在这时 张世祖却一把将她拉住 且慢 现在不是去喊人的时候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闻听此言的张母 却是疑惑不已 孩子你咋了 可不等她把话说完 刷了一声 张世祖抬手一掌 拍在了她的额头上 随后张母便倒在床上昏迷不醒 湿起人落 阴阳相隔 安心睡吧 你太累了 接着便一脸冷意地 看向了躲在一旁的鬼屋 见此情形 女鬼一脸疑惑地喊道 你竟然能看见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然而张超却不紧不慢地 倒出一杯热水 我是感世人 小鬼你可曾经说过 说着一口咬破自己的指尖 随着一滴鲜血的掉落 滚烫的开水 顿时变得沸腾不已 见此一幕的鬼屋 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别靠近你 看着身前比自己还诡异的张世祖 女鬼心中一腕头 你妈崩腾而过 下一年 不等女鬼继续开 张世祖便将手中的热水拖了出去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女鬼的周身就被烧得魂体不稳 看着身下痛苦不已的鬼屋 张世祖一脸凌笑地讽刺道 你不是喜欢开水吗 我这就满足你的需求 说着便将更多的血滴放入暖水平凝 随着一滴滴液体的滑入 整个暖壶翻腾出强烈的热气 见时机已然成熟 张世祖一把提起已然不堪入目的鬼屋 另一只手当即跟上 喝吧喝吧 这次老祖让你一次性喝个够 说着便将手中暖壶里的浮血 一股脑地倒入女鬼的口中 一时间整个病房只剩下鬼屋的凄厉的惨叫声 以及张世祖疯狂的动作 很快女鬼便被强烈的阳气烧得灰飞烟命 而她唯一留在阳间的雾紧 却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衣物 见此惊醒 张世祖一脸欣喜地将其拿在手上 这冤魂衣倒是不错 老祖正需要这东西 说话间张世祖将这布料一一分成21块小方块 随后将它们整齐地摆成一排 哼的一声 张世祖一把摔破了先前使用过的玻璃杯 打起其中最锋利的一块碎片对着张母坏笑道 老祖我刚冲破胎中之谜 身子虚弱 就先从你身上借点血恢复身体了 可就当他准备行动之时 他的眼神却闪过了一丝柔弱 仿佛张超的意识又回来 张超保护母亲的本能阻止了张世祖的动作 该死的 你要做什么 说话间 张超死死地掐住了那带有玻璃碎片的手臂 用玻璃割人是不对的 更不能割咱娘 你娘与我有何干 老祖我已然觉醒 小畜生你为何还不消失 张世祖说着手上的力道更是不断地加大 一时间 张超的体内两道声音在不断地交锋着 啥的一声 张超强行阻止了张世祖的攻势 他生了这个身体 就也是你娘 有种你别用我的身体 两道意识在相互用力 张超凭借着十来年的熟悉度占据了身体的上方 可张世祖却依旧不打算就此放过 老祖我这是大纪元加深 冲破了这派中之谜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气韵 我不管 反正就是不能动咱娘 可下一秒 张世祖抬手一掌拍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一道道法力汇聚的光束瞬间打入了脑中 我早还不给老夫闭子 下一秒张超便失去了身体的主导权 见此情形张世祖冷笑一声 呵呵 小畜生还妄想和我斗 你还是下辈子再来跟你这死鬼老娘做伴吧 说着便一把划开张母的手腕 随着一滴滴血液流下 张世祖当即抬手做起了法咒 只见他用鲜血勾勒出了二十一道符纸 随着一张张符纸的亮起 张世祖这才心满意足地表示 二十一张应该是够用的 说爸便要跨步走出病房 就当他迈出第一步之时 父母心切的张超又再次占据了意识 快回去 给咱娘把手腕包好 张世祖文言顿时怒火中烧 混账东西 给我去死吧 说着又是一掌打向了天灵盖之中 这一掌蕴含了他目前的全部法令 呼嘶一声 一口鲜血也随之喷出 然而他却不以为意 依旧一脸疯批地表示 谁也不能阻止我 接着便将符纸贴在了脚踝之上 失神扶纣 腹腿而立 因人赶路 生人进行 说着便一个冲刺打破了医院的窗户一跃而下 美好的世界 老祖我来了 得知此事的陈大忌 焦急忙慌地找上了华九难 老大不好的出大事情 闻听此言的九难疑惑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怎么了 刚才医生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张超从医院跑了出去 他娘还受了伤 现在在医院养伤呢 在听完陈大忌的描述后 九难心中一惊 怎么会这样 冲过胎中之谜 少说也要好几天时间 张超怎么会这么快就苏醒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连忙复合的 咱们先赶紧把人找回来就知道了 这大冷天的 那小子穿的病号服就跑出来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没错当务之急就是先找到他 二人说着便要出门寻找 可就在这时 龙婆却出现在了他们身前 天大地大了 你们知道应该去哪里找了 两人文言皆是摸着脑袋疑惑不已 沉思片刻后九难率先开口道 奶奶 你有什么办法吗 老婆子我没有 但你娘肯定有方法 听到这话的九难脑海中 立即浮现出母亲那憔悴的声音 不多时几人便抵达了九难女亲所在的将军庙中 如今的将军妙在臣妇的重修下变得十分宏伟 龙婆健壮缓缓地开口道 前些日大将军和陈老头为你娘请下了一个神位 凌约光华娘娘 你娘如今已经开宗立子 是这一方天地的神明吗 听到这话的九难顿是欣喜不已 这是真的吗 龙婆健壮笑着回复道 当然了 你娘有了神位 就能更好地受香火供奉 也能广受鬼神护法 必有你早日报仇血困 见一切事物都在往好的方向进行 九难顿时怀念起缠老头的身影 爷爷他竟然为了我默默地做了这么多事情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却传来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听到动静的九难当机手接剑指转头呵斥道 谁藏在那里 给我出来 不多时一道不应 缓缓踏出 来人正是先前桂木山滑雪场的老板 小先生别动手术 九难见证疑惑地询问道 李老板 你怎么会在这里 殷差大人说我仇怨未及 不如在这光华娘娘腹里处理些杂物 等候小先生帮我报仇雪恨 听到这话的九难顿时尴尬不已 内心深处都能扣出三十一厅了 最近太忙了 差点忘了调查李老板的案子 看着九难的沉默 李老板却不以为意 依旧笑着递出三束箱 光华娘娘知道小先生的来意 只要您上了这束箱 这一切事情就都清楚了 九难听后 缓缓地将香火插入了供桌 不多时 一阵烟雾便飘服在了半空之中 接着朝一个方位指去 怎么又是桂云山 得知此事的九难当即决定就此出发 龙婆见状连忙嘱咐道 小九 大忌 你们千万要小心 九难回头示意安心 接着便带着陈大忌踏步而行 可他的身后却突然多出个 长着猫耳的人女 定睛一看 胡菲尔躲在暗处默默地观察着九难 而此时另一边的桂云山中 鬼母邪神先前藏身的洞口 已然被岩石堵住 轰的一声 一阵猛烈的爆炸声 却将这十块给震开 何方萧小前来冒犯 话音刚落一道飞剑迅速展出 李方氏带着徐福等人警惕地走出了洞内 而先前张超召唤出的僵尸 此时却出现在了这里 见此情形 李方氏惊呼一声 我靠 这千年的三才导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旁的法庆佛陀听后却是茫然地问道 三才导师和普通的僵尸有什么区别呢 徐福文言一脸忌惮地表示 这东西可是敢示老祖张氏祖发明的 选取三具集阴之日出生的极恶之人 接着折磨三年后在吉阳之日 他们怨气最强盛的时候 扭断头部 斩断腰身 反装四肢 最后缝好后 将魂魄困在肉身里练至七年才算完成 就在徐福几人说话之时 僵尸们已然发起了进攻 哼的一声 领头的僵尸一掌轰出却被徐福迅速躲过 这三才导师怨恨深重 刀枪不入 醉事难缠 见此一幕 李方氏当即拿出了空魂灵一脸不屑地说道 能有多难缠 我方是一族也不是吃醋的 说着便开始摇动起手中的林档口中 阵阵有词地喊了 皇皇不让 苍天访黄 茫茫不慌 明明又康 玉环三千法院 靠房权之奈何 请魂寂静 共魂灵给我出 咚的一声 铃声震耳欲龙响彻天际 僵尸们被震得拂面咆哮 见此情形李方氏笑着嘲讽他 不过是些许鹦鹉而已 再怎么厉害 还能不畏惧糯米不成 说着便将衣兜里的糯米疯狂洒出 僵尸们在接触糯米的一瞬间 皮肤当即溃烂燃起了烈 一时间整个桂木山中 不断地响起了怪物的惨嚎声 可就在这时 先前领头的三才师的眼神 却冒出了一丝诡异的红光 刷的一声 僵尸迅速起身扑了上前 然而却被李方氏灵活地走位躲开 接着只见他一脸冷漠地捏起 李金龙的手指口中 淡然地说道 借你手指引用 说罢指尖以用力 李金龙顿势惨叫不语 随后便发现他以后 都比不了国际手势 而李方氏却是将断指送入了口中 经过一顿咀嚼过后 扑丝一声 只见他张口喷出一阵血味 接着竖法口诀也一同跟上 乳食无血 乳食无肉 乳感害无 天地不揉 而僵尸们见到漫天的美食 立即张大嘴巴吞咽了起来 见此情形 李方氏抬手将符纸贴入桃木剑中 口中不屑地表示 吃吧吃吧 吃完这餐我就送你们上路 可就在这时一道同伟的声响 却传入几人的耳中 谁敢气无作下的失明 好大的感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张氏祖说着便用出 常人无法看清的步伐 向着几人洗来 见此一幕的李方氏面色一惊 这赶路的方式 竟然是失传已久的诗行术 说罢便一跃来到 三才导师的身后 准备先下手为强 趁你们的主人赶到之前 我先结果了你们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张幽绿的衣服夹杂着火焰迅速飞出 砰的一声 原本柔弱的校服变得坚硬如比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就将李方氏的攻势给抵挡下来 见情况缓和了之后 张氏祖手接见之口中念诵的感诗的口令 北斗主杀声 难懂不安逆 九要寻诛天 六丁列前行 士门盾甲 给我现 话音刚落 正在跟李方氏对立的衣物 顿时迸发出强烈的幽光 幽绿色光芒形成一道布顿将其给震开 感受到主人的僵尸们当即吓得双膝跪地不敢吱声 受到重创的李方氏好奇地询问道 好厉害的本诗人 你究竟是谁 张氏祖听后一脸不屑地表示 林之故问 你们不就是那群修炼邪术的东西吗 然而下一秒他就注意到站在徐服身旁的法庆佛陀 光头和尚 皇朝这家伙怎么连和尚都不放过 闻听此言的法庆顿时不满地回道 给我放尊重谢 本座乃是弥勒大乘佛教教主 这话说的张氏祖顿时面色一变 弥勒大乘佛教教主 你们难道不是皇朝派来的吗 那为何会惊醒我留在后人体内的本命失从 一时间场面极度尴尬 徐服几人一脸猛逼地看着对方 谁是皇朝啊 可就在这时 九难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张超别怕 我们来救你们 闻听此言的众人寻声望去 半空中一道身影 看着飞舰迅速飞了过来 并进一口 只见九难手竭剑 只有条不稳地操控着飞舰行驶 刷的一声 二人便落在了张氏祖的身前 刚一落地陈大忌连忙喘了口粗气 幸好赶上了 他们把张超衣服都打没了 而九难却是一脸冷峻地看着徐服怒喝道 果然是你们几人搞的鬼 想起先前松老几人的威慑 徐服半恭维地表示 小有所言何意 这是可是你的同伴主动找上我们的 我们可什么都没做 可先前背离方式的数法迫害的九难 已然不信他们的言语 你以为我会信你们的说辞吗 说罢便转头询问了起来 张超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是不是他们害了你们了 一旁的陈大忌也是一同附和的 这肯定是啊 你看给咱超动的 可下一秒张超便一把拍开了陈大忌的手 逼一脸凶向地表示 小子休要放肆 不然老祖要你好看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依旧热心肠地说道 超啊 这么一会不见 你小子怎么还飘了 你别是动傻了吧 与次三番被侮辱的张氏祖顿时暴怒不已 臭小子你竟然还敢动手 就当他即将出手之时 陈大忌头顶的黑羽却吸引了他的目光 此时黑羽的周身迸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一人一秒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张氏祖的魂体便被压了回去 恢复神志的张超顿时急忙地观察起了四周 这是哪里 闻听此言的二人当即面色一惊 张超你是失忆了吗 闻听此言的黑羽不屑地说道 这小子之前头上受了伤 刚刚又中了我的汗魂术 刚觉醒的神魂又重新陷入沉思案 不过身体并无什么大碍 得知事情原委的九难协视了一眼深厚的李方氏 那就没什么大位 只可惜不能问清这几人到底对他做什么 听到这话的李方氏顿时愤怒不如 无耻小 都说了此事与我们无关 就算张超的是与你无关 但灰六哥子是总与你有关的 九难的话语犹如一柄利剑震慑着几人 李方氏更是被吓得哑口无言不断地后退着 见此情形 九难一步踏出抬手一指 他有法庆老祖 我早已立誓要将你抓回地府报道 听到这话的法庆当机讥讽地说道 狂妄小儿 我倒是要看你有什么本事抓我回去 而一旁的李方氏已然手捏箭直准备释放书法偷袭 趁你不备要了你的命 方方道道 方道之间有玄妙 五湖四海 皆为我用 八荒蛮神 给我出 话音刚落四个手持巨斧的鬼怪赫然出现 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惊呼一声 老大快跑有脏东西 就在九难愣神之际 他的身后却冒出了一柄巨斧迅速向他批来 刷的一声 眼看斧子即将落下九难却依旧没有察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砰的一声 一道白色身影迅速抵挡住了这攻势 定睛一看 胡菲尔的化身在这猛烈的一击下打出了人形 九难稳稳地接住倒推的胡菲尔一脸关切地询问道 菲尔你怎么会在这里 没事吧 胡菲尔强撑着挤出一丝笑容 我担心小先生孤身犯险就偷偷跟了上来 九难文言当即点出一抹幽光 也好 我用青光束为你疗伤 绿光接触的一瞬间胡菲尔的伤势瞬间被扫一空 只见他一脸娇羞地表示 小先生我好多了 文婷此言的九难立即将他扶起 手中竖法盘旋就准备处理这几个鬼怪 而胡菲尔更是使出不现密法 小先生我来助你 说罢只见他将双手合十 一阵金色光芒从五条虎尾上飘出 接着凝聚成了两道金色身影树立在九难的身旁 见此情形 九难抬手念诵起了赵神令 家主有命 告下三元 四只公槽 明明所拟 急急如律令 通的一声 三道身披战甲的神将显现而出 胡菲尔剑状立即在一旁施法助阵 随着五条虎尾缓缓缓甩出 原本的三个神将顿时晃化出了数十道 剑术法圆满达成 胡菲尔邪魅一笑 比人数 我们可不会跑 随着九难的抬手指挥下 双方大战一出即发 神将们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势不可挡 锋利的长剑不断地斩杀着鬼怪 很快场上的鬼怪便被杀得寥寥无几 这场面看的法庆佛陀以及李方式面色一惊 不好要出大事了 见此情形法庆佛陀报告一声 我为弥勒掌十万佛陀 有十万八千金刚力士护 而等能耐我何 说着便一把抓起坐下的小鬼捏成肉球甩了出去 血煞佛国 大天王天力士护法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先前被甩出去的鬼物们咆哮着冲出了地面 接着只见他们纵身一跃来到了神匠们的身前 电光火时间一记重拳瞬间轰出 轰的一声 没来得及躲闪的神匠被打得倒飞而出 随着鬼物的发力战场的局面瞬间被倒戈 见此情形九难心中一惊 四只公槽朋友不敌 法庆教主果然厉害 就在九难思索之时 胡菲尔已然画出法身挡在他的面前 小先生莫急 此事交给我便是 说着便一个闪身朝着法庆佛陀就冲了过去 见此一遍 法庆当即凝聚出一朵雪莲花坛 口中不屑地表示 去去小狐狸精也想跟我动手 说话兼便操控莲台上的花片对准 胡菲尔展开了进攻 九难见状联盟提醒道 菲尔小心 然而胡菲尔却是抬手一甩便打断了莲花的攻势 我定要为小先生诛杀了你这妖僧 接着只见他横空一跃轻柔的胡身却充满了力量 听得一声 胡菲尔化为一道流星轰击在地 这一幕下的法庆连忙躲闪才免遭受伤 九难看着内心中感动不已 没想到菲尔为了我竟然这肝汗不畏死 如果此时是徐芳草的话 他一定不会让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 就在九难分心之时 他的身后却悄悄地刺出一柄木剑 李方式那尖锐的声音也随之传闻 战场之上竟然还敢分心 你这不是找死吗 闻听此言的九难一个侧身便躲过了这一击 菲尔都这么努力 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 接着九难便将众星放入了战场之中 只见他手中道法流转 口中不断地激怒着李方式 急什么 什么时候畜生都急着送死 缩罢便一把将手中的铜钱剑承出 天地玄踪 万气短根 金光速限 复复无身 天之光 地之光 月月星光之光 普通之大光 光光照十方 无缝葛家先世之名 积极如律令 金光骤给我信 随着九难的施法结束 场上的众人的周身都裹上了一套金光战甲 这一幕看得沉大忌欣喜不已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好厉害 而李方式见到这一幕更是吓得冷汗直流 不好 要出大事了 说着便朝着身后的法庆佛陀大喊道 法庆教主快跑 这是到家的金光照 随着金色光芒的笼罩 李方式的背后瞬间燃起了强烈的火焰 感受到身后传来痛意的李方式一把抓起衣裳朝天一甩 接着只听他开口大喊道 方道自成一体 蜈蚣遮天法衣 而法庆这边察觉到金屋的光照不断地瓦解着他的阴气之时 当即抬手一掌拍在了脑门之上 佛祖现实 杖六金身 给我出 刷着一身 一道血衣鞋佛赫然出现在了法庆的头顶 遮天蔽日般的腰帆抵挡住了那强烈的金光 得到喘息的李方式二人后怕地吐槽道 金光咒可是要大功德才能催动的 你这小子哪里来这么多功德 九难听后霸气地将铜钱剑插入地 接着一道雷火落入地下 听了一声 强烈的雷电提升了金光咒的威能 九难一身正气地回答 无序多言 这些自然都是对付你们这些邪魔歪道攒下来的功德 说着九难侧头看了一眼 胡菲尔 二人心有灵犀地交流着 菲尔 他们正在抵挡金光咒呢 快把握机会一举端了他们 闻听此言的胡菲尔当即点头示意着 接着只见他抬手召唤出一把本命力气 刷了一声 一柄八十米的大砍刀瞬间闪出 有了武器加持的胡菲尔纵身一跃 手中的大刀被他高举在了空中 只见他用尽全身力气奋力一挥 力气化身 随着一道寒毛落下 胡菲尔将手中的大刀重重地斩下 见此一目的李方氏震惊不已 察觉危险的他不要命的施展的法爵试图抵挡 方方道道出玄妙 不灭血衣给我出 轰的一声 血色道袍强行抵挡住了胡菲尔的攻势 爆炸的余波阵的李方氏口出鲜血道飞而出 法庆佛陀转身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不知死活的李方氏后 便迈开铺子准备逃跑 便跑口中还不忘维护自身的形象 该死的黄口小 本教主改日在找你们算账 可就在这时 三道沾有血液的剑矢急速地朝着他飞来 陈大忌逗逼的声音也随之传出 想跑 小爷我还在阵子 扑丝一声 三根剑矢稳稳地扎入法庆的后背 吃痛的法庆恶狠狠地看了眼身后的众人 就当他准备开头怒骂之时 原本扎在他身后的弓箭竟传出猛烈的震动 疯了一声 箭矢随声爆炸 强烈的火焰烧得他惨毫不已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歪嘴一笑 让你跑 小爷我扎你大不当 不多时 法庆佛陀便跟着李方氏一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九难见状当即迈开 步子向着二人黄缓地走去 我们之间的恩怨也是时候该有个两件了 说吧手中倒数运转就准备送他们去地府报道 可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边吃瓜观望的徐福却突然开口道 小娃娃且慢 然而九难却并未满他的账 刷的一声 白起将军的杀生战刀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有了杀气的灌入 九难开口冷冷地质问道 你这是有意见吗 察觉到九难身上熟悉的气势之时 徐福当即冷汗都吓了出来 该死 这小子怎么会有白起的杀生战刀 记着只见徐福一脸恭敬的弯腰行李道 小的不敢 恩怨自有因 我怎敢轻易干涉 看着身前卑躬屈膝的徐福 李方氏一脸不敢相信的质问着 老祖你怎么能如此狠心 就在他求情之时 九难抬手一挥 杀生刀迸发出强烈的杀气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今日 我就要为灰六哥以及灰家的仙恋们报仇 刷的一声 九难重重地将杀生刀斩下 强烈的杀气瞬间将李方氏吞得一干二净 见此一幕 先前嚣张无比的法庆佛陀下的双腿一惹 整个人匍匐在地不断地向前攀爬着 口中还不停地求饶道 别杀我 九难见状一个闪身制止住了准备逃跑的法庆 接着一脸冷漠地表示 我不会杀你 我曾经答应鬼老和李广将军 要帮他们缉拿大事重回地狱 说罢九难便抬起杀生刀准备将其送回地府之中 而另一边的龙婆一个人树立在院中 等待着九难几人的归来 可就在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敲响了院子的大门 主家在呢 老头子我回来 闻听此言的龙婆顿时惊讶不已 这声音是棺材铺的老流头 她不是早已死去多时了吗 一想到这龙婆当即开口是问题 棺材铺的老流头 你来我这做什么 听到这话的老流头先是愣了下 接着缓缓开口应道 我来接孙女美娜回家 而屋内的小女娃在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 也是从屋子里走出一脸疑惑地询问的 奶奶 我怎么听见爷爷的声音了 龙婆健壮当即开口 可是的 美娜快回屋子里去 外面危险不要待在这 然而院外的老流头似乎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口中的语气顿时亲切了些许 试图用亲情将小女娃骗走 美娜我是你爷爷 爷爷我来接你回家 听到这话的美娜立马张腿飞奔而出 多日以来思念家人的心情 让她已经忘了自己的爷爷早已死去 龙婆见证心中一惊 不好要出大事了 听到爷爷爷呼唤的美娜 二话不说地打开了院外的大门 爷爷美娜好想你 看着生前熟悉的亲人 老流头欣喜不已 爷爷也想你 爷爷这就带你回家 目视着爷孙二人的交谈 龙婆一脸严肃地思索 果然是老流头 不能让她把美娜带走 是人是鬼一探便知 想到这 龙婆立即抬手热情地表示 见孩子不急 你一路赶来也辛苦 进屋子里坐坐吧 闻听此言的老流头却是静止朝着屋内走去 看到这一幕的龙婆面色欲惊 没问题 怎么会这样 接着几人便坐在院中喝茶聊起了琐事 而小月在一旁负责给几人端茶倒水 奶奶 刘爷爷 请喝茶 说着便将茶水端到了龙婆跟前 接着一脸俏皮地表示 奶奶 茶水中已经加了松老的孙子 得到暗示的龙婆缓缓地将茶水递出 老流这可是好东西 你一定要尝尝 主家敬茶老头子怎敢不喝 二人一顿推扫过后 老流头双手捧背大口大口地喝起了茶水 品尝一番过后不禁开口夸赞道 好茶 松香肆意通体透 看着眼前这一幕龙婆惊讶不已 竟然连松老的松子茶都对付不了他们 就在龙婆陷入沉思之时 老流头摆手一脸笑意地表示 行了 老姐姐不必再试探我 我还是我 不然树神也不会让我进来的 闻听此言的龙婆当即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到底回来做什么 老流头听后缓缓拿出一叠纸张 我当然是来报答老姐姐你收留美娜的恩情 我听说老姐姐前阵子也扎了些纸人芝麻去世 不是我吹牛 论扎纸还是得看咱老流家的 老流头一边说着一边揉捏着纸张 贴着一口咬破自己的纸尖 随后捏出四道骑着马匹的纸人 将他们一一沾上血液 这四对我亲手扎的纸人纸马 就送给老姐姐聊表心意 说吧老流头拿出一卷细线 口中严肃地喊道 生人扎纸送鹰人 老头扎纸做鹰兵 起零望 劳凡四位请一步 刷的一声 四个纸人摇身一遍幻化出了法身树立在了院中 看着身前精致无比的纸人 王小月一脸欣喜地表示 奶奶 这些可比咱家之前那些厉害多了 然而龙婆却对此毫不在意 老流 这些东西倒也不必如此 就当他转头准备回绝之时 却发现先前还坐着的爷孙二人早已消失不见 他们人呢 见此情形 王小月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奶奶 美娜她不会有事吗 龙婆听后转头严肃地表示 上次的事情过后 我就用我的头发和松老的松枝 变了一个手环给她 关键时刻能保太一命 不过我有种预感 这是很快还会再找上咱们 而此时另一边 老流头带着孙女回到了棺材铺内 一路奔波回来的老流头将美娜安置在了桌前 你先好好歇歇 爷爷给你包饺子吃 说罢老流头便迈步走了出去 还没走出去 她的整个身躯便颤抖了起来 借着一口幽绿色的液体就喷进而出 这一幕看得美娜眼眶立即多出了几滴小珍珠 爷爷您没事吧 没事 别担心爷爷爷只是刚刚受了点风海 老流头说着便将嘴角的液体擦干 随后便继续动身前往厨房 都是活死人了还这么争强好胜 非要压龙活一头 这下还弄伤了身体 不过这句三音声还能称一阵子 已经足够我复仇了 就当老流头敌不知时 半空中突然落下一张星红的纸张 见此一幕的老流头面色已经 黄巢 千年前你让八剑将流的手段 今日终于发动了 说罢 老流头一口咬破指尖截取血液 随后一把点在指人的眼睛上 霸龙点击 杂质起零 话音刚落 先前木认的指人当即有了灵质 只见他扭动着僵硬的身躯 等待着指令 老流头见状当即开头嘱咐他 看好这个家 尤其是看好美娜 指人文言恭敬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听到这话的美娜连忙起身追问道 爷爷你要去哪里啊 然而老流头没多做解释 只是拿起一个包裹摸了摸美娜的脑袋 宠溺地说道 乖乖在家里等 爷爷有钥匙去去做魂 说吧就背着包裹走出了屋内 美娜见状后脚便要一同跟去 然而指人却抢在他先一步跨出 挡在了门口 被挡着的美娜 挣脱不开指人的身躯 只能无助地流着泪滴 而此时的桂木山中 化九难使出竖法 将法庆佛陀送入了地府之中 一旁的陈大吉捂着脑袋不解地问道 就这么把那胖和尚送回地府 会不会太便宜他了 九难文言缓缓地将杀声刀收入袋中 地府有的是折磨他的手段 就当二人谈话之时 一道冲天红光直接在城镇内升起 九难见状冷汗当即就留了下 这是怎么回事 哪来的这么重的运气 而张超见状连忙迈开 步子跑了前 不好 我娘还在镇上的医院里 而医院的门诊处 老流头通过剥死人的身躯 从地底冒出 只见他那薄如纸片的 躯干怪异的扭动着 接着张口猛地吸了一口气体 他的身体这才逐渐有了形状 可就当他准备喘气之时 两道怪异的身影 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圣人的鬼叫声 营绕在老流头的耳中 见此一幕的老流头面色一惊 竟然是鬼皮 我这半死不活的老家 终归活不了多久 老流头感慨完后 便伸手拿出背包中的法器 接着只见他掏出一顶剪刀 和一打红纸 看着面前兄弟的鬼皮 老流头不仅不慢地剪着纸张 口中还不断地念叨着 最常爱的孙女 怎么也得给美娜这孩子留些家子 说话间两只栩栩如生的 丹顶鹤便显现而出 随着老流头将指尖上的血液 逼入丹顶鹤的头上 刷的一声 两个纸鸟当机开启了灵质 老流头见状连王指挥道 贺儿 去把那两个畜生给我抓过了 收到指令的丹顶鹤张开立爪一把 便将鬼皮牢牢请住 一时间鬼皮凄厉地惨叫响彻整个院外 随后就被丹顶鹤捉拿到了老流头的身前 将鬼皮一一叠好后的老流头严肃地警告着 老头子现在忙得很 等我回去后再料理你们这两个畜生 就当老流头准备动身寻找皇朝之时 一粒粒黑红色的小点从空中落下 这怪异的荧幕看得老流头疑惑不已 就当他站在原地愣神的时候 一道大红轿子从天而降 八个黄金历士携手六个红衣厉鬼 缓缓地踏步而来 蚂蚁姥姥那尖锐的声音也从轿中传出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刘大掌柜 说话间 黄金历士们缓缓地弯腰将轿子放下 蚂蚁姥姥口中叼着烟盖 周围的空气都降至到了冰点 接着只见他踏步而出 口中好奇地询问道 听说你刚刚接走了你那小丫头 怎么就又跑到这里来了 闻听此言的老流头连忙开口回应道 还不是为了对付楼里的那个畜生 幸亏有名来了 不然对上里面的那个家伙 我还真没有必胜的把握 听到这话的蚂蚁姥姥不屑地表示 那咱就一起进去吧 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的稀有 看着姥姥那轻松的样子 老流头正重地提醒道 我知道里面的东西是啥 这整座城镇被怨气笼罩也是他搞出来的名堂 一个处理不好咱们整个阵子都要为此陪葬 蚂蚁姥姥文言 一滴汉子当即从额间滑落 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来头 见姥姥已然开始动视 老里头黄缓地叹了口气 是皇朝那个老家伙 蚂蚁姥姥一脸好奇地询问道 皇朝 是那个吃了千年冤魂骨的那人吗 他不是被刘伯温镇压在手扬杯下面了吗 听到这话的老流头黄缓叹了口气 他爬出来 我还琢磨当年这疯子 为啥让八剑匠带兵往咱们这里打 原来是留了这后手 看着老流头一脸逼迷的模样 蚂蚁姥姥顿时霸气地表示 呵呵 不管他是为什么 到了这里都得给我规矩 说着二人便迈开不死朝着医院内走去 穿过大厅之后 闭入眼帘的竟是三道漂浮在半空中的厉鬼 看着眼前凶力无比的鬼魂 老流头连忙开口提醒道 他们来了 而看到二人过来的鬼物们纷纷转头斥责道 好惨 我们都死得好惨 你们都要为我们陪葬 随身望去鬼物都保留着临死前的萌养 他们双眼空洞面容争鸣 见此情形 老流头无奈地叹了口气 竟然是生魂 看来已经有人被害 说着便从背包里拿出一辆纸质马车 随后抬手用速法将其点亮 刷的一声 那纸质的马车瞬间便大停留在鬼物的身前 老流头轻声安抚着鬼物们上车 善恶到头中有报 你们安心去判官那里告状局 话音刚落 鬼物们齐齐钻入了马车之中 见此一幕 老流头连忙捏手指挥马车顿入地府 而蚂蚁姥姥对此却是有些敬佩的 刘掌柜 姥姥我虽看不出你这是什么东西变的 但倒是有些慈悲手段 老流头闻言笑着接过话茬 老姐姐有兴趣 我自当告知 说话间 老流头一把掏出背包中的剪刀 随后迅速朝着自己的身躯一滑 直至的躯体在锋利的剪刀下当机破开一道口 随即便开口询问道 老姐姐这下您看明白了吧 看着这怪异的一幕 蚂蚁姥姥顿时惊讶不已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面对老流头不紧不慢地掏出一张符纸贴在破洞处 接着一脸无奈的运势 还不是被那八剑匠给害的 我只能用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还扬报仇 说话间 老流头双膝对地口中恭敬地喊道 老姐姐我自知时日无多了 还请您和龙婆婆帮忙照看下我家美娜 她自小便跟着我受尽苦难 老流头说着眼中便带有一滴泪花 蚂蚁姥姥见状连忙抬手将其扶起 你这是做什么呀 美娜这孩子我和龙婆都很喜 肯定不会放着不管 闻听此言的老流头当即欣喜地表示 我会把我一生本领都交给美娜 让她能有帮上大家的实力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咚得一声一句穿着病号服的人影从高空掉落 并进一场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浑身颤抖地盯着蚂蚁姥姥 这一幕顿时激起了姥姥的怒 竟然敢用这种手段来笑 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 下一秒只见数十道身影迅速地从高空落下 见死伤人数再逐渐增加 老流头连忙带着蚂蚁姥姥赶了上去 二人一路跟随走廊上似有若无的怨气前行 在一处病房外 黑色的怨气笼罩着整个房间 老流头见状口中大喊道 最近 说着便一脚踹开了房门 哼的一声 寻声望去病房内所有布局映入眼帘 此时一个长相圣人的鬼屋单手将张超母亲提起 见此情形 蚂蚁姥姥连忙开口呵斥的 该死的畜生你给我住手 见有人赶来阻止 鬼屋一把将张超的母亲甩在病床上 接着纵身一跃朝着蚂蚁姥姥便攻了过去 然而还没等蚂蚁姥姥动手之时 鸡旁的老流头已让她耐不住心中的怒 刷的一声 锋利的剪刀当即切断了鬼屋的头颅 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然还敢伤人 看着身前失去生机逐渐消失化为黑烟的鬼屋后 蚂蚁姥姥连忙来到张超母亲身前查看着情妇 哇 得赶紧救治她 说着便捏出一道竖法准备进行治疗 可下一秒张超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二人身后 都给我住手 两人疑惑地回头望去 此时的张超浑身颤红不已 眼中也缓缓地亮起了幽绿色的亮光 接着只听她焦急地开口说道 该死的 这妇人怎么又招惹了半部鬼仙 敢示人张世祖的意识也在逐渐上升 这是咱娘给我放尊重点 知道了知道 张世祖说着便将两黄符贴在了手腕之间 接着只见她双臂冒着幽绿色的阳气口中霸气地说道 小鬼 立即放开那个妇人 不然等老祖在你本命神魂中设下静置 让你从此为我所用 老祖就饶你不死 听到这话的蚂蚁姥姥顿时气不打一出 她好心帮人治疗却还被盗打一耙 这是谁家的小崽子口出狂言 看我不替你家大人好好教育教育你 说着蚂蚁姥姥姥周身鬼气迸发而出 周围的气温瞬间降至了冰底 随即便抬起手中的烟杆敲了过去 刷的一声 只见蚂蚁姥姥姥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张世祖的跟前 然而张世祖对上鬼仙也毫不畏惧 小鬼你是自己要找死 可就怪不得老祖我了 这话间只听刷的一声 张世祖那两条贴了皇甫的手臂迅速延长抓了出来 见此一幕蚂蚁姥姥姥面色一惊 哇 怎么是个改尸的玩意 这下麻烦了 见此情形老流头纵身一跃 手上的剪刀露出寒芒 姥姥小心 我来助你 咚了一声 张世祖抬手一掌直接轰出 两道相互的力道瞬间封击在了一起 然而指知身躯的老流头终究还是差了 强烈的余波震得他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之上 这一幕顿时刺激到了蚂蚁姥姥姥 小畜生 姥姥姥见你是后辈 本想手下留情 可你却不知好的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蚂蚁姥姥说着便甩出两道绳索缠了上去 而醒来的老流头也是第一时间捏出指人进行反击 姥姥 咱们少和他废话 先控制住他再说 然而面对二人的攻势张世祖不懈地表示 就凭你们还想对付 你们还是那呢 说吧只见他手接见纸幽绿色的法力阵的两个指人瑟瑟发抖 就当他们即将支撑不住之时 陈大忌公压般的嗓衣打断了几人的攻势 抄啊 你怎么又飘了 你咋还和我姥姥打架呢 看我不教训教训 说话间就见陈大忌提着九难的铜钱剑走了上前 张世祖剑状抬手呵斥道 你给我滚开 然而下一秒诡异的画风突然出现 陈大忌提剑打的张世祖毫无招架之力 这神奇的一幕看得蚂蚁姥姥跟九难疑惑不已 就连张世祖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喊道 放肆啊 你这该死的愚迷 可还不等他老话说完 陈大忌的拳头就落了下去 呼通一声 张世祖被打得浑身无力倒地不起 九难剑状连忙拉开暴露的陈大忌 住手 再这么打下去他就要被敲死 可已然上头的陈大忌哪有这么好说话 只听他一脸怒火的警告道 你知道错了没 下次还敢不敢对付我姥姥 而此时恢复一时的张超剑状立即开口道歉了 我不敢了 对不起 说吧只见他摸着脑袋一脸疑惑地表示 不对啊 我做错什么了 为啥我就要道歉 件事情已然解决 九难当即开口询问道 姥姥您也是为了追查这股怨气才来到这里的吗 没错 这医院除了床上那躺着的妇人 其余病号都已经被那厉鬼所害 听到这话的九难二人惊讶不诶 什么 这到底是谁做下这等恶事 见两人一步步 老流头连忙开脱几时道 是黄朝 他被镇压七年元气大伤 才设取生人阳寿修炼几身 这才造成如此惨状 闻听此言的九难当即联系到哪里 您说的黄朝难不成就是唐朝末年起义造反了八剑将之主 大气的开脱皇帝黄朝 闻听此言的老流头连忙附和道 没错 他当年兵败惨死当场 之后又被刘伯温镇压于守阳碑下 如今要重出江湖作念 这话说的九难摸着脑袋十分疑惑 可是黄朝身在其路 为何会来我们北国 就在众人讨论之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忽然传了过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些信息 说话间 胡菲尔的身影缓缓走出 小先生你们先在此超度冤魂 捉拿恶鬼 我要去请一个人来 一会我们在家里见面 胡菲尔说完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个美妙的背影 见此一幕的陈大基立即开口吵喊道 菲尔妹子真能干 而且人还这么温柔 要我说老大你就把他收了吧 听到这话的九难小脸立马就红了上来 大基你别乱说 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不多时 九难几人便将医院的滚魂处理完毕 随后便赶回到了龙婆的家中 很快胡菲尔也杉杉回来 见此情形 陈大基立即开口询问道 菲尔妹子 你说要带的人呢 在哪呢 听到这话的胡菲尔微微一醒 就在这里 说着便双手递出 掌心处有一只通体雪白的蝉杉静静地坐着 陈大基健壮惊呼一声 我靠 这不是大蛤蟆吗 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 蝉杉杉的周身顿时闪出一道白光 刷的一声 一个娇小可人的萝莉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 闭上你的臭子 没有礼貌的臭小子 我是雪国的玉蝉 见此一幕九难府的下巴沉思着 你是受凶吗 然而下一秒 小萝莉一个飞铺朝着九难道了过去 小先生 我是蝉杉如玉 我是你的偶像 啊不对 你是我的偶像 你就是我的神 被袭击的九难一时间干大不已 等等姑娘起自重 胡菲尔健壮立即伸手拉开如意致前道 小先生对不起 如意一直很崇拜您 所以这才会有失礼 听到这话的九难当即开口表示 无妨 就是他知道王朝的事情对的 见众人把话题聊到了正式上面 如意这才开始政经介绍了几个 没错 小先生听过42张经马 一旁吃瓜的陈大忌连忙开口抢大道 这必须知道啊 鹿顶记里面韦小宝有好多媳妇的名 可还不等他说完九难便打岔道 别乱讲 42张经乃是我神州第一部汉译佛经 有大智慧大功德之说 被数落的大忌这才摸着脑袋表示 原来这么神奇啊 我还以为就是个宝藏图吗 可下一秒如意却开口附和道 其实邵将军所言不错 这事还真就和一个宝藏有关 闻听此言的九难顿时惊讶不已 宝藏 难不成就在我们北国 见众人情绪高涨如意不急不慢的解答道 没错 此次还要追溯到前朝入关之时 在前朝入关后 其中的某任皇帝居安思威 他在朝代鼎盛时期却跑到祖星之地 沿着龙脉埋下了十四处宝藏 前十三处竟是金银财宝 而第十四处道藏 则是收罗天下后得到的道家顶级 以及一些法器领悟等等 其中更是有三教九流其他各家的不传之密 听到这的九难当即就想到了事情的缘由 难道这皇朝就是冲着这些天地领导来 如意听后小脑袋肯定地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而一旁的龙婆却突然开口打断道 这等机密之事 小姑娘你是如何知晓的 闻听此言的如意捏了捏结白的小手一脸怒气地说道 事不相瞒 两百年前 我无意间曾和一只杂血皮羞一同进入过第十四处道藏 甚至还未夺宝大把出手过 说到这只见如意小手一张 一柄翠绿色的斧头便在她的手中显现而出 我的本命法器就是从那里面带出来 见此情形 瓦翼姥姥惊呼一声 果然是好宝贝啊 如意见状抬手一甩三道闪着金光的书卷 缓缓悬促在空中 我还带出了三只兵家战书 就是凭借他们我才能修行到如今的境界 说话间 如意默念法诀 刷的一声 一群身体战甲的士兵虚影赫然显现而出 看着身前召唤兵将的术法 九难淡淡开口夸赞道 果然厉害 这等宝物现在已经世间含有了 而小财迷陈大忌看着这一幕口水都流了下来 随便拿出两件就这么厉害 那宝藏里面肯定还有更多宝贝 一旁的胡思二忍不住开口晕倒 所以黄朝这么着急害人给自己刀伤 就是为了抢夺这宝藏啊 看着心情有点低落的如意 九难当即开口安抚道 如意姑娘 这等重宝你千万要收好 不可再轻易显示给外人 闻听此言的如意一脸激动地表示 就算我藏得再紧也没用了 当年那只皮修逃离前 曾扬言要把道藏的秘密说出去 他得不到也不会让小女子得到 如意说着便迈着小步伐走了上前 接着凑到九难的身前 那小巧的鼻子不停地闻着气息 见此情形 九难刚要开口询问就被如意给打断 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从医院回来的各位 我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了皮修的气息 一定是他带人回来 正在假装正经说话的如意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良意 随着胡菲尔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时 他这才收敛了些许 而大木头九难却闭眼分析着眼下的线索 这么说来 黄朝和皮修已经联手 他们很快就能找到第十四处盗藏 之后就是进去偷取宝藏了 见此一幕如玉当即开口几个道 小先生莫及 盗藏位于龙脉之上 位置并不固定 他会随着时间 节起 以及山川的走势不断游走 能进入一次都已经是大机缘了 第二次简直难如登天 黄朝他们没这么容易进去 然而九难所想的不是这些 只见他一脸沉闷地表示 就算如此那黄朝为了疗伤为非做的 只怕也要酿成大患 听到这个龙婆当即开口道 放心吧 如今真龙作堂 绝不会放任此等萧小作祟 而此时另一边的市区内 一座普普的四合院 不断地传出叫骂声 混账 一整个医院 一百多条人命 竟然就这么被残害 并竟一看说话的是个身穿军装的中年人 而他身旁坐着两个气度不凡的老道 只听其中一个老者开口附和道 福生无量天尊 如今盛世居然还有 师妹王良感现实骇人 真是该死了 看着一旁的老友跌宕起伏的胸口 蓝袍子老到当即开口安抚道 红镇子 你都几百岁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大火气啊 些许小事交给其他人去办就行了 咱们继续品查论道 做看日出月落 然而高堂上的中年人却是一脸默契地说的 这事就交给你们弟子组承办 不必要找出元凶 无需审问 就地格杀 红镇子听后连忙点头示意 请司令放心 说罢大手一张一道术法便打了出去 我弟子组立皆竭尽全力诛杀妖魔 刷的一声 术法带着话语直冲天际 京都的范家园 一个身仓黄衣的男子正在跟买主讲的价格 老板 这价可不能再低了 你看看我这橙色有多好 就当他讲的不一热乎时 察觉到术法波动的他立即开口拒绝了 不卖了 我要去办大事去了 说着便将餐钱的东西收入一空 而另一边的寨子 此时小巷里正捂着华夏神龙 一旁的苗族少女看到空中的讯息之后 当即停下了脚步 接着抬手表示道 阿弟收拾东西跟阿子走 有事情做了 而他身旁的青年听后 一脸兴奋地跑了上前 在另一边的市区内 一个黄袍老道正拉着一个超级哇塞的妹子纠缠着 来小妹妹我给你算算 你这是大兄之账 让倒是我给你消消灾 就在老道准备下手之时 半空中的术法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靠 真是晦气 每次有事都要来找我 说着便迈开步子冲了出去 而以他们为定义诛杀皇朝的任务也就此还是 七日后的医院外 四方云起的仙家弟子纷纷赶来会合 以一人为首的众人都默默地跟随在中间道士的身后 看着四周怨气弥漫的院外 以及被官方贴上封条的大门 身为半山一脉传人的张九手摸着脑袋赶开 就是这里了 四周气氛不对大家小心一点 说话间 那名苗族女子一步上前 只见他抬手轻点了下封条上的血子 接着便抹在眉心之处感受着周遭的一切 不多时一滴冷汗就从他额尖滑落 各位阿哥 这里面很危险 有一只大鬼藏在内部 然而为首的道士听后却是一脸不屑地表示 大鬼算什么 你们要是害怕就回去 别找这些莫须有的借口 身为茅山一脉分支的他可丢不起这个鱼 面对战友的机会 跟随苗族女子一同赶来的青年当即忍不住开口目视道 阿子是我们寨子最厉害的巫师 你要相信他的判断 一旁的老道听后也是连忙附和疼 年轻人 别仗着自己是张家秘传弟子挤进来 就如此目中无人 听着众人议论的话 小道士当即愤怒地表示 都给我闭嘴 少废话 没能耐就给我补回去 说着便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青年 随后跨步来到封条面前 撕拉一声 封进大门的条子一分为二 不等众人跟随 小道士独自一人便走了进去 见此一幕 几人无奈地点头示意道 诸位走吧 没其他办法 随着几人缓缓踏进院内 四周的鬼气瞬间扑面而来 一道道凄厉的鬼魂 毫无章法地飘在半空中 就在众人惊讶之时 一道漆黑的鬼影迅速闪到大门处 紧接着一阵诡异的宁笑声 也跟着传门 轰的一声 大门随身关上 众人被这声响吓了一跳 而老道士七百家 更是惊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口中不断念叨着 惨了出大事了 刚还好好的 为何进门后却呈现这样的现象 六阳暗飞 似于甘枯 这不是死定了吗 这话说得张九手疑惑不已 老色呸你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说点能听懂的 弯弯绕绕的有什么意思 还说什么说 近来前我们个个都是长寿的面相 近来后就染上了大衣 说话间七百家缓缓地站了起身 只见他双手附上面 对 十分恐惧地表示 如今阳气空虚 已经是命不久已之相 我们已然沾上这因果循环 活不过七天了 看着七百家如此的神情 以及这因果报应这一说法 众人的脸上顿时不满的惊讶 你说什么 班山派的张九手连忙开口询问 老色呸 别说这些没用的 你快想想办法帮我们破局 闻听此言的七百家紧摇嘴唇 做了个决定 咚了一声 只见他将一道牌匾插入地上 放心 就算不管你们 我也得救我自己 说话间七百家将手伸入袖袍中一顿体道 接着就见一道黄厨阵法被他放在地 手中的八卦剑不断地挥舞着 不多时 一阵金光便以他为中心散发而出 看着昔日老友正在做法 张九手转身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同仁 我认识老色呸十五年了 这也是头一次见他这么正经 此地不可小觑 还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 听到这话的苗阿花连忙复合的 那我们先暗兵不动 等七老将竖法做完后再行动 可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青年却发出了一样 原本明亮的双目此时泛起了阵阵绿光 见此一幕的阿花当即开口劝说道 阿弟 你不要这样 你的身体会受不了 然而青年却转头缓缓地回到 八子 月母神告诉 要是咱们不尽全力 一定会吓死他乡的 甚至我们的缝破和取巧 都会被永远留在这里 日夜受人驱使折磨 听到这的阿花冷汗当即就流了响 然而弟弟的状态 却令他不得不坚强请 二人相互搀扶着 准备在墙角坐落等待七百家的讯息 可就在这时 青年却突然惊呼一声 随后双手触上眼睛 一阵撕心裂肺的响声从他口中传出 不多时 两道血泪从他脸上流下 看着身下痛呼不已的弟弟阿花交集不已 可青年却对此不以为意 八子 我们走 我们快点走 现在离开这里 说不定神魂还能回归月母神的怀抱 就在二人对话之时 先前那嚣张的毛山传人张上登 却来到了他们身后 只听他一脸无懈的嘲讽道 要走你们自己走 一个个大惊小怪的 弟子甲祖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 闻听此言的阿花当即就要开口反驳 可下一秒张上登却将手中的桃木剑朝天一指 口中不断地念叨起到家的速度 师妹亡雅 你逆行走 我奉斥令 竹力必慌 如敢有为 话骨飞扬 三毛真君在上 急急如律令 随着竖法念完 周围瞬间扬起阵阵尘埃 磅礴的鬼气渲染了医院的各个角落 见此情形张上登立即拿出怀中的罗盘准备找寻解物的方位 可罗盘的指针却不听使唤的四处旋转着 这一幕看得张上登猛低不已 该死 怎么会这样 罗盘竟然产生了异样 见此一幕的张九首连忙开头怒指导 你个王八蛋 想死别连累我们了 接着转头看向了罗盘的意向 罗盘不定 要么是你的修行不够 找不到邪灵 要么就是鬼屋的怨气过深 就在二人对话之时 他们身后的楼道处却传来一阵刺耳的鬼叫声 刷的一声 罗盘迅速转动了起来 接着朝着楼道处指了过去 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张九首二人额尖冷汗当即流了响 而就在这时鬼叫声越传越近 来呀来呀 来陪姐姐我耍耍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故事搭扮着女鬼正笑着注视着众人 那沾满血滴的身躯无一步透入着鬼屋 见此情形张上登一把掏出桃木剑准的淫弹 而张九首剑撞连忙开口嘱咐道 对方怨气急重 要小心啊 可出声牛独不怕苦的张上登却甩开搭在他肩上的手臂 一脸不屑地表示 怕什么 不过是小小的冤魂罢了 说着便将手中的皇服引然 赤赤扬扬 日出东方 无刺灵符 扑扫不响 太上老君鸡鸡如绿裂 刷的一声 皇服瞬间被张上登甩出 强烈的阳气将周边的鬼气给震盖 轰的一声 诅咒风机在鬼屋的身上炸出震震尘 四周的鬼气也在此刻被扫一空 看着面前自己的杰作 张上登歪嘴一笑 我还当有多厉害 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啊 就当他正在自以为是之时 他的身后冰冷的阴气当即倾泻而出 先前那鬼屋此时 正隔着一块玻璃望着他 来啊 来找姐姐啊 女鬼歪头咧嘴笑着调侃道 被激怒的张上登当即咬牙怒斥道 坐上你找死 小爷我就不幸收不了你 说着便将手中的桃木剑朝前抑制 毛山术法又要施整而出 可就在这时 看不下去的张九手当即做出了决定 咚的一声 只见他抬起一个木桶 对着张上登的后脑勺敲了过去 遭受被刺的他当即口吐 白沫倒定不起 见此一幕张九手这才松了口气 王八蛋 没完没了是吧 都说了这里很危险 还给我整这一出 就在他吐槽之际 四周却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声响 张九手转身望去 一只只利鬼们纷纷站在窗前凝望着他们 被吓一跳的张九手当即后背一凉 玩犊子 怎么这么多鬼屋 可四周的鬼屋可不管他们身上的阳气 魂体们纷纷化为青烟将他们包裹在内 以女鬼为首的声音 犹如魔鹰一般灌入众人耳中 来啊 来啊 来找姐姐玩啊 一声声淒厉的鬼叫萦绕在耳边 看着鬼屋那圣人的面旁 几人的冷汗都流了下来 张九手当即吓得后退了两步 而那苗族青年连忙 背起昏迷不醒的张上登 接着转头分复道 八子 九手哥 硬闯你好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闻听此言的张九手立即开口喊道 老色呸别算了 咱们先逃出去再说 说着便扶起还在捕算的七百家准备跑路 几人趁着鬼屋 暂时没有进攻的剑系撒腿就逃 可当他们来到走廊处的大门之时 青年刚想抬手推开木门 轰的一声 阵阵忧绿色的鬼火 瞬间缠上了他的指尖 猛烈的火焰立即烧得他痛哭不语 青年见状忍得疼痛表示 完蛋 这是怨鬼为成 他们不想放我们子 听到正话的阿花当即开口安抚 交给我来 说话间只见他抬手甩出一道血盲 手腕处一只蛊虫缓缓缓从伤口处爬出 阿花口中连忙高喊道 虫神又五 刷的一声 五虫犹如飞溅一般席向大门 接着便稳稳地落下迅速分割成无数的丛 他们用着锋利的牙齿疯狂地撕咬着用门 然而磅礴的鬼气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攻击 很快甲虫们即将被鬼气消耗殆尽 见此一幕青年一脸担忧地说道 这样下去不行的 八字你的甲虫是有限的 再这样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听到这的阿花点头表示认同 接着只见他在手心处画出一道符露 指尖处再次给手腕上开了道口子 随后将手掌朝前一指一道犀利 瞬间从掌心动发而出 虫神归来 发音刚落 无数虫子迅速被吸入阿花的体内 而此时四周的鬼物依然展开了行动 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 练气十足地盯着众人 口中还不断地重塑着那段发音 来啊 来陪我们一起啊 看到这的阿花冷汗当即流了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了 闻听此言的张九手咬牙做出了个决定 你们带着老色胚先躲起来 我替你们撑一段时间 可就在这时处于子算中的七百家 却突然睁开了双眼 只见他一脸兴奋的喊道 活路在东 大家快跑 说着便要起身逃跑 听到这话的张九手面露喜色地确认道 老色胚你终于算出来了 闻听此言的几人立即迈开步子准备逃跑 穿过鬼物包围圈后 他们来到一出走廊内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七百家连忙开口喊道 打破那扇锅里 闻听此言的张九手率先出击 哼的一声 身旁的玻璃蕴声而碎 随后七百家将脑袋伸入外围一顿观察 在确认外面没危险后 只见他大手一挥 一道雪白的纸张迅速被打出 天地桥 过程梯 阴阳路 素不及 刷的一声 纸片静置扣在了围墙之上 见此一幕七百家大喊一声 都别愣着了 快点上桥 说着便自顾自地走在了最前面 落地之后 七百家连忙念动咒语收起纸片 接着开口吩咐他 现在还不能歇着 都闭着眼跟我往东跑 没听到鸡叫绝不能停 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点头示意 张九手更是夸张地附和道 想活命就听老色胚地跟我们一起跑 为了保命他们只好采取统一的意见 随后几人迅速迈开步子向前冲去 而他们的背后却多出几道阴森的鬼怪 鬼物缓缓攀附在众人的身上 其中一只更是一脸凝笑地盯着七百家 尖锐的爪子肆无忌惮地攀上他的口鼻 冷汗瞬间从七百家的额间滑落 然而在这样的折磨下 他却依旧紧闭双眼不敢作声 而此时其余几人也在承受这等磨难 就当他们即将缺氧窒息之时 一阵鸡叫声打破了这份沉寂 黑夜中缓缓亮出一道光束 强烈的阳气瞬间覆盖了周围 刷的一声攀附在他们周身的鬼屋瞬间消散一空 几人跟随惯性的园理跌倒在地 回过神来的张九首感慨道 奶奶的终于逃出了 老子再也不想回到那个鬼地方了 而苗族姐弟二人也是相拥在一起袭击而起 只有七百家一人默默无闻地掏出一面镜 看着镜中自己的模样他吓了一跳 此时的他硬堂发飞厄运缠身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还是六阳暗黑 似于干枯之相啊 听到这话的张九首立即惊呼道 什么 你说我们还是死相 这二人鬼哭狼嚎的 八花当即开口安抚道 要不我们先回京城 请组长和几位前辈过来看看 闻听此言的七百家立即反驳道 大美女 咱们活路在东 往西回京 必定是要嫁喝西游的 而先前被打晕的张上登 听到这对话也在迷迷糊糊地硬打着 什么回京 我才不回京呢 接着只见他一脸激动地爬了起来 口中急切地说道 就这么回去 小爷我丢不起这个人 看着眼前这只会耍嘴皮子的小 倒是张九首就气度打一处了 你给老子闭嘴了 就你那三脚猫功夫差点害死我们 就在二人争闷不休时 七百家突然开口打断道 他说的对 我们不回去 既然活路在东 我们就一直往东走 总会让我们碰见可化解身上死相的弹幕 闻听此言的众人只能点头表示默认 接着就见他们相互搀扶向着东方走去 不多是几人翻山越岭来到一次偏僻的山间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淌着痘大的汗珠 张上登更是在后方不停地喊道 这都走得多远 有完没完 能不能歇一会 听到这话的七百家连忙开口呵斥道 走这点路你就不行了 年轻人你是不是甚穴啊 就当他还在输出华夏文化之时 一丝一样的神色从张上登额间闪过 见此一幕七百家大吃一惊 等等你站着别动 说话间七百家双目放光 犹如看见美女一般兴奋无比 只见他一脸笑意地看着张上登 你竟然不是绝死之相 现在富有生机 这里就是咱们的一线生机 听到这话的张九手也是一脸激动地问道 你说这里能救我们 说着便拿出手中的地图看了起来 这里是哪里 难道有什么玄机不成 就在他们议论之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打破了这寂静的气氛 你们是来这里玩的吧 众人抬头一看 一个穿着朴素的富人正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们 七百家见状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没错没错 这位大姐 这附近可有什么凌山秀峰的去处 麻烦您介绍介绍 你推荐的地方 我免费给你算上一挂作为报道 文婷此言的富人一脸不屑地表示 我们来这九顶铁茶衫自然是要去求黑妈妈 你算什么东西还找你算挂 然而被喷了一脸的七百家却异常兴奋地追问道 这里是黑妈妈的地盘吗 神算子七百家更是欣喜若狂地喊道 我真是傻了 来了北国怎么忘了这位地仙大人 说着便招呼众人跑了起来 都跟我走 咱们这就去求见黑妈妈 一定要心诚才行 然而身后的张上登却一脸不屑地表示 我毛山厚立指败三毛先师 这里供奉的也神算什么东西 可下一秒 张九手一个大逼都直接就甩了过去 一个混账玩意 黑妈妈是到家正统 北国道门总部 你毛山老祖见了也要叫一声道人 听到这话的张上登立马老实了起 我只是不想背弃祖师而已 可众人不听他的解释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就继续前行 两个半小时过后 几人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一座庙里内 庙中黑妈妈的石像霸气的屹立在中间 见此一幕众人老老实实地磕头叩拜着 接着七百家从腰间取出一张黄纸 随后缓缓地写出三个大字 鬼医院 做完这之后 只见他点出一道阳火将黄纸点燃 看着火光一点点吞噬纸张后 七百家整个人匍匐在地尊敬地喊道 八字门弟子请求黑妈妈相助 不多时一个黑袍老者 缓缓从石像后方走出 浮身无量天尊 大护法有法指降下 如等生机不在此处 可继续东行 若此事前能寻到机缘即可免于一死 闻听此言的七百家激动地问道 大护法有没有说生机具体在何处 然而黑袍老者指挥了一句话后 就下了逐客令 几位道友请速速前行 或许东面胡家祖地可给几位闭 听到这话后七百家立即攻身谢礼 多谢道长 若此次能逃离大门 来日必来静香奈贡 接着几人便迈开不子飞奔了起来 深夜里林子中雾气弥漫 张九首一脸焦急地喊道 已经夜里八点了 距离子师只剩不到四小时了 咱们各显神通 速速前往东方吧 七百家闻言也是一同复合的 没错 我们现在的面相已经不是六阳暗黑四鱼干枯了 而是黑云鸦成无常照命了 就在几人说话间 一阵诡异的阴风吹的树叶沙沙作息 不远处一群女鬼带着一对身披台奖的士兵 正在快速赶了 只见鬼闻了一脸内惑的鼓势 来呀 来呀 来找我玩了 那一脸圣人的面庞微笑地看着几人 这场面看得七百家冒出一口火葱 我靠 大家小心他们来了 这圣人的荧幕下的众人面色一惊 阴兵拦路 难道我们无意间得罪了无常爷爷 然而七百家却颤抖地表示 不 这不是地府阴兵 他们是百战兵魂 就连一项稳健的张九手都慌了起来 看来医院里闹似的 一定是个大家伙 不然地府的百战兵魂怎么可能会出动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鬼屋们怒吼一声张牙舞爪地便冲了滚 看着越来越近的鬼屋 张九手见证连忙吩咐的 快跑 有什么压箱底的逃命宝贝赶紧用 不然此事前咱们可到不了胡家祖地 说着便将失了福音的白玉马匹丢了出去 欲养魂 欲救人 欲碎人平安 哼的一声 马匹落地的一瞬间垫碎的四分五裂 紧急着一匹千里马便幻化而出 张九手见证连忙要求苗阿花上马 别磨蹭了 你们也上来 闻听此言的阿花微微一笑便坐上了马背 位置有限 老色呸 不该在你们自己想办法 咱们胡家祖地见 说完只留下张上登和七百家二人大眼邓小眼地看着对方 然而七百家听后却是不屑地表示 放心 我这供奉百年的神行服不见得比你的玉马差 说着便将手中的福祉地点了张上登 接着只见二人将黄福贴在脚牌处 嗖的一声 两人见不如飞周围的景物在急速下不断地向后倒退 他们很快就追上了张九手几人 而身后的鬼物也在一刻不停地追击着 不多时众人便看到了前方亮的灯光的房屋 张九手欣喜地问道 那里有光 是不是胡家祖地 可还不等他回答 金光四三个大字就映入了众人的眼里 而住持老和尚仿佛早就料到一般在屋前等待 那摩阿弥陀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几位施主随我来 张九手兴奋地喊道终于得救 听到这话的众人当即迈开步子跑了上前 而金光四的一众小僧殿将他们保护在此 只见他们双手隔世口中不断念诵着佛家的经文 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与五卓恶事 献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不苍生 念诵间一个个金色的符文飘浮于空中 紧接着自负缓缓的行长一道防护罩 将鬼物们隔离在外 愤怒的鬼怪当即咆哮地攻击着光照 然而却是堂弟当车毫无作用 见此一幕张九手连忙抬手扣谢道 多谢大师相救之恩 在下莫尺难忘 可空缠老和尚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你们还未拖起 想要击退外面的东西 还需一位小先生相助 听到这话的张九手十分不羁 大师您说的小先生是谁 空缠听后缓缓地答道 我已经派人去联系他了 想必他很快就到 就当二人谈话之时 哼的一声 一道声响服务外传出 鬼物竟试图用自身躯体破开护罩 随着一只鬼物实行之后 其余同伴也一同模仿着发起了进攻 一时间金光护罩被打得通通作响 见此情景 空缠大师的冷汗都惊了出来 这帮聂处一命相夺 只怕我们也撑不了多久 张九手听后当即拿出一块令牌 接着一脸笑意地表示 大师放心我们不会坐以待避之等着诸位相助的 说着猛地将手中的令牌朝前一甩 刷的一声 四道紫色的气息瞬间飞了出去 气体所不知处 鬼物被震得倒飞而出 而一旁的苗族姐弟二人也是一同使出束缚 梁阿花和青年大手一抬 血红的甲虫以及金蝴蝶便扑朔着翅膀飞了出去 只见虫子们张口吐出一团金色的细线 鬼物们接触的瞬间就被束缚在原地无法动弹 而齐百家也没在一旁闲着 只见他将手中的八卦盘一个劲地转动 口中不停地嘀咕着 这里也不是生机 这里也不是 究竟哪里才有办法 就当他在计算之时 一阵不好的预感吸上了他的心头 下一秒一只鬼物突破房门朝着他便扑了过 看着面前近在咫尺的鬼手 齐百家像的浑身颤抖不已 而屋外的鬼物却还在不断地增加 磅礴的鬼气仿佛要吞并了四周一切生灵 见此一幕 禅大师双手隔时 口中的咒语不断地念诵而出 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成队的鬼物造成的附和压得他喘不过气 呼嘶一声 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剑而出 齐百家见状连忙上前进行掺扶 大师 您没事吧 空缠老和尚听后却摆了白手表示无碍 老僧本想立保几位平安 但如今心有余而力不足 还请五位施主从后门离去 我等为你们拖延时间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脸苦意 张九首一脸歉意地说道 诸位 大师慈悲是我们几人连累了宝岔 一旁的七百家也一同附和的 没错 你们先跑 这里交给我们拖着 见此情形 张上登思索一番过后 怕死的他竟率先决定抛下队友转身就跑 张某谢谢大家帮助 日后一定请出世门长辈给你们报仇 说罢就迈开不死纵身一月 见此一幕张九首立即呵斥倒 臭小子你给我闻 可张上登依旧不管不顾地打开了房门 可下一秒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冒出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砰的一声 身影便将他撞得倒飞而出 张上登犹如一条死狗一般跌落在地 一道剑兮兮的声音也随之传了过来 答应 不是我说你 想要抢功劳也不必这么快 你看看 这不就出车祸了吗 行车不规范亲人类两行 定睛一看 唐八爷带着陈大忌几人等过来 而空禅大师等一众僧人 在看到无面的一瞬间便恭敬了行李一礼 那摩阿弥陀佛 金光寺后被小僧见过无心佛祖 闻听此言的齐百家一脸欣喜地说道 那应该就是那个小先生了 我们几个现在面相已经变成了拔盖铃声了 一旁的张九手也是一同附和道 那我们现在是死不了了 何止是死不了 还有大机缘呢 说话兼起百家抬手带着众人恭敬的喊道 八字传人 班山后背 描迪后背 拜见小先生 听到这话的无心当即留下一滴冷汗 我不是 哥哥他才是 见此一幕 齐百家连忙询问道 大师这是什么意思 空禅听后一脸尴尬地表示 这位是无心佛祖 小先生是另一位高人 随即便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对了小先生怎么没来呢 陈大记摸了摸脑袋表示 您不是说只是闹鬼吗 这么一点小事 我自己就能办 别打扰老大睡觉 对了鬼屋在哪里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屋外的鬼屋碰门入 看到屋子里的佛人 鬼屋当即张牙舞找的就扑了过来 见此情形 陈大记惊呼一声 我靠 您和我说是闹鬼 没说鬼剧在庙里起意 说着便从八叶身上一跃而下 手中的弹弓也随之拿了出来 不过来都来了 大家开始干活吧 接着便一拳打在了自己的鼻尖之上 沾染着纯阳之血的子弹 迅速朝着鬼屋们就射了过去 而如玉也提着自己的宝器冲了上前 让你们看看姑奶奶的力量 刷的一声 鬼屋们的躯体被斧子一个横披就成了两半 如玉满心欢喜地想着 好好表现 说不定能让小先生收了我做随从 而无心小和尚在一旁 带领着一众僧人准备分援 还请周围随我一同念诵经文助阵 听到这话的僧人纷纷打了鸡血一般的喊道 皆听无心大僧的指挥 而此时的屋外 浓浓的黑雾侵袭了整个天边 一道诡异的声音也随之传出 待到秋来九月八 只花开后板花沙 话音刚落 风的一声寺庙外的墙壁轰然倒塌 黄朝带领一众士兵缓缓地踏步而来 冲天乡阵透长安 满城镜带黄金甲 带黄朝将口中的诗句念完 一旁的士族立即开口怒斥道 如等山野村夫 见到我家将军还不速速跪拜 说话间 黄朝将自身气势放出 煞奈间一阵星红的雾气弥漫四周 见此一幕 道行卑微的张九首等人顿时被压得匍匐在地 这是天机甲等军魂 黄朝 然而下一命 黄朝身前的士卫纵身一跃发动了攻势 萧小之辈 竟敢直呼我家将军大名 该死 眼看士兵的大刀即将落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东的一声 空缠大师抬手 建议到金光护照震慑而出 我佛慈悲 施主不可在佛前杀戮 可士兵对此却嗤之以鼻 口中不断叫嚣道 杀戮又如虎 我家将军所过之处 方圆百里以内进阶鬼国 见此情形 陈大记立马将手中弹弓拉满叙事待发 我靠 你敢欺负我空缠大义 看我不设报你大裤裆 他就到陈大记手中血液的部分 黄朝当即放下手中的剑想 接着抬手间一道 红光便整出去 吴知晓 黄朝抬手拔出腰间的长刀 看到这一幕的空缠大师连忙转头对着众人喊道 大家快跑 他动了杀意 就在众人准备向后倒退之时 就见黄朝将手中长刀高高举起 锋利的刀尖竟然是对准自己 黑此一声 刀锋插入躯体的声音传出 众人惊讶无比 就连跟随黄朝的士兵也是一脸疑惑 将军您这是何意啊 然而黄朝却不做答复咬着牙将刀防缓地飞入自己体内 这场景看得一旁吃瓜的陈大记也是一脸猛一 他怎么还自嗨上 而他头上的飞鱼此时却虚弱地趴在他头顶切形 吃痛的黄朝支撑不住手中的力等 荒荡一声 大刀重重地砸落在地 黄朝一脸震惊地喊道 原来是太阳逐照的后裔 黄朝失禁还望海寒 说着便转身对着士兵们呵斥道 还不快拜见与神 听到这话的兵将们当即弯腰醒目 口中其声狠道 拜见与神 听到这话的黑鱼只是淡淡地表示 你们打架归打架 别弄坏本座的巢穴 重新驻巢可是很累的 而一旁吃瓜的陈大忌 不经竖起拇指赞赏着 闻听此言的黄朝当即松了口气 黄朝仅遵与神教诲 说着便带着小兵们转身就跑 就连头都不得回忆下 走出寺庙后 一旁的士兵连忙问出心中的疑惑 将军 我们为何要走 那臭乌鸦就那么厉害吗 黄朝闻言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何止是厉害 我神州大地 最古老的神灵就是太阳逐照 它是智阳之气与太阳之精 共同所化的圣兽 是宇宙诸天中最强大尊贵的神明 曾被称作圣神 那乌鸦乃是太阳逐照的后遇 你说厉不厉害 听到这话的士兵当即担忧地表示 将军 既然敌人如此恐怖 我等还要夺取盗藏的希望吗 然而黄朝这时却缓缓地露出一母邪笑 怕什么 他不过是一丝残存血脉 连真灵都要散了 他此刻也就只能勉强与我拼个同归于敬罢 我们何苦给他陪葬 只要我们不忍他 他对我们肯定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时候 得到到葬必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而此时另一点 陈大忌带着众人赶回了龙婆的家中 奶奶 我回来了 人都全部就回来了 可陈大忌敲了半天门后 却是张超为他开的大门 见此情形 陈大忌疑惑地问道 张超 怎么是你 奶奶他人了 说来话长 多亏姥姥救了我 你们先进来吧 在张超说完后 霸九难便从屋内走了出来 见此情形 陈大忌欣喜地冲了上前 老大 我给你介绍下他们 然而九难却抬手管事 大忌你不必介绍 昨晚你出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让灰六哥暗中保护你的灭 事情我都清楚了 说吧 九难转身对着众人抱群行为义礼 诸位受苦 见此一幕 齐百家当即默默地看了九难的面庞 这面相似有大功德 可我竟然看不透这其中的深浅 一想到这 齐百家连忙开口询问道 难道你就是那位小先生 九难被这话说得顿时不好意思了 可还不等九难接过话茬 一只大手便拍在苗阿花的肩膀处 龙婆一脸笑意地表示 好精神的一对姐弟俩 初次见面 老婆子却觉得看你们就清静 你们来屋里陪我唠唠嗑吧 闻听此言的苗祖姐弟 只能干大地跟在龙婆身后 看着三人缓缓进入到了屋内 陈大忌好奇地询问道 老大 奶奶这是怎么了 苗家妹子惹到他了 九难闻言一滴汉字从鹅角滑落 奶奶不是不知理数的人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而屋内的气氛却降到了冰底 你们身负鬼一英国 竟还和我大孙子有关 接下来你们要是不说出实情 那就别怪我老婆子不客气 初次只见龙婆大手一张 一道魂术领域便震射而出 魂首真意 汗天震地 随着术法不断压缩之下 苗家姐弟二人艰难地跪倒在地 可就在这时 梁阿花的本命蛊虫却突然飞出 虫体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残影 朝着龙婆就击射而去 这一声 两道猛烈的攻势碰撞在一起 然而龙婆的术法更胜一筹 强烈的气势将蛊虫震得倒飞而出 梁阿花也一同受到了重创 一口血滴喷洒而出 青年健壮立即上前将其扶起 口中关切地询问着 八子你没事吧 可龙婆却对此不管不顾 依旧一脸冷意地询问道 你们手上的东西究竟是从哪来的 青年听后激烈地反驳道 故我们不能告诉他这些 然而龙婆却缓缓地卷起衣袖 手中的那条蜈蚣纹身 也一同显现而出 这是当年缝住小九 他娘肚皮的那一只蛊虫 你们手上的东西和他同出一脉 恐怕就是小九仇人之物 在几人对话之时 在屋外偷听的九难当即 就忍不住冲了紧 奶奶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真是我的仇人吗 听到这话的苗阿花眼面痛哭 我们是被逼的 当年我和阿弟误入一个山洞中 洞内有位大神通之人 让我们用精血养这虫子塞你 还要随时给他们回报 他想知道的消息 不然就会杀了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人到底想做什么 更不知他是小先生的仇人 一同的青年也是开口气球道 小先生要杀就杀我一个吧 阿弟和阿娘还要有人照顾 闻听此言的九难 按耐住心中的怒意 你们也是受害者 我要杀也是杀那个真凶 在九难说完之后 如玉却开口接过话茬 你们身上这个味道 我在第14处盗藏闻道骨 听到这话的阿花当即附和道 那个人的确最近一直在问我们 关于什么盗藏的事情 九难闻言顿时有了行动的方向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这第14处盗藏了结了这桩血仇 为我一家报仇血分 听到这话的众人连忙开口道 老大我也要去 我也一定要追随小先生 闻听此言的龙婆笑着答复道 有你们帮着小九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这是要从长计议才行 就在众人商讨事情之时 一旁的苗阿花却突然捂着手腕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而他手上那条正在供养的蜈蚣 此时正肯湿着他的血流 吃痛的阿花咬着牙强撑着 见此一幕 龙婆惊呼一声 不好这是邪术反噬 他们刚刚说出了真相 被邪术反噬 说话便指挥起一旁的九难 大孙子快去求松牢去两根松针进来 九难文言立即跑了出去 而龙婆却一把抓起那条大蜈蚣 一把将其扯下 急着转头就递给了胡芬 口中焦急的喊道 乖孩子 把松针和这两只臭虫子一起捣碎了 再让大忌加点纯阳之血进去 收到指令的二人立即操办了几个 不多时便急急忙忙的跑入屋内 将药罐递了上前 达到解药的龙婆立即将其涂抹在苗家姐弟二人的手腕上 随着一阵烟雾挑起 连本身可见骨的伤口竟然缓缓愈合在了预期 得到救治的二人连忙弯腰感谢道 多谢婆婆救命之恩 龙婆健壮立即将他们二人服了几乎 不必客气 要不是我逼你们说出事情的真相 你们也不会受到补充的反噬 听到这话二人如释重负地表示 若不是您 我们现在还被那恶人控制 没错 从今往后我们就自由了 龙婆文言一脸认真地询问道 你们要是真心想要感谢老婆子 就帮我一个忙吧 这幕后之人已经发现邪术被迫 日后说不定还会再来找你们麻烦 这两根松针可以保你们一命 说着便将手中的松针递了出去 我也不求别的 只求你们若有那人的消息 千万要通报给小九 姐弟二人一脸欣喜地接过松针 接着一脸郑重地答道 活泼放心我一定会帮您盯着那人 这次虽然小先生出手相助 让我们逃过了死结 但鬼医院之事终归没有解决 皇朝恶鬼还留在人世 第十四处盗藏也即将出世 我们小队要尽快上报京城 请求官方的支援 到时候我求他们派些厉害的人物来 当婆婆和小先生进入第十四处盗藏 听到这话的龙婆笑着应答道 那就靠你们 而屋外的张上登正偷偷地听着众人的谈话 心中极度地表示 什么救命的小先生 还不是想利用我们的自愿办事 看我怎样向上面的人告你们的状况 在苗家姐弟的误会解除之后 整个小院的气氛再次变回了先前方块的余女 而陈大忌跟张九首的关系在不断拉近 身为热血青年的大忌 对于墓穴这一块十分的好奇 九首大哥 古墓里真的有大粽子 那玩意是不是老下人了 闻听此言的张九首一脸无奈地 看向了张超旁边的三才导师 见对方不说话 陈大忌也随着目光一同望去 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有多么二臂 随即刚大的用着松老的松针踢着大白牙 张九首健壮当即接过话查表示 大忌小友 你这踢牙的物件可以送给我吗 听到这话陈大忌毫不在意地表示 你喜欢就拿去本 咋地 你牙缝也大 也塞牙呀 占了大便宜的张九首顿时欣喜 接过松针 随即从破旧翻顾包中掏出一块古朴的虎符 符印上秀气斑斑 布满了时间带来的厚重和沧桑 虎符露面的一瞬间 整个院子里瞬间充满了战场里热血厮杀的气息 接着张九首缓缓开口表示 大忌小友 我这也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闻听此言的大忌随意地接过拂音握在手中 这是啥玩意 有啥用处 可下一秒他的身体便陷入了呆板之中 一阵阵心红的杀气扭着 从陈大忌的身体里爆发而出 周围的树木顿时被吹得沙沙作弃 而他的模样已然变成了死前的样子 这怪异的荧幕看得众人大吃一惊 可下一秒却见陈大忌抱着脑袋不断地痛哭着 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嚎过后 小院的外围突然刮起了阵阵阴风 无数战马的四名声响彻天际 紧接着一队身披铠甲的部队 缓缓地映入了众人眼帘 我等愿随将军战死沙场 请邵将军发号施令 他们正是当年保护李广将军的百战铁骑 见此一幕 九难肩膀上的黑雨当即睁开双眼 深黑的瞳孔中流露出敬畏的神色 这对雄兵不是战魂 他们一心牵挂陈大忌 千百年都不肯散去的真灵 就在众人震惊之时 陈大忌的痛哭声却越喊越大 见此情形 划九难一个闪身便来到大忌的身旁 接着一把扯起他的衣裳 将手中的苦补打掉 看着依旧昏迷不醒的陈大忌 九难缓缓开口表示 大忌这是在魏清苦涂的刺激下 进入了太中之谜 而他如今到杭低威 心性远远还不足 这才会有现在的变谜 理想到这 九难立即首截剑之口中高喊道 荡荡游魂何处留存 续经一怪坟墓山林 茶落真魂收回附体 无一个仙师之名 积极如律令 随着九难将咒语念完之后 陈大忌这才逐渐恢复了瓶颈 而那上百名战魂真灵 却齐齐翻身下马 恭敬地锯了一弓 随后逐渐消失在了风中 不多使一阵轻松吹来 松老传出一阵似有若无的叹息声 紧接着一道不满生机的绿光 覆盖在大忌的周身 缓缓修复着他的躯体 两分档过后 陈大忌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九难 我靠 老大我的脑瓜子好疼啊 随后指着张九首斥则道 你刚对我的童疙瘩是不是有毒啊 为啥我一触碰之后就晕倒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脸无语 一旁的灰老六忍不住开口吐槽道 小扁犊子 你能不能省点心 说着便将补服挂在了大忌的脖子上 口中严肃地嘱咐道 千万别弄丢了 以后和别人打架 打不过的时候就握紧他 努力回想以前的事情就行了 闻听此言的大忌傻傻地看了一眼福音 接着一脸欣喜地准备开口询问 可黑羽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锋利的爪子一把抓起他的头发 随后便趴在上头睡着冷觉 而一旁的齐百家在看到赵飞之后就两眼冒光 那发黄的手指不断地掐算着 原来我的机缘居然在这个小胖子身上 看着身前这憨厚的小胖 齐百家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这一幕看在赵飞眼中却是菊花一几 心中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这老道是不是有啥不良嗜好 要不找我爸将他抓起来 很快一个晚上变不去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早饭过后张九首等人便离开了这里 而齐百家在临行前将自身的罗盘送给了赵飞 见此一幕的赵飞联想到昨天的场景顿时白手拒绝 可在龙婆点头示意之后才勉强接受 募送几人离开之后 张超感慨万分 话老大 你家的房子又大又好看 我家还是茅草屋 随时都有可能会塌房 听到这话的九难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 张超你可审慎以后就住我家里吧 咱们一起还有个照应 张超眼珠一转还准备客气两句 就被陈大忌夹着脖子给拖走 超啊 你就安心住在我老大这里吧 就在几人嬉笑之时 龙婆突然察觉到了不对 接着就见他迅速跑到了供桌之前 一个接一个上好香之后 便开始掐动指尖念诵口诀 天苍苍 地茫茫 惊异三清香 化作亿万云祥 恭请蚂蚁老姐子现身 可换来却是蚂蚁山里管事的女鬼 再见到陈大忌之后 女鬼连忙开口扑诉道 大少爷 姥姥姥她老人家自从十日前出门后 便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闻听此言的众人当即大吃一惊 九难此时大脑一片空白 就当她刚要询问事情细节之时 一旁的刘掌柜却忽然开口表示 十几日前 蚂蚁老姐姐当时得知 一桩那边有事情后 便亲自过去查看了 难道那时就没有回来了 闻听此言的女鬼连忙附和道 我家主子就是那天出门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听到这话的九难立即追问了 刘大忌 你说的是马王沟那边的义庄吗 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老流头文言一脸忌惮地说道 自上次镇里医院 愤死的人都存放在义庄之后 周围的居民总说 里面能听到奇怪的声响 我当时也去看过 当时庄子里也就几十只孤魂野鬼 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 在警告完鬼屋之后我就回来了 在老流头说完之后 九难心中不适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按理说以蚂蚁姥姥目前的道行 别说这几十只孤魂野鬼 就算是地府的阴差鬼帅碰上了 也能打个有来有回 一想到这 九难立即就准备前往一桩查看情况 见此情形 龙婆连忙开口喊道 小九你先别急 现在大白天的去也看不出什么情况 等天摸黑了后你去也不迟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也是一同附和道 奶奶等天黑了我也跟着老大一起去 说着还拉起一旁的张超表示 超啊 你那三个小弟练得怎么样了 可别丢了小爷我的脸面啊 不多时黑夜逐渐占据天边 天黑之前陈富开着那辆五个圈的迪奥街上 九难几人赶往了马王沟 车上几人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不一会就赶到了马多村存放尸体的异装 此时装外寒风呼啸 风中飘散着雪白的纸钱纸花 这剩人的一幕看得陈富冷汗直流 口中颤颤巍微微地嘱咐道 小九啊你们一定要小心 注意安全 说着便要钻入车内驾车离去 陈大忌见状连忙伸手就要过去拉扯 爹你干啥去 别走了咱也两双管齐下直接将鬼屋拿捏了 陈富文言当即开口怒斥道 你个王八犊子 你他妈给老子滚 说着就一脚重重踹在陈大忌的屁股上 接着便开上车扬长而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摇了摇头 随即便准备进入一桩一探究竟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队穿着白衣的人抬着棺材就走了过来 出于礼貌 九难几人立即站在一旁让出一条道 棺材一到了一桩的门口 大门就诡异地打开了 接着一个老太勾楼着身子就走了 而他边走边撒着纸钱 口中泥南道 东西军 南北城 四方重来接新人 城归城 土归土 墨练故乡亲事录 随着老婆婆将这一切做完之后 那群家属这才从一桩内退了出来 在一番嘱咐过后 死者的家属这才依不舍地离去 件事情已然解决 老婆婆这才有空里会一旁的九难几人 你们几个小 就是刘老头说今晚过来查试的吗 九难文言恭敬地行了一礼后 才将手中的引荐信递了上前 赵奶奶 刘爷爷要交代的东西都在信里 老婆子默不作声地看完了信件的内容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赶到这里了 原来是龙老姐姐的孙子 不过这里可不简单 你们小心点吧 赵婆婆说着便点燃香火 围着屋内所有的棺材走了一圈 老几位 今晚家里后被借的地方半点是 如有打扰面在老婆子 这么多年伺候的情分下 还请诸位都不许生气 说罢便将手中的香柱插入棺材前的碗中 随后又朝着前方拜了三拜 而棺材里却忽然传出一道声响 好似在回应她的请求一般 做完这之后 赵婆婆对着九难嘱咐道 逆庄中的住客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午夜十二点十 一定要准时给他们烧香开饭 记住一定要把门打开 让住客们出门转着消散怨气 在他们出门后必须及时将门关上 防止孤魂也鬼进来揪占雀巢 等到了因时之后再把门打开 让住客们进 九难仔细听着将事项一一记住 赵婆婆看着她认真的样子 眼中充满了心声 随后便缓缓地转身离开了这 见此一幕 九难立即取出先前准备好的供品 将其全板放好之后便开头询问道 各位前辈 晚辈家中老人来贵宝地之后 就再也没人应许 还望前辈们多多担待 说罢便开始观察起四周的情况 屋子内很大 各种富有年代感的陈设早已变色腐烂 九难认真的一一观察着周边 而在九难几人前往一桩之后的深夜 他的叔叔王三却忽然泛饼 那干枯的嘴唇不断地开合着 仿佛在交代着后世一般 这一幕看得他媳妇掩命痛哭 一旁的龙婆看着卧倒在床的儿子心痛不已 都说子女是母亲的心头肉 更何况是年事已高的龙婆 两次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使他心里憔悴 可自小信送尚不无助的他 对于生老病死这种大事 都认定为自然规则 因此他不敢用出自己的道行 来窥测王三的阳寿 泪水只能默默地从眼角滑落 就在这时 臣妇开着车子便赶了回来 得知事情原委的 他立即带上王三就准备去医院看病 一直在旁边注视的胡菲尔 见龙婆一家难过的样子 自己心中也十分难受 于是他从一旁的衣柜中 找出一件王三的衣物后 就默默地跑向了小院的后山中 而如玉见状也立即跟上了胡菲尔的步伐 胡姐姐 你是要使用定魂数秒 那可是得消耗你很多受原因的法术 文婷此言的胡菲尔一脸坚毅地表示 奶奶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看着她老人家伤心 未经世事的如玉这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现在她终于明白 龙婆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平日里 沉默宝文指挥微笑的姐姐 就在她思索之际 胡菲尔那铿锵有力的声响就将她打断 如玉妹妹 给我护法 说法只见胡菲尔御手一抬 以我血脉先祖之名 请催促军高抬贵手 定魂数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山谷中阴宗四起 浓浓的黑雾不断攀升 黑雾中各式各样的怨鬼随意地飘走 他们目光狠立地盯着二人 仿佛要将他们生疼活过了一半 见此一幕如玉当即换出本命反戏 一脸凶悍地盯着面前的鬼雾 可想象中的打斗并没有发生 鬼雾们看了眼王三的衣服后 就不再理会转身离去 而那件衣物也瞬间燃起雄雄烈 见此一幕胡菲尔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我是不是帮了道忙吗 反而害了三叔 就在他惊慌之际 听风中缓缓走出一道身影 来人正是胡仙家的黑妈妈 只见他一脸慈祥地看着菲尔 傻孩子 你没事的 你只是数法失效并没有反噬任何人 更何况那一家人的事情 还不是你现在的道行能插手 而此时另一边的公路上 就人心切的赵爱国将车子的油门踩死 可就在这时 一群鬼物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见此一幕 赵爱国立即将车子停下 接着开口提醒陈傅快点逃离这 就在鬼物即将触碰到他胸口之时 只见赵爱国身上金光炸现 强烈的光芒震得鬼物倒飞而出 二人见状当即就准备带着王三跑路 与此同时在家中的龙婆 也仿佛察觉到了不对 只见他迈着不子急忙来到供桌前祭拜 家中遭遇大难 各位仙家还请速速帮忙查探 小院中 胡青山等人立即赶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接着发动家族全部子弟 全面搜查陈傅几人的踪迹 这庞大的规模惊动了城隍妙的管事 再看了一眼 不及上陈傅二人的羊兽还在之后 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可他却忽略了一旁将主第三个字 已经变得鲜艳无辜 而公路上逃亡的三人 还不知外界的动荡 就在他们即将被鬼物触碰之时 王三的身躯忽然迸发出一道刺眼的亮光 猛烈的洋气烧得鬼物们嗷嗷惨叫 王三那销瘦的身影 缓缓地站了起身 先前眼中的魂拙早已消散一空 许而代之的是 闭靡天下的帝王之色 只见他抬手一面鬼物们 瞬间爆炸而亡 强烈的气息引动着周围的一切花草树木 就在这时一阵阴风呼啸而出 紧接着一群黑影踏驳人 他们单膝跪地恭敬的喊道 五等待见帝君 千年一梦 恭贺帝君冲破胎中之民 王三对此却不屑一步 他缓缓地看了眼妖间的护肤 那正是龙婆担心 自己儿子病情制作的护身符 以自身气血惊元 月夜祭拜铲粗 往日的一觅目映入了他的眼中 接着就见他对着手下吩咐道 都散了吧 等我指令 刷的一声黑影袭袭消失在了天边 只留下王三独自看着护肤感慨道 只要娘还在是一天 我就永远是你的儿子王三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王三就带着臣妇二人回到了家中 看着面色憔悴的龙婆连忙开口安抚道 娘 俺的病都好 您不用操心了 龙婆文言两行青泪当即留了下 没事就好 快快进屋歇息 而另一边的九难正在一桩内 四处寻找蚂蚁姥姥姥的线索 可就在这时 陈大忌头顶上的黑羽却愤然起身 那双深黑的瞳孔紧紧盯着九难心中暗想着 这位帝君如今还未成长起来 这跨越千年的宿命之战就难办了 就当黑羽在为九难担心之时 一桩里的老实挂中此刻传出一道生计 不是一道 九难连忙按照赵婆婆的指示逐一给棺材上香 接着又打开大门让鬼魂们出门遛闻 做完这之后九难就将大门牢牢紧闭 防止孤魂野鬼进来纠战雀巢 可不论他们在一桩内怎么找寻都没有蚂蚁姥姥姥的线索 就在几人灰心之时 一桩内的一个鬼魂却缓缓缓开口说道 当时一桩外围大物弥漫 有个手握烟杆的老太太在和一群手持炒板的官勇缓架 得知此事的众人当即就决定打到鬼府将消息告诉伦 在接回驿庄内的住客后 九难几人坐上八叶幻化的蛇身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第二天一早 天天饭起一丝于杜白 早早起床的王三正在清理松老身上的积血 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也是这家的人 以后的事情 还望您老能够一碗水端平 松老听后却默不作声毫无波澜 片刻之后才传出一声似有若无的叹息 就在王三嘀咕间 九难他们就已经走进了院子 看到健健康康的王三后 九难先是一愣 接着一脸欣喜的喊道 三叔你终于好了 然而王三在见到九难对他的关切过后 脸上却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神色 对于小九又粘识的记忆又加深了几分 接着黄黄开口说道 小九 书好长时间都没听你叫管三叔了 九难文言连忙拉过王三的手臂认真打脉 发现没有异常后就笑着回道 怎么会呢 三叔您病了这么多年 我不是每天早上起床后都先来看你吗 还不等王三开口回话 九难就推散着他回到了屋内 三叔你虽然病已经好 但身子虚弱还是要多多休息 此刻王三的内心无比纠结 从九难第一次转世开始 三岁就被他抹杀 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复杂 看着忙前忙后的九难 江楚帝这位人族帝君一时间百味杂陈 皇直快些成长吧 希望几年后你能越马仗剑 作为平等的对手站在吴的面前 这就是宿命 最是无情帝王家 江九难 记住不要向任何人低头 你可是曾经骑在吴肩上打闹的男人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吴的图腾烈焰之下 而九难在安排完王三之后 便开始向龙婆汇报蚂蚁姥姥的消息 在得知姥姥设计到关永和朝板之后 龙婆眉头紧皱 蚂蚁姥姥姐姐这是招惹谁了 按理说这方圆千里没有东西能困住她 听到这话的九难立即附和道 奶奶我明天去趟蚂蚁山看看情况吧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陈大忌突然大喊一声 我靠大家快来看了 咱家又闹鬼了 此时院外两个鬼差恭敬地站在屋外 见九难等人出来后 他们纷纷开口表示 诸位大人 小人奉楚江王之命 机拿过阴人回唐寿审 此话一出院子中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 无心小和尚更是紧紧抓着九难的裤腿 生怕他离去 只有陈大忌双手环抱一脸尴尬地回应道 两位大哥 你们这是来抓我和老大的事吧 鬼差在见到陈大忌的面向后 就吓得冷汗直流 心中一万头小马崩腾而过 这他奶奶呢 竟然要提审地府的少将军 看着越来越靠近的陈大忌 鬼差们立即拱手表示 那个我们拿错文书了 这就回去重新复合一下 打扰到诸位大人休息 环望海海 就在两位鬼差转身就要跑路之时 九难却抬手缓缓地行了一礼 两位差官所言属实 先前正是我兄弟三人无意间犯下的错 我等这就准备一下 跟你们一起回殷司地府了结了此事 说话间 龙婆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前往地府的装备 九难身穿道袍 鞋背着杀身战刀 陈大忌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 两个鬼差见状一脸黑线 从古至今 谁家囚犯是从头武装到脚 就在他们即将出发之时 小院中忽然吹起一阵阴风 无头将军带着一群鬼兵迅速赶 只见他们对着化九难等人恭敬的行为一礼 无等拜见少将军小先生 受光华娘娘所托 前来转赠兵器雷木法见语状声色 另外 属下已在少将军行程路径安插了三位将领 少将军只管放心前行 无需顾及其他 这场面看得二人不知所措愣在了原地 黑妈妈健壮嘴角微微翘起一点弧度 你们记住一件事 此次前去只管领赏即可 先前小九斩杀了扰乱两界秩序的罗梦红以及法庆佛陀 听到这话之后二人这才松了口气 事已至此两个鬼差只能欣然接受 只见他们大喊一声 音差上路 生人回避 随即换出几道铁链就准备给几人戴上 灰老六剑状当即开口喝赤道 兵差大人 此举不妥卖 我家小先生又不是犯人 你这不就直接定论了吗 你且用诗者法器仔细看看我家小先生 闻听此言的鬼差当即掏出一面铜镜查看 此时九难的周身灵气环绕 眉心处一团火焰印记引人注目 这是智人王族 一看到这 鬼差下的抬手喊道 小人无知还望大人赎罪 九难见长连忙开口碗俱道 你此事代表地府威严 万万不能败了 在众人一番嘱咐过后 九难几人就踏上了前往地府的道路 而此时另一处的雪山顶后 王三远远地注视着九难等人 无知一脉 出行当有威严 骑成一条青蛇城河体土 也罢 既然皇旨喜欢 本帝今日就成全乳 说着只见他抬手一挥 一道金光朝着长八叶就打了过去 已无血脉之名 乳当生无爪化金龙 呼啸天地互无子职 若敢生出二喜 食乳之肉 情乳之皮 打入九幽之玉 永不超生 随着帝王之气的灌入 八叶撕心裂肺地咆哮着 周身迸发出耀眼的金光 一阵响亮的龙鸣声从他身上传出 见死一幕 九难立即明白八叶的大纪元道 在金光不断地刺激下 九难身上的血脉之力也彻底被激发 只见他抬手结出一道反应 接着迅速打入八叶的体内 一喜樊驱风云变 如为苍龙冻九天 已无血脉之名 龙鸣风症 一世间天边金光大作炸雷轮鼓 天地间风起云涌漂泊大雨倾盘而下 长怀远见状连忙恭敬的行李道 多谢小先生成全之恩 我长家世世代代不敢忘记 而此时的九难 由于处在血脉之力激发的状态下 看着身前恭敬无比的长怀远 九难下意识点出一指 半空中赫然多出两行诗句 折龙以惊灵 一笑动千山 如若同风起 天下莫等闲 金字闪着亮光 汇入长怀远的体内 下意识 只听一声响天震地的龙鸣声炸响 长怀远化为一条蛟龙直冲云霄 这身人的一幕 看得两个鬼差直接傻眼 而一旁吃瓜的陈大忌 却是一脸笑意地看着热闹 不作时 汹涌的雷霆渐渐消散一风 两条庞然大雾从天而降 获得大纪元的长怀远率先幻化出了人身 此时的他白衣圣血周身灵气萦绕 小先生的大恩长某无以为本 就在长怀远表达着谢意的时候 轰的一声 长八爷的身躯猛地砸落在地 见此一幕众人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八爷还是那个八爷 依旧是先前那条大青蛇 浑身上下连个龙的影子都没看见 然而长八爷却不以为意 摸着个大脸蛋子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口中却是不屑地吐槽道 他奶奶的谁这么坏 居然敢暗犯老子 咱跑着跑着就飞了起来 还平白无故挨了盾没劈 此时雪山上的江楚地听后 却是无语至极 气得他直接转身离去 心中暗骂了一句 朽目不可雕语 然而事实却是长八爷自身 不愿风筝化龙 对于风筝失败的情形 九难也是第一次见 好奇的他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长大哥 八爷他为何不能风筝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缓缓地叹了口气 小八自己心中不愿 仅此而已 说着便转头轻声开口询问道 八弟你和大哥说实话 为何不愿成风化龙 可是心中有事 或者牵挂着什么 听到这话的八爷一脸心虚地不敢作声 扭念了半天才挤出了一句话 大哥 小八觉得话龙没什么好 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更像咱爹咱娘 每次看着自己 我总能觉得爹娘就在身边 寒怀远闻言神色瞬间一变 六年时一幕幕的记忆涌上了心头 接着只见他一脸心疼地看着八爷 口中柔声地安抚道 八弟 大哥确实不如你 等这次过阴之后 就算寻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仇家 将他们带到父母林前为他们报仇血恨 见兄弟二人感情深厚 陈大忌也忍不住开口喊道 报仇 必须报仇 谁敢欺负长大哥和八爷 就是不给我忌爷的面子 话音刚落 四周固然传出阵阵马蹄声 眨眼间一队装备精良的部队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只见他们将手中的武器纷纷摆好 口中不断地高喊道 看魂铁骑 拜见少将军 如此夸张的场面看得陈大忌一脸惊讶 紧接着一队身披轻甲的骑兵缓缓踏出 他们担心对着九难行跪拜之礼 将军未挂风猴云 腰下长拳带血刀 天狼铁骑全体败谢小先生风正之恩 见此一幕 九难缓缓开口铃唱道 醉里挑灯看紧 梦回吹脚连吟 八百里分灰下止 武士仙翻赛外声 沙场秋点兵 话音刚落四周瞬间响起了号角锣鼓的敲响声 先前帮助九难诛杀张良的李广将军也赶得过来 也不犹豫 带着手下掉头站到了军队的前面 很快众人便来到了黄泉路上 此时的梦婆一脸笑意地望着众人 面对这个和蔼的老人九难心中那股亲切感油然而生 小子拜见梦婆大神 梦婆轻轻点头对着众人打了声招 接着转身对着九难轻声开口道 娃娃你如今已是智人皇族 怠慢了你 老太婆怕别人笑话我不懂礼数呢 九难一边谦虚地摆手回敬一边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婆婆 怎么最近几日 总有人说我是智人皇族 听到这话的梦婆黄缓地叹了口气 如今那位帝君已安醒了 贵府一脉内幕就此拉开 现在告诉你倒也无妨 就在梦婆即将开口解释之事 日游神温良带着一对鬼兵突然闯过了 放肆 闲杂人等居然敢在那河桥头巨重 你们是在蔑视我地府威严吗 还不速速离去 然而众人对此却不以为意 见此情形 温良只好拿出一卷书信 口中戏谑的海盗 本神奉命前来缉拿要算 即换出真身就要展开进攻 可就在这时一道宏伟的声音忽然将其打断 听到这声响的众人皆是心中一惊 见此一幕的温良当即下的冷汗之流 然而中奎对此却毫不理会 转身对着九难开口询问道 小先生近期可以向安好 听到这话的九难连忙攻身行李道 小子无知 给诸位大神惹麻烦了 中奎微微一笑表示无妨 在一番客气过后 中奎缓缓开口道出了目的 我与崔绝兄奉命审查小先生 少将军过阴之事 因此是牵扯到孟婆大神 不敢请大神一步 咱们就在镇奈河桥上完成严军所托吧 孟婆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见众人都无意义中回大手一张 周围阴风四起两大判官高居守卫 左右两旁九名英帅各站一边 九难等人站在下方空地之处等待着审判 趁着还没开堂的空袭 作为陈大忌前世好兄弟的英帅立即出烟提醒道 少将军别怪本座没提醒你 一会上堂之后 一定要闭上你的臭嘴 七眼 八爷可是憋着劲要打你吧 嗯 要是不想挨打 记住一句话都别说 陈大忌文言立即拼命点头表示明白 但是他却忽略了黑妈妈临行前说的那段话 其实这次过堂事宜 七夜八爷早就和胡三太爷黑妈妈等人商议好 无非就是做个样子给天下人看 这一切都按你叮好的剧本上演就行 计划中 黑白无常爆打陈大忌这出戏才是重中之重 可惜的是在开堂过后 由于先前听从好兄弟的言语 无论主什么怎么逗他开口说话以及找他的毛病 可陈大忌就是死活不说话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眼见案子即将了结 见陈大忌这小子还不上讨 性格直爽的范吾就立即起身怒斥头 堂下要犯陈某位和三间七口 不回答诸位大人的提问 莫不是藐视公堂 来人哪 给本座重打五十大板 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 原先定好的计划当即就执行了起来 随着霹里啪啦的声音传出 陈大忌那杀猪般的叫声也随之传来 我靠 鬼生之年能有心暴打少将军一顿 够他们向同僚吹一倍 不多时 在钟馗一道拍板声落下之后 周边的士兵纷纷敲锣打鼓 松化九难一行人还仰 而陈大忌却是一脸诸葛像的不敢吱声 几人坐上八爷的蛇身便回到了家中 龙婆和其余四仙家存在院子里等待 再见到九难回来之后 龙婆欣喜地上前查看情况 九难也跟众人详细地描述了 此次过因的全部过程 接着便问起了蚂蚁姥姥的情况 灰老六听后一脸凝重地答道 小先生 关于蚂蚁老姐姐的事 我已经找大护法帮忙推演过 如今已知他被困在雪山之中 虽没有生命威胁 但是困住他的居然是秦勇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开口问道 不是吧 这可是关乎祖龙的事啊 姥姥去他家盗墓被人逮住了吗 听到这话的灰老六连忙将一把泥土塞入大忌的口中 小给犊子 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插足 而九难对此却有着自己的定论 只见他摸了目深厚的杀生刀 想起了白起将军先前所说过的人 难不成是范居 在九难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 众人当即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而胡青山却是一脸坚毅地表示 一定是他 没错了 小先生从你接受了白将军的嘱托开始 冥冥之中就和范丞相有了因果牵挂 他会来找你的麻烦也是正常 由于九难血脉特殊 除了秦春好学聪明绝顶以外 血脉的力量让他对很多事情深而知之 而范居先生乃是一代纵红大家 若真是他可就不好对付 就在众人商讨计策之时 陈大忌的手机却突然传来响声 接通电话后 不平小道士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大忌哥我这边现在被鬼市的厉鬼给盯上 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围一下 说着便将自己的地址报完后 就因信号问题断开了通话 文听此言的龙婆一脸担忧地说道 阴阳混居 鬼市出现 这可是要出大事 咱们得抓紧处理 然而九难却为难地表示 可是姥姥他那边现在也很危险 听到这话的灰老六微微一笑 家里的事情小先生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如今长老弟已经画龙登天了 再加上胡老哥 就算真的是饭剧也能应付上的一二 先提到了自己 长怀远当即附和道 小先生尽管放心行事 长某必定协助几位兄长帮麻衣老姐脱离险地 对于自身实力认知的九难连忙开口感谢道 那就拜托诸位 说罢就招呼其一旁的八爷准备出发救人 八爷文言也不多废话 只见他抬手捏出一道反应 刷的一声 一条青蛇巨芒显现而出 随后一把卷起九难几人便直冲凝消 经过上次风筝后 虽然八爷拒绝了成龙的机会 但对他自身实力提升却有了质的进步 四百多公里的路程 长八爷只花了两个半小时就赶到了 落地之后九难立即联系起了呼平 二人约定直接前往赵立刚购买的凶宅外碰面 不多时众人就在宅子前会合 由于最近郭英加上连夜赶路的原因 九难在和呼平简单说了几句后就倒头呼呼大睡 赵立刚健壮 拉着呼平就到了门外 表弟不是哥哥我不信你 只是这三个兄弟比你还行 能靠不过 咱家的事情这么麻烦 别害了他们 呼平听后却是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点头让他放心就行了 等九难几人醒来之时已然是深夜子时了 墙上的老师挂钟不断地敲打出声音 此时正是阴阳交汇的时候 窗外刮起了阵阵阴风 漆黑的雾气不断翻语 知道鬼市出来的呼平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下 口中支支吾吾的说道 爸老大鬼市出来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记好奇地往外走看去 此时屋外属不清的恶鬼在周边游荡 在注意到有人看他们之时 鬼屋们当即展露出自己死前的样貌 见此一幕的陈大记当即吓得冷汗直流 我靠 这什么玩意啊 这么瘆人啊 说着便要推开大门准备出去找他们算账 呼平见状连忙出声准备扶指 爸老大这可是鬼市啊 相当于半个鬼城啊 一块劝劝陈老大 不能这么硬碰硬地干了 九难听后却笑着摇了摇头 接着便跟上陈大记的脚步走了出去 先劝说五果众人也一同跟了上前 屋外的街道上百物弥漫 路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摊小贩 此时他们都如同雕塑一般一动不动 就连一丝一毫的呼吸声都没有 街道的镜头树立着三尊诡异的雕像 他们长相怪异无比 脚下还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类肢体 九难一脸警惕地提醒道 大家小心 这是三大凶物 藏门 教客 天口 他们三个既是维获一方的邪恶 就当众人商讨之时 一道癫狂的声音从雕像里传了出来 天堂有路你不足 地狱无门自来头 话音刚落 原本寂静的鬼是顿时热闹情 行人伤犯的叫喊声不绝于耳 这场景切换的速度使得九难几人愣了一声 在九难的受益下 呼频悄悄地拨打了帽子叔叔的电话 然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弹出没信号的提示 这一幕看得呼频眼泪都流行 而陈大忌头顶上的飞鱼也同时睁眼瞄了一眼雕像 接着张口发出只能他和九难能听到的声音沟通着 小先生 若是不可为 你们先走 他们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说吧 飞鱼周身动发出一股令人绝望的死气 在这绝境之下 呼频倒是激起了些许勇气 曲曲障眼 也敢在道爷面前卖弄 说着便单手掐 随即一口咬破了舌尖 破除虚妄 明见本心 给我破 刷的一声 一道血剑飞出 可周围却并没有丝毫变化 长街还是那个长街 四周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 这一幕看得呼频惊讶无比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九难节 就连鬼式的群鬼们都一脸戏谑的吃着瓜 小无心见鬼物们对九难抱有敌意 只见他缓缓地走了上前 一道稚嫩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 那摩阿弥陀佛 施主稍作休息 还是小僧代劳吧 就把无心小手一张 疯了一声 一道金光佛印瞬间打出 但原本繁华古朴的街道瞬间破碎一空 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建筑 一股恶臭飘入众人鼻中 而那些路人商家也不再像先前那般和蔼可亲 他们一个个面色争鸣地看着九难解人 那圣人的面庞以及残破的身躯 看得陈大忌差点吐了出来 哎呦我靠 光头哥你这是大便活鬼 一向胆小的长八爷立即开口询问道 小先生 要不咱们就听小道士的先报官吧 此时的恶鬼还不知道在无心的佛法加持下 九难等人已经看透了此地的真相 听到八爷提到自己 孤平也是一脸小心地表示 话老大 这里已经不是普通的鬼市 已经形成一方古国了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见大家都产生了退意 九难面容肃穆双目满是杀气地 看向长街镜头的三座雕像 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尽力斩杀就是 随后来到长八爷的身边 轻声安抚道 八爷稍后若实在危急 记得带上大忌他们先离开 闻听此言的八爷刚要开口劝说 但在看到九难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后 便又将话语咽了回去 而长街的镜头处 那三座凶物也在轻声地交谈着 丧门一脸俱意地说道 天狗 我们真的要灭杀这几个小子吗 那几个小毛还不说 就刚刚出手的小和尚就不好对付 世界鬼仙 一个和尚竟然能修炼成鬼仙 还有那只乌鸦 本作要是没看错的话 好像就是以前蹲在转轮王殿前的守护神 他一族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真要发起风来 我等还需仔细应对 听到身旁同伴切诺的发言 天狗激讽一声 你们两个是胖子 仔细看看领头的那个小 他可是智人皇族 吊客和丧门在听到这话之后 立即就要起身逃跑 天狗见状连忙开口制止道 本作话还没说完 你们慌什么 他虽是智人皇族 却是衰落的一脉 而且连续被另一脉灭杀数千年 如今只有这一位残存 谁要是能将此毒苗斩尽 必将受到一位帝王的亲口风筝 那可是智人皇族的风筝 在这个末法时代 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机缘了 话说到这丧门和吊僧 两个眼中充满了灿烂 三兄相互对视一眼后 便开始商讨起了技术 而九难一行人 也在恍恍往长街镜头走了 一路上那些商贩们 都在展示自己的商品 几位客观留步 常常俺做的包子 九难虽面带微笑 但都是闭口不达他们的话子 寻鬼见九难几人都不买东西 只能一脸失望地远远跟在了后头 张超健壮当即开头念叨着 死人 担抖声 北斗死 无奉御帝之令 差如起身听我所命 三才导师给我出 话音刚落三句干枯的行尸 瞬间从天而降 接着便对着身边的鬼物们 展开了进攻 而小无心健壮立即念出了 佛家的咒语 试图安抚鬼物 苦海无边 回头是爱 众位施主不可伤害小僧的哥哥 随着火光一点点破散 原本阴暗的鬼是一时间 被驱散了许多 可当这些鬼物越聚越多之时 小无心的法力也有些许支撑不住 见此一幕 无心转头对着九难说道 哥哥你快跑 小僧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说罢只见他小手一挥 一座莲花台便飘到了九难面前 他是想牺牲自己 送九难几人离开险地 九难听后捏了捏无心的小手 对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无心 你做的够多了 停下吧 剩下的交给哥哥 说着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长巴影 一会我会用北地杀鬼助手 破坏一线生机 已带着大家赶快离开 炎帝 九难周身的气势在不断地攀升 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淡然有礼的君子 而是杀伐果断的帝王 就在九难抓起铜钱剑的那一刻 便在家中的王三立即有了改革 皇植 如当杀伐果断 小无心见状立即将身前的青铜面具 贴在九难的面颊之上 哥哥大膳 本该行非常之势 但如今修罗尽出 只管杀伐即可 无心说完就再次盘坐在地 口中念诵起了地藏轮回经 九难周身金光流动仿若黄袍加身 身后的轻松遮盖整个仓裙 金色的巨龙不断地咆哮着 匹夫一怒 血剑三尺 君王一怒 服侍百万 这强烈的气势震得厉鬼们节节后退 就连曾经维护一方的凶神都惊得不敢乱动 这就是智人皇族梦 还未冲破胎中之谜就有如此威势 看着身旁哆哆嗦嗦的同伴 天狗冷笑一声 厉害又如何 他毕竟只是个储君 只要在他没成帝王之前 咱们三人合力就可以将其灭杀 就在三兄迟疑之际 九难缓缓张开手掌口中霸气的喊道 杀声到了 刷的一声 妖间的杀声战刀瞬间飞到他的手中 面前的厉鬼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斩成了两代 这一幕看得鬼屋们纷纷后退让开了一条路 九难将战刀对着三座雕像一指 你们三兄都出来 随着一阵阴侧侧的奸笑声存粗 三道七黑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那猛的一刀斩出 给我死 而一旁的陈大忌也是瞬间拉弓射箭 看小爷我扎你大裤裆 就连无心小和尚也立即甩出佛印打过去 三兄万万没想到 堂堂之人皇族竟然不讲武德了 在三鬼错愕的目光下 猛烈的攻击竞数攻击在了他们身上 天狗立即放出护盾减免伤害并试图反击 然而九难却不给他们机会 只见他朝着长八爷大喊一声 就是现在 八爷快带着大家跑路 说罢便一步上前准备给众人断后 可长八爷早就有了打算 大尾巴直接一甩便将九难牢牢捆住放到了背上 随即便腾空而起消失在了天边 知道三兄实力的九难立即将铜钱剑朝天一指 天地有神灵 神灵化清风 清宗无踪迹 送入万里行 积积如律令 神行术 给我出 话音刚落 长八爷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陈大忌更是被狂风吹的嘴子都变了起 而地上的三兄对视一眼 皆是无奈地站在寒风中无语至极 一路上八爷没坐停留 只花了两个半小时就来到了龙婆的小院之中 怕打扰龙婆睡觉的众人 都是捏手捏脚地讨回各自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九难便将鬼市中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龙婆听 而房间中的王三听后却是愤怒无误 知道小九是我之人皇族还敢加害于他 这凶神是做够了吗 说话间王三将墙上挂的猎枪给取了下来 接着便对着龙婆开口招呼 娘 按上山溜带一圈给小九打点野狗补补身体 在得到龙婆的同意后 王三缓缓地走到了村外 接着一步迈出就消失在了原地 一路上王三将缩地成寸的竖法用到了极致 数百公里的路程他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 很快王三便来到了九难口中的凶宅之外 看了一眼平淡无奇的街道之后 王三抬手一挥 给我现 话音刚落原本只在午夜出现的鬼市 就这么被活生生地给拉了出来 鬼屋们迷茫地看向四周 当他们注意到半空中的王三之后 立即吓得匍匐在地不敢吱声 而那三兄健壮立即双膝下跪口中陪笑道 小鬼拜见帝君 不知帝君清零 接下来吃罪该万死 王三文言缓缓开口道 你确实该死 为何明知他是无知一脉 如等还敢加害于他 天狗健壮当即迷茫地打倒 不是说两脉互为仇敌 不死不休的吗 此话一出 王三原本淡然的脸上顿时不满的怒泥 整个鬼市上空 瞬间风起云涌电闪人 放肆 居然敢往家揣测无的心思 出手残害之人王福 说把王三一掌轰出 天狗的身躯当即被炸得只剩一旦 拖着残阔不堪的躯体 天狗匍匐在地不断地恳求着 帝君息怒 小人这就收了鬼市狗活到深山中 再也不敢出来害人 听到这话的王三缓缓抬手 收起了天狗所掉落的血涕 随后转身就消失在了三兄眼前 回到家后的王三又恢复了 先前那副老实人的样子 九难几人在院中商议着事情 就在这时 回老六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 在看到九难和龙婆之后 立即弯腰行李道 见过龙婆 见过小先生 九难文言连忙上前将其拉起 接着一脸好奇地询问道 六哥现在可有姥姥的确切消息 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回老六深知九难的孝心 立即开口达道 都弄清楚 麻衣老姐姐被纵横家的秘书 八门横纵困在了爱劳山里 金山大哥推算过 三天后的月圆之夜 就是破阵救人的最佳时间 九难文言气愤地摸了下身后的杀生刀 纵横秘书 果然是范居搞得鬼 在屋内的王三听后立即走了出来 你们在说谁啊 范居是哪个村子的 是欺负咱家人了吗 陈大忌文言立即接过话茬 三叔 范居不是咱这嘎嘎嘎嘎 咱们过几天去救老老师 你也跟着一起去不 到时候用咱家的土枪 直接给他一枪抬走 王三听后却是笑呵呵地硬打着 行到时候啊 跟你们却瞅瞅看 说吧 王三便再次回到屋内做起了晚饭 在注意到众人没有看他这边之时 王三将兜里的三滴血液 连着葱花一起放入了锅中 随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我能给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希望宿命之战来的时候 你们不要怪我 在吃过晚饭后 一片孝心的九难 还是决定提前查看下那边的情况 于是他便带着灰老六等人 赶往了雪山深处 漆黑的夜里 周围阴风阵阵怪异的叫声不绝于耳 浓浓的迷雾中 却传来一股腥臭的气息 见此一幕众人结实一愣 长霸爷更是吓得躲在了一旁 英宗中黄缓地走出一对送葬的人 他们当中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其中更有画着一对大三红的指人 在周围不断地穿梭着 最诡异的是 队伍的后方十几个面色铁青的恶鬼 正抬着一口血红的棺材 棺材的四面正写着 天地人神鬼 毛铃银欲昆 看到这十个字 九难云银感觉特别熟悉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而陈大忌却是在一旁 唧唧扎扎个不停 我靠 鬼死了也出病了 真是长见识了 这叫喊声 顿时引得送葬队伍有所察觉 其中领头的直接就朝着众人走过来 浮身无量天尊 主上正缺两个金铜引路 你们两个刚好合适 脑袋不灵光的陈大忌 立即问起了身旁的长八爷 八爷这个金铜是啥意思 长八爷文言福尔无语的解释道 鬼的意思是要把你和小先生一起带走 给那棺材里的东西当奴隶使唤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当机勃然大怒 我靠 这王八独子竟然敢让我伺候他 就在大忌吐槽之际 九难终于想起了那十个字的来历 接着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表示 眼前队伍的主人 一鬼寻道 五仙五重俯关 又有九九级英鬼王送葬 这排面千古以来没有第二人能用上 说罢九难转头给了长八爷一个眼神 八爷立即心领神会地准备变射跑路 就在众人严正以待之时 道葬先生 而那原本靠近九难的送葬队伍 也立即掉头静止朝着道葬的方向冲拳 见危机解除的九难重重地松了口气 一旁的灰老六却躬身朝着九难行了一礼 前些日子我曾说过 重宝既然出现在了北国 自然是归小先生所有 哪怕拼上我回家全体也在所不惜 说罢便命令起身下的小老鼠 去召集族人 但凡有百年以上到行的都过来 收到指令的小鼠鼠立即点头就要跑走 可九难却一把将他捧起 六哥你有把握对付刚刚那个轻视官吗 灰老六先是一愣接着摇了摇头说道 老六我没有丝毫把握 唯有以命相搏 九难听后见没以名 六哥是想让所有的子职一拥而生 不惜自身性命你要为我骨口驳食吗 灰老六缓缓地点了点头 先生大恩 回家无以为报 在大纪元下 唯有赴死争取 还请小先生不要阻拦 见此一幕的九难弯腰轻轻将小老鼠放下 既然六哥心意已决 做弟弟的自然不敢捂命 去吧 哥哥先行 余地定紧跟其后 咱们同身共死 听到这话的灰老六顿时陷入了迟疑之中 九难见状缓缓露出一抹笑意 六哥 要是小弟我用性命给你剥个前程 你会如何 灰老六文言当即就要不复下跪 那怎么可以 纵使成先做主 日后也要备受煎熬 生不如死 九难上前缓缓将其扶起 六哥我也一样 一旁的陈大忌见状连忙对着长八爷喊道 八爷快揍我 往死里揍 咱们直接摇人帮老大抢宝贝去 长八爷听后先是一愣 随即便明白陈大忌 这是要触发先前那群百战兵魂出来 就当他正犹豫要不要动手之时 九难却开口将他们打断 大忌你们不用这样 想要得到到葬 恐怕没这么容易 别忘了这附近除了咱们 还有两个真正教主级别的人物 灰老六听后立即明白了九难的意思 小先生您说的是张角不虚浮吗 九难点头笑着回应道 俗话说得好 原来人往皆为利 张教主虽以超脱凡尘 但为了他弟弟张宝也会去争取一番 至于徐福先生 是个性情中人罢了 而事情确实如九难所设想的那样发生 在宋藏大队到了道长附近的时候 张角和徐福二人都早已再次等待 张角一昧飘飘仿若仙人下凡一般 徐福目光阴沉地盯着四重 再看到青石棺材之后 他们二人皆是一惊 盗鬼引入冤魂相送 那传说竟然是真的 三方队伍僵持了一会 眼看着道长即将显现 青石棺率先动手 砰的一声棺材瞬间飞出 眨眼间就要飞入道藏之中 徐福见状立即大手一张 续空中顿时出现一片汪洋大 青石棺犹如一片孤舟被困在其中 见此一幕棺材内发出一声咆哮 接着迅速朝着徐福的大船就撞了过去 来不及躲避的徐福立即开口喊道 还请张教主出手成兄 闻听此言的张角本不想出手帮助 但一想到大船上的三千同男同女后 又忍不住地为其出手解围 只见他张口吐出的退字 百里之外的王三却傲然地看着这一切 皇之他们又来找你一脉寻仇了 幸亏现在都没有觉醒 不然在成长起来之前 你可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无有限于因不能出手住你 一想到这 王三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然而九难却对盗藏的宝物毫不在意 在见到厉鬼群朝着盗藏的位置赶去之后 九难兜里的手机却传来一阵响声 待他接起之后 龙婆那慈祥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小九 你们现在要前往青台县一趟 那边现在有鬼屋作祟 在龙婆的吩咐下 九难一行人坐上八爷的蛇身就赶过去 青台县的一处老宅子内 一个大红棺材摆在了屋子中央 龙婆跟随当地的出马县里 书凤踢早一步到了此地 一踏入宅子里 龙婆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怨气 随即便开始了解起了事情的缘由 老陈家是当地的富商大户 和家中的子女却个个都是白眼狼 对于重病在床的生母熟食屋 最后导致母亲活活饿死在了屋内 直到出病前的那天晚上 老太太的尸体意外和黑猫撞魂成了猫脸老太 当天夜里老太太就将看守 在家的陈氏夫妇用锥子扎死 在听完李淑芬的叙述过后 故人看到生灵涂炭的龙婆当即开口吩咐道 你们一家全部跪在灵堂前 火盆里的纸钱不能断开 记住好好给你们老娘道歉 说把龙婆便坐在一旁的小桌子旁 等着九难的配合 而九难也在刚刚的电话中 按照计划早早地在屋外躲藏着 很快黑夜缓缓地占据了天空 灰老六抬头看了眼灵堂 接着开口传达道 小先生 现在里面的怨气很重 看来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没少遭罪啊 就在几人窃窃私欲之时 连本寂静地向口处 一个身穿白衣的老太缓缓地从小道里走出 跟着一同出现的还有一句道调师 猫脸老太在见到儿子的第一眼后 就立马咆哮地冲了上前 而那句道调师九难师越看越眼熟 陈大致见状口中忍不住大喊道 我靠这不是那滑雪场的人吗 他怎么和猫脸老太搞在了一起 这是什么奇葩祖策啊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就想起了来源 而此时另一边的雪石庙中 正在整理东西的李兰希忽然愣在了原地 任凭他身旁的鬼差如何叫做 他都没有丝毫回应 就在这时 光华娘娘的雕像上一抹金光震出 受到波动的李兰希 这才神魂稳固开口惊呼道 启禀娘娘 大将军 有人在用邪术去使小人的尸身攻击小先生 闻听此言的雪石当即愤怒步 在李兰希的指引下朝着青苔线就冲了过去 而此时另一边的灵堂外 九难默不作声地看着面前的道吊师 吸得天师重点的他自然知道肉丝和魂魄之间的灵系 眼下的局势唯有先控制住这去身躯 才能查出事情的原委 一想到这个九难连忙抽出身后的铜钱箭 接着一个闪身朝着道吊师的位置吸去 然而这僵尸却产生了灵质 见九难朝自己吸来 居然还露出一抹邪笑 接着纵身一跃便向后方逃去 见此情形 九难刚要上前追赶 却被一旁的灰老六抬手打断 小先生还请留下守护龙婆 区区小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听到这话的九难当即停下了脚步 接着抱拳表示道 那边有劳灰六哥了 而灵堂内的龙婆见那两个不孝子女 被猫连老太追得满院子跑 并且随时可能丧命于此 便心生怜悯准备出手评下此事 于是便在胡菲儿的搀扶下向着鬼屋走去 看着朝自己一步步逼近的龙婆 猫连老太当即怒吼一声 接着便冲了上前 然而胡菲儿的反应比他更快 抬手一掌便打得过去 咚的一声 猫连老太当即被震得愣在了园子 龙婆见状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 黑狗血拨了出去 血滴烧的老太嗷嗷惨叫 随着一团团飞气的冒出 龙婆开口轻声地安抚道 气出了 气顺了 差不多就算了吧 留意卖香火留意卖情 哪怕是进了坟地后 也能跟自己的老伴好说话 然而猫连老太的尸身 依旧站立不倒 冰风将他吹得摇晃不已 虽然他不再攻击周边的旁人 但那凶悍的神情 依旧挂在了脸上 龙婆见状心中那股怒气 又多了几分 只见他背过身 开口喝尺头 你娘他怨气不散 现在不肯闭上双眼 这种情况老婆子 我也没啥办法 你们自己慢慢求吧 说罢便在胡菲儿的搀扶下 走回了屋内 而那对夫妇见龙婆 不肯他们 连忙跪倒在地眼面痛哭道 娘啊 以前是我们做得不好 让您老受委屈了 我们也知错了 求您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要是有下辈子 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 不会让您下雪睡冷屋 也不敢在两天 只给您吃一顿饭 您有病痛 一定第一时间去请大夫来谈 可两口子求了半天 猫连老太却依旧不为所动 在远处观望的酒难 听到他们这样的一番话后 都忍不住吐槽道 真是网为人子啊 一旁的陈大忌气的 当即就要上前揍二人一顿 长八爷连忙出手将其拉住 小扁犊子你可不能杀生 恶人自有天定夺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立即开口追问道 八爷 这俩扁犊子死后 我能托人让他们遭点罪补 长八爷闻言木讷地点了点图 就在二人伤口之际 四周俊母地刮出一道晕风 新莲山大高大的身影 便显现在众人面前 见此一幕陈大忌立即将自己的计划 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听到一半新莲山就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 接着只见他抬手掏出两团鬼 口中振振有词地喊道 阴似为剑 折行不断 风都罩密 千次万川 给我出 唰的一声 两团火焰犹如子弹一般打入那不孝夫妻的体内 然而他们却只是哆嗦了假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陈大忌见状当即就要开口吐槽 可新莲山却抢在他前面走势 少将军有所不知 俺这招叫做阴火照魂速 等着两个瘪独自死后 进了大润老地狱 那里面的兄弟看到俺留下的印记都会进行特殊照顾 并且他们在阳寿未尽的这些年里都会眉运连连 陈大忌听后一脸心醒夸道 我靠 这也太凶残了 不过俺喜欢 灵堂内部校夫妻苦求无补 猫连老太始终不愿意进棺材 就在这关键时刻 老太的孙女慌忙地跑了上前 一双小手弱弱地扶着他的衣服 手心中抓着一个小点心 口中轻松地说着 奶奶你早就饿了吧 快点吃吧 咪咪给你留的 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知道 最话说的猫连老太有所触动 往事的记忆逐渐匀上心头 这些年都是这娃娃偷偷接激他这个老太婆 不然早就被不孝儿女给饿死 看了眼天真无邪的海童 老太太万般不舍地悲鸣一声 接着重重地倒入棺材中没了动静 见死于目 孩子们先是一愣 随后便嚎啕大哭了死 奶奶你别死 我们不想让奶奶走 九难见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陈老头离世时的画面 接着只见他抬手挥舞起手中的铜钱剑 口中振振有词地念叨 天地无际 今儿先去 苦难进去 不多时地底处便冒出一黑一百两道深意 他们带着猫连老太的魂体 缓缓地飘入了地府之中 就在众人为事情结束时松了口气的时候 棺材内却突然钻出一条黑蛇 只见他张着獠牙朝着龙婆便斜了过去 好在黄仙家眼疾手快用身躯抵挡住了这一击 感受到血脉压制的黑蛇连忙盘旋在地等待着死亡 龙婆见状迅速出手阻止 八爷且慢 留着畜生还有大用 听到这话的八爷慌忙收起了攻势 一旁的九难忍不住好奇地询问道 奶奶 为什么要留着这条飞蛇 您是想要用它来追踪这幕后黑手吗 然而龙婆却改了白手表示已会再回复 接着便开口吩咐道 大忌你快去把飞蛇的蛇胆取出来已会有大用 而那黄皮子此时正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九难见状立即掏出飞针刺入黄仙家的穴道之后 随即转头对着龙婆说道 奶奶 独暂时被抑制住 看样子来说 这飞蛇是条 身上鞋带着剧毒 闻听此言的龙婆顿时面露怒意 好好好 居然有人想用古术害老婆做 今儿这是必须弄清楚 处理完蛇挡回来的陈大忌 立即将气都撒在了猫连老太的身上 老太太 你真是不讲究啊 我奶奶实心实意地帮你 你竟然还想要害她 赶紧起来别装死了 今天这是必须给个说法 要不是奶奶没事 你又这么大个岁数 不然咱早动手作用 说着便伸手就要上前拉扯 九难见状连忙出手呵斥道 大忌别冲动 这位老人家已经走 这是有人事先把条骨中在了他的身上 怕是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在听完九难的解释后 陈大忌这才停下了动作 而龙婆一脸疼惜地将昏迷的黄仙家轻轻抱入怀中 接着开口对着众人说道 咱们先回家 其余的事情到家再说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的吕书芬已然被吓上 直到龙婆等人离去后这才回过神来 只见他对着众人的背影喊道 老婶子您受惊了 等过几天我带点东西过去看您 回到家后 龙婆立即嘱咐九难去请出黄左和白无尉 九难文言立即转身走向了偏房 接着取出高香将其点燃插入香炉里 喝完这之后只见他口中恭敬了喊道 事出紧急 还请两位老哥速速显明 没过一会收到消息的白无尉立即就赶了过来 九难见状连忙将事情的来容去脉说了一遍 白无尉听完之后立即就朝无外走过去 接着便开始对黄仙家展开了治疗 而另一边的山林中 灰老六一路追赶着刀吊失 转眼间就来到一处大雾笼罩的深山内 这里也正是当初埋葬里兰溪的地方 就在灰老六喘息之际 不远处只见雪氏大将军怒气冲冲地朝这边冲来 双方见面军事一愣 接着就说出了各自事情的经过 雪氏文言就要带头冲锋开路 灰老六健庄立即开口喊道 勇武大将军还请稍安勿躁 这里是一处大雄之地 可能会有脏东西的埋伏 而跟在雪氏身后的无头将军 立即谦虚地开口问道 仙家且是看出了哪里凶行 还望不吝赐教 灰老六听后一脸严肃地表示 小先生曾经教导过 坟地风水有失兄弟 此地正是失兄中的第八兄大天狗 怎么这里管家偏偏就埋葬在了这里 听了灰老六解释的众人齐齐面色凝重 只因他们都是军魂之体 这天狗之地 最为兵家所济 而树林深处 一尊怪物正瞪着雪红的双眼死死的盯着外面 它的周身是用多种动物的躯体组合而成 要是苗家姐弟在此 瞬间就能认出这怪物正是他们几年以来的噩梦 湘西大山里的那尊古神 而古神的身边正趴着只剩半边躯体的天狗 那双星红的眼中不满了恨意地盯着雪是一行人 在半空中漂浮着一艘大船 船上的徐俗神采意义犹如折仙一般 而他身边的李金龙李安变了父母样 被不化骨完全侵蚀的 他现在成了青面獠牙的僵尸 有了辉老六的提醒 无头将军立即开口提议道 我等成蒙小先生的风筝 又有勇武大将军收留 正愁无以为报 今日之事当禀告军侯 咱们即可兄弟奋勇杀敌 说着便开口传音准召集军队前来诛杀鬼物 辉老六文言当即点了点头 我等死不足惜 但万万不可坏了小先生的威名 咱这就让小崽子去找长家兄弟帮忙 合力杀光里面的脏东西 山林中那古神此刻正等待着雪狮等人的入场 可见雪狮他们不按常理出牌 反倒准备集合人马 顿时在心中想着应对之策 虽然古神自身有着教主级别的实力 再加上不怕骨和天狗相助 可面对的是智人帝君化九难 以及他身后的江楚帝王三 万一动静闹得太大 引得江楚帝清零那就玩犊子了 就在古神沉思之时 徐复立即出言提醒道 还请尊神快快出手阻止外面几人的球员 倘若迟了 咱们的计划将会毁于一旦 闻听此言的古神当即抬手一挥 无数怪异的昆虫犹如潮水般朝着雪狮等人戏去 见此一幕 为老六立即守截剑指高声念叨着咒语 魔心恶鬼 五动精灵 上有六甲 下有六町 天师有命 命我失行 绝煞咒 给我出 话音刚落四周瞬间狂风大作 十二尊神像显现而出 他们齐齐抬手释放倒数 然而面对成千上万的从海 神像的虚印转眼间就被吞噬一空 受到倒伐反噬的灰老六当即吐出一口鲜血 怎会如此 这重群竟有这等威能 就在灰老六论神之际 一道巨大的阴影突然凝罩在了众人的头顶 抬头望去虚夫正一脸傲气的讥讽 诸位来者皆是客 我等招待不周还望海汉 灰老六见状心中顿时有了决定 敌人是大 一定要保护好小先生的家人 随即一步跨出挡在了雪氏的前方 接着一脸急切的喊道 还请大将军速速离去 我来给你们断后 和灰老六一样中一的无头将军立即开口大喊道 弟兄们 杀敌报恩的机会就在眼前 随本将一起 节证给我杀 话音刚落 士兵们骑上战马义无反顾的向前冲锋 看着众人如此行事的雪氏当即怒吼一声 在他还是凡人的时候就能生死豺狼虎报 如今两千年的时光 守护一方天地的他 在无数英德的加持下 那股威慑天地的气势令人打寒 记着只见雪氏纵身一跃 铁拳朝着徐福便轰了过去 徐福健壮立即手截剑指试图反击 方道之间尽玄妙 横安护舞 方丈护舞 轰了一声 船体和拳头碰撞的声音传出 烧烈的撞击力使得徐福坐下的大船被轰出数百名语子 众将士健壮立即卯足了进奋勇杀 地旁的灰老六看着空中的战胖心中充满了担忧 虽然雪氏勇猛无双 但目前天狗和不画骨都没有动手 更何况那操控虫群的大敌还没有露面 一想到这 灰老六立即增速起身下的小叔叔们 小崽子 记住老祖我的话 就算拼了命也要冲出去 然后到长家去找帮手们 咱们死了就死 大将军可万万不能折在这里 小叔叔文言听话地点了点头 见小老鼠逐渐向外跑远 灰老六抱贺一声 接着便使出道法上前帮助雪氏作证 而此时另一边的黄仙家中 在收到酒难指令的黄左正欢喜地准备赶往龙婆家里 可当他刚刚踏出大门时 周围却突然刮起了强烈的阴风 接着一道阴侧侧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呵呵 你们的好日子 今天就要到头了 话音刚落 绿游神温良的身影便缓缓地从灵中走出 在他的身后跟着一群长相恐怖的冤魂 见此一幕 黄左立即想到了温良和酒难之间的恩怨 难道这就是 世子专挑软的捏吗 打不过小先生和长家老大 欺负我们来了 一想到这些 黄左当即转头对着欺负说道 老婆子你快跑 去找小先生救命 告诉他要快点来 说罢黄左放出一道臭屁掩护爱人逃亡 可自己却被温良一掌打倒在地 眼看着自己老伴成功逃亡 黄左悄悄捏起怀中松老的松针 心中不断地念叨 松老就武 要死人了 而在龙婆的小院子 一声沉重的叹息声从轻松上传出 随后一道幽绿色的身影 缓缓从地面升起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在松老离开之后 院子里的温度立即降了下来 刺骨的寒风夹杂着 大雪肆意地飘荡了下 坐在院中康复小黄皮子的 陈大忌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我靠 啥情况啊 咋就突然降温了 一旁的龙婆跟酒那二人对视语 口中疑惑地迷难道 松老为何匆匆离去 就在他们沉思之时 院外的木门传来一道清脆的响声 来人正是张角跟张宝两兄弟 此时的张宝咬牙切齿地嘀咕着 大哥 这次在那位住持的计策之下 总算是成功地掉狐狸山了 机会难得 宁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 一定要给三弟报仇 张角文言暗暗叹息一声 就在这时 听到屋外动静的陈大忌 连忙打开了木门 看着眼前的张角二人 陈大忌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便转头对着院内大声喊道 奶奶 老大 咱家来客 听到这话的龙婆急忙走出营街 老婆子不知张教主深夜来 有失远迎还请见面 龙婆虽一脸客气地招呼着 但防人之心不可污 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着杀地之仇 心思沉迷的龙婆当即给胡菲尔使了个眼色 胡菲尔心领神会地拉着蝉如玉 就去准备龙婆施反要用的祭品 而院外的气氛就显得有些紧张 一旁的白无味更是紧紧握着双拳 时刻准备应对着突袭 然而想象中的战斗并没有爆发 张角再见到龙婆手中的黄仙家时 那双尖锐的眼神顿时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时中了调毒 现在还有余毒未清 应当尽快医治 说吧张角抬手一挥 地团荡黄色闪着亮光的夜壁 迅速打入黄皮子的周身 仅仅只是一个照明 黄仙家身上那团黑气便消散一空 龙婆健壮立即吩咐一旁的如玉 将黄皮子带入屋内歇息 接着一脸感激地表示 教主慈悲无量 老婆子我感激不尽 张角文言会心一笑 我太平教的教义本就是玄乎济世 医治天下病痛之人 如今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 心也目睹张角出手医治的九难心中一惊 虽然他目前的医术也算半个天花 可在对上张角的太平符水 是依旧自愧不如 见九难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 张角一脸笑意地询问道 小先生可是心中有事 若是有 请但说无妨 听到这话的九难连忙起身恭敬的行为意 小的不敢欺瞒长者 小子自幼喜好医术之道 只是一只苦于没人之底 这千年以来张角最自豪的便是一身通天医术 只可惜一只苦无传人 如今碰上了颇有冤人的话九难 二人犹如伯乐和千里马一般陷入了教导之中 这一幕看在张宝眼里 急得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大哥这是怎么了 咱们是来报仇血分子 怎么变成了致病教徒了 一想到这 张宝忍不住用咳嗽暗示张角动手复仇 怎料张角对此事而不见 继续和九难探讨的医术 一旁的陈大忌健壮一脸健兮兮的开口表示 张二叔你这是感冒啊 你等着呀 咱这就回屋给你取药去 我老大做的皮卡高嘎嘎好用 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张宝冷哼一声 无知数子不必惺惺作态 就算平道真的身体有样 也只有我们太平肤水能医治 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陈大忌就要开口反过道 可就在这时 被争吵打断的张角大手一挥 陈大忌和张宝等人竟齐齐飞了起来 随后缓缓落在松老脚下 进入了睡眠之中 这一幕看得久难几人震惊不已 要知道 陈大忌和张宝他们都不是普通之辈 一个纯阳之体 一个可是拥有半部教主的实力 可如今在张角面前 竟然毫无抵抗之力被其弄晕 张角不顾众人震惊的目光静止走到了张宝面前 接着缓缓开口说道 徒生无量天尊 生死本无间隔 二弟你何必执着于三弟之事 心存恨意吗 两弟他本身就违背了初心 说把张角转头一脸歉意地表示 徒生无量皇天 巫住不必担心少将军和常家仙 频道只是送他们进入太平秘境 希望他们能和我二弟化干戈为玉伯 龙婆文言也看出张角真正的用意 随即便起身招呼道 老婆子兴地过教主 咱们继续喝茶论事 而此事村子的外务 得知龙婆被飞蛇袭击的王三 开始查找起此事的主谋 只见他将手中的蛇身朝天一掷 口中淡漠地吐出了四个子 朔本求援 刷的一声 蛇肉包围一道飞气 对着王三磕头败血 随后尖叫一声 朝着雪势所在的深山奔腾而去 与此同时 树林中的古神似有感应一般 抬头望向空中 这条飞蛇本是他安排进 猫连老太体内准备袭击龙婆的 怎奈人算不如天算 这因果报应自然就找到了古神的身上 发现元凶的王三冷哼一声 随即抬手便朝着虚空一抓 刹内间 一道金色的威压便浮现在了他们二人头顶 在因果报应下 这蔑视的金光只有古神他们两个才能看见 金色的光芒照亮苍穹 徐福此时已然被吓傻了眼 抬头仰望着天际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而古神却不断地咆哮着心中的不甘 在他感受到至人帝君的气息时 心中就已经充满了各种气息 就像一个被一气许久的孩子碰见了收养他的父母一般 可当他感受到王三对他的杀计之后 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茫然无助 剩下的只有不甘和愤怒 风的一声 古神以及徐福的身躯瞬间被炸的刺风无力 无数碎块犹如雨点般落下 跟随着一桶洒落的还有三滴金色的血滴 雪山顶峰的王三看着掌心处的伤口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究竟是为何 然而问题很快就被他抛制于脑后 无论如何 改伤无母者 皆不可饶恕 说罢便要再次拍下一场 可就在这时 先前跟张角争夺盗藏的轻视观突然凭空出现 刷的一声 古神以及徐福的残骸被其收入关内 随即一个闪身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与其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三滴帝王之血 见此一幕 王三的满是威严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些许无奈 一声重重的叹息声从他口中传出 半身轻视噪 无不能对你抽手 不多时 王三默默地转身离去准备返回家中 可他却没有注意到的是 先前他没走一步脚下的土地皆是缩地成寸 而现今竟然有了些许偏差 战场上 从王三出手载到轻视观的逃离 时间仅在一瞬之间 等雪氏和灰老六等人反应过来时 一切的事情都已经结束 只有一举无人控制的盗吊师茫然地站在地上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灰老六当即开头喊道 勇武大将军 事出反强必有妖 老六我担心小先生那边发生了变故 俺先走一步回家瞧瞧 大将军您也尽快返回府邸庭坐镇吧 说到二人迈开股子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 无头将军拧起盗吊师的躯体朝着灰老六喊道 回家住我们后会有期 若是邵将军那边遭遇危机 只需差人通报一声 我等自会赶来相助 灰老六闻言抬手是已明白 此时的灰老六心急如焚 一路狂奔间正好碰上前来志员的长怀远 先前那只通风道姓的小老鼠 虽然浑身已是遍体鳞伤 但在长怀远的救治下已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再见到灰老六后 长怀远先是疑了 接着开口询问起事情的缘由 六哥你为何在此 大将军人呢 可归心四见的灰老六哪有空解释 只见他开口招呼一声便往回跑去 长老弟不必担心 大将军已经平安返回府邸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回到小先生身边 我担心今晚咱们是遭了别人的算计了 唐怀远听后先是一惊 随后一脸淡然地表示 六哥你这是关心则乱 有龙婆和松老坐镇 就算是北国最凶险之物清朝来袭 怕是也不能取胜半分 二人说话间就见到松老的虚影 浮现在了树林上空 轻松之下死死镇压着日游神温良 以及数千头利 而黄左肤苏两口子正细皮笑脸地放着臭皮 被戏血的温良还妄图利用言语来挤对松老 树神 一万年来皆是与世无争 修的是自然之道 难道今日要为了去去两只畜生破戒吗 这是要和我等因斯正神为敌吗 要是换作平日 善良的松老说不定就真把他放了 可松老却是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镇压着 长怀远见状当即就明白了事情的大概 随即静止来到松老的脚下 接着一脸冰朗的质问道 温良可还认得在下 闻听此言的温良当即面色一惊 长怀远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要乱来 然而急于了解事情真相的长怀远却懒得跟他废话 说吧 今夜之事你是受何人指使 最好如是招揽 如若不然 长某可以让你尝尝杀伐之道的滋味 一旁的黄左健壮连忙兮兮地凑了上前 多大个事 不就是刑讯逼供吗 长老弟不必打打杀杀 交给我来就行 说吧便走到温良的身前 蹦出了个深水炸弹 见此一幕 长怀远连忙转身对着松老说道 还请树神先行回复 长某和六哥担心家中同有病 这里就交给在下吧 在听完长怀远一番解释过后 松老当即意识到自己中了敌人的吊虎离山之急 接着就见那遮天蔽日的身躯瞬间消失不见 在感受到背部那股距离轻了之后 其中一只领头的厉鬼张牙舞爪地朝着黄左就准备扑去 见此一幕的黄左立即开口呵斥道 咱警告你可别乱了 看到我身旁那个穿白衣服的老地面 他乃是帝王认证的金角龙君 见此一幕的温良当即凑到了鬼屋的耳边说道 风兄何必如此 如今他们皆是平安归来 这也就说明范丞相的计划已然失败 我等还是趁早离开此地面的夜长梦多 看着身前窃窃私欲的二人 长怀远立即明白了他们的用意 随即一步踏出 一连冷意地表示 干完坏事就想走 天下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听到这的皇家夫妇连忙附和道 怀远大兄弟 那两个大的交给你 这些小的就交给我们了 今天这些脏东西一个都别想走 文听此言的鬼将冷笑一声 本作原响稀释宁人 既然你们不依不饶 那边斗上一场看看 可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得四周沙沙作响 一队装备精良的鹰丁 整整齐齐地跟在一个老者身后 温良健壮顿时面色运行 口中不断地喊道 苏侯爷您来的正是时候 才匆匆下岗 只等大几百年以后再回来续上侯卫 而现在这个接替他的人 却是陈大忌的仇家 为了弄明白双方冲突的原因 苏侯爷面色平静地对着长怀远说道 老夫以为无论是出和音 任何人都不能私下扣押 因斯正神 地府威严不容挑衅 这点常家主 皇家主可知道 长怀远文言当即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俗话说得好 打狗也要看主人 如果惹恼了地府的大门 最终追究起来吃亏的还是长怀远 得到提醒的他当即总手表示道 侯爷说得极是 唐某一时糊涂 险仙酿下大错 若是因此连累了小先生 但当真是万死都难逃其罪 一旁的苏侯爷看着千千有礼的长怀远 眼中的赞赏之意更胜了几分 随即扭头对着文良和鬼将呵斥道 如等假公祭司 公道私仇的事情已获再算 险仙跟老夫回城房庙中办了交接 眼看着道主的仇家就此飞走 王左一脸戏愤地表示 难道就这么放他们走 然而长怀远却是微微一笑 接着缓缓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先前文良跟鬼将波通的言语已然被他听清 若非如此 他就算是拼着得罪地府的代价 也要将他们给留下拷问 听到这话的皇祖重重地松了口气 咱们先回到小先生身边再说 而此事龙婆的家中 正在向张脚请教的九难 忽然察觉到身边的暖衣后 不经心中一喜 松老回来了 紧接着灰老六也匆匆赶了过来 再见到张脚的身影后 吓得他面色一惊 随后看到所有人都平安时 这才放下心来 而在九难察觉到松老前 张脚就已然得知 于是就见他微微起身 对着松老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声招 与此同时一道威风轻轻拂过 几根松针飘落到了张脚面前 这也算是松老感谢张脚 没有趁他不在时 对院中的众人动手的谢礼 张脚微微一笑 接着抬手一挥 一道投影便呈现而出 画面终长八年 陈大忌以及张宝三人 身处在张脚所创的幻境中 幻境里漫天的雪花 肆意地飘散着 陈大忌被冻得跟个孙子一样 张宝那张臭脸 也是被寒风吹得哆哆嗦嗦 眼见张宝这副模样 热心肠的陈大忌 连忙找寻起身边能用的罪言 经过一番导致过后 一桌丰盛的烂菜汤便被端了上了 这一幕看得张宝满有惊讶 先前对于陈大忌的怒火 也消除了几分 然而陈大忌在吃下第一口烂菜汤后 就白眼一番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再看到陈大忌昏迷的一瞬间 长八爷急得眼泪直打转 尽管平常他们相互都不待见对方 但内心中最疼的也就是他 见此一面 一旁的张宝也放下了心中的借地 开口安慰道 老八你先别急 我太平道最善才要救人 等频道先看看大忌小影 不适合物后咱再想办法 说吧便观察起了桌上的饭菜 都一会便张宝惊呼一声 原来是鬼话扶着草药引起昏迷 闻听此言的八爷当即询问道 宝哥 这小别独自吃了这玩意不会死的 张宝听后笑着摇了摇头 放心吧不会打的 他只是昏睡了而已 等天明了他自然会醒 幻境外 目睹全部画面的众人 七七露出一抹微笑 张宝能关心起陈大忌的情况 就说明他已经逐渐放下先前的恩怨 见此情形 张角轻轻甩了下一袖 陈大忌等人便脱离了幻境的掌控 恍惚间张宝先是一愣 随即便明白了自家大哥的良苦用心 只见他躬身朝着张角依赖 浮身无量天尊 评到谢过大贤良师典醒之恩 张角转身开口询问道 道有你可恶了 张宝看了眼还在昏睡的陈大忌和长八爷 幻境中所发生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 接着只见他掏出那本道家重点 轻轻放在八爷的身上 古书上赫然写着太平浮水数五个大字 浮身无量皇天 小八爷需好生参悟 学成之后当光是浮水救治万民 切莫坠了我太平道的名声 做完这之后 张宝面容肃然地走到了九难面前 九难见状率先开口道 小子感谢张教主成全八爷 看着话九难那真挚的目光 张宝往缓叹了口气 平道和老八的事情就不劳小先生费心了 今日只谈你我之间的恩怨 话音刚弱 张宝的眼神一鸣 记着甩出同龄朝前一拍 刷的一声 一阵烟雾自九难周身挑起 灵败用意的九难当即抱拳表示 小子拜谢教主手下留情 然而张宝并未正面回答 而是一甩扶沉口中冷碰道 一拂一步 咱们之间恩怨了结 平道就此跌过 说罢便转身面向张角说道 有劳大哥等候多时 咱们可以走了 张角闻言笑着 对院中的众人点了点头 随即便带着张宝消失在了大家的眼前 见此情形 龙婆带头攻身行问里 口中更是忍不住地感慨道 如此丰度才不愧是百万教众之手 张角道人之名 一旁的禅如玉听后 问出心中的好奇 然然张角教主道行如此深厚 为何还只是个道人 他不能成为传说中的仙人吗 这话说得龙婆微微一小 不是不能 而是不愿 他老人家心里装着天下间所有的 总不能都带着大家一步登天吧 等你境界到了自然就懂 在张角离开不久后 长八爷和陈大忌也缓缓醒来 二人迷茫地看着四周 直到九难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一番后 二人这才弄明白了一切 长八爷看着手中的太平足水素 一脸欣喜地喊道 宝哥绝对是个好的 比那小饼独子强太多了 就当众人欢笑打闹之时 院外的敲门声便传了过来 皇家夫妇应邀而然 还请主家开门迎客 听到动静的陈大忌 立即跑了上前为妻开门 跟着一同进来的还有长怀人等人 龙婆在九难的告知下 也匆匆跑到了院外 皇家老哥 你家真是出了个好孩子 老婆总得好好感谢你 听到这话的黄左 一脸茫然地摸不清头脑 直到看到躺在床上 气息微弱的黄黎二世 才回过神了 看着焦急无比的皇家夫妇 心善的胡菲尔当即 给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精灵的皇家老两口 万万没想到 安排自家孙女接近话九难 却险些丢了性命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是因祸得福 自家闺女救了龙婆的命 也相当于是整个光华府的救命恩人了 这往后在仙家的地位 可是能够独占一头了 就在黄左沉浸在内心的喜悦之时 然而黄黎二却公身恳求道 爷爷 奶奶 狄儿不孝 不能听从你们的安排 龙婆老祖 狄儿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他叫黄五郎 我俩已经在一起数年之久 而且已经是同时同住 残花败柳之躯 不敢高攀贵府小仙手 还请见谅 此言一出众人表情各异 黄左老两口气得不断警示道 三丫头你乱说什么 还不麻溜的闭嘴 而九难则是一脸狼然 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他谈恋爱 就连龙婆此事也是一脸猛逼 接着就见他开口轻声安抚道 孩子你掀起来 老脖子都被你说糊涂 你有心上人 和小九又有什么关系 说吧便转头看向 神情复杂的黄左两口子 黄家老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说说吧 闻听此言的二人 吱吱吱了半天 才道出事情的言论 龙巫柱 小先生 我们黄家容易 其他几家要么能打 要么会表现 可我们家啥事都跟不上起来 总不能眼睁睁地吃亏吧 还有先前传道的时候 别家都是满满一夜市 蚂蚁老老甚至拿到的更多 这不就是欺负我们黄家人 少本事差 别以为我们老实人就傻 其实心里明白着 听到这话的 灰老六当即开口目骂道 够了 给我住嘴 平日里黄家多吃多战 暗灰老六从不计较 毕竟咱们五家同气连之 必容俱容一损俱损 但你居然用如此龌龊的心思 暗自揣测小先生 在灰老六说完后 一旁的长怀元 也放出了自身的气势 见此一幕 黄左下的冷汗之流 口中哆哆嗦嗦地解释道 两位老弟 咋还真急眼了呢 我们啥也不要 这就回家闭门思过 然而灰老六依旧不罢休 抬手间便凝聚出一道钢器 眼看着事情即将闹大 长怀元先是转头看向了九难 见他点头示意后 才深呼了口气一把 拉住即将暴怒的灰老六 随即一脸无奈地说道 老哥 嫂子 你们二位真是糊涂了 苦休了千百年 居然还悟不透因果二字 我等最初亲近小先生 确实都有各自的心思 君子坦坦荡荡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说把长怀元率先带头 朝着龙婆九难行的一礼 我等愧对龙巫柱 小先生的一片厚爱 接着长怀元一脸严肃地说道 既然大家都承认此事 那长某今日便把话说过 诸位同我长家一样 想着父贵险中求 借着小先生的家事背景 一步登天而已 说话间 长怀元缓缓来到九难的身前 了起长山便准备行会拜之礼 还望先生大人大量 暂且记下惩罚 刘长某带罪之身 公军驱策 以报先生血海深仇 慧老六健壮也是一重跪倒在地 九难健壮连忙抬手表示 长大哥 灰六哥 你们的心意我都懂 从今日起见外的话就不要说了 既然两位不怕受我牵连 咱们就同声共死 长怀元灰老六相互对视一眼 接着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皇家夫妇 却是陷入了呆愣之中 长怀元健壮一脸无奈地说道 黄大哥 黄嫂子 你们懂了吗 明明循环 有阴才呦 我长家亏欠小先生 唯有披肝力胆才能报答 但灰六哥 蚂蚁老挤着他们 哪个不是以小先生为尊 道不清传 小先生对你们一家已经是人之一尽 说到这 长怀元牧师前方 只留皇家夫妇自行体会 这段话说到皇家两口子的心坎里 在他们离开之后 接下来的时间 九难一边准备着拯救蚂蚁姥姥食药用的法器 一边帮助家中砍柴整理家务 这天中午吃过午饭的几人带上工具 就来到了后山 可就在他们刚踏入后山的地狱后 唐八爷就察觉到了不对 小先生 有脏东西朝这边来 咱们现在是跑 还是先等一下再跑 话音刚落山林中就刮来了阵阵阴风 寒风中隐约还传出怪异的唱戏声 这诡异的一目惊得陈大忌面色发白 随着一顿戏曲完毕之后 一只身穿红衣的利鬼便显现而出 唐八爷见状立即认出了鬼物的身份 这东西凶的好 以前乱世的时候 害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在蚂蚁姥姥姥没修成正果之前 和她斗了几百年都没分出胜负 可后来不知道为啥 这鬼物竟然自己退出了蚂蚁山 一直惦念着蚂蚁姥姥姥的九难 顿时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既然暂时救不了她老人家 那刚好收拾了这个脏东西 也算是给姥姥出口恶气了 一想到这九难当即首节剑指 口中大喊道 天火雷神 地火雷神 以无之名 积极如律令 天罡五雷昼 给我出 轰的一声 整个天地未知一阵 五条金色的神雷瞬间轰击而下 看着身前来势汹汹的雷变 鬼物连忙开口喊道 小兔崽子还不赶紧住手 我要是死了 你们的姥姥也活不成了 说吧鬼物便将一根长长的烟杆甩出 见到烟杆的一瞬间 九难就掐断了手中的法觉 想让竖法的反噬也震得她胸口闷痛 强压下体内躁动的气息后 九难一脸冷意地开口道 我姥姥的东西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一旁的陈大吉也一同复合道 你踏马最好是说实话 不然吉也让你感受下 什么叫做纯阳之血 鬼物文言一脸黄恐的喊道 你们往后退 我是来给范居丞相传话的 要想救蚂蚁姥姥 你们几个今晚就要赶到挨劳山 要是多去一个人 范丞相就算听着道行大字 也要操控八门纵逢所死蚂蚁姥了 鬼物说完又将一块碎部丢了出来 上面用复古字体描绘出三个大字 不要了 看着蚂蚁姥姥的笔记 九难一时间思绪万千 记着一脸杀气的表示 你走吧 告诉范居 我们今晚只是准时的 纵横八门 由三吉三兄二中八门组成 吉门声有大力 凶门则声或难闭 听着九难的讲解 一向懒散的黑鱼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随机打开双翅飞到了九难的肩膀处 小先生你们真的要不伸前去附会吗 九难听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在几人相互讨论着计策之时 一道阴风夹杂着滚滚热浪吹了火 并经一看新连山那憨厚的身躯 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小先生 黑鱼大人 少将军 你们都在这啊 看着身前的鬼王 陈大忌那小脑瓜立即就转了起来 随机拉着新连山开始密谋起了计划 一旁的话九难也没闲着 他先是跟黑鱼讲述了心中的想法 接着又用灰老六所传的秘书 召唤来了一对小老鼠 看着脚下这群可爱的精灵 九难取出随身携带的临时分给他们 然后又对着其中灵性最高的鼠鼠说明了情况 安排好一切之后 九难就待在营地等待着众人的到来 不一会灰老六和常怀远二人便赶到了此地 常怀远一落地就开谱劝说道 小先生身份尊贵 怎么能以身犯行 此事就交给常某和灰六哥便好 若是就不出蚂蚁老姐姐 我俩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一旁的灰老六听后也是一同复合道 怀远兄弟说得不错 那饭居和一般的也修不妥 修炼纵横竖的他精灵狡诈 生前就是大秦的丞相 有着举伯之力加持 咱们万万不可小觑 九难听着二人关切的话语 嘴角微微笑出一抹活度 常大哥 灰六哥你们放心 小弟不是鲁莽的人 等一会青山前辈来了 我再把心中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听 说话间 山间就吹来一阵清爽的凉风 独青山迈着轻快的步子赶了过来 老夫来得有点晚了 连累各位久等了 还请见谅 在众人一番回礼过后就聚成一团 商议起了事情 富多时常怀远惊呼一声 小先生运筹帷幄 我等远不及 而灰老六却依旧放不下心 不管情况如何 只要老是小先生没有回来 我回家立刻清朝而出 就算是用嘴肯 也要把艾劳山一为平地 嘱咐完之后 几人便按照各自的计划分头进行着 一黄眼黑夜就遮住了天际 九难一行人也踏上了复会的道路 艾劳山位于北国雪山最深处 传闻当年五道天王阮敏就沉睡在此地 永和八年四月 阮敏兵败于慕容俊被就地斩杀 当时山中花草树木全部呼吻 大汉降临十来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水 直到慕容俊派出使者前来祭祀 为其封号五道天王 当天就降下额毛大雪 听到九难讲述艾劳山的历史后 众人皆是一脸震惊 不多时他们就来到了艾劳山外 却没急于进去 而是驻足在了原地 站在远处观望 山中大雾弥漫 浓浓的雾气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借着雪地反射出的亮光 整个山体宛如一副巨大的气盘 见此一幕九难不禁敢开道 以山川风水为盘 以地理龙脉落子 范居先生不愧是一代纵红大家 在九难说完过后 只听一道淡淡的笑声从四周传出 没想到千年后范某还能在遇知己 无心甚畏啊 就在这道声响过后 山中的浓雾自动分出一条道路 范居身穿道袍手持 会把缓缓走出 他的身后跟着身披金甲的皇朝以及徐府 在见到九难的第一眼后 范居便抬手行了一脸 情人范居见过诸位小友 九难闻言当即带头 完了一脸 后学莫进化九难 见过诸位前辈 二人一顿鲁一过后 范居一甩衣袖一座青石桌椅便显现而出 随即抬手示意道 小友请下座 九难见状也不含糊 还不防范地走到石桌前坐下 前辈客气 见九难大方落座后 范居一脸笑意地打去道 你我之间本国恩怨 奈何听闻话小友受白起将军所托 要寻老夫回阴阳界与他对峙 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说话间范居抬眼刻意地看了下九难身旁的杀生刀 脸上的笑容也十分耐人询问 九难文言也不管弯莫子 口中平和地回应道 前辈明察秋毫 确实曾有此事 前辈就是因为这件事才为难晚辈的老老板 晚辈不孝 感到连累了他老人家 见此一论 范居伸手就准备抓向杀生刀 不过他的动作很慢 眼神死死盯着九难的面庞 想看看九难的神情会不会有变化 可出乎意料的是 面对范居的试探 九难没有丝毫阻止他的意思 一脸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见试探无果范居便对着身旁的侍女呵斥道 显而 如今端坐着三位贵客 也却指到了一杯热茶 这不符合戴可之道 听到这话的侍女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颤抖着跑到一旁去盗起了茶水 而范居也一脸笑意地朝着杀生刀 做了个请的手势 与神大人许久不见 没想到竟学了如此变化之功 化为杀生刀后 就连气息都能以假乱真了 要不是老夫生平还算仔细 怕是今日就没法安坐在此 品察论道 此言一出 九难那从容不破的脸庞上顿时变得惊讶无比 与此同时 杀生刀上一阵烟雾飘起 黑羽扇动起翅膀飞到了九难的肩头 范居先生明察秋毫 黑羽佩服 说罢就埋在九难侧脸上闭目养神 而范居却是不紧不慢地看向了一旁的无心 老夫本以为诸位小友已经是人中龙凤了 没想到大师年纪轻轻修为就远胜旁人 要不是大师自己心动了 老夫可就被蒙混过去了 见自己被发现 无心尴尬地将双手放入胸前 阿弥陀佛 小僧未曾想到先生心中有佛 真是罪过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焦急不已 我靠 这不玩毒子了 这老头怎么这么聪明 怎么什么都被他发现了 说话间就见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大号的弹弓 来这么大阵阵 这恐有不同吧 见自己预谋被对方识破 九难只能无奈起身对着黑雨轻声说道 有劳雨神带着无心他们先回去 稳听此言的黑雨朝着九难点了点头 接着一脸冷意地对着范居说道 范丞相 黑雨劝你好自为之 别忘了 我家小先生身后那位的存在 而此时龙婆所待的山村上空 一座巨大的棺材被九条锁链拉着 棺材内散发着滔天的怨气 山脚下的村民在触碰到怨气之后 心中的恶念在不断地放大 恨不得拿起刀具屠杀所有可见的生命 幸亏村中有树神的守护 这才压住了人们心中的邪恶 高高地轻松散发出磅礴的生机 毫不吝啬地洒向了整个山村 与此同时 就连天下出马仙之手的胡三太爷 也一同赶到了龙婆的家中 新世观 藏半山 万灵其悲 该来的还是懒 在胡三太爷说完后 已经准备好屋住祭祀的龙婆 当即开口就要询问 然而却被仙家们齐齐摆手阻止道 不可说 而屋内的王三 看着正在嬉戏的女儿露出一亩笑容 随即抬头看向了远处 用着只有他和清世观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当年吴之一卖前天下大鹰 顾赞准乳悬挂在屋顶上一时三刻 若有下次 吴必诊 而九万这边的情况就显得有点尴尬 在黑鱼等轮走后 看剧一感先前的玩味口中郑重地说道 小有 老夫有一事想伤 还请斟酌一二 以协助白起将军追捕在下 无非就是答应帮他复仇 若老夫所猜不错 这尊杀神爱于种种原因 只能出手助你一次 只要小有放弃敌对 范某愿意出手助你谋划最终一阵 魂听此言的九难陷入了沉思之中 范鞠见状连忙抛出大招 只要小有现在点头 不仅皇朝徐复将会化干戈为玉补 助军逆天改命 并且范某还可以劝说五道天王助你一臂之力 此发一出 九难猛地站了起身 前辈所言当真 范鞠听后也是一同起身回道 范某不才 怎敢对智人王府妄言 就当范鞠以为自己吃定对方之时 九难深吸一口气接着开口表示 小子感谢几位前辈排爱 但爷爷奶奶自小就教育 人贵在承诺 我已经答应白起将军了 这万万没有背信弃义的道理 一旁的陈大忌闻言也是一同附和道 没错 咱老大是不可能跟你们合伙 实相的就赶紧放了老爸 不然既野我一弹弓干碎你大铺当 见此一幕 范鞠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既然小友看不上我纵红一脉 那今日老夫只能先礼后兵了 刚刚与神所化的杀生之刃 已经让老夫触目惊心 不知这真品的威力又是如何呢 说话间范鞠抬手一张 四周的大地竟然裂开了一条缝隙 八根巨大的铁链将蚂蚁姥姥的四肢捆住 其中还有一根穿透了他的胸膛 蚂蚁姥姥被折磨得周身鬼气生疼 见此情形 九难等人惊呼一声 整个地府应差都会倾巢而出 毕竟谁敢把这个祸害送下来 就是与整个地府为敌 而蚂蚁姥姥在看到九难他们之后 一脸心疼地指责道 姥姥我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来吗 怎么一个个都不听话的 听姥姥的话 你们赶紧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等姥姥弄明白了这个狗屁纵横扒门后 自然就能破证回家了 看着蚂蚁姥姥凄惨的模样 沉大忌急地快哭了 而九难则是一脸煞气地盯着饭鞠说道 说吧 究竟要怎样你才能放了我姥姥 然而此刻的范居却是云淡风轻地表示 九难小友 老夫不是说了吗 只是想见识下白起将军的佩刀而已 九难文言抬手一抓 杀生战刀凭空而出 抛听的杀气阵的四周狂风大作 拿去 放了我姥姥 说着九难便将杀生刀猛地插入石桌之中 然而范居却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只见他的身后走出了只有半边躯体的天狗 还有一个条件 我们天狗大人由于因果关系被斩杀了半截身躯 只要小友也如同他一样斩去一半的躯体 此时咱们就一笔勾销可好 还不等九难坐打一旁的陈大忌就忍不住 老王八犊子 你看嘛没完没了 说着陈大忌就甩出弹弓打不出去 见死一幕的皇朝立即拔出利刃几备冲锋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却有一道身影正在快速接近 听得一声 雪尸的身躯犹如炮弹般砸出一道深坑 见死一幕 范君立即明白了事情的关键 计中计 局中局 没想到老夫终日打阴 今日却被阴卓瞎了眼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谋略 老夫佩服 九难文言冷哼一声 范先生在下给你准备的精细可不止如此 说罢一旁的赵飞抬手掏出一包东西朝前一掷 范君见状立即换出身旁的小兵挡在了身前 嘣的一声 那包物体打在士兵的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害 反倒炸出了一团呛人的烟雾 见死一幕 范君先是一愣接着便开口破骂岗 庶子竟敢如此气如老扑 竟用恶辉这下作的手段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赵飞继续制出一块深黑的木牌 老夫的范君瞬间仔细看了前 漆黑的木牌上赫然写着夜巡两个大字 范君心中暗骂道果然有诈 记着一掌就准备将木牌破坏 和夜巡牌在接触的一瞬间就自动幻化出了人形 夜游神乔蓬的身影在露面的一瞬间就施展出了束缚 君收五雷神将 范君大笑一声来得好 今日老夫就要用这把杀生刀斩神 九难小语 你虽然年纪轻轻就谋身四海 但看来还是老夫技高一筹 就在范君得意洋洋之时 一道声响却从杀生刀中传来 范丞相研制过早了吧 刷的一声 刀身化为一道流光挣脱了范君的束缚 落地后化为那个绝世帅气的男人 可还没等范君反应过来 常怀怨抬手便贯穿了他的胸膛 范丞相现在看来还是我家小先生赢了 看着身前温温而哑的男人 范君咬牙喊道 常杀人 北国有血龙 怒而常杀人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范君一边说着 一边向后缓缓倒退 口中也不断夸奖着常怀怨 手上却在偷偷被自己疗伤 然而这点小工作在这位杀伐之主的面前就是扯大 经历过十几个春秋战役的常怀怨 怎么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只见他不断地轰击着法术打向范君 一边口中也在回应着 范丞相过奖 在下可不敢当 昔日常某能一战成功 全靠我家小先生神机闹算 就在两人互相搏斗的时候 九难带着赵飞和陈大忌 直奔蚂蚁姥姥所在的位置 一路上不断地朝着三人突然 九难三人见状 各自使出自身绝血 三人越战越勇 很快就来到了八门脚下 看着眼前不断闪烁的阵路 九难当即掏出先前 从胡仙家那里借来的八根棋杆 接着猛的插入四面八方 西翻插入的瞬间 四周顿时阴风四起 挡在众人眼前的烟雾 也逐渐消散一空 见此行星九难常常吐出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 那条只剩半边躯体的天狗 可那只绣花鞋鬼就扑了过来 就人心切的九难抬手 将杀神战刀猛地斩出 好狗不挡到给我滚开 可这天狗却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前 一旁的赵飞见状连忙开口说道 话老大你们先去就老了 这条天狗就交给我了 九难文言点了点头 接着纵身一跃便跑了出去 而陈大忌在见到赵飞 都如此勇猛的情况下 当即转头找上了一旁 瑟瑟发抖的绣花鞋鬼 另一边的九难 已经从生门进入 来到了蚂蚁姥姥的下方 感受到生门的气息 阵法立即降下滔天火焰 蚂蚁姥姥见状口中惊呼道 大孙子你小心点 这玩意是四大天火 碰不得呀 九难文言面色一惊 这饭居不会是鬼谷门的弟子 居然能用八门纵红之力 换出这等传说中的东西 接着又怒吼一声 这该死的老匹父居然如此的 竟然用四大天火灼烧蚂蚁姥姥 这要是晚一步来救援 恐怕他的真灵都要被烧得灰飞烟灭 一想到这 九难张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接着抬起手指朝着剑身一门 星星如水 清水即兮 天高地阔 大到天成 无一个天师之名 普天甘露 给我叫 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水墓从天而降 围绕在九难的周身 而陈大忌两人也缓缓地疼过了 见自己老大被困在了里面 陈大忌迈开步子就要撞开颅顶 九难剑撞连忙阻止道 大忌这东西不能碰 别忘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窝向了怀中的虎服 紧接着一阵阵黑色的杀气 猛地从大忌的体内迸发而出 他的样子也变成了死前的鬼状 就连地府里受人敬仰的铁血军魂 也一平被召化而出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纵身一跃气上了背 手中的战刀猛地朝前一水 给我杀 那百名军魂高举武器 他们的杀意全部加持在了大忌的刀锋上 战刀瞬间暴涨出上百米的虚影 接着只见他叙事待发准备披向纵横大阵 见此一幕的九难一口咬破了舌尖 接着将其喷在了铜钱箭上 天得亦云青 地得亦云灵 神得亦云灵 万物得亦生 万剑绝 给我斩 刷了一声 上百道剑光与花九难自身一半气血为代价 强行激发而出 此后两道剑光和刀光融合在了一起 二者带着蔑视红光展向了大阵 复远处正在赶来的长八野等人惊呼一声 小先生万万不能冲动 灰老六眼含泪珠疯狂厮杀着周边的鬼物 而见到哥哥这副模样 无心立即切换成了无面 呆死 而等居然敢把哥哥逼入如此境地 本作这就送你们进出声道轮回 说话间百米高的鬼佛抬手砸落而下 地面的鬼物纷纷被其拍成了肉鸣 而九难二人融合的攻击先后斩在了阵法上 轰的一声 整个哀劳山为之一阵 山中的鸟缩兽精到处逃亡 当他们踏入哀劳山的一瞬间就倒在地上暴毙而亡 而他们体内的血液也被大地吞噬一空 变成了一具干尸 看到这一幕的牛头马蜜心中一惊 这地方怎么会这么邪闻 死了这么多的生灵竟然一具魂体都没有 魂魄精血都被陷阱 那位大人终于按耐不住寂寞 准备破戒出关了吗 一想到这 牛头立即吩咐起一旁的鬼兵赶往地府通风报信 可就在这时 哀劳山的忠心突然传出两道熟悉的死气 牛头马蜜相互对视一眼口中气气喊道 玩犊子了 怎么会这样 智人储君即将陨落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对这一脉动手 再感受完另一道死气的马蜜顿时焦躁不安 不好 那个祸害已出世 话音刚落二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朝着哀劳山深处狂登而去 此时的山中 遭受毁灭性斩棘的纵横大阵彻底破损 获得解脱的蚂蚁姥姥瞪瞬间来到九难和大祭的身前 大孙子 二孙子你俩快醒醒 别吓唬姥姥我 随后赶来的长八爷带着哭腔的喊道 大哥 光头哥 可别让那几个老混蛋跑 小先生和小瘪独子都让大阵给弄死 此言一出 雪狮怒吼一声 抬起沙波大的拳头朝着皇朝就疯了过去 而鬼卓先是在空中愣了一下 怕九难是鬼佛心中唯一的善 如今这个善已逝去 那要这拯救苍生的佛有什么用 血跃坠 阴风狂 泪腐化修罗 无面周身气势攀生 哥哥慢走 看我将整个苍穹天际送给你殉葬 全部都给我死吧 无面说完就见鬼佛一猛地落下 地面顿时被砸得四分五裂 无数鬼屋的嚎叫声响彻天际 而长怀元几人在沙光周边鬼屋之后 开始朝着九难那边退去 范君一佛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 也是一同朝后撤退 只有雪氏和鬼佛依旧追着敌人砍杀 见此一幕长怀元对着敌方开口喊道 范成相慢走 长某挂念我家小先生 数不远送 为邮请鬼佛大师全权代表 顾楚君一成了 文经此言的范君立即安排小兵殿后 而在龙婆小院的屋内 目睹一切情况的王三缓缓露出一亩笑容 接着只见他抬起手指拧出九滴之人惊喜 血液刚一离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谁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飞入了九难的眉心 做完这之后 王三嘲讽一声 范君 卤身为千古顶级谋者 今日还不是在吴皇子手中杀鱼而归 一顿讥讽过后 王三抬头望向村外那口悬浮的青士官 一时三刻已到 卤还不速速退下 青士官文言立即咆哮一声 随即会溜溜地朝着雪山深处飞去 做完这之后 王三便拿着那把猎枪走出了门 而另一边的范君在牺牲了千名小兵过后 才摆脱了鬼婆的追击 几人坐上徐浮的飞船 就朝着兵王谷深处急行 一路上范君都在盘算 此次布局失误的地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 一道人影却堵在了他们前面 在感受到来人的气息过后 范君几人立即攻身朝前一半 我等拜见帝君 然而王三却是冷哼一声 接着是叮啪的一下 三扣动了扳机朝着范君就是一枪 枪响过后 伴随着范君痛苦的惨叫声中 王三也缓缓离去 大风起 白雪洛 君无戏言 吴答应过大吉那孩子要给你一枪 自然说到就要做到 此刻的哀劳山中 原本还在哭喊的八爷忽然想到了什么 接着从身上掏出两粒丹药 小先生 别犊子 你们快吃 八爷说着便想要将丹药喂入二人口中 可九难在吸收了王三的九地精血后 强大的地血不仅补齐了他亏空的气血 就连他的实力也远超从前 而牛头马面你在这事匆匆的 在看到陈大吉之后 牛头连忙施起了术法 魂归魂 只见他一脸茫然地问道 我靠 这全身上下都怠惑着疼 牛头见到这个过害 终于搞定之后 重重地松了口气 接着便借口离开了此地 而雪是在见到九难二人平安无事之后 那冰冷的脸上欣慰一笑 九难也点头回应之后 就去找起了无心 不多时抱走的鬼佛 便倒在九难的怀中缓缓睡去 回到龙婆的小院之后 几人交流了一番 就各自回到了屋中歇息 第二天一早 神经大条的陈大吉 就扯着大僧门打着电话 忽萍你在说什么 死了还哭什么 你师父死了 他是正义派信任的老天师周冠主 曾以自身阳寿为代价 使从到家绝学诛杀鬼怪 在五雷破销正法的兵机制 张良培育千年的鬼兵被一扫通 可道法无边的他却跟着考古团队 被利鬼困在了两主之地 临行前他嘱咐小徒弟忽萍 要是一个月内还没有回来 就立即去联系龙虎山一脉的天师前去救援 眼看着一个月的时间只剩下了三天 关心则乱的忽萍慌忙地找上了龙虎山 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此事乃是内部经历 让他稍安勿躁进后消息 求助无果的忽萍立即联系上了华九难 在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之后 九难开口安抚道 忽萍你是想让我帮你去寻找周前辈是 闻听此言的忽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道 华老大 求你看在咱们认识一场的份上帮帮我 只要能救出我师父 让我给你当牛做马都可以 九难文言陷入了犹豫之中 通过言语得知 此事已经有高层在控制 也不是他一个学生能轻易解决的 理想到这九难轻声安慰道 忽萍你先别急 我去想想办法 令氏宅心员后到法无边 一定会没事的 安抚王忽萍后 九难便将这事告诉了龙婆 可以反常态的事 平常热心肠的龙婆却是一脸谨慎的指负道 小九 奶奶没念多少书 不懂考古是干啥的 但是只要是官家出手的事 咱们普通老百姓 可不能随意仓活进去 这件事咱们就是想帮忙 也插不上手 一旁的灰老六 也是一同复合道 小先生 神州道家高人无数 尤其是龙虎山内脉 只要他们肯出手相救 周道长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听了龙婆这一番话后 九难便决定先观望一下 等事情真的处理不了之时 在出手救援 就当众人在屋内吃着午饭的时候 院外的木门却传来一道响声 陈大忌不情不愿地跑了上前开门 随着院门缓缓打开 一个身穿警服的军人 朝着众人进了一礼 同志你好 我是神州军区 地自甲组第一特战队队员徐涛 请问这里是九道沟村 化九难的家吗 听到这话的九难 立即明白对方是来找自己的 随即便迈开不子赢了上前 身后的灰老六死死 盯着来人的动作 二人一番交谈过后 九难才得知 徐涛刚接到队里的任务 让他到化九难身边 保护他的人生安全 并且神州高层已然知道 九难是陈老头唯一后人的身份 看着九难疑惑的目光 徐涛一脸郑重地表示 化九难同志 贵地公安局的周立明队长 也能证明我的身份 还请银河时 话音刚落 屋内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陈大忌健壮立即跑了进去 不都时便缓缓从屋内走出 对着九难点头示意着 老大这当兵的说的都是真话 见自己身份被确认 徐涛放松神情一脸诚恳地说道 化九难同志 从今日起我不是军人 只是你的远房表哥 这是我的生活费 以及住宿所需要的费用 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一打线前 一旁的长怀远健壮 当即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小兄弟 长某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你不远千里而来 为何只是徒步 也没个同伴跟随吗 听到这话的徐涛连忙回应道 长大哥 我接到的命令是 今晚八点前必须赶到这里 可惜车子坏在了十几公里外 苗家姐弟二人正守在原地 等待救援 等他们赶到后 也能证明我说的话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 朝着九难点头示意着 大嘴巴陈大忌健壮 立即给徐涛介绍起了小院的重量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晚上 九难等人待在屋前 等待着苗家姐弟的道路 而陈大忌却在追问起 昨天他们救蚂蚁姥姥姥的场景 八爷昨天的五大气 有没有被我帅到 看着面前毫无底线的陈大忌 身为好友的九难顿时刚大众 就在他俩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的时候 熟悉的敲门声也随之传来 九难听后立即跑了上前打开了门 看着身前的老熟人 双方都没有过多的客气 可就在苗家姐弟踏进小院的一瞬间 嗓的一声 只见松老的周身一道青光闪过 苗家那青年被震的倒飞而出 见此一幕苗阿花惊呼一声 连忙将其搀扶起身 其余人皆是一脸猛逼的看着松老 而灰老六则是警惕的喊道 不要动 把事情先解释清楚 听到这话的苗阿花却是一脸委屈无比 我和阿弟没有恶意 而那个青年则是一脸悲伤的表示 九难歌 我以阿娘岳母神的名誉启示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此次前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求助乌助大人的 这件事关系到十几万豐族的性命 听到屋外动静的龙婆也走不出来 他先是看了下场上的情况 接着快步走到松老面前 这是弄的 还惊动了您老人家 是我们晚辈的罪过 谁能想到这俩孩子会不远千里的带着乌伤过来 闻听此言的苗家青年连忙开口恳求道 乌助大人 我们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 实在是山里最尊贵的弥拉都压制不住乌伤 我们才不得已来求助您老人家的 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接着对着松老拱手行了一礼 才对着九难说道 小九你让他们进来吧 这该来的总归还是会 当年我们乌坐下的面 总归还是要乌去还的 躲也躲不掉 很快众人并围坐在了小胤的石桌旁 从没见过大阵仗的苗阿花紧张不语 而那青年则是一脸恭敬地说道 乌助大人 后背失礼 梳着便将手臂上的衣服擒 接着从皮肉里面掏出了个巴掌大的圆球 我们姐弟知道乌伤太过危险 为了不出现意外 只能用这种方法把他带过来 龙婆见状当即带着乌伤来到了松老的脚下 还要劳烦你老人家镇他一晚上 等天亮了 小丫头就进蚂蚁山准备乌树记 就在龙婆吩咐事情之时 一道清风缓缓吹了 松老那苍老的声音不满地担忧 万万不可 发音刚落 一道绿光就从他的周身荡漾而出 而那苗家姐弟也缓缓地把他送出了院外 从哪里来的和哪里去 这场面看得众人面色一惊 神经大条的陈大基立即转头询问道 老大 树爷爷这是啥意思 咋好好的忽然就急眼 一旁的灰老六剑九难面色阴沉 连忙将事情的意思讲了一遍 闻听此言的陈大基顿势破口大骂道 我靠 你俩可真行啊 记得我把你们当哥们处 你们却变着花样要我奶奶的命 赶紧给我滚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们 看着众人为自己担心的神情 龙婆心中充满了感动 接着只见他抬着一把椅子走到了松老跟前 松老心疼小丫头 小丫头心里都明白 这件事我也有必须帮忙的道理 您先听我说道说道 也别再发火了行吗 片刻之后 一阵微风缓缓缓拂过他那满头的银罚 就像是一位父亲在服务自己孩子的脑袋一样 龙婆见状微微一笑 就知道松老您最疼我了 说话便转头看向了门口 孩子们都过来 告诉松老身边坐下 奶奶有话要说 小飞 如意 你们俩收拾干净房间 带着苗家的客人去休息 闻听此言的众人连忙按吩咐做事 等所有人都聚过来之后 龙婆看了眼身旁的小岳 就仿佛当初看九难小时候的情形 人一旦老 最愿意看到的不就是儿孙满堂和家欢乐吗 在做好了心中的打算后 龙婆郑重地开口道 孩子们 你们知不知道啥叫乌伤啊 众人齐齐摇头表示不急 只有九难一人睦睁着不动 龙婆对着九难轻声喊道 小九 你学问好 给大家讲讲汉朝时期乌骨之祸的事 九难文言立即将乌伤和乌骨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一脸郑重地应拔道 相传在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公孙长相之子被人告发 用乌骨咒杀汉武帝 因此公孙父子被下狱处死 而关联这事的群城百姓都被一同指控 此事最终牵连数十万条人命 因此也被称为乌骨之祸 在九难说完之后 龙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今晚客人带来的乌骨伤 就是从这次灾祸里出来 从前秦皇灭了方式 汉武绝了乌骨 自此以后到家才开始兴旺了起来 而这乌骨伤原本是 无余以上的乌骨才可以使用的秘书 此术不但害人 而且还害己 咒术成功之日 施咒的乌骨也会跟着被害者一起灰飞烟密 在施展前需要用木头制作一个人偶 孙父将其放入五毒之血浸泡个七七四十九日 同时日夜不间断地祭拜祖宗 直到对方气运福报杨寿都衰尽 可当时的汉武帝是什么人 虽然那时候已经年老体落 但也不是任何术法可以轻易咒杀的 因此当时动用了一个七语乌铸 可一众无语乌铸才能施展 现在看来 施咒的绝食大巫应该就是苗花一家 而那当年用来咒杀大帝的人偶 后来也被称为乌伤 这上面可是有的数十万条冤魂的缠绕 练气冲天都不足以形容乌伤的恐怖 听到这的九难立即不舍地说道 奶奶 既然这乌伤这么凶险 那您打算怎么做 我看不如把它交上去 国家高人这么多 总有办法去解决的 我们实在是舍不得您 九难越说眼眶越红 当初他就是陈老头和龙婆 用生命从白鬼手中抢回来的 在他们两人精心照顾下 才慢慢长大 陈老头走得早 这一直是九难心中最深的痛 如今龙婆也要离他而去 见此一幕龙婆眼含泪水 口中颤抖的安抚道 小九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 游进灯窟了 已然熬不过这一年半咱 眼下这无伤正是个机会 而九难听后也是拉起龙婆的手腕 眼角不断滑落着泪滴 一旁的陈大忌见状 则是抱着脑袋想的当 不多时只见他一脸兴奋的喊道 老大你先别哭 奶奶的是我有办法 咱这就抹脖子去地府 找牛头马面他们聊聊 让他给咱奶家的千百年的寿命 说着陈大忌便准备进屋拿取刀具 而此时的阴阳界中 正在散布的牛头 察觉到一股不祥的欲 不好 那个负害又想不开 要抹脖子了 接着就转头吩咐习一旁的鬼兵 手上没公差的立即都去杨坚 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少将军 要杀给杀 谁敢欺负他 通通给我抓回来严刑拷打 说罢便带着马面跑去殷私上道消息 而杨坚的龙婆在见到憨憨的沉大忌后 心中又是感动又有点无奈 傻小子你别乱吧 你以为自己是欺骗大圣他老人家呀 还擅自篡改生死过呢 别忘了 那上面可是困着天巫的魂魄了 并且这巫羽巫柱想要晋升 只有靠比自己高级的大巫蹄呼罐 手把手地带着感悟天地之灵才能晋升 如今在这个末法时代 此次巫伤事件也是婆婆的机缘之一 就在龙婆说完之后 苗家姐弟也缓缓地从巫内走出 苗阿花的手中捧着一块发光的金石 巫柱大人 我们来世大弥拉说过了 只要您老愿意帮忙 不管这是能不能成功 我族这块历代传承的巫颂都交给您宝宝 说着便将手中的石块地给了龙婆 而那苗族青年也跟着一同附和道 小的不敢气满长者 我族的人走遍整个神州大陆 也只找到了您这一位吴与大巫 咱们一脉的传承 万万不能阴历 见此一幕 龙婆并没有着急地去接那巫颂 而是满脸真挚地看着这个少年 好孩子 睁开眼睛让老婆做我看看 闻听此言的青年立即开口解释道 巫柱大人 我天生一同 不敢在您面前视力 然而龙婆则是笑着安抚道 睁开吧 奶奶虽然年事已高 但这血灵之光还是能够承受得住 对此 青年只好缓缓睁开了眼睛 那一双发着亮光的瞳孔 犹如太阳一般刺眼 见此清醒 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这不就是激光眼吗 可下一秒那双瞳孔竟发出一道诡异的血光 龙婆见状抬手将其缓缓地按了回去 接着轻声安抚道 孩子可能会有点疼 你忍一下 说罢便在青年的额剑扣下一丝血肉 浮在了双眼之处 闭目三日不许睁开 你这血灵眼就能正常操控使用 闻听此言的姐弟 当即就准备下跪感谢 可就在这时一道阴风从院外吹入 钟馗以及一众鬼差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看着陈大忌那惊讶的表情 白无常立即开口说道 少将军少安勿躁 千万不可冲动 咱们凡事好商量 这一幕看得龙婆几人愣在了原地 随即抬手恭敬地行了一礼 老婆子拜见各位阴司大神 而钟馗也是立即抬手回了一礼 容无助客气 小先生俘身无量 少将军长命百岁 我等冒位造访 还望多多海寒 说着便又朝着孙老抱权行语道 我等见过树神前辈 在感受到一阵清风拂面之后 推无常一脸无奈地询问道 少将军 你这无缘无故的为何要妄图自枪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严重扰乱阴阳两界的秩序 给弟子造成多大的混乱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立即问起了一旁的九难 老大 这黑夜说的是啥意思 九难听后一脸黑线地表示 范八爷是问你为啥想不开 要遭见自己的性命 一提到者 陈大忌顿时兴奋地喊道 咱某脖子就是想下去找你们商量点事 伪拆门文言皆是一脸猛地看着对方 尴尬不已地催绝连忙接过话茬 咱们还是先商议正式要紧 究竟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等协助 无论什么情况 少将军尽管开口 咱们万事皆可谈 听到这话的大忌先是一愣 这些看起来吓人的鬼神 怎么在自己面前这么好说话 一想到这陈大忌立即嬉皮笑脸的打倒 其实也没啥大事 就是想麻烦各位老大 给俺奶奶加个十万八万的阳寿 就这么一个小要求而已 话音刚落四周顿时寂静无比 紧接着一众阴差连忙破口大骂道 你这简直就是胡闹 我等都没有十万年阴寿 这忙帮不了 打死我们也帮不了 鬼差们说着就要跨不离去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胡一地追问着 真的不行吗 十万年不行的话 一万年俺也是能接受的 这可不能再少了 再少你们就是不给咱面子 陈大忌说着便一拳打向了自己的鱼 叶游神见状连忙开口劝解道 少将军你为何对我们苦补相逼 无主一脉生不走轮回 死不尽地 我等阴差能有啥办法 别说是万年阳寿了 就算是增加一天都做不到 看着眼前的情形 钟葵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开口说道 少将军不可胡闹 除了给龙屋柱增加阳寿以外 再想想可有其他事情需要我等帮助 我等一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见钟葵都开口说话 陈大忌先是仔细琢磨了 随后一脸猥琐地表示 几位老大 咱特别喜欢一个同学 他叫李云 可惜他不太喜欢咱 你们能不能给牵线搭个桥 此话一出 钟葵顿时暴怒不已 给我动手打他 大家一起打 打死了算本做的 一旁早已忍无可忍的 黑白无常立即冲了上去 围着陈大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一边打一边委屈地抱怨道 少将军早说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们是阴神又不是阅王 你还拉上梯条啊 一时间 陈大忌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小院 看着自家兄弟阴嘴欠挨打 九难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开口说道 诸位前辈也受累了 小子这就去给大家泡茶去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就明白了用意 让志人储君伺候他们 那只有陈大忌才会傻乎乎地去接受 于是大伙纷纷拱手行李道 小先生客气 我等一时冲动失礼 而此刻的陈大忌顶着一个猪头对着龙头喊道 奶奶他们全都屁股 俺的屁股老疼了 龙头哭笑一声 在接过胡菲儿递来的爹打药后 一边为妻涂抹一边安慰着 乖孙子 是一欠掌一致 下次可别这么胡闹 说起来你还要感谢各位大人手下留情吗 陈大忌闻言心中更加委屈了 随即转头看了眼夜游神 口中不断地嘀咕着 还手下留情 刚刚就是这哥们一直对着咱大胡当弄窜 要不是我武的岩石 早就人机分离了 夜游神听后面色一惊 我靠 玩犊子了 一大群人揍你这祸害 少将军怎么就只记住我了 要是被这伙惦记上了 这以后哪还有好日子过呀 一想到这夜游神立即就准备解释 可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阴风袭入了小院 风中不断传出圣人的鬼叫声 隐约还带有一阵戏曲的腔调 新连山带着一众鬼兵踏驳而来 而他的身旁更有着八个 穿着红嫁衣的女鬼抬着轿子 新连山一脸喜气地大喊着 少将军 为了给您弄个大场面 把脑心来往吧 见此一幕的鬼差们皆是一脸头疼 这阴阳界的另一大祸害怎么也来了 钟馗在见到来人之后 冷通一声 新将军 你如此放浪行孩 岂不是犹如阴思形象 还不速速整理一关 否则修怪本做到变成王内猜你一本 闻听此言的新连山连忙缩起了脖子 碧脸谈媚地表示 钟大人 您老人家息怒 俺这不是以为少将军要死了 心里高兴着也就忘了这场事了 说着便转头看了眼陈大忌 接着惊呼一声 哎呦我靠 少将军你咋还没咽气呢 是不是别人用的劲不够大 没给你打死 你等着我给你补上 说着就要上前打上两拳 这一幕看得众人一脸无语 这两个过亥还是碰到了一起 眼看着陈大忌即将吃上一拳 九难连忙开口喝止道 心大哥别闹 这都是误会 随即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又解释了一遍 经此一闹 众人便开始商议起了解决方案 黑无常一脸庄严地表示 这乌伤乃无助一脉的大音 而且还牵连到了那位帝王 我等也只能从中旁行 龙婆听后一脸感激地点了点头 诸位大人 老婆子不敢有过分的请求 如果化解不了乌伤 反倒放出了里面的千年恶鬼 诸位能帮忙收容一二就行 别让他们祸害了附近的父老乡亲 至于我自己 有得有失 万事皆由因果而定 顺气自然就好 在龙婆说完后 一阵心踪缓缓吹来 松老那似有若无的叹息声也随之传出 地府的鬼差纷纷肃然起敬 随辉更是一脸庄严地说道 龙屋住放心救世 虽然按规矩而定 我等不该插手阳间的事情 但作为阴司正神 自然也有守护一方的责任 在定好的时间过后 钟馗等因神殿带别而去 在他们走后不久 常怀员以及一众仙家也骑骑赶来 早在小院刚闹出动静的时候 在附近巡逻的小精灵们 就连忙回家禀告着消息 一群人围坐在桌前 喝着煤酒讨论着乌伤的事情 然而议论了半天 却没个合适的办法 可就在这时 院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喊声 老婶子在家里 村里出大事 龙活文言迈着步子走了上前 此时的周立明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婶子 要不是遇到邪乎的事情 我今天也不敢惊动您 村西头老孙家新房刚打 地基 结果里面却挖出了脏东西 算是个穿着林白铠甲的刺 孙子里来帮忙的壮汉 全部都晕死在了那边 龙婆听后就立即准备出门前去查看 久难见状伸手轻轻将其拉住 奶奶 外边路远风大 您就别上那边去了 这事情交给我和大忌就行 一旁的陈大忌也是一同复合的 没错 奶奶您就不用去了 去去小毛贼 我们去就行 龙婆本想开口拒绝 可当他看到久难二人关切的神情 再加上这俩人确实有着一身本事 于是便缓缓点头答应道 小九 大忌 你们记住了 救人第一 遇到事了别逞强 久难给了个放心的眼神 就坐上巴掩杆过去 老孙家的新房建在了九道钩村西面的山腰上 那里先前是片荒地 并且只有他一户人家住在哪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久难对于村子四周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从地理五绝上算出 这个地方也是龙脉的一处分支点 虽然只沾了一点点龙气 但这样的格局也是万万不能有脏东西的盘踞 否则将会出大问题 就在久难设想的时候 一向以速度为豪的巴掩已经赶到了势部现场 此时的地上攀爬着一群恶心的虫子 而他们的旁边也躺着几个昏迷不醒的大汗 久难先试探了几人的身体情况 在确认都还有生气之后就开始出手医治 只见他迅速掏出金针 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过后 这些壮汉除了没清醒以外 陈傅那五个圈的比奥停在了门口 陈大忌见状立即兴奋地跑入了屋内 而屋子里的龙脉和蚂蚁老 却是一脸警惕地盯着陈傅 在看到陈傅硬堂发飞的时候 和龙脉皆是面色一惊 关心则乱的龙脉连忙开口质问道 小陈你最近都去哪 有没有遇到什么怪事 快和沈子说说他 一旁的陈大忌闻言一同复合道 爹 奶奶咋忽然问这个 不会是你最近又去找小三了被奶奶知道了吧 联听此言的陈傅当即一拳打出 小别独自你他妈给老子过 说爸便转头对着龙脉说道 老沈子 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不会再做那些出格的事情 面对这两个活保父子 龙脉笑着摇了摇头 小陈啊 沈子没说你干坏事 是被人算计 身上惹了邪乎的东西 而急性子的蚂蚁姥姥则是冷哼一声 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居然敢欺负到我侄的头上 看姥姥我不把你们抓住抽魂链破 说爸只见他抬手一拍 一道流光瞬间朝着陈傅打去 然而想象中的碰撞并没有发生 身为鬼主巅峰的蚂蚁姥姥 居然没法打散这场飞气 见此一幕的蚂蚁姥姥抱和一声 周深的鬼气当即迸发而出 眼见蚂蚁姥姥姥的状态 不对酒难赶紧开口拦住 姥姥您先歇会 让我试试看 说话间只见酒难手结剑指 口中不断念叨的 天清地灵 冰随运转 有请酒天玄尼压煞 积极如律令 话音刚落 四周寂静无比 酒难的咒语也没有起到丝毫效果 随即常怀远无心等人一同上阵 可结果都没有任何反应 眼见所有人都一筹摸着 陈傅那颗心瞬间悬了钱 两位老婶子 我这究竟是咋 而陈大忌也是一脸紧张地询问你 爹 你不会又在矿上捡人家 堵屁股地玩意带自己身上了吧 说着就要上手扒拉起陈傅的衣服查看 龙婆见状缓缓开口安抚道 小陈啊 你坐下来慢慢想想最近发生了什么 就算老婆子我本事有相付不住 但松老还有几位仙家都在 听到这话后 陈傅才定下了心 今天下午的时候 有俩人来到了咱家的厂里 他们非说要卖我点好东西 我这一看 除了些古玉就是陶冠 您老也是知道的 自从酒窍邪玉那件事之后 我这心里也是怕这玩意 哪还敢乱买呀 在我们推脱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被一根像骨头的东西划破了皮 说着陈傅便缓缓伸出了手掌 老沈子你瞅瞅 血都没出来一点 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见此情形 龙婆伸手轻轻按在了陈傅的手臂上 吸着臂上双眼口中 发出了几道古朴的阴景 不多是一阵淡淡的黑气 从陈傅的臂膀上冒出 问题就出在这 我说为啥大家都对付不了这个东西 原来是图腾的诅咒 这话说的蚂蚁老老乱了一下 是乌柱一脉的图腾手段呢 龙婆连忙摇了摇头 有的乌柱信仰图腾 但图腾却不属于乌柱 确切地说 图腾是比乌柱更古老的存在 不过这玩意应该早就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哪怕就算还留着 也不会无缘无故出来害人的 得到提醒的九难连忙观察起 陈傅和心上的飞气 片刻后只见他一脸惊讶地喊道 这不就是梁祖神威吗 神舟梁祖古御旨 到现在正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 那时的图腾文明是最繁荣的时代 在听到九难的解释后 陈大忌连忙喊道 梁祖和考古 小道士忽平的师父 不就在那里失踪了吗 而龙婆看了眼该智的陈傅 无奈地摇头看西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看来咱家真得去梁祖走一遭了 陈傅在听了龙婆的话后 连忙追问起了心中的疑惑 老沈子 那这么说的话 下午那俩人卖我的是真古董 他们没有在忽悠我对吧 龙婆目不作声地点头示意着 陈傅见状立即起身向外跑去 这行为看得陈大忌十分疑惑 爹你干嘛去啊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还准备倒成那点古董赚钱啊 陈傅文言转头怒斥道 小别独子你他妈想啥呢 老子是去抓他们去公安局 竟然敢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下午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是用假的忽悠 当时就没放在心上 众人听着陈傅的话 也不禁对他佩服了几分 而龙婆这时却来到九难的身旁 一脸慈爱地说道 小九 奶奶决定今晚就跟蚂蚁老姐姐回到山上 为祭祀大典做准备 九难文言立即劝说道 奶奶 化解无伤的事不及一时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龙婆抬手打断 小九啊 不要难过 咱们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身头一动 缩头也是一刀 还不如痛快点 出马仙龙婆为饱化九难决定提前进行无伤祭祀 得知此事的五仙家当即准备赶下大阵为他护法 灰老六更是派出家族全部站立供龙婆拆解 见此一幕的龙婆连忙拱手感谢道 这段时间就麻烦众仙家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之时 原本窝在陈大忌头顶上的黑羽 却静直飞到了龙婆的肩头 龙巫柱 本作也陪你一同进山 说罢便闭上双眼再次沉睡了过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心中充满了担忧 一直以来 黑羽的性格都是十分冷淡 可这次却主动要陪着婆婆一瓶进山 也就意味着此次基点会有的许多变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一旁的灰老六缓缓地走了上前 小先生 村子里的事情已经查出了些许 施工地的周边藏有一只神志不清的姑女 她的周身没有一点力气 这也说明那些死去的人并不是她害的 凡是害过人的 他们的身上都会环绕着一圈黑气 害的人越多黑气越重 蚂蚁姥姥听后忍不住感慨道 其实灰六弟他们没去之前 我就知道了这个姑女 她一直都在周边刻苦修炼 不敢去打扰生日 唐怀远文言也开口复合道 这位秦女子不但没有害过人 就连我等异类都不曾伤害过 家中的后辈也说过 有时在姑女坟附近受了伤 这位姑女还会现身为她救治 可没成想到 这样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 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而此时另一边的深山里 丧文和吊克两个邪物 鬼鬼祟祟地聚在了一起 他俩的身旁还站着个 长相妖异的男子 丧文 你说咱们这次投靠青石大人 事成之后真的能为猎先般吗 青石官 葬拜山 万灵齐碑 天下哀叹 现在除了智人皇族 天下间也就只有青石官大人 能帮咱们兄弟封证 就在二鬼谈话间 那名男子见兮兮地插了一组 两位大人 要是有机会 你能把我介绍给青石大人吗 我的要求不高 只要能远远看上一眼 那样的大人物就心满意足了 丧文健壮一脸不屑地表示 你这骚货 别以为本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 便在陪我一场的份上 送你一句忠告 青石大人的神威你高攀不起 把你心里那点龌龊的心思收好 说着便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孤女坟 不过说起来 这次还是要多亏了黄武郎 要不是他害人惊魄 范丞相也不能借着机会布局 只要能引出小院里的人 咱们就能逐个鸡谱 而小院里 在送龙婆等人进到蚂蚁山后 九难的心中去莫名多了几分烦躁 总感觉有什么大事即将就要发生 心烦意乱之下 就跟长怀远坐在院中对影消愁 可就在这时 张超带着一众僵尸走进了院内 狮群中领头的 却是一具身披金银站脚的诗将 在看到九难之后 张超先是点头示意了下 接着便开始训练起了诗群 九难也没多问 而是转头请教起了孤女坟的来历 长怀远听后便将孤女坟的诗迹讲了一点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故事讲完之后 领头的金甲师竟然留下了两滴血泪 而他身后的僵尸却纷纷倒地不起 就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金甲师眼听发出一声悲鸣 闻听此言的诗群也一同迸发出圣人的咆哮手 这怪异的一幕下的陈大忌脚底一滑 那张大脸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而那金甲师则不管不顾地朝着九难走去 只见他麻木地朝着九难喊道 还请先生高抬跪手放我自由 等在下完成了心愿 小将定然重归麾下 为先生征战四方 闻听此言的九难笑着反问道 将军让我放你自由 最少要告诉小子您的姓名 想要完成什么心愿 金甲师先是一愣 随即便袒露出了心声 先生 小将就是你们口中孤女等待两千年的罪人 宋厄 当年的他为了国家四处征战 他也一直没忘记当年的承诺 时刻想着一锦还乡 迎娶自己的心上人 可事与愿违 在一次战争里他中了敌军的埋伏 战死在了沙场 等宋厄再次恢复神志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上百年 他也从一介将军变成了金甲僵尸 当时的他急于回到故土 哪怕是守在他的坟头 只要陪在他的身边就好 可等他到了家乡 反而忘记避开龙脉的冲击 最后也被掩埋在了地底之下 直到遇到了张超的召唤 才再次重见光明 九难等人不禁在心中感叹着 真是造化弄人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孤女坟中 灰老六一行人正在暗中保护着前方的人 山坡上一名身披嫁衣的女子 痴痴地眺望着远方 仿佛这千年来都未成一动过 就当几人在为这心酸的一幕感慨之时 四周却突然吹起猛烈的音风 吊门丧客两大凶神来到孤女坟中 看着眼前眺望远方的孤女 二鬼当即就准备动手破坏此地龙脉 见此一幕的灰老六一步踏出 你们两个臭虫可真是让我找了好久 今日送上门来 本座正好为小先生抱了先前的音音 看着防防靠近的灰老六 吊个心头一阵 居然是反复归真 一个畜生到的东西竟能出了你这号人物 一口中的小先生是谁 为何要寻找我们俩兄弟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灰老六一记闪身便冲了上去 前些日子 你俩和天狗一同欺负我家小先生 这么快就忘记了吗 既然都来了北国那就都留下来吧 说话间灰老六就来到了他们的身前 只见他大手一张 八块七黑的石头就坐落在了四周 东方甲引力队伍 伤门对阵四青龙 西方更新金队友 金门队队二百 以小先生之名 奇门八卦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四周瞬间翻拥起猛烈的烟雾将丧门包围在了中心 一个个手持刀剑的神兵不断挥砍着手中的武器 半空中是八座神将七七现身 只见他们叙事待发准备攻击 这圣人的荧幕看得丧能面碎一惊 怎么可能 一个畜生怎么会天使得到 钓克 快解决了那三个小辈 速速过来帮 而另一边的钓克此时正跟苗家姐弟的蛊虫斗 听到救援的声响后立即拼命地发动着手上的攻势 而等小辈还不速速受死 见敌人来势汹汹 苗阿花惊呼一声 虫神呼 有大鬼要害人 收着便一把划破手腕 本命蛊虫立即从体内飞出 轰的余声 两道距离轰击在了一起 双方一时间打得不可开交 然而凶神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梁阿花还是会败下阵来 一想到这灰老六决定使出全部底牌 跟他们同归于尽 一念至此灰老六悄悄摸出一粒丹药 这是当初从张良地宫得到的药丸 下后半个小时内到行会疯狂增长 直到暴体而亡为止 昙花一线也是此丹的名字 他本想留着等到九难的最终一战时使用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提前用了 握着手中的丹药灰老六苦笑一声 还没赔够小先生呢 实在是有些不甘心啊 就在灰老六准备服下丹药的时候 一道泛黄的身影迅速朝着远处的孤女接近 剑壁 我这就抓你回去日夜灵里 来人正式化为黄皮子的黄武郎 灰老六见状立即出手阻止 可却被丧门死死缠住 眼看着孤女即将被抓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刀锋迅速展出 住手 你竟敢伤我至爱 给我死 随身忘却 金甲氏宋恶一脸愤怒地赶了过来 与其一同到来的还有九难一行人 一向正义的陈大忌口中也止不住地骂道 我靠 死黄皮子 竟敢偷袭妇女同志 看记得我圣女大扑当 说着便将手中的弓箭迅速射出 刷着一声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剑身泛着一抹红光静止射中了目标 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传出 黄武郎夹着尾巴逃进了叶子之中 在解决完这边的麻烦之后 九难一脸冷漠地表示道 两位尊神别来无恙了 说着便将手中的铜钱剑朝前一指 道法自然 乾坤无极 有阵 霸音刚落只见一道金光从剑中射出 原本还在斗法的吊科立即发出攻势挡下这一击 接着一脸堆笑地说道 凶星吊科拜见小先生 另一边正在挨揍的丧门剑 此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凶星丧门拜见小先生 两大凶神这番举动直接给九难整不会了 稳住心神过后 九难微笑着回敬道 两位尊神客气 不知何时来的北国大帝 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晚辈也好敬敬地主之宜 被这么一问 两个凶神也陷入了尴尬之中 毕竟经过上次鬼市的事情后 他们也深知智人皇族的言语 君无戏言这话已然刻在了他们心中 就在他们支支吾吾之时 大嘴把陈大忌凑了上前 老大不用问也知道 他们那条黑狗丢了 一定是来找狗的对吧 你家大黑狗咱见过 让范君那老头拐跑 可不知道为啥 他就剩下半边躯体竟然还没死 咱先前问他丢失的半边 是不是被别的狗给吃了 他却急了还要有人 闻听此言的二兄顿时一领惊苦 吃天狗的可不是什么东西 而是君王将处地 一想到这二兄立即不断磕头气倒着 智人帝君在上 我俩可没说天狗是被别的狗吃的 您老人家要降下惩罚 就将对面那小子身上 看着眼前这一幕 九难心中便将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了一起 他们一家自从上次吃完狗肉后 都有着明显的病 那也就说明三叔他有着不寻常的秘密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二兄接着陈大忌的话语借坡下 回兵小先生 我俩就是来北国找狗的 我等就先行告退不打扰各位了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九难点头示意着 接着便转身看向另一边的宋沃和姑女 此刻的他们犹如刚刚相视般彼此看着对方 九难本不想打扰他们重逢 可天不遂人愿 姑女的周身正缓缓冒出浓浓的白雾 而她的魂体也跟着一同消散于风中 见此一幕的九难惊呼一声 心愿已了化魂而去了 宋沃文言立即跑到九难的身体 小先生求求您大发慈悲可怜可怜我们 只要能让轻儿留在身边 小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一旁的长八爷见状也是心疼不已 小先生您就出手帮帮他们 他俩实在是太可怜了 此心此情九难也不做迟疑 只见他手劫剑是口中大喊道 情修大道法 惊心感派灵 幽魂生天堂 幅度往众生 在咒语以及九难自身一脉的阴格加持下 姑女魂体消散的速度明显慢了些许 可即便如此依旧无法进行挽救 就在九难一筹莫展之际 一阵阴风缓缓吹了 黑白无常两道身影正逐渐地朝着这边靠近 只听白无常开口高喊道 黄泉路上无客栈 看好脚下木回头 时辰已到 姑女随本坐上路吧 九难见状立即抱拳行李道 小子话九难见过七爷八爷 闻听此言的黑白无常立即攻身回敬道 不知小先生再次有失海寒 还请见谅 然而下一秒 陈大记也跟着一同喊道 两位老大来那样 一天没见还怪想你们 白无常见状连忙拉上同伴就消失在了原地 望着两位迎帅消失的方向 陈大记嘟囔一句 我靠你们跑什么过来帮忙啊 真是没原性 说着便转头询问道 老大现在该怎么办 姑女大妹子还冒着烟吧 九难听后也是眉头紧皱没有办法 就当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之时 白无常的声音淡淡地出现在他耳边 小先生我是谢彼安 您只需要使用先前那颗未吃的养魂丹 即可保住姑女的魂魄 九难闻言立即掏出哪粒丹药 递给姑女从下 片刻后 姑女那原本虚无的身体竟缓缓凝聚在了一起 见此一幕的宋恶当即就要跪拜行李 九难见状连忙阻止道 宋大哥 不必如此 往后你们就可以天长地久 做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女 见事情已然结束的白无常也是传出最后一道声音 小先生此今事 我们兄弟就此别过 待龙无助化解无伤之时 我们再见 九难闻言当即朝着声音的地方抱群相送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一道道雷云凝聚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头子 魏老六见状立即想起了九难当初 给他传道十以来的天法 而如今宋恶晋升金甲师 又被龙脉镇压了两千年 如今忽然现世 自然就引动了风火雷三节降临 再加上姑女此番机缘之下 这二人想要平安度过就难了 在慧老六说完之后 看着漫天的神威 宋恶和清儿相似一笑 二人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接着宋恶带着姑女朝着九难请的义子 小先生 末将和清儿的大劫将至 还请您带着其余人后退些许 免得受到我们的牵连 这次叹若侥幸不死 定然重归先生麾下 面对着滔天的雷体 以及身前刚刚重逢的二人 陈大忌心中顿时烦躁无比 贼老天你个王八蛋 没完没了是吧 老金他俩好不容易才凑到了一块 你就非得弄死他们才开心是吧 今夜我今天就和你杠上 说话间陈大忌一把抓住了身前的虎符 刹那间一股红色风暴的席卷出 似有对抗天地的异味 而陈大忌的身躯也化为了死前的模样 那个男人再次归来 惭愧血甲 铁血军魂 见此一幕的八爷当即大喊道 小别独自快放手 你他妈活够了呀 可陈大忌毫不理会众人的呼唤 不过此次觉醒的神情 却和先前有着不同 尽管他的周身杀气凌然 但脸上的表情却依旧失踪为止 可他却当着众人的面 脱去自己身上的抬脚 接着一把丢给正在猛逼的金甲师 老金你还愣着个皮 抓紧时间往身上套啊 能穿一层是一层 听到这话的宋恶立马 把脚下的盔甲穿戴在身上 而一旁的长八爷 看着即将落下的身内 那条大尾巴立即将九难几人牢牢卷起 风景扯呼 说罢便带着他们跑向了远处 看着雷云越来越低 九难一脸担忧地表示 雷云压成玉吹 假光向日惊临开 宋恶他们面临的居然是雷火之急 在九难刚把话说完之后 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金色的雷电从天而降 宋恶瞬间被劈得七窍生烟 浑身抽搐地冒着飞气 整个人都已经摇摇欲坠即将跌倒 而他身后的姑女则是眼含泪水 就要上前搀扶 可宋恶却出声制止道 不要过来 我答应过小先生 一定要和清儿活下去 为他效力征战四方 说着只见他朝天怒吼一声 痛快 给我再来 眼看着第二道天节即将落下 九难抬手将一块玉牌制出 宋将军 接好了 刷的一声两块令牌稳稳落在了宋恶手中 定睛一看上面写着天师令和地府巡查 这二者都是天地凌悟 皆有替人挡劫的效果 可天微不容侵犯 逼击之下必然智力破碎 深知此事的宋恶缓缓将令牌放入怀中 九难见状忍不住出声呵斥的 宋恶 姑女 你们两个刚才还说命数了 现在就要食言了吗 我命令你 马上祭出令牌挡住这第二道天雷 感受到九难的真情实意后 宋恶跟姑女纷纷落下眼泪 天地无情又能如河 自有小先生怜悯我等 我等领命 在宋恶说完过后 便将手中的地死巡查牌抛向了空中 轰的一声 猛烈的雷霆随之而下 那块令牌也一点点的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身处在地府里的钟馗等人一脸无语 魏征缓缓地叹了口气 接着掏出一块一样的令牌递了出去 钟兄还请找个合适的机会 派人将此物补及小先生 地府和至人一脉的善缘可不能断 钟馗轻轻点头适应 而他的目光始终盯着雷杰下的二人 可惜 可悲 可叹啊 如此下去他们注定会飞烟灭 说话间只见雷云下方忽然涌现出一道清光 紧接着一阵阵号角声不断从远处传来 阴中中夹杂着无尽的铁血气息 人线内置驻扎在光华府前的天狼铁气踏空而来 带头的无头将军率先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光华娘娘 大将军法驾出行 闲杂人等回避 闻听此言的苗家姐弟立即躲得远远 九难见状连忙上前行一道 小九见过娘和雪氏大叔 光华娘娘微笑着点头示意 而雪氏依旧笑得憨厚 无头鬼将见状也是对着九难抱拳行为一礼 接着对着空中高声喊道 康天在上 光华娘娘有下情禀奏 天若有晴天亦老 人若无情万物乎 今有北国人士宋恶 灵女轻而苦练千年 赤诚一片 故命不该绝 娘娘慈悲 愿收二人于门下 刺中有金甲神位 无龙妇女神位 他们二人于外界在无音 一切相关后事皆由光华府一脉自行承担 随着一指宣诏书念完 空中的雷火劫瞬间停了下 见危机解除的宋恶立即朝着光华娘娘跪拜道 娘娘慈悲 大将军仍爱 话音刚落空中的劫云也跟着颤抖了几下 随即如同水波一般消散于空 接着两道霞光从天而降落在了宋恶和姑女身上 光运中二人重重地朝酒难行役 随后便化作点点星光朝着光华府飞去 件事情已然结束 无头将军当即喊道 娘娘有指 近期诸事颇多凶险 小先生 少将军独自走动应当多加小心 遇事不绝可诉回光华府一并商议 说罢便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九难二人赶忙鞠躬行礼 地府内的卫正面带笑意对着钟馗说道 光华娘娘慈悲 果然赐下神卫给了他们二人 如此以来倒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而钟馗也对这样的结果十分慢 光华娘娘固然慈悲 但此举恐有后患 光华府不比其他的 神卫总共只有十八尊 孔圣有云 不换寡而换不君 不换而平而换不安 而此时的五仙家那边皆是一惊 他们各自都对光华府中的神卫皆是忌惮 纷纷都在议论着如何获得神威的事情 而九难这边的情况却不太好 派中之谜觉醒到一半的 陈大忌此次的状况十分危机 整个人陷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 地旁的话九难见状立即施法进行救援 沉睡消除 九孔兽灵 幽魂超度 接得飞仙 陈大忌 给我醒 然而在九难咒语的加持下 陈大忌并没有顺利突破派中之谜 反而惨叫一声 接着化为魂体钻入了地底之中 这一幕看得九难几人一连猛一 而此时另一边的地府内 原本一脸祥和的魏征 连忙对着一旁的下属吩咐道 快去通知牛头满面 让他们禁闭大门断绝阴阳两界的通道 记得 不准任何人尤其是邵将军子 还有要对外说 因此全体都感染了风寒 需要休假几日 另外记得在鬼门关前摆放宴席 咱们宴请邵将军 魏征说完后就转头对着钟馗劝道 钟兄一会还请你一同赶到鬼门关 我知你性如烈火 饥饿如仇 但还是要压住雷霆之怒 咱不可殴打邵将军 否则这瓜皮撒泼甩来 头疼的还是你我等一众弟兄 钟馗文言重重地吸了口气 魏兄放心 钟某心里有数 可就在这时 魏绝掐着手中匆忙打了 两位仁兄少安勿躁 邵将军他杨兽还在 咱们不必担心 而此时杨坚这边 唐八爷一脸焦急地哭喊 不是吧 小别独子真把自己玩死了 一旁的九难早已失去了 平日的冷静 只见他发疯般地拿出 金针刺入陈大忌的穴道中 随后又是将各种丹药 塞入他的口里 大忌快吃 快醒醒 见此一目的无心 以及灰老六七七出手相助 两道招魂秘术一门发动 在这三晚起下之后 四周忽然刮起一阵阴风 陈大忌抱着脑袋 一脸委屈的好抱 老大别闹啊 快送咱回去 我看见下面有好多好东西 见九难还没搞明白 陈大忌立即出手 准备自我了断 只见他迅速起身 朝着地上的石头就撞了过去 随着一道惨叫声传出 陈大忌倒在地上又昏死了过去 见此情形黑白无常 两位阴神立即现身 二人皆是松了口气 还好脑袋没粉碎 一会救治起来不算太难 就在二人对话之时 一道五色神光从天而降 与此同时的弟弟 也不断传出阵阵风鸣声 声响不断增 犹如雷电在地面翻滚一般 一旁的小老鼠们 纷纷吓得抱头尖叫 灰老六见状惊呼一声 竟然是帝龙翻身 话音刚落四周碎石飞溅 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 就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灰老六抬手抓起一把土纹了纹 龙脉游走 珠光宝气 难道是道藏的帝龙吗 黑白无常 见状立即开口表示道 诸位稍总片刻 我等下去探查一番 说吧便迅速转入地底消失不见 富多十二人便从底下飞出 小先生我等并未发现道藏踪迹 九难听后先是一愣 接着一脸恭敬地回道 两位心鬼 既然不是道藏 那怎会拧动地龙翻身 大吉他还不顾性命你要去抢 这话说得众人纷纷陷入了沉默 然而一向少言寡语的黑无常 却猛地开口 莫非是机缘和气韵的原因 白无常听后也是一脸顿武 兄弟 你的意思是咱们机缘都不够 所以才进不去道藏 在得到黑无常点头确认之后 众人再次陷入沉默之中 要说机缘 谁能比得过智人储君啊 可谁也不敢开口去让九难冒这个心 一旦出了事 就不是出马先 可殷帅能够担得起 聪明绝顶的九难见众人如此 毕即就明白了事情缘由 刚想开口说话的他却被灰老六给阻止 小先生 君子不立为强之下 您不能以身犯险 就在他刚把话说完之时 半空中一道龙银声传出 只见长怀元以及胡青山从远处缓缓走出 灰六哥说得不错 尊上灵氏 自有我等福其代劳 说话间 白黄两家也齐齐献身 而那许久未见的黄黎儿此时却憔悴了许多 刚一见面 黄左的老伴就迫不及待地质问道 小先生 老婆子我性子急 咱就是问问 我们五大出马先跟您安前马后 为啥神威反倒先给了个外人呢 九难文言冷冷地回了一句 黄家嫂子您可能误会了 神威是我娘和雪氏大叔所有 小弟可没资格胡乱分配 黄左见九难的情况不对 立即出声制止道 臭婆娘还不赶紧闭子 这啥事情小先生心里有数 怎么也不会亏待了咱们黄家以及其他四家 一旁的胡青山剑壮连忙上前打着圆场 小九你伤而勿躁 我们几个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要是都不能进入道藏 到时候你再出手也不迟 九难听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如此就有劳胡前辈 还有几位老哥了 闻听此言的众人纷纷钻入地底 片刻后皆是一脸无奈地回到了地面 见此一幕九难顿时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要自己下去找大姐 一旁的长八夜剑壮立马复合道 小先生我跟你一起下去找那扁独子 书画间就见八夜摇身一遍幻化出了蛇身 可长怀远却笑着阻止道 八弟 盗藏游走在龙脉之上 肉身是没法直接进去的 你和小先生要魂魄离体才能下去查看 闻听此言的八夜连忙点头硬点着 不多时只见一道青黑色的蛇魂便险现而生 黑白无常见状立即对着九难和长怀远拱手表示 我两兄弟恭喜龙君 北国长家不日之后 将在天一位蛇中之君 小先生坐下在德意元爵士大能 一旁愣神的长怀远连忙抱拳回了一里 两位大帅客气 而龙脱小院这边 一直默默注视着九难的王三则是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拒绝化龙 却有如此机缘 横持为车架 也不若于我之人王族的威严 而九难这边 在众人一番客套之后 急着救人的他抬手施出束缚 五雷分身 魂魄离体 神兵火急如绿令 连神出窍 刷的一声 九难的灵魂在金光之下脱离了本体 身后的轻松以及巨人不断地闪耀着 紧接着就见九难纵身一跃跳上了八爷的背部 只听长八爷怒吼一声 周深的清光荡漾而出 小无心和黄离儿也纷纷跟了上前 还请哥哥带上小僧 您不在身边 小僧一个人害怕 八爷见状蛇尾朝着二人一举 随即便没入了漆黑的缝隙之中 黄离儿刚站稳了脚跟就对着九难行了一礼 小女冒位 我又不得不进入盗藏的里 九难听后点了点头 里面不知都有什么危险 黄家妹子千万小心 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可不好向黄左老哥交代 随着八爷速度不断地减脉 众人终于来到了裂缝的底部 看着四周漆黑一片 九难当即首截剑之口中大喊道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秀万劫 正无神通 急急如律令 金光重 给我现 话音刚落九难周身金光乍现 宛如一个巨大的人形灯泡照亮了四周 小院里王三看着犹如无头苍蝇一般寻找的九难不惊一笑 小九这孩子怎么聪明一时糊涂一时 道藏有灵 不开法眼如何能够寻找到 罢了龙脉为尊 里面危机四伏 叔父就再帮你一次 必想到这王三大手一挥 一道金光迅速朝着九难飞去 眨眼间就悬浮在了九难的身前 见此一幕的九难不禁伸手上前触碰 那金色的光运犹如水滴端融入他的体内 一股血脉上的记忆涌上了九难的心头 这一瞬间他的眼中还是那方世界 但又不像是那方世界 这人储君的境界终于圆满达成 一阵魏严的气息从九难的体内散发而出 以此同时 伴随他一同成长的那块骨玉也献出了本来的面 一个古朴的将自静静的悬浮而上 九难深吸了口气 缓缓地收起了自身的气势 可就在这时 一道魏严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边 开法眼 剑道草 跨龙脉 阻地昌 听到这话的九难先是一愣 随即便轻声反问了一句 您是三叔吗 小院中的王三原本威严的神情 立即一松 如此都被小九给分辨出来 他怎么这么聪明 还是小心为胜 到时候给他来个死不承认 而在看到九难自言自语的八爷 当即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先生你刚才在和谁说话 三爷他老人家也来了吗 见此一幕的九难笑着答了一句 八爷大致若愚 小子佩服 说罢九难便开口念诵起法眼咒 太上教主分三清 大日如来定三魂 天地三合三八 次我法眼便清明 天眼 给我开 一道金光从九难眼中发出 正不断地冒着清光 九难连忙排手一指 就在那 八爷听后立即朝那边吐了口火焰 随着一声惨叫声响起 就听见陈大忌那骂骂咧咧的声音不断传出 哎呦我靠 哪个缺德玩意随便乱放火呀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走进那狭隘的洞口 里面的场景看得九难惊讶无语 洞内的建筑错综复杂 古朴的小道死气沉沉 此刻的陈大忌一边摸着烧焦的屁股一边 跟着只有一半躯体的天狗搏斗 怕马的你给老子放手 这套盔甲是基爷我先找到的 天狗也不理会他 依旧不要命的争夥着 如此奇葩的一幕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而担心好基友的八爷则是开口大喊着 小别独自挺住啊 八爷我带着小先生来帮你 说吧只见长八爷蛇尾一水 轰了一声地面瞬间被他砸出了个大洞 大天狗当即被砸得消失不见 而他旁边的绣发鞋轨 在见到九难后被吓破了 只见他不断地向后退去 试图跟上天狗的步伐 见此一幕的九难将铜钱剑朝前一指 天原地方 绿令九张 不令下 万鬼扶藏 斧雷破销正法 给我出 话音刚落一道天雷凭空出现 轰击在鬼屋的身上 绣发鞋惨叫一声便没入了一旁的墙体里 没了踪迹 而一旁的大忌在见到这一幕后 则是委屈地表示 老大你们咋才来啊 刚才有好多宝贝呢 要不是那死狗有人帮助 我早就把他们全部抓住了 心思细腻的九难在听到这话后 连忙反问道 大忌你是说这些宝物都会自己跑吗 陈大忌一边将推甲套在自己身上 一边点头回应子 那可不 跑得都老快了 九难对这些宝物都不在意 只见他一脸关切地问道 大忌你没事吧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的 还没等陈大忌开口回应 一旁的八爷就出声打断道 小先生您放宽心吧 这小别独子不管受什么伤 只要当场没隔屁 过一会就自己好了 九难思索片刻后也点头表示默认 毕竟先前被一众因斯伦翻殴打 还依旧能够活蹦乱跳的人 岂能是正常人能够理解 一想到这九难便转头看了眼 大忌身上的踩戟 圣唐道兵 竟然是冥光铠 地旁的大忌文言立即兴奋地询问道 老大 咱抢的这玩意真是宝贝啊 这冥光铠可是圣唐时期的产物 实属顶级的道兵 这高深的语言听得陈大忌一脸猛逼 老大你久得真好 但我却没听明白 说话间就见陈大忌不断脱去身上的铠甲 老大既然这是好东西 那必须先给你 等一会咱再争取重新抢一套 九难文言心中一阵感动 手上连忙摆动阻止着 随即开口转移了话题 大忌你刚才说宝贝都会自己跑 这是怎么回事 一说到这奇特的事情 陈大忌两眼冒光地喊道 老大你听我说 这玩意可厉害 在他刚来的时候 整个洞府内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物 他们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一个个都欢快地跑闹着 可当陈大忌伸手触摸 其中一匹陶瓷的战马之后 其余的宝物皆是纷纷大叫的四处逃窜 再接着就是大天狗和绣花鞋的闯入 小宝物们更是吓得跑没了你 说吧陈大忌就拿出那匹玉蚝 老大你瞅瞅这玩意 还有这些小图片就是那战车变 九难眉头紧皱地注视着 图片上方赫然写着 六涛之虎涛卷 当年柴如玉带出去的兵家重点皆是粗子其中 老大你可别吓唬三 我可最讨厌学习 你拿去吧 我才不要这破玩意 九难转念一想 自己这兄弟平时就不爱看书 让他专严兵法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接着就想起了杀伐之主常怀远的梦 凌家重点正好适合酒精沙场的龙君 想到这 九难便开口广市 大忌你不要的话 我就替你把这宝贝送给怀远大哥了 陈大忌听后脑袋拼命地忍得 长大哥要是爱学习 咱把书包都一起给他了 老大 这里宝贝老郭了 咱们还是赶紧去抢 骂了就啥都没有了 九难点头回应着 几人坐上八夜就冲了上前 很快他们便来到一处禁闭的城门之外 在看到有人过来之后 城内的大门也传来响声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独自走出 只见他一脸笑意地说道 不曾想到数千年后 还会有贵客驾邻莫城 老苏勤鼓西有领 九难听后先是一愣 接着便想起了来人的身份 朱子百家 莫家的第二代巨子 手一成就一人 一想到这九难立即攻身行李道 后学莫进化九难待见巨子 能一睹前辈风采 小子三生有幸 而秦古西在看到九难腰间的补育后 眼中露出了慈爱的神色 楚君不必客气 老夫已经是雄目之人 可来风采一说 可万万当不得志人王族的抬举 就在二人对话间 两道身影从天而降 来人正是范居和徐福两人 就在刚刚 范居带着徐福来到了莫家的城池 纵横一脉饭居 拜见莫家巨子 秦古西闻言笑着相迎道 两位大家客气 鬼谷前辈的门下 果然即是俊杰 而九难这边见状立即警惕了起来 只见长八爷舍尾一卷 就把众人放到了自己背上 小先生 咱们扯呼不 一旁的陈大忌听后 当即就打出了鼻戏 他奶奶 你们两个破老头 怎么还追到这里买了 师姐也一弹弓 射你大裤裆 面对着曾经的强敌 九难也警惕了起来 只见他一口咬破指尖 将血滴抹在剑身之上 口中不断念诵的束缚 六五六 血鬼破灭 血沙音雷 给我出 唰的一声 半空中六道雷霆凭空出现 见此一幕的秦古西笑着打断道 诸位都是我莫家的贵客 可否看在老夫的面上 暂时放下恩怨 同去城内饮茶酗酒 闻听此言的九难松开了手中的束缚 转身带着小无心一同走进了城中 而饭具也是笑着感激道 晚辈拜谢巨子庇护 秦古西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接着便开口叙述起了此城的由来 老夫已经腐朽了几千年 可为了给这墨城寻求一位可靠之主 不得已才违背天意 躲在这墨偶里苟延残喘 倒是让各位见笑了 这话说的九难和饭具 皆是一脸严谨不敢出声 要是能得到这墨城的一切 那几乎等同于拥有了十几万的不死雄兵 而陈大忌却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身为阴阳界一大货害的他 此时正把玩着周边的墨 看着众人敬畏的神情 秦古西暗自叹息一声 和当他看到陈大忌对这些机关感兴趣时 本已暗淡的目光顿时亮了起来 小将军对这些玩物这么感兴趣 还未请教尊姓大名 陈大忌听后立即憨憨地答道 大爷您好咱叫陈大忌 住在九道沟村 马上就念高二了 听到这话的秦古西点头表示满意 没想到小将军居然文武双全 老夫心中甚畏 很少被人夸奖的陈大忌当即就飘了起来 那必须的 在我们学校那片除了老大和赵胖子 谁敢惹我 我就干他 秦古西文言顿时甘大不已 可眼中依旧充满希望的询问道 小将军你我有缘 可谓莫成贵客 若是喜欢乃见我莫家的作品 可以买乎去慢慢把玩 陈大忌听后脸色瞬间一垮 秦大忌 咱这次是光屁股下来的 没带上钱 这身盔甲还是外面强碍的 见陈大忌如此质朴的模样 秦古西忍不住笑了出来 小将军莫成和凡俗不同 此地交易不用真金白银 而是用自身英德对话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脸色仗得跟猪肝一样 要论缺德他肯定一大堆 这英德是啥他都不知道 见大忌莫不作声 一旁的八叶连忙插了一子 这位大人 小别独自他天生缺德 根本买不起您的东西 您也别生气 秦古西见状笑着答复道 蛇君此言差语 小将军缺的是杨德 至于英德功德富德这块可是雄厚无比 这话说的久难也不禁笑了出声 人有四德 阴阳功夫 大忌心如仆育样样不缺 只是不善造势 所以杨德不行 只要善事做多了 功德自然就来了 正所谓前人众术后人成梁 积累英德和功德 也会让自己的子孙成蒙祖上应定 说到这范句 饶有深意的插了一句 少将军 还有一句你需牢记 有心善 虽善不少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然而陈大忌却对此嗤之以鼻 遭老头子你少姑佑 老老说过 鬼话连天不能信 尤其是你这样 张嘴闭嘴都是为别人好的家 一旁的秦古希却跟着一同附和着 关于善恶 我莫加看法与道门 纵横一脉略有差别 无心为恶 还没等秦古希说完 一道血月便横挂在了天际 虚浮和饭居见状大吃一惊 这可是行走的天灾 鬼佛无面降临了 只见小无心一脸煞气地从九难身后走出 那张稚嫩的小脸上布满了杀意 纳摩阿弥陀佛 无心为恶 无面见佛 都去死吧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脸猛逼 唯有九难心里明白 大家反复提到无心为恶这四个字 深深刺激到了小和尚内心的过往 一念成佛 一念入魔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立即触发了末城的防御 只见无数的人偶士兵气气感了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上前将无心一本抱住 弟弟快醒醒 这一切都过去 你师父和师兄他们早就原谅你 好好想想他们离开前是怎么嘱咐你 此话一出 曾经过往的一切犹如幻灯片一般在无心脑中呈现 师父 师兄们 让我和哥哥一起好好活着 不必执着于过去 一旁的陈大忌见气氛有所缓和 连忙开口附和道 光头哥 你刚做噩梦 把这俩老头差点吓出尿来 小无心为名 那肉嘟嘟的小脸布满了歉意 那摩阿弥陀佛 小僧失礼 还望两位师主很寒 饭居和徐福听后也是点头回应的 只可惜我纵横一脉不善开等 不能帮助大师脱离无边苦海 而秦古希这边在九难一番解释后 这位墨家巨子陷入了沉思之中 片刻后只见他掏出一副竹简递给小无心 老夫扶朽太久 如今已经身无常物 仅此一语相赠 无心在看到九难点头过后 便恭敬地双手接过竹简 南无阿弥陀佛 长者赐不敢辞 小僧在此败谢 一旁的陈大忌健壮忍不住叹气 秦大爷你也太可怜了 这么大买卖居然好几千年都没卖出去一件 今天秦也我必须让你开开张 老大咱村里一共一百多户人家 咱先买个上百个木马回去给他们 这样以后上山砍柴就不用自己背了 看着身前慷慨仗义的大忌 秦古希又是欣慰又是无奈 小将军有所不知 按照莫城的规矩 每位贵客只能用功德换取三件物品 听到这话的大忌一脸无语地搭到 行吧那就买三个 在确认之后只见秦古希抬手朝天一指 以成天之初 英德不换台 发音刚落 原本平静了千年的墨城 忽然松起云雨 只见一道道金光从陈大忌的体内 飞出凝聚在一处罗盘之上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罗盘抽取英德的速度却没有减慢 原本一脸红润的陈大忌此时也变得漠不作声 仿佛整个身体被掏空了一半 与此同时 半空中突然凝聚起了阵阵阴雷 见此一幕的秦古希惊呼道 不好 怎么会这样 连先他的想法 在陈大忌不选择战争机器 而是选了助人工具 这是他对下一任莫城城主的考验 那三头木马也根本要不了这么多英德 现在不光耗光了陈大忌的老底 甚至已经开始消耗起了阳寿 与此同时的地府内 判官崔绝看着陈大忌飞速消失的阳寿面色一惊 玩独子了 只见崔绝一边说着一边 只比在生死簿上修改着 也顾不上地府规矩的束缚 陈大忌的寿命上限被改为了180名 做完这之后 崔绝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封都大地在上 今日下官为了保护地府安宁 不得已滥用职权 稍后自会去戒律死授罚 崔绝刚把话说完 半空中一卷书信迅速落下 维护地府安宁 崔绝无字 见此一幕的崔绝立即行礼代谢者 墨城内 看着即将遭受雷劈的陈大忌 秦古希连忙伸手抓向两只木马 释出反常 我墨家终止致患 轰的一声炸响 木马虽然被老头抓了下来 但同时秦古希嫩木制的手臂 也被竖法反噬给炸的粉碎 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好在罗盘判定置换完成 随着一道光芒闪过 脱离危险的陈大忌 一屁股跌落在地 我靠 秦大爷难怪你家买卖不好做 别人都是要钱 你这是要命吗 秦古希无奈地笑了笑 往复之果 让小将军受惊了 就在众人谈话的公子 半边躯体的天狗 秀发邪鬼 被一群士兵不断追击着 范城下 徐芳是救我 然而范居却是冷哼一声 老夫费尽心思 甚至不惜消耗自身 器运送你二人进入稻葬 可你二人不但没办成 我所吩咐的事 还自顾自地寻找起了宝物 并惹下如此祸端 如今却还想本座救下你 真是无稽之谈 范居说着便朝着秦古希致歉一声 晚辈管教不严 以至于这两个畜生犯了莫诚的威严 还请前辈一律处置 无须估计晚辈颜面 而陈大忌在听到这话后 却是笑着插了一组 这狗坚强和小破鞋先前还和暗墙宝物呢 闻听此言的秦古希微微一笑 小将军既然你们之间有所仇恨 那这两个毛贼就由你来处置 可陈大忌却是一脸无所谓的表示 狗坚强你走 记住以后出去别再乱跑 你主人到处找你 就是先前和你一起在鬼市的那两个 就当天狗准备跨步离去之时 秦古希却开口不止 小将军且慢 墨城的规矩不是戏言 说罢只见秦古希大手一张 一道光幕从天而降将天狗困在其中 小将军你若是想饶恕这两个小肺 就必须按照墨城的规矩 只需付出自身英德史命运罗盘的指针平衡即可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摸着脑袋一脸为难 身为数学渣渣的他对于金两这块着实搞不明白 秦大忆 您觉得狗坚强和这破鞋加一起值多少钱 秦古希听后一脸笑着打道 老夫认为凶神天狗他们需要的价值 比先前那三头木马更贵 这话说的陈大忌面色一惊 这不扯淡呢 刚刚差点就去地府报道 要是再来一次咱不就死定了 秦大忆 咱天生就不喜欢这破鞋 劳烦您把他除外呗 一旁的绣花鞋鬼闻言顿时一脸难过的喊道 小将军不要抛弃奴家呀 见妾发誓以后对您一定忠贞不二永不变心 可陈大忌却不闻不问 依旧笑嘻嘻地问道 狗坚强 根基也我说实话 把你切去多少 你还能活着不至于隔屁 大天狗被这话问懵吗 只要剩下头颅本作就可以神魂不灭 陈大忌听后面色欲洗 秦大忌 还得劳烦您老给他留个狗头就行 其他的咱都不要了 一旁的秦古希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切 还能有这种奇特的方法 真是开眼 老夫这几千年算是白火了 飞机便抬手解开了锁住天狗的光幕 小贼你走吧 既然陈将军不计前嫌的想要救你 那老夫就往开一面 从此以后 尔等不许靠近我莫成实力 否则杀无赦 还没搞清楚情况的陈大忌和天狗 皆是一脸猛逼 咋什么都没做就放人了 而九难则是暗自欣喜 早在秦古希提出要求时 他就看出了这是对大忌的考验 从目前看来 他这位好兄弟算是成功过关了 回过神来的天狗连忙一顿感谢 接着缓缓从口中吐出一柄小刀 刀身上硬刻着四个大字 大夏龙雀 这是小神在盗藏中寻刀的力气 金元献给少将军以报恩情 天生就喜欢兵器的陈大忌 顿时欣喜不已 在接过战刀之后 就来到了九难的身前问道 老大这大刀叫龙雀 他厉害不 有没有你的杀生战刀霸道 可还不等九难作答 一旁的秦古希便说道 小将军此刀虽然出事比老夫晚了许多 但是我也听过他的威名 大夏龙雀乃是神舟十大名刀之一 曾经此是统于沙场的夺命神兵 陈大忌文言顿时惊讶无比 我靠这么猛 不过我喜欢 眼见时机已到 秦古希笑着开口说道 为了表示我墨家千爱的领金 各位美人可用自身应得换取一件地基宝物 小将军可任选一件作品 我墨成免费赠送给你 陈大忌文言满脸笑意地挑了起来 最后却对着先前差点要了他小命的罗盘说道 秦大爷咱就要这个刑部 以后我自己做点满了 也许还能换点应得咱的 天命罗盘虽然不具备任何功能 可却是墨成城主随身携带的信物 秦古希见陈大忌果然上套 那嘴巴笑得比那翘嘴还难呀 小将军真的只选择这件平凡之物吗 陈大忌听后没有丝毫犹豫地确定着 秦大爷咱就要谈 秦古希楚就拐杖哈哈大笑着 今日我墨家人逢喜事 诸位请随老夫去那城迎酒 而另一边的蚂蚁山中 此时的龙婆面带油彩 一脸坚毅地准备着法事 共桌上摆放着那只鞋的胸 巫族的巫商 一旁的蚂蚁姥姥 则是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大妹子 咱们这样偷偷进行一试 要是真的出了啥意外 老姐姐我不得被孩子们埋怨死 龙婆听后哭笑一声 老姐姐 我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 巫商里面不但包含了 汉武大帝的真龙之怒 还有天下巫住的怨念 一旦发起狂来根本就拦不住 就算小九他们都来了 再加上殷私地府来帮助也是一样 就算是以暴智暴镇压了下去 恐怕方圆千里也会毁于一旦 话说到这 龙婆不叹息一声 如果那样的话 咱们的罪果不就大了去 所以我琢磨着 巫商不能用墙 只能默默感化 即便不成功 也就我一个人魂飞扩散 牵连不到旁人 在听完龙婆的叙述过后 蚂蚁姥姥刚要开口劝戒时就被打断 老姐姐 您千万别说跟我一起走的丧计划 我不在了 咱一大家子还得您来把持 不然的话 那群小的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而他俩身后的胡飞儿 以及其余的仙家子 定了纷纷做出了决定 随着众人不断敲起战笔吹动浩九 这场祭典也跟着黄缓启动 随着封印的逐步解封 原本布满星光的天空 瞬间被阴云密布 云层中雷霆穿云 仿佛随时都将降下神雷 气台下护法的僵尸和鬼物们 纷纷焦躁不离 见此一幕的蚂蚁姥姥当即大手一挥 一道道绿光降下之后 鬼物们才镇定了下来 龙婆见状深呼一口气 将自身情绪调整完毕 随即双手高举口中 不断念诵着无助的咒语 蚂蚁姥姥叹息一声 便准备带着胡飞儿一同走下祭台 可胡飞儿却一改往常地拐抢 一张小脸上不满的担忧 只见她一脸坚毅地摇了摇头 整个人就紧跟在龙婆的身后 见此情情的龙婆连忙开口劝说道 一会要是不行 丫头你就赶紧到蚂蚁老姐姐身边去了 奶奶不在了 你要是也跟着走 那谁来照顾小九 你忍心见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吗 胡飞儿文眼脸上顿时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可依旧坚定地站在原地 还不等龙婆再次开口 一旁敲中的四个指将七七高喊 里程 屋柱大点起 话音刚落 四周音风呼啸 好似有妄鬼在里面哭泣一般 其中有几只冒着红光的鬼魂 已经通过巫上映射在了天穷之上 可他们却只不复旁人的目光 而是相互撕打在了一起 龙婆见证怒喝一声 随即对着空中拖洒着邪酒 邪酒所获之处 雷霆跟随着一群凝聚 此处正是无语无助才能使用的秘作 天降组 空中的鬼魂眼见情况不对 当即转头凝望着龙婆 而他们的眼中也瞬间闪过一丝清零 竟然还有我族后辈无语无助 龙婆闻言也不敢怠慢 连王拱手行了一礼 同时口中大声地喊道 小巫王张是拜见天巫大人 闻听此言的鬼魂先是一愣 接着就见那副争灵的面容上露出歇血腥味 没想到乌助一脉并未因老身而断绝 小辈 夙和本座联手 只要灭了这储君和废后 咱们就能打破镜子 从现巫家天下 七语天巫的残魂说到此处时 脸上的清零已然消失不见 转而再次化为猙獰恐怖的厉鬼 这幅场景仿佛早已在龙婆的意料之中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开口喊道 天巫大人明见 我无助一脉顺天意 奉自然 沟通天地 志在人情天下 哪有谋反的道理 还请大人悬崖论马 即是拔乱反正 七语天巫听后顿时暴怒不已 刷的一声 只见一道巨手瞬间从云层中伸出 大手上刻满了神秘的符文和咒语 后背不笑 竟然敢质疑本巫 该死 见此情形 龙婆面色一惊 接着连忙挥动其手中的符笔 神秘的咒语不断从口中传出 风的一声 宫中的九号紫雷立即发动 朝着大手便迎了上去 一阵巨响从电光声传出 天巫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相当于上补折先 哪怕是最低级的天巫 也依旧拥有毁天灭地之势 一记应聘之下 尽管龙婆动用了巫柱大树 也抵挡不过这攻势 走到祖雷如同落入钢炉中的残血 无声无息地消散一通 可那双布满符纹的大手 却依旧屹立不倒 一直在龙婆身后的胡菲尔剑中 毅然决然地幻化出了胡菲尔 没有一丝由于五条胡尾瞬间甩出 可奈何实力差距过大 那双这天大手稳稳落下 胡菲尔五条尾巴全部破碎 四位生死倒消 但击败赢苦休的道横已然完全消散 净冲下的胡菲尔惨豪一声 眨眼间就化为本体跌落在地 尽管如此他却依旧奋力起身 不顾一切地迎向那即将落下的大手 奶奶 九奶 来生再见 见此一幕的龙婆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想到 身为七宇天巫竟然会如此偏执凶残 心急之下龙婆毫不犹豫使出禁数三杀咒 天发杀鸡 地发杀鸡 人发杀鸡 杀鸡起血 给我死 先家子弟见状纷纷画出本体冲了上前 事不可为 龙巫住请速速退群 此地交给我们兄弟 与此同时 蚂蚁姥姥和禅如玉一同出手 暴力少女手持巨斧横空一跃 王八蛋老娘我一刀劈死 蚂蚁姥姥大手一张 万鬼七出 百鬼夜行 以一方鬼国之力 天管 给我出 刹那间天地为之垫死 必尊百战高的虚影现象而出 几方攻击汇聚一起 这一声 猛烈的爆炸阵的整个山 也四分五裂 先家子弟纷纷砸落在地 接着就是禅如玉 龙婆和蚂蚁姥姥 二老闷风一声口唾鲜血 而胡飞尔在众人的保护下 才免于受伤 与此同时 半空中的七遇天雾也不好受 只见他一阵调戏过后 一脸愤怒的吼道 无知小贝尔等居然敢中窗本座 真是不知死多 说罢便操控巨手准备再次砸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弹漠的声响从林中缓缓传出 你真以为七遇无助变天下无敌了吗 与此同时话 九难几人也刚从盗藏内走出 临行前秦古希交给了九难一块令牌 还请储君回到大清世界后 将这枚巨子令交给小将军 替我告知他 待盗藏下次开启的时候 就是他成为巨子之时 一想到这九难当即取出令牌递了出去 大忌这是秦古希前辈托我带给你 一定要谨慎收好 此物事关重大 而陈大忌在刚接触令牌的一瞬间 全身上下就被金光被包 巨子令化为一点星光融入他的眉心 墨家巨子的传承就此完成 可还没等众人开口庆祝之时 一道冰冷的声响就贯彻了整个丛林 区区七语天污真当自己无敌了吗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反应了过来 不好 黑羽生气了 污伤祭点提前开始 说罢九难纵身一跃跳到了长八爷的背上 八爷快去祭坛那边 刷了一声 长八爷振臂一挥化为一道流光便飞了出去 看着四周满目创意的山 以及倒地不起的众人 九难几人顿时惊慌不语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只见黑羽冲天而起 身后的黑洞不断的凝聚着 仿佛要将那遮天巨手吸附进去 黑羽轻轻瞥了一眼九难和大几火 就毅然居然赢了上前 给我死 空中的鬼脸见状顿时惊呼一声 这世间怎么可能还有太阳逐照的后裔 同一时间的龙婆和蚂蚁姥姥齐声喊道 孩子们 快去阻止雨神大人 他现在是真灵状态 一击之后就会烟消云散 闻听此言的九难毫不犹豫地 斩出了手中的杀生刀 雨神毁 敌人交给我们就行了 一旁的陈大忌也是反应很快 手中的龙却刀芒闪过 一道冲天红光迅速击出 空的一声 那诡异的大手在三道攻击之下 瞬间烟消云散 就连空中的鬼脸也迅速缩回到了乌伤之中 件事情暂时压下后 黑羽悲悯一声从空中跌落而下 九难见状立即飞奔上前将他捧在手心里 如今的黑羽状况比胡菲尔他们还要危险 幸亏有九难和大忌的协助 黑羽这一击并未耗尽全部灵力 可依旧有可能会随风而去 作为最后一丝太阳足照的血脉 他的消失就意味着将会永远被世人遗忘 此时的九难看着重伤的龙婆和蚂蚁老王 又紧抱着怀里的胡菲尔和小乌鸦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迎上了心头 这不好的念头差点使他乱了心智 就在这关键之时脑海中一道身影浮现而出 那是他的三叔王三 一念自此九难当即有了头绪 如今这天下间能够帮助黑羽和白虎的 只有他这位隐藏已久的智人君王 在确定好目标后 九难当即下令指挥道 大忌八业带上所有人和东西 咱们回家去 越快越好 闻听此言的二人先是一乐 接着便下意识地照办了起来 很快几人便整理好了一切 只见八业手尾清卷把所有人都放到了背上 不多时就从蚂蚁山赶回了小院中 早已在此等候的众人见到这番场景立即忙碌了起 唯有黄左老两口一屁股做到 你们都回来 我家三丫头吗 九难在调戏好魂体之后 将近到葬前的是解释了一遍 难道黄黎儿妹子没有自己回来吗 老两口文言顿时开口闹着 没有啊 我可怜的三丫头 你死得好惨 九难听后虽然愧疚无比 但眼下还有黑羽和小狐狸的情况都十分危险 九难先是取出一堆丹药递给了白无味 白大哥不必吝啬分毫 只要有用的都给大家服下吧 说着又将几粒千年生完胃给了胡飞儿 在看到胡青山那双泛红的双眼后 九难歉意地说道 胡大哥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飞儿 胡青山叹息一声 一饮一酌皆有钱定 胡家的情节不是那么容易度过的 小九你先去照顾其他人吧 九难文言点了点头 他此时急切地想和自己的三叔求救 在确认龙婆和蚂蚁姥姥都无大爱后 便带着黑羽静直来到了后屋 到了房屋前 九难开口询问道 三叔我可以进来吗 屋子内的王三听后内心慌了一批 虽然作为智人君王 但他可不想这么早就被九难试破身份 思索片刻后王三轻声说道 小九啊 你进来呗 大早上的找书有事 想让俺带你去河边抓青蛙吗 听王三这么说 九难不禁想起而是三叔对自己的宠爱 同样也意识到这位智人血清此事并不想通过身份 琢磨一番后 九难缓缓开口道 三叔 我记得小时候捉到的小女 他们生病了都是你救火的 等我看看这只吗 北国第一出马仙的龙婆即将生死盗销 无非被七语天巫捏断无尾的横尽碎 就连鬼仙蚂蚁姥姥和一众仙家都敌不过天巫的一击 就当他们即将被巨手压死之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打断了天巫的攻势 你真以为七语无助便天下无敌了吗 与此同事话 九难几人也刚从道藏内走出 临行前秦古希交给了九难一块令牌 还请储君回到大千世界后将这枚巨子令交给小将军 替我告知他 待到藏下次开启的时候 就是他成为巨子之时 一想到这九难当即取出令牌递了出去 大忌这是秦古希前辈托我带给你 一定要谨慎收好 此物事关重大 而陈大忌在刚接出令牌的一瞬间 全身上下就被金光给包裹 巨子令化为一点星光如露他的眉心 墨家巨子的团成就此完成 可还没等众人开口庆祝之时 一道冰冷的声响就贯彻了整个丛林 区区七语天巫真当自己无敌了吗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反应了过来 哇 黑羽生气了 巫伤祭典提前开始 说罢九难纵身一跃跳到了长八爷的背上 八爷快去祭坛那边 刷的一声 长八爷振臂一挥化为一道流光便飞了出去 看着四周满目创意的伤 以及倒地不起的众人 九难几人顿时惊慌不语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只见黑羽冲天而起 身后的飞动不断的凝聚 仿佛要将那遮天巨手吸附进去 黑羽轻轻瞥了一眼九难和大气候 就毅然居然赢了上前 给我死 空中的鬼脸见状顿时惊呼一声 这世间怎么可能还有太阳逐照的后裔 同一时间的龙婆和蚂蚁姥姥齐声喊道 孩子们 快去阻止雨神大人 他现在是真灵状态 一击之后就会烟消云散 闻听此言的九难毫不犹豫地展出了手中的杀声刀 雨神回来 敌人交给我们就行了 一旁的沉大忌也是反应很快 手中的龙却刀网闪破 一道冲天红光迅速激出 空的一声 那诡异的大手在三道攻击之下瞬间烟消云散 就连空中的鬼脸也迅速缩回到了乌伤之中 见事情暂时压下后 黑羽悲悯一声从空中跌落而下 九难见状立即飞奔上前将他捧在手心里 如今的黑羽状况比胡菲尔他们还要威胁 幸亏有九难和大忌的协助 黑羽这一击并未耗尽全部领悟 可依旧有可能会随风而去 作为最后一丝太阳逐照的血脉 它的消失就意味着将会永远被世人遗忘 此时的九难看着重伤的龙婆和蚂蚁脑 又紧抱着怀里的胡菲尔和小乌鸦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迎上了心头 这不好的念头差点使他乱了心智 就在这关键之时脑海中一道身影浮现而出 那是他的三叔王三 一念自此九难当即有了头绪 如今这天下间能够帮助黑羽和白虎的 只有他这位隐藏已久的智人君王 在确定好目标后 九难当即下令指挥道 大忌八爷带上所有人和东西 咱们回家去 越快越好 闻听此言的二人先是一愣 接着便下意识地照办了起来 很快几人便整理好了一切 只见八爷舌尾轻卷把所有人都放到了背上 不多时就从蚂蚁山赶回了小院中 早已再次等候的众人见到这番场景 立即忙碌了起来 唯有黄左老两口一屁股坐投在地 你们都回来 我家三丫头了吗 九难在调戏好本体之后 将近到葬前的是解释了一遍 难道黄霓儿妹子没有自己回来吗 老两口文言顿时开口闹着 没有啊 我可怜的三丫头 彼死得好惨 九难听后虽然愧疚无比 但眼下还有黑羽和小狐狸的情况都十分威胁 九难先是取出一堆丹药地给了白无味 白大哥不必吝啬分毫 只要有用的都给大家服下 说着又将几粒千年生完味给了胡飞儿 在看到胡青山那双放红的双眼后 九难歉意地说道 胡大哥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飞儿 胡青山叹息一声 一饮一酌皆有钱定 我胡家的情节不是那么容易度过 小九你先去照顾其他人吧 九难文言点了点头 他此时急切地想和自己的三叔求救 在确认龙婆和蚂蚁姥姥都无大碍后 便带着黑羽静直来到了后屋 到了房屋前 九难开口询问道 三叔我可以进来吗 屋子内的王三听后内心慌得一批 虽然作为智人君王 但他可不想这么早就被九难试破身份 思索片刻后王三轻声说道 小九啊 你进来呗 大早上的找书有事 想让俺带你去河边抓青蛙吗 听王三这么说 九难不禁想起 而是三叔对自己的宠爱 同样也意识到这位智人 血清此时并不想捅破身份 琢磨一番后 九难缓缓开口道 三叔 我记得小时候捉到的小鸟 它们生病了都是你救活的 能帮我看看这只吗 没想到在凶神眼中 微风凛凛的江楚帝 被帝里却是个怕侄子的暖男 只因话九难是他千年以来的血清 可却由于因果宿命 不得不一次次将他斩杀 而如今这一世二人的身份还未被捅破 在得知九难来找自己医治黑玉之后 王三顿时放下了帝王的威严 用着最温和的神情听着九难的书说 三叔 我记得小时候捉到小鸟时 它们生病都是你救活的 能帮我看看这只吗 由于先前龙婆祭典时摆下了 是鬼蛮天阵的缘故 那场大战王三才没刻意去关注 在见到这位即将陨落肖王的黑玉之后 王三先是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等他开口询问 九难便主动将所有事情都讲了一遍 不过为了配合王三掩戴身份 还故意说成龙婆带着大家进山打猎 遇到了猛兽 非语为了救龙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王三听着眉头紧皱 口中止不住地抱怨道 娘也真是的 这么大岁数还带你们进山打猎 小九啊 以后打猎的事情直接喊三叔来弄 你们可别瞎忙活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那块巨石终于松了下来 三叔那您看咱家有的小乌鸦还有救吗 听到这话的王三一脸尴尬不已 这孩子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这东西你竟然叫他小乌鸦 不过还是配合着九难的话语说了下去 当然有救 不过就是有些麻烦 你先去照顾好奶奶吧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九难听后一脸喜悦地走不出去 临走前还转头询问道 三叔 菲尔因为救奶奶也受了重伤 你有办法帮帮她吗 王三文言心中一阵纳闷 这是赖上我了吗 这感觉怎么和五千年前帮她做功课是一样 虽然王三心中感觉自己被忽悠 但嘴上却是毫不犹豫地应答道 行啊 你把菲尔那丫头也送进来吧 外面人都眼砸了 三叔不好展开治疗 九难听着点头表示明白 接着便将胡菲尔也一同送了进来 在九难离去之后 王三看着昏迷不醒的小狐狸和小乌鸦 是眼中尽是无奈 看来这次不出点血是不行 说到王三抬手凝出几十滴智人精血 太阳烛照的后裕 九滴应该就可以恢复了 小白狐的话看乃是涂山市的后人 五滴也差不多了 计划定好之后 王三抬手将九滴精血打入黑鱼体 可在给胡菲尔治疗时 却意外地多打了两滴精血进去 见此一幕的王三微微一笑 果然都是天意啊 当初四闻命就迎娶了涂山市之女 如今此女也算群众之高 倒也配得上我家酒啊 就在王三傻笑之时 非语缓缓睁开了双眼 看着眼前的王三又察觉一番自身的状态后 才淡淡开口说道 君上 我祖本就苟言残喘 你何必浪费血脉之力营救 逐照烟消云散 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王三闻言一脸淡然地表示 女神不必如此悲观 大到五十 天眼四景 人顿其一 万事万物哪有必然 只是那一线生机 还没有被你寻到罢 听着王三的答复 黑鱼落寞的双眼顿时 迸发出一道亮光 口中下意识的离难道 人顿其一 难道我这一脉延续的方式 就在这人字上面吗 说着便对王三开口感谢道 黑鱼拜谢君上指点 王三听后那张冰冷的脸上 露出一抹笑意 有方向就好了 欲助逐罩一脉重现 祖上荣光 一番客套过后 黑鱼叹息一声 君上 最终之战开启时 与应当占据合位 在听到最终之战四个字后 王三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最是无情必王家 当年小九一脉坐下的是 尹德万龄其碑 天下哀嚎 都不知有多少奇珍异兽因此灭剧 这才使得无故得不适待出手将其灭杀 可惜也只能保态一人真灵不密 这一世的最终之战 与神可自行抉择 黑鱼闻言也不多回答 转身扇动起翅膀退出了房间 看着缓缓离去的黑鱼 王三微微一笑 没想到红尘滚滚竟然真的能沾染万物 就连羽神都不能避免 我也同样身处其中 就在王三感叹之时 在小院外等待着九难见 黑鱼完好无损出来后 心中瞬间松了口气 陈大忌立即开口询问道 鱼哥你都好吗 黑鱼默不作声地在众人头顶上盘旋了一阵 接着便在九难的肩头落下 有劳小先生牵挂 与一切安好 白狐另有其余 不日便能恢复如初 说罢 黑鱼就习惯性地闭上双眼陷入了沉睡之中 可就在这时 院中的松老显现出了法身 一团团幽绿色的法球朝着黑鱼击射而去 他是修炼万年守护一方天地的松老 而他是掌碰万物的君王江楚弟 两大颠崇强者敬畏了个矛头小子 一同出手救治一只即将死亡的黑乌鸦 在得知王三将九堤之人惊血打入黑鱼体内后 松老当即放化出了法身 随着一道道绿光冲入了小乌鸦的躯体后 黑鱼内疲态的神情逐渐获得了滋润 做完这之后 松老便再次陷入了沉眠之中 而另一边的九难探着痛苦不已的皇家夫妇 一时间心中的愧疚使他内疚不已 黄大哥你们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城隍大人那边查探下黎儿姑娘的消息 只要还有一丝机会 我也会带他回来还养 闻听此言的皇家夫妇点头回应着 三丫头就拜托小先生和几位老兄弟了 我们老两口回家等你们的好消息 做完这之后 九难当即拿出从道藏中获得的宝 这份兵家重点的虎涛卷一出世 整个小院立即被战场中的杀戏给覆盖 九难抬手将至宝塞入长怀元手中 长大哥 这是大忌帮你在道藏中找来的 长家主掌杀了 回去后可以和其他六位哥哥一同学习 长怀元文言立即攻身行李道 小先生为荆棋 我长家上下为战刃 经其所指 战刃所致 在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后 九难便带着众人一同朝着城隍庙赶去 在他们刚离开村子之时 就见金甲师宋俄带着一对小弟在外等候 听闻小先生出行 末将特兰护驾 九难轻轻点头示意的 将军辛苦 说罢便指挥着队伍向前驱使 这浩浩荡荡的军队在距离城隍庙五里外就被发现 巡逻的士兵在见到这一幕后 立即快马加鞭地跑去通报 城隍大人 不好了 少将军他带人打过来了 封屋门闻言顿时一惊 脑海中下意识就想要撒腿跑路 可为了维持形象只好不做冷静地询问道 你可看清了来人 那个祸害带了乃至兵马 一共有多少体气 伪兵听后立即颤颤巍巍的达道 伪禀大人少将军他老人家貌似没带兵马 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少年和一条大蛇 这话说的封屋门面色一喜 人狂必有过 你这祸害竟然敢孤身前来我城隍殿 今天定要致你个不敬阴神的大罪 急于报仇的封屋门立即召集不下一桶档出去 双方在城隍殿情相误 见此一幕的陈大鸡一脸笑意地表示 老大你看见没 封屋门那瘪独子这是怕了咱们吗 居然还带了这么多人来迎接 一旁的八爷文言当即开口吐槽道 小瘪独子你是不是谁 迎接咱们用得着这么多兵吗 这明显是来揍咱的 就在二人争吵之时 就见封屋门一脸奸笑地喊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屋门自来投 小祸害本座今日定要将你大卸八块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封屋门便发现了九难这对人马的步伐 美国第一龙军长怀允 蛇中真军长八语 以及神将精讲师 见此一幕的封屋门顿时欲哭无泪 内心中将那鬼兵给吐槽了一万遍 为什么这祸害转世后 背景好像更吓人了 就在封屋门胡思乱想之际 陈大忌紧握胡胡胡 浑身煞气凌然喊道 小祸子 可敢于记得我一决死战 听到这话的封屋门当即一脸谄媚地说道 少将军多日不见 已可想四本关来 接着便转身对着长怀元等人喊道 还请少将军 容军 蛇军一起进贵府坐坐 而九难却被他给忽视到了一边 闻听此言的长怀元冷空一声 城房大人还请止步 在你面前的是我家小先生 一旁的陈大忌也是一同附和道 老祸子 这是咱老大 你还不快快给他磕头请安 封屋门听着一阵无语 碍于压力只好微笑地掩饰尴尬 封屋门见过小先生 不知小先生大驾光临 还请赎罪 一向礼貌的九难见状 缓缓抱拳行为一礼 晚辈话九难见过城房大人 今日冒位前来还请海寒 几人说着便走进了城房庙里 一踏入大殿内九难便到出了此行的目的 晚辈此次前来是为了查询本地复迹点测 晚辈从有幸被催促军以及中回圣军赏识 遇刺了两届巡察都尉时的职位 只可惜当初那块代表身份的令牌被天雷轰击烟密 还不等九难把话说完 只见一道闪光瞬间划过 地府的巡察令正静静地悬浮在他的眼前 见此行刑的封屋门立即开口安排到 来人还不快点把布局名单呈上来给巡察使过目 不一会一等古谱的册子便出现在了九难的手中 九难飞速在寿修那一夜查找着 却只见到黄丽二的名字 其他信息则是模糊一片 就连寿源这一块也完全看不到 但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这位小黄仙还没魂归地府 难不成是被困在了道藏中 就在九难沉思的时候 一旁好奇的陈大忌立即凑了上前 我靠 咱老爹怎么要死了 这可不行了 老子必须改改 众人文言心中一惊 陈父平日里行善积德怎么会只剩半年杨寿 而且还有一道黑气正在侵蚀着他的寿命 陈大忌的父亲即将被鬼屋吞噬阳寿而亡 就连判官忠奎对此都毫无办法 情急之下的陈大忌就要进入地府寻求帮助 华九难见证连忙开口安抚道 大忌你先别急 咱们一起想想办理 说罢便抬头看向前方的陈皇大人 此时的凤无门也急得一脸冷汗 只见他手截剑之口中不断地嘀咕 以石殿阎罗之名 行陈皇管辖之力 因司法眼丢 话音刚落 两道蓝光从封无门的眼中迅速冒出 光线静直落在陈父的名字上 却迸发出猛烈的波动 疯了一声 竹简应声而碎 遭受反噬的封无门当即吐出一股鲜血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施法为其疗伤 接着又递出一粒丹药味给封无门吃下 前辈宁可好些了 封无门闻言心有余计地说道 炼气如海 冤魂无尽 纠缠陈父的非气不是一人而是一方百姓 并且里面还硬刻着一道诡异的图腾 听到这的九难立即想到了上次的事情 两主之地 难道陈叔受到的诅咒又有变化 一想到这 九难立即跟封无门打了声招呼 前辈我等家中还有点事就不督作停留了 日后再请前辈喝茶一表敬意 说罢便带着众人赶回了小院中 一回到家的陈大忌连忙跑向了陈父的房前 老爹啊 你还有心情睡觉啊 你都快死了 闻听此言的陈父当即一拳打出 你给老子鼓 小别鼓子 听完后的陈父犹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疲软不堪 小九啊 这么说小别鼓子不是故意气我的 咱真的没几个月好活了吗 一旁的灰老六和长怀远连忙开口安抚道 陈原外放心 小先生会带我等想办法救你的 陈父闻言这才放心地走回了屋内 看着陈父那颓然的背影 众人的心中也十分不是滋味 而屋内也缓缓传出陈父讲话的声音 行啦别哭了 没什么大事 人早晚不都得死吗 没啥好哭的 还是看娘 咱和你说点正事 陈父说着便从包中拿出一叠现金和卡片 这张是留给你们娘俩过日子 里面没放太多 但足够你和大忌生活了 钱多了有时候也是祸害 这一张是留给老婶子养老 千万不要去动 哪怕穷死也不要动 等我走吧 你要替我好好尽孝 还有 小九张抄召飞他们不输的费语 以及孩子们结婚生孩子办大事的钱 记得帮他们评分 另外还有一笔是给王三兄弟和小潜月的 对了这笔钱是给松老买化肥 以及长八爷买零食的 要不是他们一直照顾着咱家小饼独子 估计他早就吃大亏了 屋外的众人听得十分难受 九难双全紧握地来到了龙婆的身前 奶奶 我想去梁主实地去看看 不论有多少危险我也要想办法就陈叔 龙婆文言缓缓叹了口气 小九你别去 这件事还是奶奶去吧 别看奶奶岁数大 但遇到那个图腾奶奶比你有用 就在二人相互心疼之时 无头鬼将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娘娘有指 百善孝为先 大丈夫暂时怎能薄情寡义 今次下雷金鹿所见 光华灵珠给两位少福主以壮胆色 娘娘有言 此行亦在探明情况 不可莽撞行事 速去速回 万事要等查明后再商议处理 九难和大忌厅后攻身朝前一拜 知道了娘亲 一旁哭成累人的长八爷也连忙喊光 小别独子 我陪你一起去 有了光华娘娘的话 事情就这么被定了下 几人坐上八爷便向着梁主之地出发 另一边的光华府内 雪是一脸担忧地看着陈复的雕像 心意相通的光华娘娘立即出声安慰道 五哥不要鲁莽 咱们已经将此事报了上去 现在只好静静等待 与此同时的地府里 钟馗等一众英帅齐聚一堂 他们个个紧坐眉头目不作声 牛头马面叹息一声率先打破了气 一日之内 光华府已经三次申请讨伐两主亡人 咱们该怎么回复 黑白无常当即气愤地表示 两主亡人不服管教多年 咱们也该敲打一下了 陈复遭受万千历鬼迫害危在旦夕 陈大继位就父亲踏入鬼巢诛杀邪碎 这一举动惊的地府 阴神连夜开会商讨此事 黑白无常更是气得暴跳如雷 两主之地的鬼屋不服管教 他们该死 咱们是时候该敲打一下了 闻听此言的钟馗抬手示意道 诸位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要是没有 本府就按黑白无常两位将军的意见 上道给阎君大人了 牛头马面听后点头表示认同 唯有日游神乔坤却是出声反对 卑职负义 我地府向来公正无私 从不参与任何阳间的争斗 这次也不能例外 本座认为咱们应当做山光鼓动 等他们两败俱伤后再出手处理残局 闻听此言的黑无常爆喝一声 温良你包藏祸心 你不过是想让这次冲突造成于恒大帝生灵涂炭 借此机会削减智人一脉的气韵 方便自己日后报仇 被识破的温良当即冷笑一声 范八爷你何必威严总听 两主亡人虽然是个有着五千年图腾的文明 但怎么也不能和专序大帝相提并论吧 智人一脉讨伐他们 还不至于打到天崩地裂 这话说的一向好脾气的夜游神乔坤都有了火气 你说不至于 可温良你想过渔航大帝的万千生灵没有 一个文明图腾发起风来 血流千里还是能做到的 与其生灵涂炭 那我地府为何不配合智人皇族给两主致命一击 把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见说不过的温良怒喝一声 乔坤你的数字 不就是想趁机攀附致人一族吗 何必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乔坤便一套嘴炮轰出 温良的祖宗十八代被他说了个遍 这举动直接气得温良开口告状道 朱军 黑白无常联合夜游神欺压卑职 还请给我做主 钟奎听后冷冷地瞪了一眼温良 行了 如等同为地府英帅 如此打闹成何题 都各自归位了 一番闹剧过后 话题又转了回来 就在他们议论之时 一个全身火红青面獠牙的鬼王缓缓走出 诸位判官大人 卑职觉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每个生灵都有自己的命数 我隐私不该参与其中的因果 否则一旦我等带头打破规矩 那今后旁人是不是也可以有样学样 愿意干涉活人的事物 而且我地府一旦参与 那葬了半个天下的青事官 从上古一路走来的兽神起步跟着连动 此话一出黑白无常顿时哑口无言 因果循环的报复可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王三此时一脸愁容地看着龙婆 由于担心化酒难以行人的安危 龙婆已经一天没吃过东西了 娘 你儿媳刚给你做的鱼香肉丝饭 赶紧趁热吃一口可香了 此刻的王三犹如红小孩一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娘亲 龙婆看着孝顺的傻儿子脸上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傻小子端进屋里给小月把 娘吃不下 无伤的事还没化解 梁主又来 也不知道小九他们咋样了 一提到无伤 王三猛地想起了自己当初埋下的后手 接着只见他悄悄捏出一丝束缚 刷的一声 那本记录着所有吴家秘书的废旧作业本就这么从空中掉了下来 娘您看那边 天上掉宝贝了 然而龙婆低头看了一眼后就笑着答道 傻小子这可不是傻宝贝啊 是你姑娘用过的作业本 说着龙婆便对着屋内说道 而媳妇女出来想 这本子给你留着隐柴毁吧 在王三震惊的目光中这本吴家重点 最后几页被私下送入了火堆中 等王三反应过来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本重点最后关于驻游术的内容就此事传 王三叹息一声 世事无权 奈何奈何呀 看着计谋不成正在失魂落魄的王三 黑羽摇了摇头 心中暗叹一声 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非要装什么军师 这下好了直接丢人现眼 真不知道这感人的智商是这么连杀九难五千年 不应该预见就是一巴掌 不然只要给九难一点机会就能扭转局面 然而事情的真相竟被黑羽吐槽间猜对了 江楚弟每一次灭杀化九难的时候 都是先觉醒神魂再去找到九难 随即紧闭双眼一掌拍下 然后含泪安排九难魂破转式投胎 甚至从三千年开始他都不忍心自己动手 而是采用七滴精血加上百具野兽血润 怪家千种毒虫万之利鬼练化出了个手下 灭杀九难的事情就完全交给这个凶物大脑 眼看王三还处于愣神之中 黑羽缓缓飞了上前 君上你手中的质宝可以交给我 到时候我转交给龙屋柱就好 王三无奈地点了点头 黑羽双眼瞬间扫拭过那本作业本 接着将上面的内容变为一片片古朴的竹简 做完这之后 黑羽便来到了龙婆的身前 龙屋柱 这是本作无意间所得的宝树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龙婆见状先是一愣 待他看清竹简上的内容后顿时喜笑颜开 竟然是完整的屋柱传承 老婆子拜谢羽神大人 眼见自己老娘喜极而起 不停感谢着黑羽 王三心中百感交集 这分明是他贡献的 怎么就演化成了现在这样 龙婆一边翻看着重点一边开心地说道 有了这等传承 再加上清风大人做天魂 老婆子一定能进阶六语 到时候就可以尝试着化解乌伤了 就在龙婆高兴之时 屋内的王浅月也缓缓走到他的身前 奶奶我爹说您不吃东西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 龙婆文言满脸笑意地表示 乖孙女别听你把瞎说 奶奶这不是吃着了吗 一旁的王三在看到祖孙俩 其乐融融的画面后 转头对着黑羽介绍道 女神君 你看我的爱你如何 他虽年幼 可马上就能突破四语 召加十日就能成为 屋住一脉的天骄 黑羽没有回答王三的问题 反而紧盯着王浅月 宁难道 天污 天魂 天人 原来我逐赵的路在这 一念至此黑羽面色凝重地说道 君上 女想和浅月公主结盟 做他的天魂不知胜意如何 他是上古金屋最后一脉的传人 走过之处不景下的鬼王纷纷朝拜 王三一脸淡然地问道 女神君 你此话当真 黑羽听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君上当知 你我这种存在怎么会随意说想 太阳逐赵一脉的底蕴 根本不在智人皇族之下 再三确认后 王三当即心中暗息 可脸上憋笑的神情却掩盖不住 女神君若肯去尊小女 我将处地保证 不管将来浅月成就如何 都会安排一方千万人口的大族 世代供奉你为图腾 人族不绝 逐赵一脉图腾之火不灭 联合蚂蚁姥姥一同专研 其余四仙家也在按照九难的吩咐 没日没夜的寻找黄丽二的踪迹 唯有九难这边却遇上了大问题 自古以来成了惊的仙家 都无法离开各自规定的地界 而北国想要来往江南地域 就要跨过一道山海关 此时的长八爷正带着九难等人 在高空飞行 可就在这时 一道威压阵的八爷全身气血翻译 见此形形的陈大忌连忙询问道 八爷你咋 这身上咋还冒绿光了呢 而一旁的九难也感觉一股无形之力钻入脑子里 接着便发现眼前突然多出一道城墙 大门处用朱砂写着天下第一关的大字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面色一惊 我靠 老大这是啥玩意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城内占卜其名 一对兵将瞬间奔涌而出 为首的大将手持长矛一脸严峻的吼道 本帅牛骨路阿里滚 奉清纯帝之命镇守山海关 如等也羞弱不想死 就快快转头原路返回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这他奶奶的竟然还有劫道 就是他们不让八爷和六哥去救我憋事 陈大忌说着就握向了胸前的虎脯 刷的一声 四周瞬间阴风四起 上百位战魂铁骑显现而出 陈大忌骑着战马一脸猥琐地盯着前方 一旁的长八爷也是拖出去 只见他手截剑指口中不断念叨着密宿 阿里滚见证了 哼一声 长家出马先 你是借助我八七龙脉修炼 如今却还想反抗主子吗 真是不自量力 而陈大忌才不管对方多有实力 眼见长八爷被对方辱骂 大忌当即暴喝一声就要向前冲杀而去 见此情形的九难立即出声制止道 大忌别胡闹 阿里滚将军当年对抗外族屡立大功 是我们神州大帝的英雄 说爸只见九难朝前行了夜 晚辈话九难见过将军 阿里滚在听完九难对他的评价后 心中的怒火一扫而空 话小有客气 不过本将奉命镇守山海关 任何出马先都不得擅自通过 职责所在还举剑量 陈大忌的心中最敬重的就是军人 尤其是那些为了神州子民抛头颅撒热血的英雄 只见他一脸急切地恳求道 大叔 俺叫陈大忌 我爹陈傅他就快死了 我们现在赶着去救人 您能不能通用力下 然而阿里滚依旧不为所动 大忌将军你还是带着手下的出马先回去吧 我等不可违背祖训 就在气氛尴尬之时 九难腰间的鼓域突然闪出一道亮光 王三那伪装的声音也随之传出 横舌乃无之车 不再出马先之列 给我放行 话音刚入 原本镇压着八爷的威慑瞬间一扫而空 长八爷立即开口感谢道 小蛇谢谢帝君 我给您老磕头了 而阿里滚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抱拳高喊道 严皇后与阿里滚警尊共主发指 说罢便带着军队返回了山海关内 就在大门关闭的前夕 阿里滚的声音传入了九难的耳中 储君殿下 虽然末将放行 但前方还有道门阵势 游兵散音无数 还需小心谨慎 九难听后朝着关内行人意 小子多谢将军提醒 随着一道眩晕感熄来 九难几人便回到了现实中 刚刚他们只是神魂进入到了鬼域 肉体还停留在外界 待几人反应过来后便继续前行着 可一路上却并没有出现阿里滚口中的道人 以及游兵散人满路 与此同时山海关中的一座道灌难 一个面色阴沉的老者冷哼一声 浮身无量天尊 难道只有你阿里滚会做人吗 我摆目就不会是吧 致人一脉的坐骑谁敢安静 而九难在出了山海关后 就收到了神算子七百家的来电 大忌小友啊 老头子正好外派到了渝恒 上头喊我来接待你们 几人定好了位置后便朝着目的地出发而去 很快九难等人便来到了一处小镇内 早已等候的七百家立即笑着上前迎接道 小先生 几位小兄弟跟老道这边走 小先生你们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上头只是吩咐老道我负责接待 其余的都没说 九难闻言已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七百家听后面色凝重地表示 前段时间上头的人在梁主那边挖掘 进去了很多人却都没有出了 就连正义派来的云锦道人 为救同门师兄都身陷在了其中 现在整个遗址已经被军方管控 严禁任何人靠近 听到正义派时 九难不禁想到送自己法袍的周冠主 看来云锦道人应该是来救他 没想到自己也不能脱身 要是有机会就出手帮一次吧 话九难为救陈父姓名 拼死闯入鬼屋红行的小镇之中 就连正义派的老天使也被困在此地束手无策 就在刚刚 九难从七百家口中得到这些信息后 便准备夜间行动进入鬼域救人 然而七百家却开口恳求道 小先生咱们这距离梁主之地还有吉里路 沿途会经过一个吊血鬼肠出没的村子 老道我先前去处理过但是没成功解决 就在二人商讨之时 一旁的陈大忌连忙凑了上前 老大 咱们反正顺路就把这个一同收拾了吧 闻听此言的七百家一脸苦涩地表示 少将军这里不是北国的地界 你可请不来出马先帮忙 就连万年数神都受限于自身限制 不能离开本体太远 不是老到我贪生怕死 咱们几个想对付两主王人 太难了 陈大忌听后却是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请不来先家 那我请鬼来就行了 实在不行我还能请老爹过来帮忙 一说道陈父 陈大忌原本高涨的心情瞬间捏了下来 酒难沉思片刻后也点头回应道 大忌放心 晚上咱们就过去看看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傍晚 几人坐上七百家的昆车朝着两主之地驶过去 一路上七百家都在讲着渔航地区的风土名情 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子外 熟悉情报的七百家立即讲解道 小先生 吊血鬼就出没在前面的村子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只是偶尔出来吓唬周边的妇女孩童 后面越折腾越厉害 闹得方圆十里内的村子都不得安眠 本地的三亲弟子前来驱逐这些鬼屋 却都被他们戏耍扒光了吊在树上 说话间几人就来到了一处老房子前 有些热情的村民在看到七百家后立即开口招呼着 道爷您又来了 这次能搞定不 可别再让那小鬼把您给收拾了 对 上次您被扒光衣服吊在树上时 裤衩都丢地上了 俺都系好在家放着了 这就回去给您拿去 闻听此言的七百家顿时一脸飞现 站在一旁的酒难也感觉脸都丢光了 口中尴尬地回道 神州子民真是热心肠啊 而赵飞则是关心起了鬼屋的问题 大爷不是说咱们村子闹鬼 你怎么不害怕 老头子笑呵呵的摇了摇头 开始的时候怕 现在还行 吊虚鬼只是恶作剧不算害人 充其量就是吓人一跳 就跟小孩一样你别搭理他们就行了 让小鬼折腾一阵就走 一旁的七百家也是点头附和道 确实是这样 要真是那种要命的玩意 上面早就不容他们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一个汉子跑得上前 道爷您可算了 快看看我老婆这是怎么了 众人闻言转头看向了汉子身旁的妇女 只见女人面黄肌瘦 挺着个大肚子仿佛随时就要临腾一般 陈大忌健壮不解地吐槽了一句 怀孕安胎而已 这种事找起大爷有啥用 他自己都是老汪棍一条 见众人疑惑的神情 汉子立马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小哥你有所不知 我老婆她没有怀孕 这个肚子是三天内长这么大的 去医院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而且还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就在汉子支支吾吾之时 九难就接过了话策 大哥 你家嫂子是不是还能听见肚子里 有人和自己说话 汉子文言当即就要给九难下跪行礼 这位大师求您行行 舅舅我老婆 要多少香火共创我都出 卖房子卖地都行 九难见状出生制止的 大哥您千万别这样 我怎么尽力就是 嫂子肚中是富贵害人 古籍中有记者 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她的长相 同样也不清楚 她是怎么进入到人的腹中 只能听见富贵在肚中说话的声音 他们会一直吸取人体的营养 直到寄宿者死亡 酷鬼在听到九难识破她的来历后 惊叫一声 飞机女人的肚子在飞速变大 并且还冒出了一张鬼脸 朝着九难嘶吼道 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九难文言不慌不忙地掐出法掘 天河地河 人河鬼河 急急服磨令 给我出 刷的一声 六合咒化为一道水波将妇女笼罩 她的肚子瞬间就被束缩住不再变大 就连那张鬼脸引发出阵阵惨叫声 天师传人 还请饶小鬼一命 酒难冷哼一声 指尖轻微旋转 那套在妇女身上的波纹立即钻进了肚中 我不灭杀你 只是送你去阴司地府受审 一时间复鬼的惨叫声响彻四周 臭道是你假人假意 送我去地府一定会被打入十八城地狱受尽折磨 既然这样我还不如魂飞破散来的痛快 妇鬼刚说完 女人的脸上立即就布满了鬼气 跟我一起死吧 少年第一次使用到家的灭鬼咒 竟将妇女怀胎三天的婴儿轰击而死 指引厉鬼强行附身在女人体内 并采用邪术孕育一封鬼音 在得知化酒难要送她去地府受审后 妇鬼竟想带着女人一起同归于尽 见此一幕的酒难阵蔽一挥 手中的铜钱剑迸发出刺眼的金光 并以止为笔在空中迅速画出五雷灭鬼符 随着符音不断地照耀在女人的周身 酒难冷淡的声音也随之传出 灭出 还不出来 风的一声 一道雷霆急速落下 妇鬼惨嚎着从女人的身体中分离而出 一个通体赤红的肉球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陈大忌见状立即跑到一旁吐了几 酒难没给鬼屋任何逃跑的机会 只见她从赵飞手中接过一个罗盘 接着手下反觉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光照玄冥 万神万神 父我真灵 去天猛兽 智福武兵 所到之处 万神朝拜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妇鬼甚至都来不及挣扎 就被吸进了罗盘之中 做完这之后 酒难转身对着赵飞说道 罗盘收好 等有时间就问问他为什么来这边害人 赵飞文言一边点头硬打 一边毫不在意地将罗盘放入自己的背包里 一旁的齐百家再见到酒难的手段后 心中暗自佩服道 不愧是那个院子里出来的人 小小年纪 恐怕都有能和教主比肩的实力 而那群村民更是佩服的无体投递 一阵阵夸奖的话语不绝于耳 酒难点头对众人抱以微笑 随后却朝着一个面颊干瘦的老太太说道 高盲鬼 你也一起出来吧 村民们对这一举动搞得一脸猛的 只有陈大忌几人立即进入了戒备状态 人群中的老太冷笑一声 不错不错 真没看出来 你这小道士居然能看到本作的存在 可是你又能耐我何呢 本作可不是富贵那种蠢祸 你想逼出来就能逼出来的 想让我心生 除非连着生人的心一起挖出才行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八爷 为啥要挖心才能将它剥离 长大忌听后一脸骄傲地表示 高盲鬼也是附身人体的鬼物 他们通常藏匿高盲也就是心脏部位 死鬼能变为人们心中最害怕的模样 心则疾病缠身 重则一命呜呼 陈大忌听后惊呼一声 我靠 小鬼你挺狂啊 靠啊 把你家亲戚都叫出来 当机也我按住这给鼓子 我要打他大哭当 张超文言一脸苦涩地表示 老大这里人这么多 我家亲戚一出来 明天走进科学就要拍到这边来了 陈大忌听后小脑瓜这才转了过来 而七百家也开口去散着周边的村民 乡亲们麻烦大家回避一下 都为在这边我们不好施展手段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平日里赶小卢鼠的他们纷纷开口横道 道爷 脏东西要是凶的力 需要我们帮忙就招呼一声 大家听到后就都会赶来相助 七百家文言感动地点了点头 乡亲们放心 今晚频道请来的都是高人 区区鬼物随手拿捏 看着村民逐步离去的鬼物竟没有一丝害怕 口中依旧十分硬气地叫嚣着 臭小子 有什么法子尽管用出来 本座一并接着 等九难开口回应 张超就已经率先动手 只见他将校服朝前一致 被斗死 蓝斗生 我封御地令 拆如起身形 大哥大姐们出来按住他 给我把他扒光了 话音刚落地面瞬间钻出树岛僵尸 只见他们咆哮着冲了出去 而陈大忌带着张超一同走了上前 边走还边脱着裤子 这番举动吓得鬼物惊慌失措 臭小子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不要过来啊 你们是魔鬼吧 对这么老的身躯都下个趣事 陈大忌闻言一脸比一地表示 我呸 也独自你想啥呢 记得我只是想给你喂点童子尿 就当鬼物即将落入僵尸的手中之时 九难大喊一声 大忌 张超 你们先等等 让我先试试看 如果不能逼出脏东西 你们再动手 文凭此言的鬼物立即松了口气 接着一脸讥讽地说道 小子我事先提醒你 到处什么的对本座没有任何作用 就连怎么和记主分离的办法 我自己都不知道 除非记主死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九难掏出金针迅速刺入他的穴道中 变客后就见他大嘴一张 捕出了一坨烂肉 肉块臭气熏天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畜生 高芒鬼的神体显现而出 他是最擅长利用人们心中的 愧疚和恐惧来侵占意识的鬼怪 心灵缺陷的赵飞 立即跌落在地痛哭流涕 凤梅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张超则是一脸苦涩的耐喊着 爹我求求你了 别再打俺和娘了 而九难也是眼含热泪的强撑着 姐 娘 我一定会给你们报仇血恨的 话九难被鬼怪捕获即将踏入魔道 就连无心小和尚都必须念诵经文 才能抵御心魔 鬼友陈大忌一脸呆傻的愣在原地 眼见众人痛苦的模样 高芒鬼凝笑一声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 说吧只见鬼屋纵身一跃 朝着陈大忌就扑了过去 然而陈大忌却朝后一跳和鬼屋拉开了距离 口中还不断吐槽道 我靠 这啥玩意啊 咋这么臭 老大你们咋地了 见此一目的高芒鬼惊呼一声 这怎么可能 臭小子难道你就没有做过任何让自己后悔的事 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吗 陈大忌文言捏着鼻子表示 咱有对不起的人和事吗 臭屁金咱跟你说 姬爷我做人老讲究了 谁要是跟咱处不好 那就要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 这话说的鬼屋怒吼一声再次扑了上去 陈大忌见状当即一拳打在自己的鼻子上 接着一把将纯羊之鞋甩在大厦龙雀的刀身 轰的一声 龙雀动发出刺眼的血光 高芒鬼瞬间被劈开一道血痕 恶臭的气味迅速向着四周不断的蔓延 见此一幕陈大忌连忙闪现躲开 口中更是缺德的喊道 我靠真是臭死了 臭屁金你该刷刷羊了 而受到重创的高芒鬼此刻只能怨恨地看着陈大忌 虽然他的身躯还未消散 但也触发了地府的拘捕机制 一阵阵铁链声从四周传来 呼啸的阴风朝着鬼屋不断聚 只见两个鬼差缓缓从远处飘来 可当他们刚要开口审判鬼屋之时 却在看到陈大忌的一瞬间吓得面色一惊 我等不知将军在此 打扰了 这就告退 说吧只见鬼差就要闪身跑路 可却被陈大忌一把叫住 你们着急跑啥呀 咱就问点事情还不行吗 鬼差文言尴尴尬地点了点头 少将军看明说的 有什么吩咐张张嘴巴就行了 陈大忌听后满意地笑了笑 先把这埋态玩意抓起来 刚才他老嚣张了 谁都不服气 两个鬼差听后立即执行了请 二人边干边吐槽道 孽处女招惹谁不好偏要得罪少将军 等到了阴丝后 看我俩兄弟怎么袍着你 看着鬼差办完事后 陈大忌蹦蹦蹦蹦地来到了九难的身前 哥们你俩来帮我瞅瞅看 咱老大他们这是咋 呼呼唧唧唧地整半天了也不说话 然而鬼差们见状又是 已经随即脱口而出的喊道 智人皇族的小先生 可九难听后却浑身迸发出一股煞气 智人一脉 复仇 我要为家人报仇血恨 两个鬼差立即吓得相互跑去 二人不断地表示着歉语 小鬼不该忘听上尉之言 罪该万死 少将军还要劳烦您将醒神香点燃 小先生轮过后便会恢复如初 鬼差们说罢就留下一根香烛慌忙离去 陈大忌见状一脸猛逼的嘀咕道 我老大又不吃鬼 你们怕啥呀 接着便将香柱点燃 随着烟雾缓缓射入九难等人的口鼻之后 他们便抱着脑袋悠悠转醒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兴奋地喊道 老大你们终于醒了 要是再不好起来 咱都准备把你们送去医院了 九难听后一脸茫然地回顾着先前的静音 心中一阵后怕 没想到名不经传的高盲鬼竟然这么厉害 要不是有陈大忌这朵奇葩 他们这次就阴沟里翻了船 看着九难沉默不语 陈大忌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老大你刚才哭得老惨 这是想我干娘了吗 而且不只是你 还有赵胖子 八爷 光头哥他们也哭了 一旁的齐百家听后立即开口询问道 少将军老头子我刚刚做什么了 陈大忌飞飞一笑 齐大爷你可比八爷他们强多了 就是说的东西咱听不懂 什么纯阳精气美女别走之类的 齐百家听后顿时尴尬度 没啥别的意思 老道我说的是修行功法 眼见陈大忌内副笔的样子后 齐百家咬着牙拿出一本秘籍 少将军要是不信你自己看 陈大忌接过后随意的翻动了下 全真先天一气功 张三丰助己 书中人物打架的模样 立即吸引了他的目光 齐大爷能把这玩意借我研究部 等咱神功大成一统交 到时候给你当副门主 齐百家闻言当即就要开口拒绝 可他胸口处的罗盘却轻微的震动了你 待他闭目推散一挂之后 心中不禁暗叹一声 罢了老道我终究服员欠缺 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还能从这小子手中换点东西用用 一想到这齐百家连忙开口回应道 少将军喜欢这哪句 不过你得用别的东西和老道换 陈大忌听后先是一愣 接着便掏出了身上所有的宝物 前辈只要您需要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走 看着琳琅满目的宝贝老头彻底猛逼了 齐百家挑了半天 最后选了三件不起眼的小物件 老道我服员涌现 这些宝物就足够了 感谢小先生 少将军的赏赐 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一个身穿紫袍的老道士 带着护平朝着几人缓缓走来 化九难联手正一派紫袍天使 攻打鬼域 两大强者齐齐出手 却险些被鬼物吞噬 危机时刻无面再次出手解围 但他的身份也吓得 厉鬼们纷纷朝拜不敢吱声 就在刚刚 陈大忌从七百家手中 换取到家重点后 就不心切的大忌 当即就准备修炼倒数 先下凡才能一并铲除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一脸 期待地询问道 齐大忌 你说的陆地神仙是啥呀 他们有没有我老大厉害 这话问的七百家一顿鲈鱼 沉默片刻后才开口解答道 佛门有金身 道教存紫衣 而紫袍又被称为天仙洞鱼 这是道门席的大乘者身份的象征 陈大忌半听半懂地摸着下巴 原来如此 那起大忌 你们请出紫衣大忌 过来救救俺老爹 到时候他们有事了 咱也过去帮忙 听到这话的七百家当即哑口无言 就在他支支吾吾的手 宫中一阵爽朗的笑声缓缓传出 好啊 句子我们一言为定 话音刚落 只见一个子袍老道是带着护平一同的 老道长一脸笑意地朝着众人介绍道 正一派吴永明见过花教主 吴兴大僧 墨家句子 九难闻言立即带着众人抱拳回礼 我等见过吴前辈 吴永明笑着点了点头 平道不敢倚老漫 我们互称道友如何 九难绿威琢磨了下自己在道门的地位后 随即行了个标准的道家礼节 福生无量天尊 既然道友这么说 平道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见众人闻周周的对话 陈大吉立即开口打断了 吴大爷你是来帮忙救咱爹的吗 吴永明听后先是一愣 随后也不卖关子的应答道 句子当面 平道不敢忘了 此行主要是探寻遗址 寻找机会解救被困在里面的两个后辈 不过既然有幸和诸位大家相逢 定当同舟共济 要是能乘机超度两主亡人 自然是功德无边 陈大吉听着兴奋地感谢道 吴大爷我谢谢你 等咱爹没事了 我让他给你安排一条龙服务 就在几人说话间 四周忽然刮起阵阵阴风 阴风中宇约有脚步声和嘻嘻哈哈的打道声传来 长八爷顿时吓了一跳 小先生这边又闹鬼 这一幕看到吴永明暗叹一声 蛇中之君 平道失礼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一脸惑怕地回应着 道爷 小八我一会再陪你嗷嗷嗷嗷 鬼屋马上就要来了 吴永明听后先是点了点头 接着便在心中思索了起来 堂堂腾舌怎么会怕鬼 还怕的是怨气极低的吊血鬼 而一旁的七百家想起先前的屈辱时 心中不断暗想道 吊血鬼 活该你们倒霉 有副教主 此袍君是在 老到我一定能报仇雪恨 就在七百家沉浸在大仇德报的喜悦中时 远处那群鬼屋剑情况不对 立即吓得四散逃灵 陈大忌剑壮立即带着赵飞几人追了上去 你们跑啥呀 过来玩会呗 九难一脸无奈地看着离去的几人 而长八夜则是重重地松了口气 随即转头一脸骄傲地对着吴永明说道 道爷 你咋知道我家大哥是血海翻龙常杀人了 吴永明听后心中一万头尼马崩腾而过 可还不等他开口吐槽 就见陈大忌几人带着一众小鬼缓缓走 老大小鬼太多了 还跑得贼快 我们就抓住了这几只 说着便将鬼物推到了九难的跟前 可吊血鬼再见到小无心后立即吓得瑟瑟发抖 无心一脸歉意地表示 那摩阿弥陀佛 鬼物们见状更是惊得就要逃跑 见此一幕的九难摸了摸无心的小脑 口中轻声地说道 无心你见过这些吊血鬼吗 无心听后一脸茫然地表示 哥哥小僧并不认识这些鬼施主 九难文言对着鬼物盘问道 你们以前见过我弟弟 吊血鬼直直无无地打道 仙长 大师他是您的弟弟吗 九难点头回应道 可小鬼们却两眼一臂晕了过去 九难顿时一脸 心中不断设想到 小无心根本无法离开北国 怎么会在渔航地区有这么大的阴谷 难不成是无面吗 一想到这九难又不舍得让无心变身 每一次人格上的切换 对可爱的无心来说 都是将已经结痂的伤疤再次心疼 而一旁的陈大忌却等不及了 哎呦我靠 不回答问题竟然还装死 好啊咱们直接大行伺候 这话说得张超一脸猛逼 陈老大咱们要脱裤子吗 而如今却有小鬼当着九难的面称 他是杀人如麻的第六天魔 无心只是看了眼面前的鬼屋后 小鬼们纷纷到炸化作风尘消散一风 见此一目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光头哥你咋不留一个给咱啊 可心地善良的无心却急得泪滴在眼眶打转 一旁的九难内心则是翻江倒海 第六天魔 那不是传说中御戒天魔之首 六范天主郭荀吗 他和小无心有什么关系 一想到这 九难先是安抚了一旁的小无心 接着转身对着陈大忌问道 大忌刚才吊血鬼朝哪个方向跑 能不能想办法再抓几只来 陈大忌闻言抬手朝前一指 他们先前跑到山脚那边去了 再往前走有好多官兵守着 我就没赶过去 为了搞清楚无心的状况 九难二话不说地追了过去 等众人赶到支持前方的士兵 却将他们给拦下 来人请止步 前方军事管制 七百家健壮笑呵呵地走了上前 弟兄们辛苦 咱们都是自己人 领头的士兵看了一眼后便开手制止道 不好意思您的权限不足不能过去 见此一幕的七百家 立即看向了一旁的吴永明 可老道是这句身躯 只是数法所化的道身 没有任何作用可言 而士兵们见状当即做了个军事 几位请登记下信息 然后请回吧 九难听后只能带着众人往回走去 身旁的陈大忌 却一脸不悦地表示 老大咱就这么回去 要不打个电话找人问问 九难苦笑地摇了摇头 就连正义派的祖师都没办法 请其他人来也没啥用 见目光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吴永明尴尴尬一笑 两主发生的事情影响甚多 已经被列为天机甲等的大事 老到我匆匆的 本想是用这句法身 悄悄进去查谈 寻找机会救出师门晚辈 实属个人行为 还并未向上级授权 陈大忌听后一脸丧气的嘀咕 而在众人离开村子前 九难担心鬼屋再来侵扰 分别在村子的七个角落里 埋下一张阵邪符 这番举动看得吴永明连连称赞 福生无量 话教主心有大爱 日后你我两派应当多多亲近 九难点头回应道 但是自然 我身上的两一道袍 还是周大师当年馈赠的 一提到身陷险境的晚辈后 吴永明面色沉重地表示 听到真身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多则一日 少则天亮就能到达渔航 九难听后朝着对方行的一礼货 便回到了房屋中 本来还想提审封印在罗盘中的富贵 可当他开启阵法后 却发现富贵早已消失不见 留下的只有一滩黑水 这尴尬的荧幕看得七百家 也是十分猛低 见唯一的火口就这么没了 九难几人也只能各自回房休息 很快众人便进入了梦乡之中 一整晚九难都做着同一个噩梦 梦中他身处在一个小村子里 地面布满了腐烂已久的尸体 他们一个个面色猙獰地对着九难控诉着 尽管这些俯视歇斯底里的咆哮 可九难却压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想要走近一些 那些尸体又都惊恐地跑开 片刻后九难只觉得胸口烦闷 仿佛有着重物压着他一般 此刻屋外天色已亮 耀眼的阳光照射在无心的小脑袋上闪着亮光 只见他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九难 一旁的八爷则是一脸担忧地表示 小先生你咋的 怎么自己喊叫了半天 看着二人关切的神情 九难心中意呢 八爷我没事就是做了个恶梦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先是一愣 小先生 小八我听大哥说过 真人可是无梦的 您这个道行咋还做恶梦了呢 一旁的无心也是开口附和道 那摩阿弥陀佛 原见因果 暗成无见 哥哥佛心通明怎么会有梦眼缠身 九难听后心中意惊 如今他也有着副教主级别的功力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做噩梦呢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小无心缓缓从怀里掏出一本经书 一阵阵无谱的威压从书面上传出 九难见状面色沉重地询问道 无心 你把佛祖镇摩金给哥哥干什么 小无心微微一笑 哥哥慈悲 行苦度之事 定有诸天万魔惊扰 当以大智慧 大毅力镇压 佛光普照云云众生 无心说着便将经文推入了九难的脑中 不散无科散 得如来冠 随着无心将经文一点点念诵而出 九难的周身迸发出刺眼的亮光 身后的青松和巨龙也都散发着万丈佛光 与此同时远在小院中的王三也感受到了这变化 只见他眉头紧皱地嘀咕道 真是胡闹 无身退之日 主当为帝 万事与炎黄血脉为本 非我族其心必义 何来众生平等一说 王三说罢便抬手照着九难意志 随着他的动作落下 半空中一尊闹着火光 牛手人身的虚影也跟着一同点粗 轰的一声 九难脑中原本幽暗的佛光 瞬间多出了一道火焰 九难猛的睁眼 怀人爱之心 跨杀生之刃 小九拜谢三叔 拜谢无心大僧 没想到在世人眼中微风凛凛的江楚地 背地里却是个藤侄子的暖男 在得知化九难正在接受佛门传承的他 抬手间就将炎帝一脉的图腾一同加了进去 连续获得两大传承的九难 瞬间气势暴涨 狂暴的烈焰和柔和的佛光 不断地改造着他的身体 不多时只见他猛地睁开双眼 将是皇族闭靡天下的威严 在他眼中流转 随着传承的结束 小无心愣哼一声 倒在了九难的怀里 这巨大的动静 也将陈大忌等人引了过来 老大你成仙了吗 八爷 老大要是成仙了 是不是就能到处飞了 这话说的长八爷也是兴奋不已 不但小先生能飞 八爷我也能跟着一同飞升 看着面前兴奋的二人 九难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有着职业病的七等家 立即将八卦镇图板在地上推散了起来 可下一秒却见他面色一百口中惊呼道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游心 山僧不识英雄主 只顾小小问姓名 老到我昏溃无知 竟妄足推测尊赏 实属冒犯小先生 还请海涵 九难微微一笑表示无妨 在将无心安丧好之后 九难刚想扶起七百家 屋外就传来吴永明的恭贺声 福生无量天尊 平道恭喜花教主及道佛两家所长 普腾之火长名 如此一来我等深入 梁主的把握就更大了一分 真身降临的吴永明在气势上 明显比法身更加飘逸出尘 见此一幕的九难连忙起身回了一礼 吴道有客气 后学末近日后还要多多向您讨价 看着二人有来有往地回敬着 旧父亲切的陈大忌立即开口问道 吴大爷 您带来通行证了没 咱们现在能进去瞅瞅不 吴永明点头回应道 带来了 我等随时可以出发前往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催促了起来 几人坐上那辆坤车就朝着梁主里头突发 只留下了700加亿人照顾还在昏迷的吴欣 可当他们刚离开不到半小时 小吴欣突然面露痛 随后浑身上下被一股黑色的火焰给笼罩 烈焰中一座千年古刹云里浮现 另一边的吴永明用着自身所带的证件 几人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可就当他们刚要进去之时 却有一道声音将他们喝住 你们给我站住 九难转头看去 一个脸色阴沉的老道带着一群人缓缓走 到人的身后正是先前差点被长八爷撞死的张上登 见此一幕的吴永明嘀咕一声 毛山气图无所 他怎么会在这呢 九难文言一脸好奇地问道 道友 你认识这些人 吴永明点了点头 五彩和平道一样修行于北宋末年 事成毛山情义真人门下 后来他擅自修炼邪术 用残忍的方法折磨死九十九队同男同女 当时三毛真君本想将其废除修为禀下九妞 在他师父哭哭哀求之下 三毛才网开一面 仅仅只是废了邪术逐出门派 可他回家后却不知悔改 依旧以毛山正统自居 神州解放后加入了组织 现在和平道一样同为十二子一共和 就在二人对话之间 陈大忌看着对方嘀咕一声 我靠 这老毕灯可不像什么好人呢 这话虽是呢喃低语 可还是被老道士听了进去 只见他狠狠地盯着大忌看了一眼 陈大忌立即就陷入了对方所创的幻境之中 九难见状冷坑一声 邪术惊魂 无声无死 无惊无恶 给我破了 这一声 幻境犹如玻璃一般瞬间破碎 五彩道人和九难同时后退一步 双方都没占到便宜 眼见情况不醉 吴永云一步跨出表示九难是他的人 而士兵们见状连忙开口呵斥的 军事重地还请几位自律 九难文言歉意地向后退了一步 而张上登借着这句话反驳道 都说了军事重地 你们几个还不赶紧离开 吴永云文言一脸冷淡地说道 张家后辈 老夫乃是十二子一之一 这几位小友都是我正义派的贵客 张上登听后却是不屑地表示 吴前辈 这两主之地只能是官方认证的人员才能进入 他们可没有证件 这话说得吴永云哑口无言 九难见此暗叹一声 吴前辈我们先回去 就当几人准备转身离去之时 张上登冷笑一声 话九难 这军事重地不是你想来做的 想走就走的地方 来人 给我把他们都抓起来 我觉得他们都是间谍 给我严加审讯 吴永云文言当即破口大骂道 张家后辈 你真要对正义派的贵客无礼 撕破脸皮的张上登立即被骂道 吴永云我竟你是前辈可别得寸进士 正义派又能怎么样 我毛山后裔可不判 吴永云还想出声反驳 却被九难开口劝阻 为了不让军人为难 他只好不断隐忍 很快领头的军官便走了上前 然而他们却无视 张上登的威胁一脸和善地表示 几位同志你们别误会 只是想请大家回去核查一下身份就行 更何况我们相信吴先生 他的贵客绝对不可能是坏人 吴永云文言对着所有军人微微一笑 听到的几位客人就拜托个人暂时照顾 我这就联系京城他们发来身份证明 说吧吴永云就走到一边开始联系了起来 而此时距离两主二百公里外的一座千年古岔中 空旷的庙椅里回荡着阵阵中生 寺外的门边上写着金山两个大字 没想到鬼佛无面竟跟金山寺的法海大僧有所关联 一个杀人如马毁天灭地 五度世人专心修炼 两个道不相同的人却由因果结在了一起 在小无心承受红年夜火灼烧之时 身体不断在鬼佛和无心之间来回切换 而远在百里之外的金山寺内 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僧缓缓睁开了双眼 那摩阿弥陀佛 仙攒岁月 无面佛祖终于故地重游 小僧自当登门拜访 了结当年因果 一旁的小沙迷听后惊讶地问道 龙会禅师 您要出寺云游了吗 老和尚文言微微一笑 老僧在宝刹已经挂单千年 如今也该告辞了 说罢就见他从身上取出一达金书 赶放在了佛前 千年收留老僧无以为报 这卷大方广佛化言经 就留在贵寺以作善缘 做完这之后老和尚便缓缓走向了殿外 而金山寺的住持大僧已经早已等在了院外 那摩阿弥陀佛 禅师远行至佛光不明之地 小四定当出手相助 说着就唤出了四件满是佛运的补物 老和尚见状抬手回绝道 当年无面佛祖从老僧手中借走佛祖镇摩金 经去前往讨要并无实权把握 若是在失落金山寺堡 平道万分罪 然而金山寺的住持却一脸淡然地表示 荣贵大师不必顾虑许多 一切皆为身外之物 得之物所幸 师之我所命 倘若大师此行不能全功 我金山寺也在鬼佛目光所及之处 老和尚文言不再多言 小沙迷看着荣贵大僧离去的方向 那张稚嫩的小脸上好奇不已 祖师荣贵禅师他要去哪里 很危险吗 金山寺持面容肃目地表示 大僧他要去见佛了 小沙迷文言重重地松了口气 同时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向往 荣贵禅师已经能侍奉佛祖了 我也要努力修行了 寺持听后心中苦笑道 我等还是僧 他却在千年前就已经成佛了 只可悲的却是一尊鬼佛 而此时另一边 老和尚通过缩地成策 很快便来到了无心所在的屋外 经过一番感应过后 老和尚缓步踏入了屋内 小无心此时的状况十分混乱 连本刻在小脸上的佛祖镇魔精 居然在逐渐消失 那张古铜面具里不断流出黑红的血液 整个房间音风回荡 似有千百人在不断哀嚎和咆哮 这圣人的荧幕看得七百家手足无措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将他唤醒 察觉到来人气势的七百家立即开口喊道 大师们没锁 快快请进 荣辉文言立即快步走进了屋内 可当他看到房中的异象或面色一惊 那摩阿弥陀佛 原来当年鬼佛借用镇魔精文是为了镇压自己 小僧不该执着千载 说完便下意识地看向一旁浸满血泪的精文 这一看荣辉又是一惊 那原本布满精文的特子 此时已经没有半个文字 只剩几张单薄的书页 怎会如此 何人心中魔杖居然如此沉重 让无面佛族曲纹镇压 其实也不怪老和尚大惊小怪 当初鬼佛镇压自己恶念时 也只是把精文刻在身上 都没有用到曲纹涌震 若不是九难身上牵扯的罪业实在太大 无心又过于牵挂自己的哥哥 也不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手段 可这样意义 他自身的魔杖就再也镇压不住 小家伙这一操作等于放弃自我 成全了九难的道路 眼看着无心情况越来越差 七百家连忙开口恳求道 大师你快想想办 我担心无心大师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 老和尚文言一阵哭笑 接着便双戏盘坐 口中不断念诵着金光般若菠萝蜜精 金山四宝缓缓飘在半空 阵阵佛光映射在无心的身上将魔器镇压 看着无心的状况逐渐稳定后 七百家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可就在这时 屋外突然想起一道风鸣 致人弃子化九难 给我出来受死 话音刚落 四周瞬间音风呼啸 青红的血月横挂在空中 那尊流着血泪的补佛 静静地悬浮在了月下 原本安静的无心网的暴击 普通面具下的双眼防缓睁开 无心隐没 无面现实 那摩罗弥陀佛 何方念出妄图加害哥 本座这就送你去佛前唱会 哼的一声 屋内的玻璃被无面一拳疯破 只见他纵身一跃朝着屋外飞去 七百家见状嘀咕一声 哪个不知死活的在这时候调逝 踏马地自己活够了别连累到也我 说着也跟着一同跑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九难等人还在原地等待 一旁的吴永明则是不断吐槽道 未听得见吗 现在能听清吗 这什么破玩意啊 怎么没电了 见此一幕的众人一阵尴尬 就在吴永明无语之时 一道铃声迅速响起 哎呦我靠 怎么关机了还有电话能打进来 陈大忌闻言尴尬地摸着脑袋 吴大爷是我这边的 说着便抬手接起了大哥大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电话那头就传出一道低沉的老年音 请问是陈大忌吗 我是某军区军长 孙静松以李大爷带出来的兵 他是唯一一个靠杀人风筝的中华老将 一口大刀砍的小鬼子找不着樱花老家 更是在鬼节当天 凭借一柄白斩杀人刀户小九难周全 此后更是被黑白无常奉为座上兵 阎王点名要他去阴间当将军 可如今他的孙子被人在军事重地诬陷为内奸 这举动直接经得华夏高层出面解决此事 军长孙静松更是打去电话亲自问话 喂 是陈大忌吗 我是你陈大忌带出来的兵 麻烦你把电话交给华九难 我有事和他说 可还不等男人把话说完 另一头的陈大忌连忙哭喊道 孙大忌你先等一下 我们都被当兵的给抓起来了 但他们是好人 只不过有个花蝴蝶和他的孙子是坏人 他俩非要抓我和老大 还说我们是叛徒是内奸 此话一出 孙静松顿时暴怒不如 隔着电话就能听到他怒骂的声音 放他马的狗屁 谁敢说老班长的孙子是内奸 老子先枪毙了他 谁是花蝴蝶让他给我说话 一旁的五彩道人文言面色一惊 接着强装镇定地回复道 孙军长 本座五彩道人事出有因 可还不等说完 孙静松就继续怒骂道 无草 他马的刚说谁是汉奸卖国贼 今天必须说清楚 不然老子跟你没完 听到这话的老道立即朝着两主内部走去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连忙开口喊道 哎呦我靠 花蝴蝶你要干啥 那是你姬爷的手机 一旁的张上登见状立即怼了回去 陈大忌你在胡言乱语 因为我老祖 我就娶你姓名 说着便要向众人展开公示 赵飞闻言报和一声 张上登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当年不是小季救了你 你早就被恶鬼给害了 既然想打架 那胖爷我陪你 然而张上登却不讲武德 率先动手发起公示 一道符印迅速被他打出 疯了一声 赵飞掏出那块观影打了回去 稳住身形的赵飞怒骂一声 去你奶奶的张上登 竟然搞偷袭这一套 就当赵飞准备飞机之时 张上登又是一张符纸甩出 神兵诸鞋 给我出 随着咒语不断念出 半空中瞬间画出一柄巨大的宝刀 只见他呼啸地朝着赵飞砍去 九难剑状纵身一跃 手中的铜钱剑朝天一挥 一招先人指路迅速打出 两把气势攻击在一起 竖法的余波将地面切出一道划痕 看着对方出手这般狠毒 九难面色一鸣当即就要出手教训 可张上登却一脸奸笑地表示 话九难 我和你身边那条长虫有所仇恨 当年他撞了我惊断骨折 今天少爷我要报仇雪恨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先是一愣 不擅长打架的他当即抱怨的 你这小道士咋还没完没了 当年撞你一下 后来无心大师不也帮你救活了 一旁的陈大忌见状连忙自己的 八爷 张上登那给独子找你单挑呢 你咋还不迎战吗 你只要出手我让咱爹爹你盖个庙 听到这话的长八爷抱和一声 缺德玩意你别跑 看八爷我今天不抽死你 说罢就见长八爷一道蛇尾瞬间打出 张上登冷笑一声 就你这还当出马仙 不过是只畜生而已 然而下一年 他就被强烈的蛇尾甩在墙面上昏死了过去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兴奋不已 八爷好样的 一下就把这笔根给干的吸水 而长八爷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尾巴 我啥时候有这种实力 就在他猛逼之时 接完电话的五彩道人从山内走出 话道有 你放纵下属伤我毛山后裔 是不是该给频道一个满意的交代 九难文言一脸待然地表示 五彩道有 万事皆有因 刚才分明是张上登自己挑战我家八爷 如今自取其如你何必气急败坏 眼见自己不占 五彩道人冷哼一声便带着昏迷不醒的张上登离开了此地 而另一边的无面则是一路追赶声音的来源 西百家和荣惠二人则是紧紧跟在身后 几人你追我赶得很快便来到一处郊外 空旷的场地上只见无面中抬头对视着半空中的一座木船 王三千年前造出的兽神四处追杀化九难 察觉哥哥有危险的无心当即化为鬼佛伏击敌人 一路追赶下去发现兽神已然跟徐夫联手 看着身处在木船上的二人 无面愣在了原地 而他身后的七百家也是一惊 这不是王三兄弟吗 此时的兽神不论是体型还是面庞都极其酷似王三 可脸上不断闪烁的灵片又暴露他不是王三的身份 看着人员缓缓到齐 徐夫连忙开口介绍道 兽神大人 这位就是鬼佛大僧 鬼佛大师原本佛法精深 是佛门千万年不遇的大德高僧 只是后来不知为何一念成魔 如今道行 师姐仙中无人能和他抗衡 然而兽神听后则是不懈地喊道 交出废地 不然就得死 兽神的声音打断了无命的沉思 无论自己是佛还是魔 在他心中九难永远排在第一位 如今这个兽神实在太像王三 不然按照以往的惯例 对一些久难的人早就被他碾碎致死 不想让哥哥伤心的无面冷冷地回到 那摩阿弥陀佛 你是何人 与我家哥哥有何牵连 可高傲的兽神并未出生作大 一时间气氛变得十分凝重 见对方一言不语无面已然失去了耐心 发的一声 四周的阴风全部朝着无面汇聚 一尊血佛瞬间凝聚在了苍穹之上 既然施主不肯开口 那本作为有劳烦佛祖亲自询问 说话间血佛轰然落下 强烈的威压阵的大地纷纷崩裂 然而兽神却依旧面色平静 反倒一掌拍出一门上去 两道进风炸的大地纷纷离析 虚夫慌忙开启木船上的防御 才躲过一劫 而另一边的部队中 一名士兵着急忙慌地汇报着情况 报告班长 省军区来电 首长有令 话九难等人执行机密任务 相关人员必须全力配合 射击等级 天机甲等 执行的班长文言 立即朝着九难进了个标准的军运 某团八连六班全体正在执行巡运 还请首长指示 九难文言联盟回了一里 我们就是先进遗址看看 其余的事情还等看过之后再做决断 班长听后又是进了一里 首长我有任务在身不能陪 祝你们一切顺利平安归来 九难点头带着众人踏步离去 一路上陈大忌对四周的警务好奇不如 等走进两主遗址击斑里头 周边大大小小的木坑遍地皆是 见此一幕的九难转头询问道 吴道勇 我们白天进去行吗 要不要等到晚上 吴永明摇了摇头 话教主有所不知 两主地宫内不分白昼黑夜 那里被称为永夜之地 咱们进去后你就明白了 说着众人便再次踏上路途 经过几次检查过后 两主古城的样貌就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刚踏入地宫内 一股腐败的气味瞬间冲入敌枪 陈大忌难受的敌不道 老大这地方又出又拢了 刚刚我大哭茶热的直冒汗 现在整得我凉嗖嗖的 见几人放松的神情 吴永明一脸严肃地提醒道 句子我等万万不可大意 据频道所知 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人陷入在了其中 更是有各个门派的修行者也在里面 陈大忌嘟闹个嘴 这有啥好怕的 看我的请神术 说着便双手和尸口中嘀咕道 天灵灵 地灵灵 找个傻子请不行 有请新大脑袋现身 话音刚落一阵黑气飘起 新连山的身影便浮现而出 九难见状微微一笑 小子见过新将军 几人互相含蓄一番过后 在九难的介绍下 新连山和吴永明也相互结识 做完这之后 陈大忌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新连山听后惊叫一声 不是吧 两主王仁帝 小先生 少将军你们真的自己来了 这里面的图腾可是要鬼秘你 九难听后开口安抚道 饿鬼好度 王仁难平 说着便带头走在了最前面 一向激紧的八爷 则随时准备带着众人跑路 穿过一束山洞后 来到了一座地攻击 里面的阴气浓郁的 仿佛能凝结成水 赵飞手中的罗盘转得飞快 九难眉头挤皱地提醒道 大家小心 这里飞比寻常 一旁的吴永明文言 抬手将一道扶植点人 扶路恍缓然起 犹如灯泡一般 照亮了半径一米的地区 话教主说得不错 再往前走 就是频道说的永夜之地 世俗灯光在那里 根本点不亮 只有大叫到火可以引路 压抑的氛围 令众人紧张不已 胆小的八爷 已经将自己化为 一草小蛇缩在后方 九难见证心中暗叹一声 不能这样下去 否则还没遇到 王仁自己这边 就已经崩溃了 一念至此 九难便回想起 脑海中那尊 牛手人身的巨汉 血脉不绝 图腾不灭 祭祀之火长鸣 刷了一声 九难的周身金光大放 整个地宫也受到牵连 一堵胡火焰也被一起点亮 与此同时身在小院中的 王三露出一门笑容 这就对了 至人储君哪能不然图腾之火 人族不绝 心火不灭 刷九难闯入 厉鬼横行的梁珠古城救人 浓郁的鬼气凝聚成鹰雾 就要将众人吞噬 九难见证 当即释放出 王三赠予的图腾之火 猛烈的火光瞬间 引动了四周的烛台 随着光线不断地照射 整个地宫的样貌 也浮出了水面 一座古谱的石头城 屹立在山头上 四周堆满了各种生物的骸骨 这身人的一幕 看得陈大忌不断往后躲避 老大这些白骨堆在这里干嘛 九难听后摇了摇头 我来之前查过很多古籍 两主人生活在 五千多年前的实际时代 他们能争贯战 林总彪悍 经常会把野兽的骨架 摆放在门前以示有误 这些骸骨想必就是 他们身前的战利品 在九难说完之后 几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而长八爷更是惊呼道 小先生临丑那边盆寻的是啥 众人寻声望去 不远处一只酷似蛇形生物的骸骨 放在地 九难见状脑海中 便想起了一种上古生物 《沙海经》中记载 此物名为八蛇 传闻以虎相为诗 每吨最少吃七头以上 一旁的吴永明文言也是附和岛 摇层使一诛杀于仇华之眼 断八蛇于洞庭 难道两主是东一部落的分支 这话说的九难也是一头雾水 只能疑惑地回应道 可洞庭湖在湖南 这八蛇的骸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二人讨论之时 一旁的长八爷哭泣气地表示 小先生我想去拜拜提风 九难文言先是一愣 接着便点头表示同意 在八爷一番祭拜过后 杰人继续向深处走去 只是那八蛇的头骨 紧盯着长八爷的背影 眼中更是闪过一道红光 九难一行人在穿过荒地过后 便来到了地宫的尽头 地面上散落着各种工具 显然是先前进来的考古队遗落了 可却唯独没有半具尸体 就连打斗痕迹也没有留下 见此一幕的九难不经陷入了沉思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十几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接着便吩咐起众人往周边寻找 不疑会呼平指着地上一柄铜钱剑喊道 这是我师父的金钱剑 师父你在哪里啊 轰旷的地宫内不断回荡着呼平的声音 吴永明剑壮立即上前安抚道 静心灵神 心服气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被外谋轻扰 九难趁机接过呼平手中的金钱剑查看 剑身已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帝煞智 当初大战张良时九难印象极其深刻 在确认此剑没有任何鬼气侵蚀过后 九难面色一惊 道家虽然没有剑在人在 剑亡人亡的说法 但随身法器都没来得及收回 那么也就说明周道长已然陷入险境 甚至凶多吉少 就在众人不断搜索周边的时候 两尊诡异的石像迅速从地底升起 周身不断翻涌出星红的气体 口中重复的喊道 阿纳路 光与他呀 见此情情的陈大忌当即取出弹弓 击着一拳打出了自己的鼻息 刷得一声沾有纯阳之血的石块迅速射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石块虽然打中了目标 但是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就当大忌准备再次出手时 九难开口阻止道 大忌先别乱了 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说罢九难对着石像轻轻抱拳 小子冒为打扰诸位前辈长眠 实属罪不 可石像却不为所动 依旧重复着先前的话 一旁的吴咏云见状出声提醒道 福生无量天尊 话教主可用体内真火一事 葡藤之火又叫心灵之火 一伙大乔任何生灵都能自由交流 九难稍微一琢磨就明白如何使用 只见他抬手捏出一道反应 刷得一声 双肩的火焰迅速飞到了石像的头部 而石像也在见到葡藤之火后 也露出一幕诡异的笑容 只见他们齐声高喊 残暴的亡了 五千年了 你终于来了 两主王人恨了 说罢大手便朝着九难盖了过去 陈大忌惊呼道 我靠你别搞我老大 说着便连和新连山一起展开攻势 可石像的力量却不是他们能抵挡 九难只感觉两股净风在耳边吹动 接着便进入了石像的嘴里 脸出的吴咏云连忙吹动束缚 关键诀 给我出 可石像身上蹦起一道护照 接着便和出现石一样迅速消失不见 罢九难消失的瞬间 小院中正在扫血的王三猛然抬头 两主王人千年恨 轻视观将士 转眼间已经九十了吗 无止等于 说罢王三便朝着屋内喊道 孩儿看娘 俺有点不舒服 早上吃饭不用叫啊 说完便一个闪身朝着远处奔去 罢九难死了 惨死在了两主石像的腹中 将是皇族千年前犯下的罪孽 终究在小九身上还清 陈大忌等人见九难被石像吞下肚后 顿时不要命地发动着攻击 可大仇得报的石像不顾在场众人的攻势 说罢便一个闪身带着众人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小院中的王三察觉到不对之后 当即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天际 而正在跟兽神斗法的无面忽然胸口一疼 九难的气息正在不断消散 不好的预感使他慌了心神 接着便朝天怒吼一声 强烈的煞气瞬间震得四周空间扭曲 下方的荣慧大师赶忙惊呼道 那摩阿弥陀佛 无面佛祖 邪魔当前万万不能大意 然而无面却并未理会 刷的一声便静止朝着两主遗址的方向飞去 被戏耍的兽神咆哮一声 也化作漫天独虫追在了无面的后方 徐福和荣慧对视一眼后 也一同施展术法追去 临行前荣慧朝着七百家喊道 还请道长速速前往金山寺 将此地发生的一切告知住持方丈 就在九难出事之后 北国的皇家祖地内 黄老太一脸哀伤地表示 当家的三丫头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不知道其他几家有没有尽力帮咱们找 一旁的黄祖文言当即呵斥的 四老婆子别乱说话 孩子们不是报信了吗 其余三家都已经把人散出去了 长家人盯上 除了长老大和老八 其余六个也都尽数上阵 你还指着别人咋样 黄老婆子依旧不依不饶道 人事都派出去了 可谁知道是不是做做样子 咱黄家小门小户的 有几个能尽心尽力帮忙啊 这要是小院里的人出事了 他们还不得跳起来 这话说得黄祖瞬间勃然大怒 臭婆娘你闭嘴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 其余四家不得把咱们窝都拆了 就在二人争吵间 一个小黄鼠狼惊慌地跑了进来 张嘴对着黄祖唧唧喳喳地叫着 黄祖听后更加气愤 都是废物 堂堂黄家出马仙 居然对付不了一只孤魂野鬼 就连弟子都被鬼物给害了 说罢黄祖便朝着外面走去 老头子我亲自出去一趟 必须把那不知死活的东西给刮了 出事的村子叫陈家普 距离龙婆的小院有着三十里路 由于气氛的原因 黄祖很快便来到了自家的堂口 这户人家独自在山腰上建起一座小院 看着煞气翻腾的院子 黄祖顿时面色一惊 怎么会这样 谁这么缺德在洋宅里面布置出对冲煞 这玩意能不招惹脏东西吗 接着黄祖边观察七院中的环境 只见干枯的地面上种着一棵大槐树 树上挂满了风铃和纸鹤 四周的阴风吹的风铃叮当作醒 然而黄祖在听见这声音后 更是面色凝重地嘀咕道 风声鹤丽菊 此户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这是担心他全家不死绝吗 长言道怀恕招鬼 不利于家中重养 再加上这对冲煞 以及风声鹤丽两大邪门风水局的加入 这一家人想不死都难 黄祖一边骂着一边朝着屋内走去 等他推开木门之后 迎内而来就是一股腐朽的气味 黄祖拧着鼻子定睛一看 一个老人仰面被塞在水缸中 只见他面色铁青双眼抱起 黄祖见状抱贺一声 断我黄家乡苦 等我抓住你老夫定用肺油渣 说话间黄祖将老人安置在院中 同时口中不断念诵的超度的咒语 放心去吧 我黄家一定照顾好你的后人 做完这之后黄祖本想进屋查探情况 怎料屋内不然钻出一只利鬼 朝着山谷内飞去 见此一幕的黄祖冷哼一声 老头子我今天必定将你抓住 给咱黄家那弟子报仇雪恨 说着便蹦出一团臭屁原地弹射起步 转眼间二人便来到了冰狼谷外 踏踞不对的黄祖当即停下了脚步 当初鬼仙蚂蚁姥姥姥已经流通抛面两位阴帅 都不愿意和谷中的燃敏天王产生瓜葛 一想到这黄祖就明白此形势 有人设下圈套引他入局 就在他思索之时 不远处黄武郎带着黄莉二的魂体一闪而过 黄祖见状咆哮一声禁止闯了进去 黄武郎你的猝手 快点放下我家三丫头 宝子们由于鬼地缘慢从起日更模式 为了等漫画追上进步 并且最近视频数据不太好 版权爸爸开放的权限不多 小韩决定自制版改为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对这部作品的支持 爱你们的小韩 他是五仙家中最自私的黄仙黄皮子 曾经因嫉妒四仙家都被化九难赏识 为了争宠试图将孙女安排给九难作妾 怎料黄莉二早已心有所属 被黄武郎当枪使的他 不惜红破离体也要闯入盗藏谋取宝物 可最终因机缘不足魂破被黄武郎强行抓走 看着孙女落入对方手中 黄左当即爆喝一声静止追了上前 黄武郎你个畜生 快点放下我家三丫头 然而黄武郎则是戏血一笑 老东西有本事就来抓我 我虽然得不到你孙女的肉身 但是还有一根魂破在手中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与此同视黄家县的小院 三只小动物正在地面不断探查着 就当他们准备回去报信之时 丧门和吊客两个邪物瞬间杀出 小畜生既然来了就别想轻易离开 说着吊客便晃了晃手中的铃铛 三只小动物立即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那边失去理智的黄左已然追赶到了兵王谷外围 就当他们刚要闯入谷内之时 纵横家饭居的身影迅速出现在远处 只见他一脸笑意地表示 黄家主多日不见 还请过来捎左 陪老夫供女一杯 而一旁的黄武郎则是谴媚地停下了脚步 见此一幕的黄左当即明白自己中了圈套 老头子何德何能 可不敢和丞相大人同坐喝酒 大人您慢用 草民先行告退 黄左说着便要转身跑路 可下一命 四周瞬间阴风四起 黑雾立即将他在周身包围 如露可退的黄左只能惨笑一声 不就喝杯酒吗 丞相大人干嘛弄这么大阵仗 老头子都听你的 范具文言抬手表示满意 接着二人便进入了主题 黄家主 过些十日等你家黎儿姑娘大婚过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黄左文言当即陪笑地说道 范大人 黄武郎啥时候投在您门下 我家三丫头无貌无德 可万万配不上黄公子 范具文言继续笑地说道 听闻之人储君去了亡人之地 那边山高水远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诸位出马仙和树神他老人家 怕是鞭长莫及吧 这话说的黄左一脸震惊 还没等他开口反驳 范具就出声打断道 今天请黄家主 是希望家主能念及这份怜姻之情 日后若是得到什么消息 及时通知老夫一声 范某再次感激不尽 而且据我所知 你在储君那里并不是嫡妻弟子 其余四家都要比黄家受宠 就连道法传授 黄家也得到的不多 其他几家得到的都是道门正统术法 一旁的黄左越听脸色越白 见时机成熟的范具立即抛出了橄榄枝 只要黄家主愿意和我共进退 老夫愿意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以贵家的性格倒是 沿袭纵横一脉的不二之血 就在黄左即将经不住诱惑的时候 一道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你这黄家小子 千万不要沉迷在纵横家的秘书里 范具当初都要主动投靠至人储君 后来不得已才敢与之作对 你倒好 不思忠君还想着叛逆 醒醒吧 切莫自悟 闻听此言的黄左立即醒悟了过来 冰朗谷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见黄左清醒过来后 便笑着黄缓离去 来人正是镇守阴阳两界屏障的神秘鬼老 而他的身旁一个黄皮子 正不断地感谢着 拜谢尊上救我一族 刚刚要是那个不孝子孙 答应助纣为虐 北国皇家定然满门死绝 回老厅后淡淡地回了一句 小黄别说了 按道理我自在罪之身 没资格管任何事情 可谁让这几千年来 只有你陪在我身边 算了这因果慢慢缓吧 说着二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而另一边的范具 已然看出黄左脱离了自己的秘书 只见他大手一张 丧门和调克两大邪物瞬间出现 哈哈一笑 老夫夜观天象 今晚就是个好日子 五郎你可以先和梨儿姑娘 洞房花竹了 一会黄家主定能给老夫 一个满意的答废 黄左听后当即开口求饶道 范大人 你应该知道小人 要是真的做了叛徒 我黄家上下都将遭人唾弃满轮业绝 实在不行就放了小人的孙女 和这三个无辜的小崽子 小人愿用自己的性命 换他们的命 就在黄左即将下跪恳求之时 无情山内飘逸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恭喜黄左老弟大车大武 突破跟脚的制约 从今日起 我北国出马仙 又将多出一位大猫 说话间就见原本倒地不起的小动物们 纷纷变为其余仙家的身影 化九难被十项吞入腹中生死未知 仙家联手对战范居和两大凶神 就在刚刚 范居利用黄黎儿和其余几只小动物的性命 威胁黄左成为迫害九难一方的友军 就当黄左即将下跪恳求之时 胡青山爽朗的声音打断了这一切 恭喜黄老弟大车大悟 从今日起 我北国出马仙 又将多一位大猫 说话间胡青山一个闪身 来到黄武郎的身旁 手中的拐杖猛地戳出 呼嘶一声 黄武郎当即成了独眼龙 吃痛的他只能松开黄黎儿的魂魄 走到了一旁 事发突然 范居等人还在愣神的功夫 其余几个仙家的身影 也跟着一同冒出 四老六帅先发起攻势 只见他手截剑指 一道道天雷在空中凝聚 黄八犊子 竟敢谋害我家小先生 说话只见一道雷霆空击而下 调门和桑克来不及躲避 瞬间惨叫一声 浓稠的飞雾不断从二人身上冒出 显然这一击已经让他们元气大伤 不过两个凶神此时却一脸惊骨的喊道 范丞相小心后面 还不等他们说完 就见长怀远一招怒龙穿心 打在范居的身上 剧烈的疼痛加上被算计的屈辱 使得范居愤怒不已 血海翻龙常杀人 见此一幕的长怀远微微一想 范丞相别来无恙 长某有礼 范居文言咬着牙询问道 范某有一事不解 若是得不到答案将会死不明目 敢问龙君你们是如何猜脱老子的用力 然后将计就计暗算我等 长怀远听后不紧不慢地回道 长某区区一见五书 哪有本事设计动横大家 实乃我家小先生未雨绸缪 他在动身前往两主前 特意留给长某一封书信 丞相若不嫌弃可自行查看 说着便将手中的信件递了上前 范居定静一看上方赫然写着 长大哥 小弟走后范先生定会趁机发难 纵横联合之术 重点在分化瓦解 我认为他会去找黄左老哥的麻烦 还要劳烦大哥在暗处认真保护 宁可如此操作 范居在读完书信后 面色顿时白地吓人 他在生平最骄傲的领域中被人击败 这种打击让他接受不了 只见他浑身颤抖的仰天长叹道 老夫先后仰次摆在储君手中 这次说得心服口服 说罢范居周身不断冒出黑雾 大雾中范居癫狂地喊道 还请龙君转告储君 下次再相逢 范某一定给他的惊喜 就当他即将离去之时 不远处的长怀远淡淡一行 只听他轻声吐出个破字 范居的惨叫声立即从烟雾中传出 一道流光瞬间从他体内飞出 见此一幕的长怀远再次捕刀道 范丞相慢走 长某术不远送 我家小先生也有一言托在下转告成像 看任何事情都要仔细观察 不然定要吃亏 比如你手中的书信 范居文言立即重新观察了请 只见先前他读完的大字外 最下方还有一行小字 范居下意识地读了出来 天原地方 绿令九章 无令下笔 万鬼复藏 发音刚落 到家的神雷瞬间轰出 范居怒喝一声 杀人者 圆恒杀之 这次老腹败的心服口服 说罢只见范居施展出纵横密法 带着两个凶神消失在了原地 只有黄五郎独自一人在原地那儿 气急败坏的黄左上去 就是一转将其打婚 接着转身对着众人感激道 改天老头子 我请大家到家里喝酒 文听此言的几人 皆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向活泼的灰老六当即询问道 黄老哥你跟我实话实说 刚才那会有没有恨小先生和我们 早就算记得一切却也不提醒 让你深入险境 黄左听后心事一愣 接着开口笑骂道 臭老六你故意考骄老头子我 真当我傻 不过小先生是怎么知道三丫头在饭居手上的 一提到这回老六顿时一脸骄傲地表示 小先生临行前曾暗中叮嘱 饭居在盗藏里埋下八门定位装 他们以后就能随时进入盗藏 别人那丫头恰好被困在其中 要想救他只能借饭居等人之手了 黄左听后连连点头称赞 几人欢笑着朝着自家赶去 而另一边的两主一指面 九难在被石像通路腹中后 整个人犹如被装在棺材里一般无法动乱 身旁呼啸的风代表着他正在降落 耳边不断回荡着陈大忌的叫声 老大救命了 咱们要被摔死 误一会众人便跌落在地 然而九难却未感受到任何疼痛 就当他疑惑之时 身下去传出了叫声 老大你快起来呀 我快断起了 九难文言立即不好意思地爬了起身 几人谈笑间不断地观察着四周 陈大忌走了几步后惊呼道 我靠 老大咱们刚才明明是被这俩扁犊子吃了 不会又被他们拉出来了吧 就在众人震惊之时 一阵悲凉的歌声缓缓从远处传出 并广大宝子们要求 小韩尽量维持鬼帝每日一更 由于近期数据不好版权开放有限 还请大家多送花花和爱心 让小韩多争取版权的限度 感谢大家的喜爱 觉醒开中之谜的话 九难究竟有多可怕 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就能吓得万千利鬼跪地求饶 就连掌控万师的张士祖和恶鬼王都俯首称臣 就在刚刚 九难几人来到了十项度中的世界 这里荒芜人烟遍地白 狂暴的音风不断地在耳边呼啸 一阵阵悲凉的歌声萦绕在四周 魂听此言的众人顿时疑惑不已 只有九难在细细琢磨着 此取名为上古巫族的葬魂 而使得他在龙婆身边有所了解 只有在部族遭遇大难时 族人死伤过半世祭司才会吟唱 专门用来祭奠亡人 在九难说完之后四周突然燃起忧虑的火焰 周边的墙壁瞬间被光线填满 几人的目光瞬间被前方一座巨大的石门给吸引 门上硬刻着各种奇异壁画 只见一座用人类遗骸堆积成的狮山 他们各个面容扭曲 腥红的血滴从体内渗出 逐渐融合成了一条血水河 如此恐怖的场景下的长八爷立即结巴了起来 小先生 原来传说中的狮山是真的 咱们还是先撤吧 等咱多代点人再和他们玩命 而九难则是轻声嘀咕道 沙海经有云 丽山有东势力 约狮山 多苍玉 骑瘦多惊 湿水出烟 难留住于落水 其中都美誉 难道这就是那座石山 这话说的陈大忌好奇不已 超啊 老大刚说的是啥意思 一给咱翻译翻译 此时的张超已然被张氏祖给占据了身躯 只见他先是一愣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表示 根据上古记载 丽山本是陵路茂盛 山上飞鸟走兽遍地皆是 实属土壤肥沃之地 可不曾想有一天此地发生了大灾变 成千上万的人和动物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劫难过后 原本熙熙攘攘的沃土变得一片死寂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尸身开始慢慢腐烂 血滴逐渐汇聚成了一条长河 吸收到养分的树木纷纷变为尸数 在尸山上孕育出一种被称为金的怪物 他们靠着吃土食和尸数活动 陈大忌听着瞬间毛骨悚然了起来 我靠这么吓人啊 谁一下弄死了这么多人 不是造念吗 太缺德了 等咱遇见这小子非要给他安排一套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新连山一把将其搂住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接着偷偷地瞄了一眼九难 少将军您老别瞎说 有些话可不能乱讲 而九难却为理会周遭的声响 整个人沉浸在了壁画中 是山上那一张张猙獰的人物 不就是他梦中见到的样子 那冲定的怨气不断侵蚀着九难的心智 陈大忌见九难一动不动的 转身不悦地嘀咕道 超啊 你说的那些吃尸体的怪物在哪 咋一个都没见到啊 话音刚落 四周忽然响起阵阵嘶吼声 如同老夫人尖叫又仿佛婴儿啼哭一般 新连山听到都快哭了 少将军你是乌鸦嘴吗 怎么说啥来啥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 一双双幽绿色的眼睛缓缓冒出 不一会儿便将众人给包围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当即指挥道 还在等什么 咋么干他们呢 说着便取出身上的弓箭 刷的一声 箭矢迅速射出 探计也我射你们大裤裆 新连山也迅速跟上 手中的钢叉瞬间抛出 以镇守者之名 给我杀 而张超本想隐藏实力保住身份 可看着敌军越来越多的 他只能抱负一声 人有过负越有缘缺 为师永恒无灾无恶 世行天下 给我出 咒语钢念完 地面上立即钻出数岛僵尸 只见他们纵身一跃 朝着金冲沙而去 没过一会便杀出一条路线 陈大忌见状兴奋地夸奖道 超啊你还有这本事 快多叫点兴起出来 咬死这些恶心的玩意 新连山在看到火力全拍的张超 不禁感叹道 现在的小娃娃都这么霸道了 不愧是智人储君的贴身试问 说着便偷看一眼九难的状况 这位也难道触景生情 就要唤醒隐藏在血脉里的鸡影了 那俺可得好好表现一下 一会储君觉醒之后 怎么说也得搞个从容之功 一想到这新连山更加耐力地丢着钢叉 可就在他刚动手之际 九难紧闭得双眼猛地睁开 原本如同星辰大海般的眼魔 却充满了盲眼 而他周身的煞气依旧不断翻涌着 新连山健壮立即匍匐在地 口中更是不断提醒到 少将军您老别愣地 赶快一起跪 下一秒九难的周身 迸发出一道耀眼的金光 但原本就要扑过来的金兽瞬间愣住 只见他们面色惊恐地趴倒在地 等待着九难的审判 在别人眼中 他是个乳干未秀的毛头小子 可在武仙家眼里 他是屁逆天下的智人储君 仅仅一个眼神就能震得邪神不敢动他 当化九难从胎中之谜的幻境脱离后 鬼王星连山当即匍匐在地一表中心 可投铁的大忌却好奇地询问道 新大哥为啥要给老大磕头啊 你也想跟我们拜把子吗 一旁的长八爷急得就要开口解释 九难却一脸笑意地说道 大忌八爷 你们永远不用贵武 九难刚把话说完 一股钻心的剧痛迎上了心头 接着一道黑龙迅速从九难体内冒出 只听他口中大喊道 日出 空的一声 一轮红日横挂在了天边 猛烈的日光照着这方小世界的鬼气消散一空 见此一幕的九难继续说道 风起 话音刚落 温某的工风瞬间吹散了腐尸的错误 五不 九难言出法随 青春大人立即落下 四周的污秽当即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宛如新生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兴奋地喊道 我靠 老大你是惨做到 这语说下就行 还吓得这么大 我大裤衩都湿透了 与此同时 长家的万事孤外 一身白衣的长怀远看着天际嘀咕道 小先生 看来最终之战要提前了 一念至此 长怀远转身对着兄弟询问道 二弟 堂花炼制出了几枚 可够你我兄弟服用 闻听此言的长怀静一脸严肃地表示 大哥放心 除去八弟以外 咱们人手一颗 最终之战我长家兄弟当不负杀法之名 长怀远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他转身过后 长怀静却悄悄捏碎了一颗丹药 大哥 最终之战我长家用命六人足以 你和八弟多多保重 回家祖地中 灰老六对着一排小鼠鼠们发着言论 小崽子们 怕死不 鼠鼠们纷纷摇头回应 灰老六继续添火荡 那要是永不操生了 小鼠鼠们文言依旧坚定地表示不怕 见此一幕的灰老六微微一笑 去把咱家的存粮都拿出来 大家不用省了 能吃多少吃多少 以后这段时间顿顿管保 灰老六说着眼睛逐渐蒙上一层水物 而胡家祖地内 早已不问世事的胡三太爷 却开口嘲话道 门外有谁在 当青山前来见我 九顶铁叉山里 黑妈妈面色复杂地看着 正在修炼中的胡飞儿 金丝六王 是福还是富尔 龙婆的小院中 松老叹息一声 正在吹风的王三目光沉重地表示 无知 你醒得太早 这样可不行了 而正在往两主一只赶去的无面 突然停住了脚步 随即仰天狂笑道 哥哥醒了 他没事了 而他身后的兽神 则是一脸愤怒的吼道 该死 你们都该死 还不懂他说完 无面身后的鬼佛迅速抬起手掌 空中的血月被他瞬间推了出去 既然想害我哥哥 本作者就送你去阿比地狱超生 面对着无面的攻击 强大的兽神也不敢待吗 只见他怒吼一声 整个人化为一个巨大的鬼脸 随即迎了上前 强烈的爆炸阵的天地为之变色 无面癫狂的笑声从烟雾中不断传出 害我哥哥的都得死 正在远处观战的几人皆是面色一惊 任谁都没能想到 鬼佛竟如此癫狂 宁可自爆法相也要击伤敌人 受到创伤的兽神正一脸呆滞地看着无面 而一旁的荣慧蝉尸却受伤严重 为了保护身后的村庄 他不惜以肉体强行抵挡战斗的余波 这一幕看得徐俗钦佩不已 大事何不来 敌人这边暂时落走 你我连同皇朝将主 可抵御两位尊者无微 不必为了一村的楼宇断送了自身修行之路 可荣慧却是一脸淡然的强撑着 那摩阿弥陀佛 僧不慈悲何以礼佛 佛不怜悯形同迷素 荣慧大师的佛心却深深刺激到了无面 就在他愣神之际 受神化为万千从群朝着无面扑了过去 他是即将得到成仙的鬼佛无面 曾一人对战两大邪神教主也不落下风 手间就能打对方吐血求饶 被世人称为仙人之上一换一 仙人之下无无敌的鬼佛 可实力滔天的他为了保护化酒难 夫妻自毁法相也要和受神同归于尽 然而猛烈的爆炸却并未使受神父母 只见他怒吼一声随即便化为万千虫群 袭了上前 独虫如雨点一般将鬼佛围在中心疯狂叮咬 可无面却张开大嘴吞噬了情 今日本作倒要看看谁先吃了谁 这一幕看得徐福等人胆战心惊 纷纷感叹先前从无面手中逃脱是多么的幸运 而下方的荣慧蝉失心生怜悯 口中不断念诵着劝善经 随着经文一点点吐出 漫天的佛文化为金光将无面包裹在内 强烈的光线使得虫群想要继续吞噬无面就变得极为困难 既有人插手此事 寿神当即奋出一半虫群攻向荣慧 面对如此险境 荣慧大师依旧视若无睹 念诵的经文反倒更具威势 无面见状抱贺一声 那摩阿弥陀佛 敢在本座面前伤我佛子 给我死 轰的一声 巨大的血佛冲天而降 红海当即被炸的刺风乳裂 空气中瞬间布满心臭的气息 接连遭受重创的兽神第一次发出一声问响 随即换回所有毒虫飞速聚集成了王三的模样 脸上的神情依旧冷漠无比 杀红了眼的无面纵身一跃 朝着兽神再次攻了过去 而徐复二人也立即对着荣慧圈说道 大师还请速速停止念诵 依我二人之见 咱们最好作弊上官两步相帮 与此同时两主一指令 新连山和张世祖二人各怀鬼胎地看着九难 毕竟古人言 半君如棒 在帝王身边做事 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几人 九难一时间头疼不得 此时的他还处于幻境的侵蚀当中 那无边的怨情以及遍地的魂魄 他们纠缠着九难腐蚀着他的心灵 要不是有之人血脉和佛祖镇魔精的压制 否则他早就魂飞魄散生死到消了 片刻后稳住心神的九难冷冷地表示 你们都起来了 新连山和张世祖听后 这才欣喜地爬了起身 一旁的陈大忌为年高兴地喊道 老大你这小忌出壳了 咋忽然间就这么猛 简直就是大力出奇迹啊 九难听后却是眉头紧皱一声不吭 见此一幕的新连山连忙阻止道 少将军 你老不会说话就别说行故 俺真怕你被嘎了 什么叫小忌出壳 那叫冲破太中之名 陈大忌却一脸无所谓地表示 别管俺咋说 反正就这个意思就行了 老大咱说的对吧 处于懵逼状态的九难 依旧盯着大忌一眼不发 那双眉头越住越紧 这一幕看得长八言面色一惊 殿下 小别独自他天生就绝心眼 您老可别和他一般见识 要是看着玩意实在生气 就把他充军发配到边疆 然而这番话反倒激起了九难的气息 察觉情况不对的新连山也跟着求情道 尊上 您老人家真生气了 要是流放还不解恨 就叛少将军一个攻刑 只要不弄死他都好说 一旁的张世祖则是心中暗爽不已 这个祸害总算要倒霉了 储君最好一刀给他打 省得他天天用闷棍敲我 就在张世祖幸在乐祸之时 九难的眼中却赏过一丝清零 你是大忌吗 陈大忌闻言顿时欣喜地回应道 老大你终于想起我 还记得不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有一会咱们半夜跑肚窜窜 着急赶去厕所发现没带着 还是我托了秋裤四成两半 咱这才能离开那里 闻听此言的众人顿时一脸痛苦地憋着笑语 就连九难听后原本严肃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米修复 大忌 以后这是不能再和别人说了 打死都不能说 说出去你就是叛徒 陈大忌闻言连忙点头回应 放心吧老大 满嘴可言真的 听着大忌犹如百灵鸟一般的保证 九难心中突然萌生出一组杀意 要不要杀人灭口 向游心生 恶念一起 九难身后的杀生刀就有所感应 一阵阵杀气和龙鸣声不断从刀身上传出 陈大忌死了 惨死在划九难的刀下 曾经磕头盖过靶子的兄弟 终究在觉醒开宗之谜的九难手中结束 长八爷等人被这一幕下的不敢吱声 而九难用着冰冷的目光不断扫视着众人 刚刚他心中邪恶的想法瞬间倾泻一空 身上背负千年的怨气立即迸发而出 只见他将杀生刀指向下方的金兽 好似感受到死亡的降临 金兽们纷纷仰天发出悲鸣声 一旁的陈大忌当即开口询问道 老大你不会是想弄死这群傻袍子吧 这不至于 奶奶不是说过 杀人不过头点地吗 他们一只磕头 而且还没咬到咱们 反倒被张超家的亲戚咬死不死 一提到龙婆 九难脑海中缓缓冒出一个温暖的身影 老婆婆抱着个小娃娃 一脸慈祥地给娃娃取着名字 这娃娃一出生就多灾多难 不如就叫九难吧 一念至此 九难被怨气捕获的心智迅速破碎 看了眼下方不断悲鸣的金兽后 九难冷淡地说道 劳烦八爷 咱们去石门那边看看 察觉到九难有所恢复后 唐八爷一脸委屈地嘀咕道 小先生 你刚才的样子 吓人 小八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了 九难文言强忍着疼痛语气温和地说道 八爷 我现在有些不舒服 过会就好 您别介意 八爷点头回应后便带着众人飞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先前匍匐在地的金兽忽然发出一声鸣叫 只见两只首领迅速跑了上前 新连山剑状举起手中的钢叉吼道 咋定 你们这般不识抬举 是孙不清大小王了吗 两只金兽闻言神色惶恐地看了眼九难 口中更是不断发出阵阵叫声 九难剑状一脸疲态地放出两道图腾之物 随着火焰缓缓融入金兽的额头之后 他们虽然疼得瑟瑟发抖 但眼里却布满了喜色 接着便一脸恭敬地开口道 小兽夫妇败谢君王饶过我全族 若是君王不嫌弃小兽出身卑贱 我俩愿一些全体族群常伴身边已经驱逝 话音刚落 后方的金群们纷纷磕头做出表示 可还不等九难开口作答 一旁的陈大忌率先提出了疑问 你们想跟着我老大混也不是不行 但咱家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就算把阿超家的亲戚都捐出来也不够民造的 稳听此言的金王先是一愣 大人您多虑 我们族群能自己自服 说着便转身轻声咆哮道 收到指令的金兽们立即钻进了壁画之中 随即整个石门不断地缩索 接着便飞到了金王的身旁 见此情形的陈大忌忍不住惊呼道 我靠 这样也行啦 你们有这本事 为什么还会被关在这里 金王听后先是恐惧地看了眼九难 接着颤颤巍巍地答道 当年那场地劫过后 两组百万鲜明竞数灭绝 整个大地除了我们一族外 在无生灵存活 在无边怨气的驱使下 百万俗师试图攀爬出此地前去报仇 直到某天一位大人物降临 一批怒山当作石门 把我族连同诗山一起封禁在石门里 用来圈禁两主亡人 防止他们负害人间 亡人怨念不甘如此 他们以绝世恨意雕刻出两尊石像 用来连接外界 就在众人谈话的时候 外面的石像幕后一声 半空中立即凝聚出了个漩涡 一阵阵凄厉的鬼叫声不断从里头传出 陈大忌见状立即指挥道 八爷快拖着咱进去瞧瞧 我老爹可能就在里面 唐八爷文言也不拖拉 刷的一声 巨大的蛇身卷起众人便转入了漩涡之中 两只金王妇看了一眼后也跳了进去 随着一阵急速的下坠后 九难几人终于来到了真正的两主地宫 一眼望去 四周竟是无尽的原始森林 温暖的阳光照的大地生机勃勃 恢复过来的九难当即开口表示 咱们先看看四周的情况吧 众人一路前行 周边怪异的生物数不胜数 就在他们惊讶之时 一只小飞蛇来到九难的面前 仿佛是要跟随他一起同行一般 九难见状微微一笑 你想跟着就一起来吧 不过我们此行非常危险 你要考虑清楚 小蛇文言轻轻点头回应 做完这之后几人便再次踏上路途 而另一边的地宫外 吴永明带着赵飞和呼平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地下的路途 就在他们毫无办法之时 前来宝库陈大忌的专主 带着一封书信的 我来于杭志起 小先生曾经给专某一封书信 叮嘱在危机时刻点燃 就能有高人相救 吴永明文言立即打出一道火焰 同时口中感慨道 华教主虽然年纪轻轻 但形势颇有古风 实乃我道门新一带巧楚 与此同时于杭区西部的一个老街里 一名气度不凡的中年道人 正笑呵呵地整理着面前的药材 大哥 如今求一问药的街坊邻居越来越多 您就不怕耽误自身清修吗 屋内的老者听后缓缓回应道 福生无量天尊 你我兄弟如今不是正在修行吗 千年前熊霸一方的张角 却要帮一个矛头小子杀人 就连曾经玄乎济世的口号 都被抛之脑后不再领会 为了帮助三弟张良 机满功德投胎为原 二人隐藏于世救济难民 可当九难的传讯 指贺飘到他们面前时 张宝一脸笑意地表示 林鹤为眉 杨血落笔 是大忌和小八的兴建 张角点头回应道 接着指贺便化为书信落在了手中 两位教主尊建 别后粤鱼 书身持细 两位长者一向安好 小子话九难有理 随即九难便将 最近所发生的一切都讲述了你 但却各于求救仪式之字未提 而书信的下方刻画着 一堆歪七扭八的字 张角健壮嘴角微微上扬 二弟 这封信应该是大忌单独写给你 张宝听后先是一愣 随后一脸欣喜地接过查看 可当他抬眼观察后 却是一脸猛逼 这写的是啥玩意啊 待他细细品味之后 二弟快死 我老大说是什么亡人给害的 我们这次来找你是为了叫你爹 你要有功夫可以来帮帮我 张宝看着这封图的 乱七八糟的信件后 内心顿时感慨万千 扶身无量天尊 大哥 亡人凶狠 小弟担心大忌小八他们的安危 张角微眼脸上的笑意更明了 二弟既然担心 那你我兄弟就出门走走 我太平道教义就是天下无灾无热 两主亡人痛苦了五千年 也是事后该解脱了 说八人便踏上了 前往两主遗址的路途 与此同时 刚从地宫走出的 吴永明正目光凝重地看着远方 浮身无量天尊 有大能者苦斗 职则所在 平道还需前往探查一番 这话说的小道士 孤平和赵飞立即附和道 我们跟你一起过去 吴永明轻轻点头回应 接着便带着他们赶过去 故意会便来到了争斗地 此时的空中 鬼佛无面和兽神 依旧在相互厮杀 无面嘴角滴落着忧虑的液体 宿神的周身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伤口 但脸上的神情依旧十分冰了 地面上 龙慧禅师依旧不断念诵的经文 见此一幕的赵飞立即催促道 道爷还请您出手帮帮光头哥 吴永明文言一脸疑惑地询问道 光头哥 小有你是说 空中的鬼佛是无心大师吗 赵飞连连点头 光头哥被惹急了 就不变身跟坏人干净 道爷你快点上去帮忙 弄清楚笛有关系后 吴永明顿时放出身上的气势 我雷神 降妖除惊 积极如律令 天当五雷咒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半空中凝聚已久的神雷瞬间披下 兽神剑撞却依旧不慌不忙的抬手一抓 漫天的毒虫先是将雷霆给吞噬一空 接着迅速朝着吴永明扑了过去 这一幕看的吴永明面色一惊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竟然能这么轻松接下频道的五雷咒 但惊讶归惊讶 吴永明手上也立即做出了回忆 阴阳之惊 神威藏心 灵符一道 罪魔无忌 天兵上行 给我出 刷的一声 一道光照抵挡在了上方 在诸邪咒的加持下 吴永明立即转身嘱咐道 呼平 撞飞 你二人速速远离此地 这里过于威胁 发音刚落 不远处一道威压正迅速朝这边袭来 正在打斗的兽神幕后一声 便带着徐福二人直奔远方而去 见此一幕的无面就要追 可下一秒 张角和张宝两位教主正缓缓踏步而来 太平道张角联手弟弟协助鬼佛讨伐邪修 甚至实力不足的兽神当即带着徐福几人落荒而逃 杀疯了的鬼佛无面就要上前追的 却被张角出声打断 福生无量天尊 一别多日佛祖可否安好 凭道张角有礼 无面文言强行压下心中痴人的冲动 那摩若弥陀佛 见过张教主 地旁的吴永明也是一同附和道 正一晚被吴永明拜见教主 几人客气一番后 心急如焚的张宝立即开口问起了赵飞二人 两位小友 为何不见大忌和小巴他们 可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被张宝这么一问 赵飞就像被欺负了的小孩一般哭诉道 张二叔你们咋才来 我们都被脏东西给欺负惨了 接着赵飞便将先前所发生的事件述说了一番 闻听此言的张宝气得火冒三丈 两主亡魂 气缘太甚 咱们走 平道这就去找亡人算账 而一旁的无面听后 原本压下的恶念顿时爆发而出 在听到九难被石像吃了后 气得直接进入了暴走状态 两主亡人 你们该永坠无见地狱 阴宗呼啸间 空中悬浮的鬼佛眼中 血泪不断地滴落 但那尊血月却已经被无面自爆 如今仅剩一块黑洞高悬于空中 各种凄厉的鬼叫声不断从洞内传出 眼看无面就要彻底沉沦 荣慧大师一改往日的平静 只见他张嘴用出了佛门大神通之一的侍后风 佛祖不可坠入深渊 还请速速醒来 尽管荣慧大师已经竭尽全力进行压制 但无面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猙獰 面具下的佛祖镇魔精也正逐渐变淡 内心中更是有一道声音不断地引导他 小和尚你莫非以为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阻止本座去给哥哥报仇吧 速速停手 否则莫怪本座不念旧情 再行灭禅屠佛之事 就在无面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 又是一声庄严的佛号响起 只见七百家带着金山寺的普宁大师一同感到 还请佛祖醒来 万万不能再行凶恶之事 小僧斗胆劝戒佛子 谷海乌鸦回头试爱 荣慧二人对望你 当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随着沐鱼声和劝扇惊的催动 无面的周身煞气翻译 只见他不断开口那喊道 小和尚你们速速停止念唆 远离此地 本座头好痛 说吧就见无面身边的煞气 免得向外扩张 被黑雾触及的花草树木全部扑萎 荣慧和普能见状 立即更加急促地念诵的经文 半空中顿时闷雷滚 犹如战古一般轰鸣 见此一幕的张角面色凝重地嘀咕道 自成天地 道向无法无天 在这个末法时代 鬼佛大师竟然正得到了魔位 一想到这 张角立即抬手举起法杖朝着无面一点 浮生无量天尊 大师慈悲 平道对大师心中之苦感同身受 经有言相劝 还望大师能容平道说道 接着张角便开始讲述其自己的故事 曾经他怜悯百姓疾苦名不聊生 学到之后 施浮水救治天下百姓 甚至不惜违背无为之道 也要举兵起事 结果却事与愿违 造成了时事九空 死伤无数 说着张角和无面同时流下一滴眼泪 一旁的众人也纷纷感受到 这位大教主心中深深的悲痛 张角叹息一声再次开口道 平道心中苦楚 和大师多有雷同 过错之事 唯有用残区慢慢偿还 天以之道为行 地以至德为家 人之过错 视为天范不所致 严禁于此 张角毫无保留将他心中的道 尽数融入最后一句话中 嘶嘶一声 无面脸上的面具再次破碎 那摩阿弥陀佛 哥哥 小僧心中欺负 说罢无面女莫 无心在线 见到熟悉的人后 赵飞弱弱地喊道 光头哥是你吗 小无心闻言一脸羞涩地回答道 赵施主 正是小僧 我们赶快去救哥哥吧 当年的因果之力反噬 他已经身坠佛光不照之地 说罢便转身朝着张角几人行为一 拜谢三位醍醐灌顶 帮助小僧走出无边魔界 两位高僧也松了口气 小僧二人恭喜佛祖 醒悟客怒 佛门之幸 天下之幸 张角也是客气地回应道 福生无量天尊 大势客气 如今九难小友身陷险地 平道院和大师一同前往大救 一说道正替众人便决定再入两主救人 临行前吴永宁对着七百家嘱咐道 劳烦道友带着几位小友回到酒店等 亡人之地实在威胁 听到这话的七百家点头回应道 前辈你们多加小心 而此时两主的地宫内 九难等人正一路探寻着四周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三才导师却发出了警告的低吼声 见此一幕的众人立即做出了战斗准备 随着对方越来越近 逐渐看清来人之时 九难等人面色一惊 这里竟然居住着原始 荒谷巨人本是两主一记里 称霸一方的邪碎之一 可他在探讨话九难的第一眼后 竟被吓得暴体而亡 只因九难也是千年前屠露一方的蔑视暴君 看着眼前缓缓靠近的巨人 陈大忌慌忙地解释道 几位大哥 我说的话你们能听懂不 咱都是好人 近来就俺爹的 然而对方听后却一言不法 手中的斧头朝着几人就劈了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先前跟随九难的小飞蛇 立即发出阵阵叫声 巨人们顿时原地驻足 倾听着小蛇的发言 随后又一脸愤怒地说个不停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赶忙开口询问道 那个小蛇妹子 你会说人话不 这群大哥为啥想要揍我们呢 然而小飞蛇在和巨人交流过后 好似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浑身颤抖地盯着九难喊道 你真的是面试暴君 我在哭泣岭壁画上见过你的样子 一向护主的长八爷 立即霸气地怼道 我家小先生宅心人后 怎么可能是暴君 你再仔细瞅瞅是不是认错人了 小飞蛇这才敢抬起头 认真地盯着九难查看了起来 他们的样子特别像 就是小先生比壁画上的暴君年轻很多 并且那位暴君一两条栏龙为车甲 小先生骑得却是铜蛇 说话间 小蛇偷瞄了眼长八爷 一张小脸上多出了几分人类的羞涩 对于这种女流氓八爷的态度 就是冷哼一声 随即傲娇地转过头去不再看对方 而一旁的陈大忌则开始模仿着 原人泰山的方式嗷嗷大叫 九难文言一脸无奈地弹出一丝图腾之火 连接了所有人 仅是一瞬间 众人就能听懂彼此的语言 原始人纷纷对着同伴喊道 弟兄们快看 这小怪物好像是个傻瓜 文听此言的陈大忌当即怒骂道 你才傻 你全家都傻 有本事就可接我单挑 听到这话的巨人立马回应道 小怪物 我是苦腾部落第一勇士 简无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其余的巨人也纷纷向边缘走去 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大忌 立即伸手抓向胸前的虎 嗓了一声 那批捍卫神舟的百战将军瞬间出现 丁宗夫笑间 陈大忌骑着那匹被黑色火焰包裹的 战马一步踏出 原始人见状先是一愣 显然是被陈大忌的骚操作给震惊了 但作为部落第一勇士 简无桑怒吼一声手中的巨斧便挥了出去 陈大忌也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前 一旁的长大叶见状连忙喊道 小别独子别硬扛了 小心被砸成肉 九难更是暗自捏紧了杀身刀 准备随时出手营救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乎了众人的意料 大下龙却以迅雷不及的速度切断了巨人的斧头 接着百战将军一脚便将巨人给踢飞 咚的一声 巨人那沉重的身躯轰然倒下 但由于自身的皮操肉厚 片刻后就拍着大屁股重新爬了起来 接着几步来到陈大忌的跟前 头中恭敬地喊道 小怪物你赢了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片山林第一勇士 陈大忌一脸心虚地硬打着 要不是占了兵器的优势 他早就隔片 为了稳住自己的形象 陈大忌当机霸气的喊道 来人还不速速换过兵器再来厮杀 本将军的大刀早已饥股难难 原始人简无桑点了点头 好 小怪物你等着 说吧便从腐败手中再次拿出一柄斧头 来我们再打一回 二人也不默计各自展开了身头 陈大忌手洁剑之口中大喊道 天零零地零零 咱要被人揍死 来个鬼将帮忙行不行 有请牛头马面大哥出现 正在值班的牛头马面感受到赵景后顿时一惊 不好那个祸害出事 怨气为何如此之重 简直堪比那亡死成了 马面看到那巨大的身影也愣在了原地 上古王人 两主帝公 见旧兵被请了出来 陈大忌立即兴奋地喊道 牛马哥 先别管什么王人的 给咱狠狠地看看 少年第一次使出道家的请神术 竟能把牛头马面从阴曹地府请来帮忙 场面下的鬼物们不知所措 就连维霍一方的巨人都差点吓尿 而牛头马面却是一脸不情愿地吐槽道 上古王人 两主帝公 少将军你这又在整什么幺蛾子 听到这话的陈大忌连忙兴奋地回道 牛马哥 先别讲这些 给我狠狠地揍他们 两位鹰帅文言立即举起手中的钢叉环视一圈 随即便朝着巨人们招呼而去 原本气势高昂的巨人立即惶恐地大喊道 小人见过萨满大人 其余巨人也一同呐喊着 还请萨满大人庇护苦疼布局 我们愿意献祭所有宝物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一脸懵逼 萨满 咱可不是外国人了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旁的九难已经用眼神阻止了他 收到指令的大忌立即装出一副深沉的模样 行了 打半天下咱都饿了 带俺去你们部落整点事的吧 巨人们文言一脸恭敬地在前方带路 而牛头马面在见到九难现在的样子后大吃一惊 脸上尊重的神色也更加浓重 沉思片刻后 牛头率先开口表示 小先生之尊怎能轻易设计 不如我兄弟二人护送您离开此地 闻听此言的九难轻轻摇头拒绝 两位大帅 两主亡人自成一剑 想要离开除非舍弃肉身 神魂出窍 否则出不了这片介遇 而且先前新连山大哥跟我们一同下来后就消失不见 并且陈复书也没找到 牛头马面听后不再劝说 只是相互对视掩护点头认同 既然如此 我二人就留下贴身保护小先生 一说到这牛头马面心中满是委屈 现在新连山不知所踪 对于这祸害二人都不会心疼 但陈大忌和九难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这责任可就担当不起 现在又没法让九难舍弃肉身 让红破脱离此地 一念至此 牛头马面忧愿地看了一眼陈大忌 二人心中纷纷骂道 阴阳界第一货害果真名不虚传 只要遇到他准备好事 这要是能平安回去 定要让范八爷粉狠抽他一顿 而陈大忌仿佛也有预感一般 除这个大脑袋四处观望着 我靠 新连山的模样 虽然有了陈大忌的解释 巨人们暂时相信了九难不是蔑视暴君 可依旧十分惧怕这位储君的气势 只见简无桑一脸警惕地回复道 尊敬的萨满大人 我见过这个邪灵 部落正在祭祀的时候 他忽然从天而降砸灭了圣物 现在关押在祖里面 等明天天亮 就押送邪灵前往父亲 献祭给穷神大人 听到新连山没事九难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 接着便招呼众人尽快赶路 自己却艰难地压制体内躁动的愿意 不多是简无桑开口对着前方一片石屋招呼道 尊敬的各位萨满大人 前面就是我们部族的领地 阿翁大人一定会欢迎你们的到来 走出丛林后 宽大的石屋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屋子的四周摆放着动物的骨架 而新连山则被打昏在地 被几个巨人给钉烧着 一踏入领地 简无桑立即呼喊道 周边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纷纷围拢上前 而他们的前方一个面带油彩的老人 和一个面色凶狠的巨人一起走出 他们分别是普通部落的祖老和萨满巫师 与此同时北国常家祖弟妹 胡青山和常怀远二人聚集在一起 常怀远轻轻抱拳行李道 青山老哥 今日小弟请你来是有仪式相求 胡青山微笑还了一礼 怀远贤弟 咱们五大出马仙家虽然各个情同所福 但相比之下你我最为亲近 有事尽管开口 求这个字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常怀远点头回应 青山大哥你可还记得我们常家当年的血仇 胡青山文言脸上的神色顿时严谨了起 当年令尊令堂被妖道所害 乃是我整个北国出马仙家共庭大恨 他是上古龙族最后一脉的传人 所国之处不仅吓得出马仙纷纷朝拜 更是凭借一个眼神就惊的地主鹰将哭蝶喊娘 而如今他为了给父母亲报仇 呼吸燃烧自身精血也要找出凶手的位置 得知此事的胡青山激动不已 怀远老弟可是知晓仇人的下落 常怀远文言点头回应道 不瞒青山老哥 小弟近来不惜耗费心理日夜推算 终于有了仇家大概的方位 具体位置还想请老哥帮忙推算一下 听到这的胡青山一脸杀气的回道 既然有了大概位置 怀远贤弟还需请出令尊的鱼 围兄用罗盘施展血迹寻凶术追 常怀远文言缓缓缓从怀中取出一块逆灵 见此一幕的胡青山立即抱拳行为一礼 随即抬手操控起罗盘进行定位 天令归我心 九天追人魂 血仇精未报 难以为笑人 恳请天地连 血迹追贼人 万里追凶术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半空中立刻倒影出一座宏伟的宫殿 里头正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随着画面不断转动 最后定格在一座道观前 见此一幕的胡青山张口一道鲜血突出 准备进行深入探查 与此同时 脸在千里之外的百慕道人猛的惊奇 居然有人不惜耗费自身修为 也要追查频道下落 能用出血迹寻凶的秘术找人 那必定不是为了报恩 一想到这 百慕道人立即开口念出法诀 天当地煞 师妹亡俩 平道秉持三清敬畏神灵 朱军护脸 积极如律令 刷的一声 一道竖法迅速打断了胡青山的窥视 正在施法道 胡青山瞬间遭受重击 就当他准备再次施法时 常怀远出手阻止道 青山老哥还请停下 您帮小弟做得够多了 可胡青山却是坚毅地表示 贤弟不要阻止我 千年了终于找到仇家了 不见真凶念慕老夫怎能担心 这话说得常怀远感动不已 老哥放心就是 知道仇家的下落 对小弟来说已经足够了 说吧就见常怀远起身行为义 胡老哥 余地报仇心切 这就前往仇家所在 稍后自有二弟宋明回府 失礼之处还望很寒 面对常怀远的逐克令 胡青山一脸笑意地阻止道 怀远贤弟恕为兄直言 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但需谨慎行事 以保余计必杀 另外当年那兄道 能心意残害令尊令堂 以致我们四家出手都来不及救援 如今千年已过 仇家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种境界 你我兄弟一无所知 此行不妥 至少要请来其余三家家主 我们五人共同前往财情 看着胡青山真挚的目光 常怀远心中充满了感动 若不是过命的交情 天下间任何修行者 都不敢轻易得罪到家 更何况他们这些草芥一般的授修 当初要不是胡三太爷竖起大旗 北国道门大护法黑妈妈关照 他们这些手修的结果将无法想象 一念至此 常怀远一脸为难地说道 老哥说的这些小弟心中自然清楚 只是如今事不待我 你一定也感受到了 前些日子 小先生已经觉醒了 距离最终之战的时期已经不远 一提到最终之战 胡青山也是严肃的沉思者 片刻后还是沉生地劝说道 既然机会只有一次 咱们更得行事万全 不必说了 为兄这就前去召集其他三家家主 我们五人一定能为令尊报仇选恨 此举却引得常怀远极力阻止 老哥万万过 自古忠孝两难去 常某擅自行动已是不忠之人 你们怎么能参与进来 万一有所损伤 最终之战岂不是让小先生独自面对 这话说的胡青山一时无言 神舟子明不论是修行者还是普通人 最忌讳的便是殷私废功 如今常家仇人是道门 北国出马先一旦将他击杀 那就等同于捅了马封窝 到时候打了小的来了了 道门的底蕴可不是区区出马先能比拟 这也就等于给九难招惹下一脉强敌 二人一言不发的嘶嘶 可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出一道声响 他是五仙家中最卑贱的灰仙灰老六 本体是老鼠的他一出生就被人定义为祸害 却因结实化九难成道法无边的大叔叔 在得知柳仙长怀远即将出世时 他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家祖地相助 而屋内的长怀远和胡青山正为九难的最终之战发愁时 灰老六爽朗的笑声便传了过来 你们哥俩在密谋啥呀 是不是想请吃饭怕我家小崽子给你们吃完了 这话说的原本沉重的气氛顿时荡然无存 胡青山笑着招呼道 好你哥老六 怎么能如此编排老父和怀远贤弟 我等可不是黄左那个大老抠 话音刚落 黄左带着白无味一同走出 青山老哥你这就不对了 不让老六说你们 你却在背后说我闲话 五大叔马仙家齐聚 身为主家的长怀远率先开口招呼道 各位老哥今日怎么如此空闲 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为老六笑着点头道 刚才光华府的李管家通知我们 让大家来长老弟的万龙山聚集 说是一会娘娘有事宣布 话音刚落 院外就传出一阵滔天的诗气 金甲师宋恶一脸恭敬的喊道 光华府宋恶拜见诸位先家 娘娘口语 金钱门下段立民 宋恶到长怀远坐下听用 协助长将军征伐仇敌 说罢宋恶大手一张 身后一群士兵迅速走出 长将军 宋某这108具施家子弟随意调起 段立民将军带着300天狼铁骑 已经在赶往山海关的路上 只等着将军带人前去会合了 长怀远听后当即愣在了原地 一旁的灰老六连忙打拒道 好你个长家老大 报仇这么大的事情 咋不和我们几个老哥说一声 是不拿我们当外人是吧 只有青山老哥是你兄弟是吧 这话引得其余两位先家一同附和着 六兄弟说得不错 长老大这是嫌弃咱仨仨道行不够 要我看不如这样 咱仨哥们去帮你报仇 也让外人看看我们黄灰白三家的手段 长怀远文言连忙解释道 三位老哥怀远没有不敬的意思 看着长怀远焦急忙慌的解释 胡青山缓缓开口道 怀远贤弟 如今有了娘娘的口谕 那我等此行就不算因私废宫 还需全面计划力求一击必杀 众人听后纷纷点头表示任务 与此同时的光华俯闷 雪氏和光华娘娘正盯着手中的一本笔记 看得出神 不知何人有这么大的本事 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书信送入咱们福 万幸此人没有恶意 就是通知长家主的事情 看来此人是有非敌 憨憨的雪氏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只能两眼深情地看着面前的爱人 另一边龙婆的小院中 随着酒难和龙婆的离去 原本热闹的院子变得冷心 王三独自一人扫着屋前的白雪 在观察左右无人后 王三自言自语地说道 前有小九留书算计犯居 经由我将处地送信照顾长家 这样一看我的智慧已经不差小九多少 等最终之战来临时 定要再和小九博弈三局 而长怀远这边在制定完计划后 便踏上了征途 风雪飘过的夜晚 一群僵尸大军踏步而行 队伍的前方只听辉老六兴奋地喊道 刘青山大哥在家坐镇 再加上娘娘和勇武大将军的照应 亮那饭居也先不起疯了 黄左轻轻点头默认 出马不过山海关 咱们这次不出去 只在关内弄死仇家应该不算破坏规矩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强压下心中的杀一回道 两位老哥放心 长某不是迂腐之人 届时如果仇敌道横高深 我会把他引到宋洛 段立明两位将军埋伏的地方绝杀 北国五大仙家一同出手对战邪修 无头鬼王携带三百铁器围剿敌军 察觉到危机的百慕道人 立即寻求师们的帮助 师尊 如今太平盛世 弟子实在不敢抓活人来功名稀释 放且现在还有人在追查小徒的下落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身前那名披着红袍的老者却开口呵斥道 五百年没见了 你的不孝子弟就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为是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可都准备好了 听着师父愤怒的咆哮声 百慕道人小心翼翼地打道 都准备好 只不过修行有成的交融实在难寻 自从当年您带着弟子灭杀那位出手后 吴三太爷和黑妈妈就一直严密监视着外来的修行者 弟子始终没有机会下手 闻听此言的是脑膜愤怒地打出一枕 一旁的水缸中瞬间冒出一只鬼物 是脑膜立即单手掐出一道指令 鬼物文言迅速从道馆内跑出 见此一幕的百慕道人开口劝说道 师父咱们真的不能害人了 弟子潜伏多年好不容易获得各家的信任 如今也是到门山海镇守者之一 可不等他说完 是脑膜抱贺一声 不笑的东西 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正派子弟 为师的命令都敢为他 说话间外面的鬼物已然将长怀元等人的行踪进行汇报 得知此事的是脑膜这才恢复了平静 苦藤部落的族长和祭祀在见到化酒难后也是一点距异 只因他们在哭泣岭的壁画上见过暴君的画像 经过陈大忌的一番警示后 众人虽然卸下了心中戒递 但还是离酒难远远 仿佛待在酒难的身边就能招来无穷祸端 这也给了酒难抵御怨气的时间 只见他闭上双眼 整个人的意识都进入到了尸海当中 一旁的陈大忌健壮立即和苦藤族长交涉了起 两位大意 麻烦问你们个事呗 那个被绑在的小鬼是俺家影 要是他没远啥大活 就把他放了 闻听此言的老祭祀面露男子的表示 伟大的萨马 这只邪灵忽然从天而降砸灭了圣物 此乃亵渎穷神的重罪 这是不可原谅的 这话说的陈大忌好奇不已 啥是圣物 能让我瞅瞅不 祭祀文言沉思片刻后便做出了决定 只见他带着几人来到一口聚钢前 这便是我足的圣物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小脑巴灵光一现 老大爷咱帮你将火盆点着了 这是就算扯平了 叔爸便将背包中的课本丢入了其中 接着抬手点出一缕火苗甩了进去 随着火焰熊熊燃起 陈大忌兴奋地喊道 搞定 咱们放人吧 而巨人们见状也是高兴地像个傻子一样 牛头马面见状连忙将新连山给打醒 迷里呼呼地他正疑惑地看着四周 这傻酒祸境这么大 脑瓜子都疼了 听到这话的牛头举起钢叉就要落下 就知道喝 你这条难命早晚毁在酒上 还不速速拜见小先生 回过神来的新连山一脸忧怨地喊道 二位大人啥时候来的 咋不提前通知俺医生 就在几人对话间 陈大忌屁颠颠地跑了上前 新大哥你可真厉害 掉进火盆里都没烫出个大水泡来 接下来的时间 铺铜组给了九难几人最高的待遇 可随着天边的光线即将消失 一直跟在九难身边的小飞蛇立即提醒道 小先生咱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太阳就要落山了 九难听后狂缓地睁开了双眼 一旁的牛头马面好奇地询问道 这位是谁啊 小飞蛇听后连忙回应道 大人 我叫巴明 是巴蛇大人的后裔 只是不知为何会长出一对语役 所以遭受族人嫌弃 至今还未曾昏陪 小飞蛇一边说着 一边偷瞄着不远处的长巴也 而巴也见状则是一脸傲娇地扭过了头 见此一幕的牛头尴尬地咳嗽道 巴明是吧 本座问你此地天黑之后究竟有什么凶险 小飞蛇闻言一脸迷茫地回复道 回禀大人 小蛇也不太清楚 因为一旦日露 凡是靠近人族聚集地的生灵都死 一直以来都无例外 就当众人无语之时 普通部落的族长和祭祀却开口邀请道 各位尊贵的客人 失落之夜即将降临 还请回到屋里休息 酒难听后轻轻点头回应道 我等给桂部添麻烦 说罢众人便跟着一同进入到了屋内 随着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了天际 整个大地瞬间陷入了黑暗之中 空气中立即布满了刺鼻的腐臭味 正在和新连山打闹的陈大忌立即吐槽道 我靠怎么这么臭啊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半空中一轮红月便出现在了天际 在月光的映射下 张超手下的三才导师和同事们纷纷陷入了狂暴状态 这一幕看得众人面色一惊 酒难一手握着铜钱剑 一手取出黄服递了出去 大忌用纯阳之血沾服贴在他们额头 陈大忌闻言一拳就砸在了自己的鼻子上 接着便傻乎乎地将符纸摁在了僵尸额间 身后的酒难立即念出口诀 无见指天天清 指地地灵 指鬼鬼灭亡 神兵火急如律令 做完这之后 原本蠢蠢欲动的僵尸这才安静了下来 眼见自己的小弟正在装傻冲动 气不过的陈大忌上去就是一击暴扣 操啊 你是不是傻呀 关键时候还得靠咱老大 件事情依然解决 长霸也一脸忌惮地询问道 小先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天上挂的是啥东西啊 为啥小霸我盯着玩意看了一会 就特别想做小瘪独子一顿 这话说的新连山等人也齐齐点头 九难思索片刻后沉生道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和太阳逐照并称的太阴幽阴 没想到太阳神黑雨竟有个一亩同胞的兄弟 黑雨命中带火可焚烧世间一切邪物 优越天生性格冷淡晕寒之力魅惑众生 盘指尖就能唤醒万物最原始的欲望 当血月降临时 两主遗址内繁荣的景象瞬间破碎 虫举鸟兽瞬间陷入了狂暴 这一幕看得长霸也连连惊呼 小先生这天上挂的是什么玩意 九难文言缓缓说道 这应该就是和太阳逐照并称的太阴幽阴 他和雨神一样 是幽阴一族的后裔 太阴幽阴本应该是圣洁无瑕 这尊敬风体血红不满邪气 还能勾起人们心中的欲望 根据龟甲记者 竹兆和幽阴同为诸天宇宙中的圣兽 当年丰都大帝曾带兵苦苦找寻五千多年 没想到他居然藏身在亡人之地 听到这话的牛头满面暗叹一声 看来这位圣神血脉也被这里的无边怨气残食 变成怨念之铁 就在几人对话之时 石屋内的巨人们纷纷爬了起身 只见他们仰头注视着空中的幽阴 接着他们的肉体便迅速腐烂掉落 四周的空气立即被恶臭填满 九难眉心一鸣 两主亡人 这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这一幕看得众人胆战心惊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之时 亡人们气息发出阵阵跑响 随后开始找寻着周边一切能吃的物体 就连同伴也没有被放过 藏在九难身后的小飞蛇颤抖的鼻孤岛 原来夜间靠近人族的生灵 都被这些怪物给吃了 话音刚落 几只游荡的亡人忽然吸了吸鼻子 接着一步步朝着九难所在的屋子靠近 牛头马面剑装立即劝说道 小先生 少将军 形势危急 我俩兄弟送你们冲出这里再做打算 九难听后缓缓摇了摇头 大帅的好一小子心灵 先让我试试自己的手段 不行的话再劳烦二位 说罢九难毫不犹豫地将铜钱剑朝天一指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到 天盖地 地盖天 千邪万邪寻不成 若有邪世人来寻 天雷霹雳瓣灰尘 紧请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 急急如绿令 岩碧 一阵淡淡的烟雾将整个屋子包围 原本正在靠近的亡人瞬间失去了目标 跟个无头苍蝇般四处游荡 见危机解除的众人当即松了口气 陈大忌兴奋地拍着马屁 还是老大猎 一招就搞定了这些亡人 说着便转头看向了张超 超啊 外面的怪物和你家亲戚差不多 你们管住他们不 张超听后一脸尴尬的表示 亡人和僵尸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 我可没这实力 陈大忌闻言比一地给了个眼神 就在众人观察外面的情况之时 空中的幽营似乎察觉到了屋子的异常 只见一道血光静止照了下 所有亡人瞬间嘶吼着围了上前 陈大忌等人立即做出了战斗姿态 新连山老练地举起手中的钢叉喊道 少将军 俺来帮你 牛头马面也是拿起武器守在九难的身边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九难的胸口忽然传出一阵炙热 黑羽先前送他的羽毛瞬间飞出 二人第一次见面时 在九难同意让黑羽跟着他后 黑羽暗中送给他的礼物 羽神当时说过的话不断在九难脑中回答 我被世人遗忘太久 已经身无常物 这只一语之血就当作见面了他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这只羽毛竟化作一只靓丽的小狸鸭 只见他朝着空中长鸣一声 空中的血月立即抖动了下 片刻后一只小巧的蓝玉鸟 落在了九难的肩头 幽蓝色的眼眸亲密地看着九难 与此同时 整个亡人之地彻底陷入了黑暗 仅剩一盏圣火还在燃烧 而那群游荡的亡人们也失去了压制 原本灰蒙的瞳孔瞬间变得赤红一片 他们不再缓步游荡 而是咆哮着到处乱窜 整个地底世界 飞气翻涌 凡是接触到飞气的声明都立即扑萎 就在众人惊讶一遍的环境之时 那只小蓝鸟净化为一滴金色的血液 融入了九难的眉心 和当年牛头巨人给予的火焰 应激一同龙河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询问道 这是雨嫂还是解过 蓝玉鸟听后先是一愣 随即便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没想到这一世的太阳足照居然是阴体 他叫雨马 闻听此言的大忌当即愣在了原地 老大不是说太阳和太阴是两口子吗 这可咋搞了 这话说的九难咳嗽事意 小子化九难见过圣神前辈 大忌他有嘴无心 有失礼的地方还望前辈多多喊寒 一旁的牛头马面等人也是连忙行李道 储君身边走动 还请多多造福 说罢蓝玉鸟郑重地看着九难 智人储君 以后优越想和竹兆后裔一般 跟在尊驾身边修行 还望守肯 听到这话的九难连连点头同意 月神客气了 晚辈求之不得 不过小子心中还有个疑惑 还望月神能解答 可还不等九难说完 优越便已然猜到了问题 朱君想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亡人之地 还险些被怨气冲刷了神志对吧 九难轻轻点头默认 优越长叹一声 当年那场地劫打的整个两主千万生灵 瞬间死伤殆尽 国内是刚刚脱离昏厥 不自量力妄图以一己之力超度亡人 于是在那位大门披山造石门之时 自愿进入到了这里 可不成想不但没成功 反而被无边怨念给侵蚀 优越说着便将自己体内的状态呈现而出 那里飞起怀扰 浓郁的阴气不断变化着各种模样的妖魔 幸亏刚才有竹兆后裔的帮助 才恢复神志将这五千年来侵入的怨念封印 九难听后重重地聚了一功 月神慈悲 我等不及万一 蓝玉鸟却是黑黑一笑 解铃还虚系凌人 如今正主来 我可要好好休息一阵了 说罢便钻入九难的额头睡了过去 化九难祖上犯下的罪孽竟然如此可怕 连上古月神都无法将亡人怨念给镇压 反倒差点被怨气给童话成邪碎 当优越将两主一记毁灭的真相告知九难后 便倒在他的肩头缓缓睡去 见此一幕的牛头马面轻声询问道 小先生你们都休息会吧 等天亮后再看看这里会有什么辩护 九难闻言抱拳感谢道 小子身体有些不适 只能劳烦两位大帅 一向善解人意的长八爷连忙接过话茶 丁烧这种活就交给小八我吧 两位大人你们都去休息 几人在半推半就间都进入了梦乡 与此同时 地宫的哭泣领上 此地最大部落的萨满 正抬头望着漆黑的夜空 幽营坠落 亡人过界 伟大的穷神啊 我们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明日 忠实的仆人就给您献上最丰盛的祭体 苏醒吧 穷神大人 很快一抹光线便从天边升起 九难等人也是先后从梦中醒来 四周腹臭的气息也逐渐淡去 原本狂暴的亡人也变回了先前祥和的模样 巨大的反差使得众人意识间难以适应 只有九难细心的发现 巨人们脸上少了几分唇 多了些许扭曲 一想到这 九难转头看了眼依旧沉睡的忧郁 心中暗灿道 应该是少了这位的镇压 亡人心中的怨念已经逐渐激发 而苦腾族第一勇士姐在族长的授意下张口大喊 尊敬的客人 充满希望的阳光已经落下 族长请你们一同吃饭 享受大地的恩赐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阵反胃 昨晚巨人们吞食烂肉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缓过神后 九难几人便跟着勇士姐一同走出去 一路上 见到他们的原始人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在和苦腾族的众人回应过后 九难刚想开口询问事情时 一只雄鹰却从空中飞下降落在祭祀的肩头窃窃私语 片刻后雄鹰冷冷地瞄了一眼 九难后便飞向了远处 而那祭祀则是一脸心醒地宣布道 各位族人们 刚才接到穷神使者的传话 此刻时机已然成熟 伟大的神即将觉醒 使者大人命所有子民 带上最宝贵的礼物前往姑气领祭祀 闻听此言的巨人们兴奋地欢呼着 接着族长便来到九难等人面前说道 尊敬的客人 我要带领族人出去受令 为穷神大人背上最丰盛的祭品 就不陪诸位吃饭了 你们随意就是 说吧便转身离开了此地 听到这的陈大记好奇地询问道 老大 你说这群肌肉棒子是不是傻 不败财神败穷神 活该穷的裤衩子都穿不上 九难听后一脸无语地表示 他们说的是穷神 穷是美玉的意思 一旁的牛头马面也一同附和道 小先生说的不错 两主多苍玉 亡人口中的穷神应该是玉神 在神舟盗门正式建立之前 人族除了祭拜天地鬼神 先祖图腾之外 就连一些稀奇古怪的家伙也被称为神明 这玩意有好有坏 有些甚至根本就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东西 然而陈大记听着却更加美的 那现在为啥看不到那些稀奇古怪的神了 是不是不听话被人弄死了 牛头文言暗自感慨道 是有不少野神触发规矩 被某一脉尊贵的存在镇压在昆仑山下 牛头说着偷偷看了眼九难 确认对方没有反应后继续说道 只有少数机灵的野神 在贵人出手前跑出了神舟大地 逃到一些原始蛮人生活的地 不过现在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然忘自称王座主 几人说话间 先前去打猎的巨人们便带着猎物赶了回 经过一番整理后 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便朝着哭泣领出发 作为客人的九难 几人被安排在队伍后端 不多时整个队伍便来到一处广袤的空地上 堂地的中央摆放着一座座巨大的雕像 他们个个都有百丈高 脸上布满了愤怒的神奇 好似在控诉命运对两主亡人的不公 还不等陈大忌开口询问 勇士简就主宗说道 小怪物 你看到这些石头巨人 都是我们的祖先 当初没打过寻天而降的暴君 也被他用邪恶的法术变为了雕像 陈大忌听后先是疑问 不是吧 肌肉跟你们的祖宗有这么大 可为啥你们变形 地旁的牛头马面却面色明重地说道 小先生 看来两主亡人极有可能是外来者 或者外来者的后裔 你仔细看石像的脸 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九难文言当即开口询问道 两位前辈您说的外来者是什么 难道是那个人吗 马面听后轻声回应道 前有专需大帝绝地通天 后有祖龙存需抗武 自此上古传承进断 天人永格 这样的问题不是我能解答的 说话间 队伍已然来到了石像的脚下 牛头马面谨慎地说道 小先生 非常之事 行非常之事 得罪了 说罢便对九难师长的遮掩咒 想把他的样子给遮挡起来 五声风 龙行云 君上今日不见 唤我轻杀三千丈 遮天盖地引真身 以善恶寻查之名 给我出 可出乎意料的是 即便牛头马面动用了神威师咒 但九难的周身却没有一点变化 见此一幕的二人惊呼一声 这是亡人都城 无法无天之地 小先生 君子不立为强下 我二人这就护送你离开 九难文言抬手是一道 连累两位前辈身陷险 小子心中不安 但此刻即便想要离开也不容易 不如让我先试试 说罢九难便一把抓起腰间的江自玉 一瞬间他的脑海中立即闪过一段话语 普天之下莫非王 率组之兵莫非王臣 经我驾铃出烟几分 师妹王人不能见军 归礼费节 为之大不尽 说罢 众人便感觉九难的脸上多出一层灵 就连他的气质也产生了变化 见此一幕的牛头马面立即低下脑袋以表近 罢九难施展帝王秘术改头换面 将是皇族闭靡天下的威严精的牛头马面低头朝败 看着眼前霸气又陌生的九难 陈大忌好奇地伸手摸了上前 老大你这咋梦的 能交交按部 然而九难却一脸冷淡地注视着对方 在智人王族独有的君临天下和怨气的侵蚀下 九难的内心早已变得冰冷污 对于突破胎中之谜也只差灵人一脚就能觉醒 可当陈大忌触摸到他身躯之时 六十根亲人生活的记忆再次浮现在脑中 包括一直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和五大仙家 最后还有那道亮丽温婉的身影 一念至此 九难那颗冰冷的心再次破碎 脸上的神情也恢复成先前的温婉而养 九难伸手揉了揉陈大忌的脑袋 大忌谢醒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愣在了原地 老大你为啥谢我 我啥也没干了 一旁的牛头马面也重重地松了口气 只因九难觉醒开中之谜后 前世的记忆将会全部唤醒 届时就是最终之战降临的时候 而陈大忌无意间地举动 阴差阳错地改变了事情的轨迹 九难没有解释脸上的笑意更加温和 大忌 我用的法术你学不会 等出去后可以教你其他好玩的咒语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憨憨一笑 老大 俺咋觉得你越来越像三叔了 就在二人说话的功夫 两主的祭祀大典也跟着正式开始 整个哭泣灵瞬间响起阵阵营兽的咆哮 接着一个个巨人带着祭品走向了高台 而那名穷神的使者则不断吟唱着上古的歌谣 至暗时刻 唯有穷神的光辉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伟大的大祭祀啊 请您唤醒穷神 带领他忠实的子民走出这片诅咒之地 发音刚录 一条头戴机关的飞蛇从天而降 舌备上盘坐着一个受苦灵循的老巫师 只听他开口催动起众人 勇士们 准备好你们的祭品 迎接穷神大人崇林大帝 神将之时 就是暴君灭亡之日 打败他 杀死他 埋在脚下永远被我逐见他 随着大祭祀将情绪点燃到了高潮 巨人们纷纷仰天咆哮道 下一秒只见大祭祀口中念着听不懂的咒语 一到数百米高的施术从地面缓缓升起 祖林们 血迹开始 请奉献出你们的诚运 话音刚落 巨人们纷纷将手中的祭品献祭而出 浓烈的血腥味充斥了整个丛林 而那施术也疯狂地吞噬着血食 就连巨人们也无疑幸免地进入了肚中 见此一幕的陈大祭怒骂道 我靠 这探马的是什么缺德玩意 怎么连自己人都吃 姬爷我要一把火烧光他们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牛头就开口阻止道 邵将军不要冲动 想救你父亲就稍安勿躁 静静看着吧 听到这话的陈大祭只能老实地待在原地 剑客后所有的祭品被施术全部吃光 意犹未尽的他当即将手伸向巨人所在的方向 见此一幕的众人吓得就要逃跑 九难见状冷哼一声就要出手帮助 可就在这时一道金光立即将施术给隔开 被惹恼了的施术依旧不罢休地怒吼着 见此一幕的大祭司立即指挥道 穷神的子民们 咱们的祭品不够 快继续献上你们勇武的证明 而各个部落的族长却面露难色地表示 伟大的使者 我们带来的祭品都已经献给神了 现在让勇士们去猎杀还来得及呢 大祭司闻言当即争灵地喊道 你们居然敢让神等候 祭品不够就用你们的族人献祭 能和神融合 成为他尊贵身躯的一部分 是每个子民无上的光荣 听到这话的信徒们 犹如飞蛾扑火般朝着施术送去 大祭司说得对 神现在需要我们 我们与神同在 仅仅只是一瞬间 数百个巨人被吞噬一空 陈大祭见状口中嘀咕了一句 这些人可真傻 虽然明天又能在牌子上复活 可这得多疼呢 望着疯狂献祭的族人 勇士姐难过地回应道 小怪物 被献祭给神的人是不能复生的 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神的怀抱 陈大祭闻言顿时愣在了原地 老大快救救这些傻大哥 他们这样就没有生的希望了 而九难也在一旁想着应对的法 思索片刻九难转身说道 有劳八爷带我一程 唐八爷听后立即幻化出了真身 接着蛇尾迅速一手 正在送死的巨人们纷纷被打退了回去 唐八爷忽然地出现 立即引起了祭坛上那条怪蛇的注意 只见他冰冷地扫射了一眼 接着怪叫一声飞到了空中 自古以来都有个规矩 一山不容二 除非一公或一母 察觉到自己尊严被挑衅的怪蛇 当即就要和长八爷决斗 见此一幕的八爷立即缩小了身躯 跑到了九难的身后 单挑之事向来都是他的弱势 而一直暗恋长八爷的小飞蛇当即被激怒 只见他从九难的手腕飞出 刷的一声 一条几百米长的八蛇便显现而出 一道巨大的咆哮声从他口中传出 怪我 欺负我家八爷算什么本事 刘种和姑奶奶决一死战 怪蛇文言二话不说地冲了上前 八明看了眼长八爷后 口中轻声地说道 八爷别怕 我来保护你 就在双方即将相撞之时 迷你版的八爷一个闪身来到了战场的中央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焦急地喊道 八爷你快变身了 给我揍死那个笔犊子 长八爷文言慌忙解除了身上的静置 轰的一声 蛇中真君的样貌震慑全场 此刻的他背声双翅 口吐毒咽的样子瞬间惊呆了所有人 没想到五仙家中最胆小的长八爷 竟为了调小母蛇显现出藤蛇的真身 面对着上古怪蛇的挑衅 长八爷张开拒骨 咆哮一声 粗壮的蛇尾迅速甩出 强烈的镜中将空气瞬间给撕裂 怪蛇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抽得倒飞而出 轰的一声地面被打出一个深坑 怪蛇喘息着想要爬起 却被祭坛上的祭司出手阻止 长八爷见状便带着小飞蛇一同回到九难的身边 而八明则是小脸羞红地看着长八爷的侧脸 遗迹中的原始人还愣愣地看着空中 他们世代供奉的圣兽竟然就这么被撂倒了 反应过来的众人当即怒吼地朝着九难几人冲杀而去 牛头马面 见状立即甩出武器准备战斗 此刻苦同部落的族人却十分为难 刚刚八爷出手救了他们亲人的幸运 而另一边是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的同类 勇士简咳嗽一声便出声指引道 小怪物赶紧跑吧 那边是日落之地 也是我们最禁忌的地方 陈大忌刚想回应 祭坛上的祭司便下发出了命令 任何事情都没有唤醒穷神重要 勇士们 继续献祭你们的灵魂和身躯 神与我们同在 此花一出 原本还愤怒的原始人纷纷掉头冲进士林献祭 骗测后 整个士林泛起阵阵血光 腥臭的气息布满整个苍穹 大祭司健壮脸上露出癫狂的笑容 伟大的穷神啊 请您快点醒来吧 带领您忠实的仆人走出这片诅咒之地 说罢就见祭司癫狂地献出自己的一只眼睛 伟大的神 请用这只眼睛看看这丑陋的世界 只有您的荣光才能够拯救 话音刚落 原本正在禁食的尸数浑身颤抖不已 随即就见他那庞大的身躯一点点消融 变为一滩腥臭的血水 接着一道人形身影从里头迅速凝聚 不多是一个长相极丑 穷神文言转头对着陈大祭鬼入一笑 见此一幕的牛头马面立即吩咐道 诸位小心 注意保护小先生 对面的野神不是普通的地仙 最低也是地仙巅峰的存在 甚至还可能更高 说罢牛头轻声叮嘱了大祭一句 少将军 这次咱们能不能平安出去 就靠你了 这话说得陈大祭懵逼不已 牛哥你都干不过他 我上去不是送死吗 可还不等他说完 牛头就急切地打倒 少将军快醒神 把其余八大英帅都请出 即可我们世人的力量 或许能和对面的家伙拼一拼 陈大祭文言立即点头同意 那日游神咱们也要请吗 俺和他有仇啊 一旁的马面听后冷笑一声 就是有仇才要请啊 倒霉的时候还不带上他 那岂不是亏大 正在众人对话之时 空中的穷神已然完成了部分蜕变 周身神秘的气势让人琢磨不透 见此情形的牛头马面立即催促道 少将军还不快 再让那家伙完善下去 咱们就要隔屁了 陈大祭文言迅速掐出反应 天灵灵地灵灵 咱要死了 快来点人救命行不行 日游神你给鸡也滚过来 请神术 我告诉你 话音刚落 四周寂静无比一点动静都没有 别说是日游神了 就连小鬼的身影都没见到 不死心的陈大祭当即就要再次试了 却被九难出生打断 大祭别试了 不是日游神不冷 而是根本收不到你的请神术 不光是他 其余七大英帅也不行 牛头马面文言立即就明白了管 亡人之都 无法无天 任何三教九流的术法都会失去作用 维京之计只能死战一场 陈大祭听后一脸苦意地看着九难 老大 现在请不来帮手 咱可咋办呀 不如先下手为强 我现在就设他大裤裆 看着众人迷茫的神情 九难对着陈大祭温和一笑 大祭 一会我将不再压制自己突破胎中之明 但那时候恐怕会六亲不认 等我和穷神打起来时 你就赶快跟着两位晕帅离开 还有帮我告诉你 老了 以及仙家他们 不要想着给我报仇 好好活下去吧 话说到这 九难一脸眷恋地表示 还有菲尔 松老他们 告诉我娘和雪氏大叔 九难不笑 不能伺候他们嬉笑 陈大祭听后愤怒地喊道 老大你啥意思 又想自己干干事吧 门都没有 李大爷说过 逃兵最不是爷们 咱可不想当逃兵 越是威胁 咱就越要往前冲 九难见状轻声对着牛头马面试一道 稍后请两位前辈帮我完善此事 两大英帅对视一眼 接着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先生 其余的不敢承诺 我们一定拼死护送少将军等人回归人间 就算是死也要请出五方鬼地前来救你 九难温和一笑 那就有劳两位前辈了 做完这之后 九难对着张超说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总觉得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超文言当即就要解释 却被九难给打断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留下和我共同对敌 要么发誓永不作恶 更不能伤害小院里的人 然后就可以跟着大忌他们一同离开 张超沉思片刻后 一脸严峻地表示 我张世祖对天发誓 今生今世绝不伤害小院任何生命 如有违背 所有修行复之一句 永无翻身之日 九难听后立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小院中的任何人 也包括你自己 张世祖文言瞬间冷汗就流了下来 九难的话相当于锁死了他和张超的灵魂 一念至此张世祖郑重地回道 小先生放心 我一定说到做到 二人的这番对话说得陈大忌云里乌里 然而还不等他询问 九难便深吸了一口气 记着紧紧抓住那块刻有僵渍的骨玉 玉碎后所有人立即跟牛头马面两大阴帅离开此地 听见的建议逃到极西之地去 要是我猜得不错 那里应该可以使用魔术 到时候再请神前来相助吧 牛头马面听后恭敬地回道 我等领命 可长八爷却处身变出蛇身 小八我要留下陪着小先生 君上征伐邪神 怎能没有车架随行伺候 长家弟八子偿怀怨怨陪君上死战 此刻的长八爷已然卸去先前的猥琐 蛇君张狂的气势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 忠肝义胆 国士无双 感受到八爷的决心 九难哈哈大笑道 今日你我并肩作战 杀他的坦坦荡荡 而小飞蛇见状也立即冲了上前 上古八蛇的神区瞬间支盖整个天际 面对这两道庞大的生物 穷神迎笑一声 不懈地对着大祭司喊道 把你另外一只眼睛也献祭给我吧 还不等对方应答 穷神便抬手夺取了那只眼睛 接着用出意念将那条怪蛇 直接操控变为坐骑 随后静止来到九难的对面 一脸云淡风轻的董事 上古高贵的血脉 我想我们可以谈谈 霸九难为救苍生献祭灵魂对战邪神 蛇中真君赴死跟随帝君一同参战 可是杀成性的邪神却对九难笑脸相送 甚至还想跟他一起统治整个大厦文明 高贵的血脉 我想我们可以谈谈合作 九难文言心中暗想着 如今他的修为哪怕突破胎中之谜 也不是邪神的对手 沉思片刻后九难一脸淡然地回应道 您说得对 我们确实应该先好好谈谈 见此一幕的穷神面露轻松地说道 幸亏明智如您 而不是上古时期那些强大的存在 当年我的世界被邪恶强者入侵 包括我在内 只有少数人成功逃到你们的世界 我们这些逃亡者的要求并不多 仅仅是卑微地祈求一点活下去的空间 可就是这么小小的要求 为师祖的神都不答应 还说非我族类齐心必宜 随着穷神不断地诉苦 他脸上的神情也变得十分争鸣 回过神来的他略带歉意地看向九难 我已经沉睡太久了 难免有些话多 希望您不要介意 闻听此言的九难微微一想 您多虑 如果可以 咱们可以促膝长谈 与此同时 两主地宫外 吴永明带着张脚两兄弟来到九难 他们消失的位置 担心陈大忌安慰的张宝立即开口表示 福生无量天尊 如今救人要紧 平道现丑了 说罢就见张宝掏出一块老旧的罗盘 口中阵阵有词地念叨 无缝太平 天地清明 邪请神兵 指引光明 太平道三十六万教众之名 前路给我开 话音刚落就见那块罗盘飞速地转了起来 就当他要停止之时 虚空中一只巨大的手臂朝着几人撵了过来 深知对方实力的吴永明立即招呼道 诸位道友速速联手 此无非同一般 说罢便手捏法雷朝着巨手攻击而去 一旁的小无心正内眼汪汪地看着九难消失的位置 而张宝怒吼一声 大胆汪人 居然敢在我太平教教主面前作恶 还不速速退去 然而巨手依旧不罢休地发起攻势 张宝和吴永明二人强行抵挡 见此情形的张脚缓缓叹了口气 评道致你们妄受我妄之灾五千年 故而心中欺负 练尽全力去化作 小无心在听到他们的情况后 肉嘟嘟的小手和时 口中轻声地念诵着佛号 虚空中的巨人在感受到张脚的慈悲后 也是开口回应道 尊驾愿意帮我亡人报仇雪恨 我等你那暴君不共戴天 巨人愤怒的声音不断在地宫里回荡 可这话说的张脚面色一惊 当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无心时 心中那块巨石终于落下 此时的无心浑身爆发着煞气 那稚嫩的小脸不断地凝笑着 那摩阿弥陀佛 刚刚你们说什么 和我家哥哥不共戴天 既然如此那本作就成群如等 这就送你们去阿弥地医 话音刚弱 无心的体型不断增大 无面的身影不断地闪烁着 见此一幕的张脚当即安抚道 大师心中苦难平道感同身受 还请想想此前言语 万万不可错上加错 张宝也是一同复刻的 大师还需克制磨念 小先生他注定坎坷 不能没有大师 你这个护道人的陪伴 随着二人不断劝缩下 无心的状态才逐渐稳定下来 可依旧不耐烦地朝着巨手拍出一掌 别逼本作风魔 给我滚 通了一声乍响 张宝等人强行抵挡的巨手 就被无心一掌给拍美了 这一幕看得众人震惊不已 回过神来的张宝连忙 看向地上了挪盘 找到他们 就在下面 只是那里被怨气之海 层层包裹着 想要进去营就很难达成 此话一出 龙会等人纷纷面露愁容 张脚见状一脸淡然地表示 诸位道友不必心急 稍后自然有强缘感来相助 闻听此言的吴永明疑惑不已 他对神州各地修行者的实力 也是了解一二 整个两主地区 也就金山寺和大雄寺算得少 金山寺大门就在他身边 大雄寺却在神州边界 看着疑惑得吴永明 张脚却并没有解释 只是带着小吴欣 讲着到家的劝善经 由于担心九难的安危 小吴欣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一会摸摸小光头 一会玩弄自己的松袍 像极了练习时长两年半的 可片刻后 吴欣便心平气和地倾听 与此同事京都的军区 孙靖松正一脸怒气地打着电话 钱多多你个王八蛋 李将军的孙子陷入 两主地宫的是 怎么不早点上报 你给我等着 老子现在就拉着 寻大如一起过去 另一边的孔子学府内 老院长寻一正一脸 严肃地接着电话 开国功勋的后人竟然遇醒 我等怎能不救 孙首席劳烦您安排下相关事宜 老夫这就赶往机场 不多时几人便赶到了 两主地宫内 见识老朋友后 吴永明立即上前介绍道 道友支持张脚 张宝两位教主 几人文言齐齐公身行李 晚辈见过张教主 张脚抬手回了一礼 三位道友 张某联手各方势力 就算王人再凶 我等自保应该是绰绰有余 一番计划后 钱多多当即用出八字门秘书 寻找破门的方位 只见他将一张八卦阵图摆在地面 接着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断锡祸福 生路 给我看 刷的一声 四周的黑气纷纷朝着阵图汇聚 钱多多多一脸震惊地表示 实死无声之地 这怎么可能 难道王人地宫已经堪比上谷昆仑了吗 随即只见一条金丝缓缓从阵图冒出 钱多多见状立即大喊道 几位在西 各位还不速速出手 张宝文言立即将一杯浮水泼出 以皇天仁爱之名 生路 给我开 地旁的众人也是纷纷使出各家的术法相助 张脚更是点出一指 轰的一声 地宫内的空间犹如水波一般不断荡漾 而另一边的九难正和穷神欢快地沟通着 小子有一件事还需向您请教 家中有位长辈不幸感染风寒 接着九难便将臣妇的症状一一说出 穷神文言大笑一声 尊贵的传人 您真的很有意思 您说的那位长辈 是接触我族的至宝被选中为本神的使徒 既然是您身边的人 本神也不敢麻烦他替我在大地行走 那便再选一位救世 穷神说着便吐出一个小肉团 尊贵的传人 只需将我的血肉喂给您长辈吃下即可解除使徒 这一切都是误物 还望您不要放在心上 九难文言轻轻点头做出回应 接着便将三根松针插入肉团收入瓶中 就在松针插入的一瞬间 穷神满是笑意的面容抽动了几分 在见到九难并没有多余的动作后 穷神笑呵呵地询问道 传闻你们一族血脉会诞生两大可怕的强者 可为何会放心一位还没成长起来的王族在外行走 就不怕发生什么意外吗 九难文言一脸戴然地表示 尊神此话从何说起 家里不是安排了两尊神兽陪着晚辈 下方还有牛头马面两位整只 这话说的穷神一步步 一个后天风筝的低贱血脉 还有两个香火结成的阴神 就算是作为食物也都不配端上你我的餐桌吧 见此一幕的九难心中一惊 再三琢磨下 九难便尝试用出三叔的名号进行镇压 先前他在城隍庙中看到王三的真名叫做江楚帝 一念至此 九难笑着应答道 前辈说笑 我自小便是八爷在身边陪伴 他老人家甚至还救过我的性命 正因如此 我家三叔才亲口风筝他化为神龙 可八爷有情有义不愿脱离母族 这才化作蛇中真君 穷神听后脸上怀疑的神情立即消散一空 亦语风容 穷神立即谨慎地追问道 尊贵的殿下 不知您刚说的三叔是哪位存在 见时机已成熟 九难冷笑一声 我家三叔姓江明楚帝 少年只是说出了自己三叔的名字 竟能吓得上股邪神心惊胆战 万千利鬼跪拜臣服 只因江楚帝乃是千年前掌控万物的始祖 当穷神好奇化九难祖上大能的身份时 江楚第三个字一出 一股无形的压力震慑了所有亡人 就连穷神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恐惧 见此一幕的九难顿时一脸懵逼 仅仅只是讲出这个名号 就能让整个两主亡人瑟瑟发抖 与此同时的龙婆小院中 正在带孩子的王三也察觉到了这情况 随即下意识地冷哼一声 这动静立即引起小浅月的注意 那双大眼睛不满了疑惑 爹你怎么了 是不是小月知道数学题做错了 您别生气 要是做错了就给我讲讲吧 闻听此言的王三尴尬不已 丫头你继续洗 跌进去看看锅里熬的饭 说爸便狼狈地跑入了屋中 口中更是不断嘀咕道 哎 等小九回来 一定问问他这数学题是何方神圣 另一边两主地宫内 看着身旁瑟瑟发抖的金王 陈大忌好奇地询问道 金富贵啊 你为啥这么怕我三叔呢 另外三叔也不叫江楚弟啊 这名字真难听 还是王三听起来帅气 闻听此言的金王顿时吓得不敢吱声 而空中的穷神也勉强从那恐怖的回忆中挣扎出来 而当他再次看向九难时 眼中却不满了仇恨和贪婪 但更多的是畏惧 见此一幕的九难便知道自己震慑的目的已经达成 尊神 看您的样子似乎和我家三叔是旧时 要不我请他老人家进来和您拔酒言欢 穷神闻言当即飞速地摇着脑袋 小神怎敢劳烦帝君大人 不用请 些许小事 有储君您跟我商议就行了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猛逼不已 富贵啊 你们好像都认识三叔 而且还都这么怕他 然而金王却依旧不搭话 眼中的恐惧不断地攀升 陈大忌难得聪明了一回 口中轻声安抚道 富贵你放心说吧 咱跟三叔关系老铁 每次上山打猎闹肚子时 都是一起并排跟角落处理 在听到这种王族经历后 金王吓得就要化为人形 出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可陈大忌依旧不罢休地说着去世 金王见状只能说出那埋藏心底的秘密 当年那场地劫打的天柱泽 地军烈 整个神州大帝失衡电影 所有生物一一灭亡 目光所及尽是恶鬼冤魂的咆哮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因此结束 地劫过后 一场大洪水瞬间泛滥 以往不敢露面的邪神天魔 以及如同穷神这样的外来者 趁机兴风作浪 神州大陆本就断绝的生机 更是雪上加霜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上古人皇带领一众大神出手 其中就包括至人一脉的君王 江楚帝 而他负责的正是 梁主这一带的安危 一讲到至今王的语调中 布满了岁月的沧桑 当时的梁主大地上尸臭冲天 正当王人们四处追杀服务的时候 两条巨人亭亭亭亭亭行 龙背上站着身穿战甲 披靡天下的江楚帝 没有任何言语 君王抬手劈开了万丈高的木门 把世山和整个金族封印在了其中 并将所有梁主王人 全部封在地宫内 作为王人当时的信仰 穷神只能依靠王人献祭的血肉 才能苟延残喘叫嚣反抗 可江楚帝看都没看开眼 只是随意挥出一拳 穷神的身躯瞬间智力破碎 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没交代 就化作风沙消散一空 听到这个陈大忌顿时惊讶无比 咱三叔前些年还病得很重 单手劈删 你这不是扯淡吗 就在陈大忌不停吐槽的时候 已经占据主导权的九难 已经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前辈有所不知 晚辈此次前来 除了求要给我陈叔以外 还要寻找几个人 一个前些时日误入这里的道长 听到九难提起周道人 穷神的脸上进入出一丝不舍 对于道手的每位 他怎能舍得轻易交出 就当他准备开口不能使 九难却早已出声打断 天下道门已经知道周前辈身陷两嘴 前辈您不会说没看见吗 见心思被拆破的穷神立即笑着达道 见到了 只是本神一时没忍住 享用了他一部分身躯 希望尊贵的您不要介意 说罢就见他大手一挥 周冠主以及那些科考人员的身影 便显现而出 只是除了周冠主以外 其余的人都已然失去了气息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掏出一粒丹药 送入他的口中 做完这之后 九难便安排牛头马面照顾周冠主 接着一脸冷意地说道 我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 你我就此别过 周前辈的仇 自有道门找你算账 本座只是受人之托进来找人 其他的事情不想参与 闻听此言的穷神立即应答道 尊贵的民既然要走 小神不敢挽留 只求您能给基天帝君带一句话 小神虽然从尘世中醒来 但也绝不敢忤逆君上 一定会老老实实待在地宫内 帮助智人一脉镇压下面这些愚昧的种族 九难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 就算我家三叔不来找你马 到门的人也会上门抱 说罢便对着长八爷开口道 八爷我们走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便准备起身离去 可就在这时原本昏死的祭司忽然醒来 大人您不能让他们走 在您沉睡的岁月里 外面的世界完全变了 那场地劫过后 专须大地破釜沉舟断绝天地 世间再也没有了强者 现在只有尊贵的神 您才是唯一能发挥全部实力的存在 九难闻言便指挥八爷用出急速 见此一幕的穷神立即反应过来 只见他怪笑一声 接着抬手抓出一道鬼手 尊贵的大人 何必来去匆匆呢 小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请教 就当穷神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长八爷转身天气轻夜 漫天的火焰瞬间将鬼手打散 接着火势迅速将穷神包围 向来谨慎的八爷持续加大火 恐怖的轻炼维持了一刻钟才停下 就当陈大计为穷神失去高兴时 九难却面胜凝重地盯着火海 尽管熊熊烈火阻挡住了视线 但内股气息依旧没有消失 九难见状毫不犹豫地抽出杀生战刀 帝王一幕 赤地千里 给我斩 没想到胆小如鼠的长八爷 竟一口龙漆烹死了修炼千年的邪神 抛天的火焰肆意焚烧着邪神留下的痕迹 见此一幕的众人欣喜不已 可怕九难却掏出杀生战刀迅速斩落 帝王一幕 赤地千里 给我死 刷的一声 高盲犹如闪电一般横空落下 轻炼笼罩的火海瞬间被劈开一条通道 穷神此时正悠哉地吃着一块血食 一旁的祭司正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而他的身上也缺失了一条手臂 见此一幕的九难当即再次发力 感受到主人心中的怒 杀生道迸发出阵阵龙鸣迅速朝着穷神斩出 轰的一声 随着一股烟雾升起 穷神却黯然无恙地回头讥讽道 看来这卑贱的生物说得没错 外面的世界真的变了 要是放在本神刚跑到这里的时候 哪怕是刚学会走路的储君 都比你强大的太多了 都说风水轮流转 当年丧家之犬斗 被你们这些愚昧的土著神追杀了千年 又被智人一脉给抹杀 一想到这 穷神内心顿时欣喜不已 只要吞噬了眼前的储君同化他的血脉 到时候未尝不能和江楚帝对战一场 就当他还沉浸在遐想之中时 一记臭屁蛋射入了他的口中 陈大忌正兴奋地喊道 丑八怪让你狂 吃屁吧你 而就是这一举动却给九难争取到了时间 只见他缓缓举起杀声刀 身上的气势不断攀升 君要陈死 陈不死是为不忠 以我之人皇族之名 邪神 给我死 话音刚落 原本惨白的杀声刀上竟然泛起了阵阵金光 在九难的杀伐天下绝的加持下 整个天边都多出了一轮金色的太阳 被锁定的穷神顿时惊慌不已 反应过来的他竟发现自己的身躯根本不能移动 而牛头马面也立即做出了攻势 无为名帅 禀公开来 以风都大地 五方鬼地 十殿阎罗之名 穷神你魂魄不出更待何时 随着咒语的完成 整个哭泣岭立即刮起猛烈的晕风 无尽的厉鬼在风中嚎叫 见此一幕的穷神宁笑一声 区区香火 毛神也想去我神魂 那就满足你 说吧就见穷神的头顶飞出一盘黑气 鬼脸尖叫的朝着正在法器上撞去 冲的一声 执法的名气被撞得四分五力 无穷无尽的怨气从里面倾泻而出 被反噬的牛头马面 闷风一声倒退了数十步才稳住身形 就当穷神准备成圣追击 灭杀牛头马面之时 陈大忌的臭屁蛋已随之射出 见此一幕的穷神立即抓起 祭司的身躯进行抵挡 危机解除穷神朝着陈大忌怒吼道 小子你死定了 等本神脱离朱军的压制 第一个把你做成人棍种在血池 看着自己一点点消亡 变成养分给本神吸收 说着便操控血池底下的利鬼 朝着陈大忌扑杀而去 九难见状惊呼一声 大忌快躲开 水盲鬼在你身后 纵伤的牛头马面爆喝一声 畜生 当着本鹰帅的面镜还胆伤人 还不速速退去 各式一般的利鬼 见到牛头马面早就下的跪地求饶 可两主亡人自成一方天地 他们可不管地府英帅的命令 只见水盲鬼依旧凶悍地朝着陈大忌扑去 眼见陈大忌即将被抓住 张世祖心中却兴奋不已 只要这颗心被水盲鬼掐死 那以后再也没人用法气敲老祖的脑袋 就在张世祖幸在乐祸之时 张超倔强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一不听咱妈的话 不孝顺 出门前他怎么叮嘱你 班长和陈老大是咱家的恩怨 遇到危险一定要救恩怨 张世祖还在纠结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躯已然失去了控制 只见他守眠法掘身上的外衣瞬间暴裂 有我张超在 谁也别想不害陈老大 说罢便使出秘书将鬼物给击飞 与此同时 勇士俭纵身一跃 将鬼物直接撕成了两袋 小怪物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不 长得真诚 比你都丑 见此一幕的亡人们纷纷目瞪口盖 这谁盲鬼好歹有五千年的盗行 竟被勇士俭一击就给解决 远处的穷神也是一连猛逼 在他的领地里竟还有这种气派 就在他愣神之时 恶鬼王星连山抬起钢叉便抛了出去 让女皇 看星爷扎你大腰子 此时正处于魂体状态的穷神慌忙地躲避着 被他认为低等存在的玩具正在牺牲他 穷神气急大坏地咆哮着 本神要点燃你的灵体 做成长明灯日夜煎熬 说罢就见他抬手换出一堆骷髅 星连山剑撞当即来到陈大忌的身旁 那漫天的骷髅也跟着一同追来 见陈大忌有危险 勇士简迅速挥出一拳 给我破 担心兄弟安慰的大忌立即阻止道 小简别硬扛 快躲开 谁啊还不等他说完 那充满怨气的骷髅瞬间被打散 勇士简也被轰得带着陈大忌一同到飞而出 这一幕再次刷新所有人的认知 怎么会这样呢 穷神的手段怎么会被一个亡人给解决 可刚刚牛头马面的法器却被一击轰碎 这种程度的攻击就算石垫炎罗也不能轻易做到 就当大家还在思索的时候 陈大忌那件嘻嘻的声音从简的身下传出 哎呀妈呀 疼死俺了 小简你没事吧 勇士简迷茫的摸了摸脑袋 小怪物我皮操肉后 你就放心吧 这话说的陈大忌当即破了房 没事你压得还不赶紧起身 踏马的压死我 就当二人瞎扯之时 九难和穷神同时反应了过来 你竟然是无教之体 这类体制能免疫所有三教九流的术 但却无法修炼任何法术 并且这类一旦接触修行者 还能屏蔽对方的道徒 让修行者瞬间变为凡人 与其进行肉组 得知此事的穷神立即出声喝赤道 愚蠢的信徒 你为何帮助外人对付本神 快和本神一同作战 神恩永存 然而先前目睹穷神残忍的简已然不再信仰邪神 伟大的神 以卑微的信徒认为 小怪物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不应该被您惩罚 闻听此言的穷神顿时勃然大怒 只见他不断放出自身气势镇压勇士姐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上前救援 小简你可得挺住 以后不能再给丑八怪磕头 可当他刚踏入那块领域时 浑身上下就好似被万金巨物压着 浑身的骨骼背拧的劈趴坐下 但他却依旧咬牙坚挺地站着 手中更是缓缓掏出战功准备反击 王八独自看姬野我射你大裤裆 可在重力的压制下 两条手臂纷纷断裂 见此一幕的众人立即冲了过来 帮助二人分担压力 受到缓解的陈大忌渐渐一笑 小简 姬野我和你说 有坏人欺负 就要像现在这样 千万不能从之道部 遇到这种事别管他二七三十一的 直接抄将火干他压的 就算打不过 也得冲过去用自己的血风太一脸 让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 小简你帮我拿着弹弓 再剪点小石头过来 斩射他大裤裆 二人没有多言 三个狮子在勇士剪的配合下迅速射出 见此一幕的穷神飞飞一笑 接着抬手用术法将狮子倒飞回去 强力的术法瞬间撕破空气击射而出 失去力气的陈大忌 只能一脸憨笑地注视着前方 陈大忌死了 被上古邪神扯断双臂阵列身躯 曾经活泼开朗的少年 却只能微笑着面对死亡 眼看着穷神的攻击 即将落在大忌的身上 化九难当即收起杀身刀 停止了对穷神的镇压 接着一股军临天下的气势瞬间迸发而出 感受到君王愤怒的长八爷当即咆哮一声 九难抬手朝着陈大忌点出一指 如当板邪不轻 诸法不入 纵使兵器加身也不受其害 以我之名 刺你金甲勇阵 眼闭就见陈大忌的周身 瞬间亮起耀眼的金光 一套金闪闪的台脚覆盖在他的身上 穷神的攻击落在上面 却只打出一阵连漪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当即猛逼地摸着脑袋 我靠 怎么一点都不疼 我的骨头也吼 老大你可真厉害 见陈大忌没事之后 九难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而穷神则是癫狂的吼道 你们这群愚昧的信徒 本神这就赐予你们融入我高贵身体的机会 朱爸就见他的身躯化为一滩血水朝着亡人席卷了去 来不及躲避的亡人纷纷被撕碎化为养分 一时间惨叫声 求疗声响彻天际 踏内间 古藤一族的汉子们就被吞噬了一半 勇士俭剑撞义无反顾的出手救援 见此情形 陈大忌也立即跟上 红氏口中指挥道 八爷 注意昆中火力支援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连忙询问道 小先生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看着底下不断被吞噬的亡人 九难深吸了口气 手中紧紧握着那块骨玉 按照我之前的安排 除了八爷以外 所有人立即离开 有捡带路 去他们所说的日落之地 劳烦明姑娘下一趟带上大忌他们 你们现在就走 分复完之后 九难便将优越轻轻交给了牛头马面 随后手中使出法力 准备捏碎骨玉 眼中不舍地看着北国的方向 感受到王族赴死的决心 整个天地未知变死 黄松暴雨侵袭了整个地宫 另一边的小院 正在做功课的王浅月 一脸茫然地说道 爹我为什么忽然特别难过 感觉有最亲近的人要离开了 王三则严肃地将浅月抱入怀中 月月别胡思乱想 啥事都有爹在你 放心吧 先回屋睡觉吧 等醒来一切都会好 等王三走出屋后 脸上布满了君王披靡天下的气势 见此情形 松老发出一声叹息 君王 这是打算出手干涉 九难这一支的因果吗 如此可就不符合 你和专序当年的约定 面对松老的提问 王三缓缓收起身上的气势 在您老面前 江楚帝不愿做一个君王 您叫我王三就行 至于当年的约定 小九他已经被灭杀了八十 九为吉树 这一世他若葬身在亡人地宫 那将永无出头之日 我是他叔叔 九世前世 现在也是 以后永远都是 曾经为了治人王族的体面 我遵守约定秉公执法 这一世 我不是江楚帝 只是王三 专虚 呵呵 大不了再来一场地劫就是了 发音刚落 小院中一阵清光赏 胡三太爷胡三太奶 以及非妈妈显现而出 三大仙家对着王三和松老公 进行了一礼 我等拜见帝君 见过树神前辈 小九遇险 我那苦命的女娃娃心有所感 修行险些走火入魔 幸亏老生及时发现 以用秘术让他沉睡 帝君 小九的事情我等该怎么办 听到都是关心九难的话题 王三威严的神情松了下来 有劳诸位牵挂 此乃之人一脉的家事 我会亲自出手解决 闻听此言的胡三太爷连忙提醒道 帝君请恕小千直言 当年您和专虚大帝立下规矩 帝先以上不得擅自争斗 君无戏言 若您出手 小心会惊醒地荡山中为天下守目的内论 王三听后先是一愣 片刻后又豪气地大笑道 先家说得不错 君无戏言 五千年前我镇压王人帝宫时 曾对外来者说过 再赶出来心痛作浪 定斩不舍 君无戏言自然要说到做到 我这就去兑现当年的承诺 这话说的胡三太爷等人一脸飞心 原来这位帝君的君无戏言 还会选择性失忆 黑妈妈见状立即提醒道 还请帝君商案勿造 来之前我等已然决定 此次有老生出手赶往娘主 一来我是盗门夫 不受出马关限制 二来要是换做别人 怕是无法震慑凶神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此次前来拜访帝君 是来向您求一件信物 当年那一拳过后 凶神为您如虎 见了信物定然不敢造次 王三文言当即陷入了沉思 当初智人皇族和天下的约定是 在智人一脉不出手 帮助九难的前提下 只要他能连续九世 不被杀的神魂俱灭 那场地劫的因果就一笔勾销 自此王三才提前出手 结束九难的性命 就在王三沉思之时 院中忽然扶过一阵清风 松树的身影随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大青牛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攻身行李 我等待见松老 大青牛听后张口沉声道 九难的事情 还是老松我亲自去一趟吧 这孩子自幼在我身边长大 总不能看着他就这么夭折了 那样小丫头会伤心的 王三等人听后都是一愣 他们虽想过让松老出手相助 但都没敢开口 只因这株与世无争的树神 修的是无为之道 看尽世间道法兴衰 无论什么事情 从不出手半分 更别说远离自己根须前往千里之外 唯一出手是在当年地劫中 用自己伟岸的身躯 护住了一个重伤在自己脚下的小女孩 那孩子几经转世 松老也都一直守在他身边 只因一次心愿 松老守护了龙婆九世轮回 龙婆也成了松老在红尘中唯一的牵挂 看着众人一语不发 松老淡然一想 你等不必如此 就当松老我尽急思动了 就当众人不知该如何劝说之时 两主地宫那边却传来一阵变化 感受到情况的众人纷纷露出一抹微笑 没想到张教主和无心佛祖竟然一同联手 小九那孩子没事 而此时的地宫内 正在吞噬生命的穷神 在见到天地一向后顿时一惊 怕死的他当即发起猛烈的攻势 只见他唤出大手疯狂朝着八叶抓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已经咬破舌尖 准备强行突破太中之谜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忽然传来一阵炸气 张脚带着无心等人坐着偏周从天而降 小无心更是遵循九难的华人 双手和是口中念诵着佛号 那摩尔弥陀佛 小僧的哥哥已经走失好几天了 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吗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发现外来者的穷神便发动了攻势 漫天的巨手迅速朝着偏周拍去 见此一幕张脚当即使出竖法 以我之名 以十万黄金力士阵妙写 话音刚落 整个地宫瞬间吹起阴风 风道中十万黄金力士缓缓浮现 只听他们口中喊道 放我教主者 给我死 十万力士齐齐封出一拳 胖的一声 穷神凝聚出的树身被封出的大洞 穷神一脸不可置信的喊道 怎会如此 不是说除我以外 世间再没先了吗 少年只是摸了下小和尚光溜溜的脑袋 静能下的修炼千年的凶神毛骨悚然 就连太平道的张脚都惊得面色发白不知所措 只因鬼服无面乃是千年前毁天灭地的欲外天魔 当穷神被张脚的黄金力士暴打的时候 正在吃瓜的陈大忌兴奋的喊道 光头哥 那鬼术是坏人 你没来之前他还想吃了老大 闻听此言的小无心立即转头张望着 此时的酒难面色苍白 眼中的神情也不像先前那般柔情 见此一幕的无心瞬间进入狂暴状态 原本纯洁的眼眸迅速被两团鬼佛取代 半空中逐渐升起一个漆黑的大洞 血泪鬼佛悬挂于天际 无面周身煞气萦绕 那么阿弥陀佛 畜生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忘图吞住我家哥哥 既然如此 那本作就先吃了你 接连吃别的穷神疼得惨叫连连 施术上也跟着一同发出惨嚎 声音中附带着各种男女老少的声显 你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超过先的力量 然而无面对此却毫不理会 只听他边撕咬边狂吼着 给我死吧 你为何不坠入恶比地狱 本作已经无面见佛 你若不死 本作更加无面见我家哥哥 感受到自己正在被鬼佛吞噬 穷神这才明白这位癫狂的存在就是个疯子 一念至此 穷神当即就要脱离地面跑路 正在发泄的鬼佛见诏 凝笑一声再次冲冲追了上前 深知穷神实力的九难立即提醒道 无面小心 不能过去 快到我身边来 闻听此言的无面立即停下了脚步 口中颤抖地说道 哥哥不怨恨小僧了吗 这话说得九难一脸懵逼 怨恨 哥哥为何要怨恨 快和张角教主一起过来 无面闻言跟个乖巧的孩子 一般迅速带着众人来到九难的身旁 哥哥 几日不见 小僧还以为你走丢了 小无心说着 那肉嘟嘟的小手不断地抓着九难的一脚 生怕对方再次从他的眼前消失 见此一幕张角总算松了口气 浮身无量天尊 看来就算无面一念入魔直达色欲天 九难小有一句话也能将他拉回 真是天下大幸了 九难听后恭敬地行了一礼 小子见过先生 劳凡先生深入险地 小子心中不安 张角则微微一笑 二人早在小院中便一师一友相互欣赏 在九难讲述完情况后 张角开口指挥道 咱们先同心协力应对眼前的危机 而穷神在经过接连吞噬过后 已然完成最终的变化 此刻整个呼吸灵被他吸食一空 唯一活下来的就是主动跑到九难下方 寻求帮助的巨人 看着眼前怪物般的神明 他们千年来的信仰请客崩塌 而穷神则毫不在乎地尖笑道 劳凡储君和诸位贵客九等 没想到本神沉睡了五千多年 这方世界居然出现你们二位强者 然而张角却亦该往日的和善 口中凌厉地表示 天外之嫌 你不该来到这方世界 更不该残害无辜生灵 可穷神对此却不屑一顾 按照你目前的实力 还远远做不到将我放逐 包括刚刚那个吞噬本神的家伙也不行 说着便放声嘲笑了起来 八爷见状当即喷出一道青燕 没皮的猴子也笑了皮 八爷我今天非烧死你不可 面对着漫天的龙溪 穷神笑着抬手将其道转攻向八爷 眼看自己的男人受委屈 八年摇身一点 上鼓八舌咆哮一声 青燕瞬间对狂风给吹散 这也看得八爷心惊胆战 后怕的他当即吐出锅盖 放在头顶进行防御 可下意识地将一块骨玉给吐出 只是这块骨玉周身布满了裂痕 九难见状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 接着一脸疑惑地看向八爷 被盯得紧张的八爷连忙结巴地解释的 小先生别误会 小八不是家贼 这块玉也不是我偷的 九难被说得更加疑惑了 家贼是什么 这是当年对阵大粽子时宜落的 陈大基立即提醒道 老大这是咱知道 危急时刻就是这块骨玉替他挡了一劫 骨玉也因此碎在了雪地 没想到长八爷的细心才将他保留至今 九难轻轻拍打着八爷的脊背安抒着他 就在众人谈话之时 张脚缓缓传音给了九难 小友 停到下来寻以前 曾叮嘱外面的道友半个时辰后联手打开声门 如今时间也算接近 我等随时准备出去 九难听后点头回应道 不一会 众人头顶的苍穹再次荡起阵阵连衣 一个巨大的漩涡症迅速地凝聚在一起 就在九难等人准备行动之时 穷神立即张口吐出一团肉块 肉块犹如蜘蛛网一般将生门给堵死 看着几人惊讶的神情 穷神癫狂地大笑着 尊贵的王主 看来您不但力量衰退了 就连智慧也不像从前那般嘴看 不要再质疑无畏地挣扎了 你们所有人都将和本神融为一体 陈大忌健壮当即掏出弹弓进行反击 丑八怪融合个屁 吃鸡爷的臭皮蛋 狐神闻言当即闪身躲着子弹 而张角则是歉意地表示 九难小友 评到不曾料想天外之仙居然如此狡猾 失算下连累了你们 闻听此言的九难赶忙回应了 先生千万不要这么说 您是为了救我等才深入险地 是我们连累了先生才对 一旁的众人也跟着附和着 只有新连山这个猛夫摸着大脑大好奇地问道 张教主 凭您老人家的本事还对付不了那个血猴子吗 张角听后无奈一笑 评到不愿为先 步步通先之道 若真和凶神斗法恐怕敌不过他 除非平道愿意放弃心中守护 立地飞升 说罢张角眺望远方想要将神舟大地收紧眼底 九难自然也明白此局不光张角一人能破 毫无限制的小无心也能带着众人突破困境 可他不愿揭开无心的伤疤 为今之计只有突破胎中之谜才能掩护众人平安离开 一念至此 九难下意识地抓住那块破碎的骨玉 娘 还不笑 您一定要好好保重 若有来时我只想做个普通人伺候在您身旁 就当九难触摸玉时的一瞬间 骨玉上迸发出阵阵柔和的白光 眨眼间受伤的众人立即获得痊愈 其余人等纷纷恢复经历 接着骨玉引导着九难腰间的江自玉佩生至空中 随即二者合二为一 变为一块完整的玉 就在众人惊讶之时 九难忽然感受到一阵眩晕感 雷星处的火焰迅速飞出 变为一道小火苗不断灼烧着玉壁 三者不断交融 雷会变化为一拍映着红月的暖玉 融入到九难的体内 见此一幕的张角忍不住感叹道 好一个陌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被古玉包裹的九难浑身迸发着恐怖的气息 致人储君的威严不断镇压着在场的众人 少年只是触碰了下破碎的古玉 却意外觉醒了上古君王的威能 就连太平教主张角都被这股气势给喝退 一向嚣张的穷神也站在原地不敢妄动 只有小无心泪眼汪汪地看着九难 借着双手合适盘息而坐 纳摩阿弥陀佛 一个哥哥要睡着了 自己的哥哥要醒过来 书爸便开口念诵起了佛经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连忙凑了上前 老大你快点醒醒 你都把光头哥给吓哭了 刚才咱俩还拉钩约定过 出去后叫我束缚 一提起拉钩 九难那已然冰冷的目光多出了一丝挣扎 飞机温和地表示 大忌放心 君无戏也 我讲过的事情自然说到做到 记着弯腰把早已哭得不成样子的无心 抱入怀中 无心乖 哥哥不走永远陪着你 感受到九难变化的小无心 终于破提一笑躲进九难怀里 而小院中一直观察的王三终于松了口气 九难一晚上两次冲破胎中之谜 王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小九啊 在你没完全成长起来 千万不能冲破胎中之谜 这第九世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打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随即王三转念一想 九难这第九世降生在化世一族 可为啥先祖图腾没把不灭心 回应在小九体 那可是下一代帝君的证明 难不成小九成长起来后 有资格去挑战他 一想到这王三眼冒星光 多少年了我这一脉始终被另一脉压制 小九 既然你有如此机缘 三叔就算违背当年帝蒙 纵使拼他的烟消云散 也要护你最后的周全 而两主帝宫内 张脚在看到九难胎中之谜被打断后 当即满脸笑意地说道 没想到九难在无心佛祖和大忌小友的帮助下 竟然成了友情帝王 接着便一脸冰冷地盯着穷神 平道不愿成仙 是因放不下贫苦众生 今友情之地君临天下 并能护得百姓周全 平道今日拼着立地飞升 也要诛杀你这天外邪魔 说吧张脚便要抬手摘取头上的道官 张脚的举动顿势经的穷神不断向后倒退 现此一幕的九难立即扶植道 如今太平盛世正如先生当年所愿 您怎能轻易离开 眼前的邪神交给晚辈了 就在二人交谈之时 一旁的长八爷用着蛇类的语言联系着八明 明儿姑娘 你这大体格能撞开念血侯 堵在声门上的东西 见心爱之人跟自己搭话 八明儿开心地打道 八爷虽然五名事故 但只要撞上三五次 就一定能撞出一条生路 不过就需要一点时间和代价 八爷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行 能撞开就好 一会我拖住血侯 你帮忙拖着小先生和其他人离开 事成之后咱就借准给你 在听到八爷终于答应下架后 八明儿满眼亮的心情 但得知八爷将肚子对抗凶神 就立即出声拒绝 不行 你一定会死 看着二人的动静越来越大 勇士简也用着蛇鱼打断道 二人文言一脸惊讶地问道 无业者 你怎么也会我族特有的语言 简满不在乎地应答着 祖老说我是天生的自然之子 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 你们说的事情我都听到 能不能把我的族人也带出去 留在这里早晚得让邪神祸害光了 我留下来帮你们对付凶神 像你们这样变大的束缚 我也可以做到 虽然没有你们的打 但也能和我的祖先差不多 这话说的八爷一脸惊讶 可由不得他多想变点头硬打倒 一人二舌伤乱过后便立即展开了行动 只听长八爷大喊一声 小先生 以后小八我不能跟在身边伺候您了 一定要多多保重 还有劳烦您给我大哥带句话 告诉他 小八我很想他 说罢便蛇尾一甩将众人抛入八明儿的背部 早有准备的八明儿 立即用出秘术将九难等人牢牢固定 随即将苦藤立足的幸存者卷入蛇尾冲向天际 八明儿咆哮一声便撞击在声门上 轰的一声 缠绕在声门上的束缚并没有破碎 但却列出几道缝隙 剑有希望 八明儿悲鸣一声再次撞出 脸出的穷神健壮立即出手阻止 自在此时 长八爷怒口一声 大蛇尾卷起巨人剪狠狠甩出 在剧力的作用下 剑如同炮弹一般朝着穷神杀去 同时他的整个身躯激发反足血脉 百米高的巨人瞬间成形 猛烈的拳头呼啸着砸向穷神 眼见情况不对 穷神立即放弃对八明儿的攻势 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一块肉球 然而却被勇士剑一拳封碎 磅礴的距离将穷神所在的机台给封塌 一旁的八爷立即跟上甩出一尾 没脸没皮的血猴子 今天八爷我必须弄死你 又是一声炸响地面被炸出一道深坑 被连番羞辱的穷神暴怒不已 愚昧的低等生物 本神这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痛 只见一张血色大网瞬间将二人给包 网上的四线将八爷的蛇身给划开 他们当场被切得血肉模糊 事情突发 反应过来的九难拼命想要挣脱束缚 可不管怎么努力都是徒劳 知道他们用意的九难立即朝着八明儿喊道 快放开我 这样下去你和八爷都会死的 张脚和牛头马面纷纷使出力量依旧无法挣脱 八明儿在听到九难的劝说后 犹豫的回头张望 见此一幕的长八爷怒吼道 看啥看咱没有事 还不赶紧撞门 说着八爷强忍着剧痛将蛇尾从大网中伸出 血猴子你想勒死八爷 那我也勒死你 言毕就见那白骨灵巡的巨尾反将巨网困住收缩 八爷我拨出命来跟你拼了 眼见八爷如此决绝 八明儿凄惨的挤出一抹笑容 八爷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送小先生出去后再回来陪你 眼看九难就要逃出升天 穷神极切的吼道 伟大的储君 你就这么看着属下死亡自己逃走了 你的王族尊严 你们智人的荣光吗 然而还不等九难提升 八爷便一口龙戏吐出 血猴子你逼逼傻 八爷我烧你大肠 一同的勇士前也拼命地反动着攻势 口中大喊道 小先生 我的族人就拜托您照顾 说罢就撲入了火海之中 而八明儿则是蓄力撞击 将躲在声门上的束缚给破开 接着身躯一阵将背上的所有人甩出 小先生诸位多保重 明儿要回去陪我家男人了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随着声门的关闭 九难不甘的吼声也消停而止 同时还有两把神兵从凤里丢出 杀身站高 大下龙雀 见到九难平安离去 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八爷总算松了口气 大尾巴也跟着松懒下来 巨人简也是一样 全身烧得溃烂 能坚持下来全靠性命 眼见主书的鸭子飞了 穷神愤怒地拍出一枕 就当二人就要被抹杀之时 八明儿从天而降 巨尾瞬间甩出 却被穷神抬手震飞 然而两柄神兵立即飞出 将穷神给斩成碎款 遭受重创的穷神彻底爆发 只见他咆哮一声 整个躯体不断增大 强烈的气势震得三人倒飞而出 本神要将你们炼成是魁日夜折磨 飞机抬起巨角朝着三人落下 长八爷死了 为了互助化九难逃出两主地宫 他和八明儿等人拼死阻止了穷神的追击 可自身却要死在穷神的脚下 眼看着空中的巨物即将落下 长八爷如是重复地闭上了双眼 大哥 小先生 小八我先走一步了 你们一定要给咱报仇 八明儿则是心疼地看着长八爷 二人贴在一起等待着死亡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整个地宫内忽然下起了狂中暴力 漆黑的雨滴犹如陨石般杂的地面分崩离析 见此一幕的穷神立即收回大脚 并抬手放出一道护盾抵挡 做完这之后就见他嬉戏地看着八爷等 可雨点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波动 反倒不断滋润着那受伤的身躯 眨眼间他们便恢复如初 这一幕看得八爷一脸猛逼 就当他沉思的时候 不远处一阵闷雷声传出 没皮没脸的扁骨子 你竟敢伤害我足智 看老子扇不扇你大嘴巴子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 就见一条庞然大雾从天而降 整个身躯不断闪烁着电花 这一幕看得穷神惊恐无比 整个人更是恭敬地蹲倒在地 八明儿见证先是一愣 并论的万蛇之组 随着八蛇缓缓靠近 几人这才看清他的全貌 其周身漆黑如墨 鳞片似如刀锋 身躯大如两间半的城堡 在确认对方身份后 穷神吓得缩成一团 八蛇见状冷哼一声 一枪喷出的气浪瞬间 引起一阵狂风 没想到沉睡了几千年 还能再见到我的血脉 不错不错 只是时间太紧 这血脉之力也太细薄了 八蛇说着便转头 看向一旁真挚的长八野 见此一幕八野立即讨好地说道 北国长家小八见过老祖风 八蛇闻言大笑一声 你这小子不错 刚进来时还知道让我入土为安 老祖我喜欢 不过你小子居然拒绝过贵人的风筝 不愿化龙 这是为啥 文廷此言的八野连忙回应道 小八我从小就没出息 化龙那都是大人物干的事 八蛇听后愣了一下 接着脸上满意的神色更浓 孝顺又知礼数 最难得的是还不忘本 咱们蛇族能有你这样的后辈 老祖我死而无憾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你小子分明和我血脉更近 为啥要反祖成藤 咱们八不好吗 难不成现在族人只知道藤是蛇中之君 却忘了八蛇乃蛇中公子 缩罢便张口吐出一滴金色精血 小子张嘴 把这吃下去 从此以后你就是唯一在世间行走的八 可别给老祖宗我丢脸 这一幕看得穷神满是羡慕 而八明儿则是欣喜不已 一脸猛逼的八野下意识地张嘴将精血撑下 可两分半过去了 身上却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打嗝以外 整个人就像个空昏一样 长八爷疑惑地看向八蛇 善解人意的八明儿立即询问了 老祖宗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我家八爷他没有任何波动 看着二人迷惑的神情八蛇大笑一声 老祖我的血脉之力和气狂暴 要是不稍微压制 小八早就暴体而亡了 这是急不的 好处都在后面 八蛇说着又吐出一滴较小的精血砸向八明儿 别说老祖我偏心 小丫头你也有 记得你们都同化完后再去生娃 这样咱八蛇一脉才算后继有人 八明儿听后娇羞地连连顶头 钢铁直男的八爷一脸茫然地愣在原地 眼见事情已解决 八蛇厌恶地盯着穷神喊道 小子你挺狂啊 当初老子怎么揍你是没长记性吗 你俩现在过去揍着扁犊子 他刚刚怎么打的 给我十倍百倍地揍回去 要是敢还手 老祖我一屁股做死他 八明儿听后 给你长八爷一个放心的忍识 接着操控大厦龙却杀了上前 一时间 穷神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地宫 穷神在一次次刀锋滑落下切碎融合 在这过程中穷神也不断地被消耗 然而在八蛇的震慑下只能承受着这一切 而长八爷则扭扭捏捏地询问道 老祖宗 我小时候记得说书先生讲明被大能害了 是有这事吗 八蛇回忆片刻淡然地说道 你想问老祖我当年不是被大一弄死了 为啥现在还活着对吧 当年老祖因为太能吃 总是无意之间给人族带来灾难 所以才被大一内丝追杀 还有五大凶兽一起 我们被定为六大恶兽 和他们几个坏包比起来 老祖我简直太冤了 除了偶尔多吃了点 或者睡觉压他了几个人族部落以外 也没做过什么危害他人的事 可其余的凶兽不是祸害就是吃人 这话说的穷神立即拍马屁道 上古六兄中 唯有八蛇老祖才是最尊贵的存在 其余五个本神可不怕他们 闻听此言的八蛇暴怒不已 粗壮的蛇尾瞬间爽出 穷神当即被拍成了泥巴 整个地宫也跟着不停晃动 长八爷惊讶的何不容嘴 老祖宗血猴子就这么被你搞定了 一击过后八蛇老祖喘着粗气的打倒 这别独自是外来物种 没这么容易干掉 老祖我就算在自负也不敢和智人帝王相提并论 上古时期他可是挨了帝君一拳 一觉睡了五千多年 如今不也屁都没有 说话间 穷神的身躯也跟着一同凝聚 八蛇接着不误八鸣而继续出气 自己则对着长八爷嘱咐道 现在老祖我只不过是一缕真灵 至于实体这块 是咱当初帮助人族共主语的情分上 大义才给老祖我留了三团精血 并把咱骨头放到两主地宫修养 要不是念在小八孝顺 我可不舍得浪费这丝气力就你俩 长八爷明白般地点了点头 老祖宗 您刚才说五千年才孕养出这一丝气力 难道您只有一击 见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 八舌老祖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说了老祖我得赶紧回去继续睡觉 穷神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大胆地砍他 这别独自要是敢还手 老祖下次醒来一屁股做死他 见此一幕八爷欲哭无泪地喊道 老祖宗您这次要睡多久 一个小时成步 不过我们怕是坚持不住 说话间八爷缓缓看着 正在竖起耳朵聆听的穷神 然而八舌却只留下一句 一小时不够 你和这丫头记得每年都来给我上坟 多带点好吃的呢 这话说得长八爷干大不已 你真是我的祖宗 看来给您上坟小巴是做不到了 运气好的话 或许能直接埋在您身边 与此同时的地宫外 逃出生天的众人正在想着对策救人 就当他们不知所措时 一阵爽朗的笑声从远处传来 新莲山文言立即大喊道 你奶奶个腿 我家八爷都要死了 你笑个屁啊 话音刚落 一名男子缓缓走出 莫着马明阳见过诸位大家 见过当代巨子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立即兴奋地喊道 都是自己 赶快瞅瞅咋样 才能进地宫里面去 还要救人 马明阳听后大手一张 以无左辅之名 莫改大树 给我出 话音刚落 看守地宫的石像守卫 瞬间有了反应 见此一幕的张角抬手 是一道 还请诸位名神借 稍后声门开启 随时轰击可能出来的天外之仙 进去救人的事情 就交给平道一人好了 可还不等说完 九难便出声打断 先生 一会我和您一起进去 太平道张角联手 智人君王斩杀邪神 却被一口棺材竹先登 将邪神一口吞下 就在刚刚 牧者马明阳抬手 今天就开启两主地宫的大门 早已决定的九难当即 捏着法掘准备冲进去 可下一秒 就见一口轻视官破空而出 接着就听无数惨绝人寰的叫声 不断回荡在地宫内 见此一幕的九难当即 从空查探情况 却见长八爷等人的身影 从缝隙中跌落 胆小的八爷在空中 嗷嗷乱叫个不停 小别独自快来接住八爷五 要摔死 陈大忌文言立即一个闪身 向后跑去 哼的一声 八爷庞大的身躯 瞬间甩个四仰八叉 九难当即抬手施法救人 经过两分半的医治过后 勇士简和八明儿也缓缓醒来 见此一幕 九难转头好奇地问道 八爷 当才地宫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长八爷文言一脸茫然 贴心的八明儿连忙 将八舍老祖的事情说了一遍 接着便一脸忌惮地表示 当时我们正被穷神给折磨 忽然整个天空瞬间变黑 无数的冤魂想要占据我们的身体 接着就听老祖一声密码 然后我们就失去知觉 什么也不知道 一说到这长八爷兴奋地喊道 当时小八我妹彻底晕过去 仿佛间好像是老祖用大脑袋 把我们撞出来的 咱本想把老祖拉出来 结果好像把他脑袋拽下来 对了脑袋呢 不会被我压碎了 九难文言指了指 旁边巨大的股价 八爷见照抹着鼻涕眼泪的伤心者 见此一幕的张角感叹一声 八舌有功于这方天地 听到早就料到大义不会将他彻底斩杀 吴永明也是一同附和岛 当年八舌老祖曾帮助过羽王 还协助女娲娘娘补天 如此功勋加身 注定保他万古不灭 长家县你不用哭了 我想八祖只是暂时陷入沉睡 不成类人的八爷这才对着九难说道 小先生您帮小八找个风水宝地 我要把老祖宗的脑袋埋起来 然而下一秒 那八祖的骨架竟融入到长八爷的蛇尾 形成了一股坚硬的抬紧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开口道贺 八爷宁宅心人后 果然福报绵延 见事情解决的九难对着马明阳行了一礼 晚辈感谢前辈元首之情 日后若有差遣并不推辞 马明阳文言立即拱手回礼 不过举手之劳 恩情一说贵人不必记在心间 若是在下真有微末之功 只求阁下不要参与到我和巨子的事情 这话说的陈大吉一点疑惑 那个马大叔是吧 咱俩没仇没恨的 啥事都不如一顿烧烤解决的快 要是不行就两顿 历经两千年的马明阳顿时陷入了迷茫 他不远千里跟踪一个晚辈来到此处 为啥非要找他麻烦 就在马明阳即将被洗脑时 正在闲聊的新年山直接将他拉回了现实 先前这小子辱骂他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以我乃是宿命之敌 不可能同时再活在一个世界里 待我夺你眉心的巨子城 让世人知道我马明阳才是最出色的莫者 陈大吉听后却是毫不犹豫地丢出巨子印记 马大叔你想要这个怎么说呀 咱俩先说好 里面好玩的东西可别弄坏了 那天咱想玩了 你可得借给我 这一幕看得张宝心惊胆战 对于这个傻弟弟他也是十分无奈 就当他刚要出手讨回巨子印记时 张角和九难同时出声阻止 当马阳明接触到巨子印记的一瞬间 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 两分半过后马明阳转头对着陈大吉说道 不愧是当代巨子 不争虚名 团结天下末的 您才是最合适的领袖 闻听此言的大吉立即臭屁地表示 咱李爷爷当初讲过 只有给真本事的人让出位置 这样所有人都能过得更好 当年他打跑鬼子和欺负老百姓的坏人后 啥也没像国家样 一个人穿着一身破棉袄回村子里布林 他还说咱住的那地方是边境线 他要占好家园最后的一道防线 陈大吉的这番话说得众人一脸崇敬 片刻后吴永宁出声打断了沉寂 刚才那个石棺蛋倒是传说的那里 张角文言点了点头 青石棺葬葬半山 万灵齐悲天下塔 他刚从地荡山下来时 平道还能与之抗衡 如今实力完全恢复 平道怕是远忍不及 不如我等联手将他镇压在此地 就算镇压不住 也可拖延时间 等待九难小友完全成长起来 到了那时 我们联手定然能与他一战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九难抱拳恭敬的行为一礼 随后几人各自施展神通 一个五行交替的阵法 瞬间应刻在两主地宫外 张角更是点出一指 皇天在上 弟子张角有事禀报 话音刚落四周顿时英宗四起 千年前战死的百万黄金将士七七现身 千年前雄霸一方的张角 却愿为一个矛头小子擦屁 只因话九难乃是他千百年来 第一个佩服的朋友 对于将士皇族千年前犯下弥天大错 导致世间生灵涂炭 无数怨气汇聚成一口青石棺前来诉仇 得知此事的张角不惜 换出百万黄金丽氏封印棺材 将士们 今有大凶出事 若不镇压围恐天下动荡 张某万不得已踩扰诸位兄弟长年 话音刚落 百万丽氏纷纷开口喊道 镇压邪随为后人安慰天下 时乃分内之事 说罢就见他们纷纷朝着张角三破九拜 随即化为幻象镇压在两主地宫外 两只金王对着九难一拜 小先生 如今凶神未除 我们金族还要守护此地 盼先生军临江山斩尽天下要挟 似我族自由 说罢金王便张口吐出两道师门 将尸山的路口封印 见此一幕 马明杨立即反抬道 巨子大人如此盛举 我默门若是不参与其中 岂非暴汗终身 这话说得陈大吉一脸吗 看着对方傻呼呼的样子 马明杨当即使出傀儡之术操控起陈大吉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陈大吉守灭法军 而见的巨子印不断浮现 莫者不留名 走天下 祭苍生 一无止歌 神兵 给我出 话音刚入 莫城的战争兵器 纷纷出现在黄金力士手上 两分道后黄金力士各个全副武装 为首的三十六大将 带着教众们抱拳行李道 我等拜谢少将军资助 就当众人在为事情结束欢呼时 整个亡人帝宫 却开始传来猛烈的抖动 接着阵阵凄厉的惨嚎声 从四面八方传出 众人立即严肃地看着正 一道道如雷冠尔的撞击声 直冲众人心灵 没有道行的陈大忌 顿时脸色发白地向后退去 就当他快坚持不住之时 风气中忽然传来一阵松香 一只柏林活现的青牛 缓缓从远处走出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跪倒在地 口中欣喜地喊道 小九恭迎树爷爷 反应过来的众人纷纷攻身行李 陈大忌更是一个狗吃式委屈地喊道 树爷爷您可算来了 八爷刚才都让那雪猴子揍出神 您老可得给他报仇 松老轻轻点头示意 接着用出最柔和的力量 将九难几人托起 都起来吧 一家人无需多理 小九 外面世界危险 离开这里后 记得早点回去 免得你奶奶总是惦记你 他年岁已高 身边离不开人 以后没什么大事 尽量守护门 都在家陪陪他 一定切记 九难文言重重地点了点头 树爷爷放心 您说的话 小九定会牢记于心 这次鲁梦 劳烦您奔波万里前来救援 松老听后笑着摇了摇头 接着将九难轻轻举起 放在背上 一株松枝也随之放入九难手中 随即吩咐道 去把这个放到儒家的正气海上 许久见不到天外来客 老松我倒是有些想念 九难按照松老的吩咐 轻轻将其栽到正气海中 眨眼间 细小的树苗 变化为一棵苍天松树 与此同时 整个地底下方 忽然传出一声不甘的咆哮 接着地宫便恢复了平静 见此一幕 九难恭敬的喊道 树爷爷您辛苦了 那咱们一起回家吧 闻听此言的松老淡然一笑 傻孩子 里面的脏东西 哪有这么容易镇压 我要一直手铺在这里 快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小九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 千万不要低头 更不能轻易舍弃感情 别忘了你曾经祈祷过我的背上 说罢便化为一道绿光消失在了原地 望着空中的青松 九难不断磕头硬打 树爷爷叫道 九难定当铭记于心 永不敢忘 在此事告一段落后 普腾一族在张角的剑下 进入了九难的玉闭中生活 而张角则是坐在松树底下修炼 树神前辈清修万年 虽不畏孤寂 但有频道陪着总是好的 七海中顿时传来松老的回应 教主客气 不止你我 又有客气将降落 话音刚落就见一个老和尚 缓缓走了 见此一幕的张角立即招呼道 千年不见哭骨佛佛祖一向安好 老和尚郑重地回了一礼 有劳教主牵挂 接着便转身对着松老行礼道 南国小僧见过树神前辈 然而松老并没有回应 只是叹息一声 无必多礼 两千年前 你就是坐在我脚下发下十二红面 避之普渡天下 孤骨大僧文言顿时 原本不仅无锅的心顿时 泛起振振淋漪 松老健壮接着开口 你心有善 老树准你在我脚下修行 这是你的善意 孤骨连忙功身谢 接着便在一旁敲着沐鱼念起佛经镇压妖血 与此同时九难等人 也踏上了回小院的路上 陈大记和马明杨两个冤家 却聚在了一起 马大叔事情都结束 你咋还跟着 马明杨文言轻笑一声 马某不才 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传你墨家秘书 等句子大人全部学成 亲手击败你后 给我自己证明 陈大记文言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一提到学习他就脑瓜疼 整个人立马昏迷了过去 而另一边的蚂蚁山中 龙婆和蚂蚁姥姥正在闭关苦修黑雨提供的乌柱秘书 为了尽快突破六语的境界 老人家已经不吃不喝地苦修了两个半月 只要破解了乌伤 龙婆婆就能晋升七语天污 帮助化酒难应对强敌 听着身旁龙婆的感慨 蚂蚁姥姥苦笑一声 原本以为咱成了一方鬼主 就能顾着小九他们几个孩子代代平安 可谁想小九的仇家居然这么逆天 好在大妹子不把我当外人 让咱一同参无误住大树 为了孩子咱只定好好修炼 争取能化作传说中的大天鬼 这样只不会再拖小九的后腿 就在二人谈话间 一个红衣女鬼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内 姥姥 龙婆老祖 刚才有位仙子降临咱蚂蚁衫 她只是丢下一答书信就离去了 还说二位老祖修行上有什么不懂 她每月十五月圆夜会过来讲解 闻听此言的二人心事一愣 蚂蚁姥姥都被气笑了 哪家来的仙子竟然这么大口气 能叫我和大妹子的除了道门护法 或胡三太爷那等存在以外 当自己是九天玄女吗 随着蚂蚁姥姥发完牢骚后 便发现一旁的女鬼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在安抚完对方后便从手中接过那把书信 大妹子你瞅瞅 这沉甸甸的是啥玩意啊 龙婆文言也半信半疑地打开信封 当她看了两分半过后立即出声询问道 丫头刚刚送信的仙子 红衣女鬼听后立马回应道 回禀龙婆老子 奴婢刚说过 那位仙子放下书信后就变为花瓣消失不见了 说着便掏出一朵花瓣地给二人 龙婆见状口中不断嘀咕着 借物化形 身为法身 一念至此 龙婆便打发女鬼离去 接着便跟蚂蚁姥姥分享起书信中的秘密 里头的内容跟王三记载的乌柱秘书相同 只不过拿去烧火的那段也被写入了其中 并且所有修炼方式更为细致 方便休息者练习 自知口头最果的蚂蚁姥姥立即表示 等这月十五见到人家仙子后 姥姥我给她磕几个头好好拜谢 就当二老准备修炼之时 那朵花瓣忽然散开 接着一道甜美的声音缓缓传出 还请二老素素前往山海关 常家有大难 她是五仙家中战力最高的柳仙常怀远 抬手间就能召唤真龙诛杀万千鬼怪 更是将太平教的人工将这张良给一击抹杀 可法力无边的她却在给父母报仇时 遭遇仇人埋伏生死未知 就在刚刚 正在修炼的龙婆和蚂蚁姥姥一同收到神秘仙子的消息 还请二老素素赶去山海关 常家先有难 二人文言不过多废话 带上家伙便赶了出门 而另一边的常怀远正带领着大军向着山海关赶去 眼见距离仇人越来越近 但她的心中却又一股不安的情绪 接着她的心头猛地抽动了下 感受到痛楚的常怀远当即闷一声 是八弟那边遇到危险了吗 一旁的弟弟们也纷纷有所感觉 大哥 八弟他好像出事了 常怀远听后深吸一口气 放心吧 八弟和小先生在一起 定能逢凶化吉 说罢几人便再次跨步向前跑去 而另一边的九难等人也来到了先前居住的酒店 早已等候多时的忽平焦急地问道 话朗大 我师父他没事了 九难文言轻轻拍了拍忽平 放心吧 周大师已经跟吴永明前辈回祖庭养伤了 忽平听后当即对着九难行的一领后就驾车赶了回去 送走忽平后 九难便发现不远处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注视着他 九难 长假已经出发前往山海关复仇了 但那边早已有所察觉 并不惜任何代价请出一只骑兵 你们还需早点赶回去帮忙 说罢就见那身影化作漫天花瓣消失不见 在他离去前还用着只有九难能听见的声音留下四个字 闻听此言的九难顿时一脸震惊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好奇不已 老大你咋地 是相中了刚才那个美女 九难听后无奈一笑 大忌别闹 没想到长大哥的仇人居然不惜代价请来武昌兵马 要是一般的兵马都好说 但是能让刚才那位神秘大能都要慎重的 必然是传说中轩云皇帝留下的骑兵 这话说的长八夜一点焦急 小先生 你可得想想办法救救我家大哥 就在几人谈话的功夫 大儒家巡医已然安排了专机赶来接送 小友 刚刚老夫安排了人护送你们回山海关 希望时间能赶上吧 只可惜我等还有要是回京都报道 不能出手帮助 九难听后恭敬了回了一里 便前往了山海关的班机 与此同时龙婆的小院中 王三正在招待棺材铺的刘掌柜和他的孙女 几人有说有笑地交谈着 可就在这时 几个老者领着一打水果赶过来 请问这里是龙婆老姐姐家吗 我们是镇上来的 有紧急事情想求他老人家帮忙 院内的王三文言立即答复道 阿娘出远门没在家了 找他有啥事不 老人们文言一脸惊恐地诉说道 前两天在他们当地的遗户人家中 刘二昆和他媳妇梅花一同打理着个包子点 大人每天起早咖啡的杠 可从前天开始这家人就没有出过一天摊 就连白天也看不见他们人 在街坊邻居的关心下 众人便来到他们家中查探情况 可这一看却吓了大家一跳 刘二昆和他的媳妇一同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有经验的立即去找了镇上的医生前来查看 等赤脚医生到了之后 这两口子却从昏迷中醒来 接着便对着众人破口大骂着 都赶紧滚 别多管闲事 不然连你们整个镇子的人都会死 村长见状立即吩咐大火退离屋子 并且焚香祭祖处理此事 经过一番操作过后 这对夫妻也终于恢复了正常 这一天一早过来查看时便发现刘二昆夫妇昏倒在地 至于那个九孟子却早已弃绝身亡 整个身躯直接被淋湿处死 听完老者的描述后 小院中的几人表情不一 王三依旧是那副憨憨的样子 王浅月眨着那双大眼睛 脸上没有丝毫惧怕的神情 刘掌柜溺爱地拍了拍一旁的孙女 口中轻声地说道 什么东西这么闲门 居然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害人 今晚老头子我就过去看看 你们先回去吧 几个老者闻言半信半疑地想要开口 王浅月却抢先一步达到 几位大爷大娘放心回去吧 以前奶奶帮人收拾脏东西时 还总是请刘爷爷过来帮忙吗 闻听此言的众人这才放心地转身离去 看着王浅月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事情 老刘头一脸笑意地说道 三娃你倒是好命 有个这么乖巧的闺女 就当几人对话的时候 一阵阴风瞬间吹入小院 正要出门的臣妇当即吓得面色铁青 待风声结束好 就见地府的闻判官带着生死部赶了过来 请问此地可是臣妇院外的府邸 刘掌柜笑着指向一旁就要吓尿的臣妇 那边被下去的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闻判官闻言立即出身安抚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臣妇生死部上的杨兽有所疑惑 此刻上方记载臣妇的信息却是一片问候 就连何时寿终正寝都没有个定数 几人一顿讨论过后也没个结果 闻判官说着便提起了刚刚镇子上的事 刘前辈 前两天那包子铺发生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老刘头闻言点头回应道 老头子今晚就准备过去搓搓看 究竟是什么邪乎东西敢这么害人 这话说的闻判官一阵唏嘘 前辈万万不可过去 前两天当地的城隍封屋门派出一队人马前去查看 可结果却是整个队伍直接莫名其妙的消失 心急如焚的封屋门当即便要前去看个究竟 结果却被牛马将军给拦下 没有办法 封屋门只能求助上一任老城隍 可以向幽国幽民的苏侯爷 只是差人送来一封书信 保护百姓 静观其变 听了闻判官的讲述 老刘头眉头紧皱的沉思者 加索将军失踪 地府选择回避 事到如今也只能来小院这边求援 可如今龙婆等人也是最关键的事 一念至此 老刘头沉声说道 我们学杂志的守艺人 老祖宗只定下过一个规矩 保护一方安宁 老头子不能因为脏东西邪乎就不管 眼见老刘头心已决 闻判官没再劝说便起身告辞 在吃过王三一顿晚饭过后 老刘头便带着孙女回家将其安顿好 接着变化为只身朝着闹鬼的镇子飞去 一路上四周寂静无底 就当他快到镇子的时候 前方的小路上却多出了一道人影 待他定静一看后便认出 来人正是城隍那边的武判官 二人似乎有默契的没有顾问情况 只是有说有笑地走向包子铺外围进行埋伏 而此刻的刘二宫夫妇却诡异地站在院外 好似在等什么人意 不都是午夜的钟声缓缓敲响 院子顿时传出镇镇英钟声 接着一道道身穿白衣的恶鬼迅速飘出 老头只是将鲜血逼入小狮子的鼻孔里 却能吓得白衣厉鬼震惊了两分半 只因刘老头乃是扎指将最后一脉的传人 抬手间逼出的指人就能被火焰直接烧 可如此强悍的指人却被避荡山中的大门随手捏碎 就在刚刚老刘头和五判官来到刘二宫家中调查鬼物 却发现刘二坤夫妇做了一桌美食 正迎接着一群厉鬼进入款待 察觉到有人闯入家中 刘二坤夫妇嘶吼一声冲了上前 老刘头见状无奈地叹息道 不知死活的可怜人 老头子我可是来救你们 说大便甩出两张扶指口中同时喊道 镇魂去昌 北斗灵光 给我定 话音刚落扶指稳稳地将二人固定在原地 眼看自己的昌鬼被镇压 白衣恶鬼目露凶光 一同朝着老刘头两人靠近 武判官爆赫准备动用城隍令诛杀鬼物 却被老刘头出声打断 别急 有他们好果子吃的 说话间便刷抛出一堆只做的虫子丢在鬼物身上 眨眼间就将鬼物的魂体吞噬了一大半 这一幕看到武判官净佩无比 前辈果然术法高深 居然能用指变换为腹虫 在下佩服 可老刘头却一脸严峻地看着前方 只见四周阴风阵阵 一大群鬼兵整齐华裔的踏过而来 而他们的前面押送的一群恶物 见此一幕二人倒吸一口凉气 阴兵过界 恶服便宜 这话说得武判官直摇头 前辈 这可不是地府的阴兵 我们城隍部这块没有接收任何消息 这些鬼兵身上只有无尽的杀戮和怨气 说话间对武前方探路的鬼物 已然发现被吞噬的恶鬼 只见他一脸凶意地喊道 该死的 你敢杀我族人 说罢便要挣脱束缚向前冲杀 可还没等他有所操作 就被胸前的铁链打到魂体部 恶鬼咬着牙艰难地对鬼兵吼道 千年前大帝将我族人囚禁于此 让我们伺候天下亡灵士承诺果 每千年可以出来享受半个月血食 如今正值千年时光 你们为何看我族人被杀害置之不理 鬼兵闻言缓缓松开了手中的铁链 大帝承诺不可誓言 既然如此就算他们倒霉 你去处理吧 恶鬼听后兴奋地仰天咆哮一声 原本正亮的月光瞬间黑云遮臂 阴风呼啸间一股浓浓的血腥味也随之袭来 见此一幕武判官出声喝赤道 敢问对面奈鹿兄 下官乃此地城皇武至判官 可鬼兵听后却是一领不屑 甚至还命令恶鬼上前诉仇 如等罪人不可肆意妄为 快点给你族人报仇后重新归队 闻 此言的恶鬼纵身一跃朝着刘老头扑了过去 当被鬼兵无视的武判官本就挠 如今有鬼物上前送死 他抬手朝着对方轰出一群 却被恶鬼闪身躲开 那锋利的爪子对着武判官一顿猛攻 一时间武判官的周身黑气飘散 阵阵惨叫声从他口中传出 这一幕看得老刘头面色一惊 没想到城皇庙的判官在恶鬼面前 竟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一想到这 老刘头迅速掏出两只老虎 接着一口咬破指尖点在老虎额前 刷得一身 指老虎瞬间变大 呼啸着哭向鬼物 畜生敢如此称狂 今天老头非收了你不可 话刚说完 老虎便一口咬掉了鬼物的脑袋 可鬼物也成功将老刘的身躯贯穿 将他的心脏握在手中 强忍痛意的老刘头抛出剪刀将鬼手剪断 接着迅速拿出一摞纸张贴住破开的伤口 冲住伤势后老刘头立即将武判官护在自己身后 遭受重创的鬼物当即嚎叫着招呼周围的同伴 这一举动引得四周鬼物躁动不安 鬼兵们见状当即抽出武器殴打鬼物 见此情形白衣立鬼民笑一声 接着迅速冲向正在镇压鬼群的士兵 喷了一声 毫无防备之下两个鬼兵瞬间被鬼物拍成青烟 剩余的鬼兵纷纷将武器调转准备反攻 然而恶鬼却丝毫不慌 如今没了专需亲手打造的镇魂锁 就凭你们这些杂兵还成不了气候 我们体内留着盘扑大人的血脉 注定是要统治苍生斩空万物 俗话间就见他张口吞下身边三个鬼兵 领头的将士当即下发指令 都分散逃走 回地荡山禀报将军大人 可还不等他说完恶鬼便上嫌与之对战 恶鬼便吃变吧 很快鬼兵们便招架不住被弃村市一空 见此一幕的老流头心中一惊 他万万没想到敌人竟然发生了内户 打斗间二人悄悄退到了战场的边缘 好奇的老流头立即询问道 大人 这些恶鬼是啥情况啊 他们说的盘户是啥意思 听到老流头的询问 武判官这才回过神来 看来那个传说是真的 每千年一次的地荡竟然真的存在 这话说的老流一脸猛逼 判官大人 这地荡是啥意思啊 当年专需大帝为了防止 犬丰一族出来祸害人间 便出手将他镇压于 地荡山中伺候地劫中的亡灵 并承诺每过千年就允许 犬丰全族下山享受血食 所以每千年的这天 都有尽望活人被犬丰部落的 恶鬼生吞活泼 咱们得赶紧离开 将这里的事汇报给第四 二人刚想脱身离去 却被刚刚结束战斗的恶鬼给盯上 就当老流头即将被攻击之时 逼捕刺骨的寒冷从遥远的山中传来 见此一幕的恶鬼当即指挥道 族人们 那只虐鬼和他的走狗行 咱们快分散逃走 寻找机会复活我们的老祖 只要旁扶老祖丛林大帝 就没人奴一名 说到恶鬼便化为一道流光飞向天际 其余的恶灵不由分说的四散逃流 这场面看得老流头一脸猛逼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地荡山中守护墓园的大能 已然赶过来 后辈因斯小神拜见大殿下 拜见太冯将军 可身为虐鬼的大殿下一言不发 只是转头看着没有逃走的恶鬼群 鬼物们当即吓得匍匐在地浑身颤抖不已 尽管他们的姿态已经放到了最低 但大殿下已经没有放过他们 只见他抬手一抓鬼物们纷纷暴体而亡 而太冯则带主开口道 两位不必多礼 此事是我足给你们添麻烦了 接着又轻声开口往事 二位小心行事 我家殿下他脾气不好 说罢便带着鬼兵赶了回去 武判官文言轻声询问道 殿下您还有没有什么吩咐 要是母误 我和刘前辈就先退去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那殿下便一脸猙獰的广事 你俩都该死 要不是你们的话 这些畜生哪有机会反叛 闻听此言的老刘头立即捏出反诀 指人送行 黑官葬身 刷的一声 指老虎瞬间扑出 而老刘头二人则坐上棺材逃向远处 回过神来的殿下当即轰出一枕 半空中的棺材瞬间被击中朝着悬崖跌去 与此同时小院中的王三也察觉到地荡山的变化 原本憨憨的脸上立即露出一副厌恶的神色 口中更是冷哼一声 却不料引起另一个大能的回忆 没想到在外人眼中不可一世的江楚弟 被地里竟是个宠女儿的狂魔 在得知专须大帝的儿子从地荡山出来后 王三只是冷哼一声就引起了王浅月的注意 爹 是不是题目又做错了 你再给我讲讲吧 闻听此言的王三连忙咳嗽掩饰 心中更是对数学的怨念又多了几分 小月 讲题等你哥回来给你解答 爹爹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吧 从前有个叫专序的家 这家伙实力强横 当年打败了另一脉之人 成为了天下公主 可就算赢得了天下又如何 专序看那三个儿子长得一个比个怪 一说到这王三发自内心地嘲笑了起来 接着又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脑海中又浮现出聪明绝顶的酒奈 心中忍不住攀比道 专序就算你成为武帝之一又如何 和我家这一对宝贝比起来 你那三个儿子就算扔在粪坑里淹死都会不心疼 而与此同时山海关中 是脑魔正义脸严肃地召唤着武昌兵 丰都山上打铁围 铁朝山上诸神王 经由北国长家造福 还不出兵更待何时 话音刚落 法阵完成的瞬间周边立即吹起了猛烈的阴风 地双双星红的眼睛从黑雾中冒出 见此一幕的是脑魔面色一惊 没想到他以五百年受缘的代价 竟只是请来了当年收服六洞天魔的残党武昌 并不是轩辕皇帝风筝的那支大军 而武昌兵马出现的瞬间 距离山海关几十里外的长怀元也有所察觉 四仙家同时停下了脚步 武昌兵马竟然出事 前方的金甲是直接出声阻止了大军的前行 诸位 敌军有了这支到门墙兵 咱们此战若想全身而退 就是难如登天 长怀元文言当即转头看向了众人 强行咬牙做出了决定 武昌兵马降临 我等暂地锋芒吧 等日后再寻机会报仇 长怀元说罢便 几火攻心可出一道鲜血 见此荧幕的众人心中都知道 长怀元此举并不是惧怕 而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一旁的灰老六一起的说道 怀元老六 今天只要你点个头 我灰老六就算豁出命了 也要和他们拼乱 这话引得一旁的仙家纷纷附和 没错 灰六弟说的不错 今天咱们老哥几个就和他们拼了 只要不连累宋偶将军和手下的弟兄就好 宋偶文言当即拒绝到 末将接到光伐娘娘口誉 协助长家报仇 在娘娘没改变玉址前 宋某必当尽力相助 看着众人为了自己竟能做到如此低 长怀元心中一阵感动 就当他刚要出生阻止 却被是脑魔鹰侧侧的笑声给打断 就这么怕死吗 频道记得当年你们父母 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小畜生逃走 可是拼上了自己的性命 不然的话以他们的本事 频道还真没把握将其扶诛 要是你们的死鬼爹娘知道 他们的子嗣竟是窝囊废 会不会后悔当初自己的决定 这话说的本就憋屈的长怀元 更是气上加气 一口鲜血也随之喷出 见此一幕的灰老六当即咆哮一声 当即就变成法身追了过去 其余等人也纷纷使出各自觉悟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传来一阵剑兮兮的叫声 我靠 下面的人快让让 接我探马了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九难带着陈大忌等人 从空中遇见而下 见此一幕的众人当即兴起不已 九难的出现 瞬间就让他们有了主星 几人纷纷停下 手中动作行了一子 看着面色惨白的长怀元 九难沉声表示 长大哥我们回来的稍网 您受委屈了 说着便掏出一粒丹药地粗 您先去草里下状态 一切的事情稍后再说 说罢便转头对着众人安抚道 刚才小弟下来时 就感受到了对方的情话 妖道请来的是六栋天母武昌 只要不是轩人皇帝那支队伍 我等还能应付得来 听了九难的话 长八夜才领悟道 原来刚刚的英气是五昌战云 我说咱怎么不能变大起飞 说着便一脸心诚地看着自家大哥 感受到八夜的伤心 八明当即满脸寒霜的表示 管他什么兵马 只要敢欺负我在八夜 都要暴揍一顿给他出气 闻听此言的长家兄弟好奇不已 经过刚才简单的言语 董事里的八明儿 立即娇羞的点头行 香野村姑明儿见过各位轩等 唐二爷虽然一脸猛力 但还是下意识地回了意 妹子客气都是自家人 闻听此言的八明害羞地藏入九难的手腕中 就在众人谈话之时 九难怀中的幽月却忽然醒了过来 我这是睡了多久 咱们都从地宫里出来了 随即拍打着翅膀飞向了一旁的小无心 心思无够 纯净之体 以后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说罢便趴在无心的小脑瓜上睡了过去 恢复过来的长怀远连忙功身祝贺道 恭喜小先生在德强元 现有人夸奖自己 睡梦中的幽月抖出三根羽毛贴在了长怀远的脖子上 二者接触的瞬间变化为三块龙铃塑盖在了他的逆铃之上 长怀远先是一愣 接着看向了一旁的九难 见九难点头示意后立即抱拳感谢道 北国长怀远败谢前辈后赐 而到罐中的是脑膜感受到敌人有强缘帮助 那张阴险的脸上顿时布满了紧张 他下方的摆目道人则惊慌地提醒道 师父 当年我们灭杀的只是两头普通的聚焦 可如今前来复仇的为何多了一腿一巴 闻听此言的是脑膜爆喝一声 灭土你在怕什么 如今有武昌兵马在此 来再多的人也是送死 说罢便甩出几滴鲜血做出指令 原本树立在原地的兵马当即也冒红光地发起进攻 而九难这边在感受到敌人的移动后也做起了准备 足道骗头的功 浓郁的黑雾便来到他们眼前 武昌兵马二话不说地提起兵器发动攻势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发出竖法信心反击 一时间海沙声不断在黑雾中传出 一阵阵浓郁吸气 偶尔还有几道惨叫声听的九难担心不已 这浓郁的黑雾即便他也只能看到三米内的情况 就在九难一边躲避攻击一边思索对策之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我靠 你踹击也我大哭当事吧 都别太麻烦 今天这是咱没玩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当即解决了前方的几个鬼兵 随着二人不断拉近距离 九难这才注意到 长八爷和陈大忌被鬼兵包围在内 就当他刚要开口呼唤时 却被几只鬼手抓住了腿脚 接着一股冰寒之气侵入了他的体内 顾不上救援的他当即出声提醒他 大忌别打 注意身后的情况 就当陈大忌转头回应之子 一柄鬼刀无声无息地切断了他的脖梗 陈大忌那乱糟糟的脑袋瞬间被砍飞了出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瞬间呆愣在了原地 曾经那个爱臭皮又讲义气的小子竟然就这么死 而一旁的八爷也是慌张不已 小别独子你可不能死啊 别故意吓唬咱了 坏起来行不行 八爷我求求你 恍惚间 长八爷纵身一跃跳入鬼屋中找起了陈大忌的脑袋 可自身却被四面八方打来的鬼屋给吸淡了真语 然而他依旧紧咬牙关摸索着大忌的脑袋 小别独子对不起 八爷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陈大忌死了 被武昌鬼兵一刀斩断了脑袋 就连长八爷为了给陈大忌找回尸首 被万千鬼兵一同吸干受缘变成了干尸 这一幕看得画九难目自欲练 只见他怒吓一声 一脚踩爆了脚下的鬼兵 接着疯狂地将二人揽入怀中 整个人迷茫地看着周遭的一切 黑雾中的鬼兵见状淋笑着朝着九难扑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九难腰间的杀伤刀猛地迸发出一股肃杀之气 复来的鬼兵瞬间被杀气斩成了碎款 躲在飞雾中的武昌鬼将冷哼一声 竟然是杀生摆起 在杀气的刺激下 九难逐渐从悲痛中醒来 只见他仰天大笑道 不愧是武昌兵马 如此一假乱真 几乎堪比张角先生的太平幻境 九难说大便抬起杀生战刀猛地斩出 均匀江山 万物臣服 给我过 哭的一声 有鬼气凝聚成的幻境瞬间崩裂 眼前的一切轰然倒塌 四周的景物恢复了先前的模样 但那团鬼物和武昌兵马 却停在十几米外没在攻击 而九难这边众人都缓缓从幻境中脱离 大家脸上的表情不一 小无星则是即将陷入暴走的边缘 陈大忌和新莲山抱在一起痛哭 见此一幕的九难将无星拉到身旁 接着一脸淡然地朝着黑雾说道 再不撤去武昌鬼云 晚辈就要放手 黑雾中领头的将军当即一步跨出 一脸惊讶地表示 师姐鬼仙 他话自在的天魔王 此话一出 武昌鬼兵们纷纷戒备看着无星 见目的达成的九难缓缓将无星拉到身后 接着轻声开口表示 还请前辈撤去鬼女 我想这里面存在一些误会 鬼将文言再次仔细观察着九难 当他看到九难腰间那块写着葛字的令牌后 心中顿时惊讶无比 王族血脉 葛天师传人 传闻葛天师一脉人丁稀薄 加上天师本人也总共只有三位 一念至此 鬼将当即和气地表示 铁围山武昌兵见过小天师 不知天师在此 末将贾周在身不能全部行李 还望海涵 九难听后当即客气地回了一礼 将军客气 晚辈不知将军行军于此 不然定当备下酒肉款待诸位弟兄 二人当即客气地交谈着 这一幕看得是脑魔焦急不已 他召唤出来的兵 没打架就算了 还开始跟对方落起了家常 这样下去他近百年的寿命也就白白浪费 一想到这 是脑魔再次泼出一打鲜血 弟子出门起山人 化为今天动地武昌兵 无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念完咒语后 是脑魔当即对着武昌兵大喊道 令牌在前咒语在后 如等还不诛杀妖邪更待何时 收到指令的将军当即后退三步 口中歉意地表示 末将军令在身 必须立即斩妖除魔 还请小先生行得方便 如此也是维护你我盗门的威严 九难听后暗叹一声 作为盗门最后的顶线 果然不可能轻易不能过去 随即他转念一想 将军说得不错 维护盗门威严我等义不容辞 说罢便对着身后的众人喊道 长大哥你们都站到我身后了 别影响神王诛杀妖邪 众人文言先是一愣 在九难几没弄眼地提醒后才明白 没搞明白的陈大忌 却是傻乎乎地说道 搁几个一会打完架后 跟咱一起回家 我给你们做坤蛋吃 再见到陈大忌的第一眼 是鬼将军亚马呆住 少将军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恶鬼王星连山 他们怎么跟天使传人走到了一起 这么说来这背景岂不是更吓人 一想到这鬼将客气地表示 感谢少将军好意在下心领了 当他再次抬头查看时 前方的地区顿时空无一人 所有人都站在了九难的身后 对着他们挥手道别 见此情形的鬼将当即哭笑不得 心中更是暗自嘀咕道 小天师 您这么调皮葛天师他老人家知道吗 这搞得末将很难做呀 送我们出征 结果敌人全部没了 主犯全部跟在您身边就算了 结果连只普通的僵尸都没得杀 一想到这 鬼将尴尬地开口说道 小天师 您老人家就行歌方便 可还不等他说完 就被九难的咳嗽声打断 都昌神王将军 军令紧急您为何还不起城 要想续救改日来小弟家中即可 这话说的鬼将一步步 按理说葛天师清传一脉 怎么会出这么一个 不给别人活路的家伙 当他转身看到 陈大记那件兮兮的铃蛋时 一切的疑惑瞬间就有了答案 就在双方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远处的镇子上方忽然爆发出 一股冲天怨气 隔着大老远的众人 都能听到其中怨灵不甘的哭泣声 见此情形的众人皆是面色一惊 这等高天的怨气 至少是数百人同一时间 横死才能产生 正在为难的鬼将当即领兵杀出 兄弟们 妖邪就在镇坤方 还不随本将前往诛杀 鬼兵们文言当即带着雾气 朝着前方语去 伴随着大军的离去 他们身后的是脑膜 试图暴露在了众人眼前 陈大记率先拉起弹弓发出一击 勇士剑对着长八叶说道 八叶快快快 人间大炮给我准备好 我要乌鸦坐飞机了 长八叶文言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毕竟这些没用的知识 都是陈大记传书的 随即就见长八叶舌尾一甩 勇士剑纵身一跃 朝着是脑膜就砸了过去 新连山也紧跟起后 手中的钢叉带着寒芒杀了上前 早已按捺不住的长家子弟 对着九难询问道 小先生 仇敌当前我们兄弟失灵 九难点头回应后 二人变化为聚焦法身追击而去 妖道 今日定要将你扒皮抽筋 以为我那可怜父母的在天之灵 长怀远见状欣慰一笑 有我家三兄弟和大忌小有几人 对付仇敌应该是足够 还请小先生和两位老哥帮长某官敌掠阵 而一向胆小的长八叶也带着八名而咆哮地冲了过去 气愤的八叶先是喷出一口灵溪 接着蛇为猛的砸下 受到张超的影响的张世祖也是愤怒无比 今日老祖我定要把你们两个妖道做成练尸日夜折磨 说罢就见他抬手念动招法诀 下方的地面瞬间爬出一众僵尸 见此一幕的是脑膜师徒已然猛逼 他们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我当年杀的难道不是普通的出什么 难不成是哪位影视直仙的坐骑 这阵容哪怕是地仙也请不来啊 处于猛逼中的百目道人 对勇士俭一拳轰重 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般撞击在地面 猛烈的攻势使他瞬间没了声音 破完衣又不能吃 还有啥用啊 说着便转头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势脑 北国四大仙家联手朱砂邪修 却被两主亡人给截足先登 抬手一拳就将修炼千年的百目道人给打死 就连吞噬万千幸运的势脑膜也吓得瑟瑟发抖 就当众人以为大祸全胜的时候 小镇中心忽然爆发滔天怨气 浓郁的阴气凝聚成怨灵屠戮百姓 正在赶路的龙婆和蚂蚁姥姥顿时面色一惊 到地方后直接全力出手 收了这骇人的脏东西 别耽误去迎接长家大意他们就行 二人说着便指挥起鬼叫直奔怨气的源头 此刻昆山深处的一处小村落里 地面满是鲜血碎款 倒地的尸体被集中在了一起 只剩一些可怜的小娃娃趴在地面痛哭 而他们的前方正有几只恶鬼正在进食 看着面前这惨烈的场景 其中领头的恶鬼凝笑一声 能成为我们犬风不足的事物 是你们这些普通人的荣幸 要不是我们慈悲 否则连生魂都直接给你们打散 这话说的不远处 正在观望的魂体纷纷躲到一旁哭泣 呼声响天震地 听得几只恶鬼一阵烦躁 就当他们准备出手将其打散之时 一尊鬼叫从天而降 蚂蚁姥姥愤怒的声音也随之传出 究竟是何方妖孽如此没有人情 竟屠杀了一个村子 闻听此言的众鬼气气转头看了 见此一幕的蚂蚁姥姥疑惑地询问道 大妹子 下面这些究竟是啥东西 老姐姐我咋没见过 龙婆文言一脸寒意地说道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的玩意 怎么现在还会出来兴风作浪 《山海经》中有记载 上古时期有个部落叫做全风国 里面生男为狗 生女为人 他们是旁户与人类女子繁衍的后代 话音刚落 正在进食的恶鬼同龄满意地表示 没想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们伟大不足的荣光 就凭刚才的话 我们不为男女 速速离去吧 看着下方数百只鬼物 蚂蚁姥姥转头看着龙婆 二人心有灵犀般地点了点头 自古正邪不两立 今晚要么让他们神魂俱密 要么咱们老姐俩一起横死在这村子里 说把蚂蚁姥姥大手一张 蚂蚁鬼伯降临 唰了一声 一道血色红光直冲天际 小村子瞬间被轮造在红光之下 接着一股红色雾气迅速飘起 一道道鬼魂纷纷张开鬼爪冲向了恶鬼群 而龙婆也一带往日的和尚 少年法局不断凝聚着束缝 接着开口嘱咐道 老姐姐您小心着 我这边得一会功夫 闻听此言的姥姥操控着人皮灯笼放出强光 不知死活的畜生 你们很喜欢吃别人的心丹吗 今天姥姥也想尝尝滋味 不过是吃你们这群畜生的 恶鬼头领文言当即纵身一跃扑了上前 二人打得有来有回 徘徊在远处的鬼魂 见有人帮自己报仇 结实疯狂地扑了上前 整个小村子一时间血光四溅 恶鬼们在围攻下已经有了溃败之势 而龙婆的巫柱大树也已然准备完毕 此刻她的周身泛着绿光悬浮于空 闭头白发无风自动 见此一幕的恶鬼惊讶地喊道 巫术 您居然是巫 看着眼前颤动的鬼屋 龙婆冷笑一声 知道害怕就好 犯下如此大错 你们就等着魂飞扑散吧 说罢就见龙婆念出一段听不懂的秘咒 紧接着一阵强烈的威压从天而降 半空中一尊巫神的灵体缓缓不现 龙婆缓缓抬起手掌 空中的巫神也跟着一同举起巨掌 下方的群鬼看着空中轰鸣的雷暴声 以及那不可一世的巫神 顿时下的跪地求饶 巫柱大人息怒 就请您饶过这一次吧 我们也是因为被关押了五千多年 变气无处宣泄才会犯下大错 然而此刻的龙婆也无法阻止巫神的攻击 畜生 老太婆没有怜悯之心 只是你们现在才想起求饶已经晚了 话音刚入 空中的雷霆伴随着巨手就要落下 见此一幕的蚂蚁姥姥立即收起鬼国 并将惨死的魂体固在身后 可就在这时 远方忽然传来遇到一光 光芒中太冯将军带着一众士兵轰轰赶人 还请天巫手下留情 书爸便拍出一掌进行抵挡 风的一声 两股距离撞击在一起 整个山谷都为之一阵 强烈的爆炸将四周封得不成样子 太冯带来的鬼兵在广过神后 当即上前抓捕恶 其余的纷纷举起武器对准二人 虽然您是乌柱 但伤了太将军也要跟我等回地荡山受审 向来脾气暴躁的蚂蚁姥姥冷哼一声 你们说的对 既然赶上我龙老妹子 必须跟咱回蚂蚁山受法 眼见双发剑拔弩张 太冯赶忙上前阻止 还请放下武器 这里面有些许误会 见对方客气说话 蚂蚁姥姥这才收起了鬼气 本帅千年前醒来之时 听闻乌柱一脉已然断绝 今日能再见天无风采 真是在下荣幸 说话间太冯看到了 龙婆手中的法器后 顿时感叹了起来 看来您是借助了 手中宝物才施展的秘书 太某再次感谢二位帮我镇压鬼物 闻听此言的龙婆 缓缓开口讲述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此次误会也就此解除 就当二老刚要告辞时 一阵阴风呼啸而来 二人犹如中了定身术 一般站在原地不能动弹半分 接着就见专须的长子 虐鬼殿下缓缓从远处走出 巫族真是好久没见到 见自家殿下的 太冯当即就意识到了威胁 于是连忙轻轻上前抱拳行李道 启禀殿下 这位屋主和鬼主 是帮助我们收复罪犯的人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虐鬼便举起拳头打出一拳 不敢反驳的太冯当即被轰倒在地 给我滚 别影响本皇子说话 太冯文言只能领着鬼兵离去 临行前传音欠一头 是我递荡山对不起两位 早已意识到危机的蚂蚁姥姥就要开口 却被一旁的红鹰女鬼给抢先 来人请止步 我警告你最好不要伤害教中两位老祖 不然我家少爷并会让你血债血偿 闻听此言的虐鬼癫狂地笑道 在本皇子面前称老祖 真是胆大妄为 今天本皇子就偏要灭杀你们 看看那所谓的公子又能把我怎么样 说吧便抬起手掌朝着轿子拍了过去 出马仙龙婆和蚂蚁姥姥被虐鬼困住即将死亡 得知此事的王三和松老顿时暴怒不已 就当虐鬼的大手即将把龙婆拍死之时 一股无形的威压赫然出现在他的头顶 仿佛只要他拍下这张 龙婆死不死他不知道 但他自己必定会死 就连自己的父亲专需大帝都没有办法 一想到这 虐鬼当即后怕地向后退去 而两主地宫内的松老缓缓叹息一声 一阵清风引得松之沙沙作息 与此同时 小院中的王三刚刚踏出一步 脸上也布满了冰朗的杀意 算你小子识相 否则就算天崩地裂 无也要将如打得魂飞魄散 勇士不得超生 而心理变态的虐鬼在得知无法奈何龙婆二人后 便将一切怒气都发泄到了红衣女鬼的身上 只听他冷哼一声 女鬼就被一道无形的巴掌给魂飞 然而女鬼却强忍着疼痛缓缓起身 口中冰朗的数字 见此一幕的虐鬼先是一愣 借着疯狂地甩出几整 里面的数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女鬼却依旧强撑着起身数的数字 龙婆眼含泪珠朝着虐鬼大喊道 放过敏儿丫头 老婆子我告诉你意思 在见到是龙婆开口后 虐鬼忌惮地冷哼一声便将手收回 龙婆微微一笑 丫头 奶奶我帮你把话说出来成步 女鬼听后想要给龙婆行李 但伤势严重只能轻轻点头回应 龙婆见状当即朝着虐鬼怒骂一声 畜生 我家敏儿是记着你打了他多少下 若是还能侥幸活着 等遇到大忌后一并告诉他 我二孙子一定会帮敏儿出气加倍凤凰给你的 闻听此言的虐鬼立即愤怒地吼道 大胆见闭 大胆老 本皇子不管你们究竟是谁 今天通通都要死 说罢就要再次发起攻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股浓郁的黑雾裹挟着万千五昌兵马急速赶来 眨眼间就将小村子围得水泄不通 再看到满地的尸骸以及浑身充满力气的虐鬼 鬼将都昌神王顿时就明白了一切 委屈了半天的他当即开口指挥道 大胆要挟居然敢公然行凶 诸位将士随本将一起诛杀要挟 说罢便带着队伍一同发起冲锋 虐鬼见状当即误认为来人是龙婆的援军 那张恐怖的脸上露出一抹怪笑 还以为你们有什么厉害的靠山 原来不过是数万阴兵罢 双方就在这样的误会下产生的打斗 见此一幕的蚂蚁老老当即将女鬼放入自己教中修养 接着开口吩咐黄金吏士 都别愣着往山海关那边跑 收到指令后 吏士们纷纷用出平生最快的速度跑路 而九难这边 在见到勇士捡一拳打死敢怒道人后 陈大忌等人犹如打了鸡血般用出了各自手段 很快是脑膜便被揍得不成人样 但口中依旧叫嚣着 长家的后人都给我听着 这么多年过去 你们就一点也不奇怪吗 为何当年被老夫灭杀得出 他们的魂魄也都消失不见了 事先告诉你 他俩并没有神风俱命 闻听此言 长怀远愤怒地拍出一掌 脑膜头 速速交出家父母的魂魄 本作便给你一个痛快 见自己掌握了对方的软肋 是脑膜冷笑着不答话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 连忙对着是脑膜下体来了一景 我去你大意了 你看马骂谁是畜生的 一旁的马明阳缓缓开口道 巨子大人且慢 你此举实在有失身份 梳着便抬手换出一堆刑剧 琳琅满目的样式 看得是脑膜面色一惊 整个人就这么昏死过去 见是脑膜如此惧怕 马明阳的作品后 长怀远嫩悬着的心 也就松了下来 接着抱拳行礼道 多谢莫者相助之恩 二人相互客气后 陈大忌弱弱地问了一句 马大叔啊 你研究这些下人的玩意 是干啥用的 马明阳听后微微一笑 回禀巨子大人 马某之前不是说过 自己教徒颇有趣味 这些都是用来惩罚玩劣弟子的 这话吓得陈大忌一屁股坐倒在地 接着留下我靠两个字便跑向了远处 可下一秒树林中 就传出蚂蚁姥姥姥的叫骂声 哪个王八经这么不懂规矩 大晚上不好好在河里趴着下蛋 在岸边乱跑啥呀 赶紧给我让开 不然姥姥我还用捆尸所抽你 陈大忌文言顿是委屈地喊道 姥姥别抽了 我是你孙子大忌啊 这话说的蚂蚁姥姥又惊又喜 好孩子你可想死姥姥了 快过来让姥姥好好瞧瞧 怎么出趟远门成了这副样子 咋还和乌龟有点像了 姥姥我也没看出来 陈凤那孩子有水里的血统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脸飞泻 随即纷纷上前行李 而龙婆却是缓缓将陈大忌叫到身前 大忌快来看看 敏儿她快不行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惊呼道 奶奶 姐姐她这是咋了 此刻的敏儿浑身散发着黑气 魂体仿佛随时就要消散一本 九难见状转头招呼道 八爷 给我养魂丹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当即张口吐出一粒丹药 九难当即伸手地给了陈大忌 快为他吃下去 陈大忌听后扭扭捏捏地将丹药给了蚂蚁了 身为怂包的他哪敢触碰人家清白的身子 蚂蚁姥姥也不磨叽 抬手将自己的阴气注入其中 接着引动药力进入到女鬼的魂体内 做完这之后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见对方没事后 陈大忌立即开口询问道 姥姥 是谁把我的媳妇姐姐揍成这样的 你们来的时候遇上劫匪了吗 这话说的蚂蚁姥姥领起烟的 就是一击 混小子瞎说啥呀 天底下哪个劫匪感动姥姥的叫 随即便将先前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陈大忌顿时气地跳了起来 那别独自是谁家的 咱现在就去揍死他 而九难却是一脸严峻的思索 地荡山 犬风国 长得跟虐鬼一样的殿下 那一定是专须地的儿子 虽然已经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但还是将其信息隐瞒 口中关切地询问起消息 奶奶 你们刚说五昌兵马和那只凶物打起来 二人听后点头回应着 得到回应的九难对着是脑膜使出一道束缚 以皇族之名 如乃罪人 不得修习任何束缚 思想行动皆是不可 之前道横复之一句 之后孽债最佳一等 给我封 话音刚落指间 术道飞气不断涌入是脑膜的体内 做完这之后朝着长怀远轻轻抱拳 还要劳烦长大哥陪我走一趟 这次倒是和五昌兵马亲近的好机会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立即明白了九难的用意 对着兄弟们吩咐几句后便跟在了九难身旁 而其余等人也是纷纷开口表示跟随 却被九难笑脸拒绝 见此情形的长怀远当即化为一条五爪金龙 接着便带着九难等人打过去 陈大际的媳妇被虐鬼打得半死不活 就连龙佛和蚂蚁姥姥也被鬼屋威胁了幸运 而至此事的话九难当即坐上五爪金龙 就要为众人报仇 在朝怀远神速的加持下 仅仅只是两分半的时间便抵达了虐鬼所在的村庄 此刻的五昌兵马和虐鬼的战斗逐渐进入了尾声 身为上古皇族的虐鬼已然占据了上风 原本让人闻风丧胆的鬼屋在他的面前竟丝毫不起作用 反倒被虐鬼召唤出的虫体一口口给馋食 眼见敌军就要被肖默殆尽 这位变态的殿下冷笑一声 胆敢和本皇子为敌 你们都被我去死吧 就当军队即将被消灭之时 一道响天阵地的龙鸣声响起 九难带着众人从天而降 那张冷军的面庞也用秘术进行了遮掩 见此一幕的五昌兵马立即攻身喊道 封都铁为山兵将 待见小天师 九难轻轻点头回应后 目光冷烈地盯着虐鬼 察觉到不对的虐鬼疑惑不已 道门天师 为何他散发出的血脉之力 会让我如此熟悉 一念至此虐鬼沉声道 来者和人 是否同无一样来自上人 然而九难却只是冷眼观望 莫不作声 一旁的陈大忌见状当即怒骂道 刚才就是你这个 别独子打我媳妇似的 这话说的虐鬼愤怒不已 接着抬手对着陈大忌 弹出一道水质 就当虫子即将落在大忌身上的时候 唐怀远缓缓弹出一指 他飞来的水质 便在半空中炸成了一团血污 做完这之后便见没一扫 不懈地看了对方一眼 眼看自己三番五次被对方挑衅 但虐鬼却一改往日的颠跑 反倒沉稳着思索的来人的身份 阴阳界的祸害 岂是这么好打发的 看着无动于衷的虐鬼 陈大忌当即从鼻孔里扣出一坨精华 接着配合指尖迅速射出 水猴子里面去丢你忌业 那忌业就请你尝尝大鼻嘎 见此情形的虐鬼哪还管得了对方的身份 那张圣人的脸上此刻布满了愤怒 王八经你找死 说罢便纵身一跃朝着陈大忌扑了过去 一旁的长怀远当即请示道 小先生长某不惭 但自认为对付此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弹若不敌 您再出手也不迟 九难轻松地开口回道 唐大哥过谦 还请速速诛杀妖血 不要耽误了咱们回家吃晚饭 二人一来一回地配合 顿时将虐鬼贬低得像个垃圾 失去理智的 他立即加快进攻的速度 你们找死 我要你们都死 见对方进入状态后 九难抬手换出铜钱 剑口中同时喊道 天地自然 惠气消散 八方神威 盗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入 一道神光瞬间将武昌兵马身上的重体给清除 成功脱困的都昌神王立即带着士兵齐齐行命 我等拜谢小天师救命之恩 九难文言客气地回了印 天下道门皆是一家 诸位客气 而一旁的陈大忌却兴奋地表示 隔几个都被那水猴子给揍了 不能擅自发兵参战 陈大忌听后当即刚大的挠着脑袋 接着又凑到九难跟前 老大你不就是法师吗 快点念咒呼叫火力之远 此话一出鬼将当即面色大惊 这是万万不可 赵琴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轻者减少百年寿命 众者一命呜呜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吓了一条 九难坚壮感免安慰道 没事 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就在众人为难之时 心连山却笑嘻嘻地询问道 神王将军 赵琴你们只要受缘的话 那请援军的事情就交给少将军吧 他老人家啥都不缺 更别说是区区一点受命 这提议瞬间引得陈大忌的赞同 心大脑袋说得对 这事就交给了吧 正好给俺媳妇报仇 说吧便一脸真诚地盯着鬼将 被盯着头皮发麻的鬼将 缓缓看了九难一眼后便咬牙硬答道 看在我到门小天师的勤奋上 末将就将召唤兵马的法咒交给少将军 但是日后要是因此惹出祸端 可忘了不能说是我传授的 陈大忌闻言兴奋地点了点头 都哥您放心吧 咱嘴老言了 上次老大不让我把他半夜上厕所的事说出去 我到现在也没告诉过任何人 再说了就算真惹祸了 我就说老大交的咒语 这话说得九难一阵无语 做好准备后鬼将便将赵琴秘诀全部传出 一番操作过后鬼将一脸严谨地询问道 少将军你可曾记得住 这话问到陈大忌一个头两个大 二人猛逼地看着对方 都哥咱要是说一个字都没记住 已不会揍我 闻听此言的鬼将顿时一阵气愤 就当他准备再讲一遍时 深知大忌的九难当即拒绝道 将军的好意我们兄弟心里 大忌他学东西确实有些慢 还是我出手帮长大哥诛杀要险 二人心意相通用着传言交流道 你我兄弟并肩作债也好 只是无论如何 小先生也总能使用王族秘书以免暴露身份 说到二人一同使出杀招 长怀远抬手万龙齐功 九难更是直接使出张道陵天师的教主众 天清清 地灵灵 弟子一心专拜起 天师教主将来临 神兵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周围的鬼兵纷纷跪倒在地 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电闪雷鸣 一个五彩霞光的道人身影广缓落下 半空中更是站满了诸天神将 磅礴的气势不断朝着战场上施压 这一幕看得九难也是一惊 就连他自己的都没想到竟然请来了天师法身 回过神来的他一边攻身行李 一边掐算着眼前的一切 今日乃是六月初期 正是天门大开之时 道法可直通九霄 这一天正是道教答谢玉皇大帝的日子 一想到这 九难惶恐不已 就连正在打斗的虐鬼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一双星红的瞳孔不断地注视着前方 张天师法身降临之后 便立即识破了虐鬼的身份 只见他轻轻点头事业后便微笑地对着长怀远说道 平道谢过龙君对我道门后裔的护持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立即攻身回礼道 天师客气 长谋起于微末 全拜小先生所赐才有今日 自当拼死相互 天师听后点了点头 接着将目光放在了九难身旁的小无心 小家伙被盯得满脸羞红 那摩阿弥陀佛 小僧无心拜见前辈 张天师微微一笑 佛祖不必和平道客气 他日你若终得解脱 何来天师府坐而论道 吃一片刻后小无心一脸严峻地表示 小僧多谢天师想要 届时必定请哥哥带我前往天师府受教 张天师听后大笑一声 九难抬来天师府便如同回家一般 此时你我就此病下 说吧便笑呵呵看着九难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平道还以为发生了何等大事 原来只是和小家伙打架 这样的事情以后自己处理就是 不可轻易掏扰平道和你家师父清修 九难文言荒芒顶 而大嘴巴陈大忌 见天师对所有人都对话 却没理会自己后 那小屁股不断扭动着 试图引起注意 就是这一动作去引着张天师暴怒 整个天际瞬间布满了紫色的神灵 少年第一次使用道家的请神咒 竟曾将道教创始人张道林 从天庭请来帮忙 这场面下的众人不敢吱声 就连大帝之子的虐鬼都为之惧怕 然而张道林却对大家和和气气 友善应付着众人的招 可当他看到陈大忌的模样后 却气得怒骂道 究竟是何人敢将少将军打入畜生道的 竟然还是归族 岂有此理 简直欺人太甚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愣 没想到被称为祸害的陈大忌 会认识道门的天师 回过神的陈大忌一脸傻笑的打道 老神仙 咱不是王八 只是穿了个大王八壳 这话说的张天是一阵尴尬 随即看了眼陈大忌那猥琐的样子后 抬手打出一道清光 便带着诸天神王一同消失离去 那光束迅速冲入陈大忌的体内 强大的距离轰得他摔了个狗吃屎 这都啥人了 咋忽然就给咱一击自己却跑了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半空中一道雷霆迅速劈起 来不及躲避的他瞬间被劈得眼冒惊心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上前管住了他的处理 一旁吃瓜的新莲山则是不断傻笑着 少将军您老人家真牛啊 天师都能给气跑了 九难文言心中一惊 天师跑了 猎鬼还在 自己这一趟赵琴岂不是白忙活了 就在九难思索之时 猎鬼凝笑一声扑了上前 长怀远见证立即冲了上去 卑鄙苟且之辈 还妄图偷袭我家小先生 该打 回过神来的九难连忙挥舞着 铜钱剑加入战斗 猎鬼见一个法师也赶上前进展 脸上戏血一笑 手中的鬼爪不顾长怀远的攻势 静止抓向九难 呼嘶一声 长怀远的拳头率先冻穿了猎鬼胸膛 然而猎鬼依旧不要命地攻向九难 本皇子不管你是谁 今天都必须给我死 可九难则早有预料般 手中铜钱剑高举 一道金光瞬间包裹住他的身形 接着一个闪身来到对方的身后 迅猎不及之势猛地踹出一几 在虐鬼震惊的目光中 手中金针迅速刺出中断了对方手部的关节 做完这之后九难静止向后倒退 同时对着长怀远提醒道 长大哥小心 对方情况不对 正如从他所想的那样 遭受重创的虐鬼没有丝毫地痛哭 整个人的身躯正在被一股神秘气体给修复 区区凡人手段怎么能对付本皇子 给我去死吧 说着便伸长手臂准备攻击 可远处的九难却吐出一个豹子 疯的一声 虐鬼被金针扎过的手臂瞬间炸开 这一幕看得长怀远心中暗叹 不愧是谋略无双的小先生 在战斗中无形下套用的真是出乎意料啊 而九难则是一边躲避漫天的污秽 口中更是不断激怒道 对付你这等邪碎 凡人的方法就已经足够了 接二连三受到重创的虐鬼顿时激发了体内的胸心 都是你能逼我 说罢便高举双臂 体内无数的虫体被他放出 刹奈间 四周花草树木眨眼间被啃食一空 吸收完能量的虫体纷纷炸开 接着化为一缕缕能量回到虐鬼的身上 这一幕看得祸害二人组立即跑到武昌鬼屋里躲避 多谢兄弟们 等咱回去一定请大家喝雷币气势 可还不等他说完 鬼将便出声打断道 情况危机 还请少将军速速调动本部武昌兵马 陈大忌听后摸着脑袋尴尬一笑 都大哥 刚才不是说了 您教的咱一个字都没记住 要不再来几遍 俺一定能学会 这话说的鬼将恨不等直接将他抽死 刚刚天使大人不是硬虎符打入你体内了吗 有这玩意你还要什么咒语 直接照请就行了 陈大忌闻言立即嘚瑟地喊道 天零零地零零 有人要做王八经 武昌兵马来助阵 给我上 随着咒语的完成 四周瞬间吹起阵阵阴风 半天中忽然破开一道口子 无数鬼叫声伴随着兵马的踏步声缓缓传来 这怪异的一幕看得正在打斗的三人停下了攻势 就在众人惊讶来了多少兵马时 陈大忌却忽然倒递不起 整个人的寿命正在疯狂流逝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冲了上前 手中的丹药不断地塞入他的口中 可依旧抵挡不了流逝的阳寿 与此同时的阴间 正在办公的苏侯爷却发现边上的生死部正在急速翻动 两分半过后赫然停在了九道沟村那一夜 记录陈大忌阳寿的字体正在急速消失 这一幕看得苏侯爷面色一惊 这祸害到底怎么回事 为了夺你老夫城隍都不做 刻意申请回到地府 结果你却赖上我 一气之下苏侯爷不惜消耗自身英德 毫不犹豫地将陈大忌的阳寿改为了250年 另一边的陈大忌刚要苏醒 就被飞动中的东西吸光了寿命 地府里的苏侯爷呆呆地看着生死不欲哭无泪 邵将军这是在干啥 就算是吃毒药也没这么快的速度 就当他再次准备出手时 察觉到不对的阴帅们纷纷感 众人纷纷放出英德加持在苏武德身上 此乃地府共同大事 岂能让苏侯爷一人耗损英德 牛头马面更是焦急地喊道 还要有劳七爷八爷上去查看一番 如此下去就算我等英德身后 也经不起邵将军的折腾 黑白无常文言立即化为黑烟版 过去地面上的陈大忌则不断在清醒和昏迷中切换 在反复折腾了18次后 宫中的传送门终于不再吸收他的阳寿 接着一阵战马的嘶鸣声响起 只见无数的武昌兵马 在九天煞同大将的带领下整齐走出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到拳行礼 九天煞同立即开口喊道 龙君安好 小天使在上 请恕末将甲昼在身不能行礼 不知道赵锦我等的法师在何处 须诛杀何方妖魔 一旁的新连山文言连忙恭敬地喊道 回禀大神 赵锦你们是邵将军 他正躺在地上喘气 说不定一回就隔片 闻听此言的九天煞同顿时一惊 邵将军 你为何如此狼狈 听到动静的陈大忌黄缓醒来 哎呀妈呀你们可算了 看到那个水猴子没 给安使劲削他 就是他伤我媳妇大嘴了 收到指令的九天煞同报贺一声 给我杀 杀的一声 武昌鬼兵斜带着黑云呼啸着发起冲锋 见此一幕的虐鬼非但没有惧怕 反倒不懈地嘲讽道 不过是一群稍微强大一些的阴魂吧 就算我真的败在你们这些阴魂手中 你们又能耐武和 大战一触即发 双发打得有来有回 长怀远见状拱手请示道 小先生为防止意外长某便下场帮忙了 九难点头同意后也甩出铜前剑施法 天雷神 地雷神 派上老军洞斥令 下界护法度众生 积极如律令 神雷将 轰的一声 半空中乌云汇举 紫色的神雷轰然落下 猎鬼被劈得全身煞气飘散 不到两分半的功夫 猎鬼就被武昌兵放出的阵魂所给抓住 随即被拉到众人眼前盘问 要挟以情 还请小天师 少将军发落 陈大记闻言笑嘻嘻地盯着九难 察觉到一股炙热的目光袭来 九难无奈一笑示意陈大记随意就行 得到许可后 陈大记屁颠颠地跑了上前 水猴子你在狂啊 让你打暗媳妇 板线给你一发童子尿呵呵 说着伸手就准备搭裤子 见此一幕的虐鬼怒骂一声 王八经 要是敢侮辱本皇子 保管你永坠九幽不得超生 虐鬼刚说完 黑白无常也正好从弟弟出现 暴脾气的黑无常顿时气愤不已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叛少将军永坠九幽 他要是死了 我们地府全体员工还有好日子过吗 黑无常说着便举起手中的哭丧棒就要打出 九难见诏连忙阻止道 接着便说出虐鬼的背景 随即表示这因果他一个人沾染就行 在听到九难说破自己身份后 虐鬼当即发出一阵怪笑 还不赶快放开本皇子 自己爬到我脚边乖乖受死 可还不等他说完 一个臭屁蛋迅速射入他的口中 接着陈大忌见嘻嘻的声音也一同传来 水猴子就你废话多 多尝尝鸡爷的臭屁蛋吧 而众人也是纷纷举起武器准备进攻 见此一幕的虐鬼当即怕了解 随即仰天发出一阵怪诫 尖锐的叫声响彻天际 九天煞同惊呼一声 快阻止他 他在求援 与此同时地荡山中也迅速传出两道叫声 见事情已然败露 九天煞同十分戒备地盯着天际 大家小心 陪上千年应得为其添加阳寿 只因陈大忌前身乃是祸害了天上地下的少将军 在得知是他使出的召请术后 武昌兵马用尽浑身解数将虐鬼给抓 怎料虐鬼忽然仰天发出一声尖叫 避荡山中镇守一方的太冯当即赶了过来 他的身后正站着专须大地另外两个子嗣 二人长相怪异犹如三岁儿童一般 世人充其为亡两鬼和小儿鬼 在张圣人的脸上笑着喊道 快点大声求我们 念在父皇的面子上 我俩一定出手救你 闻听此言的虐鬼爆喝一声 本皇子要是被他们打得魂飞破散 你们就等着面对三面的责罚吧 二鬼闻言面色一惊 就连九难也是惊讶无比 见到众人的神情过后 虐鬼放声大笑道 我父皇身为五弟之一 所生子四怎能都死绝化 三面他可是如父皇般永生不死的存在 被震慑的二鬼立即将矛头对准了九难 小子 石像就赶快放了他 我俩兄弟还能留你们真灵转世轮回 如若不然 竟敢对我家小先生如此不敬 该死 说吧二人一同杀出 黑白无常 新连山等一众鬼将纷纷祭出法器加入战斗 见此一幕的亡良鬼朝着太冯吼道 还不赶紧过来就等皇子 难不成忘记我父皇对你的恩情 太冯文言先是一愣 借着一脸年俊地朝着九难走来 还请两位将我家殿下归还 太冯感激不尽 九难听后也是还了一礼 晚辈话九难还请将军明鉴 此人作恶多端理应受到惩罚 就当太冯刚要开口应答时 一阵七彩霞光缓缓出现在他的眼中 这一幕看得他心中一惊 难怪大人会任由轻视观外出 那一脉的人真的出现了 此乃第九世 决定一切的仪式终于来了 就在太冯沉思之时 陈大忌一步跨出就准备发言 九难见状立即出手扶持 大忌你在一旁看着就行 就由我来向太冯将军讨教一番吧 深知之人一脉恐怖的太冯 立即摆出一副戒备的架势 既然先生不吝赐教 末将求之不得 九难听后迅速捏出一道静咒 天得以倾 地得以名 万剑绝 给我出 话音刚落 上万把飞剑迅速朝着太冯斩去 太冯见证心中不断琢磨道 智人皇族竟不用智人秘术 反倒用起了道法 看来这位殿下暂时还不想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 一想到这 太冯抬手一挥 空中的飞剑轰然爆裂化为积粉 先生 你的手段若只是如此而 那末将就要出手了 九难文言也不废话 手中法掘飞速流转 天火雷神 五方降雷 地火雷神 降妖除惊 顶无地命 积极如律令 天刚五雷咒 给我出 轰的一声 半空中乌云逆步雷霆翻涌 狂暴的地火迅速将太冯给封锁 九难提起铜钱剑对其意志 所有神雷立即朝着敌人呼啸而去 见此一幕的太冯纵身一跃 整个人不断穿梭在雷霆之间进行夺审 一旁的虐鬼也看出了太冯没有使出全力 气得立即破骂道 太冯 你不会真的以为天下大病 我父亲于微不再想要投靠到门吧 不要忘了当年是谁在你走投无路时帮助你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陈大忌便一记臭屁蛋射出 水猴子你还挺嚣张的 都成绩也接下球了还敢说话 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事了 苏着就提起大夏龙却杀了过去 这一幕看得太冯冷汗直梦 本不想与九难厮杀的他沉声说道 先生 末将得罪了 颜霸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九难重重的挥出一拳 在他认为九难已然觉醒力量后 这一拳用出了他八成力道 只求能一击将九难逼推后救出虐步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拳口 九难立即催动出身上的六丁六甲进行防护 此乒乓的一声 太冯的拳头封破壁照将九难一击打碎 这突如其来的重力使得九难如遭雷击 接着一股鲜血从他嘴角溢出 太冯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陈大忌见状当即怒骂一声便冲了上前 我靠 他抬手间就轰退了亡两鬼 赶伤我家小鲜生者都得死 尽管陈大忌和长怀远的速度已经很快 可半空中却有一道身影直接划破虚空 漆飞的虫洞逢挂于天 星红的鬼佛险现而出 赶伤我家哥哥 必须永坠阿鼻地狱 无面手握血色匕首迅速杀出 血佛也跟着一同砸落 见此一幕的长怀远和陈大忌纷纷停下脚步 惊狂状态下的无面会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唯有九难一人除外 幸亏他三岁儿童的身形躲过了这道刀芒 静止飞向身后的太坊 宫中的血佛也在这一刻猛地砸落 风的一声 大地被砸得四分五裂 太坊拼死开出一道步顿进行抵挡 强烈的余波还是震得几人气血不稳 广播神来的九难强忍痛意走了上前 无面见状轻声表示 哥哥你且退后 等小僧送这些畜生去佛前忏悔后再给你疗伤 九难摇头进行拒绝 这些存在都是觉醒于上部时期 千万不能轻敌 哥哥同你一起对付他们 闻听此言的众人也是纷纷站在九难身后准备攻击 而无心听后口中低难一句 上古来的人 难怪赶上了哥哥你 不过那又如何 今日小僧就将这些古魔全部凌迟 抵振天下妖戏 让所有存在者都知道 无论什么身份 只要赶上我家哥哥的 都得死 无面说吧大手一挥 天空瞬间化为血色 空中那轮黑洞也迅速转动着吸取四周的一切 都去佛前畅悔 无面说完便化作一道血光扑杀而去 有了先前的教训 几人纷纷使出全力进行反击 唐怀远淡然一笑 手中的蛟龙不断飞出 唐某不才愿为无面佛祖分担一二 九天煞同和黑白无常见状也一同加入战斗 几人各种杀招一一祭出打的天昏地暗 而无面和太冯却成了鲜明的队 一个巅狂无 一个稳如泰山 深知对手实力的九难暗叹一声 这样下去 无面必然会落败 唯有解开佛祖阵魔晶后才能扭转战局 一想到这 九难高喊一声 太冯将军得罪了 说罢就准备加入战局 可就在这时 一道忧远的叹息声打断了这一切 罢九难死了 被上古神将一拳震碎了五脏六腑 看着九难倒地不起口吐鲜血 小无心寸间变为鬼夫无面 天狂的无面抬手间变将一座山头给一瓶 太冯拼死开出 护盾进行抵挡 二人等昏天暗地 担心无面的九难手握铜钱剑 准备上前帮忙 可就在这时 一阵忧远的叹息声打断了这一切 紧接着一个身形勾搂的老者 缓缓从地底走出 小老儿见过诸位大人 九难几人文言纷纷到全环里 太冯也是恭敬地喊道 小子太冯见过鬼老大人 见众人态度缓和后 鬼老叹息一声 你们再这样闹下去 要是经着了普通人 那就不合规矩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虐鬼便立声喊道 太冯痴妹 你们几个废物 还不快点救出本皇子 听那个老鬼瞎说什么东西 太冯文言报和一声 皇子大人还请慎言 不可对这位大人不敬 明白用意的虐鬼当即 闭上了臭嘴 而鬼老则不断叹息着 还请诸位大人 看在小老儿的薄面上 暂且大兵如何 如今仙人永和 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等实在不该现实 若再打下去 定然会遭来横祸 鬼老沧桑的声音 敲得众人心头一震 长怀元等人 纷纷转头看向九难 感受到鬼老真挚的目光后 九难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切听从前辈的安排 小子无不从命 太冯则是感激地表示 小神拜谢大人解围 见事情圆满结束后 鬼老抱拳行礼后 便一步步走回了地位 小老儿便拜谢诸位大人 在送走鬼老后 九难便分负武昌兵马 放开了虐鬼 从获自由的虐鬼冷坑一声 便灰溜溜朝着地荡山中离去 见此一幕的沉大忌 不甘地吐槽道 老大 咱真把水猴子给放跑 我还想再做他一会 给俺媳妇出出气 算了下次抓到他 请他喝上一泡桐子尿 说罢便转头询问着鬼家 大将军 张天师他老人家 是咋认识咱的 而且还对俺这么好 九天煞同文言 忍不住大笑道 少将军 你和天师其实从未谋面 只是他老人家 买成信侯之后 所以最重视保护人民的将军 在求学时 听闻你的世界后 才感慨将军的忠诺 器官求到大成后 还特意在龙虎山 为少将军讲法 超度七七四十九日 并将你的一关种 一致法师笔目之地 在听到自己 和张天师的关系后 陈大记的意识 便陷入到一个 不满星光的世界 见此一幕的众人 心中一惊 难道是要彻底 觉醒太中之谜了吗 一想到这几人 心有灵犀的妄议 武昌兵马 便踏着虚空缓缓离去 长八夜则 驮着众人赶回了小院 再到了九道沟村外 陈大记猛的惊醒 接着一脸惶恐的询问道 新大哥有个是 咱不知道是真是假 新连山文言 一脸严肃的答道 少将军 您老人家 有啥不懂的随便问 这不还有小先生 和龙君吗 这话说得 陈大记小脸一红 俺听说上辈子 葬了自己的人 这辈子就得跟他搞对象 是不是有这一回事 几人文言当即 甘告无比 就连空中飞行的八夜 都差点跌落在地 呆愣片刻后 新连山严肃的说道 这就纯熟扯淡 根本就没有知识 随后两个祸害 便有一搭没一搭的 八卦了起来 半空中也缓缓凝聚出 一股雷云 见此一幕的长怀远 和九难立即抱拳 表示歉明 还请天师大人息怒 而长霸叶则是甩出蛇尾 给了陈大记一个大逼兜 见众人纷纷说起 再加上陈大记 已经受到了惩罚 半空中的雷云 这才缓缓散去 见危机已然解除 陈大记屁颠颠地喊道 老大我想咱爹了 俺先回家瞅瞅 你们慢慢走吧 说吧便跑没了影 可当九难几人走回去后 却听到陈大记正放声痛哭着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认为 是陈复出事了 就当他准备进屋查看之时 却被王浅月一把叫住 哥哥你回来了 再见到小浅月那扑上的大眼睛后 九难便知道家中没有发生大事 随即宠溺地摸了摸小浅月的脑袋 哥回来了 小月 大记他这是咋了 为啥哭得这么惨 难道是陈叔揍他了 小浅月微笑着递出一纸书信 我是把这个给大记哥看了 他才会哭的 九难文言瞄了一眼 新件上的内容 上方赫然写着 开学通知书几个大字 见此一幕的九难苦笑一声 而屋内听到动静的陈复 欣喜地跑了出来 孩子们都回来 没磕着碰着吧 九难文言微微一笑 傅叔您就放心吧 我们都挺好的 治您毛病的药也带回来 九难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 可陈复却看都没看 只是拉着众人一个个查看 有没有受伤后才放下心呢 都没啥一万书就放心了 小别独自你这是闹啥呀 老子好好的又没死 你哭个屁呀 陈大记文言风风唧唧地表示 老爹啊 后天就开学了 咱不想去啊 可还没等他说完 陈复就一击大臂都甩出 你干嘛地给老子滚 说吧便接过九难手中的玉瓶 朝着屋内走去 边走边喊道 小九啊 跟你几个婶子说说 今天别做饭了 书带大家去镇里下馆子去 而小浅月则是 打着大眼睛若有所思 接着便跟陈复一同访 回了屋内 复书 我给您倒水吃药 陈复文言一脸宠溺地说道 还是钱约乖 我们搁三个礼 你爹他是最有福气的 一说到这 陈复便回头看了看 傻了巴基的陈大记 脑子上辈子是造了啥腻 咋就生出了这么多玩意 一旁的赵飞轻声对着九难说道 话老大 我们回来的时候 奶奶说咱家这不方便修炼 他直接去了长大哥的万龙山里 还说你到家后也快点过去 他有事和你商量 九难文言便和长淮园等人赶了过去 万龙山是个人际罕至的险地 除了些抓野人生的猎人以外 基本没有村民会入过此 在长淮园的带领下 九难走进一处悠长的山洞中 洞内的石壁上攀爬着无数的小蛇 经过幽暗的洞穴过后 便来到一处灰暗之地 周围的花草树墓长得极其茂盛 一座威严的古堡屹立在场地的中央 龙婆和蚂蚁姥姥正站在屋外笑着迎接 而勇士简则是笑嘻嘻地喊道 小怪物咱们到家了 刚才怎么没把我放出来打架 抓到做你婆娘的坏蛋眉 就在陈大忌等人嬉戏之时 九难开口对着苦藤一族的祭祀 说明了情况 闻听此言的祭祀陷入了短暂的震惊中 两分档过后才回过神爱 我族当真已经灭亡了五千多年了 九难重重地点头回应 见场面有所冷淡 胡青山连忙接过话茬 不知贵不足今后有何打算 总不能一直待在小九一脉的信物里吧 虽然诸位现在看似跟正常人无疑 可毕竟已经是亡人了 长期接触不到外界阴气滋养 早晚会神魂枯尽消亡的 闻听此言的祭祀绝望地看着天空 伟大的仙祖 伟大的巫柱你们在哪里 一想到巫柱 祭祀立即带着族人齐齐磕头的 还请两位大人为我们这群可怜的移民纸条生路 他是修炼九千八百年的鬼仙蚂蚁狼 所过之处不仅吓得万千鬼怪跪拜臣服 更是被玉皇大帝提名为蚂蚁山鬼仙 前半生的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后半生却是为宝化酒难和苍生而活 在得知两主亡人跪求无助找寻一处居住地时 他和龙婆立即笑着答道 蚂蚁老姐姐如今已是一方鬼主 坐下拥有一处蚂蚁鬼活 你们要是不嫌弃 就先住在里面吧 至于平日里的血食 只要你们不伤及五仙家的小仔怎么便可 闻听此言的苦疼族人纷纷磕头败血 就当众人为此事高兴之时 鬼狱中先前被犬蜂一族迫害的鬼屋纷纷跑出 他们一边叩拜一边诉苦道 那群怪物害的我们家伙人亡 死刺不报 我等怨气不息 天地不容 还请鬼主怜悯 让我们长居鬼伯 直到报仇血混为止 闻听此言的蚂蚁老姥一脸心疼地点个头 这一幕看得村民们泪眼婆娑 只能不断磕头一表谢意 就当蚂蚁老姥准备出手将众鬼扶起时 一阵优美的乐曲缓缓从远处传出 雪氏带着光华娘娘一同而来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行李 雪氏憨笑地看着九娜 无头鬼将躬身开口道 经由北国千年鬼修蚂蚁 心思端正 修持善道 护卫一方安宁 光华娘娘感气慈悲 刻册封为血域鬼主正神 随着册封的完成 蚂蚁老姥的周身金光大放 整个人的气质也由此提升 做完这之后 光华娘娘便起叫回城 众人纷纷抱全恭送 九娜的耳边则响起一道温柔的声线 九儿 有时间记得回家看看 热大的府邸只有娘和你雪氏大叔二人 甚是冷清 闻听此言的九娜泪光闪闪 随即扑扶在地朝着光华腐败了三代 见此一幕的蚂蚁老姥心疼地将她扶起 接着便施展鬼国将亡人和鬼魂一一收入鬼国中 见事情已然结束 龙婆叹息一声 小九啊 老人家听后抬头眺望着远方 是咱们连累了松了 让他老人家不能够清修了 随即九娜便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一一告之后 众人便坐上八爷的后背赶了回去 可就当他们刚回到家后 刘掌柜的大飞驴便朝着小院冲了过来 见此一幕的陈大吉惊呼一声 我靠 驴哥你怎么来了 老驴闻言顿时一脸委屈地嚎叫着 众人看着飞驴生情并茂的表演 可却没搞懂其中的含义 陈大吉更是好奇地看着九娜 老大 驴哥是不是抽风了 我咋没看明白他要干啥 九娜也是一脸猛逼地看着对方 只有勇士俭不断点头回应着 他家主人先让人给揍了 然后又让人给抓了 这话说得陈大吉更加猛逼了 可不等他出声质疑 老驴就一口咬在他的龟壳上 接着将其一甩放在背上 向着远处跑去 见此一幕的九娜立即指挥者八爷追了上去 奶奶 姥姥 我和大吉他们一起过去看看 望着逐渐远去的背影 蚂蚁姥姥笑着调侃道 大妹子 你看大吉套上这龟壳像不像那龟孙子 二人相似一笑纷纷无奈地摇着脑袋 而另一边 众人一前一后地追了两分半后 便发现了前方有一群正在巡逻的鬼兵 领头的鬼兵见状立即大声通知道 将军 大事不好 有一头黑绿驼这个王八经朝着咱们这边赶 正在抓取千年身亡的皇朝文言 双手一抖 脚下的人身立即跑没了影 愤怒不已的皇朝当即抽刀斩灭了暴性的鬼兵 接着抬手招呼等 来两队人马将来犯之敌全部灭杀 收到指令的鬼兵立即提刀朝着陈大忌缓缓靠去 见此一幕的大忌连忙问等 驴哥 就是他们把刘大爷抓走了是吧 那还不赶紧干他 说话间 九难几人也赶了过来 再见到来人后 鬼兵们纷纷面色一惊 再看到小无心是更是吓得将手中的武器丢下跑路 然而九难的动作比他们更快 只见他抬手捏出一张福禄 三针幻光 流丹徘徊 我奉九天玄女 积极如律令 迷魂咒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四周顿时大雾弥漫 被雾气包裹的鬼兵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分不清东西南本 见此一幕的众人出手将前方的鬼兵一等 接着由九难出手将其吸入福音中准备给蚂蚁姥姥的鬼国提升实力 几人配合得仅然有序 就当九难准备朝前方查探情况时 就听见跑在最前方的长八爷惨叫一声 接着就见他从烟雾中盗飞而出 整个人直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焦急地喊道 老大 黄朝那个别独自来 八爷他答应了 没有傻 闻听此言的黄朝愤怒不已 早在九难使出迷魂咒时他便有所感 于是就带着一众心肃感过来 当他看到长八爷的身影时 想都没想就给对松的脑袋来了一拳 接着便有了先前的那一幕 见好朋友受伤后 勇士俭咆哮一声 小怪物你瞅着 我这就给你报仇去 说罢便要冲上前进行肉搏 九难见状立即出声阻止道 八爷在我心中一胸一腹 这个仇我亲自来报 就当九难准备动手之时 两道身影迅速从雾气中走出 接着抱拳行李道 不地之人见过小先生 不知先生来此所为何事 向来首礼节的九难抱拳还了一礼 以我是狄飞有 将军客请 今天前来是为了寻找扎指一脉的刘等贵 不知将军可否见过 见识过九难实力的黄潮连忙表示 黄某不满小先生 扎指将确实被我扣压了 指引我和他祖上有些恩怨 既然是先生的故人 那在下就先不做追究 说着便大手一本 手下的鬼兵缓缓排出一口漆黑的棺材 接着趁九难没注意之时 掌心拍出一道诡异的符印落在棺材上 我和他的恩怨日后再算也不迟 闻听此言的九难分负永世剑拍回棺材 随即便注意到不远处一株身亡正在不停逃窜 天生精通因素的九难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黄潮曾是第一个主动扶下千年冤红骨的狠人 吃了红骨后 虽然他的实力获得了增强 但也因此无法踏入地府转世轮回 每时每刻还要承受凌迟的痛苦 而这千年身亡不仅可以化解这刮骨之痛 扶下后更是能增强自身实力 一念至此 九难面带效益地询问道 许久未见将军 小子能否逃完水喝 听到这话的黄潮顿时一脸严谨地问道 先生莫非故意要坏我好事 见对方撕破脸 本就想给八爷报仇的九难一把抽出杀生战斗 小子正有此意 男孩只是摸了摸小和尚光溜溜的脑袋 却能吓得掌控万军的黄潮尿不湿都尿湿了 指引小和尚动不动就能变成试杀成性的鬼扶无灭 更是仅凭一本离手就能杀得万千鬼兵落荒而逃 而就在刚刚 化九难出手打乱了黄潮抓捕身亡的计划 可当黄潮提到准备报复之时 却见小无心一步跨出 那张可爱的小脸上布满了委屈 那摩阿弥陀佛 我家哥哥慈悲心肠 将军岂能对他刀兵相想 小僧恳请名受了凶刃 以免遭来佛祖震怒 这话说得黄潮一脸震惊 先前被鬼佛追打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 手中的刀刃也迅速收入翘中 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 见此一幕的九难差点笑出了声 接着伸手将小无心缓缓拉到身后 就当他刚要开口调侃时 鬼佛的恐惧 接着纵身一跃朝着人身扑去 见此情形 九难抬手就是一刀封锁了皇朝的走位 一旁的长八爷立即指挥起了众人 就是那小孩 大家出手帮小先生抓住他 随即便一个闪身冲了出去 早有准备的勇士剪奋力一条 那双大手拳拳到肉打的鬼兵屁股尿流 不到两分半的时间 整个战场上哀嚎连篇 鬼兵们捂着胸口和脑袋 口中不断喊着哑灭蝶等词汇 而皇朝则是匆忙地躲过九难一刀 便准备再次追击人身 这举动也引得陈大忌不满 只见他用力地朝着鼻子打出一拳 刷的一声 沾有纯阳之血的石子迅速打出 气急败坏的皇朝怒骂一声 该死的王八斤 你们找死 说罢一把举起战刀砍出一击 石子被一分为二 刀忙带着煞气息向大忌 却被勇士剪一拳风暴 缺得二人组一同气气发力 皇朝顿时被打得亮枪后退 可就在这时一阵刀锋 瞬间斩断他的双臂 还没等他叫出声 下一秒他的胸口又被刺出一道口子 皇朝从得浑身直打颤 陈大忌见状高兴不已再狂啊 再欺负我姥姥和刘大爷 这下胳膊没了 真是活该 听到这话的皇朝原本愤怒的情绪 瞬间平静 接着就见他大嘴一张 周边的鬼兵被他吸入了腹中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里 皇朝那受伤的身躯缓缓复原 就连手臂也重新长了出来 我靠这也行啊 陈大忌说着便一脸猥琐地躲在九难的身后 就在皇朝和九难再次动手时 正在抓捕人身的八爷直接扑了个空 尽管长八爷的速度很快 但是小人身却能直接钻入地底 眨眼间就能出现在十米外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十分疑惑 老大 你说这小东西是不是傻 咋不知道往远处跑 就一个劲的在咱眼前转圈圈 九难文言轻声回道 这宿竟应该有千年生娃不得不守护的东西 不远处的人身听后顿时惊恐万分 可当他想要再次钻入地底跑到自己牵挂的地方时 可法力耗尽的他努力了半天也无济于事 陈大忌见状开心的像个傻子 老大你快瞅瞅这小东西 太搞笑了 而九难则一边跟皇朝打斗一边回着陈大忌的问题 此时的皇朝内心中早已汗流加倍 这只人一脉真是恐怖 距离上次对战没隔多久时间 他就已经进不到如此地步 还有这缺德少女 本体竟然是个归底 如今现出原形 居然还有纯阳之血 再继续下去恐怕也是凶多吉省 一想到这 皇朝也顾不上身亡那边 接着迅速从怀中取出八杆阵气甩了出去 阴阳颠倒 五行不分 八鬼踏心 户主安宁 八鬼气给我出 刷的一声 四周顿时扬起一阵黑烟 九难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皇朝的身影便在烟雾中消失不见 勇士剑剑招摸着大脑袋疑惑不已 坏人这是跑了吗 小怪物 咱俩赶紧去把他家炖肉的东西抢过来 那玩意真的太香了 刚打架时我哈喇子都快流下来 闻听此言的九难无奈一笑 剑大哥 香味是那孩子散发出来的 他的本体是千年人身 眼见众人的目光都锁定在自己身上 人身娃的脸上布满了惊喜 思索片刻后就跪倒在地 不断地对着九难磕着头 那双大眼睛上布满了泪水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看向九难 而陈大忌则揉着脑袋询问道 老大 这小东西真是人身成精的吗 不是谁家的孩子主流 这话说的长八夜十分无奈 小别犊子 你仔细看看 谁家孩子大雪天光着脚丫子出来溜达 你再瞅瞅他被脏东西弄破的伤口流出来的是啥 陈大忌闻言定静一刻 人身娃的脚踝处正低落着白白的液体 被沾染到的地面生出了绿油油的植被 发现新大陆的陈大忌兴起不已 我靠 要是把这小东西抓回去 每天挤一点水出来给老奶吃 那奶奶能多过几十年了 这话也算说到了九难的心坎上 他想抓住生娃就是想为龙婆蓄秘 一念至此九难手节剑制准备进行抓 察觉不对的人生娃不断地磕头恳求 同时口中叽叽喳喳说着听不懂的话 永世简文言立即翻译道 话老大 小东西说他投降了 他自愿跟咱回去被做成药丸 不过他有个条件 他的大哥为了保护小东西 前几日快让坏人给打死 只要咱们能出手救救好大哥 不管能不能救我 他自己都不厚 事后就算是练丹炼药 他也愿意 见有人理解自己的意思 生娃连连点头回应 翻译道着 永世简不禁心生感慨 真是个讲义气的小公子 说爸便一脸求情地看着九难 一旁的众人也监视这副表情 这一幕看得九难哭笑不得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啥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生娃炼成丹药 只是取他三滴精华给奶奶炼制三生锁魂丹 九难说完后 身后的小无心缓缓冒出脑袋 那摩阿弥陀佛 众生结果 唯有哥哥可以补布 说着便伸手将生娃身上的伤口给俯平 感受到对方没有乐意 生娃对着无心露出一抹笑语 无心先是一愣 接着便开口介绍道 这是哥哥 生娃满脸疑惑不已 口中则尝试地喊着哥哥两个字 九难听后露出一抹笑容 小家伙你放心 哥哥不会伤害你 取你三滴精华后 我会让你在松老脚下扎根 享受他老人家的萌音 生娃茫然地点了点头 见交换你达成 九难轻声开口道 咱们一起去救你的恩人 小家伙高兴地点着脑袋 接着便在前方开心地带着路 跟在后头的九难看着四周的环境 越来越感觉事情不简单 此地的风水十分具有灵性 实属作为将军暗墓穴的好地方 众人走了两分半后 就刚好来到将军暗风水的阵眼上 小家伙抬手指了指洞穴 身处示意前方就到了 九难见状立即出声吩咐道 姐你和大忌在外头接应 我带着八爷还有明姑娘进去看看 永世前哈哈地点着脑袋 接着九难便放心地走进去 洞穴内清凉无比 但却没有一丝潮湿 姐人走了一小段后 就来得地底的最深处 不远处的空地上 正躺着一头奄奄一息的巨熊 此时她的身上正冒着耀眼的红光 显然不是活物 而是一头亡火人 这一幕看在九难眼中 却生起一股哀伤 红色的巨熊 再见到九难时也失忆了 待她观察一番后 神情激动地张了张口 那口型对应着两个字 少主 现此情形的九难忽然头疼欲裂 一幕幕的回忆仿佛 电影一般不断在她脑海中浮现 随即艰难地走了上前 浮游 是你吗 没想到化九难千年前的手下 竟是和共工并肩作战的浮游大将军 曾经在九难多次危机中出手相助 可如今第九世轮回里 二人再次见面已然是天人一方 看着身前奄奄一息的大雄 九难颤动地走了上前 浮游 是你吗 闻听此言的巨熊激动不已 可当她刚要起身表达 却忽然全身一阵 随即变化为点点星光消散一空 坚持了五千多年的古神浮游 居然在这关键时刻画红而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伸手抓去 可淡淡光运也只是在手心停留片刻 接着便眼前一飞跌倒在地 一旁的众人焦急忙慌地上前查探 人群中一个红色的巨熊须影 缓缓飘起 只见她张开大口朝着九难 突出一块古朴的大印 硬张上盘旋着五头巨龙 背部刻满了江山和红日 等九难再次睁眼时已经回到了小院中 一旁的众人都是紧张地盯着床上 见九难醒来 龙婆颤抖地伸手抚摸着 小九你终于醒了 你这一婚就是三天 可吓死奶奶了 伴随着众人一番关心过后 九难便赶忙劝说龙婆等人回屋休息 只有八爷和陈大忌泪眼婆娑地哭泣着 小先生你这几天是咋 吓得我吃不下睡不着 老大你是不知道 八爷这三天连口饭都没吃 整日都趴在你床下哭泣气的 闻听此言的九难十分感动 伸手轻轻拍了拍八爷表示安慰 接着便回想起昏迷前的记忆 当时红色巨熊吐出的骨玉 此刻被小浅约用绳子绑在了腰间 确认好一切过后 九难便感觉少了些什么 吴欣呢 吴欣怎么不见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笑嘻嘻地表示 老大 你昏迷后光头哥就到金光寺的大佛前 给你祈福去了 听到吴欣没事后 九难这才松了口气 对了 三叔呢 他去哪了 几天没见有点怪想他的 陈大忌听后流着口水表示 三叔上山打猎去 说等你醒了补身子用 九难文言便明白了一切 三叔应该是去浮游目的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王三正扛着猎枪来到了那个山洞 看着地面泛起了星光 王三也忍不住感慨道 当年地劫无凶战败陨落 浮游自枪殉主 没想到王魂受到重创下 六体无知一脉守护一世五千年的地印 不欠你大恩 如此忠义之事 不该沦为卑贱 说罢就见王三眉头紧皱地 从胳膊上抓出一团金色血块 接着将其抛制于空中 那团血肉犹如小太阳般照的山洞金碧辉煌 已无血肉献剂 逆转乾坤大道 浮游 魂归来袭 发音刚落 山洞中顿时音风呼啸 方圆百里的厉鬼都被金色血肉吸引而来 他们一个个面带贪婪地想要上前霸占 但畏惧至人帝王的威严只能在远处观望 王三冷眼注视着血肉的变化 片刻后发现没动静时 还早朝着地面一步 轰了一声 整座大山轰然颤抖 接着一口咬破指尖在空中写下一行金灿灿的圣旨 照令天下 诸神听之 金无知加成浮游命不该绝 刻射游剑反鬼 游鬼反荡 若有感染者 无必斩之 帝君 将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金色圣旨带着无尽威严沉入了地面 王三满面威严的踏空而起 目光直达九幽之体 此乃剑存在的界面 原本黑暗的地区 此刻被圣旨尽速照亮 只见一只恶剑正准备吞噬红色巨熊 感受到圣旨的召唤 古神浮游抬头接板地说道 帝君 王三点头回应 随即金色的光芒携带着浮游穿过九幽来到地面 落地之后 浮游便激动地想要开口 却被王三出声打断 融合吴的血肉 静养即可 太风已经现世 吴直虚拟护导 闻听此言的浮游立即明白自己的使命 深呼一口气后便依附在血肉之上 刷得一声肉团 迸发出无尽的吸力 周围被吸引来的孤魂力鬼立即被吞噬一空 两分半过后 看着石台上沉睡的巨熊 王三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随即一步跨出来到外面 手中轻轻下压用力 整个山洞便迅速沉入地底消失不见 做完这之后 王三刚准备离去便猛得一阵咳嗽 一抹金色血迹从他嘴角流出 与此同时 整个空中猛地暗沉了下来 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 帝君 您不该出手扰乱阴阳秩序 稳听此言的王三淡淡地回了一句 北阴 无作了又能如何 空中没有回答 只是一副画面呈现而出 刚刚圣旨撕破虚空 无数恶鬼倾泻而出 出面镇压的地府阴兵此刻已然死伤惨重 帝君 只是一瞬间 就有千余名音司差役殉职 其中神职在身者高达百人 另有数百十恶不赦之徒趁乱逃脱 这话说得王三沉默不语 片刻后才缓缓答复 一切因果尽归无身 你去吧 星空上叹息一声便没有动静 只留下王三一人在风雪中站立许久 一阵阵咳嗽从他身上传出 嘴角的血迹也多了些许 但一想到九奶奶微笑的样子 王三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小九应该醒 得赶紧回去看看 只要他能走到最后一步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而另一边的金光寺内 在北阴大帝刚刚现世时 小无星也跟着睁开了眼 那张小脸疑惑的皮固着 北阴大帝还有三叔 哎呀 哥哥醒来了 随即立即起身 对着身边的方丈攻身行御 佛祖保佑 哥哥终于涅槃归来 小僧心中牵挂 这就回去探寻一番 与此同时的小院中 九难几人坐在石桌上闲聊 马明阳正一脸疑惑的 看着正在抄作业的陈大忌 句子大人咱写完 就得开始练机关术了 上次你二话不说的 抢走我的秘宝龟壳 咱们可得好好练练了 地旁的小生娃 则是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切 就在几人说话的功夫 两位老人家 在缠如玉的搀扶下 走出了屋内 九难见状 方忙起身让座 龙婆笑着开口道 小九 今天是六月初八 后天你们就开学了 等到了七月十五那天 能放假 九难听后心中默算后 当天刚好是周日 奶奶 要是不补课就能放假 你们不用操心我的生日 到时候回不来 不时还有大忌 他们陪着 龙婆笑着摇了摇头 傻孩子 不只是你的生日 只有在七月十五那天 阴气最旺之时 把黑棺葬下去 等七七四十九天再挖出来 才能平安化解 老流头的秘书 否则强行开关 老家伙就算不死 也得丢了半条命 九难重重地点头回应 刘爷爷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您老多多休息 趁着这几天 我会炼制几颗丹药 给您和老婆 闻听此言的深娃 立即露出一副勇敢的神情 蚂蚁姥姥见证叹息一声 小九啊 你们的孝心 我和大妹子有数 不过这是以后可别再提了 说爸便再次带着龙婆 回到了蚂蚁山修炼 在送走两位老人家后 小院再次陷入了瓶颈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来到了开学的日子 几人在陈傅的招呼下 坐上那两五个圈的迪奥 便驶了出去 一来学校九难 便吸引了女生们的注意 好久没见 华班长好像更帅了 真羡慕徐芳草 不但长得漂亮成静 班长还这么喜欢他 等有时间我要去庙里好好拜拜 最近少蒋翠他们拜的白神就显灵活 他向白神许愿后 脸上雀斑就都没有了 女生们听后立即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 而九难等人也回到了 平淡的校园生活之中 可就这天的体育课上 九难独自一人在树底下看书 徐芳草却缓缓地靠了上前 班长 放假这些天你都做什么了 九难文言一脸甘然地表示 也没做什么 就是带着大忌赵飞他们在家干干活 复习下功课 你呢 徐芳草精心点头回应 我一直在家学习 就是前段时间讲催他们来找我一同信奉白神 还送了我这个东西 徐芳草说着就拿出了一块白色的骨 没想到冷酷无情的江楚地 背地里竟是个藤侄子的暖男 为了保护化九难身边的一切 他不惜用自身血肉为死去多日的浮游铸造身躯 更是一句话喝退了前来问责的北英大帝 可王三也应干涉过多英国导致自己受到反噬 那一滴滴金色血液缓缓从嘴角流出 可远在校园的九难却不知此事 此刻他正在操场上和斑花徐芳草聊着天 看着对方手中递出的白色骨头 九难愣在了原地 见此一幕的徐芳草缓缓开口道 这是蒋翠他们去白神那边欺求来的信物 那白骨在阳光下散出淡淡的飞起 九难见状开口表示 这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 交给我来处理吧 说着九难便从徐芳草手中接过了白骨 接着递出两个用平安符折成的签纸和 我随手弄的小玩意 你带在身上能保平安 还有一个是大忌托你带给李云的 在叮嘱完后九难便借口离开了这里 两分半过后 刚回到宿舍的九难就将事情告知了众人 神经大条的陈大忌当即询问道 老大 这是咋地了 学校闹脏东西了 可还不等九难开口 张超也递出一截白森森的骨头 今天也有人找我信奉吗 还给了这玩意 九难文言陷入了沉思之中 按理说学校可以说是阳气最重的地方之一 一般的脏东西可不敢轻易出现在这种地方 更不可能发展信徒什么 想了半天没有结果的九难在众人的打闹下缓缓睡去 眨眼间就来到了凌晨两点半 原本应该寂静的校园 此刻却变得无比喧嚣 小动物们的鸣叫 一阵阵风声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守在九难房前的小叔叔们立即有所感应 他们慌忙地看着对方 但却又不敢轻易将九难吵醒 片刻后 几条小蛇和小狐狸一同跑出 他们的眼中同样不满惊慌 几只小精灵咬牙准备坚守此地 而另一边的操场上 先前陈大鸡挖到海谷的地方却冒出了两个鬼影 二鬼发出一阵怪异的哀乐 那些持有白骨信奉白神的学生立即睁开了双眼 整个人犹如行尸走肉般朝着操场会聚 见此一幕的鬼影发出一阵怪叫 接着便带着人群朝着后山走去 两分半过后 他们便在一处山坡处停了下来 前方早有十多个恶鬼在这等待 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朵朵奇异的石花 恶鬼们纷纷为笼花朵跳起了诡异的舞蹈 领头的恶鬼低沉的喊道 献出你们肮脏的血液 换取老祖对你们这些罪人的救赎 说出你们卑微的愿望 老祖的怀抱能包容一切 话音刚落 学生们犹如着魔般各个面如喜色 接着便爬到石花前献出了自己的血滴 口中不断嘀咕着自己的愿望 随着血滴的汇入 恶鬼也心满意足地表示 白神会满足你们的愿望都回去了 只要心中有信仰 才能换取愿望的实现 收到指令的学生们浑浑噩噩地走了回去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太阳就从溪边缓缓升起 听着操场上高昂地跑操去 陈大记兴奋地拉开了寝室的大门 可门刚打开 为酒难首夜的小精灵们便跑了进来 小叔叔更是激动地爬上酒难肩头 口中叽叽喳喳地脚不停 听灵带意思的酒难眉头紧皱冷空一声 应该不太会 不然早就有同学发现了 此还不等酒难把话说完 一阵惊呼从后面的宿舍传出 快来人了 周英好像死了 等酒难几人赶到时 值班的老师已经焦急地指挥道 快点送他去医院 有部分冷静的学生立即提醒道 老师 上次镇上医院死人后 就再也没重新开过 文言的老师也愣在了原地 酒难见状凑了上街 老师我从小跟爷爷学过中医 让我给周英先看看 说吧便不等对方答应便测量起了周英的脉搏 脉入细丝搏动无力 就好像大出血过一样 可周英又没有外伤 怎么可能缺少这么多血量 难道是恶鬼稀释精血 一想到这酒难便掏出一粒 但要让赵飞用热水化开给周英服用 在配合他手中的金针双管齐下后 昏迷的周英闷哼一声悠悠转醒 老师见状当今抹了一把冷汗 话酒难 周英他究竟是怎么了 应该没事了 酒难听后笑着答道 老师放心吧 没事了 他可能是放假期间在家受过伤 气血有点虚空 刚才吃了我的药 躺个几天就快好了 就当二人对话之时 寝室内接二连三有学员晕倒 酒难如法炮制依依就醒 回到宿舍后酒难便开始做出了布局 他先是让勇士捡跑去后山查探情况 另外几人在学校探查其余学生的状况 与此同时的后山中 几只白衣恶鬼正坐在一个 身不见底的山洞中商量着计划 今天先把选中那三个人的愿望实现 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信奉白神就能心想事成 等这些家伙的鲜血只够让彼岸花盛开 火照之路就能贯穿阴阳两界 我们伟大的仙祖盘湖就能重灵大地 一说到这几个恶鬼纷纷发出圣人的笑声 那个想要变瘦的好说 我已经在他体内种下了吸魂咒 他的精气神都会被抽出来献祭盘湖大人 至于其他两人的愿望 其中有个被诅咒的小子叫做陈大忌 你们去把他处理掉 而另一边的万民窟中 小无心在长怀远的邀请下来到了此地 此时的古堡内传出阵阵凄厉的惨嚎 小家伙一脸担心地询问等 长大哥 贵府一片仙境 不知为何有这等惨绝之音 长怀远闻言苦笑一声 无心里有所不知 惨叫的家伙正是残害我等父母的试脑魔 那日秦回来后 虽日夜拷打 但依旧不能说出家父母魂魄的下落 无心听后小手可是口中恭敬地表示 我佛慈悲普度众生 既然拷打没用 长大哥你能不能带小僧琴去看看 或许佛法能使他弃恶从善 长怀远点头便在前方带路 不多时二人便来到是脑魔所关押的地区 此刻的他虽浑身是伤 但眼中的狠力却依旧不减 在见到二人后更是癫狂地笑着 想让道爷我说出你们死鬼爹娘的下落 除非尔等跪下求求我 你们怎么折磨道爷我 等我逃离后加倍奉还在你们死鬼爹娘的身上 小无心闻言反反开口劝说道 不喊无鸦回头示爱 施主何必执着 放下忠德解脱 说吧便开始念诵起了劝圣经 可是脑魔却油言不尽 口中更是叫嚣着 小和尚 你敢多管闲事 等道爷出去后定然吐你妙语满门 还有你口中的哥哥 道爷我脱困之时 定要将他错不扬灰 神魂永远封尽受我折磨 是脑魔越说越恶毒 可却忽略了前方气势正在暴涨的无心 小和尚只是说出了自己哥哥的名字 却害得修炼千年的邪修被凌翅处死 只因是脑魔竟当着无心的面威胁化久难 得知此事的鬼佛无面顿时显现而出 那心红的骨叉和血迹斑斑的指书 无依不下的是脑魔面色惨白 先前那嚣张的模样也当然无存 你是谁 当才的小和尚呢 快放我离开 我要回万龙山 然而无面则是冷笑一声 那摩阿弥陀佛 畜生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本作这就陪你一起勇坠阿比地狱 无面说着便提起那把血色鼻手 周深的煞气吹得衣服沙沙作响 面对着是脑魔的求饶 无面毫不犹豫地提刀挥坎 一时间 整个地牢响起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就当无面准备一刀终结了是脑魔时 长怀远迅速上前阻止 还请魔主看在小先生的面子上 暂息雷霆之怒 此人还不能神魂俱灭 见长怀远提到了酒呆 无面扭头冰朗地表示 鬼开 否则本作不建议动手屠龙 无面说罢便抬手准备斩下 可就在这时 他没心处的玉壁忽然发出一道金光 在光线的笼罩下 无心的身影缓缓浮现 那摩罗弥陀佛 哥哥慈悲 危机解除的是脑魔顿时虚脱的昏倒在地 长怀远松了口气后 便带着无心走了出去 小无心 我家几个兄弟想听你弘扬佛法 可以给我讲讲吗 闻听此言的无心想起九难先前的盯子 随即点了点头 几位哥哥有心向佛 小僧求之不得 一番琢磨过后 无心就开始给众人讲起了六道龙回经 片刻后众人各个皆有所得 可正在讲经的小无心却忽然眼前一黑 接着便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这里没有一丝色彩 四处都是一片灰白 无心警惕地查看着周边 哥哥你在哪 小僧一个人害怕 就在无心茫然之时 空间内忽然传出一道声响 那摩阿弥陀佛 老僧地藏见过无心佛祖 随着佛号的念出 原本昏暗的天空瞬间金光四溢 一个浑身散发着金光的老僧缓缓走出 见到本门大僧 小无心激动的一张小脸通红 小僧无心拜见地藏菩萨 菩萨慈悲 地藏菩萨闻言笑着开口道 如今天地诺法 你是唯一一个在世间行走的佛陀 曼珠沙华之子的事情 只能拜托佛祖 曼珠沙华乃是佛家对彼岸花的称呼 相传曾经有两尊灵物 花妖曼珠和叶妖沙华 他们守护了几千年的彼岸花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面 他们疯狂思念彼此 终有一日违反的旨意 偷偷见了一次 那一年的彼岸花开得格外耀眼美丽 然而也因这次见面违反了天庭 天庭降下惩罚 给他们下了狠毒无比的诅咒 让他们定为一株珠花薄和叶子 只是这花到了开季不见夜 夜生不见花 生生世世永不相见 曼珠沙华的执念不断累积 最后居然依附在一朵彼岸花上凝结成了果实 这就是地藏菩萨口中的曼珠沙华之子了 此珠因爱而生 以滔天恨意凝结 一旦出世定然是大凶之物 心善的地藏菩萨一直将这珠花蕾带在身边 可前段时间居然被脱困的犬风恶鬼给偷走 如今以人血灌溉助他怨念增长 从而唤醒他们一族的老祖盘护 听完这一段故事后 小无心重重地点头回应 菩萨放心 小僧一定请哥哥帮忙 将曼珠沙华之子请回到您身边 闻听此言的地藏菩萨先是一愣 在看到小无心没心处的玉壁后就明白了一切 那摩阿弥陀佛 如此大善意 说罢便取出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此乃老僧自己传课 平日里超度众生时念诵的经文 即日赠予佛祖 愿佛祖万事以天下众生为念 切莫过于执着 小无心接过之后便回到了常家祖地 早已等待的众人纷纷上前询问情况 无心将刚刚的状况一一讲出 常怀远听后面色凝重地表示 能让地藏菩萨亲口嘱托的是 看来彼岸花之子定然非同寻常 此等大事还需尽快禀告小先生 这话说得常八爷立即请鹰去学校报信 在准备了两分半过后 常八爷便化为蛇身飞了出去 为了避免惊世骇俗 常八爷选择翻山越岭走人烟稀少的地方 可走着走着便发觉山谷中散发着丝丝凉意 胆小的他的顿时将自己的身形隐蔽了几个 没过一会一个愿毒的声音从大雾深处传出 呵呵 光华俗是吧 本将军找的就是你们 话音刚落 黄朝的身影便从雾中走出 见此一幕的常八爷立即向后退去 接着口中不断敌不倒 天地有神灵 神灵化清风 清风无踪迹 送我万里行 以小先生之名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常八爷以每秒2.5千米的速度急迟而去 黄朝见状怒骂一声 孽树受死 弟兄们跟我追 而刚飞到空中的八爷却被一艘大船给追上 来人正是范菊和徐福 范菊一脸淡然地表示 常家仙多日不见可以向安 八爷听后怒吓一声 直接飘移甩尾逃了出去 空中一船一舌展开了追逐 可徐福的大船更胜一筹 就当他即将被追上之时 八爷发现下方雪地中猫着一个身影 待他仔细一看 这不是小简吗 见此一幕的八爷立即摆动蛇尾将勇士简卷起甩出 还在愣神的小简便听到八爷的叫声 小简给我干他 这些都不是好人 反应过来的勇士简当机挥拳打出 见此一幕的徐福立即放出狮从敌等 而八爷则是对地面的黄巢发起攻势 粗壮的蛇尾猛地砸向地面 轰的一声 地面被砸出一道深坑 而徐福和黄巢则不断派前小兵进行攻击 几人打得昏天暗地 拥有无垢质体的小简全权倒肉 打着徐福这边溃不成军 而继承八藤一脉的长八爷也是越战越远 见黄巢和徐福二人被打得很艰辛 范菊大手一抬 二十二打黑气朝天一致 阿门纵横 五行逆转 四方战将 给我出 在范菊说完后 只见天地间位置变色 四口棺材从天而降 磅礴的杀气瞬间席卷整个战场 见此一幕的长八爷立即带着勇士简向后倒翠 小蒋坏人好像让咱打几眼了 咱们先撤吧 闻听此言的勇士简配合的喊道 那啥的 范大爷我忽然饿 咱们改天再打吧 这话说的范菊都气笑了 数字可恶 你当老夫是在和你们玩闹吗 说爸便抬手放出了棺材中的人物 只见四具高大的情人战友往往飘起 记着纵身一跃朝着二人扑杀而去 而口中的徐福早已惊讶地何不拢嘴 白起 王姐 蒙田 张涵 这四位大将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范菊闻言大笑一声 师弟好眼力 他们正是老夫取四大战将的海谷炼制成的 本想留着对付白起那次的 怎奈这两次楼翼如我太深 说爸便一脸冰蝗地看着八爷二人 等死在老夫最后的所段下 你俩应该含笑走全了 长八爷用性命召唤龙身对战邪修 却对范菊用秘书变换的白起尸还给击退 就在八爷即将被斩杀之时 勇士俭拼死将八爷丢出战场 这次你先走 我来拖住这几个凶狠的恶魔 在八爷震惊的目光中 他沉重的身躯瞬间被甩出千米开外 而勇士俭则则是霸气的咆哮一声 范菊见状当即抛出一块兵斧指挥道 外敌就在眼前 四位将军还不合力击杀更待何时 师将们闻言当即踏步走了上前 那一双双眼中闪烁着星红的血光 而另一边被丢出去的长八爷 在飞了2500公里后 才从空中跌落了下 看着周围陌生的场景 长八爷泪眼汪汪地吐槽道 小姐你是不是傻 把咱丢这么远还怎么回去找人救你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先前那块巴射老祖的头骨便带着他往地下钻去 见此一幕的八爷惊呼道 老祖宗别闹了 咱还得赶回家找人救小姐 可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毫无作用 整个身躯被拖入了地底之中 而另一边的酒难几人还在过着校园生 一觉醒来的陈大忌立即感受到了一股使逸 哎呀我靠 咱要拉戏了 好啊 我先冲了 你会记得给咱送纸来 匆忙间陈大忌毫无顾忌地旁奔着 却没注意到脚下跟踪着的鬼爪 就当他坐在马桶上唱爽之时 屋内的灯光忽然发出一阵闪烁 接着一只鬼手缓缓从马桶内升起 感受到不对的陈大忌立即舒服地叫了一声 随即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传出 另一道痛呼声音紧跟着响起 迷惑得大忌好奇地查看着四周 而地下被派来实现信徒愿望的恶鬼 此刻正抓着手臂痛呼 怎么会这样 我一个堂堂千年的恶灵 竟然被一个普通人给侮辱 恶鬼本想再次上前弄死陈大忌 可当他发觉四周的阳气越来越胜后 便打退了堂 没过一会赵飞便接替张超前来送指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丝毫没有注意脚下冒出的阴气 先前跟常怀远学了一招两世的赵飞 立即察觉到了不对 随即开口吩咐道 小鸡先别动 这附近好像有脏东西 就在二人停住的瞬间 地下的鬼屋立即将阴气凝聚成 冰块试图摔死陈大忌 一群小鼠鼠迅速冒出 他们将冰块抬放到路边 接着跑到大忌的脚底下叫个不停 神经大桃的陈大忌连忙掏出一包 蜡条递了上去 兄弟们辛苦 咱们各忙各地去 闻听此言的小老鼠顿时焦急不已 他们抬手一边比划着地上 一边伴着鬼脸给二人提示 这一幕看得赵飞有所感悟 哥们几个 你是说这地下有鬼吗 小精灵剑有人明白后连忙点头回应 随即便指挥着队伍跑向了远方 而地下的鬼屋见状下得落荒而逃 看着不断远去的小老鼠 陈大忌刚想说话 便被赵飞给拉着走回了寝室 这事有蹊跷 得赶紧告诉话老大去 两分半过后 二人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告知了九难 得到消息的九难当即掏出罗盘算了钱 奔竹茫茫 我风斥令 竹立碧荒 如敢有为 画骨飞扬 寻鬼术 给我出 话音刚落就见罗盘上的指针疯狂转动 可却没有半分停下来的意思 这一幕看得九难面色一惊 怎么会这样 无奈之下 九难只能收了法术并无沉思 琢磨了两分半后九难也没明白 以他现在的道行 竟然找不到想害陈大忌的恶果 要么恶鬼是个专业的刺客 但是怎么会用出丢冰块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要么就是道行在他之上 可只要是准教主实力的恶鬼出现在北国大地 黑妈妈和胡三太爷这等大能力马会有感知 一念至此 九难便吩咐众人多保护着点陈大忌 随即便组织众人前往操场跑操 可当老师感到之时 九难的阴阳眼便察觉到 他的身上附着一只鬼物 就当正琢磨着如何去鬼时 老师便开口吩咐了 话九难你跟老师到这边来一下有事情和你说 九难文言一边点头应答着 一边悄悄地示意张超 照顾好同学 别让我失望 张超给了个放心的眼神 小先生还请小心 但脏东西可不一般 尽量带他去操场最东南锦 那边我埋了四具战师 敢欺负到咱们头上 必须让他有来无悔 九难轻轻点头后便跨步离去 计划按照指定的进行 九难将老师带来东南角后便开口询问道 老师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此刻附身在老师身上的恶鬼 正承受着学校的正气灼烧 就当他刚要动手的时候 一股寒意忽然从灵魂深处涌出 仿佛一旦害人后死的就是自己 就在他犹豫之间 九难率先动手 抬手间使出擒拿手将其镇压 同时还一脸淡然地表示 老师您怎么不说话呢 恶鬼文言顿时惊讶无比 你居然是修行者 说话便迅速从肉身脱离而出 小子 本想给你种下气要鸳鸯 让你牡丹花吓死 如今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可怪不得本作了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另一头的张超爽年法爵 召唤出了四头战尸 僵尸扫尸一眼后 咆哮地抓住恶鬼一顿抓影 接二连三的意外 让恶鬼已经意识到了不对 随即便奋力冲出包围圈逃窜而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微微一笑 手节剑之口中急速念诵道 因执念而通灵 因心而动 因血而活 往复循环 生生不息 服剑诀 给我出 刷的一声 只见一道剑光迅速从九难指尖飞出 松力的剑身瞬间斩下恶鬼一块血肉 张超剑状便明白了九难的用意 随即驱使着战士装无作样的追击 两分半步后便让战士将肉块揉成黑气交给九难 而九难也将黑气融入符咒拍向了老师 呵呵扬扬 日出东方 积极如绿令 伴随着咒语的加持下 老师也缓缓醒来 话九难我怎么会在这里 九难文言一脸惊讶地回道 老师不是您叫我过来的吗 二人之间的对话使得老师一阵茫然 随即便拍着脑袋嘀咕道 可能是齐猛吧 现在还有点迷迷糊糊 你先带同学们跑步吧 老师先回去先回 九难点头回应后便跑了回去 在应付完同学过后 九难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寝室中 接着拿出符咒将其点燃放入水盆里 天法清清 地法凌零 阴阳法静 真形素线 积极如绿令 发音刚落 水盆中便显现出了恶鬼的模样 以及他所在的地 在盯着画面查看了两分半后 一旁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老大这不是咱们第一次见鬼的那个山洞吗 咋有新鬼搬进去 少年只是触摸了下赵妖精的镜面 却能吓得五星上将 陈大忌尿不湿都尿湿了 只因镜面中显现出恶鬼没有脸皮的样子 更是躲藏在曾经人皮灯笼所在的山洞中 被吓一跳的陈大忌顿时惊呼道 老大 这不是咱们第一次见鬼的那个地方吗 怎么又有新鬼住进去 闻听此言的众人也是一惊 当初古娃几人被鬼物绑去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 一想到这 九难立即使出御剑术带着众人赶往了学校后山 两分半过后 三人纵身一跃跳入了洞口之中 可没有丝毫法力的陈大忌摔了个狗尸屎 哎呀妈呀 疼死郑 看着连连惨嚎的陈大忌 九难无奈地摇了摇头 熟悉地形的他当即开口表示 只要他们堵在这里 洞内的恶鬼就相当于瓮中之鳖 他们只需再次等待就行 与此同时 地洞中的破庙里 一群恶鬼正聚集一起琢磨着对策 在九难三人到来之时 他们就已然察觉 可当他们想跑路时却被堵死在里面 有这等速度之人也应称出来人的道行很高 正在矛盾的恶鬼们惶恐不安 领头的犬灵思索片刻 便举起匕首对自己心口来了一刀 借着挖出一颗魂珠 精英剔透的珠子在昏暗的地洞发出一阵血光 鬼屋们见状纷纷磕头高喊道 我等见过祖母 祖母慈悲 犬灵顿时难过地表示 祖母您若是再不行了 我犬风就真的灭亡了 可恨那专序不顾殷亲之情 将我族镇压在地荡山奴役五千多年 如今我等好不容易逃出升天 又派人前来追杀 祖母您要给我们做主啊 听着恶鬼们续情假意地哭诉 魂珠里发出一声叹息 只见一道温婉大气的魂体缓缓凝聚 一朵朵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 此人正是上古十七下架 给庞虎的地库之女 基初 当年他为了完成地库的承诺 毅然决然地下架 给狗头老祖庞虎 婚后本想向父教子 可狗头就是狗头 王子也心不知礼数 出于对人族的怨恨 和自己形象的自卑 庞虎老祖用秘术使他们的后代 生男为狗 生女为人 并且世代奴役族中女子 而狗头们只顾着淫乱烧杀 掠夺周边的人族百姓 委屈无比地基初 趁着盘虎喝醉之际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即便如此 盘虎却用邪术将他红破 凝结成了这颗魂珠 专须大帝得知 这事后大发雷霆 率领万军击杀狗头盘虎后 将犬峰全族镇压在地荡山下 看着眼前不断恳求的白衣乐队 为了求基初相助 他们七七发誓要改过自新 重新找个地方延续乡 并且隐瞒了偷取 彼岸发复活老祖之事 闻听此言的基初面色复杂不已 虽然他们凶满无知 但他终归是这些人的祖母 随着一声叹息落下 希望尔等能够说到做到 我就帮犬峰最后一次 但这次过后 你们要打破魂珠 放我彻底消散于这天地间 本宫无言面对父皇 面对列祖列宗 见目的达到的恶鬼们 立即拍起了马屁 纷纷表示一定改过自新 听多了废话的基初 轻轻一挥一袖 地面瞬间出现一道裂缝 勾取 记得你们说过的话 感觉到鬼屋气息消散后 便进入庙中茶套 一番找寻后也是没有结果 陈大忌则是骂骂咧咧嘀咕着 这他妈的跑得真快 咱们都堵在门口 他们咋还能跑 不会是钻地里去了 九难听后摇了摇头 这座山下都是无穷的地步 只是被龙脉分支封住不能喷发 别说是恶果 就算鬼才或鹰帅 也不敢轻易从这里回到阴阳界 无奈的众人只能再次赶回学校 与此同时 埃劳山深处的冰王谷中 虚浮的战船上正挑荡在空中 尽管外头风雪交架 但船上却温暖如春 应个艳雨 童男童女不断扭动着身躯献媚 而勇士俭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昏迷不醒 范居则是喜气洋洋地询问道 二位 你们看老夫炼制的四方战将如何 道行最低微的皇朝立即拍起了马屁 范丞相这四方战将随意出来一个皇某都不是对手 若是四方全出 怕是只有内葬了半个天下的青士官才可匹敌 闻听此言的范居满意地点了点头 黄将军过奖 青士官大人的实力老夫就算自问有些本理 也不敢与他相提并论 可如今有了志无教之体 老夫就可以练制五行战将 届时就算不敌青士官大人 咱自保也无忧 范居说着便换出了早已备好的练制工具 一尊超大的青铜炉顶 勇士俭在迷糊中被丢入其中 随即就见范居大手一挥 一道火焰迅速灼烧着炉顶 做完这之后 范居甩出一张令牌口中念念有词的喊道 八门纵横 五行逆转 四方战将 助我练魂 伴随着咒语的结束 范居便放心地转身离去 而炉顶中的勇士简也被滚烫的铜水给惊醒 红枝不断地融入他的铁内 直到布满五脏六腑成为钢筋铁 两分半过后 他的周身便被胶筑成了个大惊人 那股专心刺骨的疼痛使得他惨叫连连 完蛋了 坏人这是把咱做成盘子机了 就当他即将被疼婚之时 耳边忽然传出一阵金歌铁马的声音 随即他的魂魄便被拉进一处远古战场中 这里狼烟四起 残破的盔甲和尸体随处可见 正当勇士简疑惑的时候 三个模糊的身影迅速来到他的身前 王简 王田 张涵 见此一幕的勇士简率先开口道 我是苦藤部落第二勇士 简无丧 你们是谁 而王简三人的魂魄早已转世 出现在此地只不过是残骸中的一丝真灵 只因不满饭居的利用 所以等待有缘人来帮他们报仇 随即几人自顾自地将一切内容给讲述而出 借着一脸愤恨的嘱咐 我等将这事杀气禁术传给你 祝你神志不失 记得找个机会灭杀饭居内斯 给我们出了被他挖掘坟墓的恶气 说罢便化为三道金光融入了勇士简的体内 瞬间一股清凉席卷了他的全身 原本的灼烧和刺痛感也当然无存 心中更是记得网解三人的情 就等着饭居开炉直接一拳给他分散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长八爷则不断劝缩道 老祖宗 咱真的不能再往下钻了 再下去就是黄泉了 可叫喊声依旧没有用 没过一会 八舌的头骨便将他带到一处暗无天日的地穴之中 本就胆小的八爷此刻直接吓破了他 但经过一番思索过后 他便强行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老祖宗啊 这要命的时候您咋又睡着了 好歹带着俺挖到地府去 至少那还有点熟人 一提到地府 八爷立即想到了自己也会点赵井树 只要召唤点熟人把他带回地面即可 一念至此 长八爷立即掐出法掘 七星五雷户两边 六甲神将到宫前 小先生有指 今日当差速速前来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整个地穴中瞬间阴风四起 浓浓的黑烟不断翻滚着 两分半过后 雾气中缓缓走出一道冒着红光的身影 小蛇蛇第一次驶出到家的井神树 却将上古师兄之一的大天狗 从阴间请来帮忙 这场面经得长八爷不知所措 就连修炼千年的凶神也极其猛逼 就在二人对视之时 先前跟天狗一起被整治的绣花鞋也缓缓走出 罗家见过八爷 八爷安康 这两人在陈大祭的机缘下 由怨鬼变为上 三人一顿寒暄过后 大天狗便进入了主题 不知哪个没长眼的惹到八爷 本神这就过去灭了他全家 连条鸡都不给他留 这话说的长八爷一阵尴尬 狗哥 俺只是迷路了 想让你们给我带带路 应该不会揍我吧 二人文言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 接着就见大天狗抬爪在地上 划出一道法阵 随即狗嘴一阵嚎叫 四周的飞气瞬间朝着阵法巨路 又朝着四周不断探寻 两分半过后 天狗猛逼地晃了晃脑脑袋 任凭他怎么操作 都无法离开这个特殊空间 一连失败两次半的天狗愤怒不已 只见他咆哮一声献出了本体 那张巨爪 猛地朝地面拍出一掌 冰的一声 二者犹如铁器碰撞一般擦出了火花 然而看似松软的土地 不但连个坑都没被砸出 大天狗反倒被震断一只狗爪 见此一幕的几人惊讶不已 绣花鞋则是一脸担忧地询问的 你没事吧 这话说的天狗一阵柔情 随后一脸霸气地表示 本作可是上古凶神 向来只有别人怕我 哪有我恕人家的道理 八爷 乃是一个不知名的生物强行打穿的 又走了二十五米后 大天狗的鼻子猛地一吸 随即伸出狗爪疯狂地朝地面跑去 不多是一块巨大的鳞片便显现而出 一股臭味也跟着迸发而来 长八爷见状小心翼翼地问道 狗哥 这是啥玩意 咋这么臭啊 大天狗一脸忌惮地挥了挥爪 八爷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咱们这次是遇到大麻烦了 这里的主人应该是银尸 此乃上古一种 体如地龙 存于久悠之下 以尸体为食 鬼神皆不能尽其身 喜欢把各种动物身上最坚硬的东西都排放在一起 而这里的东西也是天下修行者梦寐以求的炼宝材料 闻听此言的八爷顿时欲不无泪 老祖 您一片好意咱都明白 可在营尸地把巴里找宝贝 只怕是有命赚 没命花呀 这下连累狗哥和小白了 二人文言皆是一脸淡然 八爷无需自责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此次也许是您带给我和小白的机缘 听了两人的话 八爷心中打气道 一会要是有危险 纵使拼了老命也得护着他俩 与此同时龙婆的小院中 常迈着轻快的步子前来探门 开门的王浅月一脸笑意地迎接着 怀远叔您来了 正好可以一起吃饭 是我亲手做的 常怀远微微一笑 小月乖 叔叔一会一定多吃点 听到动静的臣妇连忙出门迎接 老神仙来了 要不要来跟华子 几人有说有笑地走入屋内 待大伙都聚集后 常怀远一货地问道 为何不见我家八弟 闻听此言的臣妇一脸懵逼 八爷他昨天不是说回你们家了 无心他们两个小家伙后来也去了 咋地 没见到吗 闻听此言的常怀远心中一惊 按照小八的速度 给小先生送信后早就该回来了 为了避免众人担心 常怀远深吸了口气 脸上从容不迫地喝着茶 无心他们在我那小住了几日 八弟一早就出门离开了 想来是路上贪玩了 又闲聊了一会后 常怀远便找了个理由起身离去 走出小院后 看见陈大忌正躺在椅子上吃辣条 常怀远轻声咳嗽事以后 反应过来的大忌笑嘻嘻地招呼道 常大哥你咋来了 要不要来点辣条 常怀远摇头拒绝后便焦急地问道 大忌 小先生他在哪 常某找他有事禀告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黑黑一笑 老大估计正在和徐芳草在后操场搞对象了 常大哥你在宿舍等着 俺去帮你喊去 说着便扭着大屁股转身就跑 片刻后 九难便跟着大忌一头回到了宿舍 他本来和张超在后山寻找着勇士简的身影 可找了两个半小时依然一无所获 正好还是撞见了陈大忌 看着气喘吁吁的九难 常怀远三言两语说完了事情 九难听后面色一惊 一旁的大忌则是挠着脑袋交集不移 八爷跑丢了 小简也没了 老大你说他脸是不是想奶奶跑去蚂蚁山了 九难摇头否认了 以八爷的性格就算想去蚂蚁山 也会提前来给我们报信 一说到这 九难立即取出一张符咒点蓝 假以洋人一更音 秉鑫童子阿来清 派人查雾 给我寻 话音刚录 只见符咒的指挥没有向四周起飞 而是在原地形成一道小龙卷风 见此一幕的九难眉头紧皱 居然找不到 接着又盘坐在床上掐算指觉进行推演 片刻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算到他们目前都平安无事 但却找不到具体位置 接下来的几天内 山林中的小动物们都特别活跃 他们纷纷翻身越岭找寻二人的踪迹 三天后的夜 五大仙家七七出现在九难宿舍 看着众人脸上的凝重 九难已然猜到了结果 可依旧忍不住询问道 还是没有八爷和小姐的消息吗 仙家们缓缓低下了脑袋 我等无能还请小先生责罚 见此一幕的九难连忙抱拳行李道 几位前辈你们辛苦 心急如焚的陈大忌都快哭了 还找不到八爷他们 这可咋办了 小姐还能自己打猎 可八爷连个蛤蟆都打不过 时间长了还不得饿死了 咱不管了 摇人继续找 说着便对弟弟开口道 咱就数三个数 下面的麻溜上来 不然基爷我可就下去 这次过去就是常住 打死都不上来 陈大忌死了 死在了自己手上 为了找出长八爷和永世俭的位置 他不惜用姓名威胁地府官员 得知此事的鬼差们纷纷从阴间赶来阻止 少将军冷静 您可不能冲动 不就是找人吗 交给我们就行了 陈大忌文言骂骂咧咧地吐槽道 早干啥去了 不行今天必须死一个给你们看看 一旁的九难见状无奈地开口道 大忌乖 别闹了 咱们自家的事情麻烦鬼差大人 已经失利了 鬼差听后恭敬地行了一礼 名老客气 小鬼拜谢名老体恤 就在几人说话的功夫 新连山带着一众奇葩的鬼物 黄黄赶来 他们各个穿着怪异 破不破血破盔甲 也是陈大忌在阴阳界中的流氓军团 见此一幕的九难尴尬地俯着额头 随后便开口吩咐道 几位大哥出动全体族人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八爷他们 依我分析 整个北国能威胁八爷和解的修行者 只有 还不等九难说完 灰老六便气愤地喊道 只有范君那个老匹夫 我们几个这就去找他要个说法 其余四仙家也跟着一同复合 九难见状连忙开口阻拦道 几位老哥且慢 除了范丞相 还有一脉能威胁到八爷他俩 就是地荡山的那几位 一听到弟弟的情报 长怀远便冷静了下来 小先生 您的意思是小八人的失踪 有可能是地荡山所为 身上的气势也跟着怒气不断攀升 阵阵龙铃声不断传出 然而九难却摇头表示否认 咱们得去地荡山找麻烦 其一是他们没看住犬风恶 才使得彼岸花之子降临人间 我和胡前辈联手都推算不出八爷他俩的位置 那么一般人也自然推演不出 既然如此 那就彻底将事情闹大 到时候自然会有大门出面调解 帮咱们到他巴爷他们 而且饭居几人居无定所 即便是他抓住了八爷 咱们也找寻不到 还不如去地荡山闹一会 我正好公报私仇 故意冤枉虐鬼他们 九难说着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众人文言也跟着心领神会的笑了起 陈大忌更是不要脸的贴了上前 哥哥好坏哦 我好喜欢 接下来的时间 九难将要做的布局一一分配好 闲散惯了的流氓军团不要命的发起冲锋 如此大的动静早就引起了鬼兵们的注意 收到消息的虐鬼怒极反笑道 不知死活的孤魂野鬼 仇人见面分了眼 隔着两里半远的距离 陈大忌就已经破口大骂了 我靠 水猴子在家呀 赶紧过来让姬爷抽你大逼兜 咱是来收债的 文听此言的虐鬼先是一愣 只因他低面没认出陈大忌 先前的乌龟客早已被他退去 此刻二五仔的样貌更是欠揍 虐鬼气愤的吼道 王八斤 怎么又是你 上次咱们之间只是误会 还讨什么债呀 实相的赶紧给我滚 别以为本皇子好欺负 这话说的陈大忌火冒三丈 你猜王八斤呢 你全家都是王八 水猴子 今天基业我不揍死你 说爸便准备拿起武器上前对拼 可当他刚跑出两米半后 便发觉自己打不过虐 随即便当着重鬼兵的面 捂着头往回跑去 哎呀妈呀 咋还闹肚子了 水猴子有种就别跑 等咱拉完了再回来揍你 知道陈大忌要性的流氓军团 纷纷大笑道 少将军 您老人家放心大胆 去吧 我们帮您看着水猴子 拉完记得回来打架 被识破的陈大忌老脸一红 随即便跑到灰老六的身边 六哥 俺打不过水猴子 你去帮咱抓住他行步 回去给给你安排十箱干脆面 二十箱辣条 闻听此言的灰老六笑着回应道 咋地 小别犊子你这么快就拉好 这话说的陈大忌更加不好意思 六哥你别闹 咱别回去 下次一起拉还不行呢 见陈大忌认识 灰老六转身朝着九难抱拳道 老六我愿当先锋 还望小先生成全 深知虐鬼厉害的九难转头 看向了黄左 精灵的黄左心领神会道 少将军 老头子要是也出手帮忙有赏赐吗 咱也不贪 和灰老弟一样就行 说着还不忘对着灰老六示意道 明白二人心意的灰老六心中一阵感动 既然如此咱老哥就一起帮小别独自抓水猴子 二人说吧便对着虐鬼开口道 对面的水猴子 我们两个老家伙对付你一个年轻的 不算欺负你了 知道对方是来挑事的虐鬼 强忍心中的怒 那个和本皇子一样从上部醒来的存在 虽然我猜不出你的具体身份 但我知道你是他们的领头人 说出你们的目的吧 九难文言一步踏出 阁下多虑 本座此次前来就是向你们讨债的 虐鬼厅后顿时愤怒不已 接着便观察起四周有没有小无心的身影 在确认过后便冷哼一声 大胆狂谱 那个不知名的小光头不在 单凭一条金龙还压不住我地荡山 不怕神魂俱灭的话 就来跟本皇子一战吧 说吧便准备动手 可就在这时 一阵淡淡的花香随风吹来 只见胡菲尔穿着一身白衣欲风而来 他的身后站着小无心和人参娃 胡菲尔在和九难对视一眼后便脸红不已 菲尔拜见爷爷 见过小先生 随后便化为一只小白狐落在了九难的肩头 无心也迅速带着小参娃躲在九难的身后 那张肉嘟嘟的小脸好奇地问道 猴子施主您找小僧吗 见无心在现场后 陈大忌立即有了底气 水猴子你不是想打吗 别怂了 汉基爷我怎么削你 虐鬼剑撞器的手臂发抖 如等欺人太甚 斗法当你一敌一 哪有一拥而上的道理 你们这么多人 我们三个兄弟一起上不过分吧 届时打破了地荡山 放出下面镇压的东西 此等因果谁也承担不起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一惊 地荡山下还有东西 难怪专序大帝如此重视此地 看来除了青世官还有其他东西被镇压 一念至此 九难甩出手中的铜钱剑 既然如此 那便来站吧 在别人眼中 他是个人畜无害的小和尚 却能吓得上股虐鬼尿不湿都尿湿了 只因小无心另一个人格 乃是鬼天灭地的鬼服无面 抬手间就能镇压万千要挟的存在 当虐鬼见到小无心来到化九难身旁时 怕死的他当即搬出地荡山下 被镇压的大门座威胁 九难剑撞也毫不客气地抽出铜钱剑 既然如此 那便来站吧 说吧便用指尖扶过剑身 接着抛出一张黄服 足指上画着一颗奥利于世间的青松 南辰北斗满天照 五色彩铃闹纷纷 拜请本坛三恩主 猎圣金刚重诸尊 小子画九难今日与人争斗 拜请树爷爷庇护 咒语刚落 就见一颗遮天蔽玉的青松虚影凝聚在九难头顶 这一幕看得虐鬼面色一惊 照命照起 万年树神 小子 本皇子还是小看你 严毕就准备抬手施展秘术 陈大忌健壮立即拉弓射出一发臭皮弹 水猴子你敢念咒 吃屁吧 反应过来的虐鬼抬手射出三只水智 二只相撞 一股忧虑的臭气烟雾瞬间席卷全场 与此同时 灰老六双手和尸口中大喊着杀鬼大咒 小先生教我杀鬼 与我神方 尚呼喻你 和神不服 和鬼敢当 急急如律令 杀鬼咒化为一道金光朝着虐鬼扑杀而去 见此一幕的满脸不满疑惑 一个畜生竟能使用天使静咒 方芒间他被金光击中 整个身躯犹如被丢入油锅一般 浓浓的飞雾从他身上冒出 是魅鬼和小儿鬼剑自家哥哥被克制 当即决定出手对敌 可胡菲尔的身影却快他们一步堵在前面 那双宝石般的眼睛不断注视着他们 魅惑的技能也跟着一同发出 二鬼立即跟个傻子一样笑着 眼见敌人被控制住 陈大忌连忙取出血色战功 弓箭猛的扎入大肚 纯阳之血迅速不满见身 刷的一声 一道红光影为两两米半的速度急射而去 身旁的新连山也兴奋地举起钢叉抛出 小鬼 看心有我扎你大腰子 两道光束一同乍响 两道惨嚎声同时响起 受到重创的鬼物痛苦地扑倒在地 这一幕看得刚刚脱困的虐鬼暴怒不已 而等欺人太甚 说着便仰天吐出一团烂肉 竟直砸向九难几人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转身 对着松老虚影一代 邪魔来犯 还请树爷爷护持 轻松虚影和肉球猛地撞在一起 又各自退回 虐鬼见罩宁笑一声 不愧是万古长轻松 果然厉害 但不过是凭借一道残念降临 还不是本皇子的对手 严毙虐鬼整个身躯颤抖着不断变大 直到百米高才逐渐停下 小子 你们等死吧 说话间虐鬼抬手朝着地面奋力拉扯 看着状态癫狂的虐鬼 九难心中顿时冒出一股不好的欲感 快阻止他 说罢便将铜钱见高举 口中急速念诵着咒法 天云地方 律令九章 无令下 万鬼服藏 五雷破销正法 给我出 收到指令的灰老六 也立即配合着施展雷法 两大雷法起初 无尽的紫天雷划破虚空 轰鸣着披向虐鬼 一旁陈大忌也是紧跟着不断射出箭矢 让你挖坑 既也我射你大裤裆 其余两个鬼物件状也施展出各自本领抵挡 能死在父皇的绝地天通刃下 是你们三生有幸 闻听此言的五仙家面色一惊 这是当年专需大帝斩断神人两界通道所用的神器 长怀远轮延当即抬手朝着虐鬼攻去 太逢健壮立即出手阻止 龙军还请收手 既然有言在先 这只是两家少主争斗 我等岂能参与其中 这话直接点燃了长怀远 既然说好了只是少主争斗 为何要取上古神兵 如此是否有失功力 太逢听后自知理亏 只能不断抵挡攻击不作回答 远处的流氓军团凑到新连山跟前 新老大 咱们要不也冲上去一死一下 一直不出力晚点 少将军还管咱饭部 听了该溜子的建议 新连山高喊一声 注意保持队形 咱们上去干上一场 说罢便带着重鬼发起冲锋 而递荡山中的鬼兵也齐齐劣阵发起反击 一时间 坦杀声 坦叫声响彻天际 眼见没人能阻止虐鬼的举动 九难毫不犹豫丢出九张皇服将其点燃 随后朝着空中攻身一带 天雷尊尊 龙虎骄兵 调天兵天将 五雷神将听我号令 复制则行 积极如律令 随着咒语的完成 连本灰蒙的天空瞬间阴云逆布 云层中好似有千军万马正在凝聚 九难所使用的乃是和武昌兵马齐名的天兵天将咒 一个消耗阳兽 一个消耗阴德 甚至对方兵马厉害的虐鬼咆哮一声 手中拔刀的力道直接拉满 可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从地荡山中传出 够了 都给我助手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虚影 缓缓浮现而出 虚影长相怪异 三头一臂 白人正是专序的大皇子 继承了不死克星的三面 在他巨大身影的笼罩下 原本打得火热的战场瞬间暂停 整个人都静止在了原地不能动弹 唯有九难等人有高等修为的不受影响 但胡飞尔和陈大忌却犹如初电般颤动的身躯 唐怀远见状大手一弹 隆隐瞬间将二人头顶的压力给轰碎 恢复自由的胡飞尔 立即跳上九难的尖头温柔地蹭了蹭 而此刻的九难心中一阵眼笑 他的目的虽然达到了 但却是将专虚的大儿子给惊动了 随即便站到最前方将众人保护在身后 掠鬼三人在见到是自己大哥时 心中又是惊喜又是苦涩 接着便对着天空拜了一拜 我等公营皇兄崇明人间 然而三面并未理会他们的公民 劳烦将军把这三个不成器的家伙带回山中严加贪过 其他事情交给吴来处理便是 派奉文言抱拳行李道 末将谨遵法旨 接着便带着几人返回了山中 做完这一切后 三面一脸平静地看向了九难 岁月匆匆 自从贤弟自愿背负地劫英国 你我已经五千年未解 这段话犹如惊雷般醍醐灌顶 往事的记忆不断闪现在九难的脑海中 按压住心中的激动 九难纵身一跃腾空而起 唐怀远配合的便为真身 驮着九难飞到了三面跟前 九难面色严峻地抱拳行李道 九难见过黄兄 一别牵子 黄兄别来无恙 听到对方还愿意叫自己黄兄 三面那张怪脸露出些许笑容 有劳贤弟牵挂 唐兄向来沉睡在阴阳之间 哪有无恙一说 说着便抬眼扫视了下方众人一名 贤弟 你们一脉的情字 真是让唐兄羡慕不已 三面话刚说完 九难腰间的鼓翼猛地发出阵阵彩光 并在他的身后显现出了山河日月的虚意 见此一幕的三面立即单手行李道 小侄三面见过黄叔 黄叔千秋万子 然而王三只留下一个扇字便消散而去 片刻后三面才郑重地开口道 九难 我们虽同为接天储君 但你的智慧早就不亚于决胜了 此次不惜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究竟所为何时 霸九难遭遇危机即将死亡 将土地霸气登场保护独子 仅仅只是吐出一个扇字 就能经得身为接天储君的三面攻身行李 并认真地处理企划九难的要求 九难 以我同为储君 此次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究竟所为何时 闻听此言的九难对过去的事情又了解了些许 曾经他只认为自己是决胜之人 可如今却是披靡天下的接天储君 一念至此 九难便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三面听后苦笑一声 贤弟 就这点小事 你便大费周章将为兄唤醒 罢了吧 为兄就破例帮你们寻找那人的下落 说罢就见三面缓缓转动起另一边的脑袋 那深黑的影子随着计算而不断抖动着 不一会就见三面大喊一声 就在这 随即就见他的双眼狗滑落一滴鲜血 推到九难的面前 当年之事乃是你我长辈的恩怨 万万不该影响咱们兄弟之情 九难你认为如何 闻听此言的话九难点了点头 皇兄说得极是 小弟受教 得到答案的三面淡淡一笑 你我之人一脉身无常物 唯有自身精血各有神意 这两滴岁月之痕就送给贤弟了 至于如何使用 为兄不多过问 然而九难却白手不断推脱 只因这帝血乃是世间最顶级的天才地脑 唯有每一脉的帝君和储君才能拥有 看着白手拒绝的九难 三面满脸严肃地表示 为兄送帝血只有一个请求 将来我们三个不成器的弟弟若是落在你手里 为兄恳请贤弟念在赠血之情 尽量饶他们一命 说到这里三面深吸了口气 别着急拒绝 这岁月之痕对你的作用有限 但对别人就不一样了 说着便看向九难尖头的小狐狸 聪明的胡思尔当即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可当他刚想开口推辞 却发现自己连讲话都做不到 正准备用行动阻止时 九难已经点头答应了 既然如此 小弟多谢皇兄的馈赠 说罢便将两滴精血融入了胡菲尔的双脸 见此一幕的三面欣喜地表示 至于蛇中之君和跨腹一幅 他们虽然身陷险地 但都有各自的奇遇 贤地完全不用担心 九难文言抱全行了一礼 处理完一切事情后 三面便缓缓融入了地荡山中继续沉睡 再三面离开后 四周的一切才恢复了正常运作 胡菲尔则是大方的屁酒难 讲述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大天狗正带着八夜二人 小心翼翼的朝洞穴深处探索 越往里走那股恶臭直冲他们天灵盖 胆小的八夜则不断提醒道 狗哥 要不咱还是往回走吧 我有点害怕 绣花鞋文言轻声安慰道 八夜 咱们现在往回走也出不去了 总不能一辈子都困在这里了 可还不等长八夜出声回忆 但八舌老祖的头鼓便带着他朝前飞奔而去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远处 这一幕看得大天狗二人目瞪口呆 接着便迈开步子追了上去 两分半过后三人再次相遇 可还不等他们互报平安 并一同掉入一个身不见底的地洞里 在一连串惊叫中 三人重重地摔倒在地 整个地洞凉起一片尘埃 就在他们猛逼之时 一道黑影迅速出现在他们眼前 你们这是咋了 需要帮忙不 胆小的八夜吓得跳了起来 大天狗则是警惕质问道 来者何人 黑影闻言笑嘻嘻地表示 咱是开车拉人了呀 说完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马沙蒂拉 这话说的三人一脸猛逼 在迎视洞里拉客糊弄鬼子 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 长八夜谨慎地询问道 老前辈 您真能拉人是吧 那能送我们到九道沟村部 听到这话的黑影笑嘻嘻地掏出一张地图 这路可不算近了 不达表一百块 掏钱咱立马就走 小长冲算你狠 这活我接了 可当他刚坐上车子时 长八夜的蛇尾 却被八蛇老祖给操控着甩了出去 听的一声 整个洞穴扬起一阵灰尘 八夜惊慌地开口解释 前辈 咱说不是故意的您相信吗 可留给他的却只有黑影开车离去的尾气 此刻的车上 黑影骂骂咧咧地表示 八蛇算你狠 老头子我一片好心还不领情 自己都只剩一丝真灵了 还敢让后辈们去冒险 真是蔡坤坤打篮球 练习了两年半 出租车开得很快 眨眼间就在黑夜里消失不见 而另一边的酒难几人 已经在院子里吃起了晚饭 喝多了的陈大忌慌忙地跑到外头去接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身后传出 归丞相 你家养的大肠虫都要死 还不去管管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浑身一抖 尿了一肃兜 我靠 谁啊 大半夜吓唬你记忆我 待他转身看去时 那金黄的液体差点自黑影一身 我靠 丞相你探马陪老子的衣服 二人的争吵引起了天狼游骑兵的注意 士兵们疑惑地赶了上前 领头的五头鬼将刚要抽刀上前 却又猛地停住 兄弟 这么熟悉的气息 若是没猜错的话 跟少将军嬉闹的人是莫楚大人吧 骑兵连连点头回应 没错就是他老人家 当年与我等并肩作战远机满你 救过无数兄弟的命 骑兵们纷纷感慨道 两千多年了 少将军和莫黄大人的感情 还是跟从前一样 每次见面都如此热情地招呼对方 而不远处的二人对骂了一阵过后 陈大记借着月光看清了来人的样貌 老别独自竟然是你 心大脑袋天天跟我抱怨 就是你这老头欺负他 看起也我踹不踹你大裤裆 说着便准备上前飞上一脚 见此一幕的莫黄立即出声呵斥道 归丞相 难道你就不关心那条大长虫吗 陈大记立即停下了脚步 八爷咋了你倒是说呀 莫黄咳嗽一声 他就是掉坑里 那里面也没啥东西 一只大蚯蚓 还有个三千年的大粽子 担心长八爷安危的陈大记立即招呼道 老别独自赶紧跟俺进去汇报 然而莫黄却不想过早暴露身份 连忙摆手拒绝 丞相别拽老头子啊 我就一抱信了 还得回去给孩子喂呢 说罢就抛出一张地图 便开着那辆满沙比拉迅速离去 回过神来的陈大记立即带着地图 朝着屋内跑去 老大 我这有八爷的消息了 众人听后立即拒了上前 随后陈大记便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九难和长坏远听后一同开口道 既然知道了位置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过去找找 虽然三面皇兄说有一场机缘 但还是要谨慎一些 一旁的陈大记听后难得的机灵了一会 老大咱可以用出马的方法将八爷前来复身 等他过来再问问情况不就好 九难文言心中苦笑地点了点头 在八爷消失后的两个半小时内 他就让龙婆试验过 但没有任何效果 见过九难同意后 陈大记双手和尸口中嘀咕道 天灵灵地灵灵 大长虫赶紧回来行不行 回来附身王八经身上 有请长小八 走你 话音刚落 四周瞬间阴风四起 就在众人以为要成功之时 陈大记在大家震惊的目光下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少年第一次使用出马仙家的请仙术 却经了地府阴差们连夜寻找他的踪迹 只因陈大记将自己请到了仙家的身边 这一幕看到话九难几人目瞪口呆 距离最近的新连山猛逼的喊道 少将军他老人家这是跑哪去了 与此同时长八爷所在的山洞中 陈大记那公鸭嗓不断大喊着 怎么会穿越 下面的人快让一让啊 咱掉下来了 哼的一声 长八爷准确无误地被陈大记给砸中 一向警惕的大天狗刚要上前帮忙 就看到陈大记撅个屁股在那扭动 少将军你怎么会在这里 闻听此言的大记先是一愣 我靠 狗坚强 小破鞋你俩在这干啥 看见我家八爷没 二人闻言尴尬地指了指下方 少将军 八爷他老人家不就在你屁股下吗 感受到身下的蠕动 陈大记吓得跳起两米蛋糕 哎呀我滴妈 八爷你咋 怎么跑到这来 回过神来 长八爷对着地上狂吐不止 小别独子你掉分坑了是吧 咋这么臭啊 一番调整后 四人便开始述说着各自的信息 八爷你说啥 小姐让皇朝和徐府给抓走 那咱还等啥呀 赶紧出去救他呀 而八爷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能出去俺早就回家抱兴去了 一旁的大天狗看着争吵的二人 连忙开口劝说道 少将军还请冷静 这个地方是银尸挖出的特殊通道 目前我们的道行是只能进不能出 而且还有那老者口中的千年僵尸 咱得小心行事 闻听此言的陈大记脑瓜一转 都别慌 看我摇人 说着便手接见至口中高喊道 天零零地零零 新大脑袋快显零 话音刚落 山洞内瞬间吹起了猛烈的阴风 正在干饭的新连山 一脸猛逼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双大眼睛疑惑地看着四周 接着一脸抱怨地表示 少将军您老可真缺德呀 还在吃习呢 就把俺拉到这来 看着跟个怨妇般的新连山 陈大记立即踹出一颈 别摸紧了 赶紧通关跟咱旧小姐去 在匆忙了解了情况后 新连山便跟着几人朝前走去 一路上陈大记被臭气熏得连连吐槽 我靠 这到底是啥玩意啊 比学校的厕所还臭 就在他抱怨之际 一根箭矢瞬间飞出 大天狗箭状猛的一掌将其拍碎 看来那个开车的没骗咱们 这里不单是迎师的洞窟 还是一个大型古墓的入口 我等刚刚出发了守墓的机关 前方说不定还真有大粽子 说话间又是几只箭矢迅速飞来 都被大天狗一一震碎 少将军 小白 你们在这等着 本作先去荡平这些繁俗之物 说着便迈开步子向前跑去 新连山健壮也一同跑出 陈大忌本想一同上前查探 怎料一阵阴风忽然袭来 接着就见一个身穿皮毛盔甲的骑兵赫然出现 这一幕吓得长八爷面色一惊 手尾将众人盘成一团 你们别过来啊 八爷我咬人老能了 然而骑兵们依旧不为所动 提着武器不断靠近而来 吓破胆的八爷立即转身询问道 小别犊子 赶紧资个牙吓死他们 此刻的陈大忌双目通红 口中怒吼道 我恨了 接着迈开步子 黄黄走了上前 长八爷见状连忙询问道 小别犊子你中邪了吗 快回来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转头邪魅一笑 口中支支吾吾的表示 八爷咋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就是特别的生气 还不等大忌 说完 就见他的背后亮出一道火焰组成的猛虎躯翼 只见那老虎肆意张狂的从山顶上直冲而下 在这条下山虎的加持下 陈大忌眼中的杀意外放 整个人在没有接触虎俗的前提下完成了变身 残盔破继 血气浮现 插满箭矢的身姿战力当场 阵阵阴风从他身后咆哮而出 三百英灵整气划一的等着指令 我等拜见将军 将军虎威 陈大忌文言霸气的提刀喊话 过来受死 干尸骑兵听后低吼着冲了上前 随着双方越来越近 骑兵们忽然发出一阵怪叫 手中奋力拉住奔腾的战马 可惯性的原因纷纷摔了个人仰马翻 待尘埃落尽之后 长八爷惊讶地发现 先前还生气无比的僵尸骑兵 此刻正低着头瑟瑟发抖 见此一幕的三百英灵大声喊道 有身莫犯飞龙铃 有手莫犯蒙鼓虚 将军威武 杀杀杀 随着英灵们的沙子喊出 僵尸骑兵们纷纷丢下武器落荒而逃 可此刻的陈大忌已然没了先前的柔弱 手中的战刀迅速甩出 犯我大汉将徒者 刀忙过后 尘埃落尽正在逃亡的骑兵们被一刀斩死 只有几个跑在最前方的骑兵还在拼命逃窜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目火一声 胯下的战马立即带着他追了过去 一旁的长八爷立即把绣花鞋放入背上跟了上前 小比独自你慢点跑 小心前面有埋伏 然而陈大忌依旧不管不顾的骑马追击 在拐过两个半洞口后 八爷忽然察觉脚下的土地正不断变扭 居然跟沙漠的流沙极其相似 担心陈大忌安危的他慌忙地追踪着 而前方的陈大忌也追上了逃亡的骑兵 随着刀蒙胜落下 骑兵们纷纷倒地不起 陈大忌颠簧地大笑着 身后的音铃纷纷喊着将军威武 匆忙赶来的八爷开口吐槽道 小别独自先别吵了 咱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吧 然而下一秒底下的流沙瞬间擦现 长大爷奋力将绣花鞋跟陈大忌一把抛出 小别独自别管我 你们快跑吧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清醒了过来 接着纵身一跃跳入沙中 这一幕看得绣花鞋焦急不已 然而在这等神秘的地方 他就像个普通女子一般毫无法力 两分半过后 大天狗跟新连山一同赶到 在听完小白鞋的描述后 大天狗毫不犹豫地跳入沙中 新将军替本座照顾好小白 然而新连山也纵身一跃跳了进去 要是邵将军和八爷有个三长两短 俺也服不成 咱们听了 跟着跳入的还有绣花鞋 天狗神 等等小女子 眨眼间流沙吞噬了所有人 陈大忌又死了 死在了银尸洞穴中的流沙河里 为了救长八爷和大忌 大天狗等人纷纷跳入河中进行救援 而最早被流沙吞噬的二人 却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一座庞大的地宫显现而出 两道身影犹如流星一般砸落在地 陈大忌瞬间回了二臂状态 长八爷忍痛爬了上前 声音乐猛地抽出 啪的一声 一击大逼都重重落下 可陈大忌依旧没有醒来 接着一连十几个逼都打出 陈大忌这才悠悠转醒 那张脸蛋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哎呀妈呀 为啥脸这么疼 谁他妈的打忌眼了 长八爷文言一脸心虚地表示 小别犊子你还记得刚刚你杀鬼是吗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先是一愣 对了 钢掌好像很威风啊 俺是不是很帅 可迎接他的并不是长八爷的回应 而是新连山的大屁股 轰的一声 周边的墙壁挂满了各种的兵器 以及用各色颜料刻画的千军万马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又进入了红温状态 一旁的长八爷连忙安抚道 小别犊子你咋了 跟这壁话叫什么劲呢 这话说得大天狗冷笑一声 这是匈奴 他们可欠少将军一条命名 更是欠了千千万万汉家子弟的命 新连山文言一脸愤怒地表示 啥也不说了 一会遇到他们安打头阵 一定给少将军报仇血恨 没错 不光要杀光这里的僵尸 连这座目的也给他查 二人越说越气 就当他们准备冲进去时 长八爷立即开口问道 这么大的坟 里面埋的是谁啊 这无意见的询问 立即让大天狗冷静了下来 如此规模的地宫 里面葬的不是普通的贵族 难不成葬的是匈奴统领 蝉鱼 要是他的话可就麻烦了 虽然一族不是神州正组 但只要是王族就都有龙气傍身 他们一旦试变就是传说中的帝师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警惕了起来 接着便开始仔细观察起四周的信息 只有陈大忌气鼓鼓地站在一边 接着愤恨地挥出一拳打在壁画上 咚的一声 地宫的机关被这一击给出发 整个宫殿摇晃不已 两分半过后一条阴森的通道防范显现 一群妖艳的女鬼带着一众鬼兵踏步而来 女鬼们纷纷抛出魅眼进行诱惑 大直男新莲山爆和一声 区区守目灵感在本座面前现身 还不速速跟新爷回地府受试 可下一秒漫天的飞剑和钢刀静直飞出 这一幕看得新莲山哭颠很扬 哎呀妈呀 少将军天狗神救命了 闻听此言的天狗猛地张开血盆大口 所有的兵器和鬼物纷纷被吸入了口中 只有一只女鬼被刻意地留下审问 大天狗冷眼一死 我问 你说 敢有半分犹豫 那便是死 这里是君臣缠鱼的地宫吗 女鬼听后方忙点头 可当他刚要开口随后却惊叫道 哼的一声炸成了一股黑烟 天狗见诏严重地表示 我真是缠鱼的坟墓 我等还需谨慎行事 陈大忌文言气得跟个河豚一样 管他什么缠鱼还是缠鱼的 咱必须弄死他 说着便朝着涌道内走去 进去后只见一条石桥直通远方的空间 桥下翻涌着恶心的绿水 里头还摆放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 新莲山见状怒骂一声 他奶奶的 居然用活人殉葬 这群蛮子活该亡国灭主 众人一边吐槽一边前行 可就在这时 原本稳定的石桥突然塌陷了下去 几人再一次地跌落而下 周围的景物也在不断地变化 原本死气沉沉的宫殿 已然成了一族盛大的宴会 四周灯火通明 人生鼎沸 匈奴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不远处的几人好奇地打量着一切 长大爷口中不断嘀咕道 狗哥这是怎么回事 是幻境果 天狗文言轻声地回应道 此乃鬼境 无往今来 始终有人喜欢沉浸在自己编制的梦里 只不是自欺欺人罢了 就在几人谈话间 一个喝醉了的匈奴 缓缓对着陈大忌招呼道 美丽的姑娘 陪本将军喝一杯怎么样 这话说的陈大忌一脸猛逼 你确定你要的是纪野武 而不是旁边的小破戏 看着郁闷的陈大忌 绣花鞋也十分不理解 以他现在的魅力 可谓是沉鱼洛艳恶挪多姿 可他的魅力却不及陈大忌之二 得到提醒的匈奴恶狠狠地表示 马来的雍之俗粉 一边呆着去 别打扰本大爷我的雅兴 这话瞬间激怒了陈大忌和小白鞋 二人纷纷用出绝火 陈大忌的猴子脱脱 小白鞋的段子绝孙腿 匈奴将军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见自己的同族被揍 其他匈奴立即站了起身 随即纷纷拔出弯刀冲了上前 陈大忌见状连忙开口喝赤道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好 满意之辈也敢在本疆面前放肆 可在匈奴的眼中 却是一个美女正在扭着身姿 这一幕落在陈大忌眼里充满了挑衅 我靠 你们找死是吧 说着便准备冲上前近战肉 可还不等他有所行动 大天狗霸气地走了上前 杀鸡烟用牛刀 少将军您老人家给小神压阵就好了 说着便张开大嘴猛子一息 先前嚣张不已的匈奴立即变为了盘中餐 不到两分半的功夫就被吞得一干二净 做完这之后 宫殿再次发出晃动 整个场景瞬间变为阴气森森的目视 我靠 没完没了的事吧 说着便迈开肚子走了上前 看着气氛不已的大忌 身为万金油的长八爷 立即说起玩笑话活跃着气氛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墓地的深处 不远处摆放着一封石桌 桌上更供奉着 牛 羊 马三的动物的头颅 中间摆放着一口血色棺材 一只浑身沾满年夜的蚯蚓盘旋在边上 陈大忌见状轻声询问道 咱们赶紧想办法出去 闻听此言的众人纷纷点头同意 几人一步步向后倒退 直到重新进入远道后才松了口气 狗坚强 刚才那蚯蚓为啥没有咬咱们 大天狗稍微琢磨了下后才回应道 银尸应该是在压制帝尸 吸收他身上的帝王龙气 要是能够完全吸收的话 他极有可能突破自身限制 从银尸境界为阴谋 这话吓得陈大忌面色一惊 那还等啥呀 赶紧跑 不然十条命都不够死 走之前先去把他尸给偷了 看看有啥宝贝没 说罢便带着众人返回了 银尸所在的墓地里挖罢罢 大天狗则谨慎地盯着银尸 新连山极不情愿地将叉子捅入 罢罢堆中 怎料一声巨响传出 咚的一声 整个地宫瞬间被回应贯穿 我靠 怎么还有空心事 少年第一次使用到家的九字蜜 却能吓得上古尸王丢窥蟹甲落荒而逃 就连媲美龙神的银尸都瑟瑟发抖 只因沉大忌乃是东皇太一的转世 抬手间就能镇压世间万物 可如今却被困在一座不知名的地宫之中 就在刚刚 新连山一叉子砸响了地室墓里的失踪 正儿欲龙的声音惊动了看守墓地的鬼兵 见此一幕的大天狗纵身一跃冲了上前 剧长呼啸间拍死2.5个鬼兵 接着张开巨口猛的一息 鬼兵们纷纷化为养料被吸入腹中 剩余的鬼兵连忙分出两队人马发起进攻 一队弯弓射箭阻止银尸吸收缠鱼容器 一队提刀上前对阵天狗 眨眼间万千箭矢朝着银尸击射而去 早已等候的长八爷蛇身一阵 猛烈的钢气将箭矢纷纷碾碎 随即一记毒龙气瞬间喷出 破绿色的火焰将鬼兵们吞噬一空 看着大发神威的长八爷 陈大忌高兴地像个傻子般叫喊 八爷威武 八爷霸气 几个呼吸间 肠上的鬼兵就已然被扫当干净 唯有几只躲在边缘地逃过一劫 就在八爷沉浸在一声声夸奖中无法自拔时 一道微弱的气势正朝着他不断接近 只见一个鬼兵奋力抛出一刀 但这点雕虫小记被长八爷灵活地给躲开 可下一秒 刀刃正中棺材的中心 接着就见血管发出一阵剧烈的抖动 一声声恐怖地嘶吼从里头传出 察觉猎物被惊醒的吟师立即惊醒 欣红的眼神狠立地扫了一眼众人 下方谨慎的鬼兵纷纷趴倒在地口中高喊道 卑微的仆人恭迎缠于大人的将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刚想拉起众人逃跑 却发现陈大忌的周身不断冒着红光 一股滔天煞念侵袭了整个战场 身后更是白虎咆哮狂风阵阵 本将今日必斩君臣内思 话音刚落 血管中也缓缓传出回应 来人可是虎须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冷笑一声 君臣 你家大爷都懒了 何敢现身一战 书着便霸气地唤出战刀战马 一记雷霆半月斩瞬间斩出 大刀如闪电般划破虚空 带着死亡的咆哮笔直落下 面对如此攻势 强大的迎是一个闪身迅速躲开 随后只听咔嚓一声 棺材轰然炸开 浓浓的黑雾中 一双干枯的黑手将大刀给弹开 待雾气散尽后 就见一个高达两米半的僵尸赫然出现 干枯的皮肤 胸利的獠牙 直流 就怕陈大忌忽然来一举 哎呀妈呀 咱头好痛 然后就躺在地上倒头就睡了 一想到这 长八爷迅速走了上前 小别独子 还愣着干嘛 咱也俩一起消谈 本就气愤的陈大忌在这怂恿下爆喝一声 手中的大刀再次朝着帝尸斩去 与此同时 长八爷一同甩出蛇尾砸了出去 拥有八舌之力的藤蛇君王气势镇压全场 吝随着八爷的攻击 帝尸谨慎的朝后闪去 可却被大天狗一掌给逼了回来 而躲在一旁的银尸看到长八爷尾部的头骨时 狠利的眼神露出一幕思索 接着便发出一声怪叫加入了战斗 那张锋利的大嘴一口咬穿了帝尸的胸膛 遭受重创的帝尸立即转变目标 一尸一舌互殴了起来 见此一幕的长八爷连忙开口阻拦道 咱们先撤 众人文言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坐山观虎斗 等双方体力耗尽在坐收鱼翁之力 接下来两分半那几人兴奋地看着打斗 八爷你看见没 人家大蚯蚓多会打架 好好跟人家学学 然而此刻的长八爷却有些心不在焉 只是身着个大脑袋发出一道舌鸣 正在打斗的吟师听后眼中露出喜色 口中连忙回应了一句 这话听得长八爷小脸一红 看着身旁扭扭捏捏的机友 陈大吉好奇地问道 八爷 你能听懂大蚯蚓说话呀 他说啥了 八爷文言结巴地回道 没说啥 就是让咱赶紧去帮忙 不然的话他也不跟大粽子打 众人听后立即冲了上前 手中的武器不要命地朝帝师招呼而去 大天狗张开血痕大跑松狂撕咬 眨眼间就吞下对方半条手臂 阴阳界两个祸害则是甩出武器攻击帝师下盘 砍你大裤裆 扎你大腰子 一时间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地宫 两分半步后 在众人不屑地努力下 蚓与子豪一声便倒在地上摔了个四分五裂 失去共同的敌人后 银狮和陈大忌等人立即警惕地看着对方 片刻后银狮率先打破寂静 长八叶则神情复杂地翻译 他问咱们来干什么呢 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先是一愣 口中不断嘀咕道 我们弟子 想要密地打打 弟弟明白吗 听着陈大忌小鬼子的话语 银狮一时间猛逼当场 万蛇共主的八蛇 蛇咒之君的藤蛇 竟然会来偷他的事 就在他疑惑之际 翻译官长八叶如实地说出了事情 银狮这才接受了这个结果 随即便发出声音回复道 大邱颖说爸爸不用偷 可以免费送给咱们 想要多少拿多少 要是不够的话 他现场给咱热乎的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这具尸体给他就行 就在双方即将达成协议时 大天狗不然开口 邵将军且慢 我等本就不是银狮的对手 要是他吸收了这尸体 那咱就完蛋了 这话说的陈大忌陷入了沉默 翻译官八叶则是一根交涉 接着满脸羞红的说道 大邱颖说咱要是不放心 可以先把爸爸都拉走 还有 八叶说道这曲不支声了 听到一半的陈大忌连忙追问道 还有啥呀 你倒是说道 急死个人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叶心意红便喊了出来 银狮大姐刚开始就说了 想要爸爸咱就必须借种给他 面对着众人震惊的目光 长八叶无奈地表示 咱早就说了 这个条件真的没法答应 深知其有的陈大忌 立即带着众人朝银狮行了一礼 银大姐 你说的条件咱做不到 咱也不想跟你干假 爸爸我们不偷了 这些尸块也送给你 只要能带我们出去就行 在八叶的翻译下 银狮却变得焦躁不已 只见他不停地对着陈大忌说着话 八叶则快速地翻译道 银大姐说咱大方他也不想气 爸爸可以随便拉走 他还会另外送一件超级好的宝贝给你 但需要咱们答应一个要求 在他吞了地势后就会立即化为银龙 可在这过程中会虚弱无比 想让咱帮他互道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连连点头回应 见双方达成约定后 银狮便一口吞下了所有石块 两分段过后 他的周身便泛起了阵阵恒光 显然是进入画龙的前兆 可就在这时 一阵阵怪异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出 觉醒拍中之谜的陈大忌究竟有多可怕 他仅仅抬手一刀便斩杀了修炼千年的帝师 就连吞天是地的银狮也心生俱异 避其锋芒 就在刚刚 陈大忌在和银狮达成交易后 便为其护法驻他成龙 可就在这时 一阵阵鬼叫声响彻整个地宫 那是人的声音下的陈大忌 差点尿了一裤子 是哪个不长眼的赶来下你记忆 说话便换出战马扫尸着四周 一旁的大天狗也仰天咆哮道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邵将军虎为清灵 还不速速跪拜 鬼巫们闻言立即下的四散而逃 可还有部分鬼巫则恐惧地看着长八爷 还请长家仙大发慈悲 度我等进入轮回 闻听此言的八爷一脸猛逼 难不成是大哥来了 一想到这长八爷欣喜地转头望去 可却没有半分长怀远的身影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大天狗望了眼八爷头上的黑锅便明白了一切 此物乃是陪伴孟婆无尽岁月的至宝 生死轮回 他们都是被淫尸吞噬肉身的怨鬼 是不能入轮回且无法转世 长八爷听后便想起了第二次去地府时 孟婆送给他的大铁锅 当时他只是好奇地放在头顶上 最终却成了他头顶的黑锅 新善的八爷立即将黑锅递了上前 这宝贝在咱手里不会使唤 还得劳烦您帮帮这群可怜人 大天狗听后笑着摇头拒拒 林氏自上古起一直存活至今 被他吞噬的生灵数不胜数 此次超度下来获得的应得大的无法想象 八爷您不会 但您身后贵人会 只需一封赵景显示 问题不就解决了 长八爷闻言立即就想起九难的身影 接着便用自身经学写下了赵景福禄 随即恭恭敬敬地开口道 七星五雷户两边 六甲神将到宫前 长家弟子常怀孕陆遇险阻 还请小先生驾灵捡破 随着咒语的完成 另一边正在寝室的九难有所感知 借着一步跨出两米半高来到床铺上闭入盘组 察觉到九难回应的八爷便不再操控身躯 直到九难的阴神入体后才缓缓争眠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躬身行灭 我等拜见小先生 陈大忌则是一脸茫然 老大是你来了吗 此如今降临的只是九难一丝神念 只会按照八爷的要求 使出到家超度亡魂的咒术 临死暗死 冤取驱亡 超生他方为难为你 是就等众积极超生 在咒语的加持下 孟婆的至宝迸发出一道金光 接着便幻化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众鬼身上的怨气被吸奈一空 他们纷纷磕头败血 长家仙 小先生慈悲 大恩大德我等永世不忘 三后九败后 满地宫的冤魂大部分都兴高采烈地 投入漩涡转世轮回 只有两道运气十足的鬼物 正盯着远处的淫尸 在九难超度完冤魂之后 漫天的英德分成三份从天而降 一份朝着地府孟婆奔去 慈祥的孟婆本想拒绝 但犹豫片刻后又心为影响 第二部分则涌入长八爷体内 最后的英德朝着九难所在的方位奔腾而去 可却被九难抬手拒绝 接着催动法力将其送入长八爷的庭内 做完这之后 九难轻声叮嘱道 还请八爷速归 多日不见小九甚是想命 闻听此言的八爷哭得泪眼汪汪 小先生 小八我也想您了 这就回家以后再也不瞎溜达 叮嘱完之后 九难最后一缕神识句笑话 储君的气息震慑全场 八爷与本座一兄义父 你们若打害他 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也定当请回来戳魂炼破 二鬼闻言气息点头喊道 尊上安心 我俩定然不会伤了蛇君 九难闻言变化为星光缓缓离去 众人见状纷纷攻身行命 而大天狗则是警惕地看着两个鬼物 幸亏有小先生提醒 不然还真没发现这两尊爵士凶物的存在 擅长交涉的长八爷立即开口道 两位前辈 长家小八有礼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为啥和营大姐过不 有了九难的警告 两只凶物也不敢对八爷等人轻举妄动 只见他们缓缓从角落走出 一头长相似鸟飞鸟的秃鹫 一只长相如牛一般的巨兽 他们正是《山海经》中记载了 五雕和飞 两只凶物对着长八爷点了点头 有劳蛇君询问 我等和营士并无恩怨 今日前来夺取机缘届尸黄魂霸 说霸便轻内地扫了众人意 威胁的意味十分明显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走上了前 八爷他两世来干啥的 搞这么大动静是要打劫啊 长八爷听后笑声地回应道 小别独子别闹 人家是想要霸占营士的身躯 这话说的陈大忌焦急不已 我靠 这群王八高子想要弄血淫大忌 这可不行了 咱们答应大忌要保护他的 新连山剑状赶忙阻止道 少将军宁可别冲动 我们直接把这些把爸拉走得了 别耽误前辈办事情 这要是打起来了 咱俩让人弄死是小事 可别连累八爷他们 就在二人说话间 古雕兴奋一脚 他还真要成功了 非 咱们赶紧动手 说爸便化为一道残影 拖了过去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 立即催动战马进行阻拦 然而下一秒 就被古雕一翅膀给抽飞 见自家人受伤 大天狗怒吓一声 赶伤我家少将军 你该死 说爸便被生双翅杀了上前 一招天狗吞噬 瞬间撕裂了古雕的翅膀 但自身也被距离打得倒飞而出 反应过来的新连山也不再犹豫 手中的钢铲猛地抛出 敢打少将军 满去你大爷的 面对着八爷的拦路 飞驰一片刻开口表示 蛇军还请让开一条道路 本座不想与你为敌 长八爷哆哆嗦嗦回应了 前辈 小八爷不想与你为敌 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刑部 二兄文言立即点了点头 既然蛇军开口 那本座就饶了他们 这话说的八爷一阵狂喜 随即便将银尸扛在自己后背上 同时招呼道 两位前辈答应放了咱们了 没死的赶紧过 见此一幕的飞沉声说道 蛇军你是不是对本座的话 有什么误解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里除了银尸其余人都可离去 一旁的鼓雕也跟着威胁道 要么放下银尸自行离去 要么就都别走 看着无动于衷的长八爷 二兄相识一下 既然蛇军不愿选择 那就一起留下吧 说着便张开剧长朝着八爷拍去 见此一幕的陈大鸡 立即将箭矢插入大土 接着拉弓射箭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沾有纯阳之血的箭矢 瞬间烧得飞嗷嗷惨叫 百战纯阳之血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随即愤怒地喷出一口毒气 在众人毫无反应之下 气体化为鬼脸静止袭了过来 飞兽的毒气乃是天下大灾 一旦沾上立即暴毙而亡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地宫内突然传出一声冷哼 不顾我家少主警告 胆敢出手伤害蛇军 飞 你这是自寻死路 陈大忌被凶神袭击危在旦夕 浮游大将霸气登场镇压鬼怪 他仅仅只是拍出一整 就将修炼千年的凶神 打得半死不活 就在刚刚 陈大忌用纯阳之血激怒了凶兽飞 被吸水飞张头吐出一团毒气 气体变为鬼脸疯狂地掠夺四周的一切生机 眼见危险越来越近 陈大忌依旧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发呆 见此一幕的长八爷纵身一跃就要上前敌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冷哼声从空中传出 不顾我家少主警告 竟敢伤害蛇军 那边去地府报道了 话音刚弱 一只血红的剧长从天而降 带着无尽的雷火之力砸向飞兽 察觉不对的飞顿时面色一惊 浮游大人 还请铭绕小兽一次 说着还试图用权力进行抵挡 轰的一声炸弃 整个地宫被拍得晃动不已 仿佛随时都将塌陷一般 地面被砸出了个25米的大坑 凶兽飞就这么倒在里面生死不知 不解气的浮游再次高举手掌准备补刀 少主有言 凡是伤害蛇军者定然抽魂炼破 触手 今日你必死 地旁的骨雕转身准备就跑路 口中还不断求饶道 浮游将军明鉴 小兽不曾出手伤害蛇军 小兽无罪 浮游并未理会骨雕 就在飞兽即将被拍成肉饼的瞬间 整个地宫忽然下起了漫天的花瓣 花海中 曾经帮助龙婆和提醒酒难的仙子 缓缓降临 见此一幕的浮游欣喜不已 接着匍匐在的口中高喊道 末将拜见乡主 乡主万复惊安 闻听此言的仙子言底有了些许湿润 将军不必行此大礼 还是我们这一脉对不住您 浮游闻言 公身痛哭了起来 这五千多年的忍辱负重在这一刻终于爆发而出 一旁的陈大鸡立即上前交涉道 仙女姐姐还记得我不 要不是上次你走得太快 我老大还想要个电话呢 见好友口无遮拦 长霸业连忙上前阻止道 小别独子 你少说几句能死啊 仙子听后朝着霸业微微点头示意 随即对着浮游说道 将军您先回去敬仰身体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浮游闻言立即点了点头 有相主在 末将怎敢见悦 说着变形了一礼化为宏光迅速离去 而仙子则对着深吭内喊道 飞 本宫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还不速速起身 闻听此言的飞也不敢继续装死 只见他颤颤巍巍的起身 跑到仙子面前俯首臣服 接着就见仙子跨上牛身 就这么消失在了花海里 只留下一段清脆的回音 八爷 大忌 你们处理事情后就快点回去了 别让家里的老人为你们担心 长八爷闻言立即抱拳点头回音 仙子放心 小八知道 众人纷纷攻身相送 只有陈大忌一人傻傻的愣在原地 怎么都走 咱又忘了给老大要电话 接下来大家便安心等着迎视境界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两个半小时便过去了 银师画龙也到了尾声 只听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出 一条晶莹剔透的玉龙从白光中反反冒出 银师喜去曾经的肮脏变为了圣洁的银龙 只见他欢快地在空中盘旋了一阵 接着化为一个可爱的少女来到众人眼前 小女子银龙感谢诸位护道之恩 尤其是蛇军和那位贵人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一脸猛逼 咋滴 大便活人了 怎么忽然变得好看了 想不明白的他甩了甩脑袋 银大姐 银现在已经进阶了 这把霸怎么能拉走了 还有肚中的那些 啥时候有空方便方便 这话说得银龙小脸一红 本座晋级之后已是龙驱 腹中已无肮脏之物 怕是要食言了 一说到这 银龙小手一张 一块闪着五彩光芒的玉片呈现而出 此物乃是五方金 是我作诗的时候 希望物金发凝聚而成 如今献给少将军感谢救命大恩 一旁的大天狗立即开口提醒道 少将军还不赶紧谢谢银龙大人 这五方金是极无形属性结合而出 那可是远在守阳山童之上的宝贝 陈大记闻言欣喜地看了一遍 接着便将气抛给了大天狗 就算是好东西 但也太小 狗坚强你留着吧 等出去后做两个大金牙 咬人一定嘎嘎疼 无奈的大天狗只能把五方金收起 少将军 此物珍贵无比 小神暂时帮您保存 等在遇小先生后 你们再商议处置吧 陈大记无聊地摆了把手 接着便兴奋地对银龙表示 您大记应该没啥事了吧 咱准备开始挖爸爸 说着便准备上前开挖 银龙见状立即出声阻止道 少将军不可鲁莽 本座的轮回之物里有些许凶起 这话说得陈大记愣在了原地 咋地啊 你家爸爸还埋着地雷啊 谁敢动手就炸谁一脸啊 银龙听后也不过多几时 只见他伸手朝着史山一指 轰的一声大气 深坑中无数双冒着红光的眼睛出现 接着就见一条条漆黑的瓶子蜂蜂而出 距离最近的新连山瞬间被虫子攀在大腿上 眨眼间虫子就钻入体内 吃痛的新连山立即惊呼道 少将军救命了 还要嘎了 没想到令人厌恶的上古迎吃 竟苗胜一变成了个飘飘欲仙的美少女 那苗胎的身影看得陈大记一阵两红 接着他便情不自禁地说出了那邪恶的想法 银大姐 没啥事的话咱就开始挖把袋 银龙闻言当即开口扶持 少将军不可鲁猛 本座的轮回之物有些许凶险 说着便抬手一指 那坨把霸山裂开一条大缝 一只只漆飞的虫子肆意地飞出 距离最近的新连山立即被虫子咬住了大腿 少将军救命了 我的第三条腿被咬住了 见此一幕的银龙冷吼一声 夜处 本座在此还敢放肆 虫群闻言先逝宜了 两秒半过后纷纷磕头朝拜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兴奋不已 我靠 这个厉害啊 说罢便准备上前抓起一只茶看 却被长八爷的蛇尾给牢牢卷住 小别独子不要命 这虫子要是钻你脑袋里 一眨眼就能给你吃成个傻子 听着二人奇葩的对话 银龙那大眼睛俏皮地眨了眨 既然少将军对这些玩意感兴趣 本座就一并送给你 此虫名为事实 和本座一同降生 以本座轮回之物为实 全身坚硬无比 速度迅捷如风 一旦被他们钻入体内 就算是大神短时间也无法轻易摆脱 听着银龙的介绍 陈大忌兴奋得像个傻子一样 这可都是宝贝啊 银大姐咱谢谢你 银龙淡淡一笑 接着抬手对着虫裙轻轻一挥 本座如今突破限制进阶银龙 鲁等在跟在身边也无丝毫意义 从今往后伺候少将军吧 他老人家福渊身后 并能带鲁等有个大好前程 是屎虫的眼中流出浓浓的故事 在对银龙三败九扣后 就集体化为黑气钻入 陈大忌的皮肤里化为一道道纹路 看着身上漆黑的纹路 陈大忌开心像个傻子单手舞足蹈 银大姐你真讲丢 这样鞍带着小虫子去打架就方便多了 对了 这些小玩意他们只吃饭 可是咱也没那么多给他们吃啊 这话说的银龙一脸无奈 这些小玩意不止吃那些东西 正常的五金之物都可供养 必要是蛇君的五股轮回之物也可以 天下龙族的也都可以 只是现在真龙太少 邵将军恐怕不易寻找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想起了长怀远的身影 咱家就有一头真龙 老八道 就是不知道长大哥肯不肯多拉点给咱 银龙听了一脸不幸的看着大忌 自古以来就有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说法 你家还有龙 不弄龙呢 一旁的长八爷冷哼一声 小别犊子 八爷我劝你别把主意打到我大哥身上 你要是敢向他开口 就等着挨揍 这番话立即引起了银龙的重视 随即心中暗想到 这家竟真的养了头真龙 还有蛇中之君 包括先前的古神浮游 以及一代决胜女帝 一想到这 银龙就更加坚定了找八爷借种的决心 随即颇有深意地看了眼长八爷后 变化为一道流光防缓离去 临别前用着八爷才能听到的话语表示 蛇君等本座稳定境界后 必然再次寻以借助 这话说的长八爷一阵哆嗦 在确认银龙消失过后 才加入了挖室大军中 几人挖了两个半小时 一个个欣喜地看着满地的宝贝 小别独子 这些够给八爷做一件铁围锅防御部 陈大忌一边点着战利品一边傻笑地回应着 够了 等咱出去后就给你弄 一说到出去 长八爷才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小别独子 那些大人物都走光了 咱们该怎么出去 二人猛逼地看着对方 就在他们尴尬之时 陈大忌身上的事实从迅速飞出 接着便在前方为众人带路 连续走了两分半后 众人便从地宫内走出 看着天上亮着的月光 陈大忌开心地邀请大天狗二人前往家中做客 狗坚强 小破喜 你俩没事别瞎溜荡 以后跟着咱混 保证顿顿吃香喝辣 大天狗听后缓缓地摇头拒绝 我跟小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完 等完成之时 定当在您身边安前满后 说着便将陈大忌先前给他的五方金还了回去 邵将军切记 此物珍贵无比 最好和小先生商议一番再做定夺 陈大忌点头表示答应 望着大天狗二人离去的身影 陈大忌罕见地露出不舍的表情 在原地待了两分半后 陈大忌便催促着长八爷带他去学校 八爷你能不能跑快点 这么久没上课 老师不得消死咱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幻化出翅膀 用着吃奶的劲迅速飞去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学校 一回到寝室 长八爷就泪眼汪汪地跑到九难跟前哭喊着 小先生 咱终于又见到您了 这么多天想死我了 九难轻轻安抚着八爷 接着八爷就将最近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 在得知是饭居几人带走了勇士检后 九难顿时气愤不已 心中更是暗自琢磨着下次定然要他们付出代价 而陈大忌则缓缓缓掏出那块五方金询问道 老大 咱俩研究下这小金子咋用的 我说给狗尖强弄个金牙 他还不愿意 闻听此言的九难黄访回应道 天狗神并不是不愿意你帮他打造金牙 而是五方金确实珍贵 他不舍得自己使用 既然答应了人家 咱们就不能食言了 下次见面就给天狗神安排上了 陈大忌听后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时间 众人又回到了校园时光中 可凭日里相互待见的同学却忽然成了好朋友 就连一向嫌弃陈大忌的李云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不仅邀请陈大忌一起去食堂吃午饭 更是不拒绝陈大忌的靠近 见此一幕的九难当即便回到了寝室 可寝室内 赵飞和张超则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仿佛下一秒就要原地结婚一般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取出三根清香点 口中振振有词地喊道 天零零地零零 拜请顾家真零 弟子化九难经历三处清香 后请恕爷爷到死坐镇 话音刚弱 一分轻松驱饮便从天而降 有了松老的镇压 赵飞二人立即停止了动作 天课后惊叫一声恢复神智 爸老大 我们被算计了 那会不知道为啥 就觉得不管是谁都那么可爱 咱们就应该对每个人都好赌 看着惶恐不安的二人 九难一瞬间也没有其他的解决手段 就在他沉思之时 一旁的小无心轻声开口道 哥哥 小僧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长时间召请恕爷爷镇压 对你和他老人家的消耗都很大 不如将此事交给小僧代劳吧 九难听后摸了摸无心的小脑瓜 辛苦你了 小家伙 得到哥哥认可的无心显得十分高兴 接着就见他双手和视盘膝而坐 口中不断念诵起先前从地藏菩萨那里得来的地藏经 化九难请出万年松老镇压鬼怪 小无心念诵地藏菩萨经解救世人 在两位大能的加持下 原本被鬼物迷惑的学生们纷纷清醒 但目前只有无心不断念诵经文才能阻止事情恶化 得知此事的九难便琢磨起寻找幕后黑手的伴侣 与此同时两主地宫内 一向不问世事的松老忽然叹息一声 接着一根松针缓缓飘落 坐在树下的枯骨大僧先是一愣 两分半后也跟着叹息一声 那摩阿弥陀佛 有摩至地狱中来 小僧这就去替树神前辈查探 说罢便对着松老跟张角行了一礼 转身消失在了茫茫白雪之中 只是他走过的道路两旁 阴森死期的白骨不断浮现 而另一边的宿舍中九难依旧在沉思 陈大忌则坐在一旁吃着昆排腊骨 可就在这时他腰间的大疙大 突然传来动静 被吓一跳的陈大忌立即怒骂道 老爹啊 有啥事啊 是不是捡到九跳玉了 没捡到就没捡到 骂人干啥呀 老大他就在边上 陈大忌说着便将手机递了出去 九难见状好奇地接过电话 可还没等他开口回应 电话那头就急切地说明了一切 九难连连点头运打 我知道了书 咱们这就回去 挂断电话后 九难便招呼张超替他请回家 随即就带着陈大忌 和人参娃一同赶了回去 为了避免他人看见 九难三人直接翻墙跳出小院 接着换出飞剑云地起飞 老大家里出啥事了 咋这么着急地喊着咱回去 九难听后缓缓开口道 赵叔出车祸 不过没什么大事 就是受了点皮外伤 二人一路闲聊 很快便回到了小院中 此时的长八爷正焦急地在门外等待 小先生 您可算回来了 赵献令他的情况很奇怪 居然是黑云盖饼天人五衰 龙婆和姥姥都在闭关 大哥他听了小五星讲经后也闭关了 实在没办法才给您打电话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一惊 怎么会这样呢 自从赵爱国感谢归正后 为县里的老百姓办进了好事 这样一个青天大佬 也可是有一方名义的庇谷 案里说应该是红韵当头才对 怎么会出现天人五衰 一想到这 九难立即跑进了屋内 听到动静的赵爱国先是一惊 再见到是九难二人后便露出一摩思想 小九和大忌回来 还没到放假的时候 你们咋回来了 赵飞和张超呢 赵爱国说着就准备起身迎接 九难连忙出声回应道 我和大忌听说您受伤了 特意回来看看情况 怕赵飞他着急上火就没敢告诉他 闻听此言的赵爱国点了点头 一点小伤不用惦记他 一会吃完饭后再让臣妇兄弟送你们回去吧 可别耽误学习了 趁着和赵爱国说话的功夫 九难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两分半过后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原来是八夜看错了 此刻赵爱国的运势哪里是天人五衰 分明是人居漏视 韩宗北来的背景 随即又开口询问道 赵书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赵爱国听后仔细磨了下 怪事还真没什么 就是最近经常发生一些小磕小碰的 说话间 赵爱国拿起茶水准备喝上一口 可到二者接触的瞬间 茶杯竟啪大一声碎了一地 这一幕看得众人面色一惊 而赵爱国则无奈地表示 小九你看 这样的事情最近一天都会发生个两三次 书也不知道究竟是啥原因 就在这十五外听到动静的赵飞娘 焦急忙慌地走不近 小九啊 不会又有脏东西来负害人了吗 老婶子不在家 你可得想办法帮帮你书 酒难一边点头回应 一边掏出一张平安符递给赵爱国 赵书 这张符纸你以后就随身携带 最近工作不忙的话就尽量不要离开家里 其余的事情就交给我和大姐 赵爱国在接过符纸后琢磨的两分半 小九 最近有个工程出了点问题 我必须都去现场看看 等忙完这一阵 书就老是待在家里行步 甚至赵爱国性格的酒难也不多劝 赵书 你去工地的时候带着我和大姐 我俩保证不给您捣乱 一旁的赵飞娘也一听说道 老赵 小九都这么说了 你就带上他俩吧 在爱人的公事下 赵爱国大笑一声 那这事就这么定 反正小九学习 也不差这一两天的功课 大姐的话 说到这赵爱国一瞬间语色了 就在这尴尬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出沉醋的声音 老赵放心吧 我家那别独自也不差这一两天的 事情定下来后 酒难便带着大姐退出了房间 来到了王三的屋内 三叔 我们回来了 活泼的沉大姐笑嘻嘻地呼唤着 见此一幕的王三也淡然一笑 你俩小子咋回来了 学习又放假了吗 小九快去炕上暖和暖和 书中午给你们炖兔子吃 酒难闻言笑着阻止道 没放假 就是听说赵书受伤了 特意回来看看 说着便发出一声叹息 心领神会的王三笑着询问道 唉声叹气干啥呀 在外面受欺负了吗 跟三叔说说 书拿猎枪崩塌去 感受到王三那温暖的大手 酒难心中充满了安全感 接着便将近期学校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 文听此言的王三缓缓引导着 小九 还记得三叔之前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 就是那什么凝界之花的孩子 聪明的酒难当即恍然大悟 是那个曼珠沙华之子 他在花苞中被地藏菩萨用佛法渲染多年 所以也能施展类似佛国的神通 让学校的所有人都陷入一种假极乐的状态 这么说来 犬峰一族已经把这个恶魔之子给培育出来了 那是不是犬峰的盘护老族也脱离了酒幽 想着想着 酒难好似沉浸在了其中 而王三则跟着陈大忌相互聊着 说你看我最近获得的法宝 这是臭皮蛋 这个大缺老牛掰了 王三见状苦笑一声 大忌这孩子咋用的法器都这么缺德 实属犹辱王族斯文 一想到这王三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要不要再帮帮他 多给他点缺德的法器 一念至此 王三暗自抬手一抓 穷鬼 摔鬼 倒霉鬼纷纷附身在陈大忌的法器之上 你们三个以后听令于大忌无侄 他也是酒难清风的并肩王 没想到屁腻天下的江楚帝 竟亲手给一个邋遢少年打造武器 抬手间就换来穷摔倒霉 三个缺德无比的鬼物附在陈大忌的武器上 你们三个以后就听令于大忌无侄的话 若有违背 定然打入酒幽地狱 勇士不得翻身 三鬼文言立即磕头叩摆 大地慈悲 王爷神勇 不知情的陈大忌正把玩着手中的弓箭 恍惚间他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 莫者马明娘的身影 三叔 问你个事 马大叔他藏哪去了 是不是想趁俺不注意出来报打咱一顿 王三文言淡淡一笑 人家哪有时间搭领你 昨天就出去办事 临走前还让我转告你 等他下次回来看不到你小子有进步 他就亲自出手教你学习 到时候老虎蹬辣椒水什么的 通通给你安排上 这话说得陈大忌菊花一己 我靠 那咱不是死定了 说发便灰溜溜地向外跑去 从沉思中清醒的九难立即询问道 大忌你去做什么 一会就要吃午饭了 垂头丧气的陈大忌一脸苦笑地回道 还能干啥 回屋看书呗 接下来的时间 九难将最近所有事件做了个结合 没过一会 王三便端着一口锅招呼众人吃饭 午饭过后赵爱国就带着九难二人 开着那辆五个圈的迪奥朝着工地驶去 车子开了两个半小时才到达施工地点 当地的工作人员面对着书记的突袭检查 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赵爱国则是毫无领导架子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仔细检查 而陈富则时不时摸摸剑彩 又对着图纸一顿合时 那张脸上也从原先的笑意变得阴沉无比 这一幕落在赵爱国眼里 立即就明白了事情的不对 一旁的九难也同样面色不好地询问道 赵叔 这个地方是谁选的 闻听此言的赵爱国认真的回答道 是工方自己勘察选址 县里开会决定的 是有什么问题吗 小九 九难闻言严肃地回应道 赵叔 这里不方便说 我们回家再聊 说把几人假装看了一圈后便驾车离去 就连后方匆匆赶来的胖领导都没理会 只见他一脸恶毒地盯着赵爱国离去的方向 姓赵的你不用自命清高 老子今晚就请大师弄死你 另一边 坐在车上的赵爱国率先开口询问道 老陈 刚才看你脸色不太对 是他们这活干的有问题吗 陈傅文言气得冷哼一声 问题大了 老赵我必须实话实说 就这工程质量 给咱家盖猪卷 我都嫌他不结实 材料 施工 图纸 没有一样是合格的 这群王八蛋就知道赚黑心钱 赵爱国文言也是气得火冒三丈 明天我就安排人过去 必须言查 绝不姑息 一说到这 陈傅不满地表示 老赵不是我说你 以后这样的活干我找多好 咱就是不要钱 也得给父老乡亲们 弄得漂漂亮亮的 赵爱国听后哭笑一声 老陈你的为人自然性的火 可凭咱俩这关系 那不得谣言满天飞 到时候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 二人皆是摇了摇头 接着陈傅便转头 看向正在抽滑子的陈大忌 抽抽抽 就知道自己抽 不知道给老子和你赵叔也上点了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多跟你九难哥学学 这么大了 啥也不是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下的陈大忌 一阵委屈 想抽滑子就直说呗 干嘛要骂咱吗 说着便转移话提到 老大呀 你刚才说那盖楼的地方咋 是风水不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九难也是好奇的问道 赵叔 你是不是还得罪了什么人了 此地两面环山座北朝南 行似并虎风灌气口 负得进去全家并天 这样的地势被称为恶火寒煞 满门不得 这话说得陈大忌气愤不已 我靠 谁这么缺德呀 这么害咱赵叔 咱们现在就回头 看我不消死他们 性格沉稳的赵爱国连忙询问道 小九 你说的书都信 只是盖这房子又不是给咱家搞 他们这么弄有用吗 有用 赵叔 要是没猜错的话 合同上面也是明签的字 也是要邀请您去剪彩后洞第一产土吧 洞土的时间还是一个月前的某13克 在九难把话说完后 赵爱国立即认真的回应了起来 小九你真神啊 一点都没说错 九难文言脸色阴沉的吓人 上个月的今天 是今年最不宜洞土幕的一天 而且某13克天光未险 白鬼回归到死前最后的争鸣 看来背后的人真是不弄死你不罢休啊 听着九难的解释 联系一向沉稳的赵爱国弃的直拍大头 原本以为这么早开工是他们勤快 没想到居然是为了害我 不过有小九帮着书 书就死不了 他们这群蛀虫迟早会被书送进监狱唱会 面对着敌在暗 活在明的情况 九难一时间也琢磨不透 此种邪术可以改变您的气韵 但是改变不了您的所作所为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兴奋的手段 咱没发现吗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陈大忌的手机却突然传来一道响声 妈呀啥事 俺在外头呢 你说说啥事 接着陈大忌一边听着一边点着脑袋 两分半过后 挂断电话的大忌立即对着九难说道 老大 刚才咱妈说空谈大爷打电话找你 让你有公主去他们庙领堂 有急事必须当面说 九难听后心中隐约有种不详的预论 金光寺发生的事情应该跟赵爱国有关 车子很快就开到小镇子里 一下车陈大忌就吵着要去尿尿 但由于夜晚太飞 他一个人不敢去 无奈的九难只能陪同 二人静止来到一处隐蔽 就在陈大忌准备脱腹子时 四周不然刮起一阵阴风 接着一道鬼手便猛地朝着赵爱国的后背抓去 男孩只是摸了摸手中的弹弓 就能下得修炼百年的厉鬼人物自动 只因陈大忌乃是天生的纯阳之体 其血液可诸鬼神灭妖血 在发觉有厉鬼症准备迫害赵爱国时 陈大忌惊呼一声 王八独子你敢碰我赵叔 说罢便掏出弹弓准备进攻 此下一秒 鬼手再触碰到赵爱国的一瞬间就被烧成了灰烬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块漆黑的棺材笔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猛逼不已 老大 这鬼啥意思啊 给咱们表演自杀呀 听到动静的赵爱国立即转身询问情况 九难文言缓缓道出了原因 这是有人在背后施法操控鬼屋迫害他的性命 但由于赵爱国受百姓爱戴官微护体 鬼屋这才触碰不到半分 闻听此言的赵爱国冷笑一声 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小九咱们先回家再说 说着便上前将坤车给开了过来 而九难则用出五鬼搬运树将棺材板送到了小院 回到家后 在光华府办事的李兰熙早早便再次等候 见到是熟人后 陈大忌咧着个大嘴好奇地问道 长蛇哥 这么晚还来串门 有啥事啊 李兰熙听后当即恭敬地说道 回禀两位少主 我等奉勇武大将军之命 请您二位到府上一讯 他老人家有要事商议 不能耽搁 九难文言立即吩咐道 娘和雪氏大叔的召唤 自当不能耽误 还要劳烦八爷送我们一程 长八爷立马点头回应 接着便幻化出蛇身将九难二人放到背部 朝着光华府及时而去 不多时九难二人就来到了光华府中 此刻的雪氏正坐在主位上 光华娘娘陪在一旁 另一边却多了个新任的城隍封无门 在看到九难的身影后 雪氏那凶悍的脸庞上露出一抹柔情 小九来这边坐 而光华娘娘则关切地查看 二人身上有没有受伤 在确认一切安好后才笑着开口表示 深夜喊你俩过来是城隍大人有要事商议 你们谈吧 娘和虎哥在一旁听着 九难文言缓缓开口问道 不知城隍大人找晚辈有什么事 风无门尴尬一笑 小先生客气 小神确实有要紧事情 说着便从包里取出一幅画卷 上面刻画着一只狗头人身的老者 九难见状面色一惊 犬风一族的盘虎老祖 看来曼朱沙华之子已经出世 就连盘虎都已然回到了人间 风无门苦笑着点头回应 小先生说得不错 地府的公文里 附带了一封地藏菩萨的法令 他老人家叮准 盘虎大圣和幽冥之子降临北国 关于他们的一切事情 皆要听从光华府和小先生的安排 九难文言眉头紧锁默不作声 风无门见状立即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 地府也深知贵府和旁无冤无仇 因此只求在关键时刻 给予下官帮助就好 并且按照小先生这些年的功绩 早就该提升至风都百战将军王 此乃官职信物还请查收 九难推脱了几次之后 一旁的光华娘娘便安排陈大忌收下令牌 老大 人家老疯子来找咱帮忙 咱就帮他一回呗 这小牌子还怪好看的 咱就先替你拿着 闻听此言的风无门重重地松了口气 小先生 下官还有个私事麻烦您了 我那可怜的小舅子 被地荡山内一脉抓走后便了无音讯 下官多次前去要人 都被人家给打出来 还请您大发慈悲出手相助 可还不等风无门把话说完 九难便出声应道 城隍大人的意思我都懂 只要稍有空闲 晚辈一定亲自带人给您讨回公道 闻听此言的风无门 在一阵感谢过后便失去的离去 面对九难突如其来的转变 陈大忌摸着脑袋一过步 老大 为啥刚才还故意为难那老疯子 现在又这么痛快地答应 九难轻轻摸了摸大忌的老瓜 地府找咱们办事那是公事 公事公办双方过例 风无门求我们就亲人 这是私事 咱们自然不能怠慢刁难 更何况咱们本就和地荡山不合 就当作个顺水人情 九难的这一番话 引得光华娘娘和雪氏满脸腥味 只有陈大忌还愣在原地没想明白 闲聊一阵过后 九难二人便告辞离去 俩人坐上八页便朝着金光寺庙赶去 两分半过后便来到了寺庙的脚下 一踏入大殿便发现 有一群人正在修缮破碎的佛身 就在九难疑惑之际 空禅大师那慈祥的声音缓缓传出 那摩阿弥陀佛 小四今日情况特殊 老僧不便现身 还望海寒 九难听后立即行了印 小子化九难见过空禅前辈 不知前辈即召我来有何事需要吩咐 化施主也看见有人在修缓我佛今生 还请仔细观察新佛面向可有一场 魂听此言的九难立即转头望去 眼前的佛像逐渐和赵爱国的面向重合 看着面前震惊的九难 空禅老和尚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几天前当地的办公人员忽然来到庙里 通知要强行修建金光寺 第二天就带着工人闯入寺内进行翻新 更是大胆地将佛像进行调换 说不供佛祖呢 要供奉新的书记 可怎奈空禅大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无济于事 万般无奈之下这才请来九难过来帮忙 在听完全套故事过后 暴脾气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又是害赵叔的 没完没了是吧 这话说的空禅也是一阵疑惑 在九难将所有事情串联过后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恶人这是想借佛祖之位捧杀赵爱国 霸施主 此事如何处理还需早做决断 万万不能伤了善人的心 壮了恶人的胆 九难点头回应过后便急匆匆地回到小院告知此事 众人听完皆是火冒三丈 纷纷表示要去找他们算账 九难见状出身安抚 几人回屋休息 直到午夜时分后 九难碰了碰身旁的陈大忌 大忌起床干活了 睡眠库的陈大忌 名难以举 这是到点跑操了吗 九难穿上两衣道跑 冷笑一声 咱们不跑操 去杀人 起了杀心的话 九难究竟有多可怕 为了找出迫害赵爱国的凶手 他抬手间便换出阴间厉鬼抓取对方的魂体 更是用阎王秘咒叛弃死亡收入地府 就在刚刚 话九难叫醒了 还在梦中的陈大忌 大忌起床干活了 咱们去杀人给赵叔报仇 睡眼惺忪的长八爷慌忙询问道 小先生 这大半夜要去杀谁啊 要是不着急的话 小八我回家把大哥喊 不用您自己动手 然而九难却摆手制止道 些许小事不用劳烦长大哥 说罢便在先前运回来的棺材板上刻下了巨魂咒音 随即点燃一把香柱插入香炉里 口中阵阵有词地喊道 贬屎上针 双颈二旋 右拒七魄 左拒三魂 以无知名 积极如律令 话音刚落 棺材板上的血色浮印瞬间亮起 一阵阵怪异的阴风呼啸着 明具成两头面目猙獰的鬼物 九难见状立即吩咐道 大忌快败他 一向听九难话的陈大忌连忙赵左 随着三败的落下 二鬼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那圣人的鬼脸拼命地撞击在地 口中也不断嘀咕着什么 好似在给九难二人道歉 见时机已成熟 九难将殷司大将军的令牌 对准了棺材板 阎王要你三更死 绝不留人道五更 拒魂胁破 给我出 收到指令的恶鬼 立即疯狂地吸收着上方的气味 接着咆哮一声便朝着远方飞去 一致旁观的陈大忌好奇不已 老大你这是让他俩去杀人吗 九难笑着点头回应 咱们就等着看好戏了 与此同时 另一处的豪宅内 一个面色阴狠的中年人 正对着前方一名身穿道袍的老者开口道 金大师 咱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了 为什么还是弄不死赵爱博 这是要再拖下去 马上就能查到我的头上 面对着中年人的质问 老者却一脸淡然地表示 红县长不要着急 赵爱博可是被称为赵青天 他有一方百姓病 哪有这么容易弄死 昨晚老到驱使的棺材博 都被他的官威直接秒杀 就在二人谈话间 豪宅内忽然刮起一阵阴风 金大师见状立即抓起面前的八卦镜 用着指尖雪画出一道符印 天法轻轻 地法轻轻 阴阳法径 真形塑现 急急如律令 伴随着咒语的加持 红镜猛地迸发出一道红光 九难驱使来的恶鬼 瞬间被照出了原形 见此一幕的红县长 惊呼一声变下的匍匐在地 鬼屋们见状呼啸着扑了上前 金大师冷笑一声 手中的铜镜朝前一板 派上胜利 浩荡无边 急急奉北地律令 刷的一声 金光迅速将二鬼笼罩在其中 阵阵鬼气被灼烧而出 区区两只索命鬼也赶过来放肆 他来赵爱国的身边也有高人助阵 手段不错 可惜碰到的却是道野武 然而下影 鬼屋的身上同时冒出一层黑光 化九难的风都将军令给他俩加上护照 在护盾的保护下 二鬼鸣笑一声再次扑了上前 阎王叫你三更死 绝不留人到五更 都给我死吧 眼见情况危机 金大师立即用出保命底牌 只加他一把甩出自身道袍 将鬼屋笼罩 二锦飞蝉 珠黄散烟 积极如绿令 眨眼间二鬼犹如现在泥江上的猎物 任凭他们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 两分半过后就被烧成一阵黑烟魂飞扩散 做完这之后 金大师得意的想要去抓取道袍 可就在这时 一道猛烈的火焰从道袍上炸开 被戏耍得老到气得胡子都直了 欺人太甚 倒也有我祖传的法袍啊 与此同时九难这边 在两只恶鬼被灭杀的瞬间 九难刻在棺材板上的狙魂咒也跟着一同消失 这一幕看得他一脸猛逼 能够灭了将军令加持的索命亡魂 看来这对手不简单啊 一旁的陈大忌也气得爆喝一声 我靠 这王八蛋还挺大道的 老大 你能直接找到他家部 我跟八爷堵上门去揍他 这话说得九难灵光一现 大忌 你真想亲手揍坏人给赵叔报仇 现在用不到八爷 你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说吧还不等陈大忌回应 九难便点出一指在他的眉心 魂魂荡荡 北斗苍茫 天降神将 神魂出窍 话音刚落 陈大忌的魂体便脱离本体飘复于空 我靠 老大咱是不是死了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将各种术法加持了上去 金光咒 六丁六脚护体咒 直到他的身上布满了各种符文后才停止 老大 咱这是成仙了吗 现在我感觉能一拳打死一只昆昆啊 九难文言却严肃地嘱咐 大忌 记得击杀坏人后速去速回 千万不能贪玩 沉浸在兴奋中的陈大忌连连点头回 看着好兄弟那迫不及待的影哟 九难抬手将从前见朝前一指 半空中瞬间出现一道漩涡将陈大忌给吸入 一旁观看的人身娃也笑嘻嘻地钻了上前 二人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这一幕看得长八言面色一惊 小先生 他们不会出事 九难自信地表示 大忌他是破军照命 再加上这些法应放生 不会有危险的 直音就在陈大忌飞走的瞬间 一道金光从屋内飞出打入他的体内 知道是王三出手的九难对此行动充满了信心 而另一边的陈大忌 在漩涡的引导下 他很快就来到了豪宅内 此刻正在修整装备的金大忌忽然感觉菊花叶亮 当他掏出八卦镜查看时 就见陈大忌捏手捏脚地朝着他的裤裆心 被吓一跳的金大忌怒骂一声 我靠 何方来的王八经 怎么使如此卑鄙的手段 陈大忌又又又死了 为了给赵飞的父亲报仇 他被化九难一直点出魂魄 整个人在道法的加持下前往了邪修的居住地 察觉到不对的金大忌 立即用八卦镜照出了陈大忌的方位 怎料这丝正抬手一拳朝着他当步打去 被吓一跳的金大忌惊呼一声 哪来的王八经 使这下作的手段 陈大忌闻言立即回怼道 你才王八经 你全家都是王八经 说罢便扭动屁股发出一剂臭屁蛋 王八肚子 躺上季爷的臭屁蛋 喷的一声 臭屁蛋在空中飞了两秒半后 静止落在金大忌的口中 强烈的臭气催得他连连干呕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飞跟上前踢出一脚 别独子 看计也我踹你大裤裆 就在陈大忌即将得手时 一阵黑光在金大忌身上缓缓涌动 只见一群鬼魂从他体内不断飘出 他们都是金大忌用邪术祭练的冤魂 小鬼门在看了主人脸色后 便张开血盆大口扑了上前 只有少数鬼物驮着金大忌人逃离此处 深知斩草除根的陈大忌刚要追击 就被小鬼门抱住大腿无法行动 正当他准备拍死鬼物时 却发现对方惊恐的样子后 又心软吓不去手 小逼仔子给我撒手 不然记也我真动手 小鬼门闻言虽然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依旧不敢松开半分 就在他犯难时 没心处跨九难所绘制的天师法眼 传出一道声音 太上斥令 超乳孤魂 急急超声 给我出 刷的一声 一阵绿光缓缓降下 小鬼们欣喜地对着九难的方向 三扣九拜后 就钻入地下前往地府投胎转世 回过神来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老大你怎么来了 大忌你再不快点追去 那贼道人就跑路了 随着九难无奈的声音落下后 陈大忌一步跨出两米半 同时对着红县长威胁道 王八独子不许跑 等记也我弄死那个 别独子再回来收拾你 然而等陈大忌跑到了出去后 红县长立即朝着外头跑去 可就在他跑动的一瞬 三道鬼影迅速从陈大忌的身上飞出 穷摔倒霉 三鬼纷纷追逐而去 于是第二天 昆昆早报便在各大平台上报道这一消息 我献红县长于今日凌晨发生车祸离世 而另一边正在追逐的陈大忌速度快得惊人 他以每秒两米半的速度 追上了正在逃跑的京道者 老别独子你得记也站住 不然我射你大裤裆了呀 见对方没有反应 陈大忌立即拉弓射箭准备射击 可金道人却驱使着小鬼当作盾牌 陈大忌见状酸酸不平的怒骂着 手上的动作也改为了抓捕 等九难从法眼中察觉到危机时已经完了 砰的一声 那只小鬼被术法强行捏爆 巨大的冲击将陈大忌震的倒飞而出 幸亏有王八可的保护才免遭伤害 待他缓过神后 金道人都已经跑进叠树的一蹴隔肩中 抱着乘胜追击的打算 陈大忌想也没想的跟了进去 屋子里寒气逼人 一进屋内 人参娃便惊恐地阻止他前行 接着摆出一副要死的动作 陈大忌见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靠 这里头的东西有这么厉害吗 随即便准备通过法眼联系化酒呢 可此刻二人的沟通却被一股不明信号给干扰 我靠 这可咋办了 算了 机业我跟你拼了 不弄死你个扁犊子 赵叔早晚得被你给害死 随即对着人参娃吩咐道 小家伙你就在这等着 半小时后咱要是没出来你就往家里跑 说罢便转身朝着屋内跑去 看着陈大忌逐渐消失的身影 人参娃也立即追了上前 历史中烟雾弥漫 四周时不时地冒出一阵阵鬼叫 陈大忌一边怒骂一边谨慎地盯着周边 老别独自你藏马 敢不敢出来和机业决一死战 然而金道长却躲藏在一旁不敢出来 王八经现在跪地囚牢还来得及 不然等子母凶煞一出来 就算道也我想放过你都做不到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举起弓箭 朝四周一阵乱射 来就来 你以为既也我是下大的 正着急躲避的金道人意外中了一箭 愤怒的他立即张口念出咒语 天师地鬼人魂 五行子母阴沙 该杀之人就在眼前 此时不出更大何时 话音刚落 四周气温瞬间降至冰底 一阵阵腥臭的气息充斥整个屋子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朝着墙壁靠近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正急速向他袭来 就当他准备射出一件事 人参娃大叫一声表示身份 陈大忌闻言惊讶不已 小家伙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老是待着外头吗 就当二人相互靠近的时候 不远处一个女人一手提着个阴尸 一手抓着个剪刀黄缓走出 女人的腹部有着一条尸鲤里面的伤口 伤口上赫然缝合着一条巨型蜗公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大骂道 我靠 老别独自你个缺德玩意 拿人家娘俩的性命炼制这脏东西 你早晚得被天打五雷轰 闻听此言的惊道人鸣笑一声 没想到你这只王八经还是个善修 有着闲情还不如先担心下自己吧 五妃母 紫妃子 阴阳颠倒 恶煞破关 给我起 话音刚落 又有四具母子是缓缓走出 他们纷纷举起剪刀朝着陈大忌的脖子落下 小鬼则尖叫地张开鬼爪抓向陈大忌的腹部 在这危机关头下陈大忌侧身一级 驴打滚躲开女鬼的攻势 接着抬手捏出一道法诀 天灵灵地灵灵 来个鬼帮咱干家 有请新大脑袋 在一阵绿烟过后 新连山一脸猛逼地看着对方 少将军你咋就剩个魂了 我靠 怎么会有母子凶煞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指挥道 新大脑袋你别瞎忙 去屋里找个老扁犊子 这些女鬼都是他梦出来的 新连山文言纵身一跃跳了出去 少将军放心 俺这就把这小子抓住拉到地狱里日夜折磨 而躲在暗处观察的金道人心中一惊 这王八经怎么还能召唤殷斯正神 像他们这种修行者最怕的就是殷斯蒂 一旦得罪他们死后就是苦难的开始 就在金道人思索之际 新连山举着钢叉就向他袭来 区区鬼物怎能隔绝我的法眼 老畜生去死吧 被吓破胆的金道人立即驱动所有法器进行抵挡 可面对新连山的连番轰击 金道人情急之下扯出一条如同大肠一样的烂肉 此物正是母子阴煞的气味 也是控制他们的关键打气 哼的一声 刚差准确无误地将气带斩断 在这一瞬间 正在纠缠陈大忌二人的母子阴煞立即停下了攻势 他们纷纷转头对着金道人发出一阵圣人的命响 曾经害得化九难家破人亡的一副凶胎再度现世 本待被盗门禁用的邪术却被一个邪修给掌控 他利用即将临盆的孕妇作为母体 取出其中又应塞入直系亲属的体内 再用蜈蚣促锁进行缝合 最终炼制成凶邪无比的母子双煞 本想用此邪术对付陈大忌的金道人 却因恶鬼王金莲珊的加入发生了意外 那根操控母子阴煞的气带被刚插一刀斩断 正在打斗的母子煞立即阴森地看向金道人 见此一幕的金莲珊立马拉起陈大忌躲到一旁 凶物反噬 这老瘪独自死定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摸着脑袋疑惑不已 而金莲珊则是一边看着面色惊恐的金道人 一边幸灾惹惑地讲解道 这些母子阴煞并非这别独自亲手炼制的 他之所以能操控凶物 都是凭借手中那根烂肉 如今烂肉被安斩断了 他们自然要找先前折磨过的人报仇了 说话间 母子阴煞气气发出一声咆哮 接着话为五道黑气冲了上前 手中的力爪狂地割开金道人的身躯 一阵阵惨叫声响彻整个山间 眨眼间地面就只剩零星几块碎肉 见此一幕的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我靠 这也太凶残了 然而还不等陈大忌把话说完 母子阴煞扭头露出一抹凝笑 陈大忌见状刚要动手 却被新连山给出手拦下 邵将军这些家伙交给俺就行 说罢便手截剑指捏出一道反诀 临死暗死 冤曲屈亡 急急超声 话音刚落 一阵清光将母子阴煞给包补 起初他们还拼命挣扎不想轮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脸上的狠力逐渐消失 接着琪琪对着众人败了三代便云入地府投胎转世 只留下了一地的大剪刀和五条死无功 一直有着好习惯的陈大忌立即将其放入包中 而在超度完母子阴煞风 房间中的冷雾也跟着一同消散 远在天边的九难也再次取得了联系 大忌 你们没事吧 老大 我们没事 说话间陈大忌将天眼对准了新连山 那个老瘪独子死了 他弄出来的大肚婆也让新大脑袋超度了 九难文言重重地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赶紧回来吧 身魂离体太长时间对身体不好 吩咐完之后 九难便用灵魂术将陈大忌的魂体安放回体内 而这一系列的主谋被处理完后 九难亲自动手改变了养老院的风水格局 将百虎寒煞变为寿星现逃的风水稿地 那些违反秩序的工程人员也被赵爱国送去包吃包住的橘子 最后所有修建工程都被陈塑通过正规手段转到他的名下 然而他却分文不赚地给百姓办事 而九难几人则是安心地回到校园上课 一踏入学校 盘坐在空中镇压的吴欣立即有所感应 那张肉嘟嘟的小脸欣喜地看着九难 九难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便在心中盘算起万诸沙滑之子下路 由于现在还未突破太中之名 假设遇上犬风老祖旁 那他基本毫无胜算 哪怕是古神太逢和浮游出手也无济于事 就在九难沉思的时候 一旁的张超则好奇地问道 华老大 你是在担心前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要不俺再睡一会 让另一位出来帮忙 这话说得九难一点惊讶 另一个灵魂的事情你都知道 张超文言轻轻点头回应 以前我还以为是自己得了啥大病 没想到却是他 你和他说一声 他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然俺娘会伤心的 说吧就见张超的眼睛一闭倒头就睡 两分半过后一个阴沉无比的声音缓缓传出 香系张家 张世祖拜见小先生 文听此言的九难立即抱拳回了一里 晚辈恭迎前辈醒来 接着九难便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 在消化了两分半过后 张世祖黄黄地开口道 小先生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 寒呼和曼珠沙华之子对吧 九难点头回应道 正是如此 所以才请前辈出来商讨对策 张世祖文言一脸严肃地表示 兵法有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咱们不如先引出那二人接触一下 若能井水不放河水最好 要是七人太甚 那咱们小院这边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陈大忌那公压嗓的声音从屋外响起 老大 我搞了点八加一 咱们今晚高低得整一点 说着便拿着一个热水瓶 给大家纷纷倒上一杯 可倒着倒着 却发现水壶中的八加一源源不尽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这咋还无限畅语 就在众人一脸猛逼之时 九难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幽冥之子既然已经驾立 为何不现身相见 九难话音刚落 四周的场景忽然模糊 变成了长满彼岸花的地域 不远处一道靓丽的身影 往往走出 陈大忌惊呼一声 我靠 有刺客来了 赶紧保护老大 盘旋于空中的无心听后 一个闪身来到九难身旁 那摩阿弥陀佛 远来的佛子佛法精深 小僧不能阻拦 还请哥哥见两 九难轻轻摸了摸无心的小脑瓜 随后静静地看了眼前方的女子 花妖永夜见过储君大人 见过无心佛祖 没想到花九难一直寻找的彼岸花之子 竟是个亭亭玉丽的美少女 曾经让九难苦苦找寻的永夜宝珠 如今却自主找上了她 更是主动放下姿态化解 因花妖永夜见过储君大人 见过无心佛祖 闻听此言的九难带着小无心道权回了一礼 然而一旁的陈大忌 在看到对方的一瞬间就迷了心智 口中不断嘀咕着 云啊 俺家的李云真漂亮 九难见状当即点出一指 过邪 过望 速速醒来 两秒半过后 陈大忌惊叫一声清醒了过来 大妹子 刚才你给咱试了啥迷魂咒 俺恨不得啥都听你 而永夜则是一脸歉意地看着九难 储君大人 小妖刚刚乃是无心之举 还望见谅 九难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 佛子刚刚醒来 还不能随心所欲控制极乐世界 这话说得永夜一脸惊讶 储君明察秋毫 正因如此才会无意间害的学府被笼罩在其中 连累无心佛祖日夜操劳化解 小无心听后连忙双手和时回应道 小僧奋内之事 佛子无需挂怀 唯有一点 小僧恳请佛子早日回到地藏菩萨身边 然而还不等无心把话说完 永夜便出声打断 佛祖放心 只要我那可怜的父母能打破宿命从逢 永夜自会回到父佛身边接受惩罚 说着便一脸委屈地看着九难 储君大人 您不会为难一个想要成全父母的可怜女子吧 这话说得九难假意露出妖间的天师恋和将军恋 以此表明身份立场 接着沉思片刻后回应道 我年纪上下 不敢妄言为难佛子 但本座身为智人皇族 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否则的话怎能配得上智人二字 看着身前气势凌厉的九难 永夜微微一笑 储君大人这番话 想女子可否这般理解 只要不伤及凡人 不扰乱阴阳两界 智人一脉就是天下看客 见对方理解意思后 九难点头回应道 还有本座身边的任何人 在得到九难的肯定之后 花妖永夜便化为一阵花喊黄返离去 储君大人不愧是友情帝君 永夜佩服 极乐世界也没有再次降临 可就在这天 陈大记正在外头上厕所 茅房内灯光忽然一阵闪烁 接着一股刺骨的阴风呼啸而来 见此一幕的陈大记立即扭头 查看起了四周 我靠 是灯坏了还是闹鬼 可还不等他说完 身边便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 归丞相 陈大记闻言吓了一跳 我靠 师妹鬼你怎么在这里 来人正是专需三个儿子之一的亡良鬼 此刻他的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就连说话也是有其无力 仿佛随时都要隔屁 丞相快带我去求见江皇兄 地荡山即将遭受大记 说罢便双眼一臂昏死了过去 正在看书的九难察觉到厕所有问题后 立即丢下书本跑过去 一旁的张超先是用秘术通知了小吴欣 接着也一同跑了上前 两分半过后 杰仁先后来到女厕所外 大记 你在里面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到是九难的声音 陈大记连忙拎着亡良鬼走了出来 老大这小鬼来咱这节色 还说了一堆听不懂的东西 什么地荡山大姐 将皇兄救我 九难文言立即带着众人赶回了宿舍 接着便对亡良鬼点出一只 轻轻淋淋 心下骨灵 无送你点 可知万病 积极如律令 随着咒语的结束 亡良鬼先是咳嗽一声后 面争焦急地喊道 还请皇兄出手救救我地荡山一脉 澎湖他来了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一惊 千年前高兴帝都无法对付的东西 要他出手降服 那不是蔡空坤打篮球 白送人头吗 一念致此九难严肃地问道 师妹 即便是庞忽从无间链鱼归了 不是还有三面皇兄和太宗大神坐镇 他应该也不会轻易前往地荡山吧 看着九难疑惑的神情 亡良深呼了口气后解释道 将皇兄有所不知 当初虐鬼为了对付九难他们时 擅自动用了专序大帝的绝地天通刃 此神兵是为了封印地荡山下的东西 如今被擅自动用后 正法封印松动 下面的东西自然想要趁机挣脱 三面拼着重伤才勉强重新镇压 自己也因此沉睡在阴阳两界的缝隙 而他在沉睡之前特意叮嘱三鬼和太坊 倘若有一天强敌来袭且不能敌的 便可向话九难求救 并且将九难的真实身份告知了他们 闻听此言的九难陷入了沉思之中 一旁的张氏祖子冷笑一声 师妹 你等死活跟我家小先生有什么关系 地荡山和光华府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 实相地赶紧过 我等不趁人之威已经算是人之意尽了 这话说得陈大忌也一同复合道 超二说得没毛病 老大凭什么给你们干仗了 看着情绪高涨的众人 赤妹鬼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口中严肃地说道 江皇兄 我家三面大哥在沉睡前让我给您带句话 当年地劫的所有声明实不存一 而青事官只葬了不到半个天下 还有另一大半个 闻听此言的九难先是一惊 随即后捏出法觉带着赤妹鬼 朝着地荡山飞驰而去 见此一幕的小无心也连忙跟上 只有陈大忌一脸猛逼的表示 我靠 老大和光头哥都跑 超啊 怎么怎么办 无奈的张超只能念出一道束缝 接着就见两头僵尸带着二人赶了过去 只留下赵飞独自一人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思索了两分半后 就见他对着狼牙棒捏出一道束缝 开天辟地一念尖 开天才能见仙天 弟子有及时禀告 还请老师显灵 话音刚落 就见长怀远的身影显现而出 接着赵飞便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 得知此事的长怀远眉头紧皱地回应道 为师这就赶往地荡山为小先生附下 与此同时长家祖弟妹 正在和灰老六喝茶的长怀远迅速将此事说了一遍 二人心有灵犀地朝着地荡山赶过去 另一遍的九难等人已经到了地荡山的外围 隔着二里半的距离都能听到太冯那震耳欲龙的咆哮声 那声音充满了不甘 看着远处凶恶无比的庞扶老祖 九难不敢有半分轻敌 只见他眉心欲必流走 智人一脉的气息瞬间震慑全场 感受到气势的盘复随意一拳将太冯打退 同时咬牙切齿地喊道 江祖祖君 少年只是放出了自身的气势 竟能吓得上古异兽心惊胆战 万千兽群跪拜臣服 只因化九难乃是掌控万物的智人储君 当盘复老祖在看到化九难的第一眼后 整个人气得浑身颤抖 江祖储君 而且还同时拥有化江两家的血脉 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以一己之力 承受缔结因果的存在 说着就见盘复双手抱拳口中高喊道 犬封国主盘复见过储君 九难文言一脸淡然地点头回应 国主客气 本王有领 这一幕看得盘复暗自庆幸 随即便注意到九难身旁的师妹鬼 那张凶狠的狼脸上强行挤出一抹怪笑 师妹小儿刚从老祖手中逃走 没想到储君就帮我擒了回来 盘复在此谢过储君 说吧就见他张开大手猛的一抓 见此一幕的张超立即出手阻止 放肆 竟敢对我家先生无礼 说话间就见他手拈黑气朝着狼爪顶上去 轰的一声 张超的身影从火光中倒飞而出 盘复的声音也一同传出 区区蝼蚁真是不自量力 可还不等他说完 半空中阵阵容音响起 一双泛着金光的手掌和香火臂膀同时砸下 长怀远和灰老六合力朝着盘复发起攻势 担心二人吃亏的九难也立即轰出一拳 君临江山 万物臣服 给我退 强烈的攻击阵的大地一阵晃动 识别的盘复一货的将手放在背后 而九难三人各退一步稳足身形 贵老六合长怀远一同抱拳行李 属下无能 连累主上受理 九难先是扶起二人 接着目光严肃的表示 咱们是兄弟 以后这种话不必再说 两仙家听后默默的站在九难身后 不远处的盘复见状连忙开口试探道 储君这是何意 难道不想本老祖灭了专须的后人 然后你之人一家独大 还是说不想由我犬蜂一脉代替专须一脉成为新的智人 九难文言冷笑一声 澎湖的话语暴露了他的野心 此行无非是想借助给族人报仇的谎子 趁着专须和三面的消失 将这一脉彻底灭除 接着再放出地荡山下的东西 以及轻视观对两脉之人的仇恨 届时必定会将九难一脉斩尽杀绝 到那时候犬蜂和他们联手 就算专须归来也无济于事 天下之主将由拳风掌控 普通人就任由狗头人迎欢作乐 无力为苦 一念至此 九难淡然一笑 国主若是想要救出族人 本王自然不会插足此事 但若是有其他心思 那可不行 说吧九难抬手将痴魅鬼丢还给了太坊 接住自家皇主的太坊连忙行了一礼 末将拜谢储君不计前嫌援助地荡山 九难听后心中苦笑不已 若不是为了阻止盘扶的阴谋 他也不自认为能大渡到这等地 一旁的陈大忌见自家老大出手帮助地荡山 立即屁颠颠地跑向前方倒地不起的虐鬼和小儿鬼 接着掏出两粒身腿瞪眼丸分别塞入二鬼口中 冯哥 咱两拨人都和好 你还不赶紧带那只小鬼过来这边 太坊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便带着痴魅鬼走了上前 有了九难丹药的治疗 专序的三个鬼子纷纷恢复如初 他们七七对着九难行了一礼 我等拜谢皇兄相助之情 三面大哥沉睡前嘱咐过 他不在期间让我等以皇兄为尊 闻听此言的九难微微一笑 三面皇兄抬爱 三位皇帝客气 眼见智人一脉合二为一 盘忽怒吼一声 身后的犬风大军蜂拥而来 一望无际的狗群上方 悬浮着徐府的大船 范居几人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下方 多日不见小先生别来无恙 老夫在这有礼了 然而九难却转头对着长怀远抱全形了一礼 本王以龙为友 你却认狗为主 一路之下便主动发起争斗 盘忽老祖 对付智人一脉的第一战就交给老夫吧 见有人主动请占盘忽连忙点头回应 有劳范丞相了 得到允许的范居大手一挥 身后的五口棺材猛地发出一阵颤动 话九难你可敢与老夫一战 闻听此言的众人纷纷抱拳恳求出战 陈大忌更是掏出弓箭 穿上龟壳就准备上前参战 九难见状立即出声阻止道 大忌回来 你打不过范居那老匹夫的 这话引得陈大忌一阵稳缺 老大 我和他都是成相 你就让咱试试呗 看着陈大忌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又想到他身上的奇异之处 九难轻轻点头表示同意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指着范居就破口大骂 我靠 你还挺猖狂的 听八爷说小姐就是让你抓走 实相地赶紧给姬爷放本 不然一刀直接把你变成太监 范居文言也不过多废话 只见他手中竖法流转 百八十的擎勇战士气气踏出 他们手握长矛静直朝着陈大忌扑杀而去 陈大忌见状立即捏出一道束缝 天零零地零零 来群鬼屋行不行 心大脑 带弟兄们出来干活了 话音刚落 山间阴风呼啸 由新连山带领的该六子军团 提着战刀就杀了上前 双方军队打得有来有回 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小儿鬼主动请阴 归丞相 小弟我也想上去帮忙 陈大忌听后沉思了一会点了点头 死孩子 砸上癌的打下龙雀 去把那老别狐子的脑袋给我干下 一会给我当夜胡用 收到命令的小儿鬼爆喝一声 接着就见他一蹦跳起两米半的高度 朝着敌人砍杀而去 眨眼间便将秦军杀了个片甲不留 就连有军见了都纷纷逃到一旁毕免误伤 两分半过后 小儿鬼霸气地朝着饭居一吼 老别狐子 把脑袋交给我归老大当夜胡吧 这话听得虐鬼太逢等人纷纷看向了陈大忌 被盯得不好意思的他甘大的挠着脑袋 接着便将小儿鬼带回了身边 而忍耐已久的范居则甩出八面战旗 八门纵横 阴阳逆转 五行战将 给我出 随着咒语的完成 那五口棺材化为一道流光砸在战场的中央 接着五具冒着寒气的战士一步踏出 四周瞬间阴风呼啸 阵阵杀气席卷而出 眼间的九难立即认出了战士的面貌 白起 黄茧 黄田 张涵 以及勇士姐 陈大忌怒了 被范居气得差点自杀去地府班救兵 只因曾经生死与共的兄弟被范居练成了战士 看着不仁不轨的勇士姐 陈大忌一脸难受地哭喊道 小姐你死得也太惨 怎么被折腾成这样 被吵醒的勇士姐娱惑得看着四周 小怪物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听到动静的陈大忌立即停止了哭声 小姐你没事吧 怎么跑棺材里去了 一提到自己的遭遇 勇士姐顿时想起先前范居将他练成五行战士的情形 飞机双目赤红地朝着范居扑杀而去 老别独自你去死吧 与此同时 其余四具战士竟跟着勇士姐做出同样动作 五行战士汇聚在了一起 整个战场瞬间被星红的煞气给弥漫 这一幕看得范居面色一惊 深知战士厉害的他立即转身就跑 然而却被红色煞气给牢牢锁定在战场中 眼见自己躲避不开 范居猛地喷出一口修炼千年的纵红之气 气体悬挂于空形成一道彩虹 范居一把抽出腰间战刀朝前一挥 身下的勤兵被彩虹连在一起倒在身前 然而这种程度的防御在五行战士的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勇士姐的铁拳如雨点般疯狂地收割着勤兵的幸运 眨眼间就砸死了一大半 范居见状一刀斩断了自己的左臂 那根盾臂立即化为一股纵红之气加持在士兵身上 得到加持的勤兵迅速融合一团 变为一个百米高的巨人 巨人咆哮一声迎上了五行战将的攻击 轰的一声炸起 大地被砸得四分五裂 周围的犬风狗兵被余波震成碎块 勇士姐吐出一口鲜血带着战将们退了回来 而那融合纵横大阵的巨人在这一击之下也化为风沙消散一空 范居则因失去千年之气痛苦不堪 整个身躯肉眼可见地在缩起 变为一个干比的小老头 见此一幕的徐福立即操控大船将范居给接走 一旁观战的盘湖老祖轰哼一声跟了上去 只有陈大忌高兴地看着其余战将 我靠 这都是啥玩意啊 侦探马的霸道 说罢便准备伸手上前抚摸 可就在这时 只见那王景张涵 蒙田三人的身躯化为点点星光消失不见 只留下百起的残躯留在原地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喃喃自语道 我靠 这是成仙了吗 闻听此言的久难忍不住解答道 这是三大战神残留的真灵 在被范居囚禁了千年 如今在小景的帮助下终于解脱了 陈大忌似懂非懂地点头回应 老大 那其他三个大哥都飞走 白老大咋没飞呢 一旁的灰老六听后立即堵住了陈大忌的嘴 小别独子你别说了 人家白将军神魂完整地在阴阳界 这里出现的只是战区残涵 所以自然不会消散 被打断的大忌连忙无嘴不敢吱声 而另一边的大船上 收到虚浮治疗的饭具悠悠转醒 断了一臂的他此刻一脸猛逼的看着下方 一旁的盘湖虽然心中暗骂对方是废物 但口头上却不断安慰着对方 并表示会给他报仇 随即便一步跃下大船 狼招猛地朝地面一拍 地面也跟着开始剧烈抖动 九难员以为他是在破除地荡山的封印 刚想出手阻止的他就听弟弟猛地迸发出一道响声 地质体型庞大的黑狗从底下冒出 那双心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九难等 澎湖见状高兴地夸道 五千年未见 没想到你还记得老祖 实属不错 这一幕落在陈大忌眼中被视为挑衅 只见他摩拳擦掌地就准备上前单挑 眼尖的长怀元立马阻止道 大忌小有不可冲动 此乃上古异兽祸兜 其外形象犬类妖兽 以火焰为食 可喷烈火欲敌 就在长怀元讲解之际 澎湖带着祸兜一步踏出 专需隐没 本老祖要是亲自出手对付你们这些晚辈 蓝脸背落的各以大气小的名头 不如今日除了太逢和那龙族以外 你们任何人只要能打败本国主的坐骑 今日之事便就此作罢 此话一出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一抹愤怒 澎湖的这番话乃是对九难的侮辱 让九难出手对阵他的坐骑 不论斗法如何 智人皇族的脸面也将彻底丢失 忠肝义胆的灰老六立即抱拳请应道 小先生不嫌弃咱的出生 那咱能做的只有舍命相报 说罢就准备上前迎敌 可就在这时 半空中忽然传来长八爷的声音 小先生 你们在哪呀 我带着大姐头过来帮忙了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放下怒火一脸微笑的招呼道 八弟到这来 我们在这边 说话间长八爷带着八明儿一同落地 几人一番闲聊过后 陈大忌搞乖的引导着 八爷 你看见那大狗没 人家可是号称打扁天下长重的存在 还扬言要给咱老大当做棋 老话说的好 毁人虔诚犹如杀人父母 这样一来你可就下岛失业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一脸谨慎地看着对方 小扁犊子你可别忽悠咱 说着便扭头看到正在重围沉思的九难 小先生 您在看狗吧 正在想事情的九难下意识地点头回 见九难一清别练后 长八爷心都凉了 聪明的八明儿早就看穿了陈大忌的话语 意识到机会的他当即带着八爷朝战场中飞去 八爷别担心 今天咱们就让小先生看看 究竟是长冲厉害还是大狗凶狠 长八爷文言当即重重地点着脑 并且变换出藤蛇的真身 五龙七瞬间偏出 敢跟咱抢活干 看八爷我不烧死了 不远处的庞扶剑撞当即退出战场旅行诺言 而霍斗在面对漫天的卢燕却不后退半步 只见他张大嘴巴吞下火焰 同时开口质问道 蛇中真君 断蛇共主 你们想以多打扫吗 场外的陈大忌听后立即回嘴道 我老大有钱 搞两条坐骑不行吗 有本事你也叫上媳妇啊 眼见陈大忌帮自己夺回主动权 阿明儿也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只见他张开雨衣射出无数丰刃 敢做我家八爷争主 给我去死了 这话听得霍斗一脸猛逼 一边躲避丰刃一边观察着二人 在发现对方不是纯血生灵后便怒吼一声 后天修成的杂种也敢在本座面前耀武扬威 真是该死 侮辱父母乃是长八爷的大忌 只见他抱贺一声 那粗壮的蛇尾瞬间甩出 整个空间仿佛被镜风给撕破 轰的一声 地面被割开一道裂缝 霍斗气喘吁吁地躲到一旁 见自家男人威猛无双八明也甩出一尾 二蛇一狗就此展开大战 强烈地震动压死了无数狗头小兵 太逢则放出五色神光护住众人 随着一道猛烈的响声传出 战斗也到了尾声 长八爷和八明嘴角溢着鲜血支撑身躯 霍斗虽占据上风 但也遭受重创 两个杂血废物 等着让本座吞噬吧 说着便脉胎股子朝前扑去 眼见情况危机 长怀远一把阻止住即将出手的九难 小先生 我知道您心疼小八 我也心疼他 可他现在空有一身的神通你无法运用 只有被逼入绝境才是激发潜能的最好方式 九难闻言见没死死盯着战场中央 深知九难性格的长怀远当即传音给八爷 小八 你要坚强 别让大哥和小先生失望 别让父母失望 接着就见长八爷纵身一跃飞入空中 他的身躯也跟着一同变大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有着八舌体型的藤蛇 那遮天地域的双持遮盖整个苍穹 漆黑的蛇尾轻轻一卷将八明儿放入背 那双星红的眼魔死死瞪着下方的过头 没想到最胆小趴势的柳仙长八爷 却是出马仙中最强大的存在 在面对上古凶兽祸斗的威胁时 临死状态下的八爷幕后一声朝天喷出毒咽 在焰火的笼罩下 他的身躯迅速变大 眨眼间就变为一根有着八舌身躯的藤蛇 那庞大的尾一轻轻一抖就震得天地为之变色 那星红的眼魔死死盯着下方的祸斗 眼中激射的光芒下的对方连连后退 原本翘起的尾巴立即拘谨地夹在双腿之间 在场外观看的众人也被长八爷的样子给惊到 陈大忌兴奋地指挥头 八爷只冷起来了 给我干抱他的狗头 正处于暴怒下的长八爷根本没注意到这声音 只是轻声对着八明儿说道 大姐头坐稳 这次换小八我来保护你 八明儿闻言 脸上温柔一笑 敌人凶残 八爷你要小心 说完就安心闭上双眼 收到指令的长八爷浑身一震 巨大的身影山笼罩了整个地荡山 看着遮天蔽日的长八爷 霍斗心中一万头泥马崩藤而过 这世上怎么会出现拥有八舌之力的藤蛇 难道山海经中记载错 此刻的长八爷已然不属于蛇族 而是传说中竹龙的后裔 唯有万龙之祖才能造就如此威势 就在祸斗准备迎接死亡之时 轰中的八爷一脸猥琐地 对着九难和长华元喊道 大哥 小先生你们放心吧 小八我绝对不会让狗头咬到了 这话说得二人一脸猛低 一旁的陈大忌更是挠着脑袋 喃喃自语道 我靠 八爷你不和狗活动 还准备逃跑啊 小别独子你懂个屁 李老将军不是说过吗 八爷我这叫做游击站 听着八爷庆幸的话 长华元满脸黑线地表示 八弟只要你不受伤 为兄甚是欣慰 然而好景不长 长八爷的八层状态 完全是被抑制和八舌老祖的加持下变身的 在他飞了几圈后 就缓缓变为了先前的模样 这一幕落在祸斗眼中欣喜不已 两头砸血后背 给本座去死吧 说罢便拍出一掌发动攻势 九难见状立即准备出手解围 可就在这时云层中忽然传出一阵龙鸣 大胆祸斗 居然敢欺负本座的夫君 真是该死 稳听此言的众人纷纷停下动作 长八爷在猛逼了2.5秒后惊讶的尼南道 是赢大姐吧 身后八明更是一脸欺然加愤怒 而九难则茫然地看中空中 八爷他啥时候成婚了 对象还是条玉龙 与此同时 从天而降的银龙毫无顾虑地喷出一道黑光 在光线的映衬下 祸斗身上的皮毛迅速摔了 幽冥映射 已是银龙 霍斗惊讶地说完后 便立即收起攻势向后逃跑 见自己一击落空 银龙冷哼一声 再次发动攻击 猛烈的黑光瞬间将霍斗包裹在其中 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内 他的身躯迅速摔了 杭湖大人救救我 面对着手下的求助 杭湖虽心中不快 但也只能出手相救 深知对方实力的银龙也不过多纠缠 在收回幽冥映射后 变化为仙子的模样 带着八爷向后退去 这一举动 更是你的长八爷连连惊呼 银大姐你别这样行步 长怀远见状 等了八爷眼后向八明解释道 银儿姑娘请放心 小八的事情 为兄会让他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这话说的长八爷一阵委屈 大哥 小先生 大姐头 咱要是说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们相信吗 一旁的银龙文言 立即意识到眼前的男子是自己的长辈 于是微笑着行了一礼 卢家银龙见过大哥 见过小先生 二人文言也立即抱拳还了一礼 姑娘客气 带着陈大忌屁癫癫的打来 银大姐这么多天没见还好吧 上次咱可是在你的爸爸堆里 翻出好多宝贝 那啥的 最近还有存货吗 这话说的银龙小脸一红 见对方默不作声 久难尴尬一笑 大忌和新将军性格直率口无遮拦 若有得罪姑娘的地方 在下带为道歉 还请姑娘千万不要怪罪 而另一边的盘胡在救出 祸斗后沉声喊道 智人皇族以银龙 八舌 藤舌战败老祖的坐骑 这倒是他的荣幸 正想着在长八叶家人面前 立功的银龙淡然一笑 盘胡大人此言不妥 对付一头恶犬小女子一人足以 获得倘若败的不服 我陪他再斗上一场便是 闻听此言的盘胡冷笑一声 区区一同畜生 也敢在老祖面前猖狂 不不知死活吗 就在这关键时刻 久难一步踏出 替银龙挡下盘胡杀意的目光 国主 先前咱们有言在先 只要我们赢了你就此退去 术不远送 盘胡听后却抬手朝前一指 身上的杀气猛地爆发而出 江楚军 当年你转世轮回地走 可能忘记了上古时期一句谚语 犬风族的承诺就像清晨的露珠 绝对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文化有限的陈大忌立即询问道 六哥 狗头人说的啥意思啊 灰老六一脸比一地表示 这货说出来的话就像放屁一样 根本不算数 说他放屁都是在侮辱屁股 盘胡闻言立即朝会老六拍出一掌 小畜生你找死 向来蛇皮的灰老六一边带着陈大忌跑路 一边回怼道 老畜生你骂谁呢 见一击落空的盘胡冷笑地朝着酒难打出 传闻储君这一世再被人杀死就会烟消云散 今日本老祖就来检验一番 盘怀远见状立即拍出一掌 上万条龙魂迅速飞出 同时出手的还有太逢等人 面对着众人的攻势 盘胡有条不紊的回应着 在一连串乍响过后 众人被猛烈的气浪震的亮翔后退 盘胡也退出数步在稳住身形 刚想继续攻击的他 却忽然察觉到一股杀意将他锁定 随即赶忙掏出大刀朝着虚空斩出 哼的一声 一风染血的书信正好被盘胡被挡住 与此同时 整个地荡山忽然刮起狂风暴雨 一座血佛横挂在雨水中 原本明亮的月光被一道黑洞给代替 黑洞之下 鬼佛无面手握匕首发出一阵怪笑 不见烈狱爬上来的扑 你不思哥哥慈悲竟还敢加害于他 罪该万死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后退以示尊重 只有九难独自一人温和地看着空中 小和尚只是随手拿起一封血书 竟能吓得五大仙家心惊胆战 上古大帝之子不敢吱声 只因鬼佛无面乃是毁天灭地的御外天魔 当盘胡老祖对话九难展开攻击时 小无心就切换到了鬼佛状态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退到九难身后以示尊重 被无面打怕的痴妹鬼和小儿鬼 纷纷逃到后方瑟瑟发抖 唯有九难一脸心疼地喊道 弟弟 其实你不用醒来的 无面文言那握着匕首的手臂轻轻颤抖 哥哥慈悲但是道险恶 小僧不来实在放心不下 深知无面执念的九难对着盘胡喊道 弟弟 今日咱们兄弟并肩作战可好 就让你看看为兄如今的手段 无面那冰冷的鬼面具浮现出一抹笑容 哥哥开口小僧怎敢不从 这畜生能得到哥哥的超度 是他千年修来的善缘 就在九难准备动手之际 长八爷摇身一便唤出蛇身 先生亲自征战 小八自当伺候左右 说八便将九难一把妥起放入背部 聪明的八明儿立即来到无面的跟前 尊上是小先生兄弟 征战气势不能弱于旁人 小说愿为车驾 无面文言先是一愣 接着强行压下心中的杀一表示 不想去佛前怅悔的话就赶快离去 可还不等他说完 便被长八爷那渴求的目光 已经九难的点头给打断 如对兄长一片忠心 该傻 叔爸便朝着身后的黑洞猛的一抓 只见一大团七黑的鬼气 硬生生被扯了出来 黑气里包裹着无数冤魂和厉鬼在挣扎 无面怪笑一声将气体打入八明儿体内 随即首节剑之口中念叨 今无以他画自在天魔主之名 加封辱为六玉天 明杀龙尊 分天是地 杀尽一切可杀不可杀之人 万物皆可亡 唯无凶独尊 无面话音刚落 八明儿的周身便迸发出一股无尽杀意 看着痛苦不语的八明儿 长八叶焦急地询问道 小先生 大姐头怎么了 九难文言轻声安慰道 八叶放心吧 这是无面在给明儿姑娘的逆天机缘 就在二人说话间 远处的澎湖老祖对着无面冷哼一声 区区一介尾魔也敢在老祖面前放肆 冷风魔杂穴八舌 看来你也是伟魔咒的魔主 澎湖边说边朝着无面这边靠近 如今事态的发展不在他的掌控中 再不出手打断 届时必将出现问题 就在澎湖思索之际 一股热浪席卷而出 一个体型壮硕的身形跪拜在九难身前 属下浮游拜见少主 九难听后欣喜地将其拉起 浮游大哥你回来了 浮游轻轻点头回应 此地人多眼砸 但日后我再详细禀告 浮游说罢便用自己雄壮的身躯抵挡在前 一旁的太冯见到浮游后也是激动地表示 五千多年不见 将军终于解脱 本帅心中甚是高兴 浮游文言大笑一声 能再见太冯将军 本帅也十分开心 两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一同笑着回应 只有庞扶一人在远处冷着脸色 本想偷袭的他在看到浮游的那一刻就打消了念头 于是便在一旁等着八明儿的进阶 再让九难挑战自己之时一举将他擒住 携天子令诸侯 在这期间内太冯将一切告知了浮游 有着社交牛逼正的陈大忌 带着新连山对着浮游一阵点头哈腰 更是强塞了一堆辣条作为见面 浮游看着身前长相奇特的乌龟将军 居然是少主清风的一字并肩王 由于间抬手换出两柄战锤递了上前 王爷初次见面只是属下一点心意 还望不要嫌弃 一旁的太冯立即调侃道 浮游将军 你这一点心意可分量不轻啊 要是没看错的话 慈宝乃是用东海那只万年玄规的遗骸打造而成的吧 浮游文言点头回应道 慈宝跟王爷同根同源 只有王爷能发挥这战锤的无上威能吗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好奇地接过武器 就在他触碰的一瞬间 战锤仿佛和他同为一体 原本250斤重的武器 在他手上捂得狂中呼啸 惊涛骇浪 见此一幕的众人暗暗惊讶 就在陈大忌玩着新玩具时 半空中猛地传来一阵雷声 无面见状立即抬手将血泪鬼活悬在巴明儿的头顶 有佛护你定能平安无事 巴明儿强忍痛一点了点头 接着便对话九难等人一拜 又恋恋不舍地看了八叶一眼 便朝着云中而去 见此一幕的长八叶立即询问道 小先生 为啥大姐头也会遭雷批啊 看着天雷翻轨的临层 九难抬手将八叶头顶的生死轮回 抛向了巴明儿 接着开口解答道 明儿姑娘被无面封魔 而且还是六欲天明龙尊 那可是比广丽菩萨的八部天龙 还要厉害的存在 所以上天才会降下天雷进行压制 现在有了泪佛和生死轮回的保护 渡过天劫有着八成把握 应该不成问题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突发变物 九难说着便冷眼看向旁扶一行人 此刻的天空 紫霄神雷急速凝聚 轰的一声雷霆迅速朝着巴明儿轰去 无面见状抬手对着泪佛一指 无法无天 泪佛庞大身躯加上生死轮回的作用 天雷被二者吞噬一空 看着雷海中翻涌的小飞蛇 八叶紧张不已 小先生 要是再给大姐投两件宝贝 是不是就一定能平安渡劫 九难闻言先是一愣 再看到长八叶一脸祈求地 盯着腰间的令牌便明白了一切 随即抬手将天使令和智人王族令 抛至空中 恳请老师庇佑 恳请先祖赐福 话音刚落 原本轰鸣的雷霆瞬间停止 半空中一道紫色浮沉将雷霆红扫一空 一柄金色长剑威严地传出一道身影 退 言毕 满天的雷霆迅速朝着天边退去 原本还在杜劫的八明儿傻愣愣地看着空中 这一幕落在众人的眼中皆是欣喜无比 此乃风魔雷劫 小先生就这么轻松地帮人度过 而盘狐等人面色沉重地看着九难 智人一脉加上道门 他们再想占便宜就难了 一念至此盘狐立即准备出手制止 要是再让九难发育下去 他将再次被打落九幽地狱 储君大人 本老祖已经容你做其顺利风魔 现在可敢一战 可还不等九难回应 鬼佛无面便已经发动攻击 只见他怪笑一声跳入八明儿的背上 抬手间白米高的泪佛瞬间砸落 无见恋狱里爬出来的扑 给我死 九难见状也不莫及 在招回令牌后也抽出杀生刀迅速斩落 脚踩千山 手掌生死 智人不朽 王者无敌 帝王杀生斩 给我出 没想到是杀成性的鬼佛无面 却主动为一条八舌风筝 在得知有人威胁化九难时 他抬手将上古怨气打入八明儿体内 让其晋升天明龙尊 接着跟随九难一重讨伐旁 无见恋狱里爬出的扑 给我死 霸九难见状也挥出手中的战刀 帝王杀生斩 刀忙划破虚空带着君王之威朝着敌人斩下 见此一幕的盘虎也不敢大意 脚下一扭躲开了无面滴血佛 手中的长刀猛地朝前砍出 轰的一声 四周的花草树木被静风震为积粉 太逢等人各自施展神通比喻 唯有那群看热闹的狗头人 纷纷化为碎块散落一地 随着余波过后 九难们哼一声脸色苍白无比 不远处的盘虎却是一脸轻松的嘲讽道 你若还是当年 这一刀老祖当然不会应接 但如今死的一定是你 说着又提到杀出 身为盗门小天师的九难立即操控铜前剑飞起 天格一以清 地格一以明 万剑绝 给我出 刷着一声 无数飞剑犹如雨点般打向盘虎 但都被盘虎抬手辩出的护照给抵挡 向来激紧的长八爷趁此机会拉开剧 等盘虎回过神来时 无面便带着八明儿杀了过来 漆黑的匕首和死气吐气气落下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盘虎凝笑一声 手中的战刀不必反而斩出一击 这一幕在眨眼间完成 刀锋紧贴无面的青铜面具留下一道痕迹 生死沉亡间 鬼佛无面朝天咆哮一声 双目中的幽冥鬼火猛地喷出 这才延迟了大刀的斩落 他和八明儿勉强复活着致命一击 人虽然躲开了 但鬼佛脸上的面具却被气波震碎 那张布满经文的俊脸显现而出 脸上的经文不断地溢出鲜血 眼见攻击落空的盘虎立即甩动大刀再次斩下 九难见状毫不犹豫地念出替身咒 为神长召天地 乾坤变化无穷 替身破神来详 无奉九天玄女 积极如律令 随着九难咒语念出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无面和八明儿就化为残影从原地消失 取而代之是被咒语招来挡劫的恶鬼 雷霆大刀斩下 恶鬼还没来得及求饶就被一分为二 受到术法反噬的九难也同时一出一口鲜血 无面见状立即上前准备搀扶 却见九难再次喷起 这一幕落在无面眼中心中的那块锁链瞬间崩断 身上的煞气直接爆开 周围呼啸的阴风凝结成一道连接天地的龙卷风 原本满面慈祥的泪佛在这一刻变得真名无比 很好 所有人都该死 都该被千刀万剐凌翅处死 当无面再次抬头时 脸上的佛祖镇魔精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无面凭着最后一丝情胆猛地将九难几人推到长怀远的身边 哥哥 你们快走 说吧便闭上双眼流出两滴血泪 这滴眼泪是无面对世间最后的留恋 血泪掉落的那一刻 就是他真正入魔之时 深知鬼佛恐怖的众人纷纷离开此地 等到九难等人尽数远离后 无面脸上的血滴终于滑落 洁白的雪地上瞬间绽放出两朵妖艳的寒霉 与此同时 北国大帝也缓缓飘落鲜红的雪花 无面点猛地睁开双眼 他的眼中没有闪动的狐狐 只剩一片死寂的空洞 目光所及之处 卷风恶鬼皆是化为飞灰 战船上徐福连声大喊道 盘狐老祖 鬼佛彻底苏醒 我等还是暂地锋芒吧 然而盘狐却不屑一步地表示 区区鬼佛有何惧怕 本老祖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说罢便催动早已瑟瑟发抖的霍斗一同进攻 而无面也是名笑地迎了上前 那松染血的书信犹如薄命的幽灵般 在犬风恶鬼的惨叫中来回闪烁 与此同时 正处于小院中的王三猛的惊醒 再看到外面飘落的红雪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冷哼一声就要出门 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而孙字有了孙福 贤弟你我都操劳了数千年 是时候该谢谢了 这事情不还是没到最后吗 王三听后先是一愣 接着便冷哼一声返回了屋内 幽冥地府中 正在超度恶鬼的地藏菩萨猛的一惊 随后满脸泪水地看向了天空 那摩若弥陀佛 随着佛号的响起 那本地藏菩萨经在无面的衣服里泛起阵阵佛光 另一边正在对抗永夜之子的哭骨大师 也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接着不过一切地向着地荡山那边跑去 就在哭骨消失后 永夜之子也缓缓现身 那张精致的小脸上露出一抹沉重 佛陀入魔了 而强行被众人拉着离去的酒难缓缓开口道 长大哥 灰六哥 假设有这样一天 你们也会抛下我独自离去吗 两仙家文言立即停下了动作 小先生有何吩咐尽管开口 我等愿以死明智 一旁的陈大忌见气氛凝重 立即明白了酒难的心思 老大 你是担心光头哥吧 我也觉得咱们应该回去 他一个人会害怕的 闻听此言的酒难欣慰地点了点头 而长八爷则是一反常态地喊道 小先生 大哥 你们在这边等着 小八我自己回去把光头哥给接过来 不然的话光头哥会伤心 小先生更会伤心 这番话一出口 众人立即对平时唯唯诺诺的长八爷刮目相看 灰老六更是连连夸赞着 经过一番商议过后 酒难便带上长怀允 陈大忌和两位鼓神一同赶去 就在八爷失望之际 酒难带着陈大忌跳上他的后背 有劳八爷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阵壁会飞向天际 等酒难几人重新回到地荡山时 无面正在被磐狐几人围攻 失去阵魔精压制的无面杀的徐浮 几人不敢上进 但论实力终归还是差了磐狐些许 徐浮被累佛砸断一条手臂 皇朝昨脸少了一大块血肉 磐狐也是大口喘的粗气 怕酒难被凶臣磐狐打成重伤 和无面破除自身千年禁止 毁天涅地的六欲天魔虫零人间 就在刚刚 亲眼目睹酒难吐血的一面陷入了癫狂之中 那道束缚他邪念的阵魔精急速退去 两滴血泪从他眼眶中缓缓流下 刹那间整个北国缓缓降下血色血化 破除封禁的无面抬手间 换出泪火朝着徐浮砸下 轰的一声 尖如磐石的地荡山被砸出个大坑 来不及躲避的徐浮也被震断一条手臂 这一幕看得皇朝心惊胆战 然而下一秒 无面锋利的指尖便擦过他的左脸 皇朝立即发出一声惨号 他的脸上立即少了块血肉 做完这之后 无面猛地挥出一掌 那封带血的书信迅速围绕在盘湖的身边疯狂切割 眨眼间就在对方的身上留下树道血痕 识别的三人爆喝一声准备一同围攻 可就在这时 话九难带着众人迅速赶来 察觉不对的几人下意识停下动作 但发疯的无面可没给他们任何机会 手中的数法疯狂落下 一时间三人再次遭受创伤 不远处看着无面发颠的陈大忌心疼不已 随即一把掏出弓箭扎入大口 接着单手拉弓 那根带有残阳之血的箭矢瞬间发出 他马的 竟敢欺负光头哥 今天记也必须把你弹打爆 说罢又抬手甩出身上的是屎虫 虫子们顿时一拥而上静止息向旁扶三人 见此一幕的太冯和俘幽立即殷勤道 还请龙军保护好楚军 我二人去给魔主助力 就在二人准备出发时 陈大忌立即递出两包蜡条 熊哥 泰哥 要是光头哥不讲理消你们 就把这宝贝交给他 保证管用 二人一脸猛逼后也是接过蜡条杀了上前 就在他们接近战场外围时 还不等无面发起进攻便将蜡条塞了上前 刚想发动攻势的古佛先是一愣 接着一脸复杂的吼叫一声 便再次发动攻势 只不过他进攻的目标只有盘扶一人 这一幕落在九难眼中也放心了下来 接着扭头对常怀远说道 有劳常大哥也上去帮忙 小弟有能力自保 闻听此言的常怀远点头回忆 一旁的陈大忌立即询问道 常大哥 那啥的要不带包蜡条吧 刚想起飞的常怀远顿时是画在原地 尴尬的咳嗽一声后表示 不劳大忌小有费心 常某身上有 随即在九难和大忌诧异的目光中 常怀远在抵达战场后 飞速从袖口掏出一包蜡条塞给污面 然后装作一副如其事的样子 对着盘扶发动进攻 这番操作看得陈大忌目瞪口呆 原来常大哥也爱吃辣条啊 下次来家里咱给他准备个250箱的 常八爷文言立即给大哥解释道 小别独自你别胡说 大哥他带着辣条 是因为上次光头哥来长家讲话 专门为他准备 就在二人闲聊的时候 九难也加入了战场 只见他高举铜钱剑对着徐福的大船指道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令下子 万鬼服藏 五雷破销正法 给我出 话音刚落 半空中天雷滚混 紫霄神雷轰鸣着落在了大船上 一击得手的九难高举铜钱剑甩出一张黄服 阳明知经 神威藏星 灵符一道 从谋无际 敢有为御 天兵上行 以吴家世之名 六丁六甲诸邪 给我出 随着咒语的完成 十二道金光从天而降 他们七七对着九难拱手喊道 我等谨尊小天使令 一番行礼过后 六丁六甲挥动其法器对着大船封去 他们的攻击再加上五雷破销正法的加持 保护船身的护照顿时裂开道道缝隙 只剩半条命的徐浮拼死抵抗 见此一幕的徐浮和皇朝 在也顾不得帮助扛 二人拼死脱离战场后回头支援 刚想阻止的九难却被陈大忌抢先一步 老大 那个大金鸭和打鱼的就交给我吧 上去船上弄死饭居那笔骨子 九难文言点了点头 随即对着小儿鬼轻声道 贤弟 大忌就拜托你 这番话瞬间引起了小儿鬼的情绪 千年前两脉之人没有交恶时 九难就这么温柔地陪他玩耍 更是耐心教他读书写字 整个王族中除了专须大地外 就是化九难最为清净 一念至此小儿鬼眼眶通通地点头回应 九难见状叹息一声 这些年却是苦了贤弟 待稍后离开此地时 为兄定当为你修不好身体 闻听此言的小儿鬼顿时化悲痛为动物 带着陈大忌朝着徐浮等人扑去 眼见布局已然成形 九难转身凝视着大船 接着一步踏出 整个空气顿时变得兵枉无比 两步踏出 半空中雷霆风鸣故意 三步踏出 地面涌出烈火将大船包围 四步落下 蓄空发出一阵颤抖 帝王踏天的第四步刚好来到大船上方 在九难极致的威压下 这一脚重重地朝着范鞠头顶踩下 老匹夫 给我死 风的一声炸响 大船上的防御法阵全部崩坏 范鞠一脸苦衣地捧求道 还请储君饶我一命 保护愿祥 然而九难没有给他一丝机会 在一阵剧行中 这艘悬浮了五千年的战船 砸落在地 范鞠死 战船落 动用君王之力的话 九难究竟有多可怕 他只是踏出一脚 就将修炼千年的范鞠碾碎至死 更是一招震报了徐福 维护五千多年的战船 当盘狐发觉九难驶出帝王踏天术后 就准备带着霍斗跑路 然而杀疯了的鬼伏无面 云笑一声朝着霍斗斩出一刀 情急之下 盘狐纵身一跃逃向天边 留下霍斗拼死舍弃 狗尾跑路 这一幕看得九难十分无奈 追击盘狐没有无面的配合 也无法击杀 去找霍斗麻烦 他的身份又不好动手 就在众人苦笑间 无面那淡漠的眼神忽然扫射而来 九难见状本想上前拉住无面 怎在对方的脸上布满了警惕和威慑 思索片刻后 九难盘歇而坐口中 缓缓讲述起佛家最慈悲的故事 两分半之后 无面安静地听完了全部情节 那双空洞洞的眼睛死死盯着九难 接着只见他痛哭一声 整个人静止冲进了半空中的黑洞消失不见 事发突然 九难还没反应过来无面就已离去 看着失落至极的九难 常怀远轻声安慰道 小先生不必多虑 以朝某看来 无心大事已然逐渐觉醒 相信不久的将来定当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这话说得太逢和浮游纷纷点头 龙君此言不虚 还请少主宽心 九难闻言只能压抑住心中的情绪苦笑一声 就在大家为此次战役获胜高兴时 不远处猛地传出一阵惨叫 闻听此言的众人纷纷转头望去 只见霍斗的魂魄正被银龙一点点吞入腹中 见九难几人感慨后 银龙立即恢复成内副大家闺秀的模样给众人行李 接着忧愿地看了眼长八爷 六张头吐出一缕冷风将霍斗的身躯冻成冰块 上次匆匆告别 小女子没过多东西感谢 今日就借花献佛把祸斗的肉身送给八爷 自此后山望水远 千山慕雪 望君珍重 说爸便化作一条玉龙浮云而去 长八爷看着空中消失的身影 肚里眉默的他勉强挤出一句 宁大姐 有时间常来玩吗 众人闻言甘道无比 常怀远无奈地感慨道 我家八弟桃花运挺多的 若是没有明儿姑娘在先 银龙道也不是一段良远 话虽如此 但小八你当以我们父母为榜样 一生一世一双人 万不可三心二意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连连点头回应 安排完事情后 众人各自散去 九难临行前完成了 风无门突赴的承诺 将他的小舅子和一众士兵 从地荡山给救出 而九难几人回到家后 便开始准备起破解 老流头秘书的东西 只因后天就到了7月15 鬼节当天即是九难的生日 也是破除老流头秘书的日子 可当天晚上 风无门便带着一堆礼品前来感谢 同时还带来了一段信息 先前盘湖能从无间恋狱归来 不光有光照之路的作用 地府里也出现叛徒做接应 只是当前还未查证 在送走了千恩万谢的风屋门后 九难便回到屋中休息 第二天清晨 愿外锻炼的陈素 被妖间的昆基给打扰 电话那头急切地喊道 陈厂长咱们矿上有出事了 您快点带人来瞅瞅吧 工人都被吓跑了 闻听此言的陈素立即叮嘱道 老王你也别在矿上待着了 赶紧走 让剩下的人都到安全的地方去 说罢便来到九难屋内惊呼道 小九 快跟叔去趟矿山瞅瞅 接着几人便开着那辆家常版的昆车 及时而去 等到了矿山附近 远远的就能看到路面围满 众人七嘴八舌地讲述着 矿洞内发生的恐怖事情 九难越听越纳闷 这是挖到死人了 还是几十具尸体 可这附近可没丢失过这么多人 一想到事情的威胁 九难便谢绝了和众人一同下矿 只是带上陈大忌一路来到矿洞底部 一进入内部 四周冰冷的气息 就惊得陈大忌一阵鸡皮疙瘩 老大 这里面好冷啊 不是都说矿洞都很热的吗 九难文言一脸严肃地表示 大忌 这是阴气 看来真的挖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九难说着便抬脚继续前行 可却被陈大忌一把拉住 老大你先等会 咱找个傻子来探探路 随即便摇头晃脑地念着咒语 天零零地零零 来个傻子行不行 有请心带脑袋 刷的一声 新连山一脸醉意地出现在二人眼前 少将军咱喝得正惊心就把我招揽 对于好既有的吐槽 陈大忌独奈凡地表示 赶紧抹溜地去前面开路 新连山文言挠着脑袋向前走去 可还没走两步便惊呼一声 我靠 这里怎么会有矿街子 都什么年头了 咋还有这邪门东西 九难二人听后立即跟上查看 只见新连山的前方正塌陷着一个大洞 洞内布满了人类的尸体 这一幕看的陈大忌十分震惊 以前俺家的老矿工说过 一个矿要是出了矿街子就不能再挖了 不然的话 有多少这玩意就得用多少生命去填 不死够数量的话 绝对不会消体 少年第一次使用出马仙家的擒鬼术 将折行地狱的鬼王给请来帮忙 然而新连山在看了眼四周的情况后 旧经的尿不湿都尿湿了 只因矿洞内的深坑中布满了七八具人类的尸体 他们个个死相气惨 衣着片履的眼面倒下 这一幕看的陈大忌也是一惊 这是矿街子 以前俺家的工人都说这玩意邪门 这个位置还是别挖了 九难剑撞捏洞术法将其中一具尸体提了请 尸体在灯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道金属光泽 大忌 矿街子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传说生前十恶不赦的人 此后会下十八层地狱 因此有的人就贿赂掌管地狱的判官 收到贿赂后 他们会在铁围山上塑造一个人形雕像代替他们投入地狱 当地狱中有这种雕塑替身时 杨剑的类似的矿洞中就会形成一个人形的东西 也就是你口中的矿街子 它也代表着民主判官受贿的证据 这些证据一旦传到因斯蒂夫 十大言君必定勃然大怒 受贿的阴神轻则打入畜生等 重则投入无见地狱勇士不得翻身 也正因如此 矿街子一旦被挖出 受贿的阴神就会过来锁命 将所有见过这东西的人全部害死 对于九难讲的这些内容 陈大忌听得云里雾里 但新连山却明白着其中的利害关系 随即一脸焦急地喊道 小先生 少将军 咱们赶紧回去吧 这官场的事情咱管不了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气愤地表示 新大脑袋你真不是个东西 咱们是没事 可其他平民老百姓咋办 看着吵得喋喋不休的二人 九难轻轻拍了拍新连山说道 今天的事有劳新将军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和大忌就行了 见自己老大都发话 陈大忌也一同点头回应 新大脑袋你回去了 等下次来咱请您好好喝点八加一 这话反倒说得新连山不好意思了 请您二老都不在乎 老信我怕个屁 众人一拍即合 为了防止其余人误入此地 九难在四周布下一座无鬼迷魂阵 接着让陈富安排所有工人回去休息 只留下几个见过矿街子的工人进行保护 做完这之后 九难回房写下工人们的生辰八字 又吩咐陈大忌做出三个稻草人摆放在一旁 随即将符咒贴在草人的额头 口中同时念出一段咒语 仿佛做你念 孤草做你身 为开光前你是指 开了光后显神通 急急如律令 在咒语念完后 草人们纷纷睁开眼睛眨动着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欣喜不倫 老大你干脆做两个咱们这种模样的替咱去上学呗 九难听后一阵无语 大忌 别闹了 借我点血 陈大忌闻言一拳打在自己的鼻子上了 鼻血足足留了两分半才制止 九难无奈地将血液融入止人的眉心中 眨眼间 稻草人扫复开了灵智般扭动着身躯 他们说着活人听不懂的话 扛起工具就朝着矿井深处走去 这一幕又震惊了陈大忌 看着好机友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新连山不懈地吐槽道 这点雕虫小忌 对小先生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就在新连山夸赞之时 九难二人已经走在稻草人的后面 他们也不上前打扰工作 只是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观察者 与此同时 已经彻底成为魔主的无面 正在一处神秘空间里行走 他的四周布满了浓浓的大雾 而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尊百丈高的巨魔 那三头十八臂 在迷雾中显得格外圣人 只听他开口颤抖地说道 小魔拜见魔主大人 魔主大人饶命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悬浮在无面头顶的内佛 便将他砸成一佛黑气 看着消散一通的巨魔 无面张开嘴巴 将气体全部吸入腹中 本座不喜欢抬着头和别人讲话 说罢便迈开步子继续前行 而矿洞里 时间已经来到午夜子时 已经犯困的陈大忌 被九难给咬醒 索命鬼就要来了 大家注意轻声 岩壁四周就吹起一阵怪异的阴风 六月阎王寨 该死的和不该死的都要拿命来 只见五条七丑的肉虫 朝着坑外爬去 见此一幕的九难先是一愣 五七鬼 没想到这种鬼物居然真的存在 这话说的陈大忌好奇不已 老大 这玩意是啥呀 搞得这么好奇的 九难文言耐心地讲解道 五七鬼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组合 五鬼中只有一个眼睛 他们形影不离 四鬼都听从那个只有一只眼的命名 五鬼不伤害善人 也不伤害恶人 他们只祸害不善不恶之人 并且只能在人们熟睡后吸收魂魄 就在九难给陈大忌科普的时候 五七鬼忽然张开大口喷出黑色烟雾 稻草人们纷纷倒头就睡 九难见状立即招呼二人动手 陈大忌率先动手发出两剂臭皮蛋 爱丧臭皮是吧 接我熏死你 一旁的新连山也迅速抛出钢叉 小子 认识心大也不 识相地乖乖束手就擒 还能免去皮肉之谷 然而五七鬼听后却是凝笑一声 折行地狱的九懵子 本作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被威胁的新连山也不顾对方的身份 手中的钢叉猛地致出 疯的一声 五七鬼被打得倒飞而出 见攻击奏效的新连山大跨步地走上前查看 可就在这时 一道阴侧侧的声音从周边响起 新连山 今日知识本作记下 居然敢和我们作对 你就等着全家死绝吧 话九难被地府阴神威胁性命 更是扬言要将他全家都弄死 得知此事的新连山气愤不已 手中的钢叉将阴神操控的五七鬼轰击在墙上 愤怒的阴神在留下狠话后 便强行拧抱武器重逃回地府 待尘埃落尽时 九难手截剑指开始寻找起对方的位置 荡荡游魂 合住留存 无精拆入 着一搜寻 随着咒语的落下 地面瞬间形成一阵黑旋风在四周打转 两分半后 九难紧皱眉头地表示 五七鬼居然彻底魂飞魄散 就连一丝真灵都没留下 不过好在这些矿街子还在我们手中 始作俑者早晚还要在 一说到这 九难脑中灵光一现 想要找到幕后之人的身份 直接把这些矿街子提交给城隍庙庙 让他们上报因此即可处理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新任城隍风无门的声音缓缓传闹 下官拜见小先生 少将军 听闻此地有邪碎作乱 下官特意前来给二位大人分忧 看着满脸谄媚的风无门 九难总感觉对方身上有些许不对 在一顿询问过后 风无门假意看了眼空中的矿街子 脸上的神色瞬间变了不样 真是岂有此理 如今太平盛世 居然还有人敢干出这样违背因斯刑法的事情 本官怎能不管 小先生 这事就交给下官处理就行 也免得二位大人操劳 一向心大的陈大忌连连点坨回应 行啊老疯子 咱就跟老大回去睡觉 见自己目的打成 风无门赶忙伸手抓向矿街子 但九难迅速抬手将他抓住 城皇大人且慢 本王还有见识不明白 还望指教 敢问冒充音斯正神又该当何罪 这话说的风无门先是一愣 随即谄笑道 小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下官怎么听不明白 说着便准备将手给抽离 见此一幕的九难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答案 眼前的家伙就是个艳笔 在他刚接触风无门的一刹那 就察觉对方不是相复之躯 而是魂魄凝聚的鬼体 作为一代城皇爷 哪怕在不受人供奉也不可能是鬼体 一念至此 九难立即取出符咒拍了上前 头带滑盖 足孽奎刚 佛服六甲 又为六丁 给我震 话音刚落 风无门身上立即燃起一阵火焰 随即一道黑光缓缓灭去火焰 不愧是接天储君 本王居然就这么被你试过了 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旁的陈大忌已经射出一发臭屁蛋 老疯子 你竟敢在我老大庄 吃屁吧 见此一幕的城皇爷闪身躲过 早已经准备好的新莲山挥动着钢叉冲了上前 王八独自敢冒充殷丝大猿 真是该死 看着近在咫尺的钢叉 城皇爷只是伸手弹出一指 正在冲锋的新莲山便被距离轰击在地昏迷不醒 区区折行地狱里看门的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 话音刚落他的指尖却忽然爆裂开了 一股股黑血喷河而出 九难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只因新莲山前段时间在他和一众修士的加持下 已然惊非惜彼 看着城皇爷猛逼的模样 九难毫不犹豫地使出帝王沙生斩 脚踩千山 手掌生死 知人不朽 王者无敌 帝王沙生斩 给我出 沙生斩刀带着无尽的煞气朝着城皇爷的肩膀斩下 察觉到危机的城皇爷立即捏出竖法宝命 天安有不为主 一点鬼火可燎原 刷的一声 一只巨大的骷髅头朝着杀伤刀急速袭去 不远处的陈大忌看着一阵焦急 刚想上前帮助的他被新莲山给打断 少将军 您老就别给小先生添乱了 赶紧摇人 那什么七爷八爷的都让他们上来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身腿剁紧 天灵灵地灵灵 有请下面的全体地区 咱老大可能要被封屋门那边三被打死 没事干的全部过来帮忙 这话说的新莲山立即捂住他的嘴巴 少将军快点停下 一起请来这么多人你不怕封灭 然而地府的苏侯爷正看着生死不傻了 只因上面陈大忌的杨兽正在飞速消失 少将军你欺人太甚 老夫跟你拼了 说罢便消耗起自身应得为其添加杨兽 与此同时的矿洞中 随着陈大忌术法的完成 地面忽然冒出一个小鬼 只见他先是看了眼陈大忌 又了看一眼正在打斗的九难 接着对着下方大喊道 这次祸害没扯大 小天师真的在和强者斗法 鬼兵话音刚落 只见一阵浓郁的黑雾 瞬间出现在矿洞中 领头的正是武昌兵马的统领之一 九天煞同大将 这位杀神一降临 就举刀朝着城皇爷砍去 胆敢冒犯我到门小天师者 武昌兵马必杀之 见此一幕的城皇爷神色一惊 口中猛地用力咬破 舌尖喷出一道血污 血脉为疑 千里远顿 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狗头凭空出现 城皇爷纵身一跃 跳入狗嘴里消失不见 这一幕看得九难等人皆是一愣 盘狐之子 犬风少主 此人正是盘狐的第二个儿子拦我 少年第一次用寿命召唤鬼兵 静下的地府判官连夜 为他加上几百年阳寿 就连到门第一站立的九天煞同 也被请来帮忙 只因陈大忌乃是霍居病 手下的五星上将 一出生就是天生的纯阳之体 其血液可灭鬼邪猪妖魔 在得知化九难正在跟邪飞斗法时 他毫不犹豫地用自身性命 请来鬼将杀敌 见双方实力悬殊的城皇爷 立即召唤出一个巨型狗头跑路 见此一幕的九难惊呼一声 盘狐之子 犬风少主拦握 一旁的陈大忌当即迈开步子准备追击 却被九难伸手拉住 大忌别冲动 盘狐三子虽然没有德行 但个个都道横身后 咱们不能轻敌 而九天煞同见危机解除后 连忙抬手行了一礼 卑职见过小天师 见过少将军 众人一番回礼后 九天煞同一脸扭捏地表示 今日恰逢其会 末将正好有一件私事相求 这话说得九难一脸猛逼 随即笑着点头回应道 神将有恃但说无妨 九天煞同文言不好意思地说道 近日我正一派祖庭 故知发生什么变故 先后有四位道长 舍弃所有阳寿召唤武昌兵马 其中一位便是 卑职唯一后人的师父 名为周不宜 壁旁的陈大忌 在听到名字后立即打断道 你说的是周大叔吧 小倒是呼平的师父 那小子第一次见面 还给咱揍了一顿呢 这话说得九天煞同一阵尴尬 可还不等他开口回应 陈大忌又是大叫一声 神仙大哥你刚刚说周大叔死了吗 他召请你们 然后把自己搞死了 你这不扯淡吗 先前我跟老大好不容易 才把他从小捡老家救出来 现在又死了 听着陈大忌那云里雾里的话 九天煞同猛逼的不能再猛逼了 九难见状顺事将事情 全部讲了一遍 两个半小时后 九天煞同感叹一声 这只说来也奇怪 周到有杨寿浩尽时 他的地魂却是浑浑噩噩噩的 整个人跟个吃傻的昆昆一样 只是口中不断地重复记列两个字 不光是他 其余三个道长也是如此 末将又有药职在身 所以这次才斗胆恳请小先生 照顾下卑职在阳间唯一的血脉 九难听后郑重地点头回应 神将放心 等离开此地后 我立刻联系不平 如果他愿意的话 就让他来我家常住 日后还能相互修行学习 随后九难便将矿街子禁术 那脏东西让你赶走没 后天就是鬼节了 咱们矿上要不要准备点东西拜拜 九难听后轻轻摇了摇回应 脏东西还没搞定 不过他以后绝对不会来矿上折腾 不过这拜拜倒是可以 清明节 七月半 这几个日子确实应该记列 到时候准备点韭菜 我再给您化些三英元就行了 就在二人谈话间 陈大忌迷迷糊糊地问道 老大 昨天神仙大哥就说过记列 今天你又让咱爹记列 这玩意是啥意思啊 九难听后笑着解答道 生活能够平平安安的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老大按照你这么说 记列不就是情鬼吃饭吗 怎么忽平的师父他们还把命搭进去 一说到这臣妇立即掏出一打金钱 周到爷多好的人啊 咋说没就没了 小九 这些钱到时候给忽平那孩子 他太可怜了 要不就让他来咱家常住吧 吃喝花都算书的 听着陈妇惋惜的声音 九难更是暗自琢磨道 为何正一阻停记列还会遭受凶器 想着想着九难便招呼陈大忌打电话给忽平 心善的陈大忌连忙拿起 早就准备好的水果十六输入的号码 喂忽平啊 听说你师父死了 谁告诉我 昨天你祖宗和咱讲 哪来的祖宗 你是不是傻呀 你家祖宗问我干啥呀 听着二人不靠谱的对话 九难立即接过电话沟通着 听完九难的讲述后 忽平缓缓拿出周到人留给他的遗言 上面赫然写着他的身世 俗家姓廖 本名廖平 来到门大神血脉 当初害怕引来一些因果 后才改姓忽平 为师算出大限将至 此次祖廷劫难是你认祖归宗之时 日后师父不在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切不可再贪玩好动 意气用事 看到这里忽平已然是泪流满面 话老大 您说的我都信 离开祖廷的是得先请示师父 还有些事电话不好说 等到了再告诉你 九难安慰了一番后 便坐着臣妇的昆车回到了小院 当到家门时 龙婆早已在院外等后 看到孙子的龙婆欣慰一笑 随即便上手查看起二人有没有饿受 随后便拉着众人回屋吃早餐 饭桌上九难将昨晚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龙婆文言眉头紧皱不已 矿街子 一共七个 其中一个人还被挖走了心 小九你再仔细想想 除了被挖心的 其余几个是什么情况 九难听后立即将所有矿街子的情况讲了一遍 等九难说完后 龙婆一脸严肃地表示 看来老婆子猜得不错 这是还真是八月恋先干的 来了来了 十个多日出马仙龙婆终于上线 在化九难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 龙婆果断放弃修炼回来提点众人 在从九难口中了解到矿山内的来龙去脉后 龙婆一脸严肃地表示 看来老婆子猜得没错 这是还真是八月恋先干的 这突如其来的知识听得陈大吉一脸猛逼 奶奶 这八月恋先是啥玩意 龙婆文言笑着回应道 众所周知 凡是有正就有邪 世人往往把不走正路的道人称为妖道 而妖道中有一个派系信奉成仙 凡人只需渡过八重劫难就能成为八月恋先 也就是主动投入阴私地府 在八大地狱中寿 为了能顺利通过地狱成仙 这派的人便想出用他人来做替身的主意 让替身接替他们在地狱受 这就是八月恋先的由来 听了龙婆的讲述 九难心中的疑惑一扫而空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七个矿街子对应七个地狱 那妖道只需渡过最后一遇就能成仙 看着龙婆和九难满脸愁容的模样 陈大忌嬉笑一声活跃气氛 奶奶您年纪大就别操心这些了 咱现在就把新大脑袋领上了 让他通知下面的人把那瘪独子给弄死就行 说罢便准备抬手请出新连山 可还不等他念动咒语 一阵黑旋风从地面升起 新连山那赤红的身影也显现而出 只见他先开口对众人打着招 接着一脸焦急地说道 上头看到咱们送去的矿街子后 已经开始彻查石魔地狱 七爷和八爷担心那伙人过来打扰大家清修 特意派俺来这边当差 万一那群不长眼的赶过来闹事 俺也方便跟下面报信 龙婆闻言淡然一笑 如此就有劳新将军了 说着便邀请新连山一同吃早饭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傍晚 陈傅请来的戏班子已经到了村里 他们一顿忙活后一座戏台也搭建完毕 处近的村民见有戏看后 连忙赶来凑热闹 随着一阵敲锣打鼓后 戏台的演出也跟着正式开场 演员们五枪挥棒的台上表演 下方的村民纷纷拍手贺赐 故多时两场戏曲很快便出演完毕 一向沉稳的龙婆对着众人吩咐道 小九 小月 你俩提醒乡亲们回去小心 到家后记得给造王爷上香 九那二人点头回应后 便跑到了一处隐蔽的角落 接着掏出几十包辣条 纷纷递给了小动物们 还要劳烦诸位帮我送送大家 小动物们听后立即起身 按照吩咐办事 在村民们都离去后 戏班子的成员们 在休息了一会后又再次上台演出 不过这戏曲并不是唱给人听 而是唱给鬼听 演员们卖力地将每个动作做到极致 下方的空地出一只只王魂蜂拥而至 到了戏台后立马对着九难等人形的意义 这就相当于对主家一片心意的肯定 九难见状也恭敬地回了意义 接着吩咐众人点燃一排香火给鬼屋分时 在接收到法香后 群鬼们对着九难不断点头道谢 就在场面一片祥和时 一阵诡异的阴风从四面八方迅速吹来 见此一幕的陈大吉一脸猛逼地四下张望 一旁的灰老六连忙提醒道 小别独自别瞎看 不守规矩的东西来了 话音刚落就见一群厉鬼们结巴而来 台下的上红门见状立即骚动了起来 胆子小的都准备转身跑路 陈大吉见状怒骂一声 他奶奶的劲感来闹事 也不打听打听这里是谁照的 说着便抬手换出该溜子军团上前冲锋 厉鬼们见状顿时吓了一跳 少将军您怎么在这 陈大吉文言立即摆出了领导的架子 就你们这种样还当恶 都给吉爷老老实实地看戏 谁敢起哄筒筒拉去打断第三条腿 恶鬼们听后纷纷垂头站在一旁发愣 然而在台上唱戏的老花蛋 却是一脸惊恐地看着下方 班主 有鬼啊 众人文言纷纷转头查看 而那扮演包整的演员被吓得缩倒在地 此刻的戏台上 被一阵浓雾给遮挡 只见八个狗头恶鬼 抬着一口血红色的棺材浮现而出 一时间 惨嚎声 哭泣声不断从石棺中传出 颜君大人在上 我等有冤情禀告 这一幕吓得唱戏的演员面色一惊 鬼爷爷 您看清楚我就是个唱戏的 不是包青天 更不是阎罗王 您老有什么冤情可以去地府 然而血棺就仿佛没听见一般 继续重复着刚才的对话 没过一会 血棺见公堂上的阎罗不搭理自己 顿时愤怒地吼道 都说到家地府公正严明 如今看来都是一样的官官相护 既然没人给我们伸冤 那就一起死吧 说着就见棺材中冒出新红的湿水 朝着戏班子们的脚下流去 与此同时 下方的九难早就跨步直奔台上 长怀远和陈大戏也跟着一同感去 此刻的台上被一道飞气给包裹 长怀远见状猛地拍出一枕 冰了一声 隆影张开巨口咬碎屏障 里头的情况也赫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此刻戏班子气气倒在地上不知死活 那八鬼在感受到九难那独有的气息后 立即怒吼一声 五千年了 你们这一脉若不死绝 无等何以平息这滔天怨气 少年只是随意放出自身的气势 竟能气得上古血关爆跳如雷勃然大怒 更是冒着必死的风险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只因话九难乃是上古江族的储君 千年前祖上的大能发动地级 引得万千生灵因此身亡 如今部分的冤魂和血关融为一体 他们纷纷咆哮着要九难尝命 五千年了 你们一脉若不死绝 五等何以平息这滔天怨气 血关说罢就准备对九难发起攻势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瞬间 一道冷哼声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只见一个巨型雷霆前天而降 把血关给踩在脚下 王三站在天上冷眼俯视着下放 血关怒吼一声汇聚 全部力量朝着王三攻去 然而在雷霆的轰击下纷纷化为黑烟 电弧犹如锁链般将棺材拉入地底 做完这之后 王三暗自挥手将戏班子的人尽数救活 随即转身踏天而去 而九难这边则是安排挥老六将戏班子的成员接去休息 接着又联手仲仙家给所有看戏的鬼物分发法相和供品 忙完一切过后 九难便带着几人回到了小院中 一踏入院子里 长怀远就一脸严肃地询问道 小先生 刚才那血关究竟是何物 不但怨气冲天就连道行都深不可测 要不是那位存在出手 凭借长某的手段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一向知识渊博的胡青山立即就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九难 那血关难道是另一个追杀你的存在 闻听此言的九难重重地点了点头 如果没猜错的话 地荡山那边应该已经出事了 事发突然 胡青山此刻也明白了胡三太爷很早以前就说过的话 青石半血初 天下枯骨露 与此同时的地荡山中 先前受过伤的吃魅鬼正趴在地上那喊道 二哥 你为什么要暗算我们兄弟和太坟将军 为什么要破坏阵法 放出内脏着半个天下的血关 你不知他是我们智人一脉最大的敌人吗 然而此刻的虐鬼却是一脸癫狂的灵笑着 吃魅鬼你少跟本座说什么智人一脉 你们都顾着三面那丝 甚至和将酒难亲近也不尊重 本座还要这只人身份有何用 我能站在至高处接受天下生灵的膜拜吗 本座拼死拼活得像调狗一样孝敬之专虚 却只能带着你们两个废物伺候天下亡灵 既然如此不如反了这天 血关大人答应过本座 只要他途径天下智人 就会推举本座为帝 猎鬼说罢便仰天大笑了起来 一旁气喘吁吁的吃魅鬼留恋的看了眼 帝当山后 接着纵身一跃朝着猎鬼扑去 口中对着小儿鬼喊道 弟弟你快跑 去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江皇兄 我要和这叛徒同归于尽 然而心智单纯的小儿鬼哭喊着就要上前帮助 却被吃魅鬼一把喝住 弟弟听话别让三哥白死 说罢便张口大声念诵起血迹大众 祖死我血脉 我以血脉为荣 弟养我神魂 我以神魂为药 我愿献祭血脉神魂 屡行之人守护天下之责 此言一出天地有感 原本晴朗的夜空瞬间松起零涌 半空中人族三组的图腾缓缓呈现而出 他们纷纷怒目注视着虐鬼 见此一幕的虐鬼急切地求劳道 臭小子你疯了 自己想死别带上本座 只要你收回血是本座愿意和你平分天下 然而留给他的只有吃魅鬼兵朗的言语 你若不死 父皇一脉起步蒙羞万名 先祖为正 天地为剑 血脉神魂陷阱 暴风的一声 一阵巨大的烟雾从地荡山中升起 整个北国在这猛烈的爆炸下位置一阵 小而鬼被冲击波状的口吐鲜血 然而这巨大的冲击力 正迅速将附近的森林给吞噬 太逢见状怒吼的开启秘术 无以七彩祥和之力 给我震 与此同时 半空中一道赤红的身影急速感到 只见他抬手放出滚滚热浪将冲击波给包裹 浮游天下 啼血苍生 这即便两个古神使出全力镇压 但在痴魅鬼舍弃一切爆发出的威力已经无法抵挡 就在二人即将支撑不住时 神秘莫测的香烛踩着飞兽从天而降 只听他开口惋惜的念叨 何必 何苦吗 而另一边的空间内 王三正对着一道金光万丈的身影吐槽道 你不去阻止虐鬼释放血冠也就罢 为何要去阻止无亲自出手 如今却赔上了痴魅那孩子的幸运 专虚 你倒真是无情之地 面对着王三的吐槽 专虚毫不在意地表示 贤弟 与黄治水时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这么多年 你我两脉都错了 单靠着镇压 这千古的恩怨何时才能了结 至于痴魅这孩子 九难他都付出了八世了 这一世的劫难应在我这一脉上了 另一遍的小院中 长怀远和胡青山正一脸严肃地看着天际 看来小先生说得不错 地荡山真的发生了变古 二人话音刚露 就见一道身影迅速来到九难身边 黄兄 三哥死了 血管跑了 地荡山没了 话九难怒了 被虐鬼气得差点突破 胎中之谜成为帝君 只因虐鬼擅自放出血管毁灭地荡山 为了挽救一切的痴魅鬼 用自告跟虐鬼同归于尽 就在刚刚 小儿鬼嚎啕大哭地扑到九难怀里 黄兄 三哥他死了 地荡山也没了 看着身前气不成声的小儿鬼 九难轻声安抚 同时拿出自己最珍贵的疗伤单 要哄着小儿鬼吃下 安慰了两分档后 小儿鬼一五一时地将事情讲了一遍 九难听完气得眉头紧皱 在九难能回忆的片段中 吃魅鬼的性格有点像灰老六 平日里自卑的他总觉得以鬼物的样子现实 实在有辱之人一脉的威严 因此常常一人躲在远处 看着九难带着小儿鬼玩耍 细心的九难每次都给他们两个做一样的玩具 吃魅鬼得到之后甚至不好意思出声道谢 只能拼命鞠躬 然后一个人躲在角落玩耍 想着想着两行热泪从九难眼中滑落 这一幕看得众人也不好开口安慰 长八爷再见到九难哭后也是焦急地问道 小先生您别哭了 让小八拖着您到附近转转 咱们散散心去 闻听此言的九难抹去眼角的泪珠 示意自己没事 这千年来所有的恩怨就在这一世了结吧 说吧九难轻声对着小儿鬼问道 贤弟你来的时候可有看见太冯将军 闻听此言的小儿鬼粗气地喊道 当时我被余波震晕过去后 醒来是一切都没有了 在那一方天地里都没有找到太冯将军的身影 九难听后沉默不已 可就在这时 院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正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大忌气冲冲跑去开门 大半夜的谁来啊 原来是护平 昨天打的电话你今天就到了 这是做坤记来的吗 护平文言先是一愣 接着尴尬地表示 陈老大 人家改姓廖了 陈大忌满不在乎地拉着廖平来到了院内 九难还没开口就见廖平双膝跪地一脸委屈地恳求道 华老大 您一定要替我给师父报仇啊 九难见状赶忙想要把对方扶起 先和我说说周大师是被什么东西给害的 然而廖平依旧跪在地上 手中拿起一封书信高喊道 华老大 您问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师祖有封信让我带过来 上面一定有我师父仇人的名 九难听后接过信仔细阅读 信件是紫袍天师吴勇明显 九难在看了两分半后 难难自语道 原来是八鬼干的 难怪正义庭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也没将他铲除 一旁的陈大忌听着云里雾里 老大 这八鬼是啥玩意啊 然而九难依旧陷入自我泥南中没有理会 胡青山见状笑呵呵地回答道 大忌小有还记得你赵景过的武昌兵马 在得到陈大忌的点头回应后 胡青山继续说道 盗门武昌最初成立时不是作为护教神兵 而是为了镇守关押在丰都铁卫山的六栋天魔 当年张天师率领三万龙虎兵将前去铲除八鬼 双方在斗法时 八鬼不讲武德请来六栋天魔助威 张天师不得以用大法力找死 金氏大鹏诸血 六魔八鬼不敌之下被镇压在丰都铁卫城 听了胡青山的讲解 廖平恍然大悟的表示 老神仙说得对 前段时间纪律 祭坛上挂的就是八个恶鬼 从那时候开始就变得恶史连连 师祖无意中还说过 如今八鬼经过千年吞噬已经融为一体 字号清成鬼主 听了众人的对话 一向爱打抱不平的陈大忌立即招呼道 老大 张天师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都打不过那鬼主 要不咱咬点人再去帮小道士报仇 这话说得长八夜一阵无语 小别独自你可消停会吧 大人说话少插嘴 廖平听着二人的对话也反应了过来 他们正一派和话九难飞侵飞过 人家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忙 随即便想起零行前祖庭赠送给九难的宝 话老大 这是我师门宋明的一点心意 聪明的九难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廖平反反从包中拿出八把降妖除魔的法剑 以及一个黑白两色的罗牌 最后掏出一个玉盒 里面摆放着一个古钱 上面写着天元地方四个大字 见此一幕的九难一脸严峻地问道 廖平 这是不是你们第二十八代天师用性命祭练的法器 圣堂太平硬 这话说得呼平尴尬不已 祖师也把东西交给的时候好像是这么说的 深知此物贵重的九难立即拒绝道 廖平 这些法器都太不珍贵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 不过放心 周大师的仇我一定会尽力去帮你报 抛开咱们之间的交情以外 同为天师传人的我就不会袖手旁观 更何况八鬼不除 他们必定会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 一旁的众人听后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小先生真是大丈夫事宜 然而呼平却扭扭捏捏的一阵贴族 这些东西真的是师们的一点小心翼 你也知道 我们正义派别的不多 就是历代天师多 任何一位羽化钱都会留下三到五件宝贝 现在存放的仓库堆积的都快放不下 您别嫌弃就好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一万头泥马奔腾而过 这完全就是贫穷限制的想象 一念至此九难恶狠狠地将这些小东西送入怀中 撂平 替我和师们倒个血 而另一边的屋子里 王三眉头紧皱地看着自己的手指 身为智人皇族的他这点面子还是要的 现在九难白白收了人家的东西却没有回礼 难不成又得出点血 要是那位决胜女帝没有消失 以她的智慧 无这一脉断然不会这么穷 一想到这 王三心一痕挤出一滴惊喜 随后凭空一抓取来几分上百年的草药 放入掌心煎熬 两分半后 七颗香气扑鼻的丹药被炼制而出 随此同时的空中也传来阵阵雷霆的风鸣声 没想到化九难那掌控万物的君王三叔 竟为了帮九难还人情用自身地穴炼制丹药 只见他大手一抬 一滴泛着金光的地穴和几株百年草药被他放入掌心熔炼 两分半过后 七颗晶莹剔透的丹药凝成形体 小燕的上方瞬间雷云逆鼓 风鸣的雷电声不断在云层中翻滚 王三健壮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从哪来的就回哪去吧 都散了吧 化音刚落原本凶悍的雷霆瞬间化为青烟消失不见 看着恢复晴朗的夜空 王三忽然想起了什么 接着目光便放在正在练习术法的灰老六身上 此子虽出生卑微 但对小九一片忠心 理应受伤 说罢便又对着天空招了招手 都回来 轰了一声 刚刚消散的雷霆立即又凝聚在了一起 王三健壮伸手随意一抓 雷云中迅速飞出一片闪电 进入了灰老六的灰心 随后王三抬起那根带有地鞋的钟指 对着闪电刻下了四个大字 如震清灵 正在练功的灰老六顿时全身一震 他的道行仿佛做火箭般急速攀升 尤其是对雷电的感悟 这感觉让灰老六都怀疑自己存了皮卡丘 还是放十万伏特的那种 就在灰老六惊喜之际 王三那威严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帝王之士 赏罚分明 以后无论到家如何待你 你永远是无江家众臣 闻听此言的灰老六激动的热泪盈眶 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以表感谢 王三健壮罕见的轻声安抚道 灰老六你不必如此 日后尽心照顾我家九难便是 另外老六这个名字实在不负众臣威严 无今日便赐你心灵 无命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朕帮你强求 空心日起 谁敢再说你出声卑贱 朕就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勇士不得翻身 如此大的动静 引得九难几人走出屋外 看着空中凝聚的雷霆 又注意到灰老六没心处的印记后 九难就明白了一切 接着一把扶起灰老六 一脸欣喜地表示 六哥不必如此 这一切都是明明的 一旁仙家们也纷纷拱手贺喜 获得赐福的灰老六 缓缓收敛自身气息 郑重地对着九难行了一礼 灰某能有今天 全靠小先生恩赐 经过这段插曲过后 灰老六继续修炼稳步禁忌 九难等人再次回到桌上喝茶闲聊 一项胆小的长八爷好奇地问道 小先生 咱们头顶上的杰云是谁招来的 都过了两分半了还不披下 真是怪吓人的 文听此言的九难尴尬不已 大家都知道王三隐藏的身份 现在他也只能装作掩耳盗铃不知道的样子 屋内的王三听后立马反应了过来 接着交集挥了灰衣袖不满 说道 赶紧散了 一点眼力剑都没有 杰云听后吓得化为黑烟跑路 傻乎乎的陈大忌剑撞惊呼一声 我靠 雷哥这是咋了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啊 心中有数的九难默不作声地看着屋内 可就在这时他的手中忽然冒出七颗丹药 同时王三那弹幕的声音传了出来 小九 赏赐给来颗一颗以做回礼 其余的你自行安排吧 九难听后再感受了丹药的成分和药效后默默地点头回忆 心中对于落魄王族的贫穷又多了份认知 三叔他又出血 接着就见九难取出一粒丹药递给小道士 廖平 我们不能白收你们门派的法器 这颗丹药就作为回赠 服下后不但能增加寿命改善体质 还能省去你五十年的苦修 廖平刚想拒绝 就见九难将两粒丹药迅速塞入长八爷的口中 在八爷震惊的目光中 他的身体情于自禁地咆哮一声 接着一根独角迅速从他尾部找出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再次惊呼道 我靠 八爷你变异了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里 小院的上方又凝聚出了滚滚天雷 我靠 雷哥怎么又来了 今晚是他巡逻吗 听着陈大忌那二臂的话 长八爷欲哭无泪地表示 小别独子你闭嘴吧 这次雷吉是来劈八爷我 可还不等长八爷把话说完 空中的雷云在看了眼下方的院子后 当着众人猛逼的目光下变为黑烟直接跑路 陈大忌的我靠还没说出 屋内的王三又不满地嘀咕道 该走的时候不走 不该走的时候你乱跑啥呀 不降下天罚 无值的车架岂不是少了份魔力的机会 说着便冷哼一声 给我回来 刚刚消失的雷吉以2.5秒的速度凝聚一团 下方的八爷欲哭无泪地表示 雷吉大哥 您给个痛快行不行 这样下去小八我还没被劈死就已经被吓死 看着唯唯诺诺的长八爷 王三大手一抬 长八爷犹如炮弹一般飞向银层 只听风的一声炸响 无数闪电迅速落在长八爷的身上 那阵阵惨嚎嚎声听的陈大忌菊花一几 老大一会是不是能吃烤蛇肉了 不多是随着最后一季雷霆的落下 长八爷的进阶之路也就此闻起 在充满殿壶的蛇身 无不透露着八族的霸气 经过众人的一番道货过后 九难便去安顿好小儿鬼和廖平的住处 随即便准备起明天破解刘掌柜送葬的秘书 在忙活了两个半小时后 确认无误的九难便回到屋内睡下 第二天一大早 九难便见到往前越南笑嘻嘻的小李 哥哥你终于醒了 快去洗漱准备吃面 今天是你生日 奶奶和我亲手给你做的长寿面 男孩出生当天鬼门大开白鬼夜行 更是从女士度中强行降生的鬼煞之子 天生鬼到大成的 他被万千鬼屋视为夺舍的目标 好在遇上出马仙龙婆婆的相助 不在舍命对抗白鬼 更是将他养大成人 如今化九难已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男孩 但在龙婆的眼中 他依旧是那个牙牙血雨的小孩子 今天是化九难的生日 龙婆婆一大早就起床做出一碗长寿面 王浅月笑嘻嘻嘻来到屋子等着九难起床 哥哥你终于醒了 快吃吧 奶奶和我亲手给你做的长寿面 还放了两个鸡蛋 就在九难愣神的功夫 龙婆在胡菲尔和缠如玉的搀扶下走进了屋内 小九啊 长寿面一定要吃光 吃完后给松老和你陈大爷上炷香 然后带上东西去光华府看看你娘和雪氏大叔 此言的九难赶忙躬身行李道 奶奶您放心 小九绝不敢忘记 龙婆欣慰地点了点头 接着便带着小浅月走了出去 吃着热气腾腾的长寿面 九难心中一阵感动 小时候的记忆点点滴滴在脑中浮现 就当九难憧憬在回忆中时 陈大忌和长八夜二人吵着要吃上一口面 九难无奈地取来两份碗筷 将面条分为三份 一起吃吧 吃完后跟我去看看娘和雪氏大叔 二人闻言立即张开大嘴 狼吞胡咽了起来 两分半过后 收拾完毕的九难分别给松老和陈老头上玩香 后便来到王三屋内请安 二人闲聊了一会 王三笑呵呵地取出一个小箩筐地了上前 小九 这是我和松老一起送你的礼物 以后就随身带着吧 红氏还用江楚地的声线传音道 日后定要好好感谢树神 这里面用的藤条 是他老人家得到后的第一缕本体所致 五天之下只有这一份 九难重重地点头之后 又对着院里的轻松磕了个响头 小筐入手之后 就主动化为一枚戒指吸附在九难的指尖 随着他心念所动 戒指的空间内闪烁着各种流光异彩的宝物 与此同时的光华府内 佛里张灯杰喜气洋洋 雪是一改往日的严肃 整个人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无头将军带着一队人兵马在门外迎接客人 蚂蚁姥姥坐着大红轿子从天边赶来 五仙家以及一众山神土神纷纷赶来喝了 等九难等人感到时机是一乐 九难先是对着雪氏和光华娘娘磕头叩拜后 又对着众人一行礼感谢 而另一边的李兰希则在一旁帮助九难整理礼物 可当他打开一个类似人形的包裹时 里头的东西惊得他大喊一声 何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送矿街子这等邪恶物件 闻听此言的众人纷纷面色凝重地看着对方 灰老六和长华远见状对着九难等人行为一名 胆敢公然挑衅光华府和小先生 我二人斗胆 恳请娘娘下令诛杀这妖道 一旁的无头将军带着一对兵马一步踏出 此时不劳烦二五 我光华府自当出面处理 就在众人说话的功夫 长家五年 长怀琴拖着一身伤跑了进来 大哥家里出事了 快点回去 说罢便双眼一闭昏了过去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招呼道 八爷我们走 赶紧回去 心急如焚的长八爷立即化出竹笼真身飞向天际 一同消失的还有长怀远和灰老六 其余人等想要去帮忙 但都被胡青山出言阻止 老夫见月 替光华娘娘和大将军叮嘱几句 还请诸位先各自派人回家打探消息 防敌人调虎离山逐个机果 光华娘娘听后轻轻点头认抖 随后众人纷纷派出人马回去打探消息 而九难这在长八爷急速的加持下 很快就回到了长家祖地 此刻的乱龙山已然满目疮痍 数不清的蛇类尸体遍布四周 长怀远双目赤红地朝着大殿飞奔而去 大殿中一条聚焦倒地不起 其余长家弟子颓然地坐倒在地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快点看看二哥吧 他为了保护我们已经自碎内胆 恐怕是不行了 闻听此言的长怀远只觉得眼前一飞 差点晕绝了过去 九难听后立即快步走上前查看 接着将所有疗伤圣药一股脑倒入二爷口中 二哥快醒来 小九来看你了 在担药的作用下 长怀竟艰难地睁开双眼 大哥 答应你的事情 小弟做到了 只是小弟无能 让那仇人跑 我恨不能亲手给爹娘报仇 说把长怀竟咆哮一声带着浓浓的不甘语话飞声 长怀远见总吞出一口精血昏了过去 而九难则按压下心中的怒火 取出金针为长家几位兄弟疗伤 又是安慰着哭到晕绝的长八语 可就在这时一阵阴风瞬间吹来 黄泉路上无客战 启程还须紧倒时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心中怒火飙升 你叹马的 敢来接野我家勾魂 是不是还没睡醒 闻听此言的鬼差立即怒对道 大胆狂徒竟敢公然违抗殷私之法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可当他们看到陈大忌那张脸后 顿时吓得支支吾吾倒 邵将军多日不见 神采更胜往昔 然而陈大忌丝毫没给对方脸色 手中更是掏出大厦龙却准备自意 我警告你们 不要过来 单单往前走 咱就一起回地府平平 眼见陈大忌和殷差们陷入僵持 九难强忍心中的伤感打着圆场 两位殷帅今日家中突遭不幸故而招待不周 两位若只是路过 我让大忌带你们去小院坐坐 请家书陪你们小酌几杯 闻听此言的阴差们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让江楚弟陪他们喝酒 那是老寿心吃披霜 嫌自己病肠 小先生客气了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那啥的家里有事啊 需要我们当忙度 就在众人对话之时 唐二爷的身上忽然冒出一道魂体 唐家子弟见证再次嚎啕大哭了起来 九难也跟着一疯落泪 这悲情的荧幕看着鬼差们目瞪口呆 九难都哭了 他们不哭就显得不合适宜 就在他们待在原地不知所措时 九难抹去眼泪一脸郑重地说道 两位大帅 本王有一事相求 还望成全 长二爷死了 死在了修炼千年的邪修手中 得知此事的长怀远气机攻心昏迷不醒 长八爷更是哭成了个泪人 然而阴差们却想将长二爷的魂魄带回地府转世轮回 但在见到一同流眼泪的话九难时 他们顿时吓得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见此一幕的九难脑中灵光一现 两位大帅 本王有一事相求还望成全 闻听此言的二人连连点头回应 殿下尽管开吐 下官绝不推辞 九难沉默了两分半后才开口表示 本王想留下长家二哥的神魂在身边修行 还望两位能够通融 此言一出 大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两大英帅身上 这场面看得英帅冷汗直流 看着对方默不作声 陈大忌再次举起手中的长刀喊道 咋地不同意是吧 那咱就一起回地府 这次你们休想用孟婆汤给咱打了 其中一位英差见状连忙开口解围道 小先生 逼下官看来 您去找家中长辈 让他们下一道法指 只需简单写上 从哪来都回哪去就行了 下官和鲍尾兄弟立即带领 长家县的神魂回地府转世轮回 一旁醒来的长怀远听后倒是颇为心动 那双忧郁的眼神询问地看着九难 可九难却冷哼一声 对着陈大忌指挥道 大忌 你动手自艺后我也陪你下去 还要麻烦灰六哥和我家三叔说一声 小九我舍不得长家二哥 决定到地府去陪他 让三叔不要惦记 千万不能生气 要是想我了就来地府看看 闻听此言的灰老六灰心一笑 老六仅遵小先生之命 不过帝君他老人家最近休息不好 脾气十分暴躁 老六要是劝不住他岂不是麻烦 这话说得阴差们急得团团转 正所谓天无二日 是无二主 王不见王 圣不乏圣 无往今来 至人一脉死后都是魂归祖地 要是储君常住在地府的话 那以后这阴丝岂不乱了他 就在他们为难之时 一道火光从天而降落在了长家大殿中 众人抬眼望去 只见传说中掌管阴间的妄鬼之主 面然鬼王显现而出 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抱全行李 只有九难碍于身份 只能轻轻点头回应 储君客气 老夫冒昧来访 还望不要见怪 老夫今日前来是想帮诸位化解眼情的局势 按照地府规定 任何有修行的神魂不可留在人间 暴脾气的陈大忌听后当即就要发飙 可在看到九难的眼神后又老实地站在一旁 少将军还请稍安勿躁 老夫作为人间鬼祖 倒是有一项特权 可招收四位有修行的护法神王 如今正好缺少一位 只是不知长家仙是否愿意去救 面然鬼王统领阳间所有魂魄 其地位相当于阴丝的五方鬼币 而他坐下的四方护法则替他管理天下 这机缘可遇不可求 懂得人情世故的九难仙是抱权表示感谢 随后笑着开口问道 大事如此厚爱我长二哥 本王不胜感激 若有何事需要我等帮忙 还请当面赐脚 闻听此言的鬼王一脸欣赏地回道 既然如此老夫若是假意推辞到险的小家子气 说吧 鬼王抬手展开一道火域 只有九难和长怀远臣大忌等人留在里面 做完这之后鬼王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近期有一大凶之物即将现世 在这末法时代 鬼神不能出 先魔镜归异 到时候还要储君和光华府一同出手 助老夫压制强敌 九难文言陷入了沉思 按理说以鬼王的实力也没有什么凶物能与之抗衡 难道是青世关联和血关要找这位大士的麻烦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一向大大咧咧的陈大忌信心满满地表示 大事是吧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只要长二哥能留在万龙山 咱和老大一定帮你对付那脏东西 看着憨憨的陈大忌 鬼王无奈一笑 少将军有所不知 老夫口中的凶物可不是那么好对付 即便是十大阴帅 十大阎罗齐齐出动 也无法将其镇压 我靠 这么凶 那岂不是玩犊子了 看着眼前抓耳挠腮的陈大忌 鬼王苦笑地点着脑袋 其实力确实远超现在的储君大人 除非储君能彻底冲破太中之谜 成为上古那位力能接天的智人王族 只有这样或许能与之一战 看着沉默不语的众人 九难缓缓开口问道 大事 不知你口中的凶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然而鬼王说出的话使得九难一脸猛逼 老夫不敢欺瞒储君 前些日子老夫梦见佛家多文第一的阿难满脸泪痕地闯入我梦中 并告知有大凶之物即将出世 还说此乃和当年地劫并称的末法大忌 天下众生皆在其中 住得过 天下太平 住不过 万物寄疗 这话说得陈大忌面色一惊 他虽然傻 但曾经也从小无心口中得知 释迦摩尼佛祖和他徒弟阿难尊者 我靠 这脏东西这么凶 光头哥和老大都没有办法了 鬼王无奈地点了点头 当年专须大帝绝地通天时就立下规矩 天人永和 再加上如今的末法时代 万天神佛不能跨界显盛 看着面色颓然的众人 九难心智坚定地表示 自古正邪不两立 即便没有长二哥的事情 本王也会出手阻止此事 闻听此言的鬼王淡然一笑 接着抬手捏出一道法诀 无以幽名教主名思 炼然鬼王大帝致明带天地侧封 封乳为八玉名蛇 坐镇万龙山 诸武统于北国所有鬼物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将长怀尽的神魂包裹在其中 九难见状立即对着陈大忌喊道 大忌 快把五方金抛出去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立即抛出那块金石 九难一把挥出手中的杀生刀 将其一分为二 一半悬浮于空中 一半回到了陈大忌的手里 还请浇灭大事助 鬼王听后立即明白了九难的举动 随即一道烈焰奔腾而出 将五方金给炼化 在这过程中 九难先是取出金针扎破自己的宗旨 接着开口吩咐道 长大哥 大忌 借我点起 二人听后立即按吩咐办事 地血 龙血 纯阳之血融合在一起 一颗金色的血涕悬浮于空 九难心中默念出转生咒 将血液和五方金融入长二爷的神魂中 同时抬起刀对着自己一划 一块裹着致人血液的龙皮 被他丢入其中 以此为乳皮 幽冥转生 这一幕看得长家子弟感激涕零 小先生带我们长家满门恩比天高 一滴海参 无等感激涕零 日后无以为报 唯有拼死尽忠 而九难的身上则浮现出阵阵金光 原本束缚住他的那块龙皮缓缓退了下来 变为一层淡金色的龙皮 九难见状心中感慨万千 曾经保护他的龙皮 到如今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 反倒拖累了他的修行 而此次机缘巧合下脱落下来 看着那高耸露云的轻松 和盘龙傲视的龙皮 九难重重地拜了三拜 小子化九难拜谢长家老祖多年庇护 拜谢树爷也是独知情 化九难用地穴为长二爷稳住神魂 更是包下自己的龙皮给对方铸造身躯 得知此事的松老患出法身 心疼地望着九难 然而九难却躬身对着他拜了三拜 小子化九难拜谢长家老祖多年的病 拜谢树爷也是独知情 见此一幕的松老叹息一声 接着就见那块龙皮缓缓附着在长怀静的身上 感受到松老庇佑的他也恢复一丝神智 随即便对着梁主的方向磕了三个小头 大恩不言谢 围住树神万古长青 陈大记见诏好奇地问道 八爷 长二哥这是在干啥呢 为啥忽然就给树爷爷磕头了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比一地回了眼 小先生的褪皮上有树神的印记 如今能主动和二哥融合 就说明二哥得到了树神他老人家的认可 以后谁再敢惹咱家二哥 就得掂量自己能否承受住松老的怒 陈大记听后顿时惊讶无比 我靠 那也就是说以后二哥是树爷爷罩的 那谁还敢欺负他 说吧 陈大记转头对着鬼王问道 念他哥 树爷爷是长二哥的老大 你也刚说他为小弟 那以后有事的时候长二哥听谁的呀 这话说得燃面鬼王一阵尴尬 同时心中一阵吐槽 不愧是阴阳界第一祸害 随便一个问题就是这么缺德 松老从上古一路走 就算是传说中的仙人 见了他老人家 都得恭敬地叫一声前辈 他区区一个鬼弟 怎敢跟他争老大 一想到这鬼王当即尴尬地笑了笑 少将军说笑了 小鬼自然不敢和树神前辈争雄 长家二爷虽然名义上是我坐下山主 但他就如同二郎险胜真君那般 爱干嘛就干嘛 听着鬼王的解释 九难和长怀元等人心中笑开了花 但为了保持身份 只能尽力压制翘起的嘴角 就在气氛尴尬之时 陈大吉又不要脸地问道 面瘫哥呀 咱还有个问题 可还不等他说完 面然鬼王变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天际 只留下一句歉意的留言 储君 龙君 老夫家中还有集市 咱们就此别过 势力之处还望海寒 陈大吉见状摸着脑袋一脸猛逼 我靠 还没问完就这么着急走 看着迷惑不已的陈大吉 九难等人笑出了声 长怀元更是亲切地拍着大吉的肩膀 此次是我长家欠大吉小有人情 以后有啥事情 尽管招呼便是 就在众人说话的功夫 长怀敬也完全将身躯和神魂给融合 看着重获新生的二弟 长怀元心中一阵欣喜 但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查明是谁混的长家祖地 二弟 你现在已然脱离苦恶重获新生 可以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讲给小先生和为兄听了 长怀敬文言当即双目通缝地表示 回禀大哥 害我长家之人正是那是脑膜 这答案听得长怀元一阵愣神 是脑膜不是修为禁匪 还被小先生给封印 怎么有翻身的可能 一旁的九难虽然心中惊讶 但也将此事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切 难道八玉恋先是是脑膜的后手 长怀敬听后立即回应吗 正是如此 今日大哥去光华府为您贺寿 我等前去万龙窟查看是脑膜的情况 怎料他今日邪术大圆满 瞬间成为八玉邪先将我等重伤 随着长家兄弟的描述 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到了一起 八玉恋先 正是是脑膜在50年前部下的手段之一 因此不惜贿赂了地府某些官员 第一个手段是用秘术炼化骄龙 成就龙是解先 但因为胡三太爷和非妈妈的原因没有成功 自此他便采用佛人献祭的邪术成就八玉恋先 九难听后叹息一声 是小弟失算才导致事情变成如此 就在几人对话间 鬼差们见事情圆满解决后也赶忙上前搭话 佛家有言 一饮一酌皆有前因 一本帅看了 是脑膜那脑贼早晚必死于北国山主之首 刚才燃面圣王丰山主为八玉名蛇 而那是脑膜修的是八玉恋先的邪术 在这因果下 就算是神仙在世也阻止不了 闻听此言的众人立即明白了这一切 而陈大忌刚想开口就被长八爷给堵了回去 小扁犊子 这是说通俗点就是 是脑膜就是个小偷 偷了长二爷的钱才能挤身仙味 当小偷见到正主的那一天 就是人赃病祸之时 一番谈话过后 众人便各自回到了住处 九难因生日的缘由再次赶回到了光华府 一路上长达也以百公里耗费两个馒头的战绩光速到达目的地 后方的陈大忌动的大鼻涕甩的到处都是 带九难走进光华府后 大部分的宾客也能散去 只有胡青山几位家主还等着九难回来 九难也不磨叽 花费了两分半的时间就将长家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听到是八玉恋先所为后 胡青山缓缓叹息一声 我真是多事之秋 现在八玉恋先都出来了 向来护短的蚂蚁姥姥霸气地表示 邪仙又能如何 再赶出来作妖 咱们几个一起将他镇压便是 在众人商议一番过后时间也到了深夜 由于破解刘掌柜秘书的时间在此时 九难也早早地打了回去 在家休息了两个半小时后 九难便带着一众送葬的军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九难边走边撒着纸钱 天无忌 地无忌 阴阳无忌 百无禁忌 念完后又将熊鸡丢到前方开路 可就在这时 对面的迷雾中忽然传出一段戏曲 接着就见一个打红轿子缓缓浮现而出 少年第一次在半夜抬棺材送葬 却碰上了鬼新娘结婚的队伍 红白喜事的碰撞使得话九难谨慎不已 就连一向调皮的陈大忌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 接着撅起屁股就要放出一记绰皮的 见此一幕的鬼新娘惊呼一声 储君 邵将军多日不见可否安好 而他身后送亲的徐福和黄朝则冷哼一声 真是冤家路窄 我那师兄刚被你害死 你家便有人疯死 果然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怒骂一声 我抱你大意 小鸡鸡 给我开会 说吧 人生娃和陈大忌一同发出臭屁蛋 眼见臭屁蛋即将落下 徐福当即准备闪身跑路 可就在这时 一阵清风将臭屁蛋全部吹天 教终的鬼新娘落落大方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花妖永夜见过储君 见过少将军 久难见状回了个到家的礼节 佛子大婚可喜可贺 陈大忌见到那个能够满足一切愿望的女神后 惊呼一声 同时心中响起和李云的种种幻想 察觉不对的永夜修红地喊道 少将军 你龌龊 看到自己的新娘被人调戏 坐在前方的新郎不悦地走了过来 来人长着狗头人身 正是盘护只子兰卧 小组无礼 说吧抬手打出两刀寒 朝着陈大忌风去 久难见状立即捏出竹法打了回去 封的余生 一阵烟雾在几人面前升起 见没有人受伤 永夜立马劝说道 储君大人 按照神舟的规矩 白氏遇到红氏的话 应该是你们主动让开道路 还请大人有大量 不要为难我这个捆命的仙子 然而久难对此却吃之以鼻 如果不是犬风取亲 久难一定会公身相让 但此刻他不仅是代表自己 更是致人一脉的颜面 一念至此 久难淡然一笑 佛子大喜 本王自当与人方便 任何人都可以过去 但他不行 久难说着冷眼望向一旁的栏目 犬风先害我家留书假死必解 又妄图庇护士脑膜完成巴欲练仙 更是害死了查二哥 此仇不能不报 说到这久难冷笑一声 不过君子成人之美 今日既然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本王也不好为难 只要狼窝你过来给刘三叔科三个小头 便能安然离去 这话落在狼窝的耳中 引得他一阵怪笑 可还不等他破口大骂 一旁的小狗头便站了出来 智人一脉的废王也敢如此嚣张 弄死那个扎纸将的是本将军 想要报仇就得看你本事了 这话引得暗处的金甲是一阵暴怒 只见他纵身一跃 手中的长刀犹如毒蛇一般斩了出去 犬风狗头剑撞奋力抵挡 打叉一声 手骨碎裂的声音传出 宋恶也不磨蹭 举刀再次斩落 可却被狼窝的杀气给锁定在了原地 随即一脸戏谑的讥讽道 怎么转世轮回了八次 不仅封印了你的血脉 就连胆破也被封印了 如果你只是有这点本事 今天贵的人就是你 九难文言却是倾笑出声 可就是这一举动 却让蓝卧想起了五千年的一段往事 当时他们和质人一脉还未交恶 话九难也没有转世 当时正逢凶兽作乱的年间 话九难就是一边笑着 一边单手将不可一世的凶兽给镇压 当时的蓝卧只能躲在人群中远远的仰望着 反受到蓝卧的情绪变化 九难笑得更加从容 帮国的小主 你想看本王亲自出手 那本王就成全你好好给我学着 九难说罢迅速取出金针 用别人没有看见的速度 插入自己的穴道之中 随即深吸了口气 只见轻描淡写的指向 那躲在后方的狗头将军 叶楚 死了 这一指犹如一根破碎虚空的黄金绽毛 带着无尽的岁月和雷霆万军之力 刺入狗头的眉心 只听风的一声 四周大地位之一阵 狗头将军化作滚滚灰烬随风挑去 在这过程中 九难的表现都是从容不过 身上的帝王威压震慑着在场的众人 蓝卧 本王如你所愿 看清了吗 学会了吗 需要本王再做一次吗 说话间 九难冰冷的眼神扫过迎亲的队伍 被他看到的恶鬼纷纷吓得浑身颤抖 亮枪后退 这一幕落在蓝卧的眼中极为恐惧 江殿下 我犬风一族和您这一脉 其实并无深仇大恨 即便稍有冲突也是我等贱民的不是 还请您看在我父亲盘护的面子上 放过小弟这一次 闻听此言的九难依旧保持笑容回应道 本王向来不喜欢重复说过的话 不过看在你父亲的份上破例一次 你只有两个选择 或者磕头给我家留书谢罪 蓝卧文言 全身气得颤抖不已 你欺人太甚 看着对方的怂恙 九难只是微笑着不答话 只因他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记忆 对于蓝卧的心态 他拿捏得死死了 一旁的皇朝再见到自家主子受到屈辱 当即抽出战刀大喊道 蓝卧太子不用畏惧性话的 他就算真的觉醒了太中之谜 也不过是前两天的事情 有我等助阵 未必不能和他一战 你自己想死别连累本少主 蓝卧说着一掌打在皇朝的脸上 清脆的响声让众人惊讶不已 皇朝顿时气愤不已 而徐福健壮立即带着对方离去 红石口中不断安抚道 既安全风并非民主 我们离去便是 何必拼个你死我活 这话若是放在平时蓝卧必定上去将对方生情 可此时有九难在这 他只能露出一副哈巴狗的姿态 可怜兮兮地看着 见此一幕的永夜心中不禁感慨道 难道真的要和这等人共度一生 一阵迷茫过后 永夜眼神坚定地想到 只要能让父母团聚 付出再多也值得 天下虽打 可有能力帮忙 又愿意帮忙的恐怕只有盘护老祖 至于智人一脉 他们向来以所有人族安乐为己任 肯定不会冒着天下安危 破坏着太平顺势 一念至此 永夜暗中对着九难传阴道 不愧是能将饭居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智人储君 狼卧在君面前 简直不堪入目 不过小女子有一扇言提醒 插入穴道中的金针还需尽快取出 否则时间久了不利于日后的休息 少年只是将金针刺入自己的穴道 却能下得盘护之子尿不湿都尿湿了 只因化九难乃是智人皇族一脉的储君 曾经抬指尖就能拧压文国一方的凶兽 可如今却只能用金针刺学的方式强行提升实力 就在刚刚 化九难一个眼神就吓得蓝窝瑟发抖不敢之声 为了救父母的花妖永夜连忙给九难传音道 小女子有一言善言提醒 插入穴道的金针虚尽快取出 否则不利于往后的修行 九难文言立即明白对方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虚实 只是没有当面拆穿 望着九难疑惑的目光 永夜继续说道 还请储君看在小女子的面子上饶过蓝窝这次 毕竟她已经是我名义上的夫君 若真给人当众下跪 小女子也颜面无光 九难苦笑一声 同时传音道 姑娘秀外会中 华某佩服 能得到姑娘垂青 是她蓝窝百事修来的符策 说吧九难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瑟瑟发抖的蓝窝 随即转身对着送葬的队伍说道 今日之事 看在永夜佛子面上就此作罢 大忌 新将军 按规矩白时音给红氏让路 咱们放行 闻听此言陈大忌的立即执行了起来 赶紧闪开 没听到老大的话呀 蓝窝听后拼命地给九难道着谢 红氏心中暗想道 信将的你给本少主等着 同为王族你不给我面子 反倒给了个小花妖 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奸情 等着吧 本少今晚非得折磨死你 接着大红花轿重新上路 九难的耳中又响起了永夜的话语 储君还请牢记 小女子只想让双亲团聚 并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为正名清白 今有一言提醒 青石半血出 天下枯古路 犬风路上行 磨灵万劫 九难沉思片刻后便带着大家继续送葬 两分半之后就到了事先选好的三英帝 九难谨慎地环视了眼四周 接着将棺材倒立下葬 这样有利于刘老头积累阴气 忙完一切过后 九难点出三柱鲜香给鬼物吸食后 便带着陈大忌等人赶回了小院中 此刻天边已经泛起了雨堵白 九难在恶补了一觉后 就起身来到院外运动 见此一幕的小浅月笑嘻嘻地喊道 哥 你醒了 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热饭 九难听后诧异地问道 小月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 还有奶奶呢 她怎么也没在院子里晒太阳 小浅月眉眼弯弯地做了个鬼里 哥 你是不是傻了 今天周日我放假 奶奶中午之前就跟姥姥去了蚂蚁山 听说那个乌商好像有动静 说吧便进屋忙活起了饭菜 而九难则在原地想着乌商的事情 没过一会小浅月便准备好了一桌饭菜 还不等九难张口吃饭 就见陈大忌疯疯疯疯地赶了回来 老大 你猜咱出门碰见啥了 射刀人了 就是白给别人东西不要钱 不过他们还挺奇怪的 见到人就问十七年前鬼节当晚的事情 闻听此言的长八爷面色一惊 小先生你有所不知 当年你刚出生后不久 这群射刀人就来过 当时追着村民打听你和光华娘娘的事情 幸亏龙婆和李将军谨慎 所有知情的村民都只字未提 后来他们在咱这号了两个半月就走 闻听此言的九难眉头紧锁 八爷 你的意思是这群人跟当年害我娘的事情有关 长八爷听后重重地点头回忆 不然他们咋知道咱们村里尽活失 龙婆说对方厉害 当时的他还得罪不起 也是从那时起 龙婆为了保护小先生才拼着身体受死 强行献祭了杨寿 在树神的帮助下用尽数提升了自己的道合 突然怎么可能就十年的功手就进阶到了无语无助 可惜还没等到龙婆回来 他们就又来 九难文言才明白了 龙婆为了他居然付出了这么多 也才清楚 老人家一生积德行善又有松老庇护 但这杨寿却干枯得如此之快 一想到这 九难眼中逐渐模糊了起来 随即对着蚂蚁山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 八夜见状连忙将九难拉起 同时口中谨慎地问道 小瘪独子 说到人打听咱家的事 你没傻乎乎地告诉他吧 这话说得陈大忌自行一笑 咱可没蠢到那种地步 他们一问我 咱就转身跑回来报信 这话说得八夜一阵无语 你这不变相告诉了他们 就在长八夜猛逼之时 院外的大门响起了一阵敲打声 陈大忌听后立即拿起武器跑了出去 而九难也收起心中的伤感 十多年的恩怨终于有了线索 带陈大忌将院门打开 就见一个中年人 站在外头卖着东西 两位小哥需要日用铁吗 东西不收钱 只要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围观的村民热情地 对九难二人招呼道 小九 大忌 你俩快瞅瞅家里缺点啥 蛇刀人免费给咱算命 算不准啥东西都不要钱 九难微微一笑 对着村民们打着招呼 接着低声对那两个蛇刀人 说了段暗影 前谋于无形 长胜于不争不费 二人闻眼脸上不满 我见此一幕的九难 立即明白了一切 只因他说的是 蛇刀人确认身份的暗影 是证明双方都是正统的修行者 而眼前的两人 明显是打着蛇刀人的名号办事 只为遮掩自己真实的身份 九难看破不说破 接着一把拉过身前的男人 刚才坤大爷说你们会算命 小子刚好有一事困扰了我17年 还请指教一二 面对着九难的态度 男人一脸紧致地回应 小哥你有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们尽力不算 男人一边说着 一边试图拉回自己的手臂 就在二人拉扯间 九难注意到对于手臂上露出的半截黑蜈蜈 九难见状心中惊喜万分 只因这条蜈蜈跟当年 养在他娘肚子上的那条一模一样 化九难母亲被害的谜题终于揭晓 结果却是一个名为拜神的邪教所谓 他们为了供奉神明 用一副凶胎的邪术祸害九难全家 可却意外让九难母亲逃到了九道沟村 正巧碰上了出马仙龙婆 在龙婆和陈老头的保护下 兄太才顺利降生 而这群教徒们疯狂地找了九难十七年 就在刚刚 化九难一眼识破两个图谋不轨的贼人 眼见的他察觉到二人手臂上攀附的蜈蚣时 九难的内心悲喜交加 这么多年的血仇终于有了眉目 随即九难一把拉过男人朝着小院走去 同时用眼神暗示着陈大忌 心领神会的大忌立即开口喊道 各位叔叔大爷们 这俩老小子借我家先用用 等咱用为了再还给你 闻听此言的村民们皆是哈哈一笑 大忌你慢慢用 别吓着外乡人就行 说吧便一哄而散各自回家 做完这之后 陈大忌屁颠颠地来到九难身边悄悄问道 老大 你确定害干娘的就是这俩瘪独子 九难听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即便不是他们 也和他们有关 得到答复陈大忌立即露出一副见效 老大 你就坐着等着 看咱怎么收拾他们的 而那两个射刀人也正戏谑地看着院中的众人 在他们眼中 九难二人就算打娘开启修炼 也不可能有多高的道风 至于那眨着大眼睛的小女孩 更是普通人一个 一想到这他们二人笑呵呵地想要上前搭话 可一旁的陈大忌居忽然大喊道 我靠 谁让你过来的 都给姬爷站一边去 其中一个轻衣男文言冷哼一声 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会有你好果子吃 说吧便抬手甩出几条毒虫丢在地上 可下一名 小儿鬼忽然出现 那樱桃小嘴猛地咆哮一声 地面的虫子纷纷爆裂变成碎块 这一幕看得清衣男面色一惊 南央邪术 养小鬼吗 不过就凭这点本事 还对付不了我们神教的地址 说吧便从自己的包中 掏出一个全身漆黑的鬼娃娃 接着一口咬破指尖将血滴撒在上方 师妹亡两卧行 请来童子竹煞星 教主呼 清衣男话音刚落 四周顿时传出一阵尖锐的鬼叫声 接着就见那个鬼娃娃 缓缓站了起身 接着纵身一跃朝着陈大忌扑杀而去 陈大忌见状当即就要一拳打在鼻子上 可就在这时 屋内的呼平一步踏出 阁方妖孽敢在画老大的地盘捣乱 吃我一记正气符 说吧便当着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掏出打火机将扶植给点 清衣男见状大喊一声 还请顾教灵通享受血食 鬼娃娃文言立即转变了目标 然而只听风的一声 正气符化为一道小太阳 瞬间将鬼捅给吞噬 猛烈的气浪没给清衣男半分喘息的机会 继续咆哮着朝男人冲去 正处于猛逼中的清衣男猛的抬手抵挡 可依旧被俘火给沾上了身 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壕中 清衣男就被烧成了黑炭 就连神魂都没能信你 被火焰吞噬得一干二净 陈大忌见状惊呼一声 我靠 人就这么挂 小瓶子你下手太狠 咱还得留活口 久难也叹息一声 廖瓶 你和大忌都先歇会 剩下这个让我来 看着同伴就这么惨死在眼前 剩下的男人已经下了尿不湿都尿湿了 别过来 再过来老子就服毒自尽 老子死了 你们就别想知道当年一副凶胎的事情 文凭此言的酒难冷笑一声 本座还没问 你就先自己承认了 当年的事果然是你们干的 然而此时的男人已经被吓得有些癫狂 只见他面色猙獰的喊道 就是我们干的又能怎样 实相地赶紧放了老子 不然等教主他老人家过来 你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要死 说罢便掏出一粒药丸 准备放入口中 逼死老子 你们也别想知道当年的事情 可出乎男人意料的是 陈大忌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王八独子你先等会死刑部 咱先帮你问问居魂的忙不忙 有没有空把你带走 说罢便抬手捏起法绝 天灵灵地灵灵 来个当差的行不行 有请抓人的小鬼 话音刚落 小院中立即乌云密布 两个手拿枷锁的鬼差气喘吁吁地赶来 少将军您老又有啥吩咐 哎呀 小先生您老也在呢 小的失礼了 陈大忌听后一脸淡然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鬼差们顿时怒目圆顿地看着男人 你不是想死吗 跟我们下十八层地狱接受拷打 眼见自己死不成了 男人搭了着脑袋憋屈地说道 算你狠 我把知道的都讲出来 只求能给个痛快 九难听后冷笑地回应道 给不给你痛快 那要看你有没有参与害我娘的事了 这话说的男人面色大惊 也就是当年那个一副兄太 你怎么可能没死 随即又任命般地讲述的 他们这伙人属于一个名为拜神的邪教 在十七年前的一天 他们教主收到神谕 让他们害死某个显贵人家还未出生的孩子 他们的教主为了讨好这个神 擅自用了最歹毒的一副兄胎 可谁知就在邪术即将成情的晚上 天空突然神雷大怒 旁暴的雷霆将炼制邪术的祭坛给劈得粉碎 待风雷散尽之后 女士和她腹中的兄胎已经消失不见 化九难母亲被邪修用一副兄胎炼成院师 天庭勃然大怒降下神雷救下母子 九难母亲凭借执念将她托付给了出马仙龙婆 自己却一命无辜魂归地府 而邪教成员在教主的命令下纷纷出动寻者 然而在龙婆的保护下 他们多年找寻也没有撕好九难的线索 就在刚刚化九难擒住了邪教的成员 经过一番拷问过后也得知了当年的情形 不过此次他们来到九道沟村也是为了探查赵爱国的底细 顺便打听下兄胎的事情 只因前段时间 他们教主的精信弟子在迫害赵爱国时被弄死 话说到这男人一脸委屈地恳求道 几位少爷 我只是教中最低级的弟子 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就连教主的姓名也不清楚 只知道总教藏匿在渔航地区 当年做兄胎时还没入教 求你们给我个痛快吧 闻听此言的众人稀稀看向九难 陈大忌更是轻声表示 老大 这别独子没有撒谎吧 九难文言缓缓摇头回应 他的心跳和眼神都没有变目 你可以吞下毒药去地府报道 男人文言立即张口吞下毒药 两分半过后一个全身漆黑的魂体缓缓飘出 九难见状分别给鬼差们塞了一把地黄钱 两位辛苦 鬼差们见状心中感激万分 接着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缓缓离去 临行前 陈大忌大喊一声 大兄弟 麻烦把他们送去折行地狱 新大脑袋会替我照顾他们的 鬼差们回应一声便消失在了原地 处理完所有事后 九难决定去一趟麻衣山问些事情 几人坐上八夜便飞了出去 一路上长八夜担忧不已 小先生下次让小别独自搭个棚吧 以前你有龙皮护着无伤大雅 可是现在小八我实在担心把您动着 闻听此言的九难心中意呢 随即温柔地拍了拍八夜的脑袋说道 我已经到了寒暑不清的境界 八夜您不用担心 听着二人关心的话 一旁的陈大忌动得大鼻涕到处乱水 两分半过后 八夜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麻衣山上 在外头巡逻的苦腾族人兴高采烈地围了上前 勇士剑更是激动地手舞足蹈 小怪物 这才两天半没见 你怎么长得更丑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顿时气得差点原地拉屎 九难见状连忙岔开话题 族长 小姐 你们在这里生活得还习惯吗 二人文言立即应答着 一切都安好 白天的时候蚂蚁鬼主并不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们分出一部分族人出门打猎 还有一部分帮忙守卫这片大山 在得知一切安好后 九难环视一圈后便带着几人来到蚂蚁姥姥所住的地宫内 一走进大殿里 陈大忌就扯着公鸭嗓大喊道 奶奶 姥姥 咱和老大来看你们了 听着陈大忌那逗逼的声音 看守大门的女鬼立即娇笑道 二少爷您别喊 两位老祖都闭关了 卢必去看看能不能唤醒 闻听此言的九难立即阻止道 不必打扰二老清修 苗阿花他们在这里了 小女鬼听后恭敬地回道 回禀大少爷 苗阿木公子陪着两位老祖在闭关 阿花小姐在三层的寝宫内 卢必至就去把她请下来 九难轻轻点头回忆 两分半过后 一身苗族服侍的苗阿花快步走出 九难 大忌 你们来了也不提前让人通知一下 我好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必提到吃的 陈大忌口水都流了下来 特别是上次她想吃点臭烘的 苗阿花就给她做了个秘制小汉堡 有臭豆腐 土乳 老干爹所制成 那味道让她回味无穷 阿花姐 你现在做也来得及 热情似火的少女微微一笑 拎起裙子就准备向外走去 你们先去坐坐 一会就好 九难见状连忙阻止道 阿花姐我们这次来是找你问点事情 随即九难便将刚刚遇到 清一男的经过讲了一遍 梁阿花面子凝重地表示 九难 上次和你说过 我和阿弟进入山洞后就晕了 自那以后也没见过那寿神 更没听过他手底下还有邪教的存在 不过按照你刚才说的 那教主拜的神应该就是他了 九难听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看来有必要再去一趟渔航地区 一来可以找到邪教的位置给家人报仇 二来可以去看看树神和张景 就在九难有了决定之后 蚂蚁姥姥的声音忽然响彻了整座蚂蚁山 小崽子们都赶紧跑 有多远跑多远 我和大妹子压不住无伤了 闻听此言的众人皆是一惊 片刻后只有少数人转身逃跑 大部分鬼物都疯狂地朝着二老闭关的位置跑去 两位老祖别急 我们都来帮忙了 蚂蚁姥姥文言笑骂一声 简直胡闹 都不许过来 有心地赶紧去胡家祖地和铁沙山求救 而九难在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就跑过来 奶奶 姥姥姥 我来了 眨眼间九难就来到了密室门口 情急之下九难手捏法绝 无数飞溅落在密室的大门上 锋利的刀芒将大门切了个粉碎 九难纵身一跃从洞口处跳落 此刻二老正用着法绝压制无伤 即便他们已经拼尽全力镇压 但包裹着无伤的天无法器 还是出现了树刀裂痕 蚂蚁姥姥见诏大门说道 大孙子你来了就快点搭把手 我和你奶奶要压制不住里面的冤魂了 关键时刻九难也毫不莫及 只见他手捏剑指放出廖平宋的圣唐太平印 同时口中快速地念动着法绝 浩天玉皇大帝玉尊 一段天温路 二段地温门 无缝抬上老君积积如律令 待九难念完后 太平印上青光大放 半空中十三位新军蓄影起线 他们纷纷抱拳对着行了一礼 我等谨遵小天使法令 岩碧就见数道雷霆同事放出将乌伤给包裹 但依旧无法彻底将其震住 乌伤犹如远古昆神的心脏一般猛烈地跳动着 仿佛随时都将冲破封印 就在众人为难之时 陈大吉一脸猥琐地走了进了 老大 紧抱几除眉 说罢不等九难开口恢复 就见他脱下身上的龟壳套在蚂蚁姥姥身上 接着又掏出明光凯套在龙婆的身上 奶奶 这破玩意穿得有点卡当 民先忍忍 咱这就摇人过来把这炸弹给拆了 出马仙龙婆和鬼仙蚂蚁姥姥 为化解乌伤即将生死盗销 得知此事的化九难使出太平印奋力镇压乌伤 然而乌伤内的万千怨鬼依旧威势不减 就要冲破封印 担心众人安危的陈大忌 立即使出到家的造型术 天灵灵地灵灵 有人想炸王八经 来个鬼物行不行 有请新大脑袋 化音刚落 地面瞬间多出了个法阵 接着就见新连山一连猛逼的走了出来 少将军 你不是刚让人往我那塞了个瘪子吗 怎么又喊我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被术法镇压的乌伤猛的迸发出一道杀气 我扣 这乌伤快炸了 少将军你这时候不跑 还把俺喊过来干嘛 说罢便转身准备逃跑 陈大忌见状当即呵斥道 新大脑袋你跑个屁啊 还想不想跟咱老大混了 你虽然没本事对付之无伤 但你可以把他抱到下面去 闻听此言的新连山渐渐地回道 少将军 你的意思让俺把他带到地府去啊 那十点阎君不立刻把咱灭门了 眼见对方不愿意 陈大忌当即威胁道 你要是不抱下去 咱现在就自意 然后亲自送下去 反正结果都一样 到时候看你怎么和下面交代 就在新连山渝哭无泪之时 下方的四大判官和十大英帅 也是愤怒不已 钟魁更是气得连连爆出国粹 少将军简直太欺负过 一向暴脾气的黑无常 更是气得就要上去打人 却被白无常出手拉住 先别冲动 你现在上去也是肉包子打狗 到时候还不跟那九盟子一样 都得被祸害缠住当垫背 那本帅再不上去 那祸害就抱着无伤下来 最后倒霉的还不是咱们地府吗 听着二人的对话 在场的阴帅们纷纷陷入了沉默 思索了两分半后 白无常寻寻善诱导 诸位同僚本帅有一言还请大家思考 这乌伤比起那祸害如何 闻听此言的牛头马面立即沉生道 乌伤虽是个麻烦 但比起那祸害还真算不上什么 乌伤好比顽疾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就能出之 但这祸害沾上半头 不要了咱半条老命绝不罢休 牛头马面这番话 立即获得众阴帅一阵好 随即钟馗便做出了决定 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那干脆就让新莲山把乌伤带到地府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认同 然而崔爵则为难地表示 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 可如此重大之事也不是我等能擅自做主 可还不等他说完 就见两道虚影凭空出现 来人正是东方鬼地申疏和御伦 诸位同僚所说的事情 本帝已然知醒 可下令新莲上将乌伤带入阴司 我二人暂且出手镇压 期限为七要之术 说罢两位鬼弟便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连猛逼的众鬼 而蚂蚁山中 已经被陈大忌逼得尿不湿都尿湿了的新莲山忽然面色欲喜 随即点头哈腰的隔空回应着 俺知道了 俺这就把无伤给几位爷抱回去 看着新莲山一脸欣喜的模样 陈大忌好奇地问道 新大脑袋你想明白了 闻听此言的新莲山先是一愣 接着一脸委屈地表示 俺对小先生和邵将军一向忠心耿耿 那啥的 邵将军明老刚才说了 只要俺把这无伤报下去就是大功一件对吧 陈大忌立即点头回应 那必须的 最次的也是在光华府当个看门的 新莲山闻言笑得跟个傻瓜一样 接着又可怜巴巴地看向九难 聪明的九难早在新莲山隔空对话的时候便明白了一切 然而作为上位者来说 偶尔也要看破不说破 况且新莲山跟在身边办事 没有功劳也有苦 必想到这 九难微笑地点了点头 新将军请放心 大忌说的就等于我亲口说的 假如有一天你敢爱我们下去尊 话某必定岛履相迎 新莲山听后顿时充满了干净 随即一把暴起无伤钻入地底 几位大人放心吧 剩下的就交给俺们弟子吧 下边说了只能帮咱们压制49天 言必新莲山就钻入地底消失不见 见此一幕的众人这才送了口气 龙婆在休息了两分半后笑着开口道 小九 咱们这次可成了弟子的大情 咱们得记住 还要弄清楚哪位大人帮咱们出力 以后有机会就好好报答人家 九难连忙点头应答 奶奶您放心吧 小九知道 九难话刚说完 半空中一张小纸片缓缓飘落 上面写着一系列夸张的名号 分别是神徒 律了 以及四大判官和十大英帅 这一幕看得九难二人一脸黑心 而下方的地府里 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 则一脸震惊地看着苏侯爷 老爷子 你这做法就显得我等太急功近利了 然而苏侯爷却一脸无所谓地回到 为君者 就该明察秋好赏罚分明 看着苏侯爷一脸理所应当的样子 鹰帅们也只能猛逼地点了点头 另一边的蚂蚁山中 在龙婆和蚂蚁老郎休整过后 九难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奶奶 您知道无伤为什么会突然暴动吗 龙婆闻言缓缓地摇着脑袋 刚才我和蚂蚁老姐姐正用土方法化解里面的怨气 怎料她忽然就这样了 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 就得出大事了 对了 你和大忌怎么来蚂蚁山了 随即九难便将轻衣人的事说了一遍 龙婆听完眉头紧皱的表示 这群人终于又来 这么多年的仇怨是时候该了结了 小九 你接下来是咋打算的 九难琢磨了两分半后缓缓打倒 先前和大忌打架的黑车老头曾说过 欲破无伤可来东海 这样的高人发言 自然不会无地放适 而且轻衣人也说过 邪教的总部在东海一带 这一趟两主之行咱必须要去 少年只是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就能吓得地府四大判官冷汗直流 十大阴帅焦急不已 就连掌管东方的鬼帝都亲自下场满足他的要求 只因陈大忌乃是扰乱三界的大祸害 曾经搅得地府大小阴神碰不欲生 最终被强行灌下孟婆汤才转世来到化九难的身边 在陈大忌的威胁下 鬼帝出手镇压住即将爆炸的乌伤 得到喘息的九难也计划起处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 在和龙婆沟通了两个半小时后 九难一行人便决定去趟渔航地去查询真相 为了不引人注目 陈傅开着昆车送九难等人来到了火车站 经过一番挤兑过后 陈大忌气喘吁吁地坐在座位上 可还不等他们休息一会 九难便发现对面的女生有些许不对 拥有社交牛逼症的陈大忌立即交涉了起来 经过一番介绍过后 两个女孩名叫范馨和李曼 九难紧盯着李曼的头顶查看 只见李曼的脑袋上黑气萦绕 这样子明显是中血了 而且这股英气对他来说印象深刻 正是祸害隔壁田家的仇女道士 一想到这九难好奇不已 当年那个传授给他抱铺子的道人 他曾经拖心连山打听过了 弟夫并没有这一号人出入 而且在九难学会抱铺子后才发现 那位道人修炼的东西和他压根不一样 就在九难胡思乱想之际 绿皮火车也缓缓开动了起 陈大忌则对着两个妹子讲的不停 你不相信吗 我和老大要去渔航那边打滚 我俩可厉害了 范鑫听后一脸尴尬的点头回应 聊了一会后 无趣的陈大忌便带着其余人跑去车厢吃饭 只留下九难和范鑫待在一起 沉默中范鑫率先开口道 话九难 刚才陈大忌说你们要去打滚 这是真的吗 九难文言赶忙白手解释 可范鑫却继续说道 我倒觉得这世上真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原本我是不信这些的 可自从李曼的事情过后 我就开始有点怀疑了 九难听后灵机一动轻声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范鑫也不磨叽 将近期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上次他和李曼坐车子的时候 李曼就觉得特别冷 当时他们一度以为是感冒 可过了两天半依旧没有好转 直到一个头戴斗笠的神秘人出现 他只是对着李曼点了一指 那股冰冷就立即消失不见 随后那个神秘人还对着李曼说了声抱歉 又塞了快骑士给他当作陪影 接着便眨眼间消失在了原地 话说到这范鑫连忙从包中掏出一块石头递给九难 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怪人还说这石头可以致病 正好适合我们的专业才送给我们 九难接过石头后仔细打掉 在经过两分半的分析后才发现 这居然是神舟四大骑士之一的杵石 可用刀刮出粉末冲水以下 是治疗支气管炎的特效药 在石头的侧面正刻着一个小小的马字 九难一眼看出 这次正是莫整马名扬的手骨 就在九难沉思之时 范鑫接着开口道 这是过去了之后我们也没太在意 直到有一天学校组织同学去博物馆参观那天 里面有一口石棺 从讲解员那边得知 那口棺材是从你们那边考古挖出的 那石棺给人感觉特别阴了 从博物馆回来后 李曼就再次病倒 每天都是昏昏欲睡的 还告诉我他总是梦到一个特别丑的女鬼 闻听此言的九难当场愣住 从我们这挖出来的石棺 还有特别丑的女鬼 一想到这九难立即追问道 学姐她病得这么重干嘛还出门 范心缓缓叹了口气道 本来是送李曼回家养病的 可昨天村里来了几个射刀人 他们在看过李曼后告诫 说这是有脏东西缠上了她 想要镇住 除非到他们拜神教的总坛请高人出手 我们这才坐车赶往那边 九难轻轻点头回应 随即取出两张符纸递了出去 学姐这个符是我在铁叉山黑妈妈庙来的 你给李曼学姐随身带着 可灵了 范心在借过符咒后就取出一张放在李曼兜里 没过一会 有了符禄固体的李曼缓缓醒来 而九难则在一旁串联着所有事情 不管是女鬼和拜神教都先后找上了李曼 这其中必定有缘由 一念至此 九难厚着脸皮询问道 学姐你生日是哪天 李曼嬉笑一声 小帅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是不是想追姐姐 这话说的九难小脸一红 刚要解释的他就被范心给打断 李曼你刚好一点就胡闹 还是人家九难给你平安符 你才能够这么快好的 说爸范心又对着九难表示 李曼的生日很好记 7月15 尾节当天 闻听此言的九难顿是恍然大悟 对方跟自己同一天生日 在古事后的邪教里 很多利用着体制的人招来邪生降临 这便是社道人要他们去邪教总部的原因 将一切事情串联完毕之后 九难便对着李曼询问道 学姐你是不是从小特别容易生病 李曼一边点头一边说出了自己的病情 九难听后提笔迅速写下一张方子 二人看后顿时惊讶不容易 回去后可以试试这副药方 影子就用你手上的七十几 就在三人说话间 陈大忌也赶过来 老大 我给你带了点热乎的 你们趁热吃吧 吃饭间九难也劝诫了二女不要去拜神教 可犯兴担心好友的安危之一要去 下车时 九难取出两道警示服给他们 两位学姐要是遇到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把这个撕碎了可能有用 二女点头致谢后便缓缓离去 一下火车后 陈大忌就联系起了新班门的代表人物钱多多 两分半过后一个浑身邋遢的老头缓缓打扮 看着对方这副打扮后 九难轻声开口问道 前辈 这大热天的您为什么这副打扮 是有什么难言之语 多不嫌弃可以跟晚辈说说 闻听此言的钱多多一脸无奈露出那副鼻青脸肿的面容 这一幕看得陈大忌惊突一声 我靠 钱大爷你这是咋了 嫂戏梁家妇女被人打了吗 一说到伤口 钱多多贵气地表示 要是真因嫂戏妇女被打 老头我也不委屈了 这是让那南洋小鬼给揍的 话九难被卷入东南亚养小鬼的民居中 新巴门首领钱多多被邪修盯上活不过两婚时 就在刚刚 九难等人从钱多多口中得知他被南洋小鬼给迫害 一向藏不住心思的陈大忌顿时笑得前仆后仰 钱大爷你咋混的 连一个小鬼都搞不定 闻听此言的钱多多老脸一红 臭小子你知道个屁 我们新巴门主要就是算卦 武力值差点无伤大眼 而且这次他们的实力远在我之上 对方可不是一般的将投尸 而是将投尸致亡奥魔杀的弟子 就在不久前 他为了报答一个亲民的情 给对方算出了他近期会大获领头 并给了对方一张符咒防身 临行前还嘱咐男人 一旦遇害了可到两里半的城隍庙中深渊 本来计划一切都安好 怎耐人算不如天算 那张符纸被他女朋友的月室给破了 并且在化九难几人来的两天半前 当地的城隍就收到了青年的亡魂 还帮忙给钱多多传了消息 向来鼓道热肠的钱多多在对方的苦苦哀求下 也承诺要帮其报仇 可青年的女友却不惜花重金 从东南亚请来协修助阵 在经过一系列挨打过后 钱多多狼狈地逃了回来 了解完事情过后 陈大基一脸迷茫地表示 钱大基 你打不过别人为啥不摇人呢 把牛头马面和城隍也都拉上 那外国的瘪独子不是随随便便拿捏吗 钱多多文言顿时比异地看着陈大基 你以为谁都跟你小子一样了 整个地府都是你亲戚 想叫谁来谁就到场 几人边走边聊很快就来到了酒店内 一番休整过后 酒难也将此次前来的目的说了一 对于拜神教的位置 钱多多也是疑惑不语 小九 这地方老头子我也没听说过 我们神州最反感这种组织 明天老头子就安排人来查查这个拜神教 酒难点头表示感谢 前辈 还有件事要麻烦您 晚辈这次除了寻找拜神以外 还想顺路去看看松老和张角先生 两主地宫那边还需要您帮忙打个招呼 钱多多连连点头回应 都是小事 明天老头子亲自带您去 不过张角教主已经离开了地宫 前段时间这边最大的女中道场 大雄寺的慈安大师被抽到边境处理事情 可这一去之后就音讯全无 不光是他 就连后面去接应的孙老头和寻一也是如此 上面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可现在寻大儒都处理不了的事情 换谁去都没把握能拿下 老头子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去求张角教主和树神他老人家 酒难听后广广回道 钱多多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得到答案的酒难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 随即取出廖萍赠送的阴阳罗盘进行推演 可即便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任何答案 钱多多见状也准备出手帮忙 而一旁的陈大忌则出声安抚道 老大别愁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不管是谁惹到咱们头上 咱们就直接跟他干 二人文言这才停下了动作 就在钱多多准备收起风水罗盘时 他下意识地给自己算了一贯 下一秒就见他一脸惊呼一声 无常空中悬 牛马站两边 俯路皆不见 黄泉路漫漫 老头子我今晚就要横死了 酒难文言立即查看起钱多多多的面相 硬堂发黑眼瞼下垂 果真一副死相 可钱多多的状态却是好的 一想到这 酒难和钱多多一同喊道 是那个酱头师干的 一说到这钱多多顿时欲哭无泪 老头子我真是自作自受 不乱沾染上别人的因果 这下报应到自己的身上了 一旁的陈大忌好奇地问道 老大 他说的无常和牛马是啥意思 难不成这几个老哥今晚要来抓他们 酒难宠溺地摸了摸陈大忌的脑 大忌 前辈说的这些都是挂想 并非四大英帅要和咱为敌 害他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酱头师 不就是那个养小鬼子吗 鬼谁家没有啊 二弟给我出来 陈大忌说着便开口指挥道 小儿鬼闻言立即从酒难眉心跑了出来 这一幕看得钱多多面色大惊 智人皇族 臭小子你管他叫小鬼 陈大忌一脸自信地点着脑袋 而酒难则笑着安抚道 前辈上次相助之恩 晚辈无以为报 今天的南洋酱头师就交给晚辈帮您对付 与此同时另一处的楼房中 一个光着脑袋的男人正在供桌前捣护着东西 只听他一脸戏谑地对着身后的女人喊道 小浪蹄子你放心 只要伺候好所有我 一定让你心想事成 听到这话的女人立即媚态百出 大师只要您施法帮人家永绝后患 人家什么都听你的 酱头师兴奋地晃动着地面的水缸 接着取出一缕钱多多的胡子 将其塞入缸中 两分半过后 两张小脸从缸中冒出将胡子吞噬一空 见此一幕的酱头师立即念起了术法 另一边九难所处的房间中 正在喝茶的钱多多忽然感觉菊花一凉 接着就见漫天的毒虫朝着他飞奔而来 见此一幕的九难惊呼一声 小心 这是五毒将 钱多多死了 死在了阴邪至极的五毒虫口中 曾经星巴门精通算卦的掌舵者 如今却被东南亚的酱头师给吊打 在见到漫天毒虫的那一刻 化九难刚想出手却被一旁的小儿鬼给抢先 只见他纵身一跃跳入虫群 那双稚嫩的小手抓起毒虫直接爆摔 打累了拎起虫子就准备往嘴里散 陈大忌见状连忙开口呵斥道 死孩子你又不听话 怎么杀完一都往嘴里放 再这样咱以后就不给你买背带裤 小儿鬼闻言迅速将手中毒虫给摔死 转头对着陈大忌憨憨一笑 两分半过后所有毒虫被众人消灭一空 而另一边的酱头师则遭到了数法的反噬 只见他惨嚎一声跪坐在地 口中不断嘀咕道 没想到那老头身边竟然有高人 居然破了本师的五毒将 一旁的女子听后惊讶一声 亲爱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将头师闻言凝笑一声 接着从边上的水缸中取出几个面娃娃 随即将钱多多的胡子粘贴在上方 又从一旁的桌子上拿出一个头盖 在将面娃娃放入里面过后 只见他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随着一滴滴血液的落下 将头师口中也跟着嘀咕着怪异的咒语 老不死的看本师淹死 与此同时久难几人的房间中 正在整理一容的钱多多固然面色一惊 随即整个脸蛋瞬间变得轻子 双手不断在半空中扑腾着 整个人就像溺水了一般 陈大忌健壮顿时嫌弃地表示 钱大爷你就不能少喝点了 这下想吐难受了 眼看着钱多多即将窒息而死 久难立即指挥道 这是溺水匠 大忌 赶紧把你的龟壳给前辈穿上 陈大忌闻言立即召唤出龟壳朝着钱多多抛去 青光闪烁间 龟壳牢牢地套在了钱多多的身上 内股强烈的窒息感也瞬间消失 缓过神来的钱多多好奇地摆动着双鱼 整个人犹如在大海中游泳的海龟一般 但只能游动至无名以内 周围有一道墙体将它限制在内 陈大忌健壮立即抛出大下龙雀刺出 可惜原本锋利的刀尖却被墙体挡回 见此一幕的九难坏笑一声 从钱多多手中接过了大下龙雀 前辈 还需借名一滴血师父 钱多多听后二话不说地将手指伸出 随着血滴的滑落 九难阵阵有词地喊道 血池神兵八方雷鸣 延伸延展南北西东 延臂就将龙雀递了上前 钱多多卯服了静猛地将大下龙雀刺出 只听一声淒厉的惨壕声传出 钱多多扑通一声跌落在地 另一边别墅中的将头是捂着屁股不断哀嚎 钱多多刚刚那一刀 直接从得他菊花穿肠而过 整个人狼狈地从祭台上跌落 那五百斤的身子重重地落在那蛇蝎的女人身上 咔嚓一声 女人瞬间惊断骨折 整个人一声不吭地封死了过去 将头是见状一边摸着屁股一边怒骂道 岂有此理 你们居然敢伤我 癫狂间就见他从水缸中掏出一具干扑的尸身 接着拿起那面团小人给鬼屋闻了闻 随即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过去吃了他 吃光他身边的所有人 然而鬼屋并没有想象中按指令办事 而是一脸凝笑地看着将头是 那样子仿佛是在看猎物一般 将头是见状毫不犹豫地咬下自己一劫之骨土出去 鬼屋立即兴奋地将其吞入腹中 接着意犹未尽地看着将头是 被钉怕了的男人颤抖地指着地上的女 好孩子 你没吃饱就吃他吧 吃完后就赶紧去给我报仇 鬼屋闻言当即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女人的脖子 怎料下一秒女人脖间的一块玉牌忽然闪出一道亮光 鬼屋惨嚎一声被震得贴在了墙上 那玉牌的样式竟和九难腰间的智人另排一模一样 只是上方没有王族特有的气息 而九难这边则准备起反攻的好景 只见他只见一甩将俘虏点燃 随即将从前见到钱多多跟前 前辈 来点血 闻听此言的钱多多立即点头回应 只见微微用力挤出了2.5滴血液 见此一幕的九难一步踏出 逼人者生 骇人者死 居入魂魄 灭入魂灯 给我魄 话音刚落一道 金芒迅速朝着别墅的方位冲去 此时的将头是仿佛感受到了危机 正当他想挪动身去跑路时 九难打出的金光已经赶灌 只听风的一声 强烈的火光瞬间把将头是吞噬一空 火焰中只留下一道凄厉的呐喊声 师父救我 一旁失去主人的鬼屋顿时面色一惊 随即化为一道阴风消失在了夜色中 而钱多多也跟着感到一阵轻松 小姐 那个将头是被你除掉了 客气的话老头子就不多了 下次咱免免费给你们当向导唱完鱼航 九难听后淡然一笑 随即便带着陈大忌回到屋内休息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清晨 钱多多依旧开着那辆昆车接送九难赶往梁主 在经过一个个关卡后 众人终于来到了地宫的内部 只见一根苍松正扎根在大镇的中央 九难整理好一衫对着松老三口九拜 祝爷爷 我们来看您老吧 其余人也跟着赵座不敢抬头 两分段过后却依旧没有得到松老的回应 见此一幕的九难立即又磕了三个响头 可四周却依然没有动静 没想到修炼万年守护一方天地的松老 竟会撇下华九难一家消失离去 曾经为九难镇压两主地宫的树神 如今只剩一句去窍停留在人间 就在刚刚 华九难带着众人来地宫看望松老 治理树的九难朝着松老就是三拜九扣 树爷爷在上 不孝子孙华九难参拜 避雨过后四周寂静无比 半空中看守阵法的太平教众皆是呆愣地站在一旁 见此一幕的九难面色一惊 接着快步来到轻松的脚下伸手摸去 触摸间九难的脸色越来越长 只因此刻松老的神魂已然不在这里 留在此地的只是一个实体 逼想到这 九难立即捏出剑指用出归魂术 香烟采取通世界 三魂气魄收反 魂归身 魄归人 随着咒语的完成 一阵清光瞬间荡漾而出 九难等人只觉着眼前一挂 接着便发现自己已经脱离地宫回到了地面 进去的路口也跟着一同消失不见 九难见状连忙咬破指尖将行 我在铜前剑伤 踏天门 或虚空 血尾椅 通路声 给我写 然而四周并没有任何异动 九难准教主的实力也没有作用 焦急不已的九难立即拿出罗盘闭目推演 身后的众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四周 两分半过后九难茫然地看着身下的罗盘 关于松老的信息 他推演不出半分 就好像树神根本就不曾存在于世间一般 心急如焚的九难当即准备 割腕用禁术血迹追踪术进行定位 一旁的钱多多见状赶忙阻止道 小九你不用这样 老头子我认为没有消息法是最好的消息 以树神前辈的道行 别说是迷雾 任何人想要推演他的事情本就难如登天 更何况还是在亡人地宫这样的地方 一旁的长八爷也同样附和道 小先生 树神的道行早就到了天象境界 小八我说万一啊 他老人家万一真的有意外 整个神州大帝早就意想不断了 在钱多多和八爷的劝说下 九难也冷静了想 但依旧从陈大忌手中接过小哥小给王三打电话 正在扫地的王三听完九难的讲述后沉默了两分半 接着口气轻松地表示 放心吧 松老的师叔知道了 交给我来吧 小九 你那边忙完了就早点回来 挂断电话后 王三披上棉衣来到了院外 对着前方的空地淡淡地说了一声 都出来吧 王三话音刚落 四道黑影瞬间出现 他们半跪在王三的面前 口中恭敬地喊道 我等拜见帝君 王三微微点头回忆 刚才吴和九二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吧 给怎么做你们应该清楚 去吧 黑人文言纷纷扣拜后离去 而王三则跟平常一般拿起扫把 为松老打扫卫生 等小潜约放去归来后 就见王三笔直地站在松树边上 他的身上落满了白雪 而那颗轻松却鲜沉不染 妇女二人热情相拥 放学了 爹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 俩人说着便跨步朝着屋内走去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九难他们也离开了两主一指 钱多多开着那辆昆车 带着众人赶去吃饭 就在大家落座之后 一个面容肃默的中年人 朝着他们黄缓走了 那深淡青色的官袍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卑职于航城皇周兴 拜见大将军 邵将军 前老友多日不见 可一向安豪府 九难文言也抱拳回了一里 晚辈出台于航时 就该主动登门拜 有所势力还望前辈海寒 几人一番客气后 周兴也收起偏见说出了来意 地府派遣下官来 向两位将军 汇报八欲练仙之事 陈大记听后立即开口道 这是不都弄明白 不就是那个是脑魔干的 看着身前气愤不已的陈大记 周兴耐心地解释道 邵将军有所不知 此事主犯确实是是脑魔所问 目前十大严君 已经下了海捕文书 但包庇他犯罪的 却是夜游神乔坤 和白无常谢碧安 这话说的众人一脸震惊 陈大记更是慌忙地追问着 你是不是说错了 不应该是温良那个混蛋吗 一向沉稳的九难立即沉声道 前辈 是脑魔这案子是谁审理的 会不会有人故意包庇真凶 冤枉了他们 听了九难的提问 周兴苦笑一声 这案子乃是十殿阎罗联合审理 绝无冤枉的可能 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们两位 在铁证下 十殿阎罗无奈之下暂时将他们收监 并宣布三个月后 打入押民国勇士不得解脱 闻听此言的九难 也明白此举的目的 阎君们这么短 就是给我们这些人时间 去寻找方案的证据 如今想要破局 必须尽快找到是脑魔 我想这也是其余英帅 拜托周兴前辈 给我们传话的原因吧 城皇爷文言连连点头回应 只是这人很茫茫 以那老魔的道行 想要寻确实不易 这话说的九难眉头紧重 在沉思了两分半后 九难露出一亩淡笑 或许不用咱们找他 老魔自己就会上门来 没想到地府的夜游神 竟联和白无常 包庇八玉恋先祸害人间 此举害得柳仙长家血流成河 长二爷更是被识脑魔打成重伤 就此陨落 这人一脉的威压下 石殿炎罗伦番审核 将二人关入天牢等待审判 深知兄弟被诬陷的阴帅们 派出城皇爷周兴找上话九难 在了解完十大阎君的审判后 九难沉思了两分半后 黄返开口道 如今想要破局 得先找到那是脑魔 不过这是无需我们操心 这老魔会自己送上门来的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顿时一脸猛逼 老大 那扁独子又不死 怎么可能自己往枪口上撞了 一旁的众人也纷纷点头认同 看着那一双双询问的眼神 九难淡然一笑 先前长二哥英霍德福 被封为北方山主八玉名蛇 这是他和八玉恋先之间的英 而近期正是长二爷 融合神威的最后时间 一旦融合完成这段英国也将落实 是脑魔便终生都要被长二爷给压制 只要他敢抛头露面 在英国的循环下 他必定会死在长淮境手中 只有将长二爷在此前给击杀 是脑魔就能断开英国无所畏惧 众人闻言皆是恍然大悟 性子急得陈大忌惊呼一声 那还等啥呀 赶紧告诉二哥准备抓那瘪犊子 说罢就见他拿起昆基案了起 与此同时万龙山内 五大出马仙家正为做谈话 正在喝茶的长淮远一脸尴尬地表示 几位老哥不好意思 长某接个电话 是大忌兄弟的 由于山中信号差 长淮远一步站在半空中接起电话 大忌兄弟能听见吗 听不清楚吗 你先等等 我在飞高点 经过两分半的交流后 陈大忌也终于将话给说了明白 我滴马 这波信号真是不靠谱 看着正在吐槽的陈大忌 九难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周星则一一抱拳后便等了回去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晚上 陈大忌一脸享受地躺在摆那 老大 明天你真带我们去金山寺玩了 九难文言悠闲地回应道 此行一来是打听下拜神教的事情 二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吴星 一提到可爱的小和尚 陈大忌也流露出一抹忧伤 光头哥也不知道去哪 陈大忌说着说着便爬了起身 老大 你睡着了吗 见九难没有回应 陈大忌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 随即便快步来到了廖萍的房间 此时的钱多多正和廖萍玩着扑克牌 再看到是陈大忌后廖萍一脸苦涩地表示 陈老大你可算回来 咱就玩了两个半小时 就已经快把底库都给输出去 陈大忌听后顿时比一地吐槽道 小瓶子你是不是谁 跟算命的玩这些 你这裤衩子迟早得输没 闻听此言的钱多多尴尬一笑 老头子我又没出签 这都是凭运气的 就在三人对话之际 旁边的窗户忽然传来一阵响声 陈大忌立即准备上前查看 可钱多多却连忙开口阻止道 臭小子别过去 这里可是五楼 哪有人能敲响咱们窗户 陈大忌听后顿时兴奋地喊道 兄弟们抄家伙 注意咱们只抓活的 收到命令的几人 纷纷散到一旁准备围攻 这一幕看得钱多多一脸的黑线 不就是个吊窗鬼吗 至于这兴师动众吗 然而陈大忌则一脸怪笑地 朝着窗户旁靠去 接着一把拉开窗帘 只见一张惨白的人脸 紧紧地贴在玻璃上 陈大忌被吓得一阵尖叫 一股热流差点从他脚下流出 而鬼屋也被这一声惊叫吓了一跳 缓过神后便张牙舞爪地扑了上前 然而小儿鬼比较先行一步 只见他张口一会 鬼屋顿时被震得倒地不起 陈大忌见状立即招呼道 都给我上 可别让他跑 随即几人一拥而上 带有竖法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鬼屋身上 一时间 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不断传出 丑八怪娘要做什么 快点放开我 这话说的陈大忌火冒三丈 你还敢骂我家老二丑 看我不削死你 一旁的钱多多见状赶忙出声阻止道 臭小子 你掀起来行步 别人是说你丑 不是说小儿鬼殿下 看着沉默不语的大忌 廖平也伸手将其拉了起来 随机抬手掏出天使三宝之一的法印 朝着鬼屋压了过去 陈老大你掀起来 咱用这个宝贝压着鬼就行 就在几人对话的间隙 隔壁的九难也因着动静走进了屋内 陈大忌见状立即要公道 老大你快瞅瞅 这是俺亲手抓的 厉害不 然而九难此刻的目光 全然落在了鬼屋额头的印记上 猖鬼命 大忌 给我点洗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 刚想那拳头打向鼻子 却猛然想起九难的嘱咐 接着便尴尬地掏出银针 在指尖轻轻一扎 九难伸手取过血滴 抹散了鬼屋的眉心 随即呵斥一声 给我破 只见一缕黑烟缓缓飘散 吊窗鬼只觉得浑身一清 奴役他多年的印记 就这么被九难给抹去 意识到有高人相助后 鬼屋立即磕头叩拜道 小鬼感谢大人助我脱离谱 九难百首谢绝道 无必如此 我也是见你没业障缠身 才出手帮你 现在可以说说 设下这印记的人试试 他让你来这里做什么了吧 鬼屋文言赶忙将事情讲了一遍 让小鬼来这的正式内降投尸之王 妖僧奥摩杀 他说他弟子被人害死 害小鬼我来试试对方的身体 一旁的钱多多面色一惊 他居然来得这么快 昨天组织才说 这妖僧还在南洋闭关修炼非投降 结果这么快就出关了 鬼屋文言也明白了自己就是个炮灰 一想到这 他便一五一十地将对方底细说了出来 妖僧已经炼成了非投降 这次是来给他徒弟报仇 而且还是收到一个叫做拜神教的邀请归来的 那妖僧今晚才赶到这里 现在正住在一个女人家里 那女人就是请他徒弟害这位大叔的人 听到这的九难立即起身拉起女鬼朝外走去 带我去找那妖僧 货害化九难母亲的邪教终于被揭起 对方禁联和东南亚的酱头师一同对付九难 他们操控五脸恶鬼深夜发动突袭 怎料被陈大忌的纯阳之血烧得痛不欲生 在九难化解恶鬼身上的猖鬼命后 鬼屋便将他所知的情报一一讲出 那妖僧受到拜神教主邀请来到此地 现在正居住在先前害前大师的女人家里 文婷此言的九难立即起身招呼他 带我去找那妖僧 找到之后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亲自出手给你超度 让你转世投胎 女鬼听后眼中露出一米欢喜 接着便走在前方为众人开路 这位小哥 咱们可得小心了 那妖僧极其恐怖 特别难对付 这话说的陈大忌一阵不满 什么狗屁妖僧 他在凶能凶到哪里去 还能吃人肉喝人血 一提到吃人喝血 吊窗鬼眼中瞬间不满了惊恐 没错 他每天都要吃人喝血 我靠 那他吃鬼不 听着陈大忌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 吊窗鬼疑惑地摇着脑袋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立即兴奋地喊道 只要不吃鬼就没咱老大兄 咱老大一生下来就追着鬼嗷一顿哑 众人听后纷纷都认为陈大忌在吹牛 一旁的钱多多更是出言提醒道 小九 这小鬼说得对 妖僧将头师之王的名号可不是白教 更何况他现在练成了飞头将 这话说的陈大忌一脸猛逼 钱大忌 这飞头将是啥玩意啊 臭小子给我听好 这飞头将可不简单 他是所有将头术中最神秘莫测的 将头师利用符咒给自身下咒 能让自己的头颅离身飞行 通过吸食各类生物的血液 来提升自身功力的束缚 当他们练成了七个阶段之后 就能长生不死 听着钱多多的详细介绍 陈大忌非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倒兴奋不已 我靠 这飞头将这么酷啊 见众人已然聊完 长八叶摇身一遍画出舌身 几人坐上八叶便朝着鬼屋所指的方位赶去 接连提升实力的长八叶速度极快 仅仅花了两分半的功夫 就到了一栋别墅跟前 陈大忌刚想上前串门 就被一道黑影给直接打飞 跑在他身上的龟壳 替他抵挡了黑影全部的力道 只听他惨叫一声 就口吐白沫昏迷不醒 九难见证冷哼一声 区区护弹也神也敢放肆 书发便手掐剑之口中 快速念动起反掘 凌兵斗者接阵列前行 给我破 话音刚落 九字腻带着雷霆万军之士 轰然打出 轰的一声炸响 猛烈的火光瞬间 将黑影给吞噬一空 一旁的呼平等人 慌忙地将陈大忌给扶起 我低马 刚才是啥玩意偷袭你 记得我 有种你别跑 等咱不迷糊了就干 再见到陈大忌没事后 九难轻声吩咐道 廖平你保护好大忌 我进去看看情况 众人纷纷点头过后 便跟在九难身后一同走进去 一踏入别宿的瞬间 九难便举个眼前一花 四周不断冒出的迷雾 让他意识到 自己中了酱头师的灵匠 灵匠是酱头师 用自身意志力 让四周的人产生幻觉 让他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九难当即盘息而 做提醒众人不要紧 怎料众人已经跟在他身后 廖平胸口处的阳瓶之印 不断地闪出亮光 四周的大雾瞬间被隔离在外 恢复神志的陈大忌 注意到别墅中 坐着一个干枯的和尚 他的身旁摆放着 各类雪白的头骨 每个头骨中摆满的绿色的粉末 而九难也坐在前方 抵御着对方的招数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 惊呼一声 我靠 老大你没事吧 老二老三度给我开 崩死那个扁犊子 小儿鬼和人参娃 收到命令后 纷纷掏出弹弓摆出设计状态 陈大忌则撅起屁股 发出一个臭屁蛋 刷的一声 臭屁蛋冲破毒气 席向妖僧 眼见攻击即将命中时 将头师身后忽然冒出一个 巨大的牛头挡在他的跟前 臭屁蛋准确无误地 炸出一阵臭气 长八叶剑撞蛇尾一卷 就将九难和陈大忌 一起卷了回来 随即一个闪身 退到了别墅外头 臭屁蛋震出的余波 将别墅炸了个底朝天 但灰尘散尽过后 那牛头骨冒着诡异的红光 朝着众人撞了过来 小儿鬼首当其冲化为一道 黑光和牛头骨撞在一起 一时间 二人竟撞击在空中停滞不前 按理说小儿鬼 乃是专需大地之子 可此时却被一个牛头骨 给僵持在空中 陈大忌见状 当即就要加入战斗 可就在这时 身后的钱多多立即阻止道 臭小子别冲动 那牛头不是你赢队子的 他是佛门密宗护法神 大威德金刚 曾经是佛教弟子 可因种种原因而非话 跟在了妖孙的身边 闻听此言的陈大忌好奇不已 钱大忌 这牛头很厉害吗 钱多多摸了把骨子尴尬一笑 在这个末法的时代 只有教主级的修行者 才能将自己的信仰具现化 眼前这个大威德金刚就是 我靠 教主级别 钱大爷你说这屋里的 小黄人是教主级的 那不是跟张小大哥一样的吗 钱大爷你确定 那小黄人有这么乱动 看着面色惊讶的陈大忌 钱多多无奈地点着脑袋 像头世之王 绝对有教主级别的实力 但不能和张角教主 他老人家相提并论 可即便如此 也不是咱们几个能对付的 除非小九他们破了灵将 请来到门护法大神 一提到请神 陈大忌顿时见笑一声 那不就是谣人吗 这种小事不用老大出手 你就看我的吧 说吧就摇头晃脑地念着咒语 大头对大头 生活乐悠悠 尤其心带脑袋 少年用自身应得使出到家的请神术 竟将地府看大门的鬼王新连山给请来帮忙 可当他看到面前撞如小山的牛头后 顺势下的就要跑回地府逃命 我靠 少将军您最近怎么总是挑战高难度 就不能找个软柿子给我捏捏 这大威德金刚岂是我能对付的 眼见新连山的打对堂鼓的样式 陈大忌赶忙忽悠道 新连山你怕个屁啊 还要不要咱老大家的神威了 再说了前面不还有老二顶着吗 你俩一起上还怕个球啊 一听到有神威的奖赏 新连山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只见他爆喝一声换出法身 原本两米半的身躯 顿时长了一倍 那五米高的躯体震慑着在场的众人 皇子大人莫慌 把脑心来帮你了 说吧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前 听得一声炸起 新连山联手小儿鬼一停撞击在大牛头之上 而后方的陈大忌则见兮兮的指挥道 三人捏手捏脚的朝着别墅中走去 不远处的钱多多见状立即提醒道 臭小子 那将投尸之王的手段可不止这些 你们小心点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别墅中就传出一声吼叫声 随即就见陈大忌几人慌忙的跑了出来 我靠 怎么还有埋伏啊 里面有一条七里长的大鳄鱼 钱多多闻言立即掏出罗盘布下阵卡 长大爷听后极力的克制住心中的恐惧 那条蛇尾迅速将众人卷起放在身后 小瘪犊子 八爷我去和恶神玩命去了 你可千万要保护好小先生啊 小道士 一会八爷要是打破人家 你就发动甲马带着小先生跑 记住没 廖平文言重重的点头回应 就在长八爷准备冲出去时 钱多多出言提醒道 八爷您只要别怯战 正常发挥 别说是这恶神了 就算是真龙来了也得推一层体 这话说的八爷一愣 老钱 八爷我有这么厉害 钱多多立即点头鼓励道 除了几个超级大国外 八爷您现在随时可做任何国家的镇国图腾 文婷此言的长八爷心中多出了一丝的自信 随即蛇尾一甩冲了上前 不远处刚跑出来的恶神也注意到了八爷的身影 二人皆是警惕地看着对方 身后的陈大鸡立即鼓励道 八爷你倒是上了 就像抽我那样 一尾巴把那大鳄鱼抽去地府投胎 可长八爷依旧站在原地盯着对方 眼见八爷没有动作后 陈大鸡抬手将身上的士士虫丢了出去 小的们给鸡也我冲 钻他大裤裆 虫群收到命令后呼啸着扑向了恶神 大鸡见状眼中寒芒毕露 那条粗壮的尾巴重重地朝着虫群拍落 疯了一声 部分虫子被这一击给震飞 少数虫子张开大口拼命咬着对方的身躯 眨眼间就有十几条士士虫钻到了恶神的体内 屏着遵守命令的原则 他们毫不犹豫地朝着恶神下三路的位置爬去 察觉到不对的恶神顿时面色一惊 帮忙间就见他拼命地在地上打滚 试图将体内的虫子给摇出来 陈大鸡见一击奏笑后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长家小八看到没 鸡也我厉害过 闻听此言的八叶笑呵呵地回应着 小别独自别骄傲 赶紧趁他病要他命 然而还不等陈大鸡有所动作 恶神猛地爆喝一声 全身上下放出墨绿色的毒液 体内的虫子立即被逼了出来 虫群们纷纷朝着陈大鸡这跑来 其中更有几只被烧得通红的虫子附着在陈大鸡的身上 一时间陈大鸡的惨叫声不断传出 眼见好机友躺在地上拼命打滚 长八叶暗自叹息一声 看着浑身冒火的恶神 八叶心中一横 不就是会喷火吗 搞得好像谁不会是 说话就见长八叶显出腾蛇真身 那双气飞的双翅猛地一阵飞到空中 接着大嘴一张 墨绿色的毒液犹如瀑布一般朝着恶神喷去 黄八蛋你敢烫咱家的骨头子 那八叶我也烫死你 盼着从天而降的火 恶神那冰冷的目光中露出深深的恐惧 随即一个闪身向着一旁抖去 可他身后的别墅却惨遭毒手 只听轰的一声 滔天的毒焰将房子瞬间烧火 那将头狮之王 此刻正用心在压制着酒脉 一旁缓过神来的陈大鸡立即招呼道 八叶先别喷大鳄鱼 直接对准他后面的小黄人 收到指令的八叶立即调转方向 让你给我加小心声下降头 八叶我烧死你 眼见自己即将被大火给烧倒 妖僧立即操控出一罐石油泼出 他的四周顿时出现了一个2.5米的护盾 接着抬手将身边的骷髅头丢给大鳄鱼吞下 恶神贪婪地将头骨迅速咽下 随后一双惨白的骨翅从他背后伸出 那样子像极了西方的巨龙 有了信心的恶神咆哮一声朝着八叶杀去 当想躲避的长八叶意识到下方还有酒难 随即成功一跃 竹龙的咆哮声瞬间震慑了整个夜空 八叶的身躯再次变大 恶神就像被击飞的炮弹一般狠狠砸落在地 脑袋上被八叶顶出了个两米半的大洞 而长八叶则毫发无伤地飘在天际 愤怒状态下的柳仙长八叶究竟有多可怕 当化酒难遭遇恶神袭击的刹那 长八叶意改往日的怯怒 姚势已变成了汗天阵地的竹龙 那双步满雷霆的龙角刺破旭空 二人女子呼吸间就像上古恶神状的跌落在地生死不知 看着下方头破血流的鳄鱼 长八叶呆愣地嘀咕道 八叶我现在都这么厉害了吗 大鳄鱼真的是被我打死的吗 陈大忌听后兴奋得像个昆昆一样 那必须的 八叶你可帅了 你要是再帮老二把那牛头给干碎了 咱回去就给你安排老八秘制小汉堡 一听到有好吃的讲 长八叶双目放着亮光 牛头老模有种别跑 八叶我来了 原地就纵身一跃冲了出去 眼见八叶带着漫天雷霆撞了过来 小儿鬼和新连山纷纷朝着边上躲开 正在给九难下降头的妖僧顿时面色大惊 接着抬手将恶神的遗体抛入大牛头的口中 刹那间牛头骨的周身迸发出强大的威压 在一阵血光的照耀下 一尊九头金刚凭空出现在众人眼前 大威德金刚的血影成形过后 只见他张口念诵出佛教的六字真言 在真言的加持下 那双巨大的佛手犹如五指山一般朝着长八叶的位置镇压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 惊敌的八叶猛地朝地面砸落而下 陈大忌等人刚想出手接住 可看到八叶庞大的身躯立即吓得不敢走动 只有小儿鬼和人参娃还愣愣地站在原地 见此一幕的陈大忌惊呼一声 你俩快回来 不要命了 八叶你注意 死孩子还在你下面 可此刻的八叶也掌控不了身躯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青光迅速闪过 九难纵身一跃来到二小身殿 右臂迅速抬起 一股距离皆向即将坠落的八叶 左手朝前一挥 凌兵斗者接阵列前行 给我破 道家九字真言对上佛家六字真言 两股距离震的大地四分五裂 单纯的小儿鬼抱和一声腾空而起 皇兄打你 你居然还敢还手 该死 地同行动的还有陈大忌和新联山 陈大忌抬手间是始虫七七出动 铺天盖地的虫子如黑云般朝着降头狮之王扑去 新联山提起刚差一个闪身来到妖僧的背后 心也我扎你大妖子 双方对战间 小儿鬼率先一口将血色金刚的手臂给震碎 九难的九字真言将金刚血影的身躯炸成血雾 一直盘坐的妖僧瞬间受到反噬 一口腥臭的飞血喷波而出 遭受重创的他立即抛出一个桃罐砸碎 眨眼间就见无数婴儿的魂魄迅速飞出 他们纷纷张开血盆大口朝着众人影 面对这些无辜的魂魄 九难无奈地打出一只法爵 临死暗死 冤死去亡 债主冤家 有辱自赵 急急超生 在超生咒的作用下 原本急速扑来的婴儿魂魄迫七七停在空中 他们一个个朝着九难三透九拜 接着又乃声乃气地说了声符声无量天尊后 就钻入地底投胎转世 妖僧趁着这件戏掐出秘术消失在众人眼前 看着妖僧消失的位置 陈大忌摸着脑袋疑惑的敌步着 我靠 这跑得也太快了 老大 你竟可真大 举着八夜这么久了还不累 文听此言的长八夜这才反映自己还被九难拖着 随即尴尬地变成人生飘落在地 小先生 谢谢你 九难听后淡笑一声 八夜您没事吧 长八夜下意识地点头回应 小先生您放心吧 咱可好吧 都怪小瘪犊子 没事总让咱跟别人打架 咱就知道自己打不过人家 文听此言的九难立即安抚道 刚才多亏你大杀四方才救下了大忌疼 而且还扰乱了妖僧的心神 我才能化解灵将 否则后果不堪设计 一旁的陈大忌也同样附和道 可不是吗 八夜你立下了大功 回去腻制小汉堡绝对少不了你 看着九难细心帮长八夜拾起信心 钱多多感慨一声 如此宽以待人 不愧是友情大敌 九难淡笑一声 八夜大忌曾多次陪我出生入死 在生死面前 其他一切都是小事 说罢便吩咐陈大忌检查起四周的残骸 两分断过后 陈大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大叫着 老大 这里头啥东西都没 不过也没发现有人受伤 随即众人便坐上八夜朝着酒店赶去 回到家后 陈大忌二话不说地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九难在超度了女鬼之后也回房睡觉 一夜过得很快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 钱多多开着坤车送九难等人朝着金山寺市去 在开了2.5公里后 车子被堵在了一座大桥上 陈大忌猫着个大脑袋不断朝前看着情况 前面好像撞车了 你们猜除了撞车 我还看到了有鬼在桥上瞪人了 一听到有鬼廖平也伸长脖子向前查看 只见神舟负责灵异事件的组织有序地安排着现场 一向爱凑热闹的陈大忌拉上九难便赶了过去 老大 咱们现在去抓鬼玩吧 九难跟着众人来到了桥梁的中央 只见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正满在路中间 那张诡异的脸上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咆哮地朝着众人扑来 可却被几道黑气给牢牢锁在了此地 黑气的另一边 却紧紧连接在一座桥墩的上方 这一幕看着陈大忌倒吸了头凉气 老大这是啥东西啊 长得太恶心了 九难眉头紧皱地回应道 这是打声装 鲁班书中祭祀 古代工匠在动土前都会进行祭祀 若是剑桥剑房的情况下 载机杀羊就可以顺利进行 但如果是改变当地的风水 不进行人计的话 在动工时必定会遭遇各种不测 听了九难的解释 陈大忌恍然大悟地摸着脑袋 老大 眼前的家伙这么丑 他死前是不是老惨 九难轻轻点头回应 随即抬手一记安魂咒打在恶鬼身上 鬼屋身上的黑气瞬间消失不见 得到喘息的他刚想起身被九难客头 却被九难给抬手拦住 不用这样 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可以 稍后我自然会送你去六道轮回 鬼屋的眼中固满了感激 随即不停地点着脑袋 九难在见到对方恢复了少许体力过后 便开口问道 谁把你献祭在这里 说不出来可以写在地上 鬼屋文言伸手在地上写出三个血字 拜神教